顺平九年二月 京城新园布庄 大伙计前默默地摇此刻 几乎快要弯到地上 双手轻捧着托盘 恭恭敬敬 将三块云井样子 呈给了对面的贵人 线下这京城显贵 虽多流行赎井 但我思存着 郡主清雅脱俗 定喜欢那与众不同之物 这才斗胆将此物尽上 请郡主一关 又笑嘻嘻解释道 郡主请看 这云井倒还有几分稀奇 竹花一色 换个地儿看它 那井上的花卉 就又是一色 您再这么看 色泽光丽 壮如天上云彩 故得名为云井 左而去翠芙楼的就是这位 那才叫一至千金 花钱如流水一般 说来这位近几年 身居简出 名声不鲜 可戏论 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其母为建元先帝 唯一的嫡出长女 雍和先帝嫡长子 当今顺平帝的公母 郑国长公主 其父为辽东大将军凌云 虽这两尊大佛 都以为国捐躯 可他们二人的女儿却是皇上 太后破格封的一品 泰安郡主 且为表大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之功 朝廷特别优待二人遗孤 郑国大长公主 原有的封地十亿 是位清兵 接赐于泰安郡主 再加上郑国大长公主 生前置办的私产 嫁状 黄妆 这位主子 不说富可敌国 却也是坐拥金山银海 可惜昨日 那翠芙楼的大伙计瓶姑娘 有眼不识金香玉 面上竟带出那么一分拖大来 如今早就被京中个大商家 传承了个笑话 如今又光顾新元布庄 钱嬷嬷哪里敢怠慢 这位刚一进门 便立刻吩咐人 将各色名贵紧断捧来 又请出了镇殿之宝 今年心上的云景 浊华就着钱嬷嬷的手 略略看两眼 点了点头 也没问价 直接挥挥手 让敏玉负账 钱嬷嬷立刻惊得直扎舌头 这三匹云景 是掌柜的 于二月里 刚从金陵便买回来 因价格太贵 寸井寸金 又恐金中贵人 现多用赎井 并不认此物 故暂时未敢多静 只先上了这三匹 这云景昂贵 问的人倒也不少 但皆犹豫不决 未有下定钱的 今日这泰安郡主 连仔细看都未看 就一下子将万两一匹的云景 包了圆 真是好大的手扁 钱嬷嬷不敢怠慢 连忙收了银票 命人将这三匹云景 搬上了郡主的马车 又命人仔细伺候着 又捧出殿中上等秀品 让卓华挑选 又口舌生花 在一旁极力奉承 殷勤备质 周到异常 只是在内奸雅士中的众人 尚且不知 外面布庄大厅中 有三个金钟术的者的 贵女正合心员布庄的掌柜 为了那三匹云景理论起来 当卓华带着密离 从西街出来时 正听见户部侍郎 谢高杭之女 谢晶晶扬着嗓子 高声大气地对掌柜嚷嚷 我几天前还来看了那云景 只不过一事前不凑手 就让你们留上一流 怎么今日倒给卖了 都说商人重力 果真如此 既然说了 给我留着 却又卖给别人是何道理 莫不是看着那更阔绰的主顾 便忘了诚信二子 那可真就是瞎了你们的狗眼 你们须知道 这县官不如县管的道理 任他品级再高 来头再大 难不成还管得了你们出入平安 付税摇曳不成 谢晶晶说着 有意测了测身子 显出正端坐在 厅堂东侧太室以上 喝茶的户部尚书 曹屈然之女曹月娥 和顺天府尹刘达之女 刘东雪来 一位是户部尚书的小姐 另一位更是掌管着 京城治安名声的 顺天府尹家的千金 站在柜台后的李掌柜 满头大汗 连连作医 口称不敢 心缘不装 自是敞开大门做生意 此刻宇涵带着重侍卫 目不斜视守在门口 并不管店内如何闹腾 这儿一出动静 倒引来三三两两的百姓 前来围观 见门口的侍卫也不驱赶 胆子便纷纷大了起来 于是门口的人越聚越多 正在此时 卓华等人从内间走了出来 李掌柜不敢怠慢 赶紧迎上前来行礼请安 言辞态度十分恭敬 谢晶晶也抬眼看向卓华 但见一头带蜜蜜的窈窕身影 由一众丫鬟婆子 众心捧月般 簇拥着走了出来 又见那李掌柜 跟个哈巴狗似的 急忙凑上前去奉承 忍不住白眼一番 从鼻子里重重吃了一声 挑衅之意甚浓 李掌柜明显浑身一颤 似想起什么 忙去问钱某某 前几日你 可给谢家二小姐 看过这云景 可许诺过 为她留上一流 钱某某一时语色 不知如何作答 说留上一流 其实不过是这行里的 一句客气话罢了 任谁都知道 像谢晶晶这样的官家小姐 再如何豪阔也花不起万两银子 去买一批警断 别说谢家 任京中哪家官患 也不会让孩子 这般糟蹋钱财 不光是奢靡浪费 还太过招摇 谁会为了一批警断 去招惹督察院的御史 来弹劾自己 为官不连 所以 能买这云景的人 除非是那富可敌国的豪商巨甲 又或是正代嫁豪门皇室的小姐 就如 那即将与当今皇上大婚的 王家大小姐王启然 若她说留上一流 倒还有几分争议 前些日子 谢金金确实来看了这云景 也十分鲜艳 只是百般比量 却最终还是善善放下 钱嬷嬷当时只笑着客气客气 称先给她留着 等小姐钱凑手了再来 如此说 不过是给这位谢家小姐 递了个再平常不过的台阶 可怎么今天却因为这一句话 引火烧身了 这箱钱嬷嬷还没等回李掌柜的话 那箱谢金金 却冲着着华一条下巴 颇为巨傲地问道 你就是那个泰安郡主 一旁的敏玉和立在门口的雨寒灯时 就立起了眼睛 却被三姑一个眼神给制止了 随后三姑吩咐听血 摄月搬了把圈椅放在厅上 伺候着卓华舒舒服服地坐下 又奉上自带的茶水点心 卓华悠然地接过茶碗喝了一口 并未搭理谢金金 你 谢金金刚要发怒 却听一旁的李掌柜 带着丝火气催问钱嬷嬷道 哎呀 你倒是说话 你到底有没有承诺过 谢家二小姐给她留着云景 这一问倒把谢金金的思绪 又拉了回来 她马上转眼去看钱嬷嬷 目光咄咄逼人 钱嬷嬷无奈 只得支支吾吾道 却是答应过谢家小姐 可是 可是 却怕我买不起 便又卖语了别人是不是 谢金金冷笑一声 哼 真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看 这是什么 说着 她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便被拍在了柜台上 别人倒还好说 坐在厅前的曹月娥和刘东雪 却忍不住相互对视一眼 这谢二 何时变得如此阔绰了 虽说谢家不穷 可毕竟宫里有位娘娘呢 这四十八节的孝敬 宫里宫外的打点 都是不能少的 谢侍郎又是个只爱风花雪月 不善经济仕途的富贵贤人 怎么一下子 竟能拿出一万两银子 给这谢二买皮警断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她二人哪里知道 为了这一万两银子 谢金金磨了她娘谢大太太 整整一个晚上 谢金金拍出银票 钱嬷嬷和李掌柜的脸色 历史皆不好看起来 尤其李掌柜 简直汗如雨下 她抬起袖子 擦了擦头上的汗 对着谢金金拱手败了败 然后说道 这却是本店的不是 可现在云锦已然受庆 谢小姐如若真喜欢 我这两日便派人去精灵变满 一个月内必能送到京城 定不误了您的事 您意下如何 一个月内 那可不行 我上回就看好了 那匹白鸟嘲讽的云锦 要送与王家大小姐 做天庄之礼 你们也知道这王家大小姐是什么人 将来又会何等尊贵 说着 谢金金故意用眼睛 瞟了瞟着滑 因此 我今日特意带了钱来 之前你们说过 要给我留账 我不管 反正今日 我定是要将东西 给带回去 如若不然 谢金金又是一声冷笑 你店里这块铜锁无器的牌子 可就得给我摘了 你也得跟着 我到顺天府的大堂上走一走 我定要到你个奸商欺客 言而无信 星园部装的伙计们没料到谢金金竟如此强势 钱默默自觉此事怪她 便想上前去解围 可谁知 李掌柜却抢先她一步 转身又去给着花作医 郡主 小店今日多有得罪 不知 可否将那匹白鸟嘲讽的云锦 让上一让 小店这两日 李掌柜的话音未落 店门口的人群中便有人轻斥了一声 随后嗡嗡嗡嗡嗡的思语声 又响了起来 谢金金倒是满脸得意地站在一旁看着 只要今日泰安郡主让了 那她就大有文章可做 或说泰安郡主抢买抢卖 人品堪忧 被她一番教训 幡然醒悟 退了财物 或说泰安郡主与奸商一秋之河 串通谋夺他人已定之物 为人贪婪无信 后经她一番义正言辞地说教 尽力去词穷退了财物 甚至可以说成 前两日生出的那件事 乃泰安郡主故意构陷 后被她一番教导 羞愧难当 故让出云锦与王大小姐添装 只要她将东西让出来 那就大有可为 众人并不知泰安郡主 让出云锦的真正原因 只知道她退让了 至于是迫于她谢二小姐的威风 还是出于她泰安郡主的愧毁 那就是 她谢金金怎么说怎么试了 谢金金只等着泰安郡主 开口说出一个好字 可没想到 泰安郡主却不紧不慢地 在蜜蜜下喝了口茶 然后转身 看向钱嬷嬷说道 先不急 钱嬷嬷 我且问你 这云锦谢家小姐 当日说 为她一留时可曾给过定钱 并未给过定钱 钱嬷嬷谨慎答道 今日这是十分古怪 她虽一时也理不清头绪 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可有什么凭据 也无凭据 那一般像这种既无定钱 也无凭据的空口许诺 一般贵店安惯例 都会留上几日 浊华此话一出 人群中似乎有人听明白了 不禁又发出一阵轻轻的吃笑 钱嬷嬷不禁松了口气 毕恭毕敬地回到 也没个具体的时间限制 一般少则一两日 多则两三天 若呼来了个诚心要买的主顾 店里也会顾全一下预留的客人 但最多是让诚心要买的主顾 第二天再来 只在多留上一日 毕竟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没有将客人和现营往外推的道理 那这位谢家小姐 是几日前说的留上一留的话 我记得 这位谢家小姐 是半个多月前来的店里 看到这云锦十分喜爱 只是当时身上只带了五十两银子 不过这云锦的价钱 所以让我留上一留 却没说留到何时 他又何日来买 钱摸摸这话说得甚是刁钻 话音未落 店外人群中 就已有人朗声大笑起来 随后 这笑声四倍传染了 整个人群都轰笑起来 当日这谢家小姐身上 只带了五十两银子 就想买价值万两的云锦 让店家留上一留 一留就过了半个多月 这简直是笑话一样 在众人的笑声中 谢二小姐的面皮 顺时子涨起来 浓眉倒数 信念缘争 满月一样的脸上 变颜变色 她狠狠地跺了跺脚 正要发怒 呼听身后的户部上书家的 大小姐曹月娥发话道 金金 何苦与那不相干的人啰嗦 你只找那店家说话便是 第二张长官 曹月娥今日本不想 跟着谢金金来胡闹 这样抛头露面的 和泰安郡主打擂台 又在众人面前大呼小叫 实在有失体统 可却架不住谢金金 一再软磨硬泡 后竟又搬出了金王柿子来 事上倒还算明白 可独独一事 关静王柿子就会犯糊涂 变得猜忌又多疑 听谢金金说什么泰安郡主 昨日在翠夫楼 主动搭讪了静王柿子 且还借了柿子的御班纸一关 又什么当时二人谈笑风生 相谈甚欢 曹月娥历时就慌了 本来嘛 静王柿子与泰安郡主 原就是正经的表兄妹 再加上泰安郡主隐身匿迹数年 这几日却陡然名声雀起 实在不像是个省事的 此次又主动去找柿子说话 莫不是真动了什么心思 和金中那些狂风浪蝶一样 遇得柿子亲眼 这样思前想候了半天 再加上谢金金添油加醋地磨了又磨 曹月娥忠实松口答应出来为他助阵 谁让他一遇上静王柿子的事 就变成个脑筋不清楚的傻子 虽然也知这谢二存了挑拨之意言过其实 而那静王柿子也绝非梦浪轻浮之人 可他就是放心不下 到底还是想亲眼见识见识 这位泰安郡主 再者 他与谢金金园就是相交多年的龟中玩伴 谢金金如此恳求 也不好一味地搏他面子 两人一商量 又拉上了顺天府影价的刘东雪 出来造势 要知道 这金中的买卖人家 哪个不是在顺天府手下讨生活的 俗话说 县官不如县管 再说 那刘东雪又为人软和好说话 金中贵女 相妖莫有感词的 故此 这天一早 当泰安郡主的车架 刚到新园部装没多久 谢金金就得了消息 拉上了曹月娥和刘东雪 带着一众的随从丫鬟 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初时 谢金金闹事 曹月娥和刘东雪 只是坐着喝茶 并不言语 这二人虽来助阵 但到底都还自视身份 知道点分寸 直到谢金金被泰安郡主三言两语 挤兑得满面通红 曹月娥这才忍不住开口出言提醒 果然 谢金金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立马高声道 说得极是 我才不与那不相当的人多说 我姐只与你这店家说话 那匹白鸟嘲讽的云井 我要定了 如若今日拿不出来 你这店就先关上一关 你也要跟我走一趟顺天府 我要为你个店大欺客 言而无信 说到这里 谢金金已彻底开始无理取闹了 刚刚浊华引着钱摩摩 把来龙去卖 有无定钱 行中惯例 一项项说得明白 可谢金金却又绕了回来 且只问店家 这分明是算准了 不装不敢得罪 他们这些有实权的金钟险贵 遇来个以示压人 曹月娥提醒得太妙了 对于金钟的这些商人来说 泰安郡主是谁 不过是一介孤女 与管着他们生死的顺天府 互不相比 可不就是个不相干的人 谢金金且要看看这心缘不装 有无胆子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郡主 去得罪他们这些息息相关的十全千金 果然 李长贵的额头上 顺势见了窦大的汉珠 支支吾吾半天 四世被逼得左右为难 谢金金心中冷笑 自信不出片刻 定会见那泰安郡主出丑 此时泰安郡主退不退 那云锦已不重要 只要这店家被逼无奈 转身朝泰安郡主一跪 祈求他让出一匹云锦 不管最终让或不让 泰安郡主这跋扈欺弱之名 就妥妥地逃避不过 届时 他谢金金只要借此由头 稍稍新点风浪 泰安郡主跋扈之名落定 而之前那件事 也就变成了 是他泰安郡主恃强凌弱 欺人取乐 多好的说辞 即洗白他的亲亲表哥 又重伤了泰安郡主 谢金金不禁越想越得意 卓华在蜜蜜下挑了挑眉 抬眼看了看情着冷笑 一脸得意的谢金金 又望了望一旁面上 坐男的李掌柜 忽然觉得 今天这事倒还算是有趣 这曹月娥 脑子转得倒也不算太慢 再看那位曹大小姐 插了这么一句话后 就不再言语 只安静地坐在一旁喝茶 卓华微微一笑 开口问那李掌柜 请问店家 一炷香之前 可曾收了 我买云锦的三万辆银票 回郡主 一炎收妥当了 那店家可当时 便把云锦交予了我 当时便或饮两气 小人已将三匹云锦 搬上了郡主的车架 这么说 这云锦在一炷香以前 便已是我的东西 与你这新元布庄 已无半点干系 这儿说了半天 竟是在讨论我的东西 何去何从 却又说 我是不相干的人 真真好笑 那位小姐 贵府上从未教过你 买东西 需要找准店门吗 卓华的话音未落 店门口的人群中 便有个汉子 陡然放肆地大笑起来 轰 其他百姓 也立时跟着轰笑起来 更有人喊道 这位小姐 竟找不准真正的卖家 莫不会是个吃儿吧 哎 沈言 她可是宫中谢淑菲的包妹 谢二小姐 小心治你个 不尽皇亲之罪 众人一听 竟还与宫中贵人有关 便更加兴奋起来 嗡嗡的议论声 又大了许多 店外顿时乱成一团 你 谢晶晶指着着卓 狠狠跺了跺脚 正待发作 却不想那李掌柜 已朝他拱手长衣到底 口中挨挨求道 请谢二小姐放过小店吧 这云锦却已卖出 本店已无限货 且小姐当日既未下定 也未承诺何时再来 小店小本经营 总不能一直留货不卖啊 你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谢晶晶没料到李掌柜 不去求泰安郡主让步 反而竟求起自己来 一时不知所措 气得张口结舌 李掌柜且不达他 只是一动不动地长衣不起 从外面看来 竟不知这谢晶晶跋扈成什么样子 能逼得一个无耻汉子 如此委屈求全 坐在一旁的曹月娥 若有所思 刘东雪又素无极致 一时间 这三人竟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是干什么 正当谢晶晶猛在原地 不知如何收场之时 浊华却接过话来说道 我却不知 不过区区三匹紧断而已 竟能逼得人如此求饶 爸 爸 爸 听雪 摄月 你二人线下边带几个婆子 就在这店门口 把那三匹云锦 全都踩成六尺小剑 送与周围有带嫁女儿的百姓 去做衣裳 对了 再把那白鸟嘲讽的云锦 多踩上几尺 送与这位闹市的小姐 这东西 我确实不要了 此话一出 内外接近 谁也没料到 事情竟然会发展成这样 三万两银子 买的云锦说舍就舍 这样的好东西 平头百姓平日里别说买 见都没有见过 不知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句 谢泰安郡主 顿时 店外众百姓 接其声高呼 谢泰安郡主 真是声如滚雷 震耳欲聋 更有一汉子 直接冲店内的谢晶晶喊道 哎 那胖小姐 你待会儿和咱们一起排队 领那云锦 咱倒可以让你排在前面 你可千万 莫要吉强 此话一出 又引得人群一阵高声哄笑 只气得谢二小姐 暴跳如雷 自己竟被一雕名野汉给调戏了 他堂堂三品官员的嫡出小姐 竟要和外面那帮贱民 一起去领他泰安郡主的一点施舍 还有 那泰安郡主凭什么高高在上 什么叫闹事的小姐 什么叫把人逼得求饶 自己平白无故地 倒杯 上个跋扈的名声 被他教训一番 这回抱探一样的谢二小姐 再也忍耐不住了 他疼得活起 直接飞起一脚 将李掌柜踹倒在地 李掌柜矮悠一声 便再也爬不起来了 曹月娥想去拉他 却为时已晚 那谢晶晶指着卓华破口大骂 哪里来的什么恶不死的郡主 有几个臭钱 就敢来这京城里显摆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不过是个孤女 倒竟敢在京城中撒野 你个有娘生没娘 长嘴 谢晶晶话未说完 卓华陡然发声 虽短短两字 其间的凌厉冷意 却让人不寒而栗 还未带众人反应过来 便见郡主身边那位姑姑 疏地上前 伸手极快 以迅雷之势啪啪啪啪啪 反正手就抽了谢晶晶四个嘴巴 三姑乃练武之人 且曾常年在军中行走 她这四个巴掌 岂是常人能受的 谢晶晶顿时便脸颊子掌 满口牙松 嘴角鲜血直流 三姑一松手 刚刚还骂是如虹的谢儿小姐 一下子便如快破步般 堆到了地上 晶晶 曹月娥尖叫着扑上前去 转头望向身后 带来的一众仆意 咬牙喊道 你们都是些死人吗 既然不能护主 还要你们何用 回去 借拖出去打死 她这一喊中仆役方 回过神来 自家主子受此大辱 他们这些奴才回去 皆是一个死字 不如就此拼了 还能落个护主的名声 尚能保全一家老小 想到这里 有几个胆大的仆役 便欲冲来去捉捉滑 谁知 呼得不知从哪 横出一阴气的丫头拦路 苍汪汪保健出窍 也不知使了个什么招式 刷刷刷几下 打头的几个仆役 便全都没了半边头发 那几人只觉得头上一凉 眼瞅着自己的头发 就落了下来 还以为向上人头落地 灯石下得魂飞魄散 摊在地上犹如烂泥 随后 门外呼啦啦涌进几个侍卫 接手中 亮着刀剑杀气腾腾 内宅的小姐仆役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 一个个吓得静若寒蝉 不敢动弹 刘东雪原本 便是被抢拉来凑数的 故此刚刚如何闹腾 她接不去多是掺和 直到谢二被掌乖 她被惊得目瞪口呆 却也不敢上前 这泰安郡主也推霸到了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掌乖三品官员之女 她虽不敢妄动 但暗暗叫来贴身丫鬟 让她速去顺天府 禀报父亲搬来援兵 可不想 随着侍卫涌进来的同时 各家几个 欲跑出去暴性的奴才 也皆被拎了回来 抛在地上 刘东雪双眼一闭 心想 完了 今日恐不能善了 抱着谢晶晶的曹月娥 见此情景也忍不住牙齿打颤 可她到底还算有几分见识 虽下的肝斗胆颤 但仍勉强开口 颤声赤道 郡主 真是好大的威风 威风 密笠下的泰安郡主 轻轻地吃笑一声 不便喜怒 三姑 教她 那语气明明温温柔柔 但听在众人耳中 却默然浑身一寒 凌冽入骨 第三章教训 泰安郡主的话音刚落 便见刚刚长乖谢晶晶的那位姑姑 笑盈盈地走上前来 恭恭敬敬地朝曹月娥等人行了个府里 规矩上丝毫不差 各位小姐万福 奴婢系宫中专司里 一教导的正六品私赞 宫中不及上乃有记住 应奉太后词遇 出宫照顾郡主起居 今日斗胆 再次教导各位小姐一二 此话一出口 刘东雪便心中一紧 更觉事态严重 三姑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人与草木禽兽之所以不同 便是要讲个国法尊碑 人伦刚长 孔圣人交给读书人的 也不过是这些为人的道理罢了 可今天 说着 三姑便拿眼去看谢金金 话题中多了几分 教引姑姑特有的刻板和严厉 这位小姐却是做错了 已在曹月娥怀中 头晕目眩的谢金金 听闻此话 忍不住猛然打了个寒战 这位小姐刚刚直呼郡主封号 可见是认得郡主的 可奴婢不明白 既认出此位 是陛下清风的一品泰安郡主 众位小姐又似乎无品无风 为何既不行国礼 意味以规格之礼相见 众位小姐均出自高门大户 难道家中无人交过规矩 竟不知何为礼法尊卑 此话一出 人群顿时轰然大笑 流动血羞涩难当 曹月娥低头抱着谢金金 银牙咬碎 心中恨意难平 只听那位姑姑继续说道 后这位小姐更是口出恶语 犹辱郡主 脱胎后 陛下红服 郡主自然是恶不死的 只是 你无理嚣张太过 话中竟隐射一顾的郑国大掌公主 这实在 已不是不尊礼法 简直是有为刚常 且不说大掌公主 先是多年 死者为尊 又是为国捐躯 本应心怀感恩口中敬畏 只说众位小姐 可知这君君臣臣的道理 大掌公主为君 而等怎敢如此心怀不敬 口出恶语 以下犯上 三姑说到此处 声色俱立 气势破人 倒在地上的谢金金 吓得不轻 畏惧地向曹月娥怀中缩了缩 早没了刚刚的飞扬把户 且不仅是这以下犯上 以悲犯尊之罪 这位小姐 竟欺辱烈士遗孤 难不成郑国大掌公主 林驸马等英烈 拼死杀敌 以命相搏 就是为了让等保释终日后 随性辱骂他们的遗孤 这位小姐安详的富贵 难道不是 前方将士拿命换的 若是可以 谁又想没了娘 此话实在太过恶毒 不仅不仁不义 更是不忠不孝 有为人伦 先不说这位小姐 也无定强迈 不可理喻 也不说恼羞成怒 动手伤人 野蛮无礼 更不说行止无状 口出恶言 有为归训 只说这以下犯上 以悲犯尊 不敬英烈 不忠不义之罪 我这专私礼仪 教导的六品私赞 可不应该出手 我这巴掌教训的 可是多余 不多余 殿外百姓的情绪 终被三姑的话给调了起来 众口齐声回道 郑国大掌公主 与林驸马 虽已轰世八年 林家军当年是如何百战沙场 平传捷报 又是如何死地后生 指导荣敌王庭 一时间 有人口中念着 当年长公主与驸马之功 有人叹息英烈 遗孤无依 又有人怒于京中 纹固欺人太甚 轰乱纷纷 群情激愤 浊华缓缓起身 越过地上的谢金金 与曹月娥 走到殿前充门口 众人偏然一拜 开口道 多谢京中父老 尚记得泰安父母 泰安感激不尽 一代父母在天之灵 谢过父老相亲 说完又郑重一拜 此时 布店门口的人 已越聚越多 竟有百人之众 见郡主亲自来拜 无不动容 有人长衣还礼 有人感叹连连 亦有人斥骂权贵欺人 整个布店沸沸扬扬 被围得水泄不通 浊华吩咐婆子 将那三匹云井 从车中搬出 凡家中有 已经急急的代驾之女 均可领上一块 算作泰安郡主的天庄之礼 又令出资万两银子 从新园部店 买来千匹上好的细部 拜托了李掌柜 自今日起施部 给京城百姓 每人才上一块做春装 李掌柜自是满口答应 忙吩咐伙伙计 去库房颁布 又这钱嬷嬷 带人和郡主的嬷嬷 一起在门口致案 造策施部 又因棉部不够千匹 赶紧着伙计 去别店云队便买 店门口众人 一听郡主施部 也莫不奔走相告 卓华见处理妥当 便职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李掌柜忙躬身 殷勤相送 一时间 众人竟将谢金金等人 忘了个一干二净 郡主好大的手扁 就不怕有人说 你仗势欺人吗 店内外线下 虽然闹哄哄的 但曹月娥的这句话 卓华还是听得真切 她颇有几分意外地 回一身看向曹月娥 雪儿 轻声笑道 我仗势 刚刚你们也说 我不过是一介孤女 这京城 又岂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我仗谁的事去 若硬要说我仗是 密篱下的浊华垂谋一探 只是外人却并不得见 我仗的 也不过是天道人心 礼法刚长的是罢了 掌幼尊卑 法纪人伦 这位小姐可认为 我仗错了事 至于欺人 这又从何说起 我从未听说 圣人夫子的道理 是用来欺负人的 这位小姐如此说 可见是个不读书的 你 曹月娥自恃饱读诗书 又善作诗填词 自诩才华过人 此时 竟被人说成是不读书的 不惊弃的银牙咬碎 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郡主我们走吧 三姑上前来扶着华 众人簇拥着出了店门 李掌柜拱着身子一路相送 门口百姓纷纷自行 让出了一条路来 更有人行礼一拜 甚为恭敬 看得曹月娥等人 心中五味杂陈 或哀或怒 或休或怨 竟百感交集 车夫老黑 建卓华等人出来 忙置了车凳 又与跟来相送的李掌柜对了一眼 便翻身上车驾马去了 卓华踩凳上车之前 李掌柜拱手轻声道 属下李福来 恭送郡主 卓华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转身坐入马车 李叔这戏 演得可有些浮夸了 我都怕他漏了下 哎呀 三姑 没大没小 敏玉的话还未说完 便被三姑敲了个暴力 他也只能捂着额头撅起嘴来 以前见他这样 卓华怎么都会展颜一笑 可今天 卓华的脸上 自始至终都是淡淡的 三姑见他这样 不禁叹了口气 安慰到 郡主莫要伤怀 今日师部之事 也算为公主驸马祈福 那谢氏女口出恶言 不禁公主 我已惩戒了她 你切莫再要自责 终究是我之音 累得父母英灵不得安宁 我不笑 卓华垂眸 面上虽为太过悲戏 但三姑却知他素来心思极重 这便已然是入了心了 且他又自幼早会异常 非外人可以轻易劝解的 平时有个敏玉在一旁 玩笑胡闹 倒还好些 线下唯有他本人 想开排解才是 于是便只能另说起别的事来 欲引开浊华的卑思 李弗莱刚刚问我 郡主明日可要继续巡视暗装 不寻了 后日便进宫 在家中好好准备才是 再者 除了李叔打理的惠文斋 里里外外 都是咱们的人外 其他暗装中 毕竟有外招的伙计 鱼龙混杂 巡视太平反而不好 是 三姑点头硬道 也不知那三个千金小姐 现在如何了 我之前见那个胖小姐 嚣张的样子 还以为她有多厉害呢 却原来是个营养辣枪头 被三姑教训了一顿 竟就赖在地上 不敢起来了 亏她之前还那样叫嚣张狂 茗玉口中的三位千金小姐 在泰安郡主一走后 便被里长跪着人 各自好生送回府去了 别人倒还罢了 为谢大太太看见自己 好好的女儿一早出去 还生龙活虎 可不过两个时辰 竟被婆子们架着回来 面容亲子破损 牙齿皆已松动 这分明是被人打了 且行凶之人下手颇重 晶晶的容貌受损不说 人也糊涂迷晕了 问她什么 只会一味哭泣 把谢大太太给急的 赶紧命人 将跟着谢晶晶出去的 一众丫鬟仆仆役 全都绑到眼前 一一审问 请时间 众仆役呼啦啦跪了一地 等谢大太太听了下人说 那泰安郡主的女官 如何骄横猖狂 掌柜二小姐 又如何恶人先告状 派了二小姐一身不适 不禁气得浑身发抖 摔了手中的茶碗 随后抖着手 站起身来连呼几声 命人赶紧点击后院 轻壮仆从 这就要去追纳 泰安郡主的车架 为谢晶晶讨回公道 跪地受审的众仆役 一个个低头摒弃不敢多言 却暗中目光交汇 胆战心惊 其中有个年纪稍大的媳妇子 仗着胆子 半天才磕头说道 太太息怒 请太太三思 那泰安郡主 着实不是个省油的灯 手下侍卫众多 连身边的侍女 都是有功夫的 以我等这样的废物 去讨公道 只怕公道未讨回来 自己倒被人家给收拾了 到时候 损了太太的面子 误了太太事 反而不好 这媳妇子的一番话 谢大太太倒是听了进去 心下也强压了压火气 开口问道 既如此 你待怎样 倒是说个章程出来 那媳妇子一见太太并未发火 反而问起她主意来 心下立刻激动了两分 自认在主子面前露脸的机会到了 于是吻了吻心神说道 虽说今日受辱的是 咱们家二小姐 可当时曹家小姐 刘家小姐都陪同在场 怎可脱了干性 不如太太 找那两位大人做主 一起去讨个公道 常言道人多是众 奴婢就不信 那泰安郡主 有不怕的道理 尤其是顺天府尹大人 这京中百姓谁人不怕 到时候 那泰安郡主迫于官威 给咱们家二小姐磕头赔罪 那咱们家丢的面子 二小姐受的委屈 岂不全都挣了回来 这媳妇子 一通颠三倒四 找三不找两的话说下来 谢大太太竟听得个频频点头 也是实在没有法子了 谁让他家老爷是个 不管事的 这一早就出去文会 连个人影都寻不见 一下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让他这一届 没有见识的内宅妇人 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到 更别说拿什么正经主意了 可谁知 当这谢大太太打定了主意 出门亲自去寻纳曹 留两家时 竟皆被拒之门外 一个称曹尚书去了衙门 夫人在外会客 另一个称刘大人公务在身 夫人身体不适 不宜见客 被两家聚在门外 且碰了一鼻子灰的谢大家太太 此时只觉得满腹委屈无以复加 一上了自家的马车 便已怕眼面大哭起来 敲着车板冲马夫喊道 进宫 我要去找太后娘娘做主 第四章刺客 刘东雪活了这十几年 从未像今日这般惊心动魄 他已不记得 这一路是如何从星园部殿回到府中 满脑子只是一遍遍闪现着谢晶晶 被掌乖的一幕 那位太安郡主 自始至终都柔声细语地说话 似未见她动目 也未见有什么灵力之事 怎的就如此厉害 说打人嘴巴就打人嘴巴 毕竟是京中有头有脸的名门贵女 又是太后的母族 宫中还有位淑妃呢 她怎就敢这样肆意强势 刘东雪想了一路 任是想破了脑袋也不得要领 只得赶紧回到府中 去拜见告知父母 刘夫人倒是有几分见识 听了前因后果 并未急着发火 陈因片刻 便先派人诉去衙门里 请老爷回府 诱着家丁出门打听 看坊间百姓是如何议论此事 不出片刻 刘达回府 外出打探的家丁也带回了消息 老爷 夫人 现下那星园部庄外 领部的人已排满了整条街 几乎满京城的百姓都赶去了 尤其那些有急急待嫁女儿的人家 毕竟云景只有三匹 星园部庄的李掌柜说了 先到先得 部庄现如今派出了全部的伙计师部 正经生意都暂且放一放 不过他们家这一下子 就挣了四万两银子 这三四年不开张都行 至于外面说起今日之事 无非要么感念泰安郡主慈善 要么就嘲骂谢侍郎家的二小姐 不知好歹以下犯上 倒是没听说 有人议论咱们家大小姐和曹家小姐的 家丁的话 让刘氏夫妇 一下子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刘东雪也忙对父母道 我就说 这里没我什么事 当时指那谢晶晶一人叫嚣 我始终未去掺和 也未报过家门 外人自然不会议论于我 你还说 今日之事未波及到你 实属侥幸 你差点就惹了大祸 要是如谢家二小姐那般 今日你这闺遇就禁毁了 以下犯上 以悲犯尊 口出恶言 不知礼数 这谢家女自此前程禁毁 别说嫁个好人家 能嫁出去都难 说不得 只能清灯谷佛了此一生 刘达边说边转头瞪了刘东雪一眼 满脸后怕 刘东雪未撩道 后果会如此严重 不禁也是一惊 不过他并不十分惧怕父亲 只是撅着嘴 小声嘟囔道 还不是您 让我和金钟贵女交好 奶头 也不要得罪 否则 我才不愿意去陪那谢二呢 你 刘达气得瞪眼 好了 好了 刘夫人忙出来远场 老爷 今日之事未波及到雪儿 已是万幸 现泰安郡主 施不知举 迎了明星 今日之事 又实属他们规格小女儿间的口角 切以为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 就莫要再掺和进来了 以免节外生枝 再损了女儿的闺遇 伤了老爷的威望 夫人所言即是 刘达听后连连点头 泰安郡主 花四万两银子 买了全城百姓的明星 自己若此时 出头去寻泰安郡主的麻烦 那无疑是犯了众怒腻了明星 再者 这是本位波及到女儿 她刘达疯了 才会此时跳出来 把舆论引到自家身上 将女儿卖出去 任众人评骂 只听说曹大小姐回府后 失手跌了的鼻息 就再无动静 一切皆静悄悄的 仿若曹刘两位小姐 从未陪着那谢二小姐 去过星园布庄一样 刘达安下心后 却也忍不住暗自琢磨起来 这泰安郡主 实在有些门道 多年来身居 简出默默无闻 京城各家 几乎都快要忘了 这位镇国长公主的遗孤 可谁知 七日前 她却陡然轰轰烈烈地 闹出一场大事 从而强势回归到 京城险贵的视野之中 如今又闹出这么一场 究竟异域何为 难道真如朝中 那几个老狐狸所猜测的 是要与王太后的 亲侄女王室 启然争纳皇后之位 泰安郡主 究竟异域何为 恐怕京中一多半的 高门险贵都在暗中猜测 这一切 便不得不从数天前的 那场大事说起了 八日前 大骑京郊二十里外 七峡山秘境 一匹黑马 拿着一辆不起眼的 轻游小车 穿梭在林间洋长小路之上 车外 一轮圆月已缓缓升起 月色渐浓 车内 三姑将一个手炉递给浊华 替她捂在手中 郡主 这寻了一天的暗装 可是累了 来 快捂上 现在虽已入春了 可晚上还是凉亲亲的 别再着了凉 说着 又递给身旁的敏玉一个 敏玉 你也捂上一个 不用 我不冷 本来正先着窗帘 向外张望的敏玉 回身作证 转眸娇俏一笑 阴眉俊目间满是兴奋 见她这样 三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便硬是将手炉塞进她怀里 别逞呢 快无上 随后笑着向浊华抱怨 郡主瞧她 像不像的皮猴 在外跑了一天还看不够 这都快回家了 外面乌漆麻黑的 她还往外瞧 哪有 今儿是十五 外面的月亮可大了 一点都不黑 郡主 你要不要向外瞧瞧 我竟不知 咱们七峡山脚下的月色 竟然这样好 敏玉唧唧喳喳地向之云雀 三姑实在忍不住 轻轻拍了她两巴掌 死丫头 竟然还窜多起郡主来了 再说 我说了那妖多 你怎么就听见外面黑这句 我说 你皮那句你怎么没听见 浊华看着故意撅起嘴巴的敏玉 不经玩耳 三姑笑盈盈地看着二人嬉闹 心里却是一叹 这些年 郡主过得太苦了 完全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女 也很少露出这样的小女儿态 以前咱们虽然也随郡主去寻过暗庄 但并没像这几日一般一下 跑了好几个地方 寻了一天的暗庄 敏玉这丫头不觉得累 反思意犹未尽 这几日连续寻装你竟不觉得累 果然是个皮猴 浊华笑着看向敏玉 难得地开怀 累什么 赶名郡主的事成了 咱们就真的天高人鸟飞 海阔平逾越 那时我就更不知道累了 浊华和三姑听后 又笑了起来 对了 三姑 笑了一阵 浊华心思却还是又绕了回来 扫红那丫头 你安排好了吗 现在正式要紧的时候 万不可有一点差池 这些年她就是如此 即使玩笑时 也很少完全放下心思 郡主放心 扫红自上个月开始 就卧病在床了 为怕她把病气过给主子 也将她挪到了半山腰的别院里 那里清静 也更方便她联络故人 最后那句话 被三姑放中了声音 听起来颇有几分狠力 哼 要我说 就应该一箭了结她的狗命 池里爬外的东西 敏玉一抖身旁的剑 抱探样的脾气 说炸就炸 浊华笑而不语 对于她来说 我们才算是那个外 三姑忍不住 又拍了敏玉一下 一个女孩子家 成天打打杀杀 将来怎么找婆家 三姑 敏玉跺脚不一 好了 好了 三姑边笑 边拍了拍敏玉 转头又看向浊华 郡主放心 这些年 我们该亲的眼线 都已经不动声色地 清理干净了 现在用的人手 全是公主和驸马的旧部 或其子侄家眷 至于扫红 她这些年 也算费了些心思 但是可惜啊 说着 三姑冷笑一声 可惜她终究资质平平 细做这碗饭她吃不得 不过 也多亏她是个笨的 倒省了咱们不少事 也让她多活了这许多年 浊华低头默了默 随后问道 王太后那儿 有什么动静 还能有什么动静 不过是高高兴兴 准备娶儿媳妇呗 她王家的荣耀 可比什么都重要 三姑讽刺道 也亏她这些年 忙着光耀她王家门眉 再加上郡主行指低调 身居简出 不问世事 她对咱们是越来越不在意了 这一二年导向 是忘了七霞山市的 从扫红这大半年 竟也见不到几回故人 就能看出来 浊华牵了牵嘴角 却还是对三姑说道 虽如此 却仍不可大意 咱们以前定的 侍卫十天换一次党哨 丫鬟 婆子五天考教一次 师太们虽不必过于打扰 但言行去向 皆不能大意 人是我们的根本 不能放松半点 尤其现在 正是要发力的时候 是 三姑 敏玉忙攻守称诺 全无刚刚玩笑之色 正说着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三姑 敏玉顿时警觉 几乎同时 亮出手中宝剑护柱卓 却听见驾车的老黑 在连外低声说 郡主物精 是雨寒 随后 一见没心目的鹦鹉少年 鹰姿萨萨行至车前 抱拳垂手 轻声道 属下无能 惊扰郡主 只因刚刚属下等人在前方 围住一刺客 但 雨寒微顿 这刺客 好生奇怪 发现他时 便已身受重伤 第五章闯山 马车内 三人听到雨寒所报 皆十分惊讶 三姑岁看向卓华 郡主稍安 我下去看看 卓华略一丝存便道 是有蹊跷 我和你一起过去 不可 谁知那匪徒有无同伙 会不会苟急跳墙 三姑心忧 忙阻止道 卓华 却不以为意的一笑 三姑莫担心 这是七峡山 可是我们的地界 有什么好怕的 再说 不是还有你 敏玉和雨寒吗 这世上的高手 可都在我身边了 说着 卓华揽裙下车 三姑无奈 只得忙去 伸手去扶他 敏玉却兴奋起来 一蹦一蹦地紧跟着 跳下车来 随即挥了 挥手中宝剑 笑道 我倒要看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大胆匪徒 竟敢闯咱们七峡山 三姑 依然十分担心 回头称怪地瞪了敏玉一眼 随后取出秘离 递给卓华 卓华却笑着俱道 叶行带这个多有不便 走吧 三姑无奈 只得扶着卓华前行 雨晗静静看着 月下卓华的背影 微微一没 随后忙垂眸跟上 本想斗雨晗说几句话的敏玉 见他并不理会自己 不经气节 跺了跺脚 也只得跟上 前行不远 果见一群侍卫 围住一人 双方正见把弩张地对峙 今夜月光 十分明亮 虽已是虚实 但月下人脸 依然分明可变 卓华只见那名刺客 身着夜行衣 面照黑金 围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 灿若寒星 他右手持剑 左手以剑翘主地 似乎是受了重伤 鲜血顺着右手 蜿蜒流出 染红了剑柄 可即便如此 这刺客 仍然眼神犀利很绝 十分警惕 右手握剑不稳 但气势不坠 他是你们伤的 卓华微微偏头问向雨晗 不是 小五他们发现 踏实就已受了重伤 不过他武功不俗 小五几人联手 竟没讨到便宜 我怕惊扰郡主 故让人先围住他 才来禀报 你们可真够笨的 这么多人 连一个受伤的刺客 都打不过 敏玉小声嘀咕了一句 雨晗锁住眉头 双唇紧敏 碍于卓华在场 只好一言不发 卓华称怪地 看了敏玉一眼 随后望向那黑衣人 继续道 我看他倒不像是 为我欺侠杀而来的 说着他脚下不停 越过重侍卫走上前去 拒那黑衣人 不过几步之遥 三姑大吉 却无可奈何 只得紧张地护在一旁 众人也吓了一跳 不禁接力时崩紧了神经 场内的黑衣人 我是此间主人 如若你非为我而来 我自不会伤害于你 多年以后 秦浩轩游记当年月下 那个似从云雾中 走出来的少女 眉眼如画 却视人难画 顾盼间神飞生辉 极美绝俗 莫可逼世 那浅蓝色的鹤场随风 偏先无起一脚 摇曳飘渺 仿若即刻便会随风飞去 不似人间 少女的声音 若幽骨寒泉 清冷绝伦 让秦浩轩 差时心动神网 五脏六腑 竟无一处不欲贴清爽的 原本勉强撑着的气势和戒备 就这样 陡然被这少女 给卸除了 秦浩轩眼前一黑 轰然倒地 不省人事 晕了 三姑 并却为轻易放松警惕 为防有诈 盲提剑上前 刷得用剑挑开了 她脸上的面筋 不想下一刻 她竟惊讶地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会是她 三姑 她是谁 众人此时也揭围了上来 敏玉边问 边好奇地看向地上的人 渐竟是一个 极英俊的美少年 不禁呆了呆 转头又去看向雨晗 却被雨晗一眼 给瞪了回来 她是在京中位置的 晋王世子 拥和元年 先帝继位 命包帝晋王 赴西北封帝 就藩 先帝 以西北苦寒为由 刘十年七岁的晋王世子 于京中抚养 实为质子 说来 这位晋王世子 应是当今圣上的堂兄 浊华的孤舅表兄 怎么会 雨晗一惊讶道 据我所知 晋王世子 并不会武功 且为人风雅 好诗词音律 喜和京中 闻人雅士结交 与当今皇上 因同好诗话音律 而交情匪浅 怎会深夜出现在此 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皇大侍卫长 三姑这双眼睛 就没出过错 莫说京中的达官贵人 就是贩夫走足 也不可能认错 敏玉瞪着雨晗撇了撇嘴 你 好了 你们别吵了 三姑回头斥了一句 随后又颇有些意味深长的 看向浊华说道 郡主 这晋王世子 据传阙 是不会武功 不过这经中 人人都有秘密 此事 会不会是别人的一个什么秘密 就不为所知了 至于现象 我们应该拿它怎么办 先救人再说吧 浊华挥了挥手 历时上来几个侍卫 将黑衣人抬起 浮云安内 浮风 听雪 摄月早以后 在门口 见侍卫们 抬着个男人进来 虽十分诧异 却并未如何慌乱 师父将那刺客安置到了后院的西厢房内 又分头去烧水取药 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 这时浮风走了进来 呈给浊华一个 封了火器的主管 这是刚刚飞鸽传来的 是黄大人那支线 浊华一听不敢怠慢 忙拆封展开 三姑见此一走了过来 仔细地看着浊华的脸色 直待浊华看完 方才问道 他 怎么说 浊华抬眼看了看三姑 随手将纸条递了过去 师父说 荣狄的二皇子 亲任何亲事 已启程来今 不日便道 我们 也该适时准备一下 展露点头角才好 三姑急认真地看着纸条 细细研究 仿佛要把每个字都刻到心里 神情也似有些恍惚起来 见此浊华不禁 暗暗叹了口气 三姑 师父他 浊华突然语色 不知该如何说下去 三姑猛然惊醒 有些不好意思地抹了抹病脚 让郡主见笑了 你师父 他这样一直躲着我 也不知要躲到何年何月 师父有苦衷的 听得此言 三姑忍不住苦笑一声 这世上谁又不苦 郡主 我去厨房看看 他们把药煎好了没有 他到底 还是不愿多谈 扶了扶 转身去了厨房 卓华看着三姑的 被隐叹了口气 转身也进了西乡 秦浩轩只觉得 后背如针扎火烧 又觉得头疼欲裂 仿佛有一柄 大锤从天而降 正反复地 重击着自己的太阳穴 这是哪儿 我 已经死了吗 迷迷糊糊中 浩轩突然似乎抓住了 那么一点点思绪 我似乎 刚刚见到了仙女 仙女 如果我已经死了 那我并没有下地狱 而是上了天宫 浩轩此刻脑袋里 像塞满了麻团 乱糟糟吕不清头绪 却忽听得刚刚 引她入天宫的仙女 轻声细语地说话了 她背上 和右臂的伤口很深 我刚刚按师父 当年教的法子 缝合了一下 但毕竟是军营的法子 之前我并未试过 管不管用也未可知 今晚 让听雪和摄月守在这里 万不可让她发烧 那要隔两个时辰 给她再喝一次 是 屋内似乎有三四个侍女 齐声应着 呼得浩轩觉得 眼前亮了亮 仿佛有人拿着灯烛 在她面上晃了晃 随即便听到 一串蹦豆子一般的声音 郡主 这人长得可真俊呀 我刚见她时吓了一跳 这世上 竟然还有比黄雨晗 更俊的男人 浊华听后 忍不住名嘴笑话齐敏欲来 可到底 引得她也好奇起来 便也往床上 瞅了一眼 果然 这少年生得一副好相貌 虽此时昏迷不醒 不见刚刚在山下时 目若寒心 杀气腾腾的锐气 可平白里 却添了几分 田径优秘之态 只见她见眉斜飞入病 高鼻薄唇 面容轻渠 虽因失血有些苍白 但真真是个俊俏的郎君 众人正欣赏这俏郎君呢 三姑忽然急匆匆地 从外面走了进来 郡主 山下来了一对人马 说是顺天府引带兵 前来捉拿刺客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 领头的 除了顺天府引流达外 似乎还有王家 那个浪荡子王天号 哦 看来今晚经理 是出了大事 而这大事 似乎还和他有关 卓华边说 边看了一眼 床榻上的浩轩 随后慢慢坐到了 旁边的太师椅上 众人皆垂手速力 等着卓华定步 卓华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随后呼而一笑 郑愁要找个机会 露些头角 不想这机会 就自己送上门了 敏玉 卓华抬眼唤道 在 请出先帝的龙鹰剑 下山告诉雨晗 闯山者 已大不进罪润 说到此处 卓华稍稍一顿 随后声音中 陡然寒冰刺骨 杀无赦 是 躺在床上的浩轩 不禁浑身一颤 心神俱阵 刚刚还细语问言的仙女 此刻仿佛一瞬间 抖遍杀神 杀伐决断间 那管轻零零的声音 针针含彻骨髓 郡主 龙鹰剑 先帝赐予郑国大长公主的上方宝剑 她是郑国公主的遗孤 泰安郡主 刘达觉得自己今天真是倒霉至极 大晚上的 本来已经旧情 却不想 被王天昊这个二世祖印 是从被窝里 给揪了出来 说什么 他爹今晚夜宿经交别院 不想尽遭刺客刺杀 不过多亏别院设有 奇门遁甲机关重重 又兼有高手相护 他爹倒是没事 可刺客却受伤逃顿了 这还了得 王天昊他爹是谁 当朝首府王志 皇太后的亲哥哥 皇上的亲舅舅 未来皇后的亲殿 刘达顿是觉得 厚脖子一凉 腿肚子好玄梅下的抽筋 想想真是后怕呀 这要是王首 辅出点什么事 他这脑袋 也保不了几天了 再看王天昊那张 号称京城第一英俊的脸 此刻满是气急败坏 扭曲猙獰 不由的心中叫苦不迭 这位二世祖惊业 不折腾死他才管 于是不敢怠慢 赶紧召集人手 出城捉拿刺客 一路找找婷婷 竟寻到了七峡山脚下 王家二世祖不知死活 吵嚷着要去搜山 谁知他们的脚 还没挨到山路 便闪出一对侍卫横刀 拦住去路 刘达这才想起七峡山 是泰安郡主的清修之地 本来他也没太当回事 这位郡主 平时默默无闻 几乎没有什么事迹 可却毕竟 也是有封号品质的郡主 刘达还不想闹得太难看 于是 先安抚住了王天昊 随后转身拿捏着官威 跟领头的侍卫打起官枪 称公务在身 请通融依二 谁知领头的侍卫目着一张脸 跟谁欠他识掉钱似的 别说通融了 连靠前一步都不许 王天昊瞬间就炸了 刘达也巴搭 一下掉了脸子 小小几个侍卫 竟敢拦他金赵府半差 真是不知死活 于是他大手一挥 便于带人 强行冲散侍卫上山搜查 不想他们这刚一动作 就见对面苍郎郎 十数把刀剑一起出鞘 月光下 闪着灵灵寒光 杀气四射 第六章 斩杀 对面十数把血量的刀剑 一起出鞘 整齐划一 无一人延迟 再看这些侍卫 一个个身姿挺拔 鹦鹉不凡 一看便是军营中人 绝非普通护院 刘达鹅上不禁见了汉 他怎么忘了 这泰安郡主 可是镇长国公主 和辽东大将军的女儿 当年公主驸马的 青随侍卫 可全都归了他 这要是动起手来 就是石的顺天府 也不是个儿呀 他这箱犹豫不前 那箱王天昊可是不干了 这二愣子 根本就没看出来 什么兵人什么护院 渐竟有人不知死活 敢挡住他的去路不说 竟还亮起了刀剑 他顿时就炸了毛 回身刷地抽出一个 牙抑的刀来 高声嚎道 妈的 你们找死 若放走了刺客 信不信我灭了你们九族 小的们 给我晾家伙 让这帮孙子知道知道 他好爷爷不是吃素的 王天昊这么一叫嚣 刘达在心里转了个个儿 便有了底气 对啊 怕什么 不过就这十几个侍卫 他们这边少说 也有百十来人 真打起来 冲也给他们冲散了 再说 天塌下来 自有个儿高地撑着 这王相公子都在这儿呢 他还有什么可怕的 一个是全清朝野的首府 一个是默默无闻 无父无母的孤女 就算他占着个封号又如何 还能越过太后去不成 想到这儿 刘达的腰板 陡然变硬了 刚要下令强攻 呼听的对面山路上 传来震天的脚步声响 这脚步声整齐划一 步调一致 似是人数众多 却只闻步履之声 不闻人鱼喘息 甚至连一声咳嗽也无 刘达大惊 这分明是来了一大队 训练有素的兵士 果然 不出片刻 对面便站满了军兵 阵法有序 操练有素 苍汪汪 百鱼把刀剑齐声出鞘 竟化作一声惊雷 响彻山谷 饶视王天昊 看着对面的阵势 也惊得呆若目击 经兆府的牙翼面面相去 一个个石像帝 悄悄往后退了退 王天昊带来的护院打手 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有那胆小的 想转身往回逃跑 可又碍于自家主子 就在进前 实在是逃窜不得 只得硬着头皮 站在原地 而也有那狗障人士之徒 急于想立功露脸 不禁暗暗在心里 打起了小算盘 这其中就有个叫邱大的 便是这些人中的翘楚 邱大眼见对面兵士 涌了上来 自家主人一时惊的目瞪口呆 于是眼珠一转 便自作主张 疏得跳江出来 指着对面众人破口大骂 对面的人听着 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捉拿刺客 识相的就快快将道路闪开 我们好也饶 你们不死 如若啰嗦半句 与刺客同罪 别怪我们好也灭你九族 邱大这一番叫嚣 竟点醒了王天号 他不由得赞赏地 看了邱大一眼 指这一眼 立时让邱大像 吃了五蛋伞一样 耳红心跳 热血沸腾 他不由得拔了拔腰板 努力地挺胸突肚 做出个先锋官的模样来 这时 一个头领模样的鹦鹉少年 开口沉声说道 这里没有刺客 山上皆为女子 而等速速退去 莫要惊扰了郡主 少年话音未落 忽听身后一声娇喝 先帝所赐龙 引宝剑在此 而等还不速速跪拜 众人寻声抬眼望去 只见一头带蜜蜜的窈窕少女 双手高举一柄 华彩宝剑 在侍卫的簇拥下 缓缓走来 刘达大惊 慌忙扶地变败 口称万岁 仲牙翼剑长官如此 急忙也纷纷下败 叩手如捣算一般 唯有王天号不知所谓 利而不贵 他手下的乌合之众 见自己主人未贵 亦纷纷耿着脖子不贵 郡主有令 少女站定后说道 先帝龙迎剑在此 若有擅闯七侠山者 以大不禁罪论处 杀无赦 此言一出 满山接近 王天号不知深浅 犹疑不定 邱大剑主子 并未露出多少 惧怕之色 不禁动其脑筋 想再立一功 于是立马上窜下跳 张口大骂道 什么狗屁 破 啊 话音未落 却只见一道 写住喷溅三尺 一颗陡大的头颅 滴溜溜在地上滚了击滚 随后邱大的无头狮 身边东的栽倒在地 而砍下人头的侍卫 却连眉毛也未动一喉 如若不是他手中的刀在滴血 众人 竟不知邱大是 如何失手分家的 啊 杀人了 王天号的家丁打手 哪见过这种场面 眼见着邱大狮手分离 有几个胆小的 立马下的疯癫 连滚带爬 夺路而逃 闯山者 杀无赦 与韩大喝一声 宝剑指指王天号等人 随即 众侍卫 刀剑起指 王室主仆 高考生大喝 闯山者 杀无赦 真真是气贯长虹 生振山谷 更惊飞七鸟无数 吓得走兽四头 百师把刀剑雪亮 任指面门 寒光灵灵 杀气腾腾 让人胆破心惊 只想服的那般 王家那些尚未逃走的家丁 本也是强占着胆子 战战兢兢地留下护主 此时 被这一盒 原本所剩 无多的鼠胆 顿时皆烟消云散 吓得魂飞魄散 体似筛康 更有福的叩手 倒头如算的 又有那呆若目击 动弹不得的 竟还有尿了裤子的 心骚恶臭 真是丑态百出 不能一一细数 顺天府的人 到底是经过操练 虽经这一杀一喝 皆惊惧万状 魂不附体 但倒也算贵得整齐 刘达只觉得头皮发麻 后几辆发凉 颤巍巍伸出手抹了 一把额上的冷汗 此刻 他真是又怕又醒 怕 是对刚刚自己准备 硬闯的行径 生出的浓浓厚怕 幸 是庆幸自己 刚刚多亏慢了一步 硬闯不成 否则 他向上这颗保管了 三十八年的大好人头 恐要被人如摘瓜切菜一样 剁了去 想到这儿 刘达忍不住 偷眼悄悄瞥瞥一旁的王天昊 谁知这位刚刚还张狂叫嚣的公子爷 此刻 早已双腿软成了面条 养身跌坐地上 你是说那王天昊见到 龙鹰宝剑里 而不跪 一番折腾下来 早已是丑时 浊华沐浴后 身着香血软断中医 在自己的闺房中 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 笑看着眉飞色舞 回来负命的名誉 这丫头 恐是因刚刚的事情 兴奋过了头 此时叽叽咕咕 竟没有半可安静 更尖的满屋子上蹦下跳 又说又言 竟不能好好地坐上一席 坐在一旁袖墩上的三姑 忍不住扶鹅 一脸都无可奈何 倒是浊华 仍笑盈盈地看着敏玉 颇觉有趣 也不打断她 镜子让她去说 直到敏玉 连说代言 比划了半天 且说无可说 浊华方 笑着问她 对 那草包开始 还叫嚣着 要诛咱们酒族 甚是张狂 但我请了龙鹰宝剑去 她竟赶耿着脖子不跪 直到小巫砍了她 一个奴才的脑袋 那草包财方 恍然大悟的样子 吓得跌在地上 跟贪烂泥似的 敏玉说着说着 又兴奋了起来 那王天昊竟然口出狂言 说要诛人酒族 浊华嘴角 擒着撕冷笑 兴趣更浓 何知狂言 她那被砍了狗头的蠢奴才 见了龙鹰剑 竟大放厥词 说是狗屁 敏玉 进山 坐在一旁的三姑 猛然起身 瞪向敏玉 敏玉自觉失言 慌忙用手捂住了阴口 哦 浊华并未在意 而是直起身子 盘膝而坐 边思索着边笑道 这王天昊 倒真真是 一块大好的材料 随后 向门口叫了声扶风 守在门外的扶风 应声先连而入 向浊华 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府里 清秀的面容上一双眼睛 坚毅有神 浊华问道 扶风 这么晚了 你的鸽子 可还能飞 扶风道 郡主放心 属下养的血红蓝鸽子 正是用于夜晚 或暴风雨室传信的 如此甚好 速向京城传书 今夜过往不必赘述 只说 王世子深夜闯山 剑龙迎剑 不败不尽大放厥词 黄颜玉珠人九足 是 扶风规规矩矩地应下 随后又扶一礼 这位姑娘 你就不能笑一笑 敏玉见扶风这样规矩 忍不住想去逗她 一边扶她 一边说道 怎么成天 和你养的那些鸽子一样 指着来来回回一根筋 好生无趣 鸽子是十分有趣的 扶风抬眼 认认真真的看着敏玉 敏玉见她这样 随即哀叹道 好好好 你的鸽子最有趣 你的鸽子最灵力 反正比你有趣 扶风说着 却也忍不住鸣嘴一笑 敏玉又是一声哀叹 浊华和三姑 也不禁笑了起来 好了 好了 你俩别斗嘴了 正是要紧 郡主 我去帮扶风传信 三姑边笑边制止 随即领着扶风出去了 见她二人去了 卓华也下床她这鞋 坐到了桌边 敏玉 帮我摸摸 郡主 这么晚了 还要练字 不是练字 我是要写奏折 奏折 对 别忘了 我可是一品郡主 给太后上的奏折 字不是什么大事 说着 卓华微微翘了翘红唇 明日朝堂上风云如何 我现在倒很有些期待了 此时 京中 左腹都玉使耿府的外书房内 前师爷正端坐在下手的 一把官帽椅上喝茶 耿梁中推门进来 前师爷忙 放下茶碗 起身相迎 文慧 深夜极见 不知是出了何事 耿梁中扶住玉剑里的前师爷 意在长话短说 大事 大好事 前师爷一面笑 一面用折扇击了下掌心 大人可知 京中传言 那王首府 在京郊别院内 养了一绝色美女做外事 且已有多年 当然此言无凭无据 不知真假 不过他今夜道 确实塑在了别院 可哪知竟有一大胆狂徒 前去行刺 也亏得王首 府原是西命之人 知道别院地处京郊 无京中防卫严密 故在别院内广部机关 又兼高手护院 竟也毫发无伤 只是 最后还是 让那刺客跑了 哦 捉拿刺客 是京兆府的事 和你我有何干系 哎 大人 前师爷转身 追着走向正位的耿玉使 继续说道 在下有一同窗 又年交好 现在京兆府供职 就住在后街名巷中 刚刚他来告诉在下 说着前师爷 俯身对耿玉使而鱼几句 哦 七峡山 太安郡主清修之地 耿梁中转头看向前师爷 十分惊诧 随即又沉阴片刻 边屡然 边缓缓说道 你是说 这王志粽子 对先帝大不敬 正是 前师爷意味深长 便点了点头 好 耿玉起身 向外就走 你速随我去齐相府中 可大人 现在正是宵禁 无妨 娶我的官府来 就说本官 要去督察院处理 紧急公务 再绕道去齐相府 是 前师爷看着耿梁中 匆匆离去的背影 不禁微微一笑 随后紧跟上去 第七章 齐家 大齐外使 即 大齐立国三百年 明君贤相平出 自太祖开国 经太宗 建元 三代帝王 皆立经图治 发愤图强 届时 除西北 见或有回狐之忧 辽东偶有容敌范境外 可谓和亲海燕 国泰民安 建元帝西夏子四不封 为二子一女 二子皆为贤妃少侍所出 长子秦令处于强宝之中 便被抱养于皇后 其室西夏 与帝后 唯一嫡出公主 自幼同吃同住 姐弟二人感情甚堵 令处一指任其室为母 与少侍多有疏远 建元十年 其皇后轰 嗜好孝贤 令处与公主 日夜哀痛 其孝感天下 地赞之纯孝 帝之赐子令寒 自幼才思敏捷 文采飞扬 甚得帝宠 帝称其早慧 帝之嫡女令男 不同于重规格女儿 虽有角色之姿 桃花之艳 却自幼尚武 洗刀剑 艳红妆 且聪慧异常 善兵法 有过目不忘之能 帝甚爱之 又时常待于左右 以至上朝 批阅一阶随势身侧 建元九年 公主于京郊打练 偶遇随辽东大将军 回京树职的票计将军林云 一见钟情 遂请帝赐婚 林云本为孤儿 骁勇异常 更生的面如关玉 长身玉立 英姿萨萨 气宇不凡 自幼被辽东将军 收养于西夏 秉姓纯良 为人刚正 帝喜 遂赐婚 建元十四年 公主诞下一女 帝大喜 亲去公主府 看望母女二人 并赐此女名浊华 封泰安郡主 郑三平 双凤双路 建元十五年 帝崩于南巡途中 帝长公主令南 一面调兵稳定 金钟局势 一面绿重南营帝归 后用雷霆手段 压制贤妃一党 宝令储继承大统 年号雍和 雍和帝继位 依归首治 并未以私心 封其生母少侍为 圣母皇太后 而尊为贤太妃 封令南为 超品镇国长公主 封帝细寮卤产炎之地 赐龙银宝剑一柄 监察百官 有先斩后奏之权 封令韩为晋王 封帝西北 命其邪贤太妃 不日启程 贤太妃体弱 轰于西区途中 雍和帝大痛 于乾坤宫接前叩拜 掩面痛哭数日 彼时 辽东将军起海谷 帝遂封驸马 林云为辽东大将军 合并鲁的军兵 同管麾下 雍和三年 辽东容敌范靖 郑国公主 请命随夫出征 帝不忍其受军旅之苦 句 公主三寝 其意甚笃 帝无奈准奏 遂皆十年五岁的 泰安郡主入宫 教养于帝之祖母 见原先帝生母 瑞翼太皇太后西夏 太子秦浩元十年八岁 一同伴 于太皇太后西夏成欢 帝美美见此双小儿女 不禁感怀幼时 与郑国公主成欢 其皇后西夏之景 感叹良久 竟生出撮合二人之心 遂写信 问询公主驸马 公主回信英语 但顾虑二人年龄尚幼 亦或可作两小无猜之情 请帝指下圣旨 暂不照告天下 帝准 岁下只封泰安郡 主林氏浊华为太子妃 浩元正妃嫡妻 辞旨班后未见天下 但朝臣上下 内外命妇皆知辞旨 帝日夜思念公主 无奈 辽东战事不断 公主驸马 决意束手辽东 雍和五年元月 帝并重 恰辽东战事又起 甚为艰苦激烈 雍和五年二月二十七 帝崩 太子浩元继位 十年十岁 其生母王皇后 敬为太后 垂帘听政 年号顺平 雍和五年六月初七 辽东大败 公主驸马战死 七月十八 瑞翼太皇太后 轰于昆和宫 同月十九 泰安郡主奏请王太后 欲移居京郊七峡山扶云安 为太皇太后 及公主驸马 祈福超度 王太后不舍 郡主三请 太后准奏 同年九月初九 林副马之副将柳龙孝律 林家军大败荣笛 一鼓作气 指导王庭 迫使荣笛 萧氏北彻数百里 弃城池无数 十月 荣笛请降 献城池十座 卷赢五十万匹两 并与诺称臣纳贡 遂赢十万 王太后与朝臣共议 准将 雍和五年十二月初三 副将柳龙孝 护送郑国公主 林副马 骨灰入京 自平城起 每过府县 皆有父老律子弟 设相案贵营 一路哀悼悲戏之声 不绝于耳 至京城 更有数万百姓 除成十里贵营 哀痛遍野 悲声震天 泰安郡主哀哭 数日不绝 悲痛气血 众人闻之 无不落泪 天子 太后同来吊宴 见此情景心中不忍 一劫落泪 天子当场破旧力 夹封泰安为一品郡主 原镇国公主之风 第十亿 侍卫清兵 皆赐于泰安 额外幼子宫女 内侍数十名 以照顾郡主起居 执意一出 世人无不称颂 天子贤德 太后慈爱 顺平元年 柳龙孝受命 任辽东大将军 于元月元日 回辽东束手 大期末年 太史宫休时 多用春秋笔法 却一字于褒贬 更获着鸣包暗扁 字字杀鸡 其府书房内 当朝赐扶其郑青 目送着大儿子 轻送耿玉使出去后 便看向坐在一旁的二儿子 耿梁中所说之事 你如何看 其中便虽面色沉稳 眼中却有些犹疑不定 儿子虽听耿玉使如此说 却不知真假 不若等大哥回来 一起商议一下 其郑青垂目不语 短起茶碗喝了一口 不一会儿 其中闻送客回来 其郑青抬眼看他 问道 送走耿玉使了 是 儿子轻送耿大人上教 其中闻垂首答道 你对刚刚耿玉使所说之事 如何看 儿子 其中闻想了片刻道 如若真相耿玉使所述 那王相之子珍 可谓胆大包天 但 太安郡主 虽与我们其家有亲 怎奈王首府现今 正是如日中天烈火烹油之事 父亲虽为赐福 可终究 其中闻住了口 因为他看到父亲 已经不耐烦地放下茶碗 伸手冲他兄弟二人挥了挥 失望之色 异于言表 你二人回去休息吧 少风留下 其正亲开口感人 只留下嫡长孙其少风 二人不敢怠慢 忙行李告退 看着兄弟二人的背影 其次府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其家百年大族 曾人才辈出 更出过两位皇后 数位阁老 怎奈 到了他儿子这一辈 尽皆资质平庸 次子貌似沉稳谨慎 却实为缺乏主见 凡事皆听父兄 以其才能也只能在户部 混个不入流的小官 饶事如此 他竟还多有抱怨 自认为被大财小用了 长子倒稍好一些 可惜到底眼界狭窄 人云亦云 且没有担当 现做到力不正无品郎中 便已然到头了 不过他倒是个识趣的 自知才能有限 倒不敢随便胡乱掺和 至于他的嫡长孙其少风 其正轻转头看去 见他正眼观鼻 鼻观心 立于身旁 长身玉立 气定身闲 不禁暗暗点头 就冲他小小年纪 竟有这份沉稳 未来大有可期 少风自幼便有神童之名 立香市 府市 一路过关斩将 不过弱冠之年 便已于去年殿市 被取中一甲探花廊 成为天子门生 现任汉林院编修 天子敬臣 常被顺平帝召见讲解荆棘 前途不可限量 其家百年基业 当真要靠他去撑了 书房门外 其中才走了 十数部之于后方 才敢开口冷笑道 兄长养的好儿子 弟弟我自愧不如 其中文四世 未听出话中的讽刺之意 面上一片泰然 笑着硬道 贤弟过奖了 过奖了 仿佛一拳打到了棉花上 其中才只得面上愤然 转身拂袖而去 其中文面上依然一派平和 目送着中便走远后 方才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 然后转身回自己的东夸院去了 他当然明白 弟弟的不甘与嫉妒 也知道 刚刚那话中的挑拔之意 可现如今齐家全 靠父亲支撑 他与弟弟才能平平 万不可能支撑其这百年大族 父亲以年于花甲 心身拒不如从前 下任掌舵之人 唯有少风担当 自己虽是少风的父亲 却不能拖他的后腿 更不能拖整个齐家的后腿 书房内 齐正亲指了指 自己下手的一把椅子 坐吧 少风失礼 端坐 你怎么看 还是刚刚问父亲和二叔的问题 少风自知 这是祖父的考教 孙儿认为这是个机会 哦 怎么说 齐正亲垂眼 撇着茶碗里的水墨 看不出情绪 王志维 剑原十三年的近视 位置不惑 祖父却是剑原原年的状元 已于花甲 为何祖父仍屈居赐府 放肆 齐正亲 拖着长鹰赤了一句 又缓缓喝了口茶 少风也没有多少害怕的样子 嘴角微扬 拱了拱手 与其中 带着三分耍赖 孙儿无状 请祖父恕罪 继续 是 少风继续道 王室太后垂帘听政 把持朝政多年 与其凶亡志德 能聚为平庸 却刚必自用独断专行 更兼扶植王室子弟 广执党羽 无才萧小之徒 须言赴世之辈 竟满不朝堂 当今陛下贤民人后 礼遇重臣 时又成为一代明君之德 我其是一脉 自大旗开国起 便有从龙之功 世代忠君爱国 节制尽忠 更出了孝贤皇后 以及祖父这样 说重点 齐正亲瞪了少风一眼 打断了他后面的马屁 少风低头摸了摸鼻子 又道 重点就是 祖父的心愿 无非八个字 遏制王室 还正于地 当今已年满十八 眼看着又要大婚 可太后仍未有还正之意 齐自父亲哼了一声 放下茶碗 这和今日之事 有何干系 难不成凭此事 就想推倒王室 笑话 干系吗 倒是不大 借此 推倒王室更无可能 不过 千里之堤 溃于以穴 百齿之事 以突袭之烟焚 王室一族 最近恐是得意忘行了 破绽百出 我们也不妨 帮他加上一把火 多行不易 到时候自视神仙 也就不得他了 毕竟这名义不可为啊 就这些 齐自父牵了牵嘴角 不慎满意地问道 这些都是围攻 那围司呢 祖父就不想当意 当着首府 混账 齐自父虽然赤马 却又带着一丝笑意 祖父息怒 少风嬉笑道 这些年来祖父 带领骑士一族 韬光养晦 处处避让 不就是为 等陛下长大成人吗 王太后 本在两年前 陛下十六时 就因还正 可非要等王家女长成 陛下大婚 硬生生拖到了十八 饶氏已定了婚期 太后亦没有还正之意 祖父您这是着急了 虽说当首府的话 是句玩笑 可您 却是不能看着王太后 这样一天天地 拖着陛下 更不想看着一个 师位素餐之土铁 占首府之位 以止气势 一派胡言 孙儿思存着 祖父是重情重义之人 我那孤祖母 孝贤皇后早轰 表姑母郑国大长公主 为国战死 这世上 为留下泰安郡主 这一点血脉 灵父马本就是孤儿 族中无人 今夜王志之子行径 着实过分 祖父这是也有怜惜 郡主孤苦 有想为郡主出气的意思 在你看来 我竟是如此心软之人 祖父自恃慈爱 哈哈哈哈 其次府边摇头边笑 真真是个痴儿 不过说的也不是太差 要比你那父亲 二叔好太多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起身 慢慢踱步 其少锋芒起身势力 这些年 王氏得意泰国 我处处避其锋芒 又以三朝元老 孝贤皇后之兄的身份 勉强牵制 为何 正如你所说 一是带陛下成人 这二嘛 便是带泰安郡主长大 泰安郡主 对 其轻政 虽以花甲 却精神绝朔 步履稳健 双目如垫 看向少风 你所言不错 我确实有心看 顾孝贤皇后的唯一血脉 可你又有所不知 先帝当年曾下过一道圣旨 将泰安郡主赐婚 给当时还是太子的当今圣上 封其为太子正非嫡妻 怎么会 少风大惊 既有圣旨 为何经中无人提及 齐少风深觉此事不可思议 当年郑国公主 顾虑泰安郡主与当今陛下 年龄尚小 只请先帝 先下圣旨 却为诏告天下 后来嘛 齐正卿冷笑一声 谁又敢提及 当年之事太过久远 你那时也不过十岁 再者 如今王室当政 打压一己 更坚对此事有意隐瞒 知情的老臣 为自保 也都不敢提及 祖父的意思是 接出此事 扶泰安郡主夺后 毕竟 泰安郡主 只有我们这一门之亲 说你是痴儿 你还不信 其正卿摇头 多年来 这赐婚圣旨之事 从未被人接出 王太后圈养郡主多年 此时又大张旗鼓的那王室女为后 种种迹象 皆表明王室 对此有恃无恐 可见这道圣旨 大概是难见天日了 您是说 先帝的赐婚圣旨 已被太后所毁 这我倒是不知 不过 泰安郡主在王太后的监视下长大 他那的一针一线 恐都已被调查仔细了 这道圣旨 凶多吉少 既无圣旨 祖父为何又说等 泰安郡主长大 虽无圣旨 可这经里 稍有些年岁的人物 都知晓此事 尤其是那些宗室长辈 即使不能将泰安郡主 推上后卫 却也足可以搅起京城的风云 这对王室还正于地 有莫大的帮助 况且 今日泰安郡主的表现 着实让我惊喜 不管她是被逼迫至 吉奋其反抗也好 还是早有谋划 借此发声也罢 总之 泰安这么多年 竟能护住了龙吟宝剑 又有一对侍卫效忠 这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来说 已是十分不易 即使赐婚圣旨已无 但她对我们 也是大大的有用 只是 其次俯转 而声音渐低 似是沉思自语道 如若真是借此发声 她又所图为何 难道真是为了后卫 那圣旨 陈阴片刻 齐正卿又看向少风道 你妹妹少堂是个好的 嘱咐一下 她留心郡主的动向 是 不过 泰安郡主多年身居简出 从未在京中露面 少堂孔也有心无力 无妨 如若真如我所猜测 郡主是借此事发声 那她后续 必然会有所动作 如果只是 逼不得以不平而鸣 那结交不上 也不怪少堂 齐少风回到自己的 正听斋时 已是丑时 碧云忙 接过她的披风 又回身吩咐小丫鬟 去到热茶 自己则亲手拧了 热帕子 服侍着少风擦脸 少风随手 将用过的帕子 扔进了手盆 冲碧云挥了挥手道 今夜不必值夜 下去吧 碧云扶身称诺 临走时 又仔细检查了烛火 门窗 一回头 正见少风靠在床上发呆 热光夏公子 面如美玉美眼如画 看得他 不禁双颊一红 忙捂着乱跳的心口 转身出去戴上房门 少风已若冠之年 因学业 为重上位取亲 但正值血气方刚 对男女之事 又怎会不知 只是并不十分贪好罢了 碧云知道 少风是看中 自己沉稳妥贴 方才抬举自己为通房 且其身边这两年 也只有他一个 他便愈发要自尊 稳重才是 其少风靠在床上出了会儿神 仔细想了想 幼年实践泰安郡主的情景 脑海里不过 浮出一个粉雕欲拙的 小女孩模样 并无其他记忆 那时泰安郡主 养于宫中瑞翼 太皇太后膝下 虽是亲切 却不能常见 今夜之事 究竟是泰安郡主 有意发生 还是因为逼迫不平而鸣呢 其少风 伸手敲了敲床板 如若 真是有意发生 那泰安郡主 下一步又一愈何为 第八章造势 当朝首府王志 王相爷府内 王天昊 都不知自己是怎么回的家 只记得一回府 便被祖母搂在怀里 心肝肉的一痛乱叫妈撒 母亲一旁捶嘞 忽而又被一群侍女 整妾簇拥着沐浴更衣 倒茶打扇 暖床熏香 又有一个平时 最宠的整妾服侍旧情 轻轻给他拍着 他这才放缓心神 回了理智 躺在自己香软的大床上 想着刚刚在众人面前丢的脸 王天昊不禁 紧咬后草牙 这泰安郡主好生混账 竟然敢惹他王大公子 此仇他必定要报 否则还如何在这京城立足 这边刘达 带人亲自护送王天昊回府后 便被已从别院回来的王志 招到外书房密谈 你是说 那泰安郡主经请出了龙鹰宝剑 王志位置不惑 身材已有些发福 脸堂赤红 威夷十足 此时垂眉沉目 让人颇有压迫之感 对 不仅如此 还斩杀了公子的一名家奴 下官 说到此处 刘达不禁愁愁起来 说 是 下官 下官怀疑 相爷今夜被刺之事 是否与这泰安郡主有关 刘达此话一出 王志倒抬了抬眼皮 此话怎讲 下官只是 只是怀疑 毕竟相爷爱女即将母依天下 而泰安郡主 嗯 王志面色一沉 一双利眼 如阴郁般射出两道电光 直视刘达 刘达忙咽回那后半句话 垂手弯腰 额上渗出痘大的汗珠 下官 下官也只是猜测 无凭无拒 无凭无拒 让相爷见笑了 见笑了 好了 你先回去吧 王志端茶送客 是 下官告辞 刘达汗如雨下 畏畏缩缩 拱手告退 出了相辅大门 刘达这才敢自怀中 掏出帕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自己今天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说的太多了 他本就在太后 一档和地档之间 左右逢源两边讨好 谁也不得罪 谁也不深交 但今天 恐是惊吓傻了 在王湘面前见悦了 也不怪他竟怀疑 只有十五岁的泰安郡主 只因今天那对侍卫 着实骇人 实在不像一个十五岁少女 所能驾驭指挥得了的 不管王湘信不信 他本能地觉得 这个泰安郡主大不简单 绝非如他表现的那样 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嗨 管他如何 刘达边擦汗 边跺了跺脚 这神仙打架 与他何干 刚刚非要多那个嘴 不管了 不管了 回去睡觉 才是正经 看着刘达走得没影了 王志芳 才隔空对着内侍说道 这是 先是怎么看 须于 内侍的屏风后 闪身走出一个 六十多岁的老道 他手持浮沉 须眉皆白 颇有几分 道骨先锋 老道手屡常然 面上带笑 边走边道 相爷无须在意 说着来到东向下手 寻了 把关茂已诗然坐下 我看这位刘大人 是今晚被太安郡主 破釜沉舟之举 给吓破了胆 所言着实威严耸听 言过其实了 哦 先诗此话怎讲 灵溪真人甩了甩浮沉 冷笑两声 相爷请想 那太安郡主如今 只是吉吉之年 又养于山野 能有何等见识 又能有几分本事 刺杀当朝首府 如此大事 是一个山野丫头 能做出来的 恐怕想都想不出来 再者 退一步 即使今晚之事 真是太安郡主所为 那他刺杀大人的目的为何 如若真有这等手段 何不直接刺杀大小姐 毕竟 灵溪真人看了王志一眼 王志一白手 此间只有你我 但说无妨 毕竟大小姐才是 与他争厚之人 刺杀大人 对他没有半点好处 太安郡主 这些年来默默无闻 金钟贵人 恐怕都已忘了此人 他如若 真的有意争夺后卫 为何在这大局 急定之时 才有所动作 当今陛下 和大小姐的六礼 可就走了一年有余 太安郡主 如若真想搅和此事 早应在大局 未定式行动 又何必此时 做这些无用的功课 还有 据刘达所述 他们今晚 是顺着血迹 跟到了七峡山 此事如若 真是太安郡主的手笔 那他又何苦 要把差役 引到自己的地界上去 平道实在是不能相信 今日之事 是太安郡主的手笔 我看到 更像是顺天拂引律众 欲强闯七峡山 不得已 才请出龙银宝剑 正所谓不平则鸣 相爷 您看呢 王志听后 辅着短须 沉阴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这太安郡主 也未过十五岁吧 比起儿 还小上一岁 又是归根女儿 刘达之言时 为无稽之谈 我倒是更愿意相信 今晚之事 乃是骑士一挡的手笔 失败后 大概易于祸水 东银也未可知 总之 副主下去 严查此事 我倒要看看 是谁想娶老夫 这颗相上人头 相爷英明 您看此事 是否速报与太后 不必 夜深路重 就不要惊扰太后了 累她担惊受怕 明日下朝 我再进攻禀报 相爷手足情深 全权一片暧昧之意 有替贤德 实在感人 更是天下人的榜样 这老道 真不应叫什么灵溪真人 叫马屁真人才 更为贴切 王志 却是大为受用 捋着胡子 笑眯眯地生瘦了 浊华这一夜 只睡了不到两个时辰 五更天变起来了 三姑听见浊华屋内有动静 于是忙进来伺候 三姑 怎么是你来伺候 浊华见三姑端来温水 随后又取出一条大毛巾 掩了她的钱金 准备伺候她洗脸 便问了一句 随后又笑道 我真是糊涂了 竟忘了昨夜 弄得大家人养马翻 这平日里还好 但凡出点状况 倒显得咱们人手不够用了 三姑边伺候浊华洗脸 边道 扶风昨夜 摆弄她的鸽子一夜 我让她去好生睡一会子 听雪和摄月 在西乡照顾那个刺客 敏玉这丫头绝多 就让她 谁说我绝多 正说着 敏玉接连进门 手中拖着一盏 热热的牛乳 撅着嘴对三姑道 我平日虽爱嬉闹 可什么时候耽误过郡主的事 是 是我冤枉你了 三姑一面帮卓华晕脸 一面对敏玉笑道 敏玉皱了皱鼻子 也笑了起来 卓华坐在镜前 听敏玉斗嘴 忍不住嘴角微痒 随后问道 雨晗可进城了 敏玉答道 郡主放心 已经出发有些时候了 正说着 呼见 听雪匆匆来报 郡主 那黑衣刺客 刚刚不告而别 这是个什么人 我们救了他 他竟连句道谢的话 也没有就走了 敏玉皱没抱怨 这倒不算什么 他身份成迷 估计也是不想节外生枝 我们与人方便 好 三姑边说边又看向卓华 卓华微微点头 转身对敏玉说 去告诉小五 放开山路 让那人走吧 是 敏玉退下 卓华芳坐到桌前 缓缓将牛乳引下 秦浩轩一早醒了过来 环顾四周 见房间内布置的异常朴素 只挂着轻步杖子 并几把桌椅 又见有两个俏丽的丫鬟 坐在外屋桌旁打短 他略动了动 发现身上伤口虽疼 但倒勉强 也能行动 于是便悄悄推开窗户 哈妖提气 纵身跃上了房顶 这似乎是一座安堂 天不过蒙蒙亮 却有几个穿着僧袍的尼姑 在打扫庭院 又有几个婆在厨房忙着造饭 浩轩隐匿行踪 前行下山 见一路上颇有几处院落 规划整齐 四个有旗职 应急于下山 也未敢多叹 行至山腰 忽见一处小院 青瓦白墙 吹烟鸟鸟 院墙整齐 院内人声嘈杂 又见鸡鸣鸭叫 郭婉相碰 爆炒油肩之声 浩轩暗存 此处因为山上 众侍卫吃饭的地方 想了想 昨晚见到的那几个侍卫 不禁皱了皱眉 凭他在军中多年的眼力 这山上的侍卫 看似皆不寻常 说是军人也不为过 此间主人竟不似方间传言 不是说 泰安郡主平庸无奇 默默无闻吗 如此看来 默默无闻倒是真的 平庸无奇吗 浩轩想起昨晚那月光中的女子 眉眼绝美如画 不禁心中一热 血气近似沸腾了一般 引着伤口 又痛伤了几分 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 枝鸦鸦 小院的黑漆木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侍卫 正与浩轩打了个照面 浩轩认出 竟是昨夜围攻他的侍卫中领头的那个 不禁立马戒备起来 手握刀柄浑身绷紧 强忍着后背的疼痛 准备一场恶战 谁知 那侍卫站在门口 先是一愣 随即静踢脚转身 又闪回门内 哐当一声 顺手把门给关上了 啪哒 听着像是连门栓都给插上了 浩轩瞠目结舌 刚刚的戒备 瞬间卸了一地 这分明是众侍卫 得了此间主人的命令 有意放他离去 亏他刚刚还藏了半天的行踪 想到这里 他忙强压着自己不去想 泰安郡主的样子 以免再血气翻涌 真要崩了伤口 那他可就真走不出这七下山了 这回也不用死 刚刚那般小心翼翼了 浩轩扶着剑 高视阔步向山下走去 小五隔着门缝看浩轩走远 忍不住拍了拍前胸 开玩笑 这位仁兄功夫了得 虽身受重伤 但昨晚五六个人 围战他竟然逃不到便宜 刚刚多亏自己机灵 脚下闪转得快 否则这一大早的平白恶斗一场 找谁说理去 这个人 也就他们头儿黄雨晗 能绝一下高下 京城西大门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 进京城行商的小贩 早就排满了城门口 因昨夜有刺客 在城外行刺 故今日进城关卡颇严 一个独自牵马的少年郎 也亦步亦驱地跟着众人进城 一路上颇引来几个名女少妇 驻足偷看 也怨不得这些人 实在是这少年 生得俊眉 虎目唇红齿白 一身黑色剑六外照一剑 轻断大肠 真真是英姿飒爽 意气风发 谁知这少年郎进城走了十来步后 就搬安跨马 随即从怀中 掏出一份公文 举在手中 口中高声念叨 王首府之子王天昊 昨夜欲强闯七峡山 剑仙地龙迎剑不贵不败 且口出狂言 称欲诸人九族 着实胆大妄为 说罢策马向皇宫方向 绝尘而去 留下身后一群百姓 即守城兵士目瞪口呆 那少年刚当说什么 说王首府之子王天昊 昨夜欲强闯七峡山 七峡山是哪 你这就有所不知了 七峡山是泰安郡主的清修之地 这泰安郡主吗 城门口历史聚了 一群百姓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 有那年轻的 不知泰安郡主是谁 四处打听 又有那年高的 颇知一些掌顾 有意炫耀 便从镇国公主讲起 有人怒于王首府之子 见到先帝的上方宝剑 竟不贵不败 有人惊于王天昊 竟敢如此渐远 自称能诛人九族 一时间 西城门处 混乱分杂 人声鼎废 直到守城军兵 将众人驱散 与韩策马 将手中奏章的内容 一路喊来 更兼他口齿清晰 气息沉稳 声如红中 穿越了大半京城 扰得京城百姓 纷纷开窗 探头寻声 更有那胆大好使者 逐生出门 立于街头 与四邻一轮纷纷 已故的镇国公主 和驸马凌云 为守边关 双双战死 后骑兵将秉承二人 一命奋勇反击 大败戎敌 直到黄龙逼戎请降 方才有边关 这数年的和平安泰 一些年长者 游记当年 柳大将军扶公主 驸马 观骨回京的情形 真真是 万人空向枯声震天 城外数十里 皆有百姓跪影 现在想想 还不免让人感叹落泪 这数年来 更有那说书唱戏的灵人 将二人的世纪 编作画本戏词 传唱不绝 因此 那等有见识者 一听镇国公主 遗孤受妻 无不一份填膺 只一会儿功夫 当朝首府之子王天昊 不尽先帝 渐月当今 欲欺郑国公主遗孤之事 便传遍整个京城 第九章道状 与此同时 太和殿上 朝臣分坐两拨 唇枪舌战 针锋相对 激烈异常 郑三平左腹多玉石耿良 弹河当朝首府王 致志家不言 纵子玉叶闯泰安郡主 清修之七霞山 欺郑国公主遗孤 见先帝龙尹宝剑 不贵不败 时有大不尽行径 更有甚者 竟口出狂言称 可诛人九族 渐月当今 其心可诛 王之麾下郑四平 又迁都玉石陈世玲 跳江出来反驳 称耿良中所言 无凭无拒 一派胡言 名为谈和 实为污蔑 更引射赐夫妻郑青 有意产害 用心险恶 两方阵营 各有战将 你来我往 唇枪舌剑 一时竟争执不下 看着殿下 众臣争执不下 顺平帝奏号园 垂下眼帘 眼角余光下意识地 撇了撇连后的王太后 虽也看不见什么 可身后的怒火 她却是可以感受到的 今早齐少风 在给她讲经时 已提了此事 若按她平时的做法 无非是朝臣去意 母后定夺 可齐少风却说 这事是促成太后 还挣的一个机会 亲政 她自然是想的 如今年满十八 又即将取亲 怎会不想亲政 可太后强势 朝政皆由旧父王制把持 此次泰安郡主之事 果真会是个契机吗 其实她并不看好 忽而又想到 泰安郡主 浩元不经心中一紧 随后偷偷叹了口气 幼年时 耳并撕磨 那时的泰安粉着玉器 天真可爱 泰安的外祖母 她的嫡祖母 孝贤皇后 其是早轰 二人同成欢于 曾祖母瑞毅 太皇太后膝下 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十分深厚 想那时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 只是不知这几年来 泰安过得如何 她又是否像 自己当年所说的那样 已长成这世上 第一好看的玉丽佳人 先帝下那道赐婚圣旨时 她已十岁 自是记得这世 可如今母后 对此却不愿再提 又另聘了王氏 启然为后 想来 那幼时的秦风孔 也就这样罢了 浩元忽然情绪低落起来 坐在龙椅上黯然神伤 全然望了殿下 正争执不休 放肆 陡然一声 段鹤从连后传来 王太后猛地一拍凤椅 怒火挣腾 浩元等时吓了一跳 忙拉回思绪 强达起精神 此景正被齐正卿 看在眼里 不禁心中摇头 当今陛下生于身宫 长于妇人之手 王太后强势跋扈 致使陛下 太过柔顺软弱 所以 作为帝师的她才想方设法 让陛下 尽早脱离王氏一族的控制 尽快清正 趁着年少于地位上 真正的历练几年 也许就扭转过来性子 先不说 这君臣二人所想 只说龙椅后的王太后 此时银牙咬碎 天昊是王家独子 哥哥王氏唯一的儿子 这孩子虽是有点不成器 但却极孝顺讨喜 今天有人借题发挥 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 扣了下来 如若真让那起子 小人的乐城 天昊这辈的前途 就彻底断送了 更别说 原打算让他过些时候 绝官之事 这罪名砍头 都绰绰有余 分明是有人要断了 他王家的香火 耿于使 王太后咬着牙开口问道 那王天昊 好好的为何要带人夜闯七霞山 你说 他对先帝不敬 又可有证据 夜闯七霞山的缘故臣 知之不详 但昨夜乃是顺天府 引刘大人 亲自率人陪同王天昊 去的七霞山 当时王家公子 大不敬行径 顺天府 在场之人均为见证 顺天府引刘达何在 未等耿梁中 话音落下 王太后便开口立声问道 刘达急忙紧走几步出列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刘大人 我问你 昨夜可带人出城 昨夜臣 臣却是带人出城了 只因昨晚王公子来寻臣 说王相遇刺 所以下官才连带人出城搜拿刺客 什么 王太后一听此话 不禁大惊失色 盲看像站在殿下左侧群臣之首的王志 王首府昨夜 竟然遇刺 这等大事 怎么竟会无人报我 王首府可曾受伤 王志盲出列行礼 谢娘娘关怀 臣未受半分损伤 不过 都是些萧小之徒 娘娘不必放在心上 怎么能不放在心上 王太后又急又气 竟然有人胆大包天 刺杀当朝首府 这大旗可还有王法吗 茶 给我盐茶 万不能放过这刺客 和他幕后之人 刘大 本宫限你一个月时间 抓住刺客 揪出幕后之人 如若不然 哼 说着 他冷笑一声 你倒是摸摸这项上的乌纱 还要与不要 王太后 在连后大发雷霆 跪在殿下的刘大人 不冷汗直冒 太后张口就现一个月 可他上哪去捉这刺客 现在别说这刺客在哪 连人是男是女 是缘是匾 他都毫无头绪 太后此举哪里 是要他向上的乌纱 分明是想要了 他向上的这颗脑袋 正在这时 立在一旁的耿梁中 却偏偏又来凑热闹 冲着龙椅拱手失礼道 陛下可问问刘大人 昨晚在七峡山脚下 是何情形 那王天昊 是否有大不敬之举 刘大一听 心立马又往上蹦了蹦 刘爱卿 昨夜七峡山之事 经过究竟如何 小皇帝 到底不过还只是个 十八岁的少年 好奇心颇重 再加上一早 其少风静言 所以不等太后 仔细追究行刺之事 便开口顺着 耿梁中问道 昨夜臣 臣 刘大汉透几倍 犹豫着 不知如何开口 现在分明 是一群神仙打架 倒把他这小鬼 拿来架在火上翻烤 刘大人 刘大还没想好 如何回答皇上的问话 这将太后 又在连后发话 你最好仔仔细细地想 明明白白地说 如有半语不识 可就是欺君大罪 臣 臣 臣 刘大顿时面如土色 汗如雨下 王志瞥了眼刘大 心下一身 随后微微和睦养神 有他和太后在这儿 亮刘大也没胆子 胡说八道 刘大 支支吾吾吞吞吐吐 半天未知一词 浩元满头雾水 王太后却端坐再连后 连连冷笑 站在一旁的耿梁中 心急如焚 又不敢于殿上造刺 只得拿眼影 会得看向齐正卿 齐正卿心下一探 本也没想 能在这朝堂上 争出个所以然 此事之机缘也不在朝堂 至此 视线将局 他亦有所料 齐正卿垂目 眼角余光 微微瞥向身后 吏部右侍郎李卫风之机 刚要出列结尾 却忽然有一殿前侍卫手 承奏张进殿来报 启禀陛下 太安郡主派人于五门外 承进奏张 此话一出 殿内顿时鸦雀无声 众人皆惊诧一场 齐正卿猛然睁开眼睛 双目炯炯 目光如电 王志一缓缓缓睁开双眼 有些诧异地看向他侍卫 太安郡主多年默默无闻 此时却突然殿前发声 着实让人诧异 好没规见 既是奏张 为何不报那个 怎么就这样大大咧咧的殿前沉浸 王太后率先反应过来 张口便吃 不想殿下的代位却答道 回太后娘娘 那送信人说 此信并非承给陛下 而是承给太后的 所以不必仅由内阁 又说此奏张士官昨夜之事 请太后准与朝上宣读 胡闹 规格文字 如何能当朝 哎 太后娘娘 太安郡主承 折称士官昨夜之事 而恰巧此刻 正因昨夜之事争执不清 不如听听当事者 是如何说的也好 不知 陛下意下如何 齐正轻壮似无意的身手 拿起了殿前侍卫手中的奏张 边说边看向龙椅上的秦浩元 齐相言之有理 齐边修 这是今天秦浩元 第二次越过了太后 直接发号施令 他转头看向 隐在大殿角落里 疏疏写写写的齐少风 念 是 齐少风忙起身失礼 又紧走几步攻身 从祖父手中接过奏张 展开 一笔清秀灵动的簪花小凯 随即映入眼帘 都说字如其人 这字取法近人 格调颇高 涓柔中带着尖意 轻力中透着风骨 齐少风不由的心中一荡 臣女泰安 拜请太后 仅有一本起奏 齐少念着念着 竟渐渐 从微感惊讶到有些神望起来 泰安郡主出了一笔书法 风骨碧线外 奏张行文 亦是行云流水 妙笔生花 此早 虽非华丽堆砌 却平时 质朴轻心生动 右肩文笔风趣 读之境 让人酣畅淋漓胸中大快 此奏张说白了 就是向太后告状来的 太安郡主 在奏张里 将昨晚之事 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陈述一遍 指数经过 为做任何不满之词 可读起来 却让人觉得 满指的委屈 简直就要跃然而出 齐少风阅读 心里跃经不住 偷偷想笑 果真是个 绝顶聪明的女子 一旁的旗子府边 厅边捋着胡子 心下除了松上一松 还有几分难得的兴奋 看来 他猜得不错 这太安郡主果然 有所动作 看来他当真是 有所图谋的 可 又所图为何呢 难不称 真的是为了后卫 王守府王 置听着 却大为皱眉 他原来竟小看了 这太安郡主 当朝告状 本以为刘达是个耸包 借他的胆子 也不敢把昨夜之事 如实说出 可却万万没有料到 太安郡主镜跳了出来 不过 这也无妨 一个乳秀未干的 黄毛丫头罢了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龙椅上的浩元 倒是大为惊异 他完全没料到 太安郡主镜 会当朝告状 浩元转过头 去看了看 莲子后的王太后 隐约能猜到他面色 必然铁青一片 奏折不长 太安郡主三言两语 便把昨夜王天号胆大 无理之态 潜月不禁之状 描述了个栩栩如生 不想齐少风 刚念完奏章 众臣还未做反应 联后的王太后 却抢先一步咬牙说道 本宫今日身体不适 有事明日在意 说着 也不顾殿上 面色各异的 一众朝臣 和龙椅上 颇显迷惑的皇帝 起身扶着月姑的手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当今太后 早朝之上 公然耍起了无赖 众人也莫可奈何 只得摸摸鼻子 各自退下 朝臣们心思各异 皆暗存着下朝后 再做打算 不想各自回府的路上 进阶探听得知 王天昊夜闯七霞山 不尽先帝一事 已传遍京城 泰安郡主的侍卫 首持奏章 一路宣唱 线下连世警小民 都知晓此事兢兢乐道 这消息 自然也不出半个时辰 便飞入宫中 传进太后的耳朵里 齐正卿坐在轿中 忍不住微微露出些许笑来 这个泰安郡主 还真真是个有趣之人 所作之事 已大大超出了她的期许 和齐自府的好心情相反 当朝首府王之的心情 就显得些许阴郁烦闷了 泰安郡主突然发难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此次着实 有些被动了 朝中两大巨头 一下早朝 便接速速 领着自己的亲信幕僚 回府密谈起来 第十章世子 同日 京城西南 晋王世子府 花厅内 一见眉心目高鼻红唇的美少年 正俯身温言细语地 被一座在官帽椅上的少女说道 曹大小姐 此事写得极好 此早化力 对仗工整 更难得的是 利益清新 果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世子当真这样认为 曹月娥抬眼 望向晋王世子 不仅喜上眉梢 自然当真 晋王世子身着一袭玉色直多 妖际脆色如一涛 长身玉立 风度翩翩 端帝视如玉公子 世上无双 曹月娥翘 得脸蛋上 顿时飞起了两片红云 一双眼睛荡着水色 颇有几分欲说还修 世子 曹月娥犹豫着开口 随即心下一横说道 你可知当今陛下 就要与王氏 启然大婚了吗 自然 晋王世子 将那张散着香味的小尖 放在脊上 略有些心不在焉的 应了一声 随后 走到主人的 那把交椅上坐下 陛下大婚 也不过就是数月的事了 我爹他 他有意在圣上大婚当日 也将我送入 世子爷 您今日约好的那位公子 已经带着话到了 正在书房等候 曹月娥的话 正受到要紧之处 不想世子的长髓 却闯了进来 给硬生生地打断了 曹月娥顿时休脑万分 却只能强忍着怒火 红唇紧敏 狠狠地瞪了那长髓一眼 乔通恭恭敬敬地 垂手站在花厅内 似是完全没有看到 那曹大小姐的眼刀一般 哎呀呀 你瞧瞧我这记性 晋王世子 边说边笑着拍了拍额头 随即起身 拱手向曹月娥告罪 我真真是糊涂了 竟忘了今日 已约了一位书画上的好友 前来品谈一幅古话 倒把人家谅了这半日 曹小姐恕罪 我失陪了 既然世子有课来访 我就不再多做打扰了 告辞 曹月娥不情不愿 起身府里告辞 晋王世子盲还礼 并送出门去 面上挂着笑 季风朗月一派温和 曹月娥一抬头 针对上这张名利绝伦的笑脸 不由得心上一致 双甲又飞起两朵红云来 她一步三回头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世子府 临上轿前 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那朱红的大门 一旁的贴身丫鬟翠竹 忍不住在心里叹气 自家小姐 从小就对晋王世子上心 激进失魔 可怎奈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这晋王世子 每每对小姐 都是敷衍堂塞 分明就是无意 虽实情如此 可以小姐的脾气 是根本听不进劝的 且这些话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 谁敢去说 但若真就这样放任下去 一旦闹出些什么事来 那他们这些贴身伺候的 就是个万劫不复 真是让人左右为难 本想着小姐 今日来世子府 把话说透 世子若拒绝 反倒是好事 能让他彻底死心 可谁知道这两人 一来二去 又如往常一般打上了疾风 一个欲语害羞 一个装聋作哑 翠竹的头发 都要击白了 小姐 刚刚为何 不在世子面前直说 翠竹见自家小姐 又站在人家门口犯傻 连忙上前搀扶 引到较前 说了又怎样 圣意不可为 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吧 翠竹心下一审 什么圣意不可为 入宫之事 目前只有老爷一人作响 圣上 太后尚未赐下旨意 如若世子真心愿意 此时去向老爷提亲 老爷未必不会答应 说白了 小姐不过自己心里也没底 怕一旦 在世子面前自荐 若不成被拒 自己反被轻荐 先不说 翠竹心里是如何埋怨 暂放下 这对吃主怨仆不表 且说那府内的晋王世子 立在花厅门口幕 送着曹月娥一静离去 原本春风满面的脸上 瞬间收了笑容 嘴角微微挑起一丝不屑来 一旁的乔通 也一改刚刚微微诺诺之状 站在世子身后笑道 这曹家大小姐 对世子 真可谓痴心一片 晋王世子 不禁冷笑一声 雍之俗粉罢了 若不是看待他父亲曹取然 是户部上书 尚有几分作用 我也不会去废心里他 乔通听得此话心中叹气 世子不过才刚满十九 却似乎从未活得自已过 自小便留在精中为至 看尽各色人物的脸色 小小年纪时便已然学会 假意周旋须于尾仪 虽然面尚看似温和恭俭 但实际心中一直常怀戒备 真真是辛苦不易 人都安顿好了吗 乔通正心中感叹 胡听世子问话 忙拱手回道 回世子 均以安顿妥当 他们主仆 共三人 皆安置在后花园西北角的小院内 那儿少有人去 且我已警告金吕 让他看好内宅 不要让人过去打扰 金吕是世子身边的大丫鬟 为人谨慎妥贴 忠心耿耿 内宅一向交予他打点 十分妥当 这些年来 更是清理了不少府中的眼线 深得世子信任 果然 世子一听 点点头 未再多说其他 只说了句去看看 便抬脚 往西北小院方向去了 乔通急忙跟上 小院以着人 收拾一心 房间不多 一正两偏 但盛在变光充足 且十分安静 锦王世子 一把推开正房房门 正看见民间内的 官帽椅上坐着一个少年 赤惯着右臂 有一小丝上药 二人一打照面 君仙是一愣 随即那少年 站起身来 灿然一笑 叫了声 大哥 秦浩宇七岁 在京中为至 现已有12年 自己是其便知 自己有位孪生弟弟 叫秦浩轩 因一出生先天不足 自小体弱 强宝中便送到 仪式外性灵圣手那里调养 后又在外京高人指点学习武艺 虽为同胞孪生 但从小到大 竟从未见过 此时一见 这世上竟真有一人 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简直如照镜子一般 心下先是一惊 随即便悲喜交加起来 毕竟血浓于水 在京为至12年 乍一见到亲人 怎能不喜 怎能不背 于是秦浩宇大步 走到浩轩面前 扶住他的双臂 叫了声 轩帝 瞬间进泪营 鱼矿不能自已 浩轩本是个心胸疏阔之人 刚见浩宇时 虽也惊讶 但到底缘也知道自己 有一个孪生哥哥 又奸此行目的 本就是为了浩宇而来 所以并未十分震动 心中只有欢喜 脸上便灿笑起来 在尹浩轩 自小养于民间 虽未能 锦衣玉石娇生惯养 却自幼生活 颇为平顺 从未受过如浩宇 这般担惊受怕 寝食难安的苦楚 故而一见面 也未能像浩宇 这般感怀良多 可谁知 先是手足无措 随即也感慨伤怀起来 执着哥哥的手 百感焦急 兄弟二人对脸站着 指手无言 默默捶嘞 乔通在一旁 看在眼里 盲姐劝道 世子爷 二公子才到府中 又身上有伤 世子为了二公子的身体着想 也莫要太过伤怀啊 浩宇一听 忙去看浩轩背上的伤 浩轩有些不好意思 边稍稍向旁躲着 边笑道 大哥莫看 这伤口丑得很 莫惊吓到大哥 一用军中的法子缝合 愈合后 拆了线 就无甚大碍了 世子莫听我家公子的 这伤口颇深 若再偏一偏 就要穿进后心了 还有那胳膊上的伤也是 若不好生僵养 以后如何拿捡 细报 浩轩转头 瞪了一眼 刚刚给他上药的小丝 就你多嘴 细报绝了绝嘴 却到底不敢再言语 整张脸皱成了个苦瓜 浩宇十分担心 皱着眉头 忙扶浩轩坐下 口中念叨着 乔通辅医呢 可叫来给宣帝看过 浩轩忙道 大哥放心 大夫来看过了 却已无碍 正说着浩轩的青髓 包大海 端着要走了进来 一件柿子也在 赶紧放下药行李 浩宇忙让乔通去搀扶 说道 都是自家人 不必多礼 转身坐下后 又去看浩轩 乔通带来宣帝口信时 我吓了好大一条 父王之前传过信来 说 宣帝即将带着一对人马 护送赫里上京 来和陛下新婚之喜 怎么 现在只有宣帝三人 且如此狼狈 浩轩抬头 朝洗宝和包大海 使了个眼色 二人心领神会 转身出去 乔通看了自家主子一眼 浩宇微微点头 乔通也转身 跟着出去了 并回身顺手 严谨了房门 大哥可知 话一开头 浩轩的神情 呼得就变得沉重起来 父王的身体 原就有消可之症 太医一直给用着玉叶汤 只是平日里 父王对医主 甚时甚未之事 却多有不济 致使近几年来 愈发不好了 尤其这一年来 更是行销鼓励 绞生烂疮 甚至还染上了肺牢之症 太医说 也是这消可症引发的 父王现在 虽勉强支撑 倒也仍可批阅公务 可太医说 最多也就是这一年内的事了 什么 浩宇大惊 父王的身体 何至如此 浩轩垂头默默不语 浩宇吻了吻心神 又道 以前母妃在世时 常通过金钟暗庄 暗暗向我传信 已知那几年 我颇知一些西北的情况 王父去西北后 恩威并失 尤其先帝驾崩后 王太后忙于夺权职党 竟对西北无暇顾及 乃至父王未用几年 便收复了当地的军政明星 后来母妃去世 父王虽有有来信 却到底消息不畅 只是听说 你先是学艺归来 在母妃病床前尽孝 后又去了军中历练 近几年 倒是你频频 从西北发来密信 我方知西北之事 原也知父王身子 不胜康泰 可谓承想 竟已如此 浩宇后面的话 哽在了喉咙里 眼圈一红 随即起身转向一边 仰面腹手力 努力逼回眼中的泪水 自己虽七岁 独自流金为之 可那时已十分济世 父王母妃 自小对她疼爱有加 这份慈爱 亦是她这几年孤苦无一之时 唯一的未解 坐在一旁的浩轩眼神 却暗了暗 和浩宇不同 她自小被养于民间 虽未受过浩宇所受之苦 却意味如浩宇 一般从小 常于父母膝下 自己小时候 除了师父教导 从未想过父母疼爱天伦之乐 带回到西北时 局势正为复杂 父王 不提也罢 母妃已是病入膏肓 且心心念念着 一手养大的浩宇 偶尔竟也有 把她认错之时 想到母妃 弥留之际的遗愿 浩轩先是一探 然后抬眼对浩宇道 大哥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带你回西北 浩宇猛然回头 正对上一双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眼睛 只是那里 面满是坚毅之色 第十一章兄弟 浩宇震惊地 看了浩宇片刻 随即垂眸一笑 回西北 如何回 朝廷是不可能放我回去的 何必要朝廷允许 浩宇此话一出 浩宇又是一惊 抬眼看他 浩宇的语气中 显出一丝傲气来 如今的西北 可不同于十年前 西北军政 尽在我们手中 西北官兵 更是指之有晋王 不知有朝廷 也是那雍和皇帝失算了 原本以为苦寒缺水之地 父王纵有凌云志向 却也是虎落平阳 可他不知洪湖志远 安能被环境所限 王太后近几年 几乎对西北不闻不问 他却不知西北 早已不是当年的西北 我此次请应进京 成贺喜之机 正是想和你好好谋划谋划 看如何暗暗 把你带回西北 浩宇四是听出玄机 坐到浩宇旁边 看他问道 此事是父王的意思 还是 只有你如此计划 浩宣句句未提父王的想法 又甩开和亲队伍 只带两个亲信进京 不怪浩宇有如此疑问 浩宇听后 晦涩地看了看浩宇 大哥可能不太了解 现在的父王 他 当年初到西北时 为巩固地位 娶了当地一豪族之女冯氏 为侧妃 后又生下一子浩林 现年十岁 父王对冯氏母子 颇为宠爱 那些年我又学艺 在外不在 母妃身边 母妃过得 很是艰难 那冯氏竟敢渐月 母妃不成 浩宇一听 当即愤然而起 何止渐月 浩宣冷笑一声 说其狼子野心 欲娶而待之 也不为过 大哥不知 冯氏一族 在西北已精英几代 盘根错节 势力不可小觑 母妃在世时 冯氏便仗着娘家的势力 多有渐月 母妃后来郁郁寡欢 乃至病体成科 与这冯氏不无关系 现在浩林 渐渐长成 母妃已轰 冯氏的野心 亦显露无遗 其在西北结党营私 更妄想让浩林 浩宣微微一顿 敏纯看向浩宇 想让浩林取我而待之 浩宇反问 随即垂谋端茶 看不出情绪 作为孪生兄弟 浩宣确知他心里 定是极难过的 与父王多年不见 心怀如目 不想却已有别的孩子 占据了原本属于 自己的宠爱和器重 这一点浩宇 或许不如自己 至少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被宠爱器重过 也就不会有 后来的失望和难过 秦浩宣颇有些苦中作乐的想 随即心下对自己一审 苦笑一声 我之所以这么急匆匆 来京想要带你回去 就是因为父亲身体 十分不好 冯氏最近动作频频 你又独自留在京中 万一他勾结朝廷 沆瀣一气 暗中加害于你 那就真的无可挽回了 而且 母亲临终前 浩宣咬了咬嘴唇 浩宇抬头看他 眼中满是期待 浩宣低头道 我曾在他床前发誓 定会带你回西北 让你坐上晋王之位 所以 大哥 浩宣抬起头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次 我一定会带你回西北 我们俩一起到母妃坟前磕头 到母妃坟前磕头 浩宇看着浩宣 眼眶瞬间又红了 是 浩宣重重点头 这次 秦浩宇的泪 终究落了下来 兄弟二人默默无言地 对坐了半日 一个垂泪 一个红了眼眶 都低着头赶怀了半日 最后还是浩宇 掏出帕子擦了擦眼角 温和地看向浩宣勉强笑道 你我兄弟说了这半日话 我竟就哭了 宣弟该笑话哥哥了吧 怎么会 这正是大哥的至情至性之处 弟弟知道 大哥是思想母妃了 浩宇叹了口气 所以又抬眼去看他的伤 问道 宣弟 你这伤是如何弄的 怎么好好的 受了这么重的伤 浩宣看了一眼 自己的右臂 道 大哥可知当今守府王之身上 有一块西域进贡而来的暖玉 略有耳闻 据传这玉十分神奇 佩戴时能使人冬暖夏凉 何止如此 父王收到的消息是 此玉能治疑难杂症 使佩戴者经脉通顺 气血充盈 更兼有延年易寿之功 也有人说王守府之所以身体康健 极少生病 皆是这暖玉的功劳 父王这几年 深受沉寂所苦 对其药灵食 十分赤迷 曾派人去广搜天下灵药 又寻些奇人术士 开炉炼丹 可效果皆不甚好 献盖因世人将那暖玉传得神乎其神 父王竟十分神往 也曾多次派人去西域寻过 可再未找到第二块暖玉 我想父王既然对这东西如此执着 不如到来 等大哥回西北时 由大哥献给父王 父王定会欢喜 由此对大哥亲眼有加 这样无论倒是西北 局势如何 大哥也能站得先机 浩宇听到此处 甚是感动 忍不住叫了一声弟弟 再就说不出话了 浩宣继续说道 正因如此 我便倒带着包大海 喜宝二人离开贺卿队伍 先行一步来到京城 在王智府外蹲守了两日 却见他府上戒备慎言 竟不得下手 正无可奈何之解 不想那王智 竟于昨日傍晚带人出城 塑在了城郊别院 说到这儿 浩宣颇有些不好意思 也是弟弟大意了 远想着城郊别院的人手 戒备定不如今内 却不想那别院内 竟大有玄机 全是高人设计的 奇门遁甲之术 弟弟一时不察 就着了道 浩宇听完这番话 已感动至极 伸手握住了浩宣的手 宣弟为我 竟受了如此大苦 说着浩宇的话梗在喉中 眼圈也又红了起来 慌得浩宣盲站起身来说 大哥莫要担心 不过是些皮外伤 几日便好了 一时着急 竟扯动了伤口 浩宣顿时呲牙咧嘴 绷带上也阴出血来 惊得浩宇赶紧站起来扶他坐下 训斥道 好好地乱动什么 再绷了伤口 可如何是好 还别说 哥哥的感觉来 于是便继续赤道 那什么 暖玉治病 纯粹是无稽之谈 如果一块石头 就能治病 那还要太医 药是何用 我看到王志府中 一年到头也没断了草药的变满 更有 那王太后 和当今圣上 不比王志金贵得多 有这等灵丹妙药 王志哪敢私藏 还不陷于宫中 那王太后年初 还生了一场小病 也不见那灵石 治病一说有用 我看定是父王 被臣科顾及所累 听信了外面的传言 便病急乱投意 却不知全是一派胡言 悟性反而延误了病情 宣帝快打住这心思 宣帝快打住这心思 宣这些无稽之言 为哥哥以身犯险 又受了这么重的伤 遭了那么大罪 哥哥我这心里 如何能过意地去 说到这里 浩宇是真说不下去了 所有的话都耿在了喉咙里 出不去也咽不下 这十二年来 自己在京中无依无靠 战战兢兢 看似锦衣玉石 实则如履薄冰 人如宣帝一般为他着想 甚至以身犯险 浩宣扶着浩宇的手 和他一同坐下 不好意思地用左手挠了挠头 我也不信真暖玉之兵一说 传得也推神了 可是怎奈父王信呀 我们信不信 那传言真不真 有什么要紧的 我想 主要是把那石头拿来 让你献给父王才是要紧 休要再提此事 我就是没那块石头 也能回得西北 堂堂七尺男 反要靠一块石头立足 我还不如不回去地干净 你好生再次僵养 莫要再去信那些传言怪谈 我看你这伤口颇重 如若不好生养着 留下病根 看你到时候怎么去哭 浩宇说着 颇眉威慑里地瞪了浩宣一眼 浩宣又灿然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见他这样 浩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拿手点着他说道 我到今日 闹得满城风雨 让久不露面的泰安郡主 都寻成宣唱当朝告状的刺客是谁 竟原来是我的亲弟弟 真真是好本事 泰安郡主 浩宣心中一惊 只疑惑地看向浩宇 浩宇见他如此 导生了几分弹性 这位泰安郡主说来 还是你我的孤舅表妹 就是那位祝先帝夺位 并逼父王远赴西北的 镇国大长公主之女 多年来默默无闻 在京城险桂圈中 早已销声匿迹 却不想 就是这样一个寂寂无名之人 今天却做了一件 搅和了整个早朝的大事 说着 浩宇便将今日早朝之上 王 其两党如何交锋 如何引出王守府 御赐之事 泰安郡主又如何派人 进城一路宣唱 上朝告状等等 一一说与浩宇 浩宇面上未露 心中却越来越惊诧 想起昨夜那少女 不行 不行 浩宇连忙定了定心神 又想当那管清玲玲 却满是杀伐决断的声音 寂寂无名 未必 这样想着 浩宇忍不住问道 这么说来 那泰安郡主缘形势低调 可今日形势 却十分反常 可这又是所为哪般 浩宇听他此问 不由得一笑 道 宣帝这话若是问别人 可能不知所以 可恰好为兄 却知道其中的官巧 你长于民间 咱们皇家很多 心命你不得而知 据说 这泰安郡主缘 和当今圣上有婚约 什么 浩宇一听 疼得站了起来 随即意识到 自己失态 忙又重新做好 浩宇道 是没太在意 继续道 宣帝很惊讶是不是 既然圣上 和这泰安郡主有婚约 又如何即将迎娶 那王氏女为后 这不过是王太后的手笔罢了 当年雍和地下只赐婚 却未诏告天下 但此事皇家内部 金中 显贵皆心之肚明 可王太后为了他王家的荣耀 竟敢公然矫照 另聘王氏女为后 那皇族之人 和金中显贵 怎会一塌 宣帝幼稚了 一来王太后和王家 献下只手遮天 朝廷内外 谁敢违背 二来那圣旨 从未召告天下 后又不知所踪 我猜测 必已被王太后销毁 再加上泰安郡 主又年师户 无依无靠 谁会冒着得罪 当权太后的风险 为一个孤女去出头 所以我看呀 这皇后之位 注定与这泰安郡主无缘了 无缘 就好 浩宣听得出神 似是自言自语般 说了一句 宣帝说什么 浩宇端起 茶碗随口问道 我是说 皇后之位 有什么好的 成天求于皇宫那 一方天地之中 又有王太后那样 一个婆婆 真是个憨弟弟 那可是吉人之位 凡女子自然 皆想去坐上一坐 浩宇笑道 随即放下茶碗 看向浩宣 而且泰安郡主 或许也是如此作响的 今日之事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 倒像是泰安借此发生 以真后卫 遥想当年 我也曾在咱们的曾祖母 瑞翼太皇太后那儿 见过几次泰安郡主 却是粉雕玉琢的 一个小人 可惜啊 后面的华浩宣 未听真切 他心中隐隐觉得 有些事 或许并非如浩宇所言那般 可却又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而浩宇口中 泰安郡主界 已发生争后的那件事 不过两日后 便有了个结果 第十二章成见 那日 王太后借口身体不适 扔下了满朝文武 躲回后宫 太安郡主在城 敬奏张前敬打马游街 宣唱了半个京城 一时间 王首府独子不敬先帝 见月当今之税 被传得沸沸扬扬 督察院及各部不少官员 上了奏折 全是要求严惩王天号的 王氏一挡此时 倒都沉默下来了 一个个装聋作哑 默不作声 见此情形 王太后果断地病倒了 她想得简单 你们这此御史大夫 还能追到后宫逼我不成 不过 她也确实想简单了 太后奉体为何的消息 已经传出 立刻有吏部 又侍郎李卫风上书 奏章中 先是对王太后 极尽感激吹捧 称 太后奉体为何盖 因日理万机 为国操劳 太后母仪天下 时事历代 贤后之典范 但末了话锋一转 又称 太后正因操劳过度 才导致奉体抱恙 现皇上 已年满十八即将大婚 且贤明温后世为明君 太后 也因还正于皇上 自己在宫中 已养天年了 李卫风的这悼奏折 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同一时间内 竟刷的接连 冒出了十几份 请太后 还正于地的奏本 以前 朝中倒也不是 没有人提过还正之事 但不过就那么 一两个人发声 势单力薄 王太后从不予理会 可这次不同 朝什么好似 商量好了一般 一起发难 气得王太后 银牙咬碎 一连摔了几个茶碗 王太后这乡 还没想出个对策 那乡皇室宗族的 族长夫人超品告命 沁王王妃 拄着他的龙头拐杖 穿戴着大礼服 郑重其事的进宫拜见 太祖开国 打下江山 到如今 已有百事余年 当年太祖传为太宗 太宗包帝沁王爷 秉姓纯良 为人耿直公正 被太宗封为皇室族长 旨在 让其掌管宗法 主持祭祀 更兼约束宗室子弟 促都后辈 后来皇室族长一职 皆由此之 优秀子弟担任 到如今这一辈 已有三代 这一辈的沁王 乃是建元帝的堂弟 雍和帝的堂叔 王太后见面 也要称其一声叔父 今日所来拜见之人 正是他的郑妃嫡妻 王太后 一听来人不敢怠慢 虽郑病于踏上 不好起身 但也忙让月姑去迎 不出一刻中 便见 满头花白的沁王妃 由月姑亲自搀扶着 步履稳健 杀气腾腾地走进殿内 臣妾参见太后 老王妃身如红中 俯身便拜 惊得王太后连忙欠身 这月姑赶紧将老人家 搀扶起来 庆王妃这一拜 到底是没拜成 被月姑掺着 坐到一旁的圈椅上 皇审切莫见怪 这几日身子不爽力 树哀家 没能起身迎宁 王太后 靠着个引枕歪在榻上 冲庆王妃歉意一笑 太后严重了 臣妾气感 只是太后 为国如此操劳 当要保重身体才好 庆王妃此话一出 王太后心中顿时 锦铃大作 皇审这 可是为了朝堂上的事儿来 庆王妃一笑 朝堂上的事 臣妾不懂 妇道人家 也不亦掺和 我只是听说 太安那丫头 将太后娘家侄子 见仙地龙迎见不败之事 宣扬得满城风雨 现在整个京城的百姓 都在议论此事 那王家子 居然也不知收敛 今日还有人看见他在外 大摇大摆的招摇 现如今 娘娘身子不爽力 这事儿 竟然一时半会儿 给不出个章程来 我只是怕 若再过一月二日 朝廷还是没个决断 那些百姓口中 不知道把咱们皇家 传成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 会把太后的娘家 说成什么样子 届时 宗室的脸面 可就要丢上一丢 先帝在地下 恐也难得安宁 太后作为秦家妇 那时又会有几分 脸面可存 庆王妃 看向王太后的眼神 意味深长 那最后 一句话声音不大 说得也颇慢 可却让人觉得 眼力非常 她的意思很明白 你要袒护你侄子 我不管 可却不能让你 拿着皇家的脸面 先帝的尊严 去盗贴你娘家 如果连这些都不顾忌 继续装龙作哑 那你也没有资格 再做这皇家的媳妇了 王太后 哪有不明白的 历时干笑两声 这事儿 确实不像话 天后年纪到底太轻 也没见过什么大阵仗 可能当时泰安 请出先帝的龙音剑 她并不认得 不知真假 也是有的 当然 此次定要对她惩戒一番 可念在她却是年幼无知 不识先帝遗物 小城大戒一下 也就是了 不尽先帝之名 却是万万担不得的 正所谓不知者不怪嘛 听说那王家小子 还口出狂言说什么 要诛人九族 皇神且莫多想 那不过是天后自小 与浩元一起玩到大 兄弟俩亲密无见 平时说的玩笑话罢了 也是浩元爱玩笑 这话 当笑话说给天后听 天后听多了 顺口就说了出去 哀家敢作保 天后这孩子性子单纯 有口无心 绝无僭越之意 王太后觉得自己 为了这番解释 简直绞尽脑汁费尽心思 直说的口干舌燥 心火都成了几分 哦 庆王妃笑着看向王太后 刚刚那番解释 一听就是无稽之谈 王天后都二是有一 还年幼无知 可这毕竟是当朝的听政太后 真要是撕破脸皮 大家谁都不好看 太后既这样说 臣妾倒是明白了 虽说这王天后 年幼无知 又不知者不怪 可小城大戒 还是要的 毕竟是官皇家的脸面 请太后慎之 那是自然 见庆王妃 终于松了口 王太后不由的心中一松 与她又略略寒暄了两句后 不由的抱怨道 这泰安也推莽撞了 明明本无甚大事 她偏偏要生出些是非来 今日这事 如若她不由皆宣唱 何至于闹得人尽皆知 庆王妃正低头喝茶 听到这话 也不抬眼 慢悠悠地说道 都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 如何不闹 那七峡山上住的全是女人 真要让王天后带人闯了上去 泰安的明节还要不要 有些事她不争 不代表她就软弱 真要把人欺负狠了 女人都有三分吐性子 庆王妃这番话中有话 连敲待打 着实厉害 历史让王太后闭口不语 当年初选王启然为后时 庆王妃 曾代表宗室 找王太后谈过泰安郡主 曾被先帝赐婚一时 王太后却推说 那只是当年先帝 与郑国公主私下商议 自己并不知情 且又为诏告天下 线下也寻不到圣旨 故而她绝不认可 赐婚一事 庆王妃当时气愤不已 却也无可奈何 泰安郡主年少懵懂 自己曾问过她圣旨之事 却一概回答不知 如今 王氏一族势大 宗氏虽想尊先帝一愿 但怎奈亦无圣旨二位诏告 且以泰安之弱事 进宫对她未必是件好事 想想当年郑国的英姿 庆王妃只能长叹一声 护着她的后人 好好活下去才是正理 也算无愧于 他们当年的殊职情谊 因此 这一番敲打 又引射了当年之事 王太后与庆王妃 巨多沉默下来 气氛一时变得尴尬 送走庆王妃后 王太后便不敢再病下去了 无论她多不情愿 庆王妃有句话说得很对 如若皇家丢了脸面 那她这个太后 又会剩几分脸面 王家毕竟是臣 若为臣子而搏了为君的脸面 那这臣子也应该是做到头了 第二天 王太后的病就彻底好了 又能上朝听证了 她当朝 直接处理了王天昊之事 却是高拿轻放 直下只斥责一番 命她禁足一年 在家超血仙帝所著 警示语录 百遍 并好生读书 随后 又对七侠赏赐无数 皆是女孩子家喜欢的绫罗绸缎 公花朱翠 又有胭脂公粉 机巧玩物 不胜枚举 其壮坡似小而打架 义方父母 做出补偿之态 道令朝中 众人哭笑不得 对于这个结果 其实义党 当然不甚满意 可却也颇知 见好就收的道理 指望仅凭此一役 便扳倒亡党 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结果 不尽如仁义 可好得有了个态度 这不过是 刚刚迈出的第一步 言之千里之低 不会溃在这小小的乙穴之上 不急 不急 其正轻捋着 胡子心中轻笑 这帷幕 才刚刚拉开 好戏应该还在后头 与此同时 荣迪的贺卿使团 到达了大齐的京城 在受邀来贺的几国里 荣迪来的是最早的 当日七霞山上 卓华在禅房中 做完早课 又用了早饭 见今日春光正好 便难得的到后院 和堂附近走了走 郡主 三姑手里 拿着飞鸽传书走来 两件事 一是今日早朝 王太后下旨 身斥了王天昊 并命她在家中 敬足一年 好生读书 估计给七霞山的赏赐 也不日便该到了 嗯 知道了 卓华随手接过 听学手中的鱼石 撒了两把 这王太后 如此糊弄了事 简直是把天下人 都当成傻子 三姑皱眉 颇有些愤愤不平 三姑不必动气 卓华反而一笑 安慰三姑道 本也没想着 会立竿见影 咱们把万事都做足了 自会水到渠成 对了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 便是荣迪贺 亲爱使团进京了 哦 浊华转眸 看向三姑 微微一笑 你瞧 这东风不是来了吗 第十三章 荣迪 月余前 荣迪王婷 你的消息可当真 二皇子府内 肖父唾袭 坐于案前 一手握杯 抬眼看向坐于 对面填侧 确为属实 填侧年届不惑 头戴纹生公子精 和下三缕美然 笑语间露出两分得意 此为 从大齐来的一言商所说 称镇国公主的唯一后人 泰安郡主被大齐朝廷搏代 数年身居简出 更让人不愤的事 田策说着 向前探了探身子 据说泰安郡主与顺平帝 原有婚约 是大齐的先帝雍和 亲自下旨 只不过当时并未召告天下 王太后有意隐瞒 这圣旨又不知所踪 故多年来 此事竟无人提起 绞招废后 王室豪大的胆子 如今 近海赶四海广发喜帖 称顺平帝 即将与王室女大婚 萧富托微微 有些兴奋 深棕色的眸子 陡然如阴笋般 锐利起来 他站起身 高大的身材 隐在竹影中 如黑塔一般 黑色长发护的甩于身后 露出深目高鼻 侧脸棱角分明 田侧阳起头 眼中闪着笑意 王室大胆 也不是这一两日了 他已听政八年 任朝臣多有非议 亦坚决不还正于顺平帝 更是扶持其凶王志为相 广直党羽 权倾朝野 陷下顺平帝 已年满十八 且即将大婚 太后还正于帝的呼声 越来越高 这对母子间的嫌隙 我想已然不浅 而若此时 再爆出太安郡主一事 王太后矫诏 这有何用 萧富托不以为然 夺不置刀架旁 随意拿起宝刀说道 太安郡主 毕竟是个女子 且多年来默默无闻 估计已被王太后 养成废人 爆出此事 对我们并无好处 诶 此言差也 田策忙起身近前 看着萧富托意味深长 虽说太安郡主良有不知 可辽东柳大将军 却是一等一的劲敌啊 哦 萧富托抬眼 看向田策 此言何意 想当年辽东平城之战 我荣笛大将军 忽略携青手 砍下灵驸马的人头 后来柳大将军 帅不发力 攻至王庭 是要灭我荣笛 夺回林驸马的人头 导致我不向大齐请降 并送回人头 柳大将军方 才善罢甘休 为何 为何 据说 当年的林驸马武功盖世 征战多年 从无败计 辽东之战 若不是大齐朝廷粮草拖延 后援不足 我军未必能胜 至平城一战时 齐军已断粮数月 我不方有机可陈 当时 以林驸马的武功 足以自保 可皆因其围救柳大将 军行至城门又折回 方才背后中了 忽将军一箭 而那箭 却本是射向柳龙孝的 后 林驸马平一己之力 拼死抵住我军围攻 只为护柳龙孝 撤出平城 当柳大将军 代步撤离 林驸马才因力竭 被忽大军 一刀砍下了脑袋 你是说 泰安郡主之父 对柳大将军有恩 何只有恩 只是这些事 忽大将军觉得丢人 不愿提起 毕竟数百人为战一人才 让他讨了便宜 又加上时间久远 竟无人所知 你的意思 是让我们驻泰安郡主夺后 去拉拢柳大将军 不妥 不妥 肖腐托边摇头边 将宝刀放回架上 先不说这柳大将军 与我荣敌为敌多年 拉拢不来 就说这寺院 据我所知 柳龙孝的妻儿 皆死于当年辽东之意 且多年来一直未娶 可见他对我荣敌 已仇身四海 这样的人 别说拉拢 不找时机寻仇就已经不错了 拉拢岛未必 离剑却有机可乘 离剑 对 离剑 肖腐托到底是个聪明的 眼珠一转 便想通其中的官窍 你是说 这顺平帝 还是要娶王侍女 可当年雍和帝赐婚一事 也要抖落出来 而且还要闹得越大越好 二皇子英明 田侧捋着胡子 笑着点了点头 颇有些老怀欣慰 如此一来 王太后搅诏 泰安郡主受了朝廷亏待之事 就人尽皆知 柳大将军到时候 自然不能装聋作哑 就算他迫于自身的虔诚 想要装聋作哑 那时也要看看这天下人的口水 是否能放过他 且据我所知 这柳大将军 倒不是个贪力胆小之徒 否则当年零驸马 也不会貌似救下他 此事 肖腐托尘音片刻 屈指敲了敲桌案 可行 这些年来 恢复我荣敌强盛 收回辽东石城 一直是父王的心愿 呵 简直快变成心魔了 如若柳龙孝真和大旗反目 那我们就有机可趁 就是再来一个平成大姐 也不是不可能 肖腐托越说越兴奋 深不见底的双眸 射出两道金光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田侧也兴奋起来 如若此件事真成了 对二皇子 您将来夺敌 可是一个大大的砝码 夺敌 哼 此言一出 肖腐托 立时冷笑一声 我本就为敌 何谈夺字 我母亲 是王后正氏 母族韩氏 更是血统高贵 若不是母亲体弱早逝 怎可能 让雕氏母子小人得志 我看父王这些年 却是有些老胡 皇子慎言 田侧大惊 忙白手制止 后半句话戛然而止 肖腐托阴沉着脸 默了一会儿 方才放低声音说道 肖腐开 明明是小腐所养 就因比我早生三天 倒占了个肠子 母后去世后 不想那雕氏小腐 竟被扶正 小腐之子肖 腐开静 反而成了嫡长子 现在这戎笛上下 竟有不少谄媚小人 为雕氏母子所用 谁还记得我 才是父王真正的嫡子 皇子妾不可自暴自弃 田侧急忙贵岛 在地俯首便拜 皇子身系 韩氏一族的希望 一肩负着 荣狄复兴大忌 万不可被私怨所累 当今之际 皇子维稳住雕氏母子 徐徐图谋 那大皇子 虽占敌长之名 却才能不足 雕氏原系女奴 不过会先魅君获主之计 尚不得台面 这荣狄上下明星所向 皆在二皇子您的身上 朝中众臣 也大都暗地里 任您为主 我们现在只缺一个世界 一个功劳 好让大皇子 彻底丧失夺敌之介 田先生 快快亲切 田侧的一番话 说得肖父拓平下心来 上前将他扶起 今天牢骚太盛 让先生见笑了 我这就去寻父王 请命为大齐贺青史 近几日便清代贺青史团 出使大齐 说到这里肖父拓不禁 又冷笑一声 离大齐皇帝的大婚 还有数远 我就不谢 咱们不能把他大齐的京城 给搅翻天 五日前 大齐与荣狄交恶数十年 早在前朝便以水火不容 也不过是近几年来 荣狄经当年 辽东一意大伤元气 才俯首称臣 可也似乎并不安分 因应有蠢蠢欲动之事 大齐的百姓 对荣狄的态度 可谓代代仇视 虽这几年 荣狄那共称臣 建立邦交 可因之前的战火伤痛太深 荣狄的贺卿使团进京 并未得到京城百姓的欢迎 大家反应平淡 甚至隐隐透着些许敌意 但百姓毕竟是百姓 朝廷却不能坠了大国之风 有失威夷 于是 作为第一个进京的外国使团 贺卿使肖富拓及其人马 受到了大齐朝廷热情周到的款待 荣狄使团先在驿馆休整了一日 随后 王太后携顺平地 在宫中的德林殿 办了一场盛大的迎宾宴 期间四平以上官员 皆可携家眷出席 大齐国风开明 有四圣堂 对女子并不过分苛求 京中贵女 时常交游踏青 游街骑马 再加上现今当政的太后 亦是好玩好乐之人 所以常常又有官员的家眷小姐 参加宫宴 而民间的赏花宴 观雪宴 探春宴 稍尾宴等等 贵女间的宴会小聚 更是名目凡多 不能一一细数 此次宫中举办的迎宾宴 于京中 众贵女心中 还是大为期待的 原因无她 只因荣敌使团刚到 贺青使荣敌二皇 子萧富拓风采 过人之说 便不进而走 一夜之间 传遍了京城贵女圈 大家都想借此次宫宴一睹 这荣敌皇子 何等风采 顺平八年三月初一 荣敌使团 正式觐见 大齐皇帝 及太后 同是摄人引荣 敌二皇子贺青使萧 富拓自成天门入宫 至太极殿外 届时 鼓乐旗奏 皇帝 及太后升座 使者入门后 鼓乐旨 萧富拓等人 骑手行礼 随后有礼部官员 引众使者升座 顺平帝 与太后劳问众使者 多有寒暄 兵主敬欢 当晚 宫中德灵殿设宴 款待荣敌 来使众人 参宴的众贵女们这时 也终于一睹 荣敌皇子萧富拓的真言 只见这荣敌二皇子 身材高大 红武魁梦 更肩高鼻深目 棱角分明 站在殿中端的 是阴气勃发 风姿萨萨 不过 可惜 现今京中多流行举止 偏偏风流潇洒的美少年 如晋王世子秦浩宇 少年探花郎奇少风 就连前儿刚闹出夜闯七霞山 被太后禁族读书的 王首府之子王天昊 也因纯红腐白的好皮囊 被一些拍马者吹捧成京中 第一美男 更别说当今圣上 也是一等一的温文尔雅 风流俊逸 因此 向荣敌皇子萧 付着这种英姿勃勃的长相 似乎并不对众贵女的胃口 郑三品户部 又侍郎谢高行的二女儿谢晶晶 此时就皱着眉头 嫌恶地撅起了嘴 转头对身边的密友曹月娥说道 什么风采不凡 这京城里的人 难道都是些瞎子不成 明明是一蛮以满汉 竟被传成了这样 比起你那世子哥哥 可真是差得远了 曹月娥本正百无聊赖 一听谢晶晶 说起晋王世子 便立马眉开眼笑 转头去寻情好语 见他正在皇家 那一群郡王世子中长六善武 似是如鱼得水 不禁心向网之 伸着脖子看得发呆 谢晶晶也跟着伸长了脖子 顺着曹月娥的目光看了过去 林了扎巴了一下嘴说道 嗯 这晶王世子 这两年倒是风采日盛 可惜啊 说着谢晶晶缩回了脖子 可惜 还是比我表哥差了那么一点 曹月娥正看得出神 冷不丁却听见这么一句 本要发火 可以转头 正看见谢晶晶 那滚圆滚圆的身体 又想起王天昊 那副由头粉面斜眉掉眼的浪荡样子 不禁忍不住享乐 偏巧在一转头 又瞧见兵部尚书 陆良川的妖女陆五娘 坐在远处落落寡河 颇有些曲高贺寡之态 曹月娥嘴角上的笑 就再也忍不住了 她忙抽出帕子 掩了掩嘴角 陆五娘生得羞眉俊目 十分俏丽 可行事却孤傲不群 又兼性格乖张孤僻 习武刀弄剑 与他们这些贵女 劫青之意 只是这事 还没正式捅破 并未走理 但差不多 也就是陛下大婚之后的事了 可这谢金晶 还在这做她的春秋大梦 对王天昊这种货色 竟也能垂涎 可真真是极有意思 要说这谢家 原本并非什么金中名门 谢高行 又是曹尚书的部下 曹月娥 本也不必这样 顾及着谢金晶 可 谁叫谢家 是王太后 和王首府的外家呢 谢高行 是这二人 正经的孤舅表弟 再加上 谢家嫡长女谢芳飞线 正在宫中为妃 所以即使心中吃笑 曹月娥面上 却也不露 只随手给谢金 惊到了杯梨花酿 果然美酒美食在前 谢金经历时闭上了嘴 专心哼用起来 另一桌上 齐少唐正 仔细地看顾着唐妹少英 生怕她闹出什么差错 让人耻笑 以少唐妇 书之直 本是来不了 这迎宾宴的 但祖父 却是当今赐府 她和少英 以赐府孙女的身份 来参加这宫中的迎宾宴 还是绰绰有余的 哥哥少封 现为天子敬臣 虽品级不够 但陛下有指 魄力让少封前来半价 所以少封 虽于全殿品级最低 却是离陛下 最近之人 少唐抬眼 望了望正伴在陛下身边 精彩绝艳的哥哥 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颇于有容颜 一转眼 却又看见晋王世子 坐在众公子中 谈笑自若妙语横生 真真的温润如玉 千和有礼 不禁暗暗在心中拿来 与哥哥比较一番 果然 也是一等一的翩翩家公子 只可惜 却过于谦让逢源 似是少了些风骨 少唐正胡思乱想着 胡听少鹰在耳边说道 姐姐 你看那陛下 长得果真俊俏 真真是一个 风度翩翩的风流郎俊 此话一出 历时荒的少唐盲 拿帕子借是少 鹰嘴角残酒去掩他的嘴 随后低声轻斥道 快莫胡说 怎敢如此望平圣言 且规格女儿 哪有随便去评论 男人样貌的道理 让人听见耻笑 少鹰撅着嘴巴转过头来 又端端正正地 重新做好 心里却偷偷念了两句老学咎 假道学 功仇交错 兵主尽欢 谁知歌舞奏罢一轮 萧父拓呼 而起身离席来到殿前 扶身向顺平帝 和王太后身诗意礼 道 久闻大旗 勿华天宝 人物风流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拓心中感慨 现宴非常 只是当年两国因一些举语闹得不快 但也已过数年 往事不必再提 如今 大旗借敌兵士前贤 同气连之 时事友好邦交之典范 托心中 十分感怀 在我们戎敌 往往要给最强的对手 献上最大的敬意 惊托特想对当年辽东之意的后人 表达静面之情 不知昔日 郑国大长公主和林大将军之女太 安郡主今日 可在宴上 此话一出 大殿内差时间鸦雀无声 第十四章难堪 前几日王太后娘家侄儿 玉叶闯七峡山之事 虽以下旨身赤 又命王天号 禁足读书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时分明 是被王太后高拿轻放的 给糊弄过去了 太安郡主 还是受了委屈 不过 受委屈 也就受委屈了 谁让太安郡主 这么多年默默无闻 又失忽无疑 今中又有谁敢为她出头 去向太后讨个公道 本以为事情 就这样过去了 太安郡主 只继续回去 做她那寂寂无名的透明人就是了 可谁知 今日这容 敌皇子只一句话 就要把太安郡主 拽回了是非圈中 太安郡主可在 对啊 当朝破例加封的一品郡主 难道还不如个 无风无疾的四品官女儿 竟然未能受邀参加宫中宴会 这岂不是华天下之大击吗 先不说郡主的皇室血统 也不说 其母郑国大长公主 对国有大功 更不提及父母 军卫国捐躯 单只说 朝廷竟如此博代功臣之女 这岂不让边关的将士寒心 岂不让他裹齿笑 岂不更让原本的对手 容敌彼一不屑 在场的大部分 都是聪明人 其中的厉害 几乎不用 去想就了然于心 王太后 自然也是明白 却别无他法 只能强行干笑两声道 太安郡主他 今日身体不适 向哀家告了假 并未参加此次宴会 哦 身体不适 肖富拓似笑非笑 莫不是前两日 被那玉叶闯七霞山的 大胆狂徒给惊着了 这两日 我在京城行走 倒是听了不少故事 真真是多多怪事 不可思议 不过是个误会罢了 王太后笑得愈发勉强 那脸上的江笑 几乎快要挂不住了 都是民间百姓 传言太甚 却拖了实情 原因过往 却不复杂 归根结底 不过是不知者不怪罢了 原来如此 肖富拓笑道 我到大齐 是仁义理性之邦 断不会 搏代了功臣遗孤 更不会有欺负二子 在我们荣敌 列蜀可都是 受极高礼遇的 万不会让其受半点委屈 更别说 那对国队名 有大功之人 那是自然 王太后 勉强笑应了一句 暗中却已把银牙咬碎 心头嗷得吐血 二皇子有所不知 太后对泰安郡主是 极为疼爱的 就在殿内 一众人等 颇为尴尬之时 赐辅其正卿 突然开口解围 当年太后本欲 将郡主抚养于西夏 怎奈郡主唇孝 抑制坚决 欲在七峡山中的浮云庵 为瑞翼太皇太后 孝贤皇后 及其父母祈福 太后美美思及 皆会不忍落泪 更有每年都赏赐 七峡山无数 又常接郡主于宫中教养 故郡主虽年幼失户 却并非孤苦无依 时被太后 陛下看顾的 极为妥贴安逸 是啊 是啊 的确如此 太后慈爱 郡主大福 齐政卿这番明目张胆的瞎话 历史引来一片附和 众人接一口同声地 赞起太后慈爱 陛下圣明来 王太后一装模作样地 挤出两滴眼泪 称泰安 这孩子体弱多病 着实让人心忧 这两日正筹划着 欲在接入宫中调养 肖福拓也就在这吹捧声中 顺势道歉 称自己本无心之说 倒引得太后伤感 实为罪过 于是 于宴上倾献一曲荣敌舞蹈 以此谢罪 差时间 宴会气氛被推向高潮 众人均和谐欢乐 兵主一接敬欢 人人都对刚刚的应对十分满意 仿佛事情本就如此 唯有坐在玉座之上的皇帝 看着殿下一众人等 皱起了眉头 第二日 七峡山上迎来一道一指 三日后 接太安郡主进宫调养 王太后从迎宾宴上回到昆泽宫时 内殿里已燃上了安神香 床入皆被熏得香软温暖 众女官公额 上前伺候着卸妆沐浴 换上了香血段的请衣 又搀扶着太后就寝躺下 方才慢慢悄无声息地退下 只留月姑一人 跪坐在床前的脚踏之上 揉捏着王太后头上的穴位 王太后闭目躺在床上 先是舒服地哼了一声 随后又想起宴上种种难堪 不由地咬牙道 那荣敌皇子着实可恶 宴会之上 却让他将了大骑一军 若不是我激紧 用话糊弄过去 还不知道 要如何收场 月姑听闻忙柔声劝道 太后何必和那蛮人一般见识 不过是个粗野莽夫 哪值得太后为他去费心思 可别再气坏了凤体 不过 说着月姑不由地愁愁了一下 说 太后重又舒服地闭上眼睛 是 奴婢只是不明白 那荣敌皇子愿意嚼舌头 就让他嚼好了 太后何苦还要哄着他来 平白地受了一场委屈 你懂什么 王太后轻斥 语气中却并没有实怒气 两国邦交的事 哪能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况且 当年荣敌可汗 确实吃了我们一个大亏 您是说辽东之意 王太后闭目不语 月姑不敢再问 只低着头 小心仔细地按摩着穴位 又过了半赏 王太后开口道 不过 这倒也给我提了个醒 我还确实应该好好照应 一下那丫头 这样以后 即使荣敌真的要乱嚼什么舌头 也无人会信 无人可信 娘娘是说 还要赏赐太安郡主 赏赐 那算什么 身外之物罢了 我自会让他 妥妥当当地有份好归宿 娘娘 奴婢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月姑犹豫道 你何时说话 也变得这般吞吞吐吐的了 当年那个爽力的月儿 哪去了 王太后虽嘴上 不耐烦地称怪着 但清静之意 却自显其中 月姑听后 不好意思地笑道 还月儿呢 奴婢老了 现在都有一群小丫头 跟在我后面叫嬷嬷 下次再有人叫你嬷嬷 你就掌他们的嘴 让他们叫你姐姐才是 说着王太后 自己先忍不住乐了起来 月姑低头 也跟着笑了起来 随后继续说道 奴婢刚刚想说的是 之前七霞山的事 闹得费满迎天 现在宫外隐隐在传 当年先递辞婚之事 大胆 月姑话音未落 王太后便立声赤道 月姑忙停下手中动作 脸气收声 垂手跪于一旁 我不是冲你 你继续 王太后平息片刻 崇幼和颜月色起来 月姑忙又轻轻按摩起来 我是说外面那棋子 人云亦云的蠢人 知道几件皇家性命 就敢传这样的谣言 这也怪那太安太能声势 和他母亲当年 简直是一模一样 你说 当年好好地下了圣旨 却非要秘而不宣 说着王太后不禁冷笑两声 还不是怕我是个短命的 他贸然定下在耽误了 他那宝贝女儿的前程 真真是欺人太善 结果呢 我儿长命百岁 他自己倒才是命短运销 月姑公警地垂目跪坐 手下动作力度未变 这样跋扈的母亲 能养出什么淑女闺秀来 你看 果然 多亏定了我娘家启然 太安那野丫头 也配母一天下 月姑斟酌地开口道 奴婢是怕 这太安郡主会 不会再拿出当年的赐婚圣旨 那可就对娘娘大大的不利了 不会 王太后边说 边打了个哈欠 我当年仔细问过太安 那时他不过七岁 一脸懵懂 全然不知圣旨之事 后来又派了人手 到他身边去查 像过筛子似的 过了这几年 连个圣旨的边角都没看见 我猜那圣旨 定是随郑国丢在了 当年辽东之义的战场上了 兵荒马乱的 必然已经被毁 嗯 定是这样 以郑国的性子 好东西 他皆要随身带着的 否则 这么多年了 那小丫头 为何从来只字不提 本来她是有很多机会 拿出圣旨 借此翻盘的 却偏偏只是 前几日被逼及了 请出龙迎舰来 饶氏如此 也未见她拿出圣旨 这太安郡主 这样能闹腾 太后不得不防了 可别再出了什么纰漏 给陛下和王大小姐的 大婚添堵 不怕 说着王太后 又打了个哈欠 迷迷糊糊道 一个小丫头嘛 翻不出什么大浪 过两日 把她接到宫中来 我再好好敲打几句 能得娘娘指点 是太安郡主的福气 哼 王太后于半梦半醒中 冷笑一声 我可得好好规划规划 她有了好的归宿 自然也就消停了 那些想接她生事的人 自然不能 无是生非 王太后说着说着 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月姑俯身轻柔地 替太后噎了噎背脚 然后缓缓起身 在屋内还事了一周 见无甚不妥 便灭了火烛 轻手轻脚地退出了内殿 迎兵宴后 京城西南晋王世子府 轩弟可想听听 近几日来的新鲜事 浩轩的伤坡有几分厉害 出师还隐隐有发热的迹象 弄得她这三四日 只能窝在世子府中静养 秦浩与前十几年孤苦无一 这两日新得了弟弟 又是和自己长得 一模一样的孪生弟弟 他颇找到了几分亲人的温暖 和当哥哥的感觉来 于是 每天除非必要 否则只推说身体不适 外面的应酬一律推掉 轻力轻微地照顾伤患 整日陪着浩轩 又奸贤时叙说 各自幼年经历 兄弟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今天便是 浩宇一从迎兵宴上回来 见天色还早 弟弟的伤 这两日也大好了 应是还没睡下 于是便过来找弟弟说话 当说到荣笛二皇子宴上 提及泰安郡主时 秦浩宇忍不住摇头探道 咱们这位表妹 本想借着王天 浩叶闯七霞山之事发声 谁知 却雷声大雨点小 左而太后的惩戒指引一出 事情竟就这么结了 这一旦投下 别说千层浪 便是水花 也没有一个 我看他征后的算盘 注定是要落空了 征后 这泰安郡主真的 是为了征后 才做出这些动作的吗 浩宇想得出神 一时尽未做回应 浩宇见他这样 以为因伤射太多元气 又闹了这半日 所以神思恍惚 精神违靡 于是便道 时候不早 你赶紧睡下才时 等我再来看你 说完兄弟二人 互相抱拳告辞 乔通跟着秦浩宇出来 一路朝世子的怀德居走去 其间似乎有几次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快说 秦浩宇实在见 不得乔通 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转头看了他一眼不怒自危 世子爷 您先别急 这只不过是小人的小心思 说出来 怕惹您生气 说 诶 世子爷 有句老话 叫防人之心不可无 您和二公子虽然兄弟情深 但 但却不能不防呀 毕竟他和您是孪生兄弟 都是嫡子 您比他只早出生几克中而已 再加上二公子 先与您早回西北几年 又在军中历练 这将来回到西北 如涉及到王位 传承之事 二公子其实才是您最大的劲敌 您 一派胡言 乔通话音未落 浩宇陡然发怒 大声呵斥 你怎敢如此离间 我兄弟感情 是何居心 乔通的话未说完 秦浩宇当即发作 大发雷霆 行色俱立 看向乔通时 眼底一片阴霾 颇有山雨欲来之事 乔通吓得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不敢言语 好了 以后这样的话 需要再胡说 你去看看 我晚上用的参汤 可备好了 到底还是放过了他 浩宇声音平和下来 可其中的阴沉未减 乔通赶紧唱了的诺 爬起来跑着去了大厨房 望着乔通的背影 秦浩宇若有所思 眼中的阴霾不减反射 第十五章招摇 与此同时 驿馆内 荣迪鹤轻驶的上方中 萧富拓 已足足笑了快一炷香的功夫 一旁的田侧 颇为无奈 连连劝道 皇子倾歇 小心隔墙有耳 先生 你没看到 当时满殿之上 人人都和那捏了脖子的鞍唇一般 个个都缩脖藏头 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还有那大齐的太后 脸都绿了 配上她那一身的朱翠 真是娇香灰意 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 那小皇帝跟个傻子似的 坐在玉座上瞠目结舌 完全不知状况 真是可惜了 他那副好皮囊 长得跟个小娘们似的 哈哈哈哈 说着萧富拓又忍不住了 俯身拍着桌子 大笑不止 皇子收敛些吧 这毕竟 是在大齐的驿馆中 田侧满心无奈 可想想 刚刚萧富拓的话 也忍不住扑斥一乐 你看 你看 你也乐了不是 你当时是不在哪 你要是也在那宴会之上 我敢保证 你定会比我 此时还疯癫 好吗 这位还知道自己 此时壮若疯癫呀 田侧心里 偷偷付匪着 先生 你不知道 萧富拓 好不容易止住了大笑 笑意却还挂在脸上 当时我一提太安郡主 就好似踩了这群人的尾巴一样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 要多精彩 有多精彩 那王太后 更是语无伦次 最后连不知者不怪 这样狗屁不通的理由都说出来了 还是他们的赐府大人出来 打了个圆场 说什么太后素来疼爱郡主 这帮人才像又活过来似的 一个个静又开始 急进奉承起来 什么太后慈爱 皇上仁慈 狗屁 虚伪至极 这帮大旗的文官舞 将都是些鳄鱼奉承虚伪 浮夸之辈 我荣迪当年 竟然败在这群污糟之人的手中 真真是奇耻大辱 萧富拓说到最后 脸上的笑容 陡然消失拍案而起 田策这才缓下心神 说道 这么说 这几日 咱们听说的传言是真的了 那太安郡主 由之前的默默无闻 突然到如今 如此高调形势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猜得不错 他有一针后 对 那我们就不怕大旗 这潭水脚不浑 我倒是很期待 这太安郡主 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 说着 萧富拓边 撩袍重新坐下 随口又问道 家中有何消息吗 田策皱着眉摇了摇头 家中一切安好 大皇子依然在陛下身边 一步一驱地伺候着 做出个十足的孝子模样 哼 田策的话没说完 萧富拓便冷笑一声 却并不在意 伸手端起茶碗 喝了一口 田策继续说道 二皇子 可还记得我上回提到的 那个大旗的炎商 我从他那到达 上了一条线 有些消息 似乎十分有用 这两天恐怕就会有信传来 行 这事你看着去办吧 需要什么 直接找账房 去吃就是了 萧富拓漫不经心地说道 随后又打了个哈欠 累了一天 整个人却是有些疲惫了 田策忙拱手告退 招来侍女进来伺候 第二天 赵泰安郡主进宫调养的一职 果然送到了七下山上 卓华跪接听宣后 便让敏玉拿出了个上上风来 打赏宣旨太监 那小泰 兼想是初次干这营生 接过沉甸甸的荷包 顿时露出 受宠若惊之泰 千恩万谢后 便被敏玉送出了安门 交由宇寒带下山去 浊华律众人于正院中目送 三姑站在浊华身后 看着那小太监的背影摇了摇头 轻声道 现在宫里进的人 真是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这孩子一看就是没历练过的 派这样一个人来宣旨 可见他们都当这趟是个苦差 也能看出太后 对郡主的轻慢之意 浊华听后微微一笑 轻慢不轻慢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 才是正经 三姑听词也是一笑 郡主豁达 是我狭隘了 咱们按咱们的计划 行事便是 离那些无关紧要的事 和人做什么 正是 浊华笑着转头看向三姑 那就请三姑带着社月 他们去收拾一下 我那辆一品郡主归制的马车 明日我带你们进城去变选些 进宫用的珠宝 后日嘛 便是绸缎不疲好了 且看我这两日 是如何带着你们招摇过世的 说到这儿 浊华忍不住露出一点俏皮来 这几天最要紧的便是招摇 三姑见他这样 也笑了起来 忍不住凑圈道 对对对 若要说招摇 那是不是将郡主遗仗 也摆将开来 这倒不必 浊华边说 边扶着听雪的手 在院中的石锅上坐下 看着众人撤走 刚当宣旨实用的香案 带一对护卫就好 毕竟曾经先帝次婚的太安郡 主气势可足 却不能流于肤浅 是 三姑笑着汗手应目 正说着 敏玉自外面阔不回来 一进院便高声说 郡主 我把那小太监送走了 话音未落 却被三姑一把扯住教训道 说过多少回了 女孩子家怎么能这样 高声大气地说话 还有 过几日就要跟郡主入宫了 宫中不比家里 要试试小心警惕 头一件要改的 便是你这口无遮拦 再不可满嘴的 你呀我的 也不能如在军中那般自称属下 开口就要自称奴婢 还有这里 哎呀 不行 这几日得对你在抓紧教导 一番才好 啊 敏玉登时被三姑说得目瞪口呆 片刻后方才回过神来 不仅哀叹 三姑何必如此麻烦 你以前是上一局正六品私赞 专长宫中礼仪教导之事 我的礼仪你都教导多年了 哪还用得着在抓紧教导 这一番撒娇卖吃 引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三姑却不为所动 笑着点了点敏玉的鼻子 让她这两日好生等着 转身带着摄月去收拾车马去了 身后顿时传来敏玉的连连哀声 卓华寺再也忍不住了 咯咯咯地笑出了声 如山泉叮咚 悦耳动听 三姑仰起嘴角 这些年来也多亏敏玉能 斗得郡主开心 一个几岁的孩子 却让她背负着那么多 老天真是不公啊 三姑又想起 那个风华绝代 冠绝当时的天之娇女 她也曾这样咯咯咯地朝她笑 用银铃般的声音 高傲地对她说 三英子 谁敢嘲笑你的礼仪 我偏让你去做个四一局的女官 看以后 谁还敢嚼你的舌头 你记着 你是我女军的首领 万不可剁了我的威风 以后 若再遇到这样的事 先给我抽她石鞭子再说 三姑忽然觉得 眼睛酸涩起来 公主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郡主 她已经长大了 京城最大的珠宝殿翠芙楼 这天迎来了一位气派的豪客 不仅一气儿定了 五套名贵头面 又额外选了一些发簪 华盛 耳坠 戒指等等 渐渐皆为名品 后来 更是让人请出了该殿的镇殿之宝 金丝蝶穿花九彩不摇 说是九彩 但因此不摇上欠着 品香顶级的九色宝石 那艳如割血的红宝 占如晴空的蓝宝 在此中尽皆为平常 又有鲜如玫瑰的碧玺 如绿水的翡翠 灿灿如今的蜜蜡 即纯净清幽的紫水晶 还有那用来做流苏的冬珠 更是磕磕饱满圆润 华彩硕硕 竟找不出一丝瑕疵来 一颗便极为难得 更不要说竟然有九颗之多 又有吐蕃进贡的绿松石 夕阳来的金刚钻 皆是十分欣赏难得的 尤其那金刚钻 也不知夕阳人用了神工艺 将其打磨得极为光彩闪耀 以硕大一颗做主石墨成蝶腹 以树颗腐蚀围绕四周 在太阳下熠熠生辉 极为夺目 二楼的雅间内 翠腹楼中 专门负责接待贵妇千金的平姑娘 起先只小心翼翼地 双手捧出那只装着不摇的宝霞 虽满脸恭敬 却掩不住眼中得意之色 放下宝霞后 似是要先卖个关子 并不急于打开 只一手按霞顿了片刻 随后才缓缓开了宝霞 差时 霞内便射出华光万道 锐彩千条 以致硕硕夺目 满是生辉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端坐在圈椅上的那位主子 见了这物件 却连眼皮都没抬上一抬 围在主子身后的众侍女 也皆神色平常 他原本预料的抽气赞叹 一概皆无 只有主子身边 一位姑姑模样的人 勉强赞了一句 这东西 尚可入眼吧 宝石的橙色还算不错 虽出自民间匠人之手 公义却也使得 倒也能带得出去 说着 三姑伸手 便将那步摇字挟中取出 平姑娘本在三姑说 倒也能带得出去时 就以心中不满 此时又见三姑伸手便拿 完全没有一点谨慎爱重之状 不禁抬手张口 要去制止 谁知阻止的话 尚未出口 就被一个阴眉俊墓的 俏丽丫头 给隔开了手 起口气 颇有几分巨傲地对她说道 怕什么 我们郡主什么样的好东西 没见过 你这般小家气做什么 平姑娘只好恭敬地退下 心中却安安赋匪 郡主 哪个郡主 这满京城的贵女闺秀 她都认得 怎么就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么一位呢 浊华脸上淡淡地 随意从桑姑手中 接过那只不摇 平姑娘忙于摆上铜镜 却被旁边一摆镜恶娄的丫鬟 一摆拦开 随后其从腰间的颈囊中 取出一面玻璃把镜来 又另有一温柔文静的丫鬟 也取出一面同样的镜子 两人一前一后 仔细地给这位郡主罩着 平姑娘看到这里 心中不仅暗暗扎折 这位贵人好生气派 以前也不是没来过顶级的贵女 那撤换作剧 自带茶器 又自备着泉水茶叶点心的 并不少见 可是这一出手 便能拿出两面价值连城的 夕阳玻璃镜子的 却从未见过 更何况 如此贵重的东西 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有两个丫鬟挂在腰间 想来这位郡主 绝非一般的名门闺秀 想到这儿 平姑娘的脸色 不由得又恭敬了几分 可是 到底是哪位郡主呢 停在门口的马车归制 也甚是奇怪 明明是郡主的归制 可似乎品级却又不对 诶 平姑娘猛然想起 前几日大闹早潮 使得王首府之子 被迫闭门读书的 那位一品泰安郡主 该不会就是旧位主子吧 第十六章偶遇 平姑娘正胡思乱想着 忽悠听到郡主身边 那位姑姑说道 嗯 郡主您看 可还算看得过去 还好 这位郡主似乎兴致所然 只前后照了照 便挥手撤去了镜子 三姑在一旁笑着轻声劝道 郡主且将就嫌 买了那么多首饰用来赏人 自己却一箭未选 这如何使得 郡主过些日子就要急急 这不遥如今已是能待得了 虽然大掌公主 早年自识背下了上等拆还 可这样的俗物 郡主不妨也添上两件 全当的新鲜玩物 聊以解闷 三姑这番话 听得平姑娘嘴角直抽抽 他们家的镇殿之宝 竟被人嫌弃如此 只能当个玩物 不过 大掌公主 能称得上大掌公主的 也只有为国捐躯的那位 果然 这位是泰安郡主 平姑娘心里暗自合计着 嘴上却一点也没耽误 自己分内的活 忙接过三姑的话查 张口先将那不遥 事宜地赞了几句 随后又谨慎地说道 郡 这只不遥的价钱 平姑娘愁出着措辞 毕竟这位主子 先前已经花了两 三万两银子了 绝不是个没钱的 可这不遥 又和那些首饰不同 这只不遥 如果郡主诚心要买 那就赏小店里 八万两银子罢了 这价钱已是实价 绝无其瞒 上回王守府夫人 也看上这只不遥 欲买去给即将进攻的 王大小姐天庄 却阴 敏玉 副长 卓华并没有听她 啰啰嗦嗦地继续说下去 低头端起茶碗随口说道 随后 刚刚那个英气的俏丽丫头 便走来递过几张银票 说道 这是汇丰票号的银票 加上刚刚那些 一共十一万两 你要是不放心 现在就派人去队 我们在这等着 不敢 不敢 那平姑娘 赶紧使了个眼色 这店里的几个小丫鬟过来伺候 当然也是 为了瞧着那只不遥 然后拿着银票 转身匆匆下楼去寻掌柜的 这可真是一位豪客呀 平姑娘边走边在心里暗自赞叹 八万两银子说买就买 要知道 这二十两银子 便是一中等人家一年的花销 二百两银子 就能买一座不错的宅院 这位郡主 一次就花费十一万两白银 买首饰头面 饶食她颇见过些世面 今天这事 也是此生独一份的大场面了 当卓华在众侍女丫鬟的簇拥下 缓缓下楼时 正看见楼下的大堂中 一身着玉色直坠的翩翩美少年 与店中的伙计说着 或玉簪 或玉官 或有那上好的玉佩 今天拿出来看看 我这位朋友上午 太过文气的东西她不喜欢 要雅之中 透这些鹦鹉之气才好 三姑在卓华身后 悄悄语道 是镜王柿子 镜王柿子 卓华青阳鹅眉 怎么会 她游记那日在众人包围中 虽身受重伤 却依然强撑着气势 身姿如剑的威风少年 如何会是楼下 这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 秦浩宇听闻楼上有人走动 于是抬眼去看 正见一带着密离的窑窍女子 在众侍女丫鬟的簇拥下 缓缓下了二楼 翠福楼首席大伙计平姑娘 毕恭毕敬地伺候在旁 更有几乎全翠福楼的丫鬟 围棋左右 或蓬堡侠 或奉托盘 一众人等浩浩荡荡地下的楼来 忽悠有翠福楼的大掌柜 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 笑容满面地迎着那女子而去 在楼梯口垂手恭敬地候着 口中一奉迎八戒道 郡主慢行 且小心这楼梯 那女子款款行下楼来 因三月初春炸暖油寒 她上罩着一件 铝金寒梅傲雪的斗篷 银白的雨段上 点点红梅绽放其上 且只以金丝作衬 华丽至极 却不厌不俗 又有那蜜梨上的月白青纱 如云似雾 竟不知是何物之旧 轻薄如一片月光 却不露半分主人的面目 只见那女子行动间 真是红梅银雪 月光轻雾 金光点点 飘飘欲仙 浩宇不禁心中 暗赞了一句 好风华 说来也巧 浩宇今日无事 便想着带乔通 来这翠福楼 给浩寻天上两件玉器 都说君子如玉 这京城中的王孙公子 谁人身上 不找出五六件来玉器来 可他这亲弟弟身上 竟然一件皆无 问他 他却说什么 玉器一碎 不如金银铜铁用着方便 真真是个憨弟弟 弄得好语哭笑不得 恰好无事 他便有意来这翠福楼 寻上一两件好送给弟弟 谁知 今日这翠福楼的气象 却不同于往日 先是一辆郡主归制 却又品级 不相乘的马车停在门口 又有一对鹦鹉异常的侍卫 守在周围 尤其那领头的侍卫甚是奇怪 见了自己竟直眉瞪眼地看着 也不见理 也不说话 真真无理至极 浩宇远不想理会 可哪知一进门 又遇上了卓华下楼 翠福楼的大掌柜 竟跟眼里没人似的 直接越过自己去奉承这位女客 饶是浩宇气度再好 心中也不免有三分不快 秦浩宇何等聪明 那对侍卫 那辆马车 这诺大的排场 在结合近几日 经历闹得费满迎天的新闻 虽无人告诉她这是谁家闺秀 她却已猜出了八九分 可她却并不想上前任这个表情 只随意让到一旁 意再让这位小姐先行 但是不想 那女子经自己行至她面前 飘飘一拜 开口说道 泰安见过于表兄 此言一出 虽众人心中早有猜测 但还是忍不住惊了一跳 秦浩宇没料到 卓华竟认识自己 更没料到 她会直接前来拜见相认 顿时一愣 好在那翠福楼掌柜是个机灵的 忙奔过来打了个签 请罪道 给世子请安 小人刚刚只顾向前 竟没见世子大驾 望世子恕罪 无妨 被大掌柜这么一打岔 倒让秦浩宇缓过神来 她抬手免了大掌柜的礼 随后做出了副吃惊的样子 泰安 姑娘难不成是我那郑国姑母的女儿 泰安郡主 说着又似想起了什么 盲长衣还礼 蜜丽后的浊华 看着浩宇这副故作吃惊的样子 一度更深 但声音中却未落半分 正是 不想今日竟在此处得益于表哥 不知于表哥这是要买些什么 啊 浩宇展颜一笑 不过 试过来随手卖些小玩意儿罢了 不知泰安表妹为何来此 前几日太后下旨 命我进宫调养 顾特来采买些进宫用的东西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浩宇虽然长袖善武 可这突然来相认的表妹着实意外 连她一时竟也有些语色无措 正当不知如何攀谈下去之际 忽悠听着华问她 与表哥手上的扳指品相甚厚 可否借来一关 啊 啊 这个 说着浩宇举起右手 翘起拇指 十分意外地看向卓华 泰安表妹是说这个 正是 可否一关 那是自然 不过这东西并不适合姑娘家佩戴 浩宇虽然感觉极为怪异 但还是摘了下来 这时 一位姑姑模样的侍女垂目躬身走了过来 急躬进地高举双手 接过那扳指 却在转身时 貌似不经意地 轻轻划过静王世子的右臂 浊华的车架 与一般的郡主车架不同 车身用的是上等南木为料 又以为有一瓶等级 方可使用的珠红上色 车棚四角各立一御柱 上至一顶 硕大为慢 为慢上绣有梅花图案 四周坠着珠红色撕碎 极尽宽大奢华 三姑带着敏玉 坐在浊华对面 一边从小几中拿出茶具 为浊华侦查 一边慢慢说道 那静王世子右臂上 竟并未受伤 一开始 我也十分奇怪 如若说郡主当时头戴密离 他无从辨认 那我和敏玉 尤其是守在门外的雨晗 他都打过照面 应该能认得出来 可当时静王世子 面上却半点不露 那惊诧 也似是真真切切 或真价实 我初以为他是城府太深 善眼人耳目 可郡主要看那扳指时 他抬起右手 静位有一点不便 我们这些练武之人 眼力尚算可以 如若 这人身上有伤 即便掩饰再好行动间 也必与常人有意 定是能瞧得出来 但这位静王世子 举手间 竟无任何异样 我后来又借取班纸 试了他的右臂 确实没有伤 如若他只是能忍着痛 神色自若 倒也有可能 可若是受了那么重的伤 伤口处竟连包扎之物也无 那就绝无可能了 三姑的话刚说完 紧跟在车架一侧的雨晗 在车窗外接口道 且属下也仔细看了那静王世子 虽与那晚的刺客身形样貌 几乎一般无二 但却根骨不同 其筋骨绵软 行走散线 绝非当任那名刺客 这就奇怪了 这世上难道真真要巧 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敏玉道出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浊华拿起茶杯顿了顿 随后说道 去查一下这静王世子 甚至是当年的静王府 这紧要关头 莫要节外生枝才是 是 三姑汗手应道 一品郡主的车架 由一对带刀侍卫 护送着缓缓前行 后面还跟着一辆 专门安置丫鬟 及各色物品的轻油马车 这一行人极为醒目张扬 引得城中百姓 纷纷驻足观看 于是 不出半日 泰安郡主进城 一口气花了十几万两银子买首饰 尤其买走了王相夫人 看中的那只金丝蝶 穿花九彩不摇的消息 就像长了翅膀一般 迅速地飞进京城 各个豪门世家的宅院内 尤其 飞进了王相府中 第十七章挑拨 进王世子府内 轩帝 可还喜欢 浩宇最终决定 送给浩轩一顶玉关 明年 他俩变马二十 可行官里了 正好用此加官 甚好 甚好 多谢大哥 浩轩虽然心中仍觉得 玉器中看不中用 可到底 是哥哥的一片心意 于是便做出一副 欢天喜地的样子 收了下来 浩宇对浩轩的反应很满意 心中一高兴 就说起翠芙楼的见闻来 轩帝你猜 我今日在翠芙楼里遇见何人 遇见何人 浩轩见浩宇情绪颇高 便也做出饶有兴致的样子问道 你是万万想不到的 竟是这两天 将京城道得沸沸扬扬 我们那孤舅表妹 泰安郡主 此话一出 浩轩心中历时不知为何忽的 就乱了起来 可表面上却仍强装镇定问道 泰安郡主 她为何在那儿 见弟弟脸上似有惊讶之色 秦浩宇也跟着点了点头道 你也觉得意外是吧 听说是为了变买进公用的东西 你当时未见 咱们这位表妹 真真好大的手笔 一出手 就是十几万两银子 说着 她不禁冷笑一声 不过也是 我们那位镇国姑母 当年的封地 可都是那产颜的遥汝富饶之地 后来这些封义 又都归了这位表墨 再加上宫中四十八节的赏赐 一品郡主的供奉 郑国大长公主留下的嫁妆 黄庄 则则则 这位郡主表妹的身价 即使算不上富可敌国 也称得上是坐享金山银海了 浩宇如此肆意地评论泰安郡主 让浩宣心里微微有些不甚舒服 她皱了皱眉 心下对自己的这种反感解释为 望平规格 有失君子之风 于是便接口有意 将话引向别处 大哥今日和那泰安郡主 可曾说上话 毕竟咱们是十分亲近的表情 浩宇听后一笑 自然是说上话了 我原本倒不想上前相认 你不知道 他那儿有个侍卫 也不知是不是认得我 反正一见面就直眉瞪眼地盯着我看 也不打签 也不作医 好生无理 我想 既然如此 便不去相认 倒也干净 哪知 咱们这位表妹下的楼来 倒先认出了我 这才互相见礼 说上了话 听到此处 浩宣心中暗自思量 那直眉瞪眼的侍卫 恐怕就是 那日围攻他的侍卫之一 勿将浩宇认作了自己 那 泰安郡主会主动相认 是否也把浩宇当成了自己 正思索之际 又听浩宇道 要说这泰安郡主 真是好风仪 虽当时带着秘离 看不清容貌 但行指尖 风姿绰约 颇有春柳之态 谈吐文雅 进退有度 尤其那一腔嗓音 若黄音出鼓 不过 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 他终究还是一介雍之俗粉 与京城中那些 反逃俗礼的规格千金一样 甚是无趣 浩宇嘴角擒着一丝讥讽的冷笑 边说边不屑地摇了摇头 随手端起脊上的茶碗 低头喝了一口 完全没注意到 坐在对面的弟弟 一脸气闷的模样 只听见浩宇问声问气地在问他 大哥何出此言呢 浩宇放下茶碗 正见浩宇也低头喝茶 青花瓷的茶碗 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所以心下也未在意 继续说道 你到底为何如此说他 盖因那泰安郡主 竟原来与那些各喜好金珠翠玉 看重身外俗物的肤浅规格 一般无二 且尤为甚知 贪心无度 对于这些蠢物 竟是没个足够 诺 你看我这班纸 说着 浩宇摘下右手上的玉班纸 递向浩宇 倒却是块品相不错的西玉和田玉 但终是男子之物 谁知进入了泰安郡主的眼 要去观摩了许久 浩宇说着便笑了起来 见浩宇接了过去仔细观摩 于是又说道 若对方是一男子 我或许就送于他了 但泰安郡主毕竟是规格女子 宣帝不知 说来惭愧 这京城之中 有多少龟秀千斤盯着于胸呢 我若今日送了一个物件出去 不知明日会生出多少事端 浩宇摇着头 自朝地边笑边冲浩宇摆了摆手 四也有那么一分得意 藏在其中 其实他还有个理由 憋在心里面说 那就是泰安郡主主动搭讪 莫不是一如这京城中 倾慕他的那些龟秀一样 不过是折服于他的相貌 果然也是个以貌取人的庸人 让人厌烦得紧 浩宣却并未揭察 只是拿着那班纸 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 浩宇心下一动 他这弟弟刚刚见那玉冠 虽然欢喜 却似并不真心 可对这班纸 倒似十分喜欢 于是便开口道 宣帝喜欢这班纸 若喜欢 于兄便送于宣帝如何 那多谢大哥了 浩宇话音未落 浩宣便利落地拱手道歉 随后将那班纸收入怀中 经这两日休养 他又闭上的伤似已无大碍 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看来他是真的喜欢 浩宇用手里的茶碗 指着浩宣大笑起来 晋王世子府中 再说这泰安郡主 其他身宅大院内也没闲着 其乡府内 嫡长女齐少堂 难得被祖父叫进了 只有家中男人才能进去的外书房 哥哥少风作陪 密谈了近一个时辰 方才出来 尹德少英等姐妹又渡又陷 却又不知所为何事 王志泰安郡主 这一连串招摇行为甚是不解 却对郡主的身价和家底 颇为吃惊 于是得了消息后 历时递了牌子进宫 与王太后秘义 出来时 竟荣光焕发志德一满 让人摸不着头脑 倒是王府里的几个小辈 虽没有当家人王首府 那样的深谋远虑 却也另有谋划 王志进宫不久 他母族谢家的嫡次女谢晶晶 便寻上府来 坐在王家大小节王启然的闺房内 嘀嘀咕咕了好半天 王家大小节 算是个十足的美人 面皮白皙 高比薄唇 只是那一双吊烧的丹凤眼 莫名地会给人一种严厉质感 不过也曾有人吹捧过他 这双眼睛是不怒自威 有母仪天下的威严之相 但王大小节的美 确实并不怎么柔和 那双严厉的眼睛 和薄薄的嘴唇 总让人觉得难以亲近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谢晶晶坐在那说了大半天 口干舌燥 茶水都蓄了两次 王大小姐 却连理都没理他一下 自顾自得地站在大岸前 一心一意地画他的凤穿牡丹 表姐 你可听清我说的话 谢晶晶被王启然亮了半天 简直气得要死 可还是不得不压着火气 半是撒娇 半是称怪地问道 听清了又如何 什么时候 别的不相干的人买了几件首饰 也要说给我听了 话不能这么说 那泰安郡主 可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 他不是有 为等他话拳出口 王启然猛地抬头 直盯着谢晶晶 那双吊烧凤眼 原争玉丽 满面绿色 吓得谢晶晶 当时吞下了后半截的话 此风一转 结结巴巴地弥补道 我是说 是说 表婶看中的那只九彩布摇 却让他给抢了去 真真是 让人气愤 王启然提着话笔 慢悠悠地在笔喜中涮了涮 又重新回到 刚刚悠然闲适的状态 他将笔占保了色 边画边不屑地吃到 不过是件金玉俗物罢了 你们这些俗人喜欢 自去喜欢便是 与我何干 我只知道 恪守规训 其他一切 自有太后 父亲做主 以后莫要再拿那不相干的人 何时来烦我 真是话不投羁绊巨多 谢晶晶跺了跺脚 却又不敢得罪启然 只能撅着嘴 草草告辞 转身出了王启然的禁私居 这谢家二小姐 除了长相过于圆润了点外 其他的道和进宫的那位大小姐 差不了多少 王启然的叫影嬷嬷 也姓王 本是王家的远亲 曾在宫中上一局任女官 出宫后 被接入王府供奉 专司大小姐的礼仪教导 此时 他正毕恭毕敬地立在王启然身侧 看着谢晶晶的背影 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谢芳妃那种没脑子的 还不如这个谢二呢 提前入宫又怎么样 将来也废不了我什么事 选这样的人进宫伺候 姑母也算是慈爱了 王启然冷笑一声 随后割下笔 看着他刚刚画完的话 哟 这画画得真好 神行兼备 颇有奉仪天下之态 王嬷嬷也随着大小姐低头看话 真心实意地称赞道 随后画风一转 又道 刚刚小姐应对的就很好 管他外面乱成什么样 咱们只管安心备嫁 切莫闹出什么故事 节外生枝才好 嬷嬷放心 这点道理我 岂能不知 这谢二都当别人和他一样 是个傻子不成 竟想拿我当枪使 真真是瞎了他的狗眼 他也不想想 就凭他姐姐 也想挡了 我在宫中的路 真是笑话一样 王嬷嬷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笑道 大小姐看得明白 可不就是一些 人生出了一些不该生的想法 这谢二小姐 眼见着您快入宫了 大概是想着 闹出点什么故事 好让他姐姐在宫中 更安稳些罢了 咱们自是不必理会于他 便是那泰安郡主 也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说着 他不禁冷笑一声 这位郡主的行为做派 倒颇似当年的镇国大长公主 可惜啊 她现在不过是一介孤女 怎如当年的大长公主 那般有千人疼宠 万人撑腰 现如今倒学起他母亲 那副张扬的做派来 哼 早晚有他吃亏的时候 说到最后 王嬷嬷颇有些咬牙切齿之意 眼中滑过一丝利涩 当年 他不过是和大长公主身边的宫女 生出一点拘语 便硬生生被赶出宫去 丢尽颜面 不过 风水到底轮流转 如今他就要回去了 而且是 陪在身份崇高的皇后娘娘 身边回宫去的 哼 不过是没有那个命 还想做那个梦吧 就如今天这个谢胖一样 倒是让他窜多了一回 好生扫兴 说完 王启然倒被自己的话给逗笑了 王嬷嬷也陪着笑了起来 那位窜多未来皇后未遂的谢二小姐 却转眼间 便被别人给窜多了去 谢金金刚一出禁私居 就有王天号派人 来请其到花园凉亭一续 谢金金那满月一般的圆脸上 顿时喜笑颜开 第十八章窜多 王天号看到谢金金那肥瘦的脸颊 强忍着心中的腻歪 面上 却做出一副风流无双之态 对他说话 也是和风细雨 彬彬有礼 果然 立马便见那花痴面露痴迷 一副垂涎三尺的样子 王天号强压着胃中的翻腾 继续柔声对谢金金说道 那泰安郡主今日这座派 竟抢半个京城的风头 表莫是这京城中数一数二的闺秀 必不能被他压着 找个机会敲打一下才好 一句京城中数一数二的闺秀 说得谢金金甚是舒服 不过 他到底还算有些脑子 没有立马色受魂语 看着对面王天号那张粉嫩的俊脸 犹豫到 可他毕竟是有品级封号的郡主 我哪敢和他硬碰 诶 表妹此言诧异 一句表妹被王天号叫得千回百转 谢金金当即柔肠百节 心最神秘 俗话说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表妹是这京城闺秀圈中的领袖 镇臂一呼 谁不追随 届时真要闹出什么 也不过是小娘子间的玩笑 谁人会拿她当真 且那泰安郡主不过是一介孤女 怎能与那些父母俱全的金钟千金相比 就是真受了什么委屈 谁会去给她撑腰 太后吗 笑话 且哥哥我 实则也有些私心 说着 王天号便往谢金金身前凑了凑 轰 谢金金的脸 立时红成了个浑原的大苹果 身子却强撑着 没有向后退上半分 表妹也知 那泰安郡主 实在是欺人太甚 之前不过是一件芝麻小事 愣是被她 闹得满城风雨 若妹妹能替哥哥出了这口恶气 哥哥自当感谢万分 王天号手中的折扇 随着话音 轻轻在谢金金的小臂上一敲 又挑眉冲她一笑 谢金金登时 神魂俱飞 心神荡漾 要说这王天号 是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的行家 论别的事上却是个草包 可若论其哄女人来 那她就是脂粉堆里摸爬滚打的英雄 拆裙下面酒精沙场的将军 谢金金 哪经得起她这么一聊拨 当即色受魂雨 缴械投降 并还帮着出起主意来了 表哥放心 这事交于我必 让你出了这口恶气 我听说那泰安郡主 今天在翠福楼 还遇上了靖王柿子 二人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正好我用这事 去把曹月娥给叫来 她对靖王柿子的那点心思 满京城都知道 又是一个大大的醋坛子 此事必能招的她 同去给我助阵 表哥 你就 说这谢金金突然脸上飞红一片 羞羞答答答 如同那小媳妇似的 低头揉搓着衣角道 你就安心地在家等着我吧 话音一落 谢金金便抱着她的大红苹果脸 转身跑出了凉亭 看着那虎背熊腰的背影 王天昊的脸上露出了厌恶之色 可谁知谢金金跑到一半 呼的又停了下来 回身去看她 王天昊不备 一时更换表情不及 脸上就扭曲了起来 甚是奇怪 好在谢金金此时是被猪油蒙了心 王天昊什么样子都是好的 又冲她嫣然一笑 转身跑开了 同日 七峡山浮云庵内有十一刻 山上众人均吃过晚饭 出家人去做晚客 婆子丫鬟们就着剩余的天光 忙着手里的活计 侍卫们在半山腰操练起来 山上一时间人影往来 鸡犬相闻 竟是难得的静好安详 偏殿内供奉着瑞翼太皇太后 孝贤皇后 郑国大长公主和灵驸马的牌位 浊华念了部地藏经后 又起身给长明灯添了油 这时 三姑在门口轻声说道 郡主一切皆已查明了 浊华摆了摆手 放下油壶 转身又跪于看前 双手合十诚心祷告 片刻后方才起身 慢慢走出了偏殿 三姑在浊华身后 轻轻将殿门关上 李福来找到了当年 静王府的家生婆子 那年 静王邪家小区西北封地 他被开恩给放了出去 虽然年经越久 可好在这婆子 当时年纪上轻 如今倒记得不少掌顾 浊华住的小院内 东厢是个小小的书房 三姑跟着他进了屋后 一边掌灯 一边说起所查的结果 郡主您猜得不错 那静王府果真有故事 静王柿子 竟是双生子 他还有个孪生弟弟 叫秦浩轩 哦 浊华听后十分吃惊 这是我怎么不知 想来小时候 我在宫中道雨 这与表哥见过几面 可却从未听说过 还有个轩表哥的 这事儿别说郡主了 满京城里知道的人 恐怕也没有几个 皇家不比民间 若是那家无横产的平民百姓 生了双生子 恐还会乐上一乐 毕竟将来多了个 能下地干活的人 可若是皇家 再或是 那有爵位的世家大族 双生子反而是个忌讳 尤其是长子 嫡子 毕竟涉及到了将来皇位 爵位的传承 若是两个孩子 几乎同时出生 又长得一模一样 那将来的继承上 恐怕要有大麻烦 这可是涉及到 宗法组织的大事 再加上双生子 往往身弱难活 又多有 累得母体受损的 因此 这种事变成了皇家里的大忌讳 更有甚者 有那生出双生子的 便会去若留强 所以这历代王朝宫中 先有双生子的记载 哦 浊华一边摆了附旗 自己与自己对弈 一边思索到 当年的晋王府 竟也在意这些 这是说来话就长了 三姑先端了茶碗递给浊华 然后坐到了旁边的袖墩上 想来也快有二十年了 我那时常随公主驸马 去辽东军中 后来公主 要组建女军 便任命我为统领 建元九年下半年 孝贤皇后病重 公主回京市集 我因统领着女军 并未跟随公主回京 就这样两帝分隔 通信不变 一直到了建元十年 四月十七孝贤皇后 轰式以后 公主方才回到军中 所以我并不知道此事 而拿晋王世子兄弟 便是在孝贤皇后 轰式前夕出生的 说来也奇怪 一般的双生子出生后 都十分体弱 或是一强一弱 可这两兄弟出生时 却皆都身体健康强壮 只是晋王妃因生 他二人身子受了损 太医说 以后难再有孕 那时 正值朝堂风云变幻 朝中立处呼声见高 元氏瑞王的先帝 虽尚未有子 但瑞王妃当时 已被查出有孕 只是不知男女 晋王先生下皇孙 自是对他夺处 有莫大的帮助 只可惜 这晋王的运气 着实不佳 竟生下了一对双生子来 孩子的排行 如果靠后 倒还好说 可这却是先帝的 第一个孙子 晋王的嫡长子 若是双生 可就大大的 犯了皇家的忌讳 据那婆子说 当时晋王本想留长去幼 但怎奈晋王妃 拖着产后病体 跪地苦苦哀求 毕竟是轻生骨肉 晋王也左右为难 下不了决断 恰好那时 宫中亦得了消息 你的外祖父 建元皇帝 有敢于皇家子嗣刁毙 于是下旨 让晋王府好生照看 这对双生子 这才保住了那弟弟一命 从你外祖父下旨一事 也能看出 名单中剔除 根本不在建元皇帝的 考虑范围之内 既然宫中已然下了旨意 晋王自是不敢乱来 可他心中 却又实在不敢 我猜测他那时 应该还是寄希望 于你外祖父 能选中于他 故此 在双生子仅出生 十几天时 晋王府便以二公子 体弱多病 寻得名医调养为由 送去民间抚养 这一送出去 便在位于京城显贵圈露过脸 当时因孝贤皇后 伤在病中 双生子的洗三礼 和晋王世子的满月礼 就未敢惊动太大 半得 极为简单 不久孝贤皇后便轰逝了 大家忙于国丧 也就渐渐无人 再提起那位二公子了 因此 皇家御蝶宗谱上 虽有秦浩轩的名字 但京城显贵之中 却少有人知道 晋王府还有这么一位二公子 原来如此 卓华首直一白子 在棋盘上敲了敲 这事儿 倒与咱们关系不大 就当结个善缘吧 是 三姑笑道 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 并不值得浪费 太多精力去关注 转 三姑又想到了 另一件事上面 今日折腾这一趟 郡主想必是累坏了 那咱们明日 还去那新园部装吗 说实话 三姑有些担心 这连日劳顿 卓华的身子 不知可施地消 郡主是他一手带大的 是他的主子 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无妨 今日这一场闹下来 那些人若要有心 明日自会去寻我 我得给他们个机会不是 卓华说着 转头看向三姑 正捕捉到了他眼中的疼爱 于是冲他甜蜜蜜的一笑 三姑顿时便觉得 好似有那么几点上好的桂花蜜 低到了心尖 他似乎又看到了那个 梳着双鸭记 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拉着他的手 养着粉团一样的小脸 脆生生地说道 三姑 你好生威风 比那些身上香喷喷的公妃们 要威风得多 郡主今晚早些休息 养好精神才是 明日 咱们还有不少热闹要瞧呢 三姑的目光更加柔软起来 三姑放心 明日 我定睛 精神神地去看热闹 说着 二人相是笑了起来 至此前情禁术 方才有那太安长 国谢侍女的一段公案 第十九章栏路 前情禁术 长官谢侍女的前因后果 也自此明白 再说那谢大太太 接连被曹刘良府拒之门外 委屈得无以复加 想了半天 最终一路哭嚎着奔进宫 去找王太后告状 只是他却不知 与此同时 星园部中对面的雅四居 酒楼包间内 萧富拓听完 探子的禀报后 挥手让其退下 随后 抬头看向旁边的田侧笑道 这太安郡主 还真是不好惹 这才几天 就又闹出动静 若说他没有争后的心思 打死我也不信 田侧笑而不语 少请方把头凑向萧富拓 低声言道 皇子可还记得 上回我提到的陛下 身边那条线 刚刚传来的消息 就与这太安郡 主有着莫大的关系 哦 萧富拓一听来的兴致 是何消息 据称 当年辽东之义 竟本是大旗与荣敌商量设计好的 可结果 却与约定大相径庭 原本商定的结果是 大旗小败 少搁几成 可谓想到 那柳大将军兵败后 刚开始却是浑浑噩噩 但待大旗朝廷粮草 后援一道 历时跟风了一般 即和凌家军余部 拼了性命去追打我荣敌 致使我方大败 都说这大旗朝廷言而无信 把荣敌当成 痴儿一般戏耍 陛下当年气盛深以为耻 故而此消息 竟被瞒得密不透风 你是说 那郑国公主 与灵驸马之死 也是设计好了的 萧富拓立如阴郁的 棕色眼睛 猛然射出两道光彩 对啊 那时拥和敌并重 能做出这一系列动作 且可从中得力的 唯有王室一等 哈哈 原来如此 王室用大旗的几座城池 换来一几 禁除只手遮天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过 萧富拓微微一顿 随后摇头叹息道 哎 可惜呀 可惜 那太安郡主 只是一介女子 线下 大概又满心只有 征后这一件事 若是的男子 这大旗兴许 还有乱上一乱的可能 皇子且莫过早下结论 看今日情形 这太安郡主道 还似有些门道 即便所图不大 我们也可加以引导 助他闹大 线下只需不动声色 推波助澜即可 于是 半个时辰后 正在昆泽宫中 听谢大太太 哭诉告状的太后娘娘 便接到了 荣迪赫亲史 萧父拓囚 见大旗皇帝陛下的拜帖 其求见理由 十分犀利 线下金钟百姓 接船户部 谢侍郎家的二小姐 于今日辱骂 太安郡主 甚至影射镇国 大长公主 拓时不知 大旗国风 竟如此与众不同 不禁英烈 博代遗孤 甚至以下犯上 以卑犯尊 虽当年两国敌对 但郑国大长公主 与灵驸马之风骨气节 深受荣迪上下尊崇 且拓游记两日前太后 曾轻诺 一直后代此二人遗孤 可今日情形 却着实让人迷惑不解 顾特请赐教 不得不说 萧父拓这番敲打 明包暗讽 十分出色 王太后 脸色变幻不停 最终定格在铁青上 说得对啊 那荣迪 对敌国英烈 都如此尊敬 一本国显贵到自己 糟蹋起英烈遗孤来了 王太后咬着后槽牙 应付了几句 勉强将萧父拓打发走了 不顾在场的顺平弟 满脸不解 转身便让人速速去查 坐在昆泽宫偏店的 谢大太太 尚不明所以 见太后中途 出去见客 也未多想 还悠哉喝茶 心中盘算着待会儿 如何狠狠地 告那泰安郡主一状 却不想 喂出半炷香的功夫 昆泽宫的工人 便全都变了脸 十分不客气地 将她请了出去 她满头雾水的成交回府 人还没进家呢 宫中嗤嗤谢淑妃教妹 不言禁足私过的意志 便已经下来 这回谢大太太 真是肃告无门 连哭都找不着调门了 京城外的官道上 雨晗正骑马行 在浊华车侧沉声说道 那日的刺客 刚刚虽将斗力 压得很低 遮了大半张脸 但身形根骨 却是错不了 且又完全和昨日的 晋王世子不同 我仔细留意着她 见在人群中 一阴的起哄 应对她一人 全都来得 竟没怎么用得上 咱们的人 倒是山风点火的一把好手 后来又骑马 跟在咱们后面 初时 我并未理会 没想到这丝 还跟上了信头 竟四块狗皮膏药 甩都甩不掉 一番话 听得车内三人 皆忍俊不惊 雨晗声性 沉稳冷静 不太轻易受人影响 可今日 却似乎情绪外露 连抛几处评评 可见 她对这个贸然 跟上来的刺客 真是极其不喜 浊华沉音片刻正在发话 却呼听雨晗又道 郡主 刚刚小五来报 前面路边十里亭 处有故人求见 故人 是 他们的家仆 拦路地贴 说是其次服服上的 一对兄妹 其家人 孝贤皇后的娘家 郑国大长公主的外家 哦 浊华冷笑 先不管那刺客 随我去会会那对故人吧 当其少风 看着泰安郡主 缓缓走下马车 虽头戴蜜蜜 看不清容貌 可那绰约风姿 与出臣的气质 还是让她心下一颤 不由地想起 那比极具风骨的 簪花小凯 和那片风趣刁钻的 告状折子来 直带泰安郡主 走到镜前轻声问道 哪位在此等候 他也尚未 从自己 飞于天外的神思中 醒悟过来 其少堂见哥哥 只是望着泰安郡主发呆 不禁很是尴尬 盲先不着痕迹地 拽了他的衣袖 然后上前 行李说道 少堂见过郡主 我兄妹二人 是其家长房孙辈 今日再次偶遇 知识郡主 特前来拜见 少风此时方才惊醒 自觉失礼 忙躬身长衣 浊华语气淡淡地 开口问道 不知其小姐找我何事 啊 少堂完全没料到 泰安郡主会如此冷淡 他原想着 自己是 郑国大长公主母族之人 泰安郡主的正经表姐 小时候两人 还曾一起玩耍过 自己此刻 拦路求见 虽然貌默 可却是亲戚相认 场面自会 十分亲热感人 先续已就是旧情 再多有关怀 郡主一时感触 自会与他多加亲近 可不想 泰安郡主在 听到自己 是其家人后反应 竟如此冷淡 让他着实有些措手不及 郡主大概忘了 我们幼时 曾在瑞翼太皇太后 宫中一起玩耍过 那时姑祖母孝贤皇后 虽早逝 但郡主与咱们齐家 还是很亲近的 齐小姐 浊华卫等少堂说完 天色已然不早 山路难行 我们还要 趁着天光赶回七下山去 想必齐小姐 亦应早些回家 如若没什么要紧的事 不如就此别过 自此山水相逢 我们日后再续 说着浊华轻轻汗手 不带齐少堂反应 便转身离去 红梅傲雪的银段披风 竖然飞起一脚 好似嫦娥奔月 偏然欲飞 少风伸出手下意识的 便要去留住 这急要飞生的仙子 口中盲道 郡主慢行 果剑卓滑脚下一顿 却并未转身 少风赶紧搜长瓜度 集中生智道 既然山路崎岖难行 郡主可想寻个助力 须知众许飘山 郡主自可走捷径平川 卓华文后并无所动 直到 我自己选的路 与旁人合肝 说着便上了车架 飘然远去 空留下原地 目瞪口呆的奇少堂 和神思部署的奇少风 这太安郡主好生奇怪 与幼时竟完全不同 虽然说话温温柔柔 可怎么却拒人千里 这让人如何清静 少堂边说 边回头去看哥哥 却见他上看着远去的 马车发呆 四神往兴池 指口中回他 仙子怎与凡人相同 自是不识人间烟火 难以清静 哥哥 少堂称怪地跺了跺脚 他这哥哥 难得犯回呆病 竟在这紧要关头 飞了魂魄 那太安郡主 真容还未得见呢 他这哥哥 怎就认定了人家是个仙女 真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少堂正在说些什么 忽然一黑衣骑士 骑着一匹黑马急驰而过 扬起了好大一阵灰土 兜头盖脸地 直罩住了路边 骑士主仆众人 众人被这漫天沙尘 枪得壳涕不止 皆慌忙捂住口鼻 少封此时倒是彻底清醒过来 也赶紧掩面遮蔽 少堂尤为气恼 捂着口鼻 转身望向那骑士的背影 见他直追着 泰安郡主的车架而去 不禁满心恼火地说道 定是个掉了队的侍卫 真是好没规矩 这位掉了队的侍卫秦浩轩 其实是实在 看不得齐家 那个白面书生 对着着卓车架的影子 摆出一副 星池神网的嘴脸 这才有意扬起飞沙 存心要教训他一下 第二十章为止 没想到齐家人 静也来了 车内 三姑边 垂谋给卓车侦查 边摇头说道 这有何奇怪 世上这世事非非归结 到底不过是 心有不甘四个字罢了 其次辅他 心中自是有他的不甘 卓华捧书已在窗前 借着外面的光亮 翻了一页 郡主通透 三姑边说 边将车窗上的帘子 都挑了起来 这天光渐渐不足 郡主仔细眼睛 卓华到底还是听了三姑的话 把眼睛从书上挪开 望向了窗外 三姑笑着继续说道 齐家那对儿女也算不错 已是这一辈里 最出类拔萃的了 哥哥去年 新进了探花廊 妹妹亦是个明白事理的 口碑颇家 他们好不好的 却与咱们没什么关系 说儿有理便罢了 这即是为了不给咱们添麻烦 也是为了他们日后好 郡主说的即是 三姑笑容中带着些许欣慰 正在这时 敏玉忽然插话进来 郡主 雨晗刚刚说 那刺客还跟着我们呢 怎么办 我让雨晗去揍她一顿 说着敏玉还挥了挥拳头 见她这样 浊华勉强牵了牵嘴角 随后问道 这是走到哪了 三姑望了眼窗外 已经到了咱们的地界上了 她还真沉地住气 告诉老黑和雨晗 在前面找个合适的地方停车 我倒十分好奇 这个刺客到底想要干些什么 带秦浩轩再见浊华时 虽仍在七霞山下 却已是暖阳和煦 满地春花 又一番景象 她忽然觉得 这三月的春光格外明媚 就如此时的心静一般 浩轩不禁冲着浊华笑了起来 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三姑 你遇到还好说 只觉得此人未雨仙笑好生奇怪 忽在浊华身前的雨晗 却皱起了眉头 提见直指浩轩 你无缘无故 为何跟在我们后面 浩轩且不理他 只是越过雨晗 去看浊华 但见白沙淼淼 并不能得见真言 不禁心下失望 开口向浊华问道 你一直都知道我在 浊华很是惊讶 心中暗存 此人好生奇怪 又抬眼仔细看了看浩轩 却与昨日的晋王柿子不同 虽长了同一张脸 却不知为何 见到此人浊华 只觉得心中四拔云渐日 阴空放晴 于是也不答他 只问道 不知公子为何一直跟着我的车架 浩轩想了一下 呼尔伸手向怀中探取 雨晗本就十分戒备 见此顿惊 一横手中宝剑大喝一声 小心 苍狼狼 众侍卫刀剑齐出鞘 团团护在浊华周围 浩轩没料到 对方反应如此之大 一时将在原地不动 只能拿眼看向浊华 虽不怒不惊 却也不知 这手应该是抬是放 先退下吧 见对面那刺客 一副手足无措的模样 浊华倒觉得十分有趣 挥手退下众人 越过雨晗走上前去 郡主 雨晗皱眉患道 却到底未敢煽动 浊华未做理会 只去问浩轩 你有东西要给我 嗯 见浊华并不怕他 竟还喝退了侍卫 秦浩轩心中顿时欢喜起来 王掏出浩宇的白鱼扳纸 递给浊华 你昨天不是喜欢 我的白鱼扳纸吗 我今日特意给你送来 浊华伸手接过扳纸 抬手放在阳光下照了照 随后微微一笑 二公子好生幽默 这扳纸不是晋王柿子的吗 怎么又成了你的东西 此话一出 雨晗立时浑身戒备 书得跳过来 手中横剑护在浊华身前 三姑敏玉一率众侍卫 呼啦啦讲好轩团团围住 可谁知 那刺客并没有因被识破身份 而当即发怒 只是微微一顿 似有些惊诧 随即便又露出了 他那两排雪白的牙齿 朗声大笑起来 你竟已然知道了 浩宇笑着看向浊华 可你却也有所不知 这扳纸 昨日大哥已经送给我了 今天他确实是我的东西 这就是认下自己的身份了 浊华未料到 他能如此痛快地就承认了 你不怕你的身份被我卸出去 怕什么 你当初记救了我 便已和我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泄露我的身份 对你有什么好处 反倒 还会给你招来一堆麻烦 浩宣看着浊华 明晃晃的笑脸 犹如头顶的太阳 这又是一个意料之外 浊华本以为 他能稍作抵赖 或说一句 我的身份并不怕人之类 可谁知 竟又这样光明正大的 认了自己的尴尬之处 且还主动说起 那晚行刺之事 这人 可真有意思 浊华翘起了嘴角 听他又继续说道 况且 你刚刚是在官道旁 见了齐家那书生兄妹 现在却在这七峡山下 你的地盘上见了我 可见还是回忽我的 难道不是你本就想 保密我的身份 所以才如此小心谨慎 我说的可对 这也能让他说出一番道理来 浊华简直哭笑不得 挥挥手撤了侍卫 又将那白玉班纸 递回给浩宣 说道 这个我不要 你且收好 如若没事 恕我告辞 浩宣慢慢接过班纸 稍轻忽悠灿然一笑 也好 这毕竟是男人用的东西 你喜欢什么 我日后再送你 我陷着在世子府里 多有不便 但你若想要什么 只管去月来客栈 寻个叫包大海的 告诉他就行了 浊华没等他这一番 杂七杂八的话说完 便微微一扶 转身偏然离去 不想那秦浩宣的声音 却仍追在他身后 哎 你后日进攻 一切多加小心 那王太后可不是个好相遇的 若是遇到什么难处 也可以去月来客栈 找包大海寻我 别忘了 月来客栈 包大海 玉涵边走边回头瞪了他一眼 有病 且病得不轻 浊华却嘴角上扬 越来越觉得 这人有趣 这二公子倒是个心鸣眼亮的 车上 三姑见浊华的心情 明显似事好了不少 不禁也欢喜起来 茗玉也跟着说道 这人可真有意思 仿佛要替咱们冲锋陷阵似的 竟大包大揽起来 浊华但笑不语 只已在车窗边 又翻起书来 第二日 七峡山上 三姑指挥着众人 收拾了一天入宫用的东西 又嘱咐了扶风 雨晗自去将防务守卫 一应安排妥当 转眼间 这一日便忙忙碌碌 有条不须地过去了 浊华进宫的日子 也就这样悄然而至 那日晨正二刻 浊华的车驾行 至东盛城门外 礼部的官员 早已在此摆开一帐 带着一顶珠红大叫 拱吼多时 浊华轻轻掀开车窗帘子 向外望去 随即却冷笑一声 怎么 这人还没进宫 便已经开始给咱们下套了 三姑听后 忙向窗外看去 随后脸色一变颇为凝重 转头见敏玉满眼好奇 不禁叹了口气 仪仗的规执不对 这是嫡公主用的仪仗 正说着 外面已有人高声鼎奏 礼部司务官萧点奉太后一指 在此恭迎郡主 请郡主换教 萧点此单膝跪地 禀报完这一句后 本以为太安郡主会立时下车换教 他也便能顺势站起身来 可不想 等了半天 对面的马车却悄然无声 护在车架四周的侍卫 骑在马上 勒住缰绳 各个纹丝未动 若不是偶有那马匹打个响边 对面简直静若无人 萧点垂头转了转眼珠 随后又高声奏饼一次 礼部司务官萧点奉太后一指 在此恭迎郡主 请郡主换教 对面的车架 依然竟悄悄无人来应 萧点眉头大皱 站起身来正欲上前查看 却忽见对面郡主车架上下来 一位姑姑 萧点忙过去相迎 三姑颇具威仪的昂首上前几步 高声说道 郡主有话 仪仗不合规制 不敢换教 萧点一听 心中大吉 盲问 哪里不合规制 三姑微微一笑 说道 奴婢为宫中上一局六品私赞 犹记得郡主一仗为 吴杖二 栗瓜二 孤朵二 红螺绣宝香花伞二 红螺绣孔雀山二 前隐六人 随朝侍女三人 献却不知为何 多出一柄金黄螺蛆柄绣宝香花伞 又多出两面青螺绣宝香花扇 前隐变为十人 随朝侍女又多了两人 这分明是嫡公主的遗仗 故郡主有话不敢换教 怕有违理智 听得三姑此话 萧点眼珠一转 随后笑道 原来为这 太安郡主多虑了 盖因郡主的父母有功于国 且又是大器唯一的一品郡主 故太后慈欲 遗仗升级 请郡主不必顾虑 下车换教吧 哦 太后慈欲 三姑笑着看向萧点 既是太后慈欲 可有一旨 能否请出一轩 嗯 并无一旨 只有口欲 即无一旨 郡主有命 空口无凭 是设国理家法 实在不敢妄动 说完 三姑微微汗手 转身便回了马车 人就这样走了 萧点被一个人扔在原地 顿时有些傻眼 眼看着时辰就要过了 可太安郡主那边 倒大有不敢一丈 就耗着不走的势头 不是说 这太安郡主 自小长于山野 没什么见识吗 唉 这趟差事 可真不如他想的那般简单 僵持片刻 萧点倒底败下阵来 副主众人 撤下 那柄金黄罗驱柄 绣宝香花散 和多出来的两面青罗 绣宝香花散 又命前隐公女 撤下四人 随朝侍女 撤下两人 这才再次单膝跪地 重新高声禀道 一丈以和归至 请太安郡主换教 话音落下少请 便见刚刚那位六品司赞 先行带着一个 阴气的丫头下了车 安置好车凳后 垂手势力车侧 随后 衣妹飘飘 袖裙翔然 一身穿银红 雨沙喝场妖际金丝 如一掏面罩 玉色轻纱的窈窕少女 款款揽裙下车 虽看不清面容 但举手投足中 气度尽险 行动举止间 风华无限 萧点忙弯腰失礼 不敢直视 太安郡主的侍卫 此时全部骑刷刷下马 呼啦啦单膝跪地 拱手骑声道 恭送郡主 真真是气势如虹 升贯长空 朕的宵点 不禁又弯了弯腰 额上隐隐见了汗朱 自此着华 幻成宫中的朱虹大叫 在众侍卫的恭送声中 带着三姑 敏玉二人 摆开一品郡主的全赋遗仗 入宫去了 昆泽宫内 一个小太监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王太后对着宝镜左右照了照 似是对月姑梳妆的手艺十分满意 随后忍不住冷笑一声 哼 这几年虽然养于山野 道竟还有点见识 可惜 这宫中却未必像他想的那样舒服 第二十一章浪荡子 若说京城里近日来 最让老百姓津津乐道的 无非就那么几件事 却渐渐都与泰安郡主脱不了干系 先是王首府家的 公子夜闯七霞山 惹得泰安郡主寻成宣唱 当朝告状 随后 泰安郡主又在翠妇楼内 大手笔的一次 花十多万银子 买下镇店之宝九彩不摇 更有后来谢侍郎家的小姐 在星园布庄以下饭上 逼得这位郡主 使出了 雷霆手段掌柜教训 线下出资几万两银子 给全京城的百姓扯步才衣裳 那积极代价的女儿 更是能得上一块价值连城的云景 算作泰安郡主的天装 若说前面几件事 不过是贵人打架 百姓们看个热闹 但最后这一件事 却是关系自家 且又是平白飞来的一件大好事 那些家中 有待嫁儿女的人家 自是满心欢喜 那些家中舞女 或女儿不够年龄的 虽心中叹恼 可转念一想 毕竟也能领上几尺棉布 才见春庄 心下就又欢喜起来 因此 不过两日 满京城连三岁小儿 都知泰安郡主之名 百姓们敢念其仁义施恩 又敢怀长公主 林驸马的忠义恩德 因此 线下无不对泰安郡主 传唱称颂 交口称赞 京中百姓如何传颂 赞且不提 只说卓华入宫 一路上并无他话 从五华门侧门进宫后 遂换上一顶轻便软轿 撤去一仗 先由引领宫女 引到昆泽宫旁的必消院中 稍作休整 吃了茶后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便来了两个有品级的女官 进门跪拜行礼 口中称道 给泰安郡主请安 卓华忙让敏玉去服 又这三姑 每人赏了一个荷包 那二人站起身后 接过荷包又是一番道谢 随后便面上一诉 说道 奉太后口谕 特派我等来接引郡主 前往昆泽宫 拜见太后娘娘奉驾 卓华忙起身听宣 宫景应诺后 不敢怠慢 虽带着三姑敏玉 随那两个女官 向昆泽宫去了 若说这必消院 本离昆泽宫不远 卓华又自小 在宫中长到七岁 三姑更是在宫中待了数年 虽不能说 对宫中道路了如指掌 但也很有些记忆 可这两个女官 却七扭八拐的 选得宫路十分奇怪 卓华心中生疑 看了三姑一眼 见她也正皱眉看向自己 三姑点了点头 随后快步追上那两个女官 两位姑姑倒是眼生得很 不知怎么称呼 在何处当差 哟 不敢当司赞大人一声姑姑 我二人在上一局 挂着女史之职 现在昆泽宫当差 进宫十日上前 司赞大人自是不认得咱们 其中一个满脸喜庆的 圆脸女官笑着说道 脚下去又快了两分 卓华在后面跟着吃力 不禁转头向敏玉使了个眼色 敏玉一点头 闪身悄悄隐于一旁 原来也是上一局出来的 这宫中果真是人才被出 二位在昆泽宫当差 前途自是不可限量 诶 我怎么记得 往昆泽宫走的路 似应该往那边走 三姑虽然嘴上寒暄着 脚下去未放松 跟着这二人一步未落 那二人见三姑跟得紧 不禁心中焦急 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 另一个长脸戏目的女官 抢笑着开口说道 司赞大人有所不知 原来毕宵院直通昆泽宫的那条公道正在休憩 故奴婢才斗胆带着郡主走了这条小路 其实也并没有绕太远 且还能路过韶药谱 风景更好 郡主看了定会喜欢 诺 这不就是 说着 韶药谱果然就在进前 线下三月 韶药尚未开花 却以一株一株长得极为茂盛 郁郁葱葱连成一片 花丛亦有半人之高 又有花将精心种的其他奇花异草 更兼纳桃杏蕊 此时正值花期 竟也是满园的花团锦簇 岔子烟红 威风一扫 更是柳妖桃燕 洛英缤纷 风光虽好 卓华心下却愈发警惕 抬手用团扇遮住半面 放慢了脚步 被三姑盯住的那两个女官 先是皱眉对视一眼 随即呼一人回头高声惊呼 郡主 何事 三姑大惊 忙转头去看 不想那两个女官趁机闪身想溜 不可让他们跑了 卓华一见 连忙即喝 三姑立时警觉回身去擒纳二人 谁知那圆脸女官腿脚到快 转身便跑出树步 那长脸的反应慢了半拍 被三姑死死捉住手腕 正在这时 呼听韶药普对面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今日好声热闹 不知我这是遇上了谁 卓华顿时大惊 恭为禁地 竟有外难 果然 那话音刚落 便从花谱小镜上 隐隐绰绰走来一个男人 三姑一望忙 回头对卓华吐出三个字 王天号 王天号 哼 此时浊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心中不禁冷笑 脚下却是未停 悬步转身 便向来时的路急行而去 那长脸女官见三姑分神 历史使出吃奶的力气 去挣脱智骨 三姑一面顾忌浊华 一面又要制住这女官 一时间十分吃力 二人正扭朵 纠缠之际 突然不知 从哪儿飞来两枚石子 巴巴两下 正击中那挣扎的长脸女官 和一跑出去的圆脸女官的脚踝 这二人脚下一软 灯石双双趴在地上 唉呦直叫 动腾不得 三姑看了一眼 勺药花丛 知识敏玉藏在其中 右眼见着那王天号 越行越近 于是不敢迟疑 忙转身几步 追上浊华 扶着他 匆忙向来路 快步回走 今日王天号打扮十分等样 头戴八宝金罐 斗大的珍珠扑楞乱颤 身穿竹青色 便秀桃花直多 意在和这满园春色 交相呼应 腰间系着一根玉带 上面杂七杂八 挂了一堆玉佩 香囊 扇袋 落子 叮叮当当 色彩斑斓 倒像个移动的杂货铺子 三月的天上凉丝丝的 他却打开折扇摇了起来 做出个风流倜傻的潇洒样子 这次开始 还一步三摇 可谁知 前面那少女听到她的声音 竟突然转身回走 又有一个侍女急不赶上 牵着少女匆匆避逃 她心中便不由地着急起来 忙一边快走一边高声喊道 前面那人 怎得见了好爷竟躲避不见 还不快给我站住 一时间圆形毕露 刚刚温文尔雅之泰禁厨 全然望了来时 王太后和她爹的叮嘱 若说今日之事 是姑母和父亲 两日前便安排好的 原意欲先寻个泰安郡主的错处 下下她的威风 待在必消院内太后 因那错处下了嗤嗤的口语后 泰安郡主必然心许大乱 一个未及及的小姑娘嘛 心形那么高 平日里又那样霸道 受此教训定会满腹委屈 这时她在出场 来个花园偶遇 俊俏才子又佳人 凭她这通声的气派 这潘安之茂 这玉树之姿 再加以温柔小意软语相劝 她就不信 这个长渔山也没什么见识的小丫头 会不折服于她的风资之下 以前不知有多少风尘花魁 千金闺秀被她蛊惑收服 这次也定不会失手 到时候 意乱情迷之际 她做个情不自禁之状 搂个小妖抱个相间 这些她可罪事在行 到时候 再恰巧被那位遇上 两下里可就齐活了 她王天昊只躺在家中 开着大门 后着赐婚的旨意 安安心心等着去做 泰安郡主的宜兵就是了 若说那老十子宜兵 王天昊其实没一点兴趣 尤其做泰安郡主的宜兵 上次她得了那么大一个眉脸 成了全京城的笑柄 前途也到底受损 本来说好了 今年太后姑母 会给她弄个官帽代代 可如此一闹 说不得还要推上些日子 待事情平息 这些可全是拜泰安郡主所赐 那谢儿也是个废物 教训不成 反把自己给搭上了 不过也好 道省的那丫头 成天缠着自己 也算因祸得福 再有那泰安郡主是原事 便是美事丑她全都不知 若是个像谢儿 一般吃肥的丑八怪 她王天昊可不就亏大了 虽想了这么多 但她爹和太后 却都商量好了 二人一起向她游说 说什么 泰安郡主身嫁颇丰 有辽鲁产颜之地 作为封义富可敌国 若娶回家中光嫁壮 就几辈子也想用不尽 又劝她 这人若娶回家 今后还不就只看她的脸色 搓圆拍扁全评于她 王天昊听到此处 心下方才活动起来 要知道 她昊爷既是个红女人的行家 却也是个将女人的能手 这女人如马 猎马中的鞭子训 猎女也是一样的道理 凭她的手段 什么桀骜不训的女人 都服服贴贴 哪个不听话 包了 衣服官再马捧一顿鞭子 下次再见 定是小一温存予取予求 若泰安郡主嫁了她 她定要让这女人 知道自己的威风和手段 抱着这个心思 王天昊才一大早 把自己收拾一心 挥开一众说着 酸话的整妾 迈着方不进了宫来 按计划 蹲在勺药埔里守着 果然 不多时便见四五个人 簇拥着一个窈窕少女 向这走来 虽然相隔甚远 看不清面目 但这一员的粉云红霞之下 那少女一身红衣 近仿若鸭的百花诗色 身姿绰约 风流鸟挪 那通身的风仪气派 绝非她平日所见的 织粉女娘 光看着身段风姿 王天昊就已经 立时松了半边 早把她爹王首府 在家交代的事 给忘得一干二净 乃还沉得住气 立时窜跳出来 迎着那拔人就走了过去 边走嘴上边 开枪搭讪 过才有了刚刚那一幕 可谁知那少女 一听见男人声音 便似是受了惊吓 转身就往回走 那抹娇俏恶妞的背影灯时 又把王天昊的另半边 活儿给苏倒 一心只想看看 这身段主人 到底长了个如何样貌 可和这身姿一样 是个天仙下凡 王天昊心仰难耐 不由地加快脚步追赶 可那少女 也越走越快 且又有两个 不长眼的工人 摊在小镜上挡住去路 王天昊不禁心头火起 咚咚两脚踢开爱事的工人 口中叫嚣着 脚下愈发加快 眼瞅着就要 穿过勺药花谱 追上浊华二人 第二十二章皇上 王天昊眼见着自己 就要追上了 不禁心下大喜 一边加快脚步 一边暗中盘算 这待会儿该如何行事 事先仔细看看 这郡主的样貌呢 还是先把事给做实 正当他心仰难耐 脚下生风之时 突然不知 从哪窜出个冒失丫头 挡住他的去路 一打照面 那丫头 刺也吓了一跳 连忙挥着帕子 扶身见礼 口中道 给公子请安 王天昊正追在信头 被人一拦 不禁大为光火 也没看清那丫头 是原是匾 伸手一把将他扒拉开 嘴里道 一边去 若挡了爷的好事 爷扒了你的 不过 话未说完 便觉惊心乱冒 随即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王天昊历时 像截木头装子似的 直挺挺倒在了地上 那拦路的丫头 似也吓了一跳 当即一蹦三尺 离得远远的 然后扯开嗓子 叫嚷起来 来人呀 有人晕倒了 快来人呀 五六帐外 卓华和三姑 远远地看着敏玉 在那闹腾 如果我猜得不错 大概马上就要 有个大人物 过来寻看了 卓华话音刚落 就听身后 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 是谁呀 在这儿大呼小叫 好没规见 若是经了圣驾 你们担待得起吗 在这儿的眼睛 心中一叹 心中一叹 在睁眼时面上 以作惊叉之色 他扶着三姑的手 缓缓转过身来 一抬头 却正对上秦浩元 那双平和温润的黑眸 那眸似藏在溪水中的石子 兜着凌零的水光 波影浮动 清澈无尘 卓华垂下眼睛 扶身款款下败 声音波澜不起 泰安见过陛下 自那日泰安郡主派人当朝告状之后 秦浩元曾无数次幻想过 卓华会长成 如何婷婷少女 也曾设想过 无数相见的场景 可此刻当真相见时 他才知道 那些幻想 不过皆是未着色的功底 纵然在细致如微 亦无色彩生机 那些设想 不过都是空银的师父 纵然在满怀憧憬 也不如这实际一见来的 心动神妃 威风轻浮 漫天花雨 卓华站在这缤纷落音之中 他长大了 而且当真 如自己幼时所说的那样 长成了这世间第一好看的女子 皇上 皇上 泰安郡主还跪着呢 太监总管高福盛 眼见着皇帝便吃 只呆呆地盯着 泰安郡主去看 不禁心下着急 忙出言轻声提醒 啊 华妹妹快快请请 不必多脸 浩元忠实回了魂魄 忙上前一步欲去搀扶 却被三姑抢先一步 将卓华搀起 又不着痕迹地扶着人向后 撤了一步 卓华只是宫颈锤眸 并不看浩元 请陛下 快派人去看看 那边的公子是谁 陷下怎么样了 我和三姑不知那边情形 并不敢过去 只知太后派 来接你的两位女士 走得甚快 我那丫鬟 趴跟丢了先行追去 谁知途中 竟欲一男子 恐是那丫头 不知其身份忙去建立 可谓等她起身 我就见那人 突然倒地不起 我那丫头 是个没见过世面的 定是吓坏了 这才连声叫人 惊扰了圣架 还望陛下恕罪 高福尚 我们过去看看 浩元嘴上吩咐着 眼睛却只是看着着华 华妹妹不必担心 正字会处理妥当 高福尚盲挥手 招了几个小太监 一同过去查看 不一会儿她便带着敏玉 小跑着回来禀报 启禀陛下 那晕倒的是 王守府家的公子 老奴已让人 把她连并那两位 崴了脚的女官 一并抬到韶耀暖阁里 也派人去请了太医 太安郡主的这个丫鬟说 她因追太后宫中的女官 先行一步 不想那两个女官 大概因为走得太快 双双都崴了脚 当时 她本想上前查看 谁知却见王公子 迎面走了过来 王公子是在她见礼时 晕过去的 原因却是不详 奴才刚刚检查过了 王公子身上头上 并无外伤 那两个女官 也不知王公子 为何会晕了 并未见到 有谁碰过她 只说是突然就倒地不起 敏玉在高公公陈述过往时 便以朝浩元磕了的头 然后悄悄退立于浊华身后 王首辅的公子 他不是还在家中 禁足读书吗 怎么会在宫中 这突然就晕倒了 可别是有什么影集 还请陛下 速速禀明太后才好 浊华说着 抬眼看向浩元 站在一旁的高福 甚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偷偷看了浊华一眼 这泰安郡主 可真够狠的 一句影集 算是给这王天号定上了 块病秧子的牌子 前段时间定了个以下饭上 回了王家公子的仕途 今日又来个影集代茶 这样一来以后 无论娶亲 还是从政 可都要吃些亏了 所以说嘛 千万不要招惹女人 还是他们这种 无根之人好呀 清静 高公公自己在那里 胡思乱想一通 且没人理他 浩元却在浊华眼波流转之际 骤然只觉得 心中一疼 华妹妹 怎禁和我生疏了 似是觉得这话 仿若质问过于严厉 浩元忙勉强牵起 嘴角一笑 以前不都一直叫我元哥哥的吗 浊华再次垂下眼帘 轻声说道 君臣有别 又怎可像年幼时那般胡闹 君臣有别 浩元不禁苦笑一声 是啊 一转眼八年 竟就过去了 华妹妹 这些年过得可好 太安 过得很好 陛下 太医到了 正在这时 小太监领着当职的太医 匆匆赶来 那太医先给皇上设个大礼 然后便跟着小太监 去了韶瑶满阁 浩元等人见此 也一起跟了过去 韶瑶阁里 王天号尚未清醒 不过似乎问题不大 因为众人还未进到暖阁 隔着老远就听见他如雷的憨声 只是无论如何 却怎么也叫不醒 太医诊治了一番 倒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说王公子大概是气血有亏 或平日里读书劳累了身子 这才突然晕倒 浩元却记住了浊华刚刚的话 忙问太医 这王公子可是有什么隐疾 隐疾? 既是隐疾 又如何能一下子就诊出 可既然皇上问了 太医只好含糊其词 用不好说等话搪塞过去 那两位女官的脚也让太医看了 已经缓解 并无大碍 这二位此时见到皇上 也不太敢耍弄心眼 只说自己不查走得太快 竟崴了脚 至于那王氏公子 为何会出现在韶药谱内 又为何晕倒 二人只推说不知 浩元一面派人禀报太后 一面这人将王天号送回府中 又担心他却有影集 未查 还特意下旨恩赐太医院孙院 挣钱去相扶给王天号诊治 料理完这一切 浩元方才亲自陪着浊华向昆泽宫走去 三姑 茗玉随着重工人远远的跟在后面 浊华突然有些恍惚起来 四小时候也有那么一日 他和浩元同 从寿康宫出发去昆泽宫给王太后请安 也是走的这条小路 也是如此二人相伴 也是这春日晴暖 这花香振振 只是 那已是八年之前 线下的浩元已是皇帝 线下的浊华 还是当年的浊华吗 华妹妹可还记得 咱们当年在瑞义太皇太后宫中时 曾经常这样相伴同去给母后请安 浩元微微侧身去看落后半步的浊华 语气中似有几分感怀又似有几分寂寥 怎会忘记 浊华低着头轻声道 那时 也不知寿康宫中那几株梅树冬日里可还开花 梅花倒是年年都开 我也年年去寿康宫坐坐 只是 只是 再无人去那红梅硬雪处折梅了 我也在为豹平站在树下去等着接那梅花 陛下乃万圣之躯 怎可再做这些事 华妹妹 你 果然还是 与我生分了 你可是在怨我 可 你也应知道 我现在并未轻正 很多事都是做不得主 请陛下慎言 浩元的伤怀 确实感染了浊华 却也让他十分不安和警觉 奴婢参见陛下 给泰安郡主请安 就在此时 迎面走来一对工人 领头那个 穿着四品工装圆脸兴慕的姑姑 率先高声叩拜 打断了这伤感的气氛 卓华忍不住暗暗松了一口气 是月姑姑呀 不必多礼 平身吧 浩元的情绪陡然被人打断 心中虽有不快 可一见是太后身边的月姑姑 还是勉强笑了笑 温言让起平身 月姑站起身来看着浩元 和卓华笑道 太后这日盼夜盼 总算盼来今日郡主入宫 可这左等不来 右等不到 心中甚是焦急 这不特让奴婢过来 迎一迎郡主 卓华一听盲肃然恭敬 垂眸跟着月姑而去 望着浙华的背影 浩元呼得有些神伤 仿佛这一路的春花似锦 雕梁化洞 此时也不过是并目枯狗 死成废墟罢了 他不禁轻轻一探 带着满心的惆怅 迈不跟了上去 昆泽宫正殿 地当中摆着的金丝大香炉内 此时正鸟鸟的燃着龙咸香 那蒸腾的烟雾后面 王太后一派 雍容地端坐在凤座之上 似是一尊宝香庄严的菩萨 浙华进殿时 正见这尊菩萨垂眼端着茶杯 慢声问左右宫人 怎么还没到呀 月姑进殿禀报 太安郡主道 浙华上前叩拜 口中称道 太安叩见太后娘娘惊安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王太后这才四发现浙华已来 忙着人扶起浙华 又命月姑将浙华领到自己身边坐下 笑容满面地问了饮食起居口味喜好 甚是慈爱 浙华君恭颈垂首 一一作答 王太后又笑道 知道你要来 我以着人到寿康宫 将你小时候常住的廷玉轩给收拾妥当 若还有什么想吃了想玩的 你只管让奴才们到宫中六局去领 若奴才们不听话 也只管过来寻月姑 让她再去挑好的 一时间纷繁杂乱地交代了不少 浙华站起身来垂首宫听 浩原坐在一旁 几次想插话却都无从下嘴 这样乱纷纷说笑一阵 王太后又派人传指御膳房 刘皇上与泰安郡主在昆泽宫中用了饭 二人直待了近两个时辰 王太后方才露出了疲态 浙华之机忙起身告辞 皇上请先留一留 有些大婚上的事 哀家要和你说说 原本已起身欲陪浙华同回的浩原 身子不禁一颤 将在原地 浙华腐败告退 王太后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有着月姑好声将人送到廷玉轩去 看着浙华的背影越行越远 浩原耳中传来太后的警告之声 皇上 你可是要即将大婚的人 唉 秦浩原在心里重重一叹 自己终究是做不了主的 第二十三章就是 王天后被工人大张旗鼓地送回来时 王首府正在书房 愁愁满志地画一幅展翅大棚 可这大棚的一侧翅膀还未画完 儿子就被人给抬了回来 随后 又有太医院四品医郑孙荣卿亲自上门 说是皇上怕王公子身有隐疾 特派他来府上看诊 王家人一见王天后自被送回府中 就一直昏睡不醒 不禁全都慌了手脚 忙收拾出一处清静的屋子 刘孙一正先行住下 王老夫人及王夫人则是哭成一团 老太太只嚷着不想活了 被众人团团围住劝哄 不一会儿又挺直着身子大骂 泰安郡主是扫把心 遇上他就没有好事情 王志听得个心烦意乱 回头想找王夫人去劝解一下自己的老娘 却发现王夫人早已哭晕在丫鬟怀里 就这样鸡飞狗跳的乱了整整一晚上 其间又惊动了宫中太后 数次遣人来问 可孙一正也诊不出王天后到底是个什么病症 只能含糊七次说是忧劳过度 不过私下里 孙荣卿隐约觉得王家公子 这症状像是中了什么名 但无凭无据 他也不敢随便乱说 直至第二日一早 王天后方才悠悠行转 王相府上下常常松了口气 老夫人更是哭着搂住孙子 心干绕地喊了半天 王智则满心焦急 只问昨日的情形 王天后却满眼茫然 一时间静什么眼 想不起来 自此 经中又有留言悄悄传开 说是王首府之子身患隐疾 在子寺上可能会有些妨碍 且不说王智那里如何乱成一团 只说这昆泽宫内 月姑将浊华送回廷宇轩后 回来向王太后复命 奴婢已将太安郡主送到廷宇轩 郡主好大的手笔 临走时赏了奴婢一个翠妇楼的翡翠手镯 说着月姑掏出镯子 躬身举在眉间 乘给太后去看 请殿内 王太后歪在榻上 此时已摘了满头的朱翠 正让大宫女金珠垂腿 听月姑如此说 只微微睁开眼睛 淡淡扫了一眼 倒是一件难得的好翠 似是冰种 水头也足 又是翠妇楼的东西 一看便价值不菲 她笑道 给你你就拿着 又不是那些眼皮子浅的小丫头 随你什么样的好东西没见过 没使过 这巴巴的拿出来成给我看 我是能依你还是怎么着 月姑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手揣进怀中说道 娘娘自是不会依我 可凡是禀明主子 无半点藏丝 却是奴婢的本分 这便是你难得的忠心 也是哀家看重你的原因 王太后甚是受用 笑着点了点头 又合了双目 半晌问道 依你看 那丫头如何 月姑轻轻走上前来 挥手换下金珠 亲自跪在脚踏上 给王太后捏腿 奴婢愚钝 倒看不出那位太安郡主 到底意欲何为 若说她有意后卫 可今日又着实不像 似乎狠躲着陛下 言语间也遵着本分 可若说无意于后卫 那这几日如此闹腾 她又是为了什么呢 哼 欲擒故纵罢了 王太后冷笑一声 郑国大长公主的后人 也会使出这种伎俩 哼哼 也不知郑国的在天之灵可能明目 呵呵呵呵 王太后悟自笑了起来 月姑垂下眼帘 认真地给王太后捏着双腿 脸上为其丝毫波澜 只是可恨 这种魅惑人心的小伎俩 对男人却是十分有用 你没见今日圆那副样子 这泰安越是对她淡淡的 她反而越是牵肠挂肚的放不下人家 真是 唉 这眼看就要大婚了 我娘家的启然 也是极出色的闺秀 再说 这宫里什么样的美人没有 她却还做出这样一副模样来 这也怪不得陛下 毕竟她二人自小一起长大 良小无猜 而那时陛下也都十岁了 有些事 也是知情的 哼 凭她知道些什么 反正这儿媳妇 是万万要挑个和我心意的 唉 对了 今日天号那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奴婢倒去试探过泰安郡主 可她和她那丫头口风一致 只说大公子无故晕道 反把她给害了一跳 后来泰安郡主又向奴婢打听 为何大公子被太后明指禁足研读先帝遗住 今日却又出现在宫中 奴婢指得搪塞她说 是太后手中有一本先帝亲笔的警示研录 王公子特意来宫中抄录 这一来一回的 奴婢看着她倒不像作假 天号这孩子 唉 提到王天号 太后坐起身来叹了口气 月姑芒拿来一个大营枕垫在她的背后 倒是个极孝顺的 可惜性子不稳 前被泰安那丫头一闹 又多了这些磨难 身子本来就弱 心中又有火发不出去 可不就伤了身子 好在 若是我的主意成了 她这后半辈子就全然不愁 竟想富贵荣华 便是心中有火 以后也有她发出来的时候 唉 太医怎么说 可派孙一正去我哥哥府上了 孙一正下午便被陛下派到王相府上去了 诊治过的太医都说无碍 只是有些忧劳御节而已 你看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天号果然还是因为上次的事御节于心 这个泰安 真真不是个省事的 把我好好的侄子弃成这样 又让我好好的儿子一见她 就飞走了魂魄 不行 得给她的教训 今日让她给逃过了 我终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个 方妃现如今还在禁足吗 淑妃娘娘 自上次赤事后就一直在禁足中 解了她的禁足吧 娘娘的意思 哼 她既然想在启然入宫之前立住脚 那就要看她自己的手段和本事了 寿康宫东南角的廷雨轩 临着一个诺大的荷花池 卓华小时候 最喜欢雨天躺在屋中竹榻上 听着外面雨滴打落荷叶的声音 浩元每每雨天寻她不见 便知她 必然又躲到这里想清闲了 于是一路寻来 呼得掀开那香飞竹的帘子 说上一句 我就猜你在这儿 脱下鞋袜 便和她一起 并头躺在竹榻上 也并不说什么要紧的话 只是听着雨声 偶尔聊上一句 现在在想那时的情景 竟是难得的无忧无虑 只可惜 物是人非 一切终究抵不过光阴二字 三姑看着卓华 坐在窗前对着烛火捧了本书 不言不语 却半天未翻一夜 不禁心里暗暗叹气 郡主 她毕竟也不过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女 这人世间之事 唯有情这一字上 没有道理可讲 不管是男女夫妻之情 父母子女之情 兄弟姐妹之情 还是朋友知己之情 都无从剖析 亦无法用常理压制 有为男女之意殉情的 有为父母孙割肉的 有为兄弟两位插刀的 也有人说为之己折死的 人为万物之灵 比那草木禽兽多的 也不过就是这么一点子情罢了 郡主与皇上 自然是有情的 或许那时太小 并不一定就是男女之情 可这自小耳并思摩青梅竹马的情谊 谁又能一下说得清楚 谁又能全都剥得干干净净 郡主的苦不是劳身伤体的苦 是压着天性 断了情愫 灭了心中所有憧憬向往的苦 她只有一条路可走 但她本可以不走这条险路的 她本可以像别的女孩子一样 天真浪漫 安享富贵 只为衣服首饰如何搭配发愁 可现下 她却选了这一条路 三姑挥手退下了屋中伺候的工人 又这敏玉守在门口 然后轻轻抽出浊华手中的书 郡主仔细眼睛 累了一天了 好好的歇歇财神 三姑 你还记得 当年在这寿康宫里的日子吗 奴婢当然记得 三姑轻轻笑道 那时奴婢一年里总会有那么几次奉公主驸马之命 带一些实心的玩物 从军中回来看望郡主 再筑上岳鱼 我还记得郡主小时候最喜欢这里 这听雨轩的名字 还是郡主起的呢 只是这处水泻 夏日里多蚊虫 冬日里又潮冷 瑞翼太皇太后 只许您春秋两季住在这里 为了这事 您还好意痛不乐意呢 见了我就要诉上好一阵的苦 说着 三姑便想起了小时候皱着眉头 一本正经向她诉苦的小琢华 忍不住乐了起来 卓华四也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不禁展颜一笑 当时袁哥 皇上 还替我求情呢 只是谁也拗不过曾外祖母 我到底 还是冬天搬回了曾外祖母的暖阁里去了 说到这儿 卓华垂下眼帘 轻轻叹了口气 郡主可是觉得陛下无辜 卓华闻言 抬眼去看三姑 半天方才勉强一笑 三姑何必拿话来叹我 这局中之人 有谁是无辜 便是陛下 还有那个王天昊 即便当时尚小 可也是踩着我父母的尸骨 攀上这无上尊位 也是用林家军四万将士的累累白骨 去累弃他们的富贵荣华 三姑 你放心 我只是故地重游 有些伤感罢了 并没有乱了心神 是 是奴婢狭隘了 三姑笑着欠了欠身子 随后又垂眸叹道 奴婢自是知道 郡主心性坚定 不可轻易动摇 自从郡主七岁那年 亲口对我和皇义大人 说要替公主驸马报仇 我就知道 您绝不是那普通的治理女童 您不知道 当初听到这话时 我和皇大人 都害了好大一条 任谁也没有 将那件事情告诉于你 你仅凭着当时我俩的反常之举 和偶尔露出的那一两句口风 就做了判断 这是何等的聪明早会 奴婢自是不怕郡主心性不坚 只是害怕郡主心思太重 太过自苦 三姑不必担心 我心里有数 浊华摇了摇头 却不愿继续就此多谈 只又另说起别的事来 师父从江湖上搜集来的这些奇药 倒甚是好用 多亏进宫前贴身带进来几包 否则今天还真就做了啦 也不知道王天昊线下怎样了 郡主放心 不过是睡上一觉 黄大人送来那些药食 都交代清楚了 况且 我们还要用那草包 又怎会让他出什么差错 浊华点了点头 起身去到梳妆台前坐下 三姑忙也跟了过去 动手为浊华卸妆 今日之事着实险了险 奴婢现在想想 竟有些后怕 如若当时让那两个奴才跑了 咱们 就真是浑身有嘴也说不清楚 说不得王太后 还会将个擅闯公为私会外男的罪名 按在郡主身上 如若只是擅闯公为倒还好说 大不了说一句 郡主自小长于山野 规矩上有些欠缺 倒也罢了 可这私会外男的罪名坐实 那便是私得不休 有为妇道 若这王天昊 再做出什么梦浪之举 恰巧又被赶来的陛下看到 那郡主的归欲可就禁毁 王天昊那草包 我们虽然要用 却不能让他污了郡主的清欲 否则 以后行事会处处受今日之事撤走 将事被公办 而且陛下赶来的也太是时候 若说只是凑巧 我却打死也是不信 卓华点了点头 好在敏玉击警 打了那两个奴才的麻精 这才没让这奸计得逞 不过这以后在宫里的日子 咱们要多加小心 尽量身居检出才是 我们三人万不可有一人落单 郡主说得极是 先不说 听雨萱那只主仆二人如何计划自保 只说谢淑妃住的书方院中 当月姑将太后的意思传道后 谢芳妃独自坐在灯影 吓出了半赏的神 随后 她伸手招来贴身宫女寓所 伏在她耳边嘀咕了起来 第24章冲撞 自戎迪的贺卿使团先行到达大气京城后 其他藩国的贺卿使团也陆续到达 除了周边邻国 如锦陵西北的回湖 南面的梁岳等 还有相隔甚远的西圣国、渡海国、东桑国等等 不能一一禁数 一时间 京城内热闹非常 整日都有长相奇特 穿着奇装异服的外族人士 在京城市井集市中闲逛 京城百姓觉得新鲜 商贩店家们也是借此大赚一笔 又有大齐皇帝 太后下令将宵禁向后延迟一个时辰 以至晚间 街道灯火通明 车水马龙摩肩接踵 针针一片繁华盛世景象 该道的贺卿队伍几乎全都到了 只有西北晋王的贺礼还在路上 辽东柳大将军因调换房屋 耽误了时间要晚些日子 再就是 几个外邦小国地处偏远道路难行 尚未到达 京城县下如此热闹 便由礼部官员尚书皇上 太后 建议举办一场接风宴 以未劳各地远道而来的帆帮使者 以及地方上的礼官 王太后年轻时就是个爱玩乐的 在京中贵女圈里 曾是出了名的好奇社 此次为庆皇帝大婚引来万国来朝 更是喜上加喜 故而礼部的奏折一上 王太后便喜不自胜 连说三个好字 又想到时值初春 万物复苏 京郊桃花姓蕊开得正宴 于是清笔批阅试下 定于3月15 在西郊猎场举行一场春猎 届时赏春踏青 围猎游西 晚间再办一场盛大的篝火宴会 以未劳八方来使 既兴其又有野趣 到时候 凡有品级的官员皆可携家眷到场 沾沾皇上 太后的羽露福祉 已享天恩 旨意一出 礼部官员自是称颂圣赞 便是满朝文武 藩帮使者听闻将有此盛况 亦是其呼太后慈爱 皇上盛名 只是时间紧迫 一时间礼部人人忙得不可开交 便是民间 各部庄京殿也是家家门庭弱势 每日都要接待各色达官显贵 或定制为账赶制衣服 或欠改珠宝打制首饰 京城内一时间又热闹了几层 真是声歌欢腾盛况空前 在宫中如此热闹 却并未感染到 被接入宫中修养的太安郡主 自上次出了荣笛接风宴那一出教训后 王太后自是不敢再把太安郡主 忘在宴请之外 现下郡主又住在宫中 太后便亲命宫中六局 为其赶制义英春烈所用之物 骑装 马靴 首饰丝毫不差 驭马间又派人来请郡主 轻去挑马 可太安郡主似乎对这些并不怎么上心 义英请示 君答的好字 又或者让各局看着料理 他们主仆三人在宫中深居检出 除了早晚去昆泽宫中成婚定省外 平日里只卧在听雨宣内足不出户 竟是一位格外省事的主子 期间听雨宣内道似乎换过两回人 不过都是静悄悄的进行 还没起什么水花 就生肖寂灭了 太安郡主那里静悄悄的没有动静 却急坏了皇宫西边六所中的书方院 谢书飞这几日嘴上变声撩炮 她想好的那几个招数 好像是拖了把的剑 全都空放 有去无回 此时书方院的东乡房内 寓所正垂首功力 将这两日的事一件件的回禀 奈何那听雨宣内的主仆三人 竟是铁板一块 平日里屋中端茶道水垂腿打扇的静身伺候 全都不假宫人之手 借由那位徐司赞和太安郡主带去的丫头来做 太后娘娘派去的宫人 不过是在屋外做些洒洒的粗活 完全进不得屋内 且他们甚是警觉 从不落单 即使我们使出手段 有意想分开这三人 也没能得手 无论是宫中六局派分东西 还是请太安郡主施下 他们接派小宫人们去 那主仆三人 除了去太后那请安外 轻易不出听雨宣 听雨宣中我们的人 有几次倒想寻个机会生事 却不想全都被太安郡主告到了太后那里 回去便给赶了出去 我听昆泽宫的人说 那太安郡主甚会巧言吝啬 每次告状也不说 这人哪儿不好 只说太后慈爱 刚来时曾对我说过 若觉得使唤的人不好 便可比明太后撤唤 我这两日觉得 那个谁谁谁就不是很好 太后又不好说过的话不作数 也不想搏了郡主的面子 就这样竟把咱们在 听雨宣内可用之人 全都撤换掉了 娘娘您看 线下该如何是好 那太安郡主划不留守 咱们设下了几个套子 可她就是不往里钻 再这样下去 太后娘娘那里如何交代 听说那太安郡主 也不过就在宫中住上个六七日 待卫劳藩帮的春烈圣会一结束 便还要回她的七下山去 端坐在官帽椅上的谢淑妃放下茶碗 青醋鹅眉 忍不住悠悠叹了口气 我又能如何 我本就不擅长这些阴谋诡计 算计作局 这几个招数 已是亲我所能 可那太安郡主就是不入瓮 我又能怎样 难不成还派人 把她抬来 扔进圈套中不成 寓所是谢芳妃自宫外带来的 虽不向那去了的寓书 自小伺候了解甚深 但也伺候了几年 颇有主仆之情 此时 见芳妃近两日因着是急出了内火 形容憔悴 不禁心里是又急又疼 于是盲开口解劝 小姐不必太过忧心 这法子 都是人想出来的 凭那太安郡主有多厉害 可现下她寄进了宫 便是到了咱们的地盘上 只要她尚未出宫 我们总是会有机会的 太安郡主 倒真是个厉害的 寓所的话 非但没能劝解了芳妃 反而又引她想起了 几日前 妹妹谢晶晶 被太安郡主掌官一事 那日母亲进宫告状 可撞没告成 反而连累自己 被斥斥尽足 妹妹斤斤斤此一事 归欲尽毁 若说自己不恨太安郡主 却是不可能的 可自己向来 无甚才智谋略 这两日做的那几个局 也是她搜长瓜度 又监狱所提心补充 才设计出来的 谁知局势做出来了 但那太安郡主 却每每绕着走 连边都不靠 真真像泥丘一样 滑不溜手 太后那边催得又急 被她也不过失面上情罢了 娘家一团乱麻 爹爹醉生梦死 娘亲只会攀附王家 妹妹现如今 爱不提也罢 即便如此 她那亲娘还日日 人稍来口信 让她赶紧站稳脚跟 最好在王室启然进宫之前 怀上龙四 可这又谈何容易 自进宫以来 皇上对她并不见如何喜爱 现如今自己也已有数日未得见龙颜 谢芳妃想着这几处不如意 直觉得喘息不得 心中委屈的想埋手大哭一场 寓所见自家主子愁眉紧锁 且颇有渲然玉气之状 心知她是被压迫狠了 不由得心生怜悯 自家小姐本就才智平平 更无甚谋略才能 若做一个普通富贵人家的当家主母 尚可为之 可 偏偏老爷太太 被那荣华富贵迷了眼 非要送大小姐入宫来 这宫中个个都是人精 连宫女太监都捧高踩地 自家小姐无才无宠 在这不见天日的皇宫中 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自是苦不堪言 若娘家使得上力道还罢了 可小姐这娘家 有还不如没有 给不上助力不说 还只会拖后腿 就拿前些日子二小姐之事来说 不就是被太安郡主拿了错处 定了个以下饭上 连带着大小姐在宫中 也跟着吃了瓜落 以下饭上 猛然间 寓所脑子里 灵光乍现 随即又赶忙沉下心来 仔细捋了几遍 越想越觉得此计可行 谢芳飞见寓所半天没说话 不禁觉得奇怪 连着唤了两声 方间寓所满面是笑的看向自己 小姐 您可还记得 当日太安郡主拿二小姐的错处是什么 不就是以下饭上吗 寓所不提还好 一提此事 正戳中谢芳飞的痛处 她不禁皱起眉头 却又听寓所继续说道 既然她可以用以下饭上 那为何咱们不可以用 所幸咱们也不定什么计谋 设什么局了 小姐本就是坦荡之人 哪像的起子小人 满肚子心眼一肚子诡计 咱们呀 干脆一例详实会 管她什么理由 也不去讲什么道理 只用这以下饭上一条去拿她 小姐是淑妃娘娘 眼下这宫中的女人 除了太后就只有您最大 皇家的妃子 在外命府面前是君 既有君臣的名分 自有上下之分 随她冲撞也好 言语不尽也罢 只随便寻个错处 沾上这以下饭上的罪名 就能给太安郡主个眉脸 这样既完成了太后的交代 又以其人之道为二小姐报了仇 岂不两全其美 寓所的一番话 倒让谢芳妃心里清明了不少 她忍不住咬了咬嘴唇 想了半日 方才心下一横说道 虽是个笨法子 却也是最管用的法子 一例降实会 既然那些套子她不钻 那我们也只好硬碰了 自从那次与浩元相遇之后 或许是防着浊华 每次再去昆泽宫时 王太后便不再多留她 只匆匆应付两句 就将她打发走了 似是生怕她和浩元遇上 浊华之机 却也只能在心中苦笑一声 这日傍晚 浊华带着三姑敏玉 从昆泽宫请安回来 途中虚经过韶药谱 又要走上一条 红墙家里的窄长宫道方 才能到达首康宫 期间正赶上红霞满天 落日容金 一派祥和 三人顿觉心旷神怡 于是走走看看 心下不觉也轻松起来 郑妾一慢行 突然攻墙拐角处 鞋子着冲出一对人 领头的那位 直挺挺的便向浊华撞了过来 三姑素来激井 且又紧跟着浊华半步不落 一见此景心中 顿时警铃大作 伸手一把扯过浊华 脚下一旋 闭上用力 浊华不自觉地 便向旁侧冲了两步 疏得被拉到一边 躲过了来人那一撞 可紧跟在浊华另一侧的敏玉 却没能躲过 直直与来人撞上 只听哀悠一声 和敏玉相撞的 那个女子应声倒地 半天不起 这下可不要紧 那女子身后 带来的一群公鹅太监历石 呼啦啦围了上来 掺的掺 扶的扶 有人嘴上大惊小怪道 哎呦喂 可不得了了 又有人急问 娘娘可摔伤了哪里 唯有一名甚是体面的大公女 竟暂且不先去看她的主子 而是毫不迟疑地冲上前来 挥手直向铭玉面门国去 口中高声斥责 大胆见闭 竟敢冲撞淑妃娘娘 第25章拆招 寓所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急风骤雨的那一巴掌 怎么就被面前 这个不起眼的丫头 给一把挡住了 看着又瘦又小 力气却大得惊刃 自己的手被她抓着 竟似被铁钳子 钳住一般 丝毫动疼不得 今日这事 原本计划的挺好 虽然这个局粗糙点 可用的却是 以立祥实惠的法子 重在快狠二字 只先坐不知对面是谁 用个以下犯上的罪名 打了再说 等对方反应过来时 这脸也已经打完了 且又确实冲撞了 当朝的淑妃娘娘 就算那泰安郡主 再委屈不甘 却也无从追究 只能扔下这一巴掌 想得倒是好好的 可谁知实际动起手 还竟出了差错 先是泰安郡主不知怎么的 就躲过了娘娘那一桩 后又不知怎么的娘娘 竟就撞上了个丫鬟 最后 自己更是莫名其妙的 被这个丫头 擒住了手腕 寓所此时 由于太过震惊意外 一时坚韧人 擒着自己的手腕 竟不知说些什么 她瞪眼看着那丫头 那丫头也瞪眼看着她 两下里 就这么僵在原地 要说敏玉此时 也是满心茫然 自己走得好好的 忽就有人撞她 还未等看轻撞她的人是谁 竟就听见掌风过耳 一个巴掌挥了过来 出于练武之人的本能 她瞬间便擒住了 打人的那只手 可当她看到浊华身后 跟着的工人随从 呼啦啦跪倒一地 口称书妃娘娘 又见对面那对人 重心捧月乱成一团 敏玉觉得自己 大概是闯祸了 于是 她举着寓所的那只巴掌 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只能可怜巴巴的 回头去看浊华和三姑 浊华朝她微微一笑 示意她稍安勿躁 随后不动声色的 看了三姑一眼 三姑之机 上前一步 朝谢淑妃身负一礼 奴婢尚仪 局司赞徐三英 给淑妃娘娘请安 今日我等 随太安郡主 去昆泽宫给请安 不想尽在此 偶遇娘娘 适才这个丫头 冲撞娘娘实属无益 请娘娘恕罪 娘娘自是胸怀宽广 不会与这等小丫头计较 说着三姑声音一沉 冲着敏玉道 还不快谢谢淑妃娘娘的 不择之恩 赶紧回来伺候 敏玉这十方才如梦初醒 忙放开寓所 匆匆扶了一礼 道了句 谢娘娘大度 然后便欲退回到浊华身后 慢着 此时 谢淑妃已被众人 仔细扶了起来 又有两个小公鹅 上前殷勤地为她 胆着尘土 整理差环 她伸手挥开众人 抬起下巴 逆视着对面的浊华 傲然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泰安郡主 寓所 是 娘娘 寓所一听主子发话了 立时恢复了先前的气势 双眼一立 开口冷笑道 此乃当朝的淑妃娘娘 既是泰安郡主 自是应该知道规矩 却为何见到娘娘 尽不跪拜 素来听闻泰安郡主极重规矩 又爱讲究尊卑礼法 难道不知这君臣之理 娘娘是皇家的妃子 自然是君 郡主为臣 理应跪拜才是 浊华听后 微微一笑 却未说话 只伸手招了 敏玉来到身边 笑着左右解释了一番 似是怕她吓着一般 见她无恙 方才拍了拍她的手背 放下心来 全程为施舍一个眼神 给她解书飞 更别说 做足了气势叫嚣的寓所 娘娘 寓所到底没经过事 刚当的气势 也不过全靠硬撑 此时 被浊华晾在一边 顿时就无措起来 三姑见此 微微一笑 在开口式声音里 评添了几肆威严 奴婢出自上一局 这国理家法的规矩 自是比常人知道的多一些 若论国理 淑妃娘娘虽是皇妃 但却位居三品 且太后 皇上也未有旨意 给淑妃娘娘 樊公主王妃 命负俱见其行礼的殊荣 太安郡主亦是国妻 又被太后 皇上破例提封为一品 如此说来这上下尊卑 三姑又是一笑 却不那么好论 若论家里 太安郡主乃郑国大长公主之女 是当今皇上的表妹 与淑妃娘娘也算是平辈 一奴婢看来 若是一家里相互以平辈里相见 倒也不是不可 可若真谈起国理来 却是既无成立 亦无旨意 想来 是淑妃娘娘自己记错了 三姑说 玩笑而不语 她的意思很明白 现下你即便是皇妃真占个君子 可太安郡主的品级比你高 出身比你高 细究起来 两方不过行个小礼节便罢了 若说跪拜 那绝对是你在发梦 寓所肃无极致 又是近两年才提拔到 谢芳妃身边伺候 没经过什么历练 三姑的一席话 顿时说得她哑口无言 又找不出破绽 只能回头去看自家主子 谢芳妃心中一叹 不由得有些想念 那已经去了的寓书 若寓书还在 线下早已拿出了无数个主意 更不会用自己操心 就以便宜行事了 这寓所平日里倒也算机灵 可真到了要紧的时候 却是个怯场靠不住的 谢芳妃无法 只得暗暗朝寓所使了个眼色 又瞥了眼刚刚撞她的那个丫头 寓所这方才明白过来 赶紧又高声说道 这国理家法 见不见理的事暂且不论 只说刚刚 那眼睛里没有主子娘娘的剑壁 竟敢冲撞娘娘玉体 要知道娘娘 可是精尊玉贵之躯 又身负眠炎皇家子 四肢大则 剑壁这样冲撞 若万一损了娘娘的玉体 乃至妨碍了皇家子嗣 这责任谁能担待得起 这样的剑壁 真是应该拖出去打死才对 诶 既是太安郡主的丫鬟 怎可拖出去打死 寓所的话未说完 谢淑妃便笑盈盈地接口睡到 眼波流转 转头去看着华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做出了个飞扬跋扈之状 太安郡主极重规矩 自是不会包庇自己的婢女 前而不还因为规矩二字 打我那包莫吗 今日也必不会因为训私 而坏了这规矩二字 丁思政 请你说说这冲撞皇妃以下犯上 应该如何论处 谢淑妃话音一落 就见从工人中走出一个年轻的女官 身穿六品丝正福色 低头弓手 甚是宫颈 三姑仔细看了看 却并不认得 想是近几年 宫里新提上来的 那丁思政仙是对两面都拜了拜 然后才开口说道 奴婢是上工局中专长纠察工为 戒令折罚的丁灵 回娘娘的话 宫中冲撞皇妃以下犯上者 按规矩应该交由宫政司 仗则三十 说完那丁思政变 重新退回人群之中 今日之事本就与她无关 不过是奉太后之命 过来给谢淑妃撑撑场子罢了 因此 她一开始便隐形匿迹 尽量降低存在感 太安郡主是太后 赵进宫来的客人 且宫外又有一堆人盯着 便是教训也轮不到 她一个小小的司政出手 由着谢淑妃的人去冲锋陷阵才是 太后身边的月姑姑 和他们这些女官一向交好 这样难得的提点 她自是会牢记在心 且感激不尽 仗则三十也太过了 不如就跪在这里 这人来赏她二十个嘴巴吧 郡主 您说呢 谢淑妃此话一出 敏玉便梦了 她转头去看那张狂的谢淑妃 见她正冷笑连连盯着自己 又去看向三姑 见她正皱着眉头 似在急速地想着对策 她又去看了看卓华 却见卓华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安心 敏玉低下了头 心里默默合计起来 此事如若郡主一力挡下 倒是可以保她万全 她也知道郡主定会一力护她 可护她之后呢 那谢淑妃刚刚也说 她是明着为了前几日谢金金之事报仇的 如若郡主护了自己 那前两日谢金金之事 郡主岂不是自打脸面 这两日金中的势头已被他们炒热 如若出了此事 有心人自会去说郡主说一套做一套 对别人满口规矩礼仪 对自己人却放纵偏袒 这不仅损了郡主的名声 更把现下这大好行事拱手让人 那以后再行事可就要被动许多 敏玉想到这里 不由的心下一横 迈步就要走出去跪地受罚 不想却被卓华一把拽住 随后便听卓华轻声说道 淑妃娘娘说得不错 泰安再次谢过娘娘大度 对了 前两日送到书方院中的礼物娘娘可曾收到 不知可还满意 刚当到现在 这是泰安郡主第一次开口 谢芳妃不禁心中得意 泰安郡主一开口便是和自己来套近乎 可见她已是无计可施 心中得意 脸上自然就带了出来 谢芳妃的笑容里透着三分不耐烦 扬声说道 已经收到了 郡主太客气了 这翠芙楼的首饰一向价值不菲 让你破费了 不过情义归情义 规矩是规矩 今天的事 却不能为了情义 坏了规矩不是 寓所 就在这赏那丫头二十八掌吧 寓所刚想俯理承诺 却听泰安郡主继续温声细语道 当日给各公送去礼物时 太忙乱了 竟出了差错 原还有一个物件是要一起送到书方院的 谁想静落下了 倒不值什么 不过跪在是一件老物件 说着 卓华从袖带中掏出了一只病地连的翠玉发簪来 那翠玉通体碧绿 竟无一丝杂质 像一汪清水一般 一看便是件老物 就是做那小康人家的传家宝 也是使得的 那簪子一亮 谢芳妃历时瞳孔猛缩 脸色煞白 她忍不住伸手揪住胸口的衣服 只觉得自己的呼吸 似已被人硬生生给掐断了 卓华笑盈盈地将簪子递给了三姑 三姑双手托起 举在眉前恭恭敬敬地送到谢芳妃面前 看着被送到眼前的簪子 谢芳妃一时间心里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分明是独无私人 却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 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哼 倒是 倒是一看好月 周围还有一堆宫女太监看着呢 谢芳妃只能勉强笑着敷衍一句 却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了 第26章压制 淑妃手握着那只病地连的翠玉簪子 带着一众宫人失魂落魄地向书方院走去 泰安郡主的话似乎还在耳边 厉厉回荡 娘娘也知道 我母亲破留了几个黄庄给我 一年多前 有个落魄的书生投到我一个黄庄的门下 我那庄子里的管事见这人还有些学问 便留他做了个账房 那日管事来向我报仗 便带他一同来了 谁知这人竟是各时新年子的痴人 知道是我 竟连面也未见便把家中祖传的翠玉簪献了上来 说什么 我自是能见到一等一的贵人 这簪子虽是祖传 落在他手里 却是明珠暗头 只希望我为这簪子 找个有缘的贵人收留下来 也不枉相知相守了这么些年 疯疯癫癫 说了许多无稽之言 我念他一片真心 便收了这簪子 那日收拾个宫礼物时 只觉得这物件似与娘娘有缘 谁知一忙乱 竟就忘记放进给娘娘的李丹众了 太安郡主后来似乎又说了什么 可谢芳妃却再也没有听进去一个字 他脑子里只是反反复复在想 是东哥吗 一定是东哥啊 也不枉相知相守了这么些年 这分明是东哥的语气 伺候在谢芳妃身旁的寓所 见自家主子一路跌跌撞撞 脸色煞白虚汗直冒 不禁吓了一跳 忙上前扶住谢芳妃问道 娘娘您这是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舒服 牡壁者人去请太医 却不想谢芳妃反手推开了她 僵硬跌里了李并脚 默然地说了句我没事 便继续向前走去 这回淑妃娘娘走得沉稳了许多 可御所却总觉得 娘娘的背影似是一个没了灵魂的傀儡 只一板一眼地被那看不见的线索操纵 刚刚明明形势一片大好 太安郡主寺被他们逼到了绝境 那丫鬟已然要主动走出来受罚了 连那位徐思赞似乎都束手无策 面对上宫局的丁思政一句反驳之言都说不出来 可怎么娘娘忽然就回袖说要回书方院 连那丫头的错处都不咎了 扔下一堆称目结舌的宫人女官转身就往回走 是在太安郡主拿出那根簪子之时吗 娘娘被那根簪子给收买了 可那簪子再好 却也抵不过太后娘娘的赏识 那可是于宫中 族的根基啊 小姐这不是因小事大吗 御所不明白谢淑妃为何突然变了态度 可有人却知道得十分清楚 听雨宣内 敏玉依然守在门口 三姑将一杯热茶递给卓华 随后笑道 李福来的惠文斋既是当铺又做古董生意 这成日里 来往串走于各达官显贵的后宅之中 又迎来送往一些落魄低士族官宦子弟 自然知道这经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郡主那簪子 这几日便一直待在身上的吧 谢淑妃今日发难 也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 卓华并不说话 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若说这簪子的典故 却是说来话长 谢芳妃与谢晶晶的母亲谢大太太 原有一竖姐 自幼感情不错 这竖姐后来 嫁了个家道中落的刘姓官宦子弟 那刘家虽败落 却也有吉姆良田祖产 且郎君之情失去颇为上进 日子也算美满 可谁知竖姐薄命 好日子没过几年 郎君就患上肺牢 没几年便撒手人寰 只留下一个七岁幼子 孤儿寡母自是生活艰难 族中之人又欺他们无所依靠 于是侵吞了祖产 将他们母子赶了出去 竖姐无法 只得鞋子投奔谢大太太 可不想一路颠簸劳顿 又加上星火欲劫 竟就病死在路上 好在上有一钟仆护主 一路护着那小少爷到了谢府 谢大太太得知竖姐病逝 自己的外甥又吃了无数的苦头 颇痛哭了几场 随后这人将外甥好生安顿 同谢家的孩子一同教养 谢芳妃自小便和这刘家表哥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 哪只朝夕相处间竟渐渐生出私情来 以至于私定终身海誓山盟 可世事不如人愿 随着谢芳妃出落的日渐标志 谢家建起了攀龙赴凤之心欲送芳妃入宫 这对苦命的鸳鸯乍得此心 顿时慌了手脚 多年相知相守 二人早已生死相许 这正热啦啦的 如何能狠下心分开 于是二人暗中一合计 竟决定双丝奔出走 当然 私奔之事最终还是败露 刘家表哥被逐出谢家 谢芳妃身边的大丫鬟欲输投了井 凡知道此事的义英仆役全被发卖到极北的苦寒之地 谢芳妃期间究竟如何抗争不得而知 只知道 她最终还是静悄悄地进了宫 从此再无刘家表哥的半点消息 那翠玉簪子便是刘家的祖传之物 历来只传给当家主母 刘家表哥曾亲自将她插在芳妃发间 可惜是败后被谢大太太发现 扔回给了刘东 至于卓华所述 却是半真半假 那刘家表哥 现在倒确实在她的一个庄子上共事 但那簪子 却是她出出谢府走投无路时当道会文摘的 且是死当 卓华如此说 不过是为了让谢芳妃心中的希望不灭 在这皇宫中苦水泡着的日子里 有个念想 笨头罢了 谢芳妃那色力内人强作出来的气势 卓华又如何会看不出来 若真实话实说 只说刘东为了几两银子果腹 竟死荡了他们的定情信物 想必谢芳妃心死的同时 离生死也就不远了 哎 不过是个自己做不了主的苦命人罢了 卓华心下 忍不住重重一探 昆泽宫中 王太后听了丁思政的禀报后 将手中的茶碗重重地割到了小几上 月顾见此 摆了摆手 丁思正忙翘无声息的躬身从殿中退下 眼皮子竟就这样浅 凭她是什么好簪子 没见过还是怎么着 我交代的正事也不办了 好不容易立起的威风也不要了 大好的行事就拱手推了出去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就她这样的 还想在宫中站住脚 还想和启然争个高下 哼 笑话 说着 王太后四还觉得不解气 握紧拳头重重地垂在凤椅的扶手上 娘娘 仔细手躺 月顾芒胯不上前捧住王太后的手 仔细剪看后方才轻轻放下 娘娘何苦因为淑妃娘娘生气 您以前也说过她资质太差 空长了一副好模样 脑子却是空的 再说那泰安郡主也不过只住上几天 就回她的七下山去了 太后娘娘何必去招惹她呢 你当我愿意招惹她吗 还不是因为圆儿 自从上次见了泰安一面后 这两日就跟丢了魂似的 以前好几日才来这后 宫中转上一转 这两日跑得道秦 说着王太后冷笑一声 她这是当真动了心思啊 泰安那丫头现下 看似身居简畜 闭着闲呢 可她却瞒不过我 你信我 她绝不是个省事的人 不行 我不能任其下去 你不知道 这男人 一旦谁入了心 若是得着了还好 若是求而不得 你就等着吧 这心里 能装着那人一辈子 在她心间肩上生根发芽 若是别人 平原而喜欢 我自不会去管 可为我这泰安不行 这个丫头的绅士 可别最后再闹得我们母子离心才是 娘娘 一奴必于见 若是想从皇上心中拔出个人来 还不如让她心中再住进去一个人 您看 咱们不如把王大小姐也接进宫来 月姑此时站在凤椅之后 伸手轻轻给王太后揉着肩膀 诶 你这个主意不错 王太后眯起眼睛 未等月姑说完便接过话茬 对 对 你倒给我提了个醒 让月儿看看 到底谁才是珍珠 谁不过是那鱼眼 泰安那丫头也要给个教训 让她知道 这世上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来人啊 传我的意旨 哀家明日 要在和风阁中举办家宴 届时请亲王一家 再加上其他几家宗士一起参加 娘娘盛名 月姑笑着凤承道 多亏你 还是你脑子转得快 王太后一扫刚刚的阴霾 笑盈盈的拍了拍肩头上月姑的手 第二日傍晚 当卓华在和风阁外遇上王启然时 她赫然发现 王太后天儿媳妇还是很有一套的 起码这位王家大小姐的气势和派头 在京城贵女中是数一数二的族 王启然就只这么扬着下巴 朝卓华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 然后目不斜视的傲然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她 她就这样从咱们身边走过去了 乖乖 好大的气派 敏玉满脸愕然 慎言 三姑回头瞪了敏玉一眼 随后事宜周围 让她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无妨 卓华笑着 随后转身向敏玉条砍道 毕竟是未来的皇后 气派自然要比常人足险 一会儿进去 可就不能多话了 我们走吧 敏玉吐了吐舌头 盲跟上卓华 三姑 太安表妹 三人还未进到阁中 身后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唤 卓华转身一看 却是晋王世子秦浩宇 若说三姑 敏玉对来人 还尚有那么一瞬的迷惑 分不清是秦浩宣还是秦浩宇 卓华却自始十分清明 这兄弟二人分明全然不同 自上次之后 他就再未迷惑过 那日卓华虽带着秘离 但随时的三姑和敏玉 浩宇还是认得的 故而他本意不过是想 上前打声招呼 可当卓华寻生缓缓转过身来之时 浩宇顿觉这世界安静了下来 夕阳余晖中 那少女让他想遍诗词歌赋 亦找不出一句相配与他的赞美 或洛神父或莫尚丧 无论是洛神还是罗夫 都不过是失踪的幻象罢了 即便美好 也只是纸上的一抹影子 模糊不清 无感无知 可眼前这位少女 却是真真切切地立在那里 鲜活生动的美好 浩宇突然觉得 今天这夕阳十分醉人 不然为何他还没有喝酒 便已然有些薄醉微醺了 此时 对面的泰安郡主 已向他缓缓一服 轻声说道 泰安见过晋王世子 可那行指间却露出三分的疏离 语气中透着两分的冷漠 较上次相见的态度 竟大不相同 似以前从未见过一般 不知为何 浩宇心中陡然泛起了淡淡的失落 第27章 杀猪 王启然虽极不想承认 却又不得不承认 泰安郡主的 雀声的美貌过人 似在他之上 可那又怎样 和风阁内 当女官恭恭敬敬地 引他坐到太后身边时 王启然心中忍不住得意欢笑 这最终坐上皇后 奉坐母依天下的 还不是他王室启然 前后脚走进和风阁的浊华和浩宇 一进门正看见王启然坐在凤椅旁 被太后拉着手说笑 好一幅婆媳和乐之景 秦浩宇忍不住转眼去看浊华 作为宗室子弟 先皇赐婚圣旨之事 他自然知道 说王室大胆 或说宗室无能 在这之前秦浩宇其实都不太关心 他是刘金的世子 说白了只是个人质 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每日里想的不过是如何自保 旁人的生死恩怨与他何干 可刚刚他却下意识地看向浊华 而不是如往长一般不动声色的行李退下 真正不动声色的反倒是浊华 他上前飘飘然下拜失礼 四位看见王太后按下欲起身回避的王启然 王启然就这样坐在太后身边 生受了浊华一礼 紧接着又生受了晋王世子一礼 然后是瑞郡王及瑞郡王妃的礼 加太郡主的礼 康王世子的礼 定安县主的礼 一众的宗室 皇亲陆陆续续来到和风阁 给太后行礼 也似乎顺带着给坐在太后身边的王启然行了礼 若说刚被太后按住时 王启然心中满是不安和兴奋 而此时在看着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皇亲宗室 逐个败在自己脚下 她已没了初时的忐忑 取而代之的是心中油然而生的豪气 仿佛此时她已然和皇上大婚 她已然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天下本就因踩在她的脚下 这一众人等本就因屠服在她的面前 王太后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这才是皇家气象 你以后要惊得多呢 王启然的心陡然狂跳不止 虽是家宴却效仿古法 皇上太后之下按品级爵位各奢一小几 只捡个人爱吃的精致小菜摆在面前 一时间由女官太监引领重宗室入座的 又有各自寒暄的 人生喧嚣十分热闹 淑妃今日称病未到 不过这样也好 王启然在这儿呢 光是礼节一事便大有文章 她来了反倒尴尬 正乱着 呼听门外小内侍高声通传 庆王妃道 阁内立时肃静下来 众人纷纷起身离席 垂手功力 随即一精神绝朔的老人 拄着龙头拐杖 由一律衣少女扶着 步履稳健走进阁中 臣妾给太后请安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庆王妃高声助唱 行动却颇为迟缓 她慢慢俯下身子 看着仿佛是因年老而行李不变 快 快去将老祖宗扶起来 王太后哪能真让庆王妃拜下去 盲拍了拍王启然的手 命她去扶 王启然慌忙起身 下座去扶庆王妃 只是她的手还没递过去 庆王妃已然俐落的行了李 随即扶着 绿衣少女的手站起身来 昨日恰好庆王爷带着小子们 都去了庄子上查看春种 故今日臣妾只邪了孙女 来给太后请安 其而 还不快给太后娘娘见礼 庆王妃似没看见王启然一般 当然也更没看见她的尴尬 只转头吩咐情情去给太后行礼 那绿衣少女听后娇俏一笑 偏然嘲讽作下拜 口称太后千岁 好似一只绿色的蝴蝶 灵动异常 好好好 永平郡主多日不见 出落得更加标致了 来 永平 启然 你们两个到哀家这来 说着王太后 将两个女孩子招到镜前 一手拉着一个 左看右看 不禁笑道 好好 果然都是大家闺秀 端庄持重 自是与那长鱼山野的丫头 大不相同 你们一个 是哀家娘家的侄女 一个是哀家夫家的侄女 都是一家子骨肉亲人 自饮好生亲近才是 永平郡主与王启然听后 相互对视一眼 微笑汗手 彼此行了平背之礼 然后王启然依旧重新坐回太后身边 永平郡主 回到沁王妃身旁 这时 有女官上前引坐 沁王妃却站着不动 转身向袭上众人 一一望去 最终定格在浊华身上 太安丫头可来了 为何不过来见我老婆子 浊华陡然红了眼眶 忙从暗后起身 面上挂笑眼中却含着泪 几步来到沁王妃身前 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翠声声说道 华儿见过老祖宗 老祖宗这一项身体可好 好好 我的乖男 快起来 仔细腿疼 沁王妃说着上前便去搀扶浊华 可眼中的泪却却先掉了下来 正落在浊华的手背上 浊华一见 哪里还能忍住 那眼泪四散了线的珠子 扑速速落了下来 庆王妃伸手便将浊华搂入怀中 祖孙二人当殿抱头痛哭 殿上众人见此 有心中感叹的 有跟着伤感的 更有那尴尬恼怒的 今日设宴原本十分突然 不少宗室因故并未到场 但能来的哪个不是人精 众人一进何风格 就见王启然赫然端坐在太后身边 席上又有一面善的少女 做习品集 颇为靠前 分明就是泰安郡主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谁还猜不出来 但碍于太后 直接坐视而不见 并无一人主动寻浊华攀谈 王太后当时心中得意 她要的就是这份冷落 要的就是这份排挤 要的就是浊华能知难而退 她要告诉灵氏浊华 这七峡山中悠悠八年 京城却早已变了天下 可这层窗户纸 到底还是被秦王妃捅破了 好了好了 今日一家子骨肉相聚 本是欢喜的日子 太安你怎么嫩的不懂事 倒惹的老祖宗哭了起来 这要是哭坏了身子 可如何事后 启然还不去劝劝老祖宗 要以身体为重 王太后的话里 分明已带着几分不耐烦 却还要强撑着 摆出张笑脸来说 王启然刚欲起身离坐 却听庆王妃颇为不客气地说道 不敢劳烦王大小姐 老婆子 我身体一向好的很 还不至于哭 这两声就归了戏 我与华丫头八年未见 娘们尖诈一见 伤怀痛哭 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嫌我老婆子太过躁 扰了太后的清静 这番说辞 回得极为硬气 王太后的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清白一阵后 最终只能干笑两声 黄沈说笑了 我也是担心您的身体 庆王妃倒也见好就收 微微躬身道 谢太后关怀 随后又拉过永平郡主 对卓华说道 这是你妹妹 你可还记得 你俩只差半年 小时候就爱玩在一块 那时她常常去寿康宫 找你同住几日 又或者你来庆王府 陪她住上几日 自是记得 卓华看着秦琴方 转背为喜 一边拿着帕子是累 一边笑道 秦妹妹 这一向倒是清减了不少 华姐姐又来笑话人 我都说了我长大后 定会瘦下来的 说着秦琴 灿然一笑 伸手去拉卓华 不过华姐姐长大了 倒真是越来越美 真如陛下小时候说的 成长这世上 第一好看的女子 秦琴的话音未落 便听见上头的王太后 陡然弹嗽起来 背对着凤椅的 秦琴冲着华一皱鼻子 绊了的鬼脸 随后才正色起来 拉着卓华的手曲 西行李到了生姐姐 卓华见她这样 也盲取西环李 笑着叫了生妹妹 正说着呢 秦琴口中的皇上 却也到了 小太监在门外一声通传 阁中出了王太后 外军慌忙站起身相迎 浩元一进阁内 便忍不住去寻卓华 见她正与沁王妃 秦琴站在一处 心中欢喜 于是上前拜见王太后之时 脸上便带了出来 王太后见此心中有气 面上却丝毫不露 只笑着说了句皇儿免礼 随即众人行礼 方才各自归座 庆王妃拉着卓华和秦琴一起 同坐到了自己的身旁 王太后无法 指得命女官将两处挤岸 并倒一处 别人倒还罢了 却气坏了凤座旁的王启然 庆王妃对自己不假词色 永平郡主对自己客气疏离 怎么到了 太安郡主这儿就轻轻热热 又哭又笑起来 这分明是 不把她王氏启然放在眼里 想到这儿 她不禁暗中握紧了拳头 此次虽是家宴 但王太后性质却似颇高 几轮歌舞作罢 她便命月姑传旨 折在场中归秀 献上才艺以助九姓 然而 这场上除了卓华 秦秦 王启然三位未婚小姐外 如康王家 得家太郡主 以轰式的连郡王家中的定安县主 均已嫁作人妇 且太后的用意哪个不明白 故此 众人皆是嘴上称赞应诺 却只把这出风头的机会 让给了王启然 席下 浊华和秦秦相识一笑 只各自安心地喝酒吃菜 果然 王启然今日是有备而来 先是呈上一幅奉穿牡丹的双面绣图 献给太后 被王太后称赞为 巧夺天公 又当场画了一幅万里河山图 献给了浩元 浩元自小便擅长书画音律 见此画气势灰 笔法细腻 颇赞了几句 后来王启然又当店府琴 揍了一曲广陵伞 更是得了浩元和店上众人的交口称赞 对于浩元和众人的态度 王太后十分满意 洋洋得意间 就不由地去看了卓华一眼 却见她正与琴琴说笑 似并未在意此处 泰安郡主 王太后笑容满面地唤道 你觉得启然的才艺如何? 原本闹哄哄大殿 差时安静下来 众人一起看向卓华 卓华微微一笑 欠了欠身说道 王大小姐之际自视精湛绝伦 卓华十分钦佩 哦? 这是要甘拜下风的意思啊? 王太后愚发得意起来 连坐在她身旁的王启然 也忍不住低下头去 看似害羞 实则只为眼去嘴角那似笑意 那泰安郡主 可否也献上才艺 与启然切磋一下可好 让王太后没想到的是 此话出口 卓华直接就缴械认输 泰安才疏学浅 并无什么过人的才艺 王太后的得意此刻 简直就像那已经裂开的西瓜 里面招摇夸炫的颜色 是眼也掩不住了 诶? 想是泰安郡主 太过谦虚了 郑国大长公主 当年就是个有才的 郡主自然除凤 轻与老凤生才是 卓华皱眉 原本她是想成全王室孤职 让他们出尽风头便罢了 可谁知 王太后却咄咄逼人 线下竟又连她母亲 郑国大长公主也编排上了 实在让人厌烦的姐 卓华抬眼看向凤座上的王太后 笑意盈盈地回道 我母亲的才能道不在这些歌上 加此的才能在于带兵打仗 排兵布阵上面 且我记得当年太后娘娘 也曾提过我在琴棋书画 真指厨艺上 过于懈怠之事 那时 瑞翼太皇太后还健在 她老人家便会说过 像咱们这样人家的女孩 本质却不多在这些 知道些其中的门道便可 不须有多么精通 真指上自会有那秀娘 听琴可去寻琴师 便是想要些好字好画 也自会有人写好了 画好了给送来 懂得品鉴才是要紧 却何苦与那秦师秀娘去蒸饭吃 就例如 倘若上厨艺 难不成想吃个小炒肉 还要亲自操刀杀猪 取那一条活肉不成 卓华的话音刚落 便听席上似有人没能憋住 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第28章竹马 康王世子 到底只是个13岁的少年 听得卓华杀猪的比喻 一时没能忍住 扑得笑出声来 在这安静的大殿中 就显得格外突兀 随即被他姐姐嘉太郡主 狠狠瞪了一眼 康王世子自觉失态 摸了摸鼻子 举块吃起菜来 除了康王世子没能忍住外 这番话说完 殿上众人顿时鸦雀无声 浩宇心中惊涛骇浪 平生除了太后 竟未见过如此凌厉的女子 语气态度 不可谓不温柔如水 可说出的话 却锋利如刀 竟当众搏了太后 却又让人挑不出毛病 只因 她不过是在附属瑞仪太皇太后 生前的话把了 我老婆子年龄大了 这常位也浅 向陛下 太后告个罪 华儿 琴儿 陪我出去更衣 大殿刚刚还急进 在庆王妃告罪起身那一刻 众人历时像又活过来似的 说笑寒暄 歌舞奏乐 重又热闹起来 华儿呀 你今日这慈风太过犀利 若总是如此 你又 无所倚仗 恐以后会吃亏呀 和风格外的游廊上 庆王妃寻了一僻静之处 由着卓华和琴琴搀扶她坐下 一边拍着卓华的手 一边叹气道 卓华悠悠一笑 老祖宗看我如今这样 可还有什么亏是吃不下的 庆王妃沉默半赏 方才重重一叹 华儿可是怨恨老祖宗 想当年你的母亲 只愿意跟着琴儿她爷爷 庆王爷出入军中 假小子似的 后来琴儿的父亲我那大小子 又追随你的父母去军中历练 差点死在战场上 还是你父亲救了她一命 方有着后面的好日子 你又是从小在宫中 和庆王府两处长起来 咱们两家的情谊 自不是一般的情情能比 可在先帝赐婚这件事上 庆王府却 老祖宗 这件事怨不得别人 原就是那赐婚圣旨不知去向 便是找到圣旨 以我现在这一届孤女的身份 又如何在宫中立足 还不如现在这样来的安全自在 安全自在 庆王妃听着心酸 何时镇国的后人 竟开始为自保操心了 好孩子 庆王妃叹道 你放心 除了这件事 我也确实不想让你 进攻受那份搓磨 以后但凡遇到什么难处 你只管来找庆王府就是 我老婆子和你叔祖 定护你周全 老祖宗 浊华忍不住哽咽起来 华姐姐莫要伤感 祖母也莫要难过 要我说 若护华姐姐周全 还不如赶紧给她找一门好亲事 我有那么多足秀 岂这金钟才俊如鱼 我看快快把华姐姐嫁出去 才是正经 哎呀 华姐姐 秦秦话未说完 浊华便冲过去 要撕她的嘴 庆王妃看着二人笑闹 方才勉强扫去刚刚的伤感 笑着叹道 齐儿说得不错 若不是你大哥已经婚配 两个弟弟一个九岁 一个七岁 实在太小 我是真想把华儿拼到庆王府来做孙媳妇呀 老祖宗 华姐姐脸红了 哈哈哈 被浊华拿来和秦师秀娘好一番作比的王启然 在宫宴的后半场 只全心侍奉王太后 甚是温顺贤德 想是太后平日里操劳过肾 很快就罚了 和封阁的家宴也就早早地散了 且不说众人各自散去回府后 是如何与自家当家人述说今晚之事 也不说昆泽宫中不小心碎了一整套的茶具 或是王启然回府后 失手摔了自己的骨琴 只说 卓华在回听雨萱的公道上 竟赫然看见了浩原站在僻静之处等她 卓华不由的心下一探 该来的还是来了 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华妹妹今日可生母后的气 工人们远远地跟在身后 浩原边陪着华向听雨萱走去 边转头看她 不知是否因今晚多饮了几杯 月光下的卓华让浩原陡然心雷如骨 怎么会 太后一切皆是为了陛下 陛下也应理解太后的一片苦心才是 卓华面上的淡然却刺疼了浩原 她看了她半上 方才一探 华妹妹果然还是与朕身份了 随后又苦笑道 今日见你与其儿同坐说笑 陈四又回到了小时候一般 那时候 其儿时常进宫 与你小住 她一来 你就不大理朕了 只和她凑到一起 嘀嘀咕咕 其实朕那时是很不喜欢她入宫的 现在想想 咱们这些人 也唯有小时候 才能得那几分真正的无忧无虑 这世间众生皆苦 有几人能一生喜乐无忧 若真有那样的人 恐怕也只能是吃儿罢了 却也算是难得的造化 浊华的语气平和 但声音中隐约透着一丝悲天悯人的伤感 浩元转头又去看她 月光下那如枝子花般芬芳的少女 眉眼间似是融着一抹淡淡的轻仇 浩元的心又是陡然一颤 华妹妹 华妹妹 可是怨恨朕 怎么会 浊华抬眼去看浩元 面上虽笑 却未打眼底 没见得那抹愁丝似又中了几分 我现在很好 有何事要去怨去恨呢 陛下如此问 真是折杀太安了 听闻此言 浩元顿住了脚步 转身仔细去看卓华 似欲从她的表情中寻出一些什么 那是一双少年独有的眼睛 清澈而倔强 又带着几分上位者的威严 里面四藏着满满的情绪 卓华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 终是败下阵来 垂下眼帘躲避着 随后轻轻叹了口气 元哥哥何苦如此认真 有些事终是你我无能为力的 无能为力 卓华的一句元哥哥 让浩元瞬间柔肠百节 却又被一句无能为力 痛得剖心断肠 我只愿元哥哥 能像我们小时候常说的那样 做一位旷世明君 才不枉费先帝的厚望 也不枉费 不枉费边关战死冤魂 卓华说吧 轻浮易礼 带着三姑和敏玉 从浩元身边轻轻擦肩而过 在此就算向幼时的情谊道别吧 卓华心中默念 他与浩元终究只能站在两座对立的高山之上 今生无法相遇 如此也罢 浩元转身看着浊华渐渐远去的背影 不由得暗暗握紧了拳头 华妹妹 我若做了那旷世明君 又怎会有那无能为力 禁王世子府 浩宇在门口有桥通伺候着下了车 一路若有所思的走回自己的怀德院 刚迈进夸院 就见府内大丫鬟金吕甚是警觉地迎了上来 匆匆一扶道 世子爷 二爷带着喜宝在屋里等了您一晚上 其间太后赏的那位萧姑娘 似听到什么风声 来了几次 都被我给挡了回去 线下二爷还在屋里等着呢 浩宇听后忍不住冷哼一声 这个萧姐儿 真是越来越不安分了 老规矩 让她先病上一病 至于其他 以后再说 说罢浩宇继续前行 只是眉宇间 杀意陡然划过 是 金吕急忙跟上 神色如常 无半点起伏 轩帝可说是何即是 浩宇边行边问 并未说是何事 只说要等爷回来 可用过饭 奴婢擅自做主将二爷的饭 传到了柿子房内 恐是此事 才引得那萧姑娘怀疑 奴婢该死 无妨 你做得很好 去上热茶来 是 金吕边硬摸着 边为浩宇开门打连 待浩宇进屋后 他轻轻掩上房门 又左右检视一番 方才退下 一进民间 秦浩宇便看见弟弟 正坐在下手的官帽椅上喝茶 一旁的喜宝 煮着腮帮子百无聊赖的发呆 并不像出了什么大事的样子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轩帝有何急事 可是 包大海那边有什么消息 浩宇边说 边撩袍坐到了上手 喜宝忙跳起来行李 转身出去 到门口守着 前几日 包大海从事子府 搬出去住进了越来客栈 主要就是为了方便 和西北人马 联络随时探知其行程 毕竟不能耽搁了正事 包大海倒是传来消息 说是西北贺卿队伍 这几日便到京城了 大哥放心 我届时自会处理妥当 那就好 除此之外 轩帝可还有其他事情 浩宇看着浩宣 总觉得他今日如此兴师动众 绝非就只为了贺卿队 静静这样的小事而已 道也 没什么事 浩宣突然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旋即灿然一笑 大哥 十五那天 是不是要去参加春恋 可否 也将我带去 我想 我还从未见过皇家春恋 正好 正好想长长见识 大哥放心 我从师父那儿学了点易容术 虽是皮毛 但足够糊弄过去 定不会暴露身份 让大哥做辣 如此兴师动众 却原来只是为这 浩宇简直哭笑不得 正好京女进来送茶 他一边接过茶碗 一边拿碗盖 指着浩宣笑道 我当时何事 原来只是这等小事 不过 也难怪 你自幼长在民间 自是没见过什么皇家气派 放心 大哥到时候带你去就是 多谢大哥 浩宣拱手朗声说道 随即一笑露出满口白牙 看来他是真心欢喜的 浩宇低头喝茶 脸上也不自觉的就挂了笑 见大哥心情不错 浩宣向前凑了凑问道 大哥今晚参加宫中宴会 可有什么新奇的事发生 那 浩宣本想问 那泰安郡主在宫中如何 可想了想 还是将这句话给验了回去 啊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 浩宇嘴上这样说着 脑子里却忍不住浮现出泰安郡主笑颜文婉 却与出风力的样子 神思便有点飞远了 若是以前 就算是为哄浩宣高兴 他也必会讲 一讲泰安郡主与王大小姐间的明争暗斗 可今日浩宇 却并不想将脑海中的那抹身影 说与别人去听 仿佛那影子 已变成了他心中的某个秘密 他急欲 将他小心翼翼地葬好 不让旁人窥探半分 哦 原来如此 浩宣未听到浊华的消息 心下失望 面上却不敢多路 只得胡乱地应了一句 便低头喝茶 见他这样 回过神来的浩宇 却是误会了 以为他十分神往 那皇家宴会 于是安慰道 那老十字宴会 实在无趣得很 轩帝莫及 等春烈之时 自会有各种宴会参加 到时候 只怕你厌烦才是 浩宣听此 颇给面子的笑了笑 浩宇见弟弟又高兴起来了 于是输了口气 脑子里 却不由自主地 又转到泰安郡主那里去了 转眼3月15 声势浩大的春烈宴如期举行 除了皇亲国妻 文武百官 贺卿使者外 四品以上官员的清卷 也均被允许参加 一大早上 西宁门前便人影冲冲 车马如龙 众人 按着品级尊卫 随护在皇上太后的鸾架之后 浩浩荡荡的向西郊猎场开拔 泰安郡主今日 并未摆开一帐 只呈一辆朱红华盖马车 十分低调地跟随 在鸾架之后 可随乎的人群中 却还是有那么几道意味深长的目光 频频投向这架猪虹马车 第29章猎物 说是春烈 不过就是宗室显贵们的一次踏青春游 正好借此一来招待外国使者 二来展现我大旗勿华天宝 大国之风 顺便也让众人陪着皇上太后踏春赏花 游乐一番 虽说如此 可春烈的驾驶还是要做足的 这着实让公布 礼部焦头烂额 先是皇上大婚在即 义英的仪仗礼月 流程归制 接待外室等等 皆需礼部去忙 而义英的交房建造 土木兴建都要由公布来做 两部分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这当口太后又要春炼 礼部 指得赶紧又着手筹备皇上太后的鸾架仪仗 又按品级为各随护官员家眷 宗室使使臣拟定住行归制 公布更是早在数日之前 便从各处抽掉数百名匠人 又携同宫中上宫局 在西郊围场内夜以继日地赶着搭建出 几百顶毡圆顶大帐来 当然 这其中皇上的龙杖和太后的凤杖 是最费时费力的 就这样 一行人马浩浩荡荡于陈时出发 深时出客终于到达 西郊猎场离京不远 走走停停也不过行了三个时辰 此时午后的阳光正温暖一人 犹如一个经历了人情逝世的少年 由原本正午时的跋扈刺眼 渐渐变得温和起来 慢慢收回了自己满身的芒刺 此时努力以一张温和亲切的笑脸世人 又有初春的南风清爽宜人 浮在面上让人不禁觉得心痒 似是有一只手轻轻挠了下心尖 连空气中都飘着一丝酥酥软软的醉人花香 真是好一派春日景象 不过毕竟行了一天的路 舟车劳顿 不少上了岁数的夫人太太们便有些吃不消了 一到营地 也顾不得眼前的春风美景 纷纷回到各自营帐洗漱休息 年轻人们却是不同 乍一道这广阔天地来 天大地大 个个都犹如洒出去小鹰 憋着劲的想去跑一圈马 猎几只兔子 永平郡主便派了人来给卓华送信 问他想不想同去骑马 相约东面山坡相见 卓华看着外面的绿草蓝天鲜花白云 顿时玩心大起 欣然应邀 在自己帐中穿戴妥当后 应怕春日里风沙大 又寻出一条玉色青沙这面 只留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三姑见词忍不住笑道 郡主这双眼睛当真似幽潭秋水一般 单凭这双眼睛 就不知能引得多少小狼君轻目 三姑 卓华眼波流转 回头称怪一声 难得露出一分小女儿胎来 三姑 敏玉齐声笑着 各自牵马跟着走出营地 刚出营地 呼听声后 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一个身穿湖蓝色骑装的少女打马来 随后一声马斯 她竟乐马 拦在卓华面前挡住去路 那少女长相十分名利 却颇为冷艳 此刻端坐在马上 居高临下地看向卓华问道 你就是泰安郡主 卓华微微惊讶地看着来人 随后泰然一笑 正是 许是被卓华的泰然所打动 那少女牵了牵嘴角 难得露出一丝笑意来 你很不错 只是可惜了 这话说得甚是没头没脑 那少女却是不再啰嗦 只拨转马头 挥起一边便带着随从急驰而去 只留下身后卷起的烟尘 这是谁啊 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 冥玉皱起眉头 有些恼火地说道 她是兵部尚书陆良川的妖女 陆五娘 三姑说着看向卓华 见她四世若有所思 又继续说道 这陆良川的夫人江氏 与王志的夫人 是未出五父的表姐妹 那陆江氏当年未出阁时 也是京中有名的娇贵才女 只可惜身体娇弱 四年前因病去了 陆良川与夫人的感情甚堵 这些年一直未再去 陆五娘在陆家姊妹中排行老妖 甚是受宠 又自小随她父亲常出入军营 故而故傲卿高目下无尘 据说十分刚烈 那她刚才说什么可惜 又是什么意思 冥玉皱眉望向陆五娘的背影 王陆良家曾义过亲 王家有意聘录五娘给王天号为妻 不过现下 三姑转头去看卓华 我大概能算得上是她的恩人了 卓华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转身班安上马 见此 三姑和敏玉也纷纷上马 三人催马前行 刚跑了几步 却忽听 背后有人唤道 泰安表妹请留步 卓华等人回头 见秦浩宇带着乔通 向这策马追来 是子 卓华在马上汗手 表妹何须如此见外 还如上次在翠夫楼那样 叫我于表哥 岂不更好 咱们是狄青的表兄妹 年幼时也曾经常玩在一处 这虽说是大了 但还是不要 生分了才好 秦浩宇一番话说下来 却见卓华指坐在马上含笑听着 态度自使书淡有礼 他不禁心下失望 抬头仔细去看卓华 见他今日穿着蝶系兰花的月白旗装 青纱照面 直露出一双秋水剪铜 清风吹拂 那面纱一角若隐若现 似袖着 一簇玉玉兰草 不由的心头一荡 古人名士皆喜任秋 兰以为佩 君子如兰 高洁脱俗 恰正暗合了浩宇素来的心愿置气 但要继续说些什么 却呼听声后 又传来一声交呼世子 众人回望 见曹月娥带着贴身丫鬟翠竹 向这边迟来 浊华一笑 学着男子的模样 在马上抱了抱拳 温言说道 世子且忙 我与永平郡主相约 先行一步 说罢也不等浩宇作打 把转马头 扬边离去 哎 太安表妹 浩宇抬手去换 随即便要去追 却不想曹月娥已然策马 赶到拦住去路 世子是要跑马 还是要行练 月娥愿意做陪 浩宇从未觉得 曹月娥这般让人厌烦 饶是她涵养再好 面上也不自觉地带了出来 于是并不作答 只皱着眉头 望向浊华远去的方向 心里估算着她会去啊 一会儿还能不能追上 曹月娥见浩宇并不搭理自己 只一味去看太安郡主的背影 心中不禁又羞又闹 且又将这羞闹委屈 毫无道理的一股脑 算到了太安郡主的身上 若不是这太安郡主 世子何至于不理她 加上上次心缘不庄之事 真是心仇就恨 恨意难平 再说浊华这边 策马赶到了东面山坡 晴晴早已在那等候 只见她一身大红旗装 红纱照面 如一团火焰一般直逼天边的彩霞 真真是英姿飒爽 生气勃勃 一见浊华 晴晴立时笑了起来 这围场哪都好 就是风大 咱们掠齐一圈 疏散疏散就回去 掠齐一圈 我还不知道你 自小就爱骑马射箭五枪弄棒 一会儿别把我丢下自己跑去玩 也说不定 浊华笑道 哼 华姐姐放心 我如今大了 可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她这不说还好 如此一说 不光浊华 连同三姑敏玉 还有沁王府的随从们 也都一起笑了起来 你们这帮人 勤勤举着鞭子 恨恨地指了一圈 最终边打马前行 边回头说道 不和你们说了 马上见真招 浊华与众随从一见 盲侧马跟上 却不想刚下了山坡 迎头遇见一对人马 领头的正是浩原 皇上也是来跑马的吗 勤勤率先勒住了马 并未下马参拜 只在马上笑着问道 后面赶来的浊华等人 见到浩原 忙要下马参拜 却被浩原抬手拦住 诶 都不必多礼 本就是出来游乐的 何苦把经理的规矩 也带了出来 说着又去看浊华 正是要去疏散疏散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朕陪你们一到 跑马可好 秦勤回头笑盈盈的 看了浊华一眼刚要说话 却不想一匹黑马 突然急匆匆 赶到众人进前 一律前侍卫 从马上滚落下来禀报道 陛下 太后娘娘因车马劳顿奉体 稍有不适 献请陛下回去 乍听此消息 浩原并未惊慌 也未立时动身返回 而是看了那侍卫一眼 皱了皱眉头 浊华与秦勤对视一眼 随后盲柔声劝道 陛下快回去看看吧 太后娘娘身体不适 我等本应前去是极 可娘娘无诏 不敢善去打扰 以免坏了娘娘的亲近 陛下致孝 太后娘娘自会吉人天相 浩原无法 只得跟着那侍卫回去 见皇帝走远 浊华和秦勤芳才催马前行 华姐姐这些年四 是变了不少 秦勤与浊华并马前行 三姑等人远远地跟在后面 浊华略带苦涩的一笑 叹道 人总是要长大的 秦勤不禁沉默下来 半赏才闷声道 像小时候 咱们三人一起的日子 恐是再也回不去了 浊华无语 二人沉默着向前行了一段路 气氛颇有些沉闷 半赏浊华方才勉强一笑 其而 你留着初心就好 那是你的福气 未等秦勤回答 忽有庆王府的随从上前来报 郡主 您看那边可是王家大公子 向这边骑马驰来 秦勤和浊华一起抬头望去 果见王天浩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伸长着脖子 从南面营地 向这边望边驰来 秦勤的脸色顿时就坏了起来 满是厌恶与不屑 他对着身后众随从一挥手说道 拦住他 随后转身把马 斜着浊华 一同向西面晚霞处急奔而去 王天浩前两日 在宫中韶药谱无故晕倒 错过了与浊华的 会面 这几日 又被太夫人死活留在家中调养 初步的门 可泰安郡主的那抹背影 却到底让王天浩上了心 就犹如品那上好的美酒一般 越是酒香入鼻 若有若无 却喝不得口中 就越是心仰难耐想知道其中滋味如何 王天浩此时便是如此 越是只见背影不见真言 便越想一窥芳容 看看这泰安郡相貌到底如何 今日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 却不想还未到跟前 便被永平这个刁蛮郡主 派人给拦了下来 永平郡主 这丫头是京城里出了名的小辣椒 惹不起 惹不起啊 王天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泰安郡主 骑着一匹枣红骏马 就这么远远的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 连片衣角都够不着看不清 更别说看清样貌了 哼 琴琴回头看了一眼 还站在原地 张着大嘴向他们张望的王天浩 忍不住冷笑一声 这蠢货真真是让人厌烦的紧哪 简直是 说着忍不住看了着华一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第30章大胡子 王天浩前两日晕倒在宫中的勺药谱中 当时恰被泰安郡主远远的看见 事后 皇上又大动干戈的将他送回府 并派了孙一郑去亲自问诊 闹出这么大动静 这经中谁人听不见风声 又有哪个不是人经 略一私存便知道王家打的什么主意 华姐姐 你放心 咱们亲王府 并不会让你再被人欺负了去 琴琴这话 简直和挑明直说也差不多少了 浊华不禁心下感动 面上却为作多显 只笑着问道 那王天浩当真如此让人生厌吗 不是说他 还是什么京城三公子之一吗 京城三公子 情情不屑地冷笑一声 这京城中人 果真个个都眼盲心下 王天浩是个什么德项 整日里无所事事 斗鸡走狗 乃至棉花素柳 品行不端 私得败坏 简直不能一一细数 不过是因为生了张粉脸还能看 竟就和炭花狼奇少风 并列成了什么京城三公子 真是笑话一样 若说那三公子中的秦浩语 毕竟是咱们宗室族卿 虽平时圆华世古 少了些风骨 可到底有些真才实学 也算名符其实 至于齐探花 说着秦勤一顿 面巾下的 俏脸雾字一热 自是少年才俊 人中龙凤 当这京城第一公子之称也不为过 哦 其而觉得 那齐探花 可当得起这京城第一公子的称号 浊华转头笑看秦勤 眼中藏着细血 秦勤的脸 墨地更热了 好在藏在面纱之下 自觉无人发现 这 这有何奇怪 想那齐家 是你母亲郑国长公主的外家 孝贤皇后的娘家 自是家学渊源 人才辈出 齐探花如此拙然 也是在秦礼之中 秦勤的声音越来越小 脸也是越来越热 大概已经红得 可以媲美她面上的那块红纱 浊华鸣嘴一笑 见秦勤似更不好意思 随即盲正色道 说得极是 哎 快看有兔子 就这样引开了话头 免了秦勤的尴尬 两人走走看看 一路上颇为惬意 只是时不时窜出的野兔山鸡 踪扰的秦勤心思不定 看他跃跃欲试 颇为寂养 却又强忍着 陪自己走了半日的样子 浊华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但他道 你快去到那边溜溜吧 再陪我下去 我只怕你被那些野物 引得脖子也长了 魂也没了 不过那大的野物 多藏于蜜林深草之中 你定要多加小心 没去太过偏僻的地方 你看 你看 我原说是要陪着你的 秦勤十分不好意思 可又实在受不住打猎的诱惑 于是红着脸 咕囊了几句 到底还是与卓华作别 带着随从 飞驰射掠掠去了 卓华笑看着秦勤 远去的背影 心中呼声出了一丝现眼来 父母双全有人庇护的人 原来可以如此 肆意率真 那就愿上天保佑他 守住心中的那一片纯净吧 郡主 这傍晚 还是凉思思的 咱们略转一转 就回去吧 三姑的声音 她低头一笑 似是自嘲 一似有些伤感 正欲拨马前行 忽然 从旁边草丛中 搜得跳出一个 满脸胡子的大汉 三姑和敏玉顿时大惊 来者何人 三姑大喝一声 忙护住着滑 敏玉却沉不住气 一拍马 背腾空跃起 伸手欲擒那大汉 不想 忽悠从那大汉背后 窜出一个清俊小丝来 跨步挡在大汉身前 抬手遇挡敏玉的攻势 但让那小丝大为惊讶的是 面前这个英眉巨目的俏丽丫头 竟是个中高手 转瞬就变换了招式 自己那一挡竟然落了空 这一惊让那小丝力时不敢轻敌 忙打起精神 与敏玉站在一处 不想敏玉越战越勇 犹如灵蛇一般上下 翻飞让人眼花缭乱 几下便破了小丝的招式 再过几招那小丝便已处在烈时 敏玉 回来 无碍 早在敏玉跳出去时 卓华便低声与三姑说了两句 因此 三姑虽为戒备 却并不紧张 卓华见敏玉打得兴起 知她这几日在宫中憋屈狠了 于是也不去拦 只是看着 眼见那小丝节节败退 渐渐不知 这才开口阻拦 住手 回来 这边胡子大汉 一出声喝止 心里却暗暗复肥小丝 让你平时练功你不肯 看吧 今日竟拜在个小丫头手里 回去非得让你 连扎三日马步不可 卓华这边 看着敏玉收住招式跳出圈外 方才转眼去看那大胡子 问道 你怎么也在这儿 是跟这晋王世子一起来的 那大胡子被她问得一愣 随即便朗声大笑起来 你又认出我了 我还以为我这装扮天衣无缝呢 原来这二人正在是浩轩带着喜宝 你这一荣术确实高妙 卓华边说边和三姑一起跳下马来 三姑警惕地四下看了看 又将马拴到一旁树上 便带着敏玉守在了不远之外 喜宝见了 一跟了过去 你今日来这赌我是为何事 此时乌鲸西垂 清风徐徐 马儿巴达巴达地在一旁啃着青草 竟是难得的祥和惬意 浩轩看着卓华 忽然觉得自己四世就要醉倒在这如画的景色里 也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看看你 所以摸着我大哥 让他带我来的 这话一出口 浩轩便知自己梦浪了 可以是覆水难收 虽看不清卓华面沙下 脸色如何 却裹见他转身去解那拴马的缰绳 诶诶 我是说 我是说 我记挂着你这几日 在宫中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可有受人欺负 王太后有没有对你下半子使唤 上次告诉你有事 就去月来客栈找包大海寻我 可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怕你或是忘了 或是不好意思麻烦人 所以这才找个机会 来问问 浩轩一着急 就拉拉杂杂的解释了一大堆 生怕卓华觉得他轻浮梦浪 可他越是这么说 卓华解僵绳的动作 就越急上一分 急得浩轩两步 就赶上前来拦他 我不是 我不是 那样的人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坏人 只是 只是你救了我 我李硬 李硬把你当成救命恩人暴打 浩轩觉得自己 快被逼疯了 连救命恩人这样的理由 都能集中生智 给想出来 不过这理由似乎挺好用 卓华一听 还真就放下解僵绳的手 抬眼望他 只不过 此时他目光如电 声音中透着几分冷意 暴答倒是不用 我只是好奇 二公子为何要来这京城 又为何要叶赐王志 敏玉和三姑 自是随时注意着 卓华这边的动静 见似乎一切太平 卓华又未召唤 二人 方才安心寻查四周 免得有人闯入 不过 敏玉却心下郁闷 只觉得这个 叫喜宝的小思 过躁异常 简直和他 那主子一模一样 真是有其主 必有其仆 刚刚就是 他跟在敏玉三姑身后 唧唧咕咕说个不停 一会儿问敏玉 姑娘好身手 不知是从何人 一会儿又说 姑娘英姿好生撒爽 醉意用那护手短剑 恰好我有一把上好的 赶名带给姑娘 一会儿又问 姑娘多大 可是属兔儿的 我娘说属兔儿的姑娘 最是温柔善良 樊得敏玉直想跳起来打人 最后忍无可忍 转头没好气的回他道 我不属兔 我属虎 大老虎的虎 最是凶狠残暴 却不想那喜宝一听 反而瑜伽兴奋起来 立马乐得见牙不见眼 大大的娃娃脸上 陷进去两个硕大的酒窝 欢快异常道 竟是属老虎的吗 我最喜欢老虎了 我就和我娘说过 那兔子有什么好的 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句 还是属老虎的人 最是爽力 扑痴 三姑一口气 没憋住就笑了出来 把个敏玉气的 狠狠地跺了跺脚 恶声恶气地说道 有时间不如一边练功去 连我都打不过 废话倒是多 可是不想 这话并没打击到喜宝 她竟然很认真地点了点头道 姑娘说得极是 我家公子 就常常说我学艺不精 练功不勤 之前我还不觉得 今日一见姑娘 果然是我功夫不行 我自此以后一定勤于练功 多谢姑娘劝勉 谁劝勉你了 茗玉现在 简直想拿刀砍人 一旁的三姑 早就憋笑快憋出了内伤 一边剪看四周 一边扶着肚子机遇断气 那喜宝完全忽略了 敏玉杀人的眼神 自顾自地往下说道 不过 虽然我武功不行 可我们家公子的武功 可真是不得了 不说能在百万军中取上 将首级也是差不多的 还有 我可不是什么小皮孩 只是长了张娃娃脸而已 我比我们公子还要大上一岁 已经习惯 比姑娘更是大上许多 诶 我原是干男人事 不知姑娘是哪儿的人 三姑此刻 是再也忍不住了 转身弯腰 耸肩斗背地笑了起来 这个喜宝可真是有趣的景 围着敏玉先问属相 又问年龄 一会自白武功 一会又自爆家门年龄 这简直 简直快要赶上男女相亲了 还是胆大包天的那种 竟敢上赶着惹敏玉这块暴叹 哈哈哈 敏玉几乎快被气死 转头就走 再也不离喜宝 不想那喜宝 毫不受挫 赶忙紧跟上去 继续在敏玉身后自说自话 叽叽咕咕的没完没了 而卓华这边 他原以为浩轩会 多少有所隐瞒遮掩 可却没想到 秦浩轩竟如竹筒倒豆子 从入京贺卿 到西北局势 在道夜探王至别院 盗取暖玉 一股脑的全说 给了卓华 惊得卓华连连打量面前 这位易了容的禁王府二公子 心里推测着 他到底是有所依望 不语 浩轩心下一丝蠢便明白过来了 伸手挠了挠头 露齿灿然一笑 你不必一心 我之所以敢对你如此坦白 是因我知你必会替我守命 哦 卓华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 那双黑亮的眸子 如两汪幽深的潭水 浩轩一下子似被吸了进去 竟有些神秘 他使劲吻了吻心神 干咳了一声 你 你的情况我虽了解不多 却也知道一些 父母战死 王家欺你孤苦 悔婚换后 我想你即使不是恨王氏入骨 也定不会与其同流合污 所谓敌之敌己为由 你就算不是王氏的敌人 但绝对可以和我成为朋友 卓华听后不置可否的一笑 随口问道 那你如何知道 我不会为了换些利益而供出你来 你不会的 浩轩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这人 要么是极傻 要么就是极通透 第31章迷要 曹月娥傍晚跑马回来后 就在自己的帐中待坐到半夜 先是盯着外面的夕阳发呆 后又盯着脆竹点上的灯竹发呆 不言不语 不吃不喝 只坐在那里 不知想些什么 只把脆竹急得火烧火燎 这次春烈 夫人因身体不适并未一起跟来 只大人带着大少爷和大小姐来的 小姐天生牛心左性 听不尽人确 若夫人在此尚可压制 可现下夫人不在 她脆竹一个丫鬟又能去找谁 找大人 这女儿家的心思 如何能说给父亲去听 可小姐如今这样 若真闹出什么大事 该如何示好 今儿下午跑马时 靖王世子的厌烦 已经纷纷明明地挂在脸上了 开始她只一个劲地盯着 泰安郡主的背影看 后来更是拨马就走 里也不理小姐 任小姐一路陪着小星 刻意奉迎 也未能让那靖王世子多看她一眼 谁知小姐一回迎仗 又是这番做派 简直跟中了鞋一样 翠竹正胡思乱想着 胡听曹月娥终于发话 翠竹去让珍珠把叶叶新拿来 与其透着决绝 四下了个不得了的决心 翠竹一惊 随即心中苦笑 从家出来时 小姐特意戴上了面生的珍珠 和从刘道婆那重金得来的夜夜心 自己就知道不好 线下看来她还是决定要走内部 曹月娥并非不知翠竹的担忧 可她全部在意 反而满心决绝 破釜沉舟 碧海青天夜夜心 青郎 你可知我夜夜思你之心 休整一夜 第二日春烈才算正式开始 说是春烈 其实倒更像春游 众人也并不以猎物多少较量比试 只以踏青玩乐为主 又因女眷众多 御林军提前放出不少兔子 山鸡 花鹿之类温馴的猎物 前一天又细细围了猎场 仔细搜捡 以确保不会有大的野物 跑出来伤人 众公子小姐们大可安下 心来玩乐 太后也是兴致盎然 一早下旨 今日傍晚大牌晚宴 燃以篝火 伴以歌舞 只为众人能尽兴 那些喜好热闹之人一听 自是其呼太后慈爱 浊华这整整一日 皆跟在永平郡主 或嘉太郡主等皇家女眷身边 一步一驱 绝不多行半步路多说半句话 众人见她腼腆随和 且又失忽可怜 也都十分照看 再者宗室众人哪个 从前没与郑国长公主交好过 更有那受过阵 国恩会帮衬的 因此 对郑国的后人 自是能力所极多 加看顾 黏了满脸胡子的浩轩 带着喜宝 跟在浩宇和乔通身后 在一群公子歌中 甚是无趣 她远远地便看见面 父亲沙的浊华影鱼 众宗是贵女中 温和端庄恭敬有礼 又想起她昨日 伶俐如刀的样子 忍不住一旁 物字笑了起来 公子 你笑什么 喜宝浩奇问道 啊 可 没什么 啊 这胡子拽着肉皮肾腾 肾腾 说着浩轩打马就走 喜宝连忙跟上 心中忍不住嘀咕 脸疼却笑个什么 这边且说靖王 世子秦浩宇 醉世长袖尚无左右逢源 在一众贵族子弟中 向来人缘极好 今日也不例外 早被几个相熟的王孙公子 围在中间说笑 只是他兼戏时 却总是走神 偷偷向那 拒着宗室女眷之处 瞟上几眼 即是春炼 当然就要跑马打炼 众人寒暄一阵便各自散去 浩宇刚要催马 去寻浩轩 却忽有一眼生的丫头 跑了过来 拽住他的僵声 抬头说道 世子留步 我家主人有请 你家主人 浩宇抬眼环顾四周 见并无他人 不禁奇怪 你家主人是谁 那丫头并不出声回答 只是仰起脸口中 做出泰安郡主几字的样子 浩宇一见 连忙跳下马来 紧随他身后的桥通见状 不知是何事 也赶紧下马跟了过来 你家主人是 泰安郡主 浩宇面上呼得一阵潮热 随即竟觉得心如肋骨 正是 我家主人有急事与世子相伤 现已在世子大仗中等候 特命奴婢过来相请 乔通 你再次等候轩 轩他们 我去去就来 说着浩宇将将绳扔给乔通 转身便跟着那丫鬟匆匆而去 看着世子匆忙远去的背影 乔通忍不住咧嘴一笑 心想自家主子在这女人园上 还真有些本事 随后他拴了马 找出树荫一躺 悠闲地看起了蓝天白云 世子这是动了烦心了呀 乔通任由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如天上的白云一样飘来飘去 他曾几何时竟能这么轻易的被一个女人叫走 嘿 乔哥 笑什么呢 冷不滴儿喜宝不知从哪窜了出来 一巴掌拍在乔通的肚皮上 吓得他一咕噜翻身爬了起来 正看见浩宣牵着马过来 大哥呢 浩宣问道 乔通忍不住又咧开了嘴 二公子 咱们世子爷可真是好本事 桃花不断 竟招女人喜欢 这不 连那不好惹的太安郡主都派丫鬟过来相亲 太安郡主 浩宣皱起了眉头 立时便觉得哪里不对 太安郡主找大哥做什么 真有什么事也应该找他才对啊 难道是认错了人 不对 这绝不可能 丫鬟 乔通 那丫鬟长什么模样 多大年纪 可是 穿着藕合色水灵段的气装 那丫鬟 见浩宣面色不善 乔通不知缘由 也立时紧张起来 那丫鬟 不过十五六的年纪 长相嘛 甚是普通 容长脸 眉眼平淡 穿见鹅黄色鼻甲 不对 浩宣冲口而出 随即翻身上马 那丫头 将我大哥带去了哪里 走了多久 乔通一见 当即也慌了神 边翻身上马 边急急说道 走了半炷香的功夫 听说是去了世子大帐 二公子 不会出什么事吧 凡事有我 跟我去世子大帐 说着浩宣催马 向营帝跑去 乔通 喜宝紧随其后 一进大帐 浩宇便觉得不对 不知从哪 飘来了一股子甜腻的熏香味 让他当即 头晕心跳脸上作烧 不想一抬眼 竟看见曹月娥迎面走来 哪有什么太阳郡主的影子 你怎么在这儿 话音未落 浩宇便觉得 一阵天旋地转 随即身子 不听使唤地软了下去 珍珠 快来 曹月娥 盲唤来那个面上的丫鬟 和她一起左右 扶住浩宇 男子的气息 如一道炽热的波浪 呼得袭面而来 曹月娥脸上一躺 心中顿时 小鹿乱撞 翠竹 你快去 曹月娥强压下羞骚 红着脸回头吩咐 小姐 您再想想 翠竹此时 心跳的简直要飞了出来 她知道 今日 解锁要做的 她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不管成与不成 她一个奴才 都不会善终 快去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丫头竟想临阵退缩 曹月娥急得狠狠多了跺脚 寒霜封面 语气中便多了几分狠力 翠竹无法 只得硬着头皮转身出去 小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珍珠引来了晋王柿子 也成功让她种了那夜夜新的迷香 至于下一步该如何 就全看她家小姐了 先 先把她 扶到床上 不知是体力不支 还是太过羞丧 曹月娥说这话时 气息颇为不稳 秦浩宇只觉头晕目眩 内如火烧 心中明明十分清醒 可身体却动弹不得 更让她惊恐万壮的时 身体某处竟慢慢起了变化 伴随着小妇一阵阵热浪上涌 秦浩宇只觉得自己的心智 正在一点点被瓦解 心中似乎有一头潜伏的野兽慢慢苏醒 渐渐控制了她 让她只想撕碎那一点点道德的束缚 痛快淋漓地去发泄去摧毁 这感觉可真美妙 珍珠 你先去外面守着 被驾到床上的浩宇 听见曹月娥如此吩咐 言辞中似藏了无限娇羞 她献下被崔秦明耀控制的燥热难耐 神志恍惚 听到曹月娥的声音 竟觉得十分入耳 并生出两分渴望来 可心中残存的一丝清明 却又将她努力拽了回来 她猛地醒过神来 此时若非口不能言 真想破口大骂 秦郎 曹月娥柔柔地唤了一声 满是柔情羞涩 我知你此时定十分迷惑 可我也是实在无法才出此下策 父亲已然决定 春烈之后便送我入宫 我却实在心有不甘 这世上 我也想和你携手一声 宫中的富贵荣华 与我又有何干 你放心 此次我已计划周全 虽会损些名声 但却能助我们 从此长长久久永不分离 谁想和你携手一声 谁想和你长长久久 你入不入宫关我何事 快给我解了这迷药 浩宇心中大喊 可口中却是半点声音全无 最后无奈 她只得拿眼去瞪曹月娥 却正看见曹月娥站在床边 宛如慷慨腹一般 一脸坚定地 慢慢解开了领口的扣子 哄 在见到领口下一抹白嫩肌肤时 浩宇顿时血气上涌翻腾 心中唯一的那丝清明 游入过了烈火的水珠 刷得便蒸腾消散 半点无存 这迷药太过霸道 浩宇的神智彻底失了控制 可就在这紧要关头 曹月娥的手却突然一顿 随即两眼一番 像条五骨的美女蛇般 疏地瘫倒在地 喜宝的脸便这样露了出来 帐外的珍珠已被打晕拖了进来 喜宝未在理会这二人 跨过曹月娥赶紧来探浩宇 只见床上的柿子面色潮红 呼吸急促 额头上渗出磕磕痘大的汗珠 虽不能言语动弹 可身体某处却明显起了变化 喜宝出身江湖又比浩宇 浩宇都大上一岁 阅历经验自是老辣 如此一看 心下便明白了八九分 这柿子分明是着了别人的道 被下了催情迷药 嘖嘖嘖 喜宝急忙伸手探向身上的荷包 又看了眼昏在地上的曹月娥 真没想到 这精尊玉贵的大小姐 竟也会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也不知她是从哪弄来这害人的玩意儿 翻找几下 喜宝掏出个白痴小瓶来 打开盖子 放在浩宇鼻子下闻了半日 果见她眼中慢慢清明起来 随后竟能缓缓起身 世子感觉如何 这迷药太过下作霸道 我这百毒姐不过只能暂缓药效 让世子可勉强行动 却不能完全化解 不过世子放心 这药虽然下作 却不伤人性命 估计待到明日 药效自然就退了 只是 喜宝忍不住干咳了一声 世子或许得遭点罪 当然或是 自然有的是办法解决 呵呵呵 话未说完 老江湖喜宝自己到鲜红了脸 物资一旁干笑了两声 甚是尴尬 浩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算喜宝说的含混 可身上这一阵阵的躁动沸腾 早就告诉她应该如何去解 只是这地方 你怎么来了 浩宇的声音阴雅而虚弱 隐隐藏着躁动的情欲 和极力的克制 喜宝刚要开口回话 却忽听帐外有人高声说道 就在这里 我家小姐 就是被禁王柿子 劫持进了这里 请各位贵人主子做主 快进去救救我家小姐吧 是翠竹 秦浩宇不禁大惊失色 第32章细经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话说 当秦浩宣率乔通 喜宝一路飞奔回营时 远远便看见一个丫鬟 从柿子大帐中 鬼鬼祟祟探出头来 随即飞快地跑了出去 那个 好像是曹家大小姐身边的翠竹 乔通一路上心急如焚 此时格外激紧 曹月娥 浩宣知道 曹月娥一直倾慕她大哥 浩宇曾把这事当成笑话 说给自己听过 这么说 帐内十有八九是她 而不是什么太安郡主 虽早知不可能是浊华 但浩宣此时 还是暗暗松了口气 可紧接着又皱起眉头 顿感事情不妙 她从小长于民间 行走江湖多年 那些仙人跳之类的下作把戏 自是知道不少 所以不太相信 曹月娥这样的千金小姐 能做出这等事来 可眼下这情形实在太过明显 让她不得不信 习宝 你悄悄潜入帐中 见机行事 乔通 你跟我来 二公子 还是我去帐中看看 习宝到底年轻 乔通是晋王府救人 当年同胞大海 各自被晋王和王妃指派道羽 宣兄弟二人身边 这几年 于京城中陪着浩宇慢慢长大 早已情如骨血 此时心中急得火烧火燎 哪里信得过习宝这毛头小子 浩宣看了她一眼 安慰道 习宝的父母是江湖中人 她自己也行走江湖多年 素有极致 有些情况 要比你我有经验的多 你跟着我 自有用处 乔通无法 只得眼睁睁看着习宝引踪而去 而她则跟着浩宣 悄悄潜在暗处 翠竹出了世子大仗 按原计划 本应去引来了太后 为曹月娥做主 可太后娘娘 哪里是她一件奴婢好剑的 且不说借位森严天严难剑 就是那拍马奉承的贵妇 此时都已排了几丈长的队伍候着 更别提她一个三品尚书家的小婢女了 小姐交代之事迟迟办不成 这可如何是好 正当翠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时 呼见家太郡主带着一群宗室贵女 圆圆而来 太安郡主和永平郡主也正在其中 翠竹一见 仿若遇到救星一般 历时欣喜若狂 虽不能引来太后做主 可宗室贵女亦能助她上达天厅 更何况太安郡主还在其中 小姐今日之所以铤而走险 和这太安郡主不无关系 若非因她 世子也不至于会对小姐如此冷淡 视而不见 如若将她也引去 亲眼看见晋王世子与小姐欢好 是不是也算替小姐出了一口恶气 想到这里 翠竹忍不住叹了口气 事已至此 骑虎南下 唯有全力以赴 完成小姐之命罢了 故此 当翠竹扑通跪倒在这群贵女马前 呼诉曹月娥被晋王世子劫持入仗时 她格外注意了一下太安郡主的动向 见她虽面赴青纱看不清表情 可却双目圆睁 再马上叹起身子 似是十分惊讶 不光太安郡主十分惊讶 在场的这一众宗室贵女都十分惊讶 秦浩宇劫持曹月娥 简直是笑话一般 这京城谁人不知曹月娥心悦晋王世子 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别说晋王世子一直看不上她 就算真看上了 还用劫持吗 说不得勾勾手指 那曹月娥便直扑上去 永平郡主秦秦更是心直口快 直接就嚷了出来 开什么玩笑 秦浩宇劫持曹月娥 我看反过来还差不多 家太郡主在这里年纪最长 又是康王爷的嫡长女 身份非凡 故此众人皆以她为尊 此时她回头称怪地看了永平郡主一眼 怪她说话太直 心下却也是冷笑连连 在场的众位虽然年轻 可自小街静营后宅 作为当家主母培养起来的 有什么阵仗没听过见过 心中自然通透明白 且又牵扯到他们皇族本家 便更加厌恶 因此 一个个纸面路讥讽 并不理会 翠竹一见众人并未如她所想那般 随她而去 不经心中大吉 一边倒头如蒜 一边大放悲声 挨挨求道 求各位主子 快去看看吧 救救我家小姐 如若晚些 我家小姐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不得不说 翠竹一时着急 倒是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住口 你这像什么样子 嘉太郡主力声赤道 看着地上那丫头 脑门磕得血肉模糊 又大喊大叫 她不禁皱起眉头 此事如若不管 万一这丫头闹腾起来 惊动了太后 反而不美 不如过去看看 如若真有什么龌龊之事 他们这些宗室族卿 也可帮着遮掩一二 想到这里 嘉太郡主左右看了看 见一旁的瑞郡王妃 和定安县主等 也都点了点头 于是心下拿定主意 大家就去看看吧 说着又转头看向浊华和秦琴 永平和泰安尚未出阁 就留在这里 浊华望向秦琴 使了个眼色 秦琴历时会议 我们为何要留下 下座之人都不怕 反而我们要怕 大不了 一会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去看就是了 可若是欺我皇族之人 哼 那就要先问问我手中的鞭子 答不答应 秦琴说着冷笑一声 抬手趴地在空中抽了一鞭 清脆的鞭声阵的翠竹灯时浑身一颤 汗如雨下 你呀 嘉太郡主无法 只得作罢 曹月娥这边 按照她原来的设想 珍珠望风 翠竹去引来太后做主 待太后众人到了 珍珠迅速进账给柿子用些解药 然后在一旁装晕 之前已将叶叶新的痕迹清理干净 那解药虽不能让中毒者 历时神思清明 却可使其行动自如 届时众人进账 见到的正是手脚自如的柿子 对她 如此 不管追查下来究竟结果如何 也都只能一床大被遮掩下来 就算事后晋王柿子告发 是她用墙又能怎样 无凭无惧不说 众人又以亲眼的见 再说 这种事吃亏的到底还是女儿家 谁又会相信是她用墙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珍珠不等装晕 就真被人打晕过去 翠竹尚且不知 在帐外高声叫唤了半天 众位主子 我家小姐就是再次被晋王柿子 强行劫持进账的 奴婢貌似跑了出来 请众位主子快去救救我家小姐吧 哼 真是好笑 她曹月娥一个大姑娘 不去跑马打猎 也不在女人那边好生待着 巴巴的跑到南营这边做什么 那晋王柿子 见你跑出来报信 还会安心待在帐中 任咱们来拿 秦秦向来疾恶如仇 直接开口呛道 这丫头说话路动百出 言语间神色慌张 若说心中没鬼 她永平郡主几个字 就倒过来写 卓华微微挑眉 不知此事与秦浩轩有无关系 奴婢也不知我家小姐 为何要走到这来 也不知道晋王柿子 为何会如此做 若各位主子心有疑惑 不如敬着大帐一探便知 见这丫头如此笃定 家泰郡主心中暗暗打鼓 浩宇这小子 可别是真做了什么 即便是着了别人的道 可她一个男子 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她转过头去 刚要吩咐浊华 琴琴留在帐外等候 却呼听远处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 有人喊道 大堂节领着这么多人 是来找弟弟我的吗 众人盲寻声望着去 只见晋王柿子身穿黑色剑袖 手中提着两只兔子 从营地东北边山坡上 骑马向这儿跑来 长随桥通紧跟左右 卓华叔弟微仰起嘴角 转头看了看身后的柿子大杖 旋即不着痕迹地向敏玉使了个眼色 又暗暗打了个手势 敏玉立刻心领神会 趁众人不备 偷偷退了出来 闪身隐盾 三姑翘无声息地补上了敏玉的位置 迦太郡主等人隔着老远 看到是浩宇带着乔通 顿时纷纷都将心放回了肚子 秦秦却是火冒三丈 隔空冲翠竹狠狠甩了一边 清脆的边声顿时吓得翠竹跌坐在地 不过 不可能 晋王柿子明明在这帐中 翠竹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否则 为何已经中了夜夜心的晋王柿子 此时却能生龙火虎地从远处骑马而来 他是怎么解得多 珍珠呢 小姐又在何处 想到这里 翠竹连忙转头 四下寻找曹月娥的身影 耳边却传来永平郡主的高声怒斥 放肆 真当我们宗室可任人戏弄吗 不不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不是说 晋王柿子和你家小姐在大帐之中吗 现在柿子分明离帐甚远 你做何解释 小姐 我家小姐 翠竹猛然惊醒 立时手脚并用 就想进帐去找曹月娥 谁知帐门前却忽然多出一双脚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众位姐姐 还有永平 太安两位妹妹 怎么来了 我刚刚和乔通猎了两只兔子 不小心滚了一身泥 正想回来换件衣裳 晋王柿子笑得风光济月 顺手将兔子交给了一旁千马的乔通 脚下却没有半点挪动的意思 小姐 我家小姐就在这帐内 翠竹此时心惊肉跳 连喊待嚷的简直如风魔一般 想也未想伸手便去拨晋王柿子的脚 试图越过他闯进大帐 晋王柿子眯起眼睛 极力压抑着周身的杀气 陡然抬脚 东得便将那翠竹踢翻在地 什么东西 竟然也敢来碰我 翠竹像块石头一样在地上滚了两滚 随即却迅速地翻过身来 急急地向前爬了两步 口中喊道 柿子 我家小姐就在你这帐中 你家小姐 晋王柿子一头雾水 卓华站在人群中 忍不住又扬了羊嘴角 鱼儿 这丫头说你将曹家小姐劫持到你的营帐之中 可有此事 家太郡主瞪了地上的翠竹一眼 心中说不出的厌恶 一派胡言 众位也见了 我刚刚从东北面那个山坡上 猎得两只兔子回来 什么曹家小姐 什么劫持 这一来一回 我难不成有分身之术 浊华偏过头去 似是为了看看远处的风景 不 我家小姐就在这大帐之中 众位随我一探便知 柿子拦着不让进 可是心中有鬼 放肆 翠竹话音未落 便同时传来几声吏翅 其中 永平郡主尤为气愤 贱臂已下犯上 镜王世子是何许人 你竟敢如此无礼 翠竹此时已然豁出去了 徒弟跪直身子 满脸决绝到 奴婢罪该万死 但我家小姐 就在这帐内 请众位主子开恩 进帐救救我家小姐 见这丫头如此笃定 众人皆有些诧异 家太郡主心中思量了一下 刚欲开口 忽然一个轻悦的声音 传到众人耳中 你们快看那边 像是着火了 众人的注意力 果然被吸引了过去 好像是曹大小姐迎账的方向 卓华继续说道 转头又去看向翠竹 我且问你 你可确定 你家小姐在这帐内 而不是在自己帐中 线下那边着了火 若是你家小姐上在自己帐中 可不是闹着玩的 太安郡主一席话 历时让翠竹惊疑不定 这镜王世子 安然无恙在此 小姐的营帐那边却着了火 难道是 镜王世子欲杀人灭口 翠竹陡然惊觉 大喊了一声小姐 随即连滚带爬的向女营跑去 疯疯癫癫 不知所谓 家太郡主一挥衣袖 语气甚是恼怒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可别真出了什么事才好 定安县主在一旁说道 众贵女艺纷纷点头 各位姐姐妹妹过去吧 毕竟是女营 我一男子多有不便 镜王世子拱手相送 端帝是彬彬有礼 温润如玉 卓华隐在面纱下的嘴角 彻底扬了起来 知道 你最是尊重首领 家太郡主点头微笑 随后带着众人 向女营方向走去 卓华落在最后 缓缓走过 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眼神交汇的一刹那 这位镜王世子突然灿然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第三十三章 疯子 轩带着乔通一进大帐 便看见浩宇面色通红 双目赤肿地坐在床上 地上躺着曹月娥和那个丫鬟 世子爷 您这是怎么了 乔通又急又惊 几步来到浩宇面前 半跪在地上仔细剪看 浩宇摇了摇头 并未说话 此时他只觉小腹欲裂 筋骨抽痛 浑身的皮肤积欲爆开 真真生不如死 大哥这事 浩宇看向西宝 世子中了催情迷药 具体药不得而知 但却十分下作霸道 不过公子放心 这种迷药灌来 都不会伤人性命 便会退去药性 只是这期间想要不受苦楚 喜宝后半句话又说不出来了 抵着拳头干咳了半日 乔通也不是未经人士的毛头小子 自是知道喜宝的意思 可这地方实在不变 二公子 您看 这可如何是好 乔通转头看向浩宇 浩宇倒十分沉着 低头看了看 晕在脚下的曹月娥说道 你二人先把这两个女人 扔到女营后面的山坡上 至于大哥 就交给我吧 乔通虽不放心 却也无计可施 指得和喜宝各提起一人 悄悄出了迎仗 浩宇则先站在原地 仔细看了浩宇片刻 方才走上前去 待乔通 喜宝在进大仗时 赫然看到一个白衣圣雪 美玉无双的晋王世子 站在仗中 而床上则坐着个 微米不振的胡子大汉 大哥这衣服 我穿着如何 站着的晋王世子 见他二人回来 便笑着抬起双臂 试斩一圈问道 二公子 这样 能行吗 乔通忧心忡忡 放心 这几日我与大哥朝夕相处 他的举止 习惯我已经可以访个八分 一会儿便是晚宴 届时 众人都会齐去西边采棚 乔通你正好趁此机会 带着大哥离去 这西郊围场 离京城不过半日入城 到时候 你看顾着大哥 快马加鞭 定能在城门关闭前 到达城中 这春烈 也不过三四日便结束了 我且顶替一下 如若大哥好了 再速速回来 换我便是 乔通一听 也只好如此 现下柿子这般模样 如果行叉踏错一步 这多年来 积攒下来的好名声 可就毁之一旦 难不成 还真让柿子 娶了那个 迎奔无耻的曹月娥 她也配 说到曹月娥 便不得不说 她那忠心耿耿的丫鬟翠竹 这翠竹飞奔回曹月娥的营帐时 正见一对卫兵 围着帐子救火 好在伙势不大 几下便被扑灭 饶是如此 也下得玉林统领 并公布尚书两股战 冷汗直冒 这么多贵族宗士 这帐篷又全是瞻目所见 如若争着起火来 转眼便是大祸 到那时 她二人这脑袋 可就不是他们的了 翠竹却并不管什么 起火什么大祸 她现如今 只一门心思的想先找到他们家小姐 禁王氏之事太过诡异 能逃过夜夜心之毒的绝无仅有 而她又是亲眼看着柿子 被麻烦的 小姐和珍珠现在不知所踪 这场火又烧得太过奇怪 杀人灭口 这四个字 一路上绕在翠竹的脑子里 敢也敢不走 让她越想越怕 越怕越急 故此一到曹月娥帐前 她也顾不得 那火是不是全部灭了 立时直冲进去 大帐内 黑烟弥漫 到处充斥着 一股刺鼻的焦糊味 詹维已烧出了一个大洞 帐内 一片狼藉 翠竹一边眼鼻干咳 一边摸索着搜寻 可半天未见曹月娥珍珠二人 这十帐内 又是呼啦啦涌 靖一群公布的人来撤换账为修剪破损 几下子便又把翠竹挤了出来 如何 你家主子可在账中 看着翠竹失魂落魄的出来 家太郡主沉着脸问道 翠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颤声答道 并没有 如果不在此处 奴婢敢保证 定然 定然还在世子账中 又来了 众人摇头 这丫头今日 怎么就和靖王 世子号上了 我们刚刚亲眼所见 现下又来攀药 真到我们黄左好期吗 翠竹话音未落 永平郡主的鞭子 就挥了过来 啪的一声 正抽到他脸上 翠竹一声惨呼 左脸立马皮开肉绽 在场的诸位 都是经过后宅风雨的 翠竹这点 伤在他们眼里 还真就不比一只 阿猫阿狗受伤 更让人心疼 家太郡主等人 已经完全没了耐心 刚要命人 处于治了这封丫头 呼听有人喊道 那不就是曹家大小姐吗 众人抬眼望去 果见曹月娥 扶着珍珠正颤巍巍的 向这边走来 小姐 翠竹忙 爬了几步扑了过去 见她安然无事 心中方才一块石头落地 曹家小姐 家太郡主坐在马上 居高临下问道 你这是从哪来 刚刚在女营后山醒来时 曹月娥便知自己的计划 已全盘失败 线下无凭无据 自是不能再攀赖晋王世子 为自己的名声所记 此事只能遮掩过去 但愿老天保佑 晋王世子心有顾虑 未将此事透露半分 故此曹月娥强忍后脑疼痛 扶着珍珠慢慢走回营帐 却没想到翠竹 已经把阵势闹得这样大 此时 她只得笑着遮掩道 我见后山景色明媚可爱 便带了珍珠稍去走走 可你这个丫头却说 你被晋王世子劫持了 可有此事 家太郡主问的漫不惊心 眼中却金光四射 贱壁 怎敢如此攀咬晋王世子 莫不是你失心疯又犯了 自知此事绝无可能轻易善了 曹月娥抬手便给了翠竹一巴掌 随即转头向马上众贵女说道 这丫头自小就疯疯癫癫 有些离魂症的毛病 估计今日是犯了病 胡言乱语惊吓到众位 月娥在此赔礼了 说罢曹月娥便深深一服 小姐跪在地上的翠竹 被曹月娥这一巴掌打得耳鸣目眩 心却直往下沉 说自己是失心疯 也许此时尚能替小姐遮掩过去 可自己必然要被送回曹府处置 夫人是何等厉害精明之人 怎会相信她是发了疯病 届时自食万般手段齐用 只叫她生不如死 无论招与不招 今天之事 她翠竹注定都是个死 哼 曹上书家好慈悲 连奴婢都用这残疾有病的 永平郡主 像眼里不容沙子 这路动百出之语 在她看来简直是一派胡言 嘉太郡主回头瞪了一眼琴琴 警告她大事化小 莫要节外生枝 正在这时 户部尚书曹取然带着儿子曹同文训赶来 得知是翠竹发疯声势 赶忙命人绑了送回宅邸 交由夫人处置 众人虽知此事必有隐情 可却君不欲深究 以免节外生枝 但如此动静 到底还是惊动了太后 于是不免拍下内 事前来查探 又多加训诫了一番 曹月娥自觉脸上无光 当然也是心中有鬼 又肩头疼欲裂 目眩耳鸣 因此当日晚宴便称病不出 篝火晚宴设在围场西南角 公布早早地在此 建起高台搭起彩棚 高台之上 自是皇上太后所用明黄色 龙凤井棚 高台之下 左右两侧按品级爵位 又设数十个彩棚 借以五色同游彩步坐顶 雪松为凉 呈和豹之势 围绕场中一朔大的篝火堆 场内四周 惊奇烈烈 数十根红漆灯杆挑着 两人抱的绣球灯笼 若晚间其亮 定会照如白昼 此时夕阳正好 红霞满天 虽未点燃篝火 却有歌舞丝竹助醒 众人在各自锦棚之下说笑饮酒 听琴观舞 好不热闹 琴琴回去梳洗一番 在出现时却换了衣服 原本杨妃色满绣缠织牡丹的剑袖 其装此时竟换成了 甚是娇嫩的松花色叶地裸裙 碧碗青丝披薄 身姿错约 端蒂是芙蓉粉面 绿裸裙 亭亭玉立如出水帘 看见卓华朝她名嘴直乐 琴琴脸上墨地一红 含糊解释道 其实 我就是想穿得斯文一点 那妻装太过张扬 也不是说你这飞色妻装不好 我就很是喜欢 只是听说其炭花喜欢清幽文雅 也 也不是为了她 琴琴越说越乱 一旁的卓华早已笑得花枝乱颤 却结立板其脸来正色道 说得极是 你这身装半端是斯文清雅 那其炭花定会喜欢 不如快些入座 别让其炭花久等 华姐姐 琴琴立马跺了跺脚 大呼不一 卓华连忙笑着逃开 当琴琴和卓华寻到自己的彩棚坐下时 一抬头正看到晋王世子坐在对面彩棚内 见到他们灿然一笑 风华无双 我怎么觉得 琴浩宇今日有点怪 琴琴富尔对卓华说道 哪里怪 卓华面上笑语盈盈 心里却陡然警觉起来 嗯 也说不上来 就是 刚刚她笑得太傻了 噗 卓华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 她忙低头掩饰 好在上有面纱遮掩 琴琴也未太在意 卓华忙去引开话题 先没说别人 看 你那其炭花不是来了 华姐姐又胡说 琴琴双颊飞红 嘴上称怪 眼睛却忍不住 像齐家彩棚多溜了两眼 但见今日齐少峰携妹妹少唐同来 二人接笑未尽之风 宽袍广秀 素衣青年 齐少峰更学古代名士 腰中佩剑 行走起来真是风度翩翩 气宇轩昂 琴琴见此 脸上不禁又红上一分 齐少峰一来便注意卓华所在 上次相见虽并不投气 可泰安郡主的卓卓风变 却印在了少峰心中 这几日她反复回忆 又联想之前郡主言行精妙聪慧 与平日所见贵女大为不同 心下不由的更加向往 于是今日不免便向卓华这多看了几眼 不想却引得琴琴误会起来 芒正经微作 甚是矜持端庄 卓华此时 道无心顾及这二人 只因有两道虎狼目光 正犹如窥似猎物一般 肆无忌惮地打量过来 一道来自荣迪赫轻使萧富拓 那目光锐利阴郁 如同阴郁 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道则是来自王家采棚中的王天昊 他本以为今日能见到 泰安郡主的真面目 谁知道 却是又是面府轻杀 只急得他抓耳挠腮 心仰难耐 恨不得上前 将泰安郡主的面纱一把扯下才好 那年搭搭湿乎乎的目光 犹如划蛇一样 让人万分厌恶 场内 王家大小姐王启然 刚刚弹了一曲高山流水 赢了个满堂彩 有那等专门奉您拍马之辈 更是喝彩连连 也不管自己离得多远 台上的贵人们能否听遍出来 琴琴看向卓华 撇嘴扮了个鬼脸 已是对那些人的不屑 可随即意识到 此举不够淑女 忙又变了回来 卓华忍不住嘴角青阳 却一抬头正见晋王柿子在那看他 不由得又瞪了他一眼 高台上的浩元也看了卓华半日 这两日母后看得慎紧 只许他陪着王 岂然跑马打猎 除此之外 并不让他离开左右半步 看着台下的卓华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惆怅起来 待众人为王家小姐情声喝彩声 渐渐平息后 浩元忽然转头看向晋王柿子 说道 若论谈情 与堂兄之计可谓出神入化 堂兄献下可否谈上一曲 让朕与众位爱卿保保尔夫 靖王柿子先是一愣 随后缓缓站起身来 浊华见此 心下一沉 坏了 他似乎不会谈情 第34章见五 靖王柿子缓缓起身 沉阴片刻 忽而一笑说道 陛下 这谈情早有王大小姐注意在前 臣不敢献丑 不如 说着他一指高台下的战鼓 臣敲个战鼓给陛下 太后助兴如何 哦 羽儿何时学会敲鼓了 此话一出 王太后似也被引起了兴趣 立时笑着问道 靖王柿子甘笑了两声 敷衍道 不过是最近心学的玩意儿 给太后陛下图天一乐罢了 好 好 那快快走来 王太后的兴致也高涨起来 靖王柿子身识毅力 便走到那至于高架上的战鼓前 接过鼓锤 先是颠了一颠 随后玉力仰手 缓缓敲击起来 那鼓点初时忽重忽轻 时疏时密 渐渐的越敲越急 越敲越密 如疾风骤雨 慷慨激昂 惊天阵地 卓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三姑 这鼓声颇有章法 是军中杀敌常用的催行令 且杀气腾腾 催人肝胆 一看便是在军中历练之人 可是 卓华环顾四周 却见并非所有人都能听得懂这鼓声 在座众人中 除了兵部陆良川 容敌来的萧富拓 那寥寥几人 听得津津有味外 其余众人皆似倍感无聊 一开始喝酒吃菜行全猜眉 各自行事 甚至有人离席在四周转悠起来 而远远的 卓华四世看到 乔通过牵着一匹白马 向围场外走去 马上坐着的那黑衣男子 背影甚是违眯 他心中一动 暗角不妙 如若此时有人多事 去注意了那乔通二人 可就要生出许多事来 想到此处 卓华便暗暗招来敏玉 向他耳语了几句 当台湾郡主的丫鬟前来借见时 其少风只觉得又惊又喜 虽不知郡主借见何用 但还是欣然解开带扣 递了过去 不多时 便见卓华 替着那柄宝剑施施然 走到高台之下 偏然一礼 鼓声随即一顿 场上众人皆停下手中之势 转头看向卓华 听着鼓声泰安心中忽悠所感 当日家母郑国长公主 曾做破阵剑舞 泰安不才 略学了些皮毛 今日愿于太后陛下面前献丑 以薄一笑 哦 华 泰安郡主 竟会姑母的破阵剑舞 朕那时的年龄尚小 竟未曾得见过 只听人说过此剑舞精妙绝伦 不想今日 朕与仲卿能有此眼福 但请郡主一舞 不等王太后开口 浩元便以接口说道 言语间带着几分暖意 王太后转头看了皇帝一眼 见他似浑然不觉 只一心看向场内 浩轩与卓华对视一眼 随后嘴角微微一扬 抬手继续缓缓击鼓 游慢剑快 渐渐如急雨轻落 春雷滚滚 隐隐透出金戈铁马 征战杀伐之气 听着鼓声 啄华慢慢抽出剑来 场上众人似有错觉 明明刚刚还田径如画的泰安郡主 浑身气场似是陡然一变 如一只离弦利剑破空而出 他手腕轻抖 剑翘便飞了出去 被敏玉稳稳接住 随即剑光一闪 如蝶舞穿花 脚若游龙 偏若惊鸿 衣媚飘飘 宛如飞仙 手中那口宝剑上下翻飞 剑光闪烁 剑花错落 若繁星飞洒 如电光极限 这剑一与舞他的红衣少女 融为一体 行云流水 灵动轻盈 虚虚实实 密不透风 只剑剑光缭绕 不见剑之本身 只剑一团红影 不见舞者本人 在场众人饶视剑多识广 也被场上这剑无所振 一个个张口观望 接望了手中的酒杯 口中的美味 三姑站在彩棚之内 远远看着场内舞剑的灼滑 眼中忽然泪光闪烁 这剑舞 还是当年郑国公主 承欢于孝贤皇后 和瑞翼太皇太后西夏时 为哄二位娘娘高兴 特意编排的 随用剑 实为舞 动作多趣于柔美 不若剑法武功那般刚猛 却行云流水 煞是好看 郡主自幼体弱 她便将公主这套剑舞 交于郡主 以弃能强健身体 不想 今日 竟在此种场合下重现 三姑恍惚中 四又见到当年那个风华绝代的少女 舞剑于御花园内 时光肆意倒流 又回到了最初 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时光肆意倒流 却回到了她出为皇子妃的时候 王太后看着场中舞剑的灼滑 也有那么一刻的恍惚迷离 那个一出生 就拥有天下万般 宠爱的女子 那个精彩绝艳道 让人嫉妒的女子 在别的女儿上 常于身归谨言慎行时 她便可以挥斥方求 调兵遣将 在别的女儿 还听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 她却可以自责夫婿 携手心仪之人 不必在意她的家世背景 在别的女儿 仍躲在秀楼内 秀着嫁妆恪守规训时 她却可以和未婚夫婿 出入军营组建新军 她是帝国唯一的嫡公主 即使自己这个嫂子 大皇子妃 在她面前 也只能俯首贴耳 恭敬有加 不 郑国从未博带过自己 可她的精彩绝艳 她的挥斥方求 她的肆意 她的洒脱 王太后 得罪了她 且把她得罪狠了 凭什么 她才是万民之母 她是皇后 是太后 本应是这个帝国 最受尊重的女人 那些精彩绝艳 挥斥方求 肆意洒脱 本就应该只属于她一人才是 不过现在 王太后 微微向后靠了靠 放松下 刚刚因澎湃新潮 而僵直的身体 她终于赢过了那个女人 原来的其女子 不过变成了一泊黄土 而她的后人 王太后 微微一笑 也终会成为她 王家的钱袋 或是她王家的一泊黄土 采棚下众人感慨不一 场内浊华 却只一心剑走龙蛇 且越舞越快 伴随着秘如急语的鼓声 如一团火焰一般 浩轩看在眼中 心中激荡 最后忍不住随着那鼓点 伴着那如火的剑舞 低沉地唱起了军歌 风火燃 狼烟起 将士自此离故里 黄沙百战埋中鼓 马格果师还故土 铁器踏遍观山路 刀枪砍断敌人骨 狼烟燃尽将士血 战鼓雷断思香苦 阿爷莫再念儿归 此去山高水也远 阿娘莫再念儿归 报国戍边去不回 吴七莫再念复归 此去沙场身先死 吴尔莫再念复归 风筝飘摇复不回 这低沉雄厚的军歌 配上那灵动如火的剑舞 众人一时鸦雀无声 近似看见了沙场狼烟 金歌铁马 有那热血男儿 顿时思潮腾涌 热血沸腾 有那曾经过戎马征战的将军 心下感怀 沉浸其中 那些贵女千金们 也都各有感思 不少龟秀 更是倾倒于晋王世子 不同往昔的萨萨风便之上 齐少堂看着敲击战鼓 吟唱军歌的晋王世子 心中默然跳了几下 以前一直觉得 他太过圆滑 缺一点风骨 如今一剑 却原来如此铁骨铮铮 高风静节 卓华虽在武剑 却偷眼留意着周围 见众人的神思四皆已聚于场中 并无人注意远处的乔通二人 不禁心下满意 可当武道浩萨身侧时 抬眼间不由的心中一惊 浩萨玉色长山上 右肩四隐隐透出血迹 虽然极旦 却有愈加分明之势 那战鼓被置在一人多高的木架之上 若想敲击 必要高举双臂 且那骨锤比平常骨锤 要沉重许多 想那秦浩萨几日前所受之伤 十分严重 身可见骨 经这几日休养 虽看似无碍 却并未痊愈 他今日击骨时 又过于激昂用力 大概是崩了伤口渗出血来 这样不行 浊华暗存 如若继续下去 这血迹定会越发明显 迟早让人发现 叶次王之之案 顺天府一直未能找到凶犯 太后催了又催 顺天府引刘达吉的满嘴声炮 派人日夜排查 更向周围辅现发出邪查令寒 如若今日漏了痕迹引人生疑 那无疑是后患无穷 浊华心中焦急 脚下五步却半分未乱 正当思索如何遮掩之时 恰巧东面起了一阵旋风 瞬间吹得场内惊奇烈烈作响 浊华覆面顶牡丹红纱 陡然被风卷起 吹悬半空 灵光一现 心念急转 浊华心下 立时便有了主意 电光石火间 他见交左手 飞身来到琴琴身边 右手一探 到了锯 借来一用 便抽走了琴琴的批驳 随后 长陵一甩玄于彩棚梁上 脚下用力 浊华静凌空腾起 伸手去追那飞走的面纱 此时夕阳之下 金灰红霞 蓝天绿草 有一绝美少女偏仙起 壮若飞天 红衣飘飘 长陵相随 似仙子下凡 人间难寻 这一景象太过震撼 以至于场内众人 一时都待在原处 似起了错觉 这一非人间 而是仙境 此景中的少女 一非凡人 而是仙子 肖副拓见此 忍不住低声赞叹一句 妙极 仰头满饮了杯中美酒 只觉说不出的岳母舒畅 王天昊此刻终于见到 泰安郡主的真面目 却早已被苏得神魂俱飞 张着大嘴 直眉瞪眼 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莫说什么仪态 恐连自己叫什么 都忘得个一干二净 齐少峰此时只觉着一生不枉 能见到如此景象 看见如此人物 此生足矣 自己之前对泰安郡主 那无数次的想象描绘 竟原来都是玷污了他 原来他比自己想的更加清理脱俗 人间难寻 在这满天红霞之下 秦浩宇骑在马上 无意间默然回首 正见浊华飞天之姿 如一片红云飞入天际 霞光朔朔 夺目无双 体内原本就翻涌的血气 陡然沸腾汹涌起来 哇的一声 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爷 您这是怎么了 乔通当即被惊得魂飞破散 忙去替浩宇俯着胸口 浩宇摆了摆手 是以他并无大碍赶紧前行 乔通只好牵马继续赶路 浩宇却忍不住 又回身看了看 刚刚天边的那片红云 此时再说浊华 凌空一跃 伸出持剑的左手 勾住面巾 却并未收拾 旋即亮出宝剑 剑光一闪 撕拉一声 竟华烈一面战棋 随即剑尖一挑 翩然落地 脚下未停 几步舞到浩宣进前 剑交右手 挥手一甩 那面战棋如一片彩云般 飘飘然飞了出去 正负在了晋王世子的右肩之上 浩宇抬眼与卓华一对 心中差势分明 盲扔下骨锤 原地悬伸 双手拽着战棋 在胸前记了个结 随即与卓华双双拱手 败于高台之下前去覆命 二人步伐一致 默契十足 竟像演练过多次一样 远远看去 真是金童玉女一对碧人 浩宇默然皱起眉头 刚刚因关卓华菲林寻金 而赤于胸间的赞叹柔情 此刻四街瞬间化为苦酒 酸涩男人 第35章 剖白 羽儿敲得甚好 太安舞得也妙 尤其最后 竟以战棋相复 端是巧妙别致 正暗合了这军歌战鼓 你二人配合的 可谓珠连闭合 皇上 你说呢 见浩元盯着台下负命的二人 发呆不语 王太后微微一笑 赞了两语 便去问浩元 被此一问 浩元心下陡然惊醒 玄吉微笑点头赞道 当年郑国姑母的破阵剑舞 朕今日竟能有幸一关 果然剑如灵蛇 气势纵横 舞出了我大气的万千气象 灵灵君威 太后垂眸听着 玄吉又是一笑 慢悠悠说道 皇上说的也是不错 不过这些犬儿呀 舞呀 倒是其次 身为女子 还是应以相夫轿子 持家女工为己任 恪守归训 安时隋芬芳才是女子的本分 这话说完 全场接近 太后方才之言 激进训诫 若这话反过来听 岂不就是在说 太安郡主太过张扬 不安时隋芬 也为恪守归训吗 如果再深想一层 岂不又影射了 郑国大长公主本人 这位公主 一生可从未相夫轿子 持家仿之过 浊华自知 这是因上次在和风阁内 搏了王太后的面子 她现在就是重提 欲反将自己异军 这次既未说 秦记也未说厨艺 反而只听女子的本分 这本分二字 真是让人变无可辨 浊华也不欲 和她打那口舌官司 刚想含糊敷衍几句应付过去 却不想 这时竟有人抢先发声 为她鸣起不平来 秦浩轩冲太后身诗一礼 笑道 可这世间男子 也不都是只愿意将女子 困于那四四方方的后院之中的 想当年林大将军 组建林家军 平生大小征战 未有败继 更替我大旗收复了隔水 潮山 平城 永镇等十数座城池 可谓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大英雄 但却愿意与郑国公主携手共敬 比翼齐飞 祖兴军 平边境 同甘苦 共进退 并不将公主陷于那家中小天小地之中 实乃抗力情深 神仙眷侣 这番话刚一说完 浊华便去转头看她 心中一时百感交集 这世间之人 面上不说 可心里却都是误会曲解父母的 或是认为母亲飞扬跋扈 不克手妇道 过于真功好强 竟如男子一般随军征战 或是吃笑父亲太过纵容 生心懦弱 尽管不好妻子 不能让他安分随时 像普通女子那般守在家中 可谁又会真的理解 父母之间那相互扶持 相爱相知 生死相随的情谊 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和事业 有旗鼓相当的能力和智谋 他们是情投意合的夫妻 更是势均力敌的朋友 他们才是真正的比翼双飞 神仙眷侣 这世上的庸人 不过皆想把女子当成后宅的摆设 管家甚至是奴仆玩物 有几人会理解父母这样的感情 又有几人能有父母这样的感情 卓华这里尚在感慨 却呼听高台之上 传来王太后放肆的高声大笑 那笑声中透着鄙薄 透着不屑 还透着一丝丝的怜悯 真真是个痴儿呀 王太后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浮在凤椅上 金苏体软浑身直颤 我的儿 那可是郑国长公主了 我大妻唯一的嫡公主 当年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 林驸马生于微末 出身平民 又怎敢与公主论夫为七纲 男女尊卑 她又怎敢困得一个嫡出公主 在后宅之中 为她洗衣烧饭 主持中愧 一切不过皆是迫于权势罢了 我就不信 这天下男子 会有人愿意和女子平起平坐 共享功劳 真心推崇女子之才的 我愿意 王太后话音刚落 便听到一声斩钉截铁的回答 犹如春雷乍响 掷地有声 场上众人皆是一阵 浊华又去看向好轩 王太后渐渐脸住笑容 缓缓地坐直了身子 我愿意寻意德才兼备 志同道合的女子为妻 若她不喜后宅狭隘 我便带她海阔逾越 天高鸟飞 若她不喜阴谋诡计钻银奉承 我便带她远离朝堂 浪迹天涯 若她一心报国 为国从军 我便与她并肩杀敌 同进同退 只要她喜欢 我便不会困她于后宅 不会勉强 不会束缚 推崇欣赏她的才智 就如推崇欣赏自己的才智一般 身为男子 倘若只能凭困住女子 方显其功劳才能 那这男子本身 也不过是个酒囊饭袋 竟用这样可悲的方式 找回一点尊严 如此草包网为男子 只让人可笑可叹 场内一片寂静 不光台下众人 连台上的浩元 都被此语震得瞠目结舌 这番言论太过惊世骇俗 一张口竟骂尽天下男人 禁王世子 今日得罪了全天下的男子 却赢得了全天下女子的芳心 王太后皱了皱眉头 刚要开口以一些三纲五常 人伦尊卑之言训诫一番 却忽听泰安郡主开口说道 泰安父母之情在于志同道合 这世间又有几对夫妻 能有幸如此 故竟不被世人理解 而女子之德 又奇景在于后宅持家 真执仿之 自古被人称颂的贤良女子 少有平庸随分的庸禄主妇 而多是侠肝义胆 为国为民的女中豪杰 那让人闲艳者 莫不都是一曲相投 并肩作战 携手共进 就如太后娘娘和先帝 不就是这天下一等一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吗 而太后娘娘本人 不就是这天下为国为民的贤良典范吗 浊华这马屁拍得不轻不重 恰到好处 竟一下子将王太后即将出口的训诫 堵回了胸中 是啊 这如何反驳 难不成说她和先帝并非志同道合 不是那神仙眷侣 或她寸步不让 只说 女子就应安于后宅 什么并肩作战携手共进 什么为国为民狭肝义胆 统统都是不安于世 可 那现下她又算个什么呢 若不是和先帝并肩而战 如何能在先帝驾崩后 接下她的权柄 若不是为国为民 如何能听政八年 而仍未还政余地 好好好 好个太啊 真是尤简嘴滑的紧啊 眼瞅着太后的脸色越来越差 似是吃了闷亏 王志和齐正卿 盲使了眼色给各自麾下 让其前去解围 只是相较王志的面色铁青 齐正卿则是碾须微笑 神清气爽 于是 历时四座接起 齐声高颂太后之德 凤银吹捧之声 赞美歌颂之词 一浪高过一浪 浊华 浩轩借机忙行李退回座位 这个秦浩宇 平日里倒是未看出来 竟是个难得心里明白的 琴琴边接过卓华还来的批驳 边低声嘀咕了一句 卓华听后微微一笑 端起酒杯润了润唇 一抬眼 正看见齐绍峰双手接过敏玉还来的宝剑 并向他这边看来 四目相对 绍峰忙起身长衣而败 卓华微微汗手回礼 这一幕却恰被换了衣裳刚刚入座的浩轩瞧见 心中便对那齐家的炭花郎又看不顺眼几分 忙碌齿一笑 卓华想起琴琴之前笑得有些傻的评语 历时忍俊不惊 篝火晚宴热闹至极 天黑之后燃起篝火 又点了灯笼 只把嬉笑为场照的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场内半以歌舞助兴 众人喝酒观舞 猜眉行令 好不逍遥 那些未婚的王孙公子 贵女千金们也都乐意展示 纷纷献出才艺 一时间歌舞升平 十分欢乐 只是在这和乐欢快的气氛下 太后娘娘却似是兴致不高 夜色未深便推说乏累 早早地回去睡了 这一晚 红飞翠舞的热闹过后 夜终于静了下来 不知谁又入了少年公子的梦中 也不知那少女娇娘 又把哪个给放在了心上 齐少堂整着那个美欲无双的人影沉沉睡去 梦中依然回荡着她 蒸蒸誓言般的剖白 带她海阔天空 天高鸟飞 带她远离朝堂 浪迹天涯 秦浩宇回到自己的怀德居中 召来了金吕伺候 心中却满是天际那片红云的影子 如火焰一般将她的血液燃沸 还有她的心 她的身体 也一起燃烧了起来 曹月娥的营帐中 今日丢了面子的曹大小姐 听着珍珠对晚间宴会 一番天由加醋的描述之后 又急又恨 啪 竟生生握断了寸鱼长的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 小姐 珍珠惊呼起来 无妨 曹月娥摆摆手 然后召珍珠俯身 对她语道 去找大公子 要先 第二一早 秦秦来浊华帐中 寻她同去南山树林列路 谁知带二人收拾利落 一出大帐 正看见晋王世子 带着小四喜宝铅马等在那里 秦秦立时鸣嘴一笑 昨日晋王世子那番言行 尤其最后斩钉截铁的一番剖白 让不少人都暗自揣夺 恐怕这晋王世子心悦泰安郡主 晋王当年与先帝 郑国大长公主间的 举与大家心知肚明 可晋王世子昨日却对林副马赞了又赞 最后还言辞争争的称 愿效仿林副马与郑国大长公主 那般的夫妻情义 而林副马与郑国大长公主的后人 那时刚为他的军歌战鼓办了剑舞 这其中的深意实在让人忍不住多想 不过 任凭京中那帮凡是算计心机深沉的老家伙们 自己暗中怎么琢磨 琴琴自昨日起倒是对这个堂兄改观不少 以前总觉得他太过圆滑世故 甚至有些虚伪作作 可昨日一见竟然原来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 心地赤诚且铁骨蒸蒸 琴琴心下便对这个堂兄高看了几眼 因此 今日一见他等在帐外不但不厌烦 反而带了几分调侃之意 看着着华朗声笑了起来 琴琴这一笑 倒让浩轩也乐了 咧嘴笑出一口白牙道 二位妹妹这是去哪儿 可愿带上我一起同行 这番明知故问让琴琴觉得更有意思了 眼波流转业余地瞟了卓华一眼 被卓华一眼瞪了回去 我们要到南山列路 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反正我又不是那做得了主的人 琴琴说罢便强忍笑意跨马扬鞭奔奔了出去 卓华无缘无故竟脸上一热 也未及细想 赶紧上马带着三姑敏玉追随而去 浩轩一见不敢耽搁 自是也追了过去 三人一线带着各自的随从正跑得欢畅 突然斜刺里冲出一对人来拦住了去路 卓华抬头一看 竟是王天昊带着仲家丁挡在那里 见了卓华 这王大草包历史喜笑颜开 那一脸的心醉神迷 只让人觉得黏乎乎的腻挽 第36章 金马 王天昊重金购得的那匹千里神居浴血狮子葱 最后是如何突然打着线发起狂来 又是如何把王天昊像扔沙袋一样甩出去的 王天昊皆一概不知 只知道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摔了个四脚朝天 家丁随从一轰而上 抢着过来搀扶他时 泰安郡主早就催马和永平郡主 竟王狮子一起跑了 大丑 气得他仰起鞭子 狠狠教训了一顿坐下的那匹畜生 浩轩憋着笑 再马上转头给了喜宝一个赞赏的眼神 喜宝得意地将他那牛毛毒针的针囊 在腰上紧了紧 昂手挺胸骑马跟了上去 谁知行过一处山坡 那骑家的炭花郎又不知从哪骑马窜了出来 还是那一身未尽名师的宽袍广秀 带着昨日介于卓华的那把配件 见到几人 先温和地在马上行了礼 然后自然而然地变化着家常打马 跟上了他们这对人马 浩轩这时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总不能让喜宝也给他的马来一匹真马 真若如此 看永平郡主那个样子 想必定会有一场好闹 若干年后 浩轩每每回想此事 便皆会心一笑 那时他之所以能看透永平郡主的心思 无非是因自己和他一样 也有着不可言说的小心思罢了 卓华倒没去注意秦浩轩的什么小心思 可秦秦的那点小心思 他却是一清二楚 看着秦勤端金娇贵的端坐在马上 腰板挺直一丝不苟的样子 忍不住心中又笑又叹 开朗强势如秦勤 也自有他的小娇羞和小胆怯 抬眼远眺 忽见远处来了一对人马 浊华心下一转便拿了个主意 不如帮个小忙 也算是成人之美 齐绍峰不知浊华心中所想 一路上几次偷眼去瞧他 却都被晋王世子若有若无地给挡了回去 正当他挖空心思想着 如何去和浊华搭话之时 胡听浊华开口唤他 齐鞭修 在下在 齐绍峰浑身一颤 忙在马上欠身硬道 你看前面冲咱们奔来的那对人马 领头的可是荣狄皇子 齐绍峰历时抬头望了一眼 随后恭敬回道 正是 线下虽然两国邦交兵士前嫌 可泰安的父母毕竟皆死于荣狄之手 虽已无国仇 但家恨仍在 听闻齐鞭修素来机敏过人 便才无双 可否替泰安挡上一挡那队荣狄人马 以免泰安于国仪家仇中尽献两难 泰安特再次谢过齐大人 这一番话说下来 端帝是身名大义又孝似不愧 忠君孝道却又左右为难 着实让人心软心疼 齐绍峰几乎未作多想 便一口硬承下来 郡主放心 在下这就去拦住 那萧二皇子 定不让郡主为难 说着拨马便走 冲着萧富托的方向迎了过去 见他那殷勤样 秦浩轩忍不住撇了撇嘴 秦秦心里更是不痛快起来 可却又找不出这不快的由来 只得紧紧抿着唇 坐在马上一言不发 卓华看了看秦秦 抿嘴一笑道 那骑鞭修单枪匹马 去拦一对戎敌人马 虽说言语即便心思机敏 但仍应多加小心才是 秦儿不如带着随从 去给他住住朕如何 我和靖王世子先行一步 你们稍后追上 说着 卓华冲着秦秦眨眨了眨眼睛 调侃之意甚浓 秦秦脸上墨地一红 绞着缰绳 扭捏片刻方说才了句 那我去看看便来 说吧一挥手 带领随从去追齐少风 卓华看着他们的背影微微一笑 拨转马头 向另一个方向飞驰而去 三姑 敏玉紧紧跟上 浩轩带着喜宝紧随其后 一行人并未走大路 而是选了一条僻静的小路 四周风景倒也秀美 于是众人渐渐放慢了速度 边走边看 你怎么知道 那荣笛皇子刚刚是冲着咱们这一队人来的 浩轩终于逮到机会 驱马挤到卓华身边 开始没话找话 卓华微微一笑 看了他一眼 转头又去看远方的白云 因为我知他是为何来的大齐 为何来大齐 这话让浩轩摸不着头脑 他不是为了来贺皇帝大婚吗 也许吧 卓华含混敷衍道 见卓华四不愿多说 浩轩又绞尽脑汁的去想另一个话题 结果半天才憋出一句 你放心 我昨日说的话都是真的 卓华诧异地转头看他 问道 我放心什么 你昨日说了 什么是真的 浩轩挠挠后脑 看着卓华不好意思的露齿一笑说道 我昨日说 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为妻 不会困她于后宅 任她天高鸟飞 这些话都是真的 你放心 我定说到做到 且我本心缘就是如此作响 妻子相伴一生 自然定是要找个义去相投的 而我的义去便是远离朝堂 江湖逍遥 且一生定要和所爱女子不离不弃 绝不拿二色 浊华的不知为何脸 轰得一下 红如那山上的茶花 他使劲捶了捶马鞍 转头瞪了浩轩一眼 这些与我何干 莫在胡说八道 说着也不等浩轩答话 催马向前跑了起来 浩轩忙跟了上去 脸上却笑意不减 这边喜宝也老早挤到了敏玉身边 想了半日方才道 我听我们家公子说 姑娘叫敏玉 果然是个好名字 竟和那些大户人家小姐的名字一样文雅 话未说完 敏玉当时就竖起了眉毛 转头怒目而是立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本是奴婢下贱之人 不配用这样的好名字 不不不不 我我 不是不是 这个意思 喜宝没料到 一句话会引得敏玉身如此大的火气 吓得她顿时说话都结巴了 我是说 我是说 姑娘的名字特别文雅好听 仅此而已 绝对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一句话惹怒家人 喜宝彻底慌了神 见敏玉因此更不愿搭理她了 忙搜长瓜度想了半天 方又殷勤说道 姑娘可喜欢用剑 我上回便说 要送姑娘一柄上好的护手短剑 姑娘放心 我喜宝说话向来算数 回去便给姑娘送去 谁要你的东西 敏玉又瞪了她一眼 仰手一边打马跟上着滑 喜宝一剑忙扶低做小 颠颠的催马跟上 走在四人后面的三姑 见此情景忍不住暗暗发笑 青春年少 字意飞扬 这才是少年人本该有的样子 郡主自幼老成 心思极重 从董事起就运筹谋划 熬尽心血 哪里像一个十五岁少女该过的日子 这秦浩轩倒真是好本事 竟屡屡能让郡主卸下防备 蒙父天真 露出难得的小女儿之态 至于敏玉这丫头 三姑忍不住摇头一叹 恐怕那叫喜宝的孩子 终是要错付这一枪倾末了 卓华被浩轩的话 扫了个大红脸 一甩鞭子 打马飞奔起来 谁知跑至一处零鹰小道 突然不知什么原因 卓华坐下那匹枣红武马 陡然发狂 一边挥挥挥长丝 一边猛地高抬起 两只前蹄 机遇直立 紧接着忽悠前蹄着地 后提高抬踢踏起来 卓华骑术还算不错 一件不好 连忙夹紧双腿 收紧缰绳 可到底力不从心 两下颠簸 差点被甩了出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浩轩先一步催马赶到 力时两腿夹马 探出上身 一把拽住缰绳 同时另一只手 趴地攥住卓华的手腕 别怕 有我在 浩轩边控制着狂马 边冲卓华喊道 三姑 茗玉此时方才赶到 见此情景 机遇吓死 二人力时要一起冲上前去 却被西宝横马挡网 你们这样过去 反而添乱 我家公子能耐大的很 定能护住你家郡主周全 你 让开 茗玉此刻心头冒火 见喜宝竟来阻拦 顿时暴跳如雷 仰手就抽他一马鞭 却被三姑一把攥住鞭烧 喜宝说得对 现在过去几匹马 反而更容易绊住 甚至惊了 三姑一双眼睛紧盯着卓华 豆大的汗桌 顺着鹅脚缓缓缓滑下 再说卓华 被浩轩这么一拽一喊 竟似有了主心骨一般 差时定下心神 刚刚那一瞬的心慌烟飞云散 可那匹马 却似并不想让人心安 经过刚才那两下窜蹦颠簸 突然更加颠狂起来 前掘后踢 狂躁一场 似一只狂风急浪中飘摇的小船 随时都有轻浮的危险 见识不好 浩轩来不及多想 腰身用力 手臂猛然一提 卓华借着这股力量 脚下一蹬便飞了起来 直飞进浩轩的怀里 当心香软玉抱满怀的那一刻 浩轩忽然觉得 四周四下起了漫天的花雨 落音缤纷 如梦如幻 他似迷失在这花雨之中 不知身在何处 那匹马在浊华陡然被提起飞出之时 轰然倒地 侧翻不起 只能躺在地上不住的哀鸣 惊得众人聚出了一身冷汗 如若刚刚浊华未被及时解救 那他此时要么被发狂的马直甩出去 摔个皮开肉栈筋断骨折 甚至有性命之忧 要么被侧翻的马压在身下 同样也不能得善过 好险 只差那么一点 正在此时 七宝四世发现了什么 突然从马上飞身跃起 一把按住草丛中一个瘦小的小丝 怎么是他 三姑将浊华从浩轩的马上掺下 转头看见那被制住的小丝 不禁诧一道 这不是曹家大小姐身边的丫鬟吗 你们再看看这个 浩轩从地上捡了几个铁吉里 拿给众人 这是专门拦马用的走蹄 虽然马蹄上钉着蹄铁 可这东西 专扎蹄铁中间空心处的嫩肉 不光如此 这上面还抹了能让马匹发疯的迷药 其用心 浩轩一顿 紧抿双唇 眯着眼睛 看向跪在地上的珍珠 青天白日里 珍珠陡然觉得 有股刺骨的寒意 顺着脚跟一路爬上后背 汗毛都炸开了 太过险恶 浩轩缓缓吐出这四个字时 周围众人明显感受到了 他压抑着的雷霆木火 洗饱头皮一紧 下意识地去摸了摸腰间的珍囊 同是坠马 刚到王天号那回公子可不是这样的 完了 完了 看来他们家公子是真长大了 大概和他一样 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讨上媳妇 第37章探望 盖英晋王世子当时在场 可惜 只差那么一点 珍珠回去向曹月娥复命时 语气中颇带了几分傲 知意 嘴上如此说着 一双眼睛偷偷去着曹月娥的脸色 见他虽一张粉面因极度激进扭曲 但对自己所述却并未起疑 珍珠不禁心中常常舒了口气 随即又闪过一丝劫后余生的后怕来 那几个仆从看着身上都有功夫 捉住他自是轻而易举 可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 既捉住了他 为什么又让他全须全已地回来复命 唉 不管如何 先瞒过自己被捉这一段再说 好不容易才熬走了翠竹 成了小姐身边第一得力之人 此时万不能自毁长城 为什么要放他回去 敏玉这块暴叹 也如此来问卓华 当时看着地上磕头如捣蒜回话 四竹捅捣豆子的珍珠 再想想 卓华刚刚差点出了大事 他简直怒冲云霄 差点要把这剑壁就地打死 浩轩转头看了一眼浊华 心下去已明白了八九分 抬眼对喜宝点了点头道 把他放了吧 喜宝听后 忙向旁边一让说道 走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两位贵人主子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放了自己 珍珠一时猛了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还等什么 难不成要咱们亲自送你回去 三姑见这丫头呆愣在原地 忍不住立声喝了一句 珍珠这才猛然清醒过来 生怕众人反悔 赶紧转身连滚带爬的向回逃窜 望着珍珠的背影 三姑懊恼地摇了摇头 这样的蠢货 我竟没有在意 刚刚路上就远远见他骑着马乱窜 因破无章法 我就以为是哪家小厮迷了路 为一是冲着咱们来的 是我大意了 灯下黑罢了 三姑不必自责 我和敏玉共成一起 咱们往回走吧 出了这样的事情 众人自是已没了游玩的心思 浊华转身又去看了看 窝在地上的那匹母马 这马要抱到御马间去 不是说给我的 是匹上好的西域宝马吗 如今变成这副模样 自是得让他们过来处置一下 敏玉仍然闷闷不乐 上还纠结刚刚之事 一边扶着浊华上马 一边愤愤不平 刚刚就不应该将那死丫头放走 不放她走又能如何 三姑看着她摇头 你还能在这儿杀了她不成 或是闹到王太后那 你刚刚也看到了 曹月娥的这个丫头太过活烦 没一点骨气 咱们只略一下火 还什么都没问呢 她就有的没的 到豆子一般全都招了 如若真闹到王太后那儿 你觉得她 会不会也如刚刚那般 从她家小姐 三姑微微咳了几声 瞥了一眼浩轩 从她家小姐暗恋 晋王柿子开始说起 若那曹月娥 索性破罐子破摔 当场扔下此事 再求王太后赐婚 岂不是坑了 晋王柿子 三姑说着 忍不住又瞥了浩轩一眼 浩轩冲着浊华两手一摊 甚是无辜 这与我何干 浊华见此微微一笑接道 且现在这情形若追查下去 说不得要落了二公子的行迹 她可是前几日才派姓氏上报朝廷 西北贺卿队伍 还远在几十里之外呢 如此一调侃 刚刚的抑郁之气便一扫而空 众人看着浩轩都笑了起来 浩轩见浊华疏解了欲色 心中不禁高兴 也随众人朗声大笑起来 冲着浊华露出了一口白牙 见她这样 浊华的笑意不由的又浓了几分 一旁的三姑看在眼里 忍不住在心里又叹了一句 好本事 众人骑马向来路缓行 浩轩瞅准机会凑到浊华身旁说道 你放心 今日之事 我定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与浊华共成一期的敏誉 忍不住默默的翻了个白眼 浊华微笑着摇了摇头 轻声回道 这是我自会解决 你现在处境特殊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才好 一口恶气罢了 从小到大 他身上背负的何止这一口恶气 泰安郡主跑马时 御马间的马 竟然尸体跌倒 多亏当时晋王狮子在侧 拉住了缰绳 救下泰安郡主 得此消息 御马间间成立时惊了一跳 不敢怠慢 忙派人去处置了伤马 又钦陪泰安郡主 去挑了一匹更加温训强健的母马 这消息传得也快 不过一个时辰 围场内的险贵宗士便基本都知道了 兜兜转转 最后竟又传到了王太后的耳中 于是 当日浊华引来了众多显贵亲眷的探勘慰问 又收了不少宗室高官送来的押金之礼 像永平郡主 加泰郡主这样关系亲目的宗室 自然都亲自来探望一番 更有甚者 黄昏时分 当朝太后娘娘竟携着娘家那只王天昊 摆开奉嫁一仗 浩浩荡荡的亲自来探望受了惊吓的泰安郡主 恰好今日那王天昊也摔了马 不知是摔的 还是后来教训他 那匹爱马太过用力撑着了 总之 他也摔了脖子上 好在脸上没有破相 又换了一套竹之青的直坠 腰上系了金丝如一韬 上面吹了若干美玉 乍一看 竟有几分翩翩公子的意思 颇能入眼 自从得见泰安郡主真言 这王天昊简直魔障了一般 成日里茶饭不思 满脑子只想着 如何与这位天下角色的郡主搭上话 可惜这位郡主身边似总有宗室围绕 尤其那永平郡主实在讨厌 挡了他无数次机会 净坏他好事 为他的正妻 而这位美人郡主无论身份 财力都是尊大佛 在聘取之师未定之前 只能尊着尽着 更有上次的教训 让王天昊到底还是长了记性 这可是个不好惹的主 手中不仅有一对金状护卫 更有先帝的龙宁宝剑 故此 王天昊悉数收起了平日的浪荡轻浮之态 在泰安郡主面前 到底不敢造次冲撞 可终究还是心仰难耐 只记得他抓耳挠腮 坐立不得 恰在此时 忽听泰安郡主跑马受惊的消息 不禁大喜过望 自己今日也摔了马 这简直可称得上是缘分 同病相连 正是给他一个搭讪的好机会 想到这儿 他忙去了王太后的奉仗之中 软磨硬泡苦求了半日 才最终得了太后姑母的一声笑骂 玉手点点了她的额头 到了局冤家 方才吩咐月姑 摆开奉价一掌 大张旗鼓地去探看泰安郡主 其实 就算王天昊今日不来求太后牵贤 王太后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防着浩元去找泰安 简直操碎了心 又是派人盯着拦着 又是主妇王启然哄着缠着 如此折腾 还不皆是因为泰安那丫头 为得泰安的封义财力 更为断了缘的念想 永绝后患 他定要促成娘家侄子 与泰安郡主的这门亲事 哼 天昊虽是自家孩子 但不得不说 还是有些不争气 这门亲事如何才能不被人诟病 宗室不是傻子 更不可能一而再而三地被他拿捏 当年受郑国恩惠与其交好的宗室众多 如若他做得太过分了 到时候只怕逼得宗室积变 反而不妙 如今以其郑亲为首的一帮老臣 又整日地高呼还郑余地 更不能因此事让他们抓住把柄 为今之计 只有泰安自己愿意才是上策 这就要看天昊的本事了 王太后看着跪在身前 殷勤地给他端茶捶腿的王天昊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天昊这孩子虽然学业不成 可模样是一等一的 对女人又小一温柔 这些千金闺秀 谁人不爱 之前谢家的二丫头 不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吗 去拿下一个长鱼山野未见过世面的小丫头 简直绰绰有余 这门亲事如若成了 岂不皆大欢喜 泰安孤苦无依 能入当朝首辅的王室门中 也不算亏待了她 王太后打着她的如意算盘 带着王天昊摆着全副一仗 大张着声势去慰问泰安郡主 在泰安郡主的仗中 足足做了半个时辰 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离开时 泰安郡主出来相送 王太后站在帐外 甚是慈爱地看着她 又招来王天昊与郡主站到一处 笑着说道 如此之前的误会 都已尽数解了 这样才好 以后 你们相处的 就更加和睦了 又满是宠溺地点了点她二人 称怪道 你们这两个小冤家 真真是让人不放心 骑个马也能一起摔了 如此以后 可不许你们骑马了 王天昊一听 盲坐一脸无邪状 大声哀求道 太后姑母行行好吧 也就春烈 这几日能松快松快 大不了 我以后都护着 太安眉莫便是 说着 王天昊偷眼去苗卓华 见她垂眸不语 于是胆子便又大了几分 继续说道 以后就是把我摔得稀烂 也定不会让太安妹妹 受一心半点的惊吓 你呀 王太后洋装恨铁不成钢地点了点她 自小就是这么个温和柔软的心肠 成日里对自家姐妹 是最好不过的 温润有礼 爱护有加 宁可自己吃亏 也定要护得姐妹周全 你还不快嘱咐你这妹妹两句 让她以后千万要多加小心 莫再涉险 免得让人担惊受怕 王太后此话一出 王天昊自是无可无不可的满嘴答应 慌忙转过身来 扶身大败 口中念叨 请妹妹多多保重 莫再触险 免得让太后姑母和我 担惊受怕 说完也不起身 拱着腰身 只仰脸去看卓华 谁知正见卓华飘然 扶身还礼 四目相对 如此致敬 一张桃花粉面就在眼前 两潭秋水盈盈如月 一点朱唇鲜鲜红若阴 王天昊只觉三魂七魄叉时全都被勾了去 呆立在原地化成了木头 最终 王天昊还是被王太后给叫还了魂 失魂落魄的跟着凤驾一步三回头 恋恋不舍而去 不过这人去不多时 东西却随后呼啦啦的涌进了浊华的帐中 王天昊的押金里从珍稀草药 其实珠宝到鸡巧玩物 新巧果点 应用尽有 不能一一细数 如此大动干戈的一闹 不出一刻钟 整个嬉笑围场的人自时又都知道了 那些在官场打滚的大臣 老谋深算的宗室 静英后宅的夫人一见这样的阵仗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王太后此举 这是要召告天下啊 太安郡主已是她王氏娘家看重的人 谁也别再想打什么主意了 知道内情的宗室老臣 不免就联想到了当年先帝遗诏之事 心中不由的暗叹一句 好算计 又有人不禁想起了靖王世子 昨日的军歌剑舞 今日的英雄救美 嘖嘖嘖 少年情怀恐怕终是空腹一场 喜宝看着自家公子 黑如锅底的脸色 仗着胆子弱弱的问了一句 公子 要不咱们先不急着给太安郡主报仇 先去把那王天昊打上一顿如何 第38章相规 夜深人静 浊华喜树已毕 穿着云香段的白色请衣赤脚盘腿坐在床上 看着敏玉叽叽咕咕的 帮三姑收拾着今日的押金礼 这戎笛蛮子 敬送咱们虎骨高 敏玉拿出肖腹拓送的礼 有几分不敢置信的说道 似为了验证 她打开手中的白痴小坛闻了闻 随后大叫 竟真的是虎骨高 你小点伤 吵得我头疼 正在登记造册的三姑 回首就在敏玉的头上敲了一笔杆子 这么大人了 还咋扎虎虎的再叫人听去 敏玉撅着嘴 胡乱的揉了两下额头 转身对卓华说道 郡主你不知道 这戎笛蛮子 当年就仗着这止血生机的虎骨高 平白的占了咱们 林家俊多少便宜 若那年缺医少药之时 有这么一罐上好的金疮药 咱们 她忽然说不下去了 后面的话全都哽在了喉咙里 眼圈一红 泛起泪光 卓华一抹 随即垂下了眼帘 三姑见此 知道卓华被敏玉勾得难受 忙去拉了敏玉一把 称怪道 平白的又让郡主难受 快 还不把我把这个记上 敏玉却未接三姑递来的笔 而是转身便向帐外走 记她做什么 难道咱们回七峡山后 还要给这蛮子也回礼不成 看我出去 把她给丢了 你回来 敏玉刚走两步便被卓华开口叫住 问她 若是你父亲得了敌军的东西 可会就给扔了 敏玉回过头来 愁愁半赏方道 倒是不会 咱们林家军虽对百姓讲的是 休毫不犯 可对蛮子却从不手软 讲的是以敌养己 那这堂虎骨高 你便想着派人给你父亲送去 让他用蛮子的金窗 要治好我大旗的男儿 杀更多来犯的蛮子 是 郡主 敏玉点头 重重硬道 三姑见这二人都似沉浸在卑丝之中 于是便想迎转开来 恰好看见其少风送来的鸭经理 不由地笑道 郡主你看 这期炭花可真是有意思 别人送来的都是些鸭经丸 震魂伞什么的 或是红枣 竹叶这些镇静之物 再不济也送些女孩子喜好的小东西 来逗郡主开心 可这位炭花狼道好 竟送了两方墨来 看着还价值不菲呢 郡主又不去考功名 他送这个来做什么 果然 此话一出 敏玉便立时丢开手里的瓷坛 去砍三姑的墨 随后拿给卓华去瞧 忍不住笑道 这其炭花怕不是读书读吃了吧 难不成还想让郡主也和他一样 去考个炭花 真是个书呆子 被二人这么一斗 卓华也渐渐心情好转 伸手接过那两方墨来翻看 随后淡淡一笑 这是上好的古墨 一书上云 古墨有压惊镇静 驱邪凉血之功效 他送这个正是对症下药 还是郡主知道的多 三姑笑着吹捧道 若郡主不说 咱们还知道是这其炭花太过风雅 不识人间烟火呢 可不是吗 咱们哪里知道这些 卓华看着三姑和敏玉一唱一和 知他俩是为逗自己开心 也不去点破 只成因片刻忽然去问敏玉 是否托人烧回来的那些药可带来一些 敏玉不明就里 回道 倒是带了一些来 郡主要用哪样 玉镜粉可带了 卓华眼神一闪 突然狡黠一笑 三姑一见便觉不妙 顿时有些头大 这可好些年都没见过郡主这样笑了 上次见她如此 还是六岁时在宫里捉弄御膳房偷嘴的胖总管 那回害得御膳房大总管王宝拉西整整拉了半个多月 愣是把个像发面馒头一样肥瘦的胖子 拉得脱了向 不仅皮都垂了下来 此后一个月连走路都得让人掺着 正想着 却见卓华 敏玉已经凑到一处 头对着头嘀嘀咕咕 不知道说些什么 过了片刻 敏玉直起身子 与卓华四目相视 随后二人忽然同时大笑起来 敏玉笑得前仰后合 卓华在床上笑得东倒西歪 唉 算了 见她二人如此 三姑把原本就要出口的劝阻又咽了回去 本来就是青春年少自意妄为的年纪 何苦一味地去压抑 不如就让他们自意妄为一回吧 这西郊为常果然让人心情疏散 郡主如此克制之人 竟也飞扬嬉闹起来 或许让郡主飞扬热烈的 并不是这西郊为常 而是那个同样飞扬热烈的勃勃少年吧 那个飞扬热烈的勃勃少年 此时正与西宝一同换上夜行衣 准备去做贼 二人穿房月脊 飞檐走壁 直奔南营的西南角而去 西宝心中疑惑 忍不住追上浩轩巧声问道 公子 既要去给泰安郡主报仇 咱们不是应该去 那边女营曹月娥的帐中吗 以我的心思 咱们自是不能动手打女人 可扮成鬼怪吓唬她一下 倒也不错 但你这怎么反倒 在南营里窜了起来 不是说不去找那什么王天昊的麻烦吗 西宝话音刚落 脑门上便挨了一个暴力 西宝哀悠一声 忙去揉她那大脑门 你一个大男人 半夜去闯女人的营帐 还半鬼吓人 简直有损大丈夫风范 况且非礼物事 非礼物动 夜闯深归 绝非君子所为 西宝是江湖儿女 只知道快意恩仇 管她是男侍女 有仇便报就是了 所以 浩轩这套大道理 完全是对牛弹琴 她揉着脑门上的红包 心中暗暗腹匪 这公子怎么与世子住上了两日 也变得文猪粥起来了 不去找那曹月娥 那你怎么报仇 猪脑子 你看今日暗算郡主的走题 那是一个规格小 解能有的东西吗 我听说曹家大公子 素来喜好五刀弄枪 还曾托兵部尚书陆良川 给她在军中找了个贤侄挂着 这走题定是她的 我就不信 她妹妹拿了她的东西去做什么 她能不知道 就算她不知情 也免不了一个叫媚不言的罪名 我们这就找她去出了这口恶气便是 喜宝抽了抽嘴角 这弯子绕的 她还是觉得直接去办鬼 吓唬曹月娥来得爽力直接 可公子既已如此说了 那就只能遵命 于是在曹家迎仗中 麻烦曹家的小厮长随之后 这二人将曹大公子套上麻袋 堵上嘴绑了手脚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暴打 临走 又把那走题 在曹童的脚上密密麻麻给定满了 看着疼得满地乱拱 这种却喊不出声的曹童 浩轩这才平顺了一天的玉气 大手一挥 带着喜宝飞升出了曹家迎仗 公子 我们的迎仗在那边 眼见着浩轩一路跑偏 四向着女迎方向去了 喜宝忍不住开口提醒 谁知 浩轩头也不回 继续向前奔去 只是招了招手 示意她快些跟上 喜宝把嘴一掘 不得已指的快步跟上 心里却默默念了句 他们家乡的歌谣 花孔雀 尾巴长 开了屏 炫四方 他们家公子 这会儿就是那开了屏的孔雀 得赶紧去炫耀妖宫才是 妾 喜宝心中一审 一会儿 我就偏要和敏玉说 那曹家公子 是我先给打趴下的 二人一路高来高去 飞檐月己 不一会儿 就到了浊华的营帐前 浩轩隐在一棵树上 看着下面上亮着灯的大帐 不禁有些犯难起来 这个时辰 太安郡主是否已经安静 他这样夜叹深归 是不是太过唐突 此时浩轩方才觉得自己貌实了 只一心想着来邀功 啊呸 是来告知郡主 恶气已出才对 谁知竟忘了这夜境更深 多有不便 见着自家公子又摆出一副 欲去不去愁愁不前的怂样 喜宝简直没眼看 刚想暗暗将他一脚踹下树 也算帮他一把 谁知 忽见从浊华杖中 闪出一条窈窕的黑影 那黑影功夫不弱 且有意引着行踪 闪转腾挪 几下便躲过了巡夜的兵士 从宗氏营这面 一路向着大臣家眷的营地奔了过去 好像是敏玉姑娘 她这穿着夜行衣是要去哪啊 不得不说 喜宝这两日对敏玉的印象颇深 不能说是刻骨铭心吧 起码也是印在了脑子里了 否则怎么会单凭个影子就认了出来的 浩轩便知这其中有事 于是朝喜宝一时眼色 两人忙暗中跟了上去 自从曹月娥营仗着了火 御林军统领被王太后一顿训诫 吓得差点魂飞破散 之后马上加派人手巡逻 可谓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可即便如此 三姑仍比平时多了数倍的警觉 乃至一有风吹草动 必要做好以死相伯的准备 这也是无法 此处上上下下皆对卓华虎视眈眈 他们线下身处虎穴 自然如履薄冰 茗玉领命出去尚未回来 卓华歪在床上看书 三姑看着外面的天色星下忍不住有些后悔起来 刚刚怎么就没有拦住茗玉 一时心软静由着他二人胡闹 正在这时 突然从帐外飞进一个纸团 正落在卓华脚下 三姑见此 神经瞬间紧绷 伸手拔下头上的簪子 浑身戒备 挡在卓华身前 卓华也是一领 将那纸团捡起展开 箭上面用探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他先是皱了皱眉 片刻后 脸上却又露出几分哭笑不得的神情 三姑不明所以 刚要探头去看 忽听帐门外传来一声轻壳 随后仗帘一掀 一个男子便闪了进来 几乎本能的便出了手 三姑手中的簪子 瞬间便抵住了来人的咽喉 三姑不可 卓华下意识叫了一声 三姑转过头去 在卓华眼中 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惶恐 浩轩也惊呆在原地 半分不敢动弹 他没料到 这个平时并不险山露水的女官 出手会如此之快 功夫尽不输于她 也没想到她的杀气会如此之重 似酒精沙场历经百战一般 还有 陷下抵住她咽喉的 这哪里是什么女人用的簪子 那簪尾分明就是一把金刚打造小小锋利的匕首 卓华他们竟随身携着凶器 他们可是从宫中直接到的这围场 之前一直在宫中小助 难道会不知道 撕携凶器入宫 最同谋逆 太安郡主之前的一系列动作 真的如浩宇猜测的那般 仅仅是为了什么争后 这份于死网破的狠力决绝 真的只是 未夺皇后之位吗 电光石火的一息之间 浩轩似乎抓住了点什么 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抓住 第39章秃头 敏玉一路上被叽叽咕咕的喜宝 扰得不胜其烦 骗这祸武功虽然不计 轻功倒是极好 她有意撒开轻功围着营地绕了好大个圈子 竟愣是没能甩掉她 弄得敏玉心中心烦意乱 只想回身立石拍死这祸才好 等她回到营帐之时 却发现三姑正守在门口 见她回来 盲使了个眼色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敏玉心下明白 也不理会身后的喜宝 镜子悄悄站到门口 守在帐外 此时帐内 卓华正披着斗篷坐在床上 对好轩说道 敏玉此行 还多亏了二公子相助 一路上帮着茶缺补漏 隐秘痕迹 真是烦扰了 泰安在此谢过 原来那纸团上镜 实实在在是个妖宫折子 从敏玉出帐 在沙土地上留下脚印 被喜宝抹去开始说起 一路说到敏玉 从曹月娥帐中出来后 他们又帮着引开巡逻兵士为止 浩轩站在门口背对着卓华 吹了这半日风 却怎么也退不下脸上滚烫的热度 刚进门时 一不小心正看见了 只穿着请衣的泰安郡主 她当即血气翻涌 只觉得浑身血液 如同烧开了一般沸腾起来 心中虽默念了千遍非礼物事 可胸口仍似有头大路 咚咚地撞着 就快撞她山墙了 听卓华如此说 浩轩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红着脸道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不算什么 帐外影在暗处偷听的喜宝 不由得撇了撇嘴 感情不是公子 您亲自去收残局 说得倒轻巧 卓华听后鸣嘴一笑 问道 那二公子今夜 来找我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嗯 那个浩轩有些尴尬 以全底唇干咳了一声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 就是怕你 因为白天的士气闷 不放心 过来看看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去把那曹大公子 狠狠打了一顿 为你出气 卓华 见卓华未答 浩轩又挠了挠头问道 你派敏玉去曹有额的帐中 做了些什么 卓华笑而不答 卖了个关子道 明天你就知晓了 第二天一早 天光微亮 不少人尚在睡梦之中 陡然间 两声淒厉的尖叫 划破黎明 响彻云霄 在这寂静的早晨 显得格外刺耳 不少人被这尖叫声 惊得一个机灵 从床上坐起 睡眼惺忪间 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忙派人去寻这声音的出处 原来 这尖叫声 是从户部尚书家 千金曹大小姐的帐内 转出来的 郡主 你当时没看见 曹月娥那满脑袋 头发一根不胜地 全都堆在枕头上 上面的剂子 还没散呢 远远看去 就像落了个人头似的 甚是甚人 不光她那头发 全都连根掉了 就连她的眉毛 睫毛也都一根不剩 像个包了皮的鸭蛋 全凸了 我回来时 又去略略扫听了一圈 线下满围场的人 都在传着曹月娥 大概是撞客了 碰上了鬼剃头 不然 谁的手艺能如此鬼斧神功 连根拔起不说 连睫毛都能给剃了 从昨晚回来 敏玉这丫头 就兴奋的不行 一夜没睡好 今儿一早 天还没亮 就爬起来 偷偷跑到曹月娥的帐外 守着 果见迷迷糊糊 起床的曹月娥先是去换珍珠 那珍珠纹声端着水盆 打着哈欠进帐 可嘴还等未闭上 就吓得哐当扔了水盆 瞪圆了眼睛熬的一嗓子 尖叫起来 曹月娥吓了一跳 顺着珍珠颤抖的手指 寻到了枕头上的发迹 摸着自己 光滑可见的大兔瓢 历时叫了个天崩地裂 敏玉捂着嘴边笑 憋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要不是离得近的几家营帐 纷纷派了下人过来打探 敏玉真想再多看一会儿 卓华此时正在云面 听了敏玉的话 忍不住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那玉镜粉竟这么厉害 这东西用后不会一直这样吧 那倒不会 敏玉趴在床上 一边揉着肚子一边倒 虽然是连根脱了毛 可日后该长还是一样 重新长出来 只是得看个人的造化 有的人长得快点 有的人长得可就慢了 至于说 这要厉害吗 自然是厉害了 看她的名字就知道 用后真的如玉似镜 那光滑的 哈哈哈哈 敏玉说着 又捂着肚子 在床上打滚 卓华忍不住 也和她笑成一团 直到三姑走了进来 见她二人这样 忍不住 伸手去拍了敏玉一下 你到底给那曹大小姐 用了多少药 怎么整个头脸 一根毛发都不剩了 那玉镜粉 我是知道的 原用指甲盖的一点 隔水化了 就竟过一个人使了 有那女孩身上汗毛重的 临出价前用上 一点倒也妥贴 可你这愣是 让人整个发际 都掉了下来 可就用的有些过了 我哪里过了 过分的是那些心术不正 存心害人的人 三姑你也见了 昨日若不是秦浩轩在场 郡主难保不被金马伤着 那马受金后 何等可怕 这史记的人 又何其歹毒 简直就是奔着 害咱们郡主性命来的 我这只是小成大剑 也没让她 受什么皮肉之苦 再说 我听说那曹家 有意送着曹月娥入宫 看她这几日的行为做派 对晋王世子算得上是用情至深 自是不愿入宫的 我如此还算是帮她躲过一劫 随了她的心愿呢 一番话说的敏玉口干舌燥 她抓起桌上的茶碗 一口气干了那碗冷茶 三姑真是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伸手点了她半天 愣是不知说她什么是好 好了三姑 浊华云完了面 站起身来 拉着三姑撒娇 给曹大小姐个 教训是我拿的主意 与敏玉无关 再说 这惩戒与金马相比 也并不为过 三姑就别再念叨敏玉了 你们呀 三姑到底没能绷住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我并不是拦着你们惩戒 只是 只是大战在即 不想节外生枝 浊华笑眯眯的开口接道 三姑放心 敏玉自有分寸 误不了大事 浊华都如此说了 三姑还有何话好说 只得笑着点了点她的鼻头 自小就是个主意大 不过话说回来 也多亏你是个主意大的 见浊华鸣嘴一笑 三姑又道 若说今早还真是热闹 我一早去打水时 听说南营那面也闹了起来 说是曹家 大公子曹童半夜不知 被谁套了麻袋打了一顿 据说打得不轻 脚上 还被人钉满了铁机里 三姑话还没说完 一旁擦脸的敏玉 就忍不住捧着手巾 又笑了起来 浊华笑着看她一眼 随后转头去问三姑 南营那边 对此事是如何传的 难不成也是 撞客了 听闻此话 三姑脸上的笑 便多了几分了然和调侃 不知为何 浊华的脸上反倒默然一红 郡主放心 那秦二公子倒是各种好手 应是在军中历练过 逆服隐踪极其到位 刑部的人去走了一遭 竟未查出半点蛛丝马迹 连肃有铁判之称的 大理四清方铁之躯看过 也没找出什么破绽 线下众人接传 那曹家大公子 大概是遇上了什么胡金山怪了 否则 怎么同在一帐的小丝随从 都睡死过去了 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竟一个也没惊醒 且那营帐周围别说痕迹 连个脚印也没有 三姑这话还真没说错 线下围场内众人都在暗传 说这曹家八成和西郊围场的风水不合 这才几天啊 先是他们家丫头犯了疯便 然后是他们家大小姐被鬼剃头 同一天内他们家大公子 竟也莫名其妙的被人打了 对于鬼神精怪 这后宅夫人一向是异常敬畏 虽说那些文臣武将口中念着子部与怪力乱神 皆摆出腹不屑一顾之态 可其实不少人心里也深觉邪门 想起来后背就不禁思思冒着寒意 一儿一女接触了事 户部尚书草取冉字 是不能再待在围场春猎了 忙向王太后告了罪 挟着儿女家仆 慌慌张张地赶回京城 叫这事儿一闹 众人都失了兴致 王太后也被惊动到了 因这两日游玩的还算尽兴 再加上她要办的事也算圆满 故而便不多做留恋 内侍不日便向各处传旨 休整一日拨债回京 自此皇家春猎便算告一段落 浩浩荡荡地来 自然也要浩浩荡荡地回 从西郊围场回来的这一路上 王太后的心情似乎也比来时 轻松惬意了不少 偶尔看看车外的景色 或是让内侍者歇山花野草乘来赏玩 一时间尽难得露出几分女子的娇美之态 少了几分平日里的威严之仪 伺候在一旁的月姑忍不住轻轻笑道 太后这两日真是年轻不少 若是不知 说太后二八年华也有人信 你又来调笑我 王太后称怪地瞪了她一眼 却并不生气 半赏也跟着笑道 这次出来总算稍稍如了我的心意 也不枉这么大费周章地出来一次 娘娘是说太安郡主和大公子的事 王太后听后并未有什么表示 只是笑着扔了手中的野花 依向了身后的靠枕 月姑赶紧捧过茶碗 王太后接过来润了润唇 随后笑道 娇娇偏爱少年郎 天好又长成那样 哪个女子不爱 论家世论人才 也不算埋没了她 月姑之姬 忙笑着凑去 可不是 这一个是青春年少美貌仙郎 一个是花容月貌温柔娇娘 一个是富贵显赫富为当朝首府 一个是皇亲国妻大长公主的遗珠 真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呀 还未等月姑说完 王太后就点着她 又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学会唱戏词了 这一套一套的 平嘴 这哪里是戏词 奴婢说的可不都是真的 这段姻缘可不就像戏词中唱的一样 真真是如花美眷天作之河吗 这月姑越捧还越来劲了 逗得王太后忍不住又是一阵大笑 笑了好半日 方才掏出帕子 试了试眼角的泪 想了半场 又道 虽说那丫头对我话中的那些暗示 未做做什么反驳 低眉顺眼的看似像是硬了 可这话毕竟并未挑明了直说 那下过指的都可以作罢 更别说 话未说完 王太后忍不住冷笑一声 一旁的月姑垂首倒茶 似是没听到一般 不行 这是夜长梦多 虽说她一介孤女 可现在宗室还有朝中那帮老臣 为了皇上亲政之事 正憋着竟要找哀家的麻烦呢 这事得快点定下才是 正好这丫头献下住在宫中 该让天昊那孩子家把禁了 红姑娘开心嘛 她可是最在行了 第四十章出宫 若说西郊围场 这几日的春烈 倒是平白地给金钟 显贵添了不少 茶余饭后的谈资 先不说曹家那一堂烂事 又是丫鬟发疯 又是一子一女同时壮客 只说禁王世子与太安郡主的军歌剑舞 朱连碧和 再有太安郡主的飞灵夺金 简直惊艳重人 还有金马那次 太后娘娘紧跟着便携了她娘家侄子 前去探望 在营帐门口 又是那样一番做派 金钟这些王宫贵胄 豪族显贵哪一个不是人金钟的尖子 心里还什么不明白的 王氏一族 这是觊觎上太安郡主了 也是 大掌公主的嫁妆 辽如铲颜之地的封印 那可是天大的一块肥肉 王氏烟有不吃之理 王太后这箱打着如意算盘 卓华那边却没给她作妖的机会 回宫当日 待王太后小气之后 卓华便前来请见慈行 怎么才住了这两日 就闹着要走 可是工人们伺候得不尽心 咱们娘俩这几日 才轻轻热热的聚上一句 正热辣辣的 怎地倒突然要散了 王太后在卓华面前 一向和颜悦色 更别说之前 金马探望时卓华的表现 让她甚是满意 因此 再见卓华 王太后面上 比平日里又宽和慈爱上十分 太后娘娘慈爱 盛情相留 太安本应敬领娘娘美意 但本月二十二 是父亲的诞辰 太安要回赴云安中去祭奠叩拜 故不便留于宫中 且上个月二十七 太安这安内的师父 为先帝做了法事 要送上一个月的 地藏菩萨本院功德经 线下眼瞅着一个月期满 自是要回去处理 一应祭祀事务 此言一出 王太后不禁一将 随即面皮子长起来 你这孩子 就是纯笑 心里装着长辈 再也没有半分纰漏 重情重义这一点道 像极了哀家 上个月二十七线 第几日那天 哀家就在那私贤店内 足足坐了一天 陪着先帝的灵卫 说了一天的话 也哭了一天 难受的啊 话到这里 王太后四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伸手掏出怕失了誓眼角 另一只手朝着滑摆了摆 仿佛心中有万千难过 却言语不得 浊华盲锤下眼 连面露哀色 又听太后身边的月姑 开口接话道 说到这事儿 主子们恕奴婢 斗胆插嘴 太后对先帝情深义重 思念之心可见日月 可虽是如此 娘娘到底还是应多保重身体才是 先帝继日那天 娘娘悲伤过度 已知在私贤店内 整整一日都闭门不出 可是急坏了奴婢众人 哎 那日也是因为 太后闭门幽思 故而才会像往年一样 刺祭祀先帝之物给七霞山 为了这事太后 好长时间心中都老大的不自在呢 毕竟先帝虽去 可龙银剑仍在七霞山上 由郡主看护 虽不敢轻易惊动 却也是先帝的一个想念 浊华锤眸恭敬地听完了月姑 这一段长篇大论 方才慢声细语地回到 太后思念先帝之心 着实让人感动 也请娘娘保重身体 不要太过幽思 毕竟陛下大婚在即 且国事繁重 一切多要仰仗娘娘操劳 至于先帝的祭祀 娘娘放心 太安已然供奉妥贴 祭祀已成 先帝的在天之灵 必会安息的 再者那龙银剑 虽是先帝之物 却也是生前 赐予我母亲郑国大长公主的 既是先帝一物 也是先帝留下的念想 太安自会恭敬供奉 小心护卫 绝不会让那等 粗野小人对先帝一物不敬 误了先帝的英名 更不会坠了 先帝大长公主的威风 有损太后的贤德 许是这几日春猎泪着了 浊华一番话下来 王太后的脸色又变了鸡变 半赏方才淡笑两声道 既然士官孝道 太安又执意要回 那便有礼不好生派一仗送回吧 岳姑 奴婢在 把哀家之前你的赏赐单子找出来 好生给太安装上 莫要委屈了郡主 是 浊华忙起身叩拜谢恩 王太后又让岳姑 将人扶起送到自己面前 拍着浊华的手 笑眯眯地说了半天的话 全然依附一依不舍之态 乍一看 竟是一人慈爱另一人 唇笑的祥和景象 第二日一早 用过早膳 浊华便启程拜别太后 仍游 不思无关萧典主持一仗卫队 护送着太安郡主的车架 缓缓离了皇宫 至于浩元 这两日 王太后一直百般拦着 其与浊华相见 线下自然也是派人拖着拦着 到底浊华离宫前二人 没能见上一面 此时 皇宫的紫禁楼上 浩元带着亲信太监小墩子 站在楼顶平安远眺 望着渐行渐远的仪仗队伍 不禁心绪纷乱 不是说 皇帝是万民之主说一不二吗 不是说 这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 更别说这天下的女子 可他这个皇帝 为何从未说一不二过 连这一个女子都无法求得 又何来说这天下女子 简直笑话一样 一如当初迎卓华入宫那样 礼部百开全副郡主仪仗 将卓华送出皇宫 一直送到东盛城门外 此时宇涵早已率领着山上众侍卫 骑马列队候在那里 一见郡主仪仗出了城门 历时率众人骑刷刷下马 单膝跪地 齐声畅诺道 恭迎郡主 齐声震耳欲聋 萧点一旁忍不住伸手掏出帕子 擦了擦额上的汗 这位郡主手下 这对侍卫着实骇人 前几日刚刚领教了厉害 今日再次遇上 自是不敢再出什么幺蛾子 好在一切皆十分顺利 敏玉换乘上老黑架的郡主归制的猪轮马车 宇涵又派人交接下王太后次的那一马车赏赐 随后大手一挥 一行人立时调转马头 卷起一阵尘烟 紧接着马蹄声声如滚滚春雷 一队人马渐行渐远 萧点站在城门口远远望着 忍不住又掏出帕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宇涵平日里为人少言寡语 冷面孤傲 却和山上众兄弟处得极好 众人也接着他的性子 又尽他一身本事 故而平时皆以他为首 托福管束 可今日众人却总觉得 他们的首领似有几分怪异 别的不说 单说着平时脸上连个波纹 都不起的冷面郎君 今日嘴角竟挂了嘶笑来 一路上不自觉的 就去看向郡主的猪轮马车 小五他们几人见此 忍不住暗中互相挤眉弄脸一番 不期然 与寒颜角余光一扫 众人又都历时正经危坐 老老实实起来 也不怪众人调笑 小五他们这些人 虽是后来才陆陆续来到这七峡山上 却也把宇寒的心思 看出个七七八八来 宇寒与众人不同 自幼被送到了这七峡山 做了十年七岁泰安郡主的护卫 那时他亦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 却有模有样的 跟在浊华身后 一步一驱 绷着一张稚嫩的小脸 但凡有个风吹草动 便立时跳到前面护住浊华 那几年也正是最为艰难之时 宇寒颇抵过几次大险 得了不少历练 所以 他和卓华 是自小相随同舟患难的情谊 且自从上的山来 卓华从未离开过这么长时间 入宫几日今日归来 宇寒竟觉得 似酒别重逢一般 喜不自胜 因此 当秦浩轩再次从七峡山小径旁的草丛中蹦出来时 众人明显感觉到 宇寒浑身气势一领 杀气抖重 能在这里再次见到秦浩轩 卓华心中 其实并不太过意外 这家伙以前也曾如此来寻过他 只是不知此次为何而来 浩轩笑着看向站在面前的卓华 眼中除了他一人 竟容不下这一众的侍卫 更是完全无视了 宇寒那杀人的目光和浑身凛冽的寒意 小吴等人 不禁在心中向秦浩轩一抱拳 真乃壮士眼 二公子 找我何事 卓华等了半晌 却见秦浩轩只是站那里傻笑 并不开口 不禁好奇地开口问道 秦浩轩这才猛然醒悟过来 慌忙从怀中掏出两枚红鸡蛋递了过去 今日是我的生辰 我特来与你同喝 卓华 三姑 敏玉 其他众人 宇寒 这思慕不是有病 许事觉出周围气氛陡然怪异 秦浩轩盲 物字干笑两声对卓华说道 我小时候每逢生辰 师父便会煮两个红鸡蛋 与我一人一枚分食 他说 这叫介受新的福气 若我以后出师 每年这福气 便要和我心中最重要之人分享 三姑 敏玉 其他众人 宇寒 这思原来是个傻子 卓华脸上秃地一热 好在秘离遮面 让人瞧不出什么 饶氏如此 胸中仍似有头小鹿乱撞 他抬眼去看秦浩轩 见他正固执地拖着手中的鸡蛋对向自己 双眸清澈见底 那笑一如眼中的波光一般明澈纯净 不带半点污浊 卓华忍不住就伸手接过一个 开口轻声道的句 多谢 秦浩轩脸上的笑容瞬间明亮起来 如夜空中绽放的烟花让人目眩神迷 卓华稍稍想了一下 伸手从袖中取出一枚如意纹的玉佩递给他 这个便做你的生辰贺礼吧 以后莫要再在此处劫我 若有事 可持此玉佩到京城惠文斋 找李掌柜寻我便是 浩轩的心在这一刻欢呼雀跃起来 他觉得他太高兴了 高兴得只想救地翻个跟头才好 秦浩轩连忙伸手接过那枚玉佩 仔细地收入怀中 抬眼看着卓华又笑了起来 他身上车远去 紧跟着又有个莫名其妙的 侍卫扬了他一身一脸的土 这笑容仍未减半分 甚至回到靖王府 这笑还挂在脸上 靖王府后花园西北角的狮子路上 浩轩摸了摸怀中的玉佩 边走边笑 胡亭身后靖王世子换他 玄帝留步 于兄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事官 事官太安郡主 第四十一章谣言 自从京中贵咒随着太后 从西校围场春猎回来后 靖王世子秦浩宇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名字竟然莫名其妙地 和太安郡主联系到了一起 昨日是春烈结束 归京的头一天 几个关系不错的王孙公子 相约在京中最大的酒楼雅斯居 摆了一桌接风宴 期间浩宇见曹同未来 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谁知竟引来一桌人侧目 颇为怪异地看着他 浩宇被看得发毛 心中暗存 许是那日浩宣礼 带逃江后 又发生了一些他不知道的故事 因此 盲暗中给身后的乔通使了个眼色 乔通之机 找了个空子 悄悄退下去打探 这群人中 国子剑长祭九之子长梅鹤 是个心直嘴快的 见浩宇有此疑问 不禁一惊一乍地大呼道 世子怎么问他 那曹同线下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如何出来见人 况且 他脚上满是铁吉利的孔眼 怎么也得休养一段时间 方才能出来 浩宇素来有些极致 听闻此话忙 拍了拍脑袋笑道 该死该死 瞧我这记性 许是这几日春猎太过劳顿 竟把这些事情 一世给混旺了 我看世子不是混旺了 是美人在心 神思不数吧 赵湘是南安博的妖 虽微勋贵 却极好读书 现下身上已有了功名 因他年纪轻轻 就聪慧上进 在家极其受宠 从小娇生惯养 说话也向来是口无遮拦 满桌的人 都还顾及着浩宇的身份 不敢随意放肆 只有他率先出言调侃 世子那日篝火晚宴上 与泰安郡主军歌剑舞 真是配合默契 朱连闭合 后来又说出那样一番推崇女子之才的 可 今世之言 端帝是为赢得家人方心口 土莲花鸡便无双呀 想来如今满京城的龟秀 都已将世子当成了一中人 不知世子又勾得吉许方心 自此魂牵梦绕 飞而不嫁了 照相的话音刚落 众人便忍不住哄堂大笑 浩宇虽满头雾水 却也附和着随众人笑了两声 长眉鹤剑浩宇似乎不以为意 遂也来凑圈道 那曹童自小生在书香门第 又过了乡市中了举人 也算不错 可偏偏却喜欢武枪弄棒 前些日子 让他爹曹尚书 拖了兵部尚书陆大人 弄了个尽忠侍卫的挂名贤侄 就在咱们这帮人中 自虚起文武双拳炫耀起来 那日世子的军歌颇有气势 后来又救了金马的泰安郡主 正好也让那曹童开开眼界 知道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武双拳 泰安郡主 这是浩宇第二次听到 众人口中 把他和泰安郡主联系在一起 心中不禁犹豫不定 不知浩宣在他走后 到底做了些什么 下意识地就想接口去问 却终是趴落了马脚 于是强行忍住了后面的话 浩宇这样一番做派 却让在座众人生了误会了 坐在他旁边的 是周汉林家的大公子周里 在这些人中年龄最长 且也与浩宇私交最好 见浩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于是叹了口气 拍了拍浩宇的肩膀 说道 柿子还是放宽心血才好 线下到底是形势比人强 后面的话却咽了下去 在座众人此时 也都不负了刚刚的嬉笑姿态 纷纷沉默下来 看向浩宇的眼神 或是同情或是怜悯 让浩宇不由地生出几分心虚来 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见浩宇沉默不语 众人心中却又是误会了 那赵湘忍不住一拍桌子 指着太医院医政孙荣卿的三公子孙广白问道 广白兄 如今京城中有人在传纳王大草包身有影集 恐怕子嗣不利 我觉得倒不像虚言 那王天昊虽然整窃成群 可到现在 连个数字也没骨搞出来 你家老爷前些日子 还去王相府专门为王天昊调养了一阵子 你解说说 这王草包到底是真草包还是假草包 孙广白听闻此言 不禁苦笑一声 赵兄这话却是问错了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家老爷嘴甚言 从来不和家里人说他整治之人的心秘 这等事情更是心秘中的心秘 他如何会说 我又如何会知 浩宇此时听得更是莫名其妙 怎么又牵扯出了王天昊 那王天昊和他们这帮或有功名或好诗词的文有不同 自是有他自己的一帮顽固圈子 今日怎么突然说起他来 正疑惑着呢 就见赵湘养伯干了杯中酒 将那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顿 然后看向众人说道 诸位 小弟有个法子 能替世子出气 不管那王天昊是真草包 还是假草包 咱们都当他是个无能的便是了 反正这消息传出来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咱们 就把他再炒热几分 我就不信 那泰安郡主 能愿意去架个假狼子荡摆上 正好也全了世子的一片痴心 不枉咱们兄弟相知相交一场 在座的几人 正都是年轻气盛 惹是生非的年纪 再加上 此事本也不过就是煽风点火 散布谣言的小事 于是 一个个历史都来的精神 一顿鼓噪硬核后 这帮世子出气的法子 就在秦浩宇一头雾水中 稀里糊涂的给定了下来 秦浩宇虽满心疑惑 面上却未敢露出半分来 不过当天夜里 打探消息回来的乔通 便给他解了疑惑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乔通没看主子的脸色 自顾自的讲得津津有味 秦浩宇却是听得一脸的晦涩 心中似生出一丝度议 经不住对自己的亲弟弟泛起酸来 第二日一早 浩宇去寻浩宇 却不见人影 过了晌午 方才见浩宇在后花园狮子路上 傻笑着走来 浩宇忍不住开口唤住了他 可当浩宇真站到自己面前时 浩宇却又知之无无 不知如何开口 问什么呢 无论君歌剑舞 还是英雄救美 能打探的乔通 都已经打探到了 此时难不成去问浩宇 对泰安郡主 作何感想不成 且浩宇还有那么一点小私心 既然这些君是浩宇鼎替自己去做的 那么泰安郡主 是不是也认为这两日与他军歌剑舞 帮他拦下金马的人是他秦浩宇呢 想到这里 浩宇心中 竟隐隐隐有一丝窃喜 浩宇见大哥叫住自己 却面对面呆立了半日 也不开口讲话 不禁十分奇怪 忍不住试着探着问道 大哥找我何事 浩宇愁出半天 到底还是没问出口 仿佛一开口 便会暴露自己那点小心思一般 于是 只得草草敷衍了两句道 我想通了 宣弟 今日恰好是你我的生辰 于兄陪你好好喝上两钟 浩宇抿嘴一笑 立时欢欢喜喜的硬下 甚好 我和大哥还从未一起过过生辰 秦浩宇也似有所感 往年这天 宫中太后和皇上 皆会派人送来赏赐 今年倒是个例外 宫中 现在也没有人来 不过这样也好 到省得于兄进宫谢恩耽误那半日 正好咱们兄弟在家中好好聚聚 一起庆个生辰 秦浩宇隐约觉得 王太后和皇上 今年大概是因为西郊为场的事 有意漏掉了赏赐 意在敲打自己 自己多年来 小心翼翼忍辱负重 才得来的好名声 就这么毁于一息了 浩宇面上未露 心中却还是有几分怨对的 浩宇这边欢喜应下 二人一起庆生 暂且不提 只说那乡户部尚书曹屈然之长女曹月娥 一从西郊为场回府 便被曹夫人派人连夜送回了灵州老家 对外只说 回乡清修尽孝 为父母祈福 京中显贵自是心知肚明 清修是假 养发是真 女子不比男子 同在西郊为场丢了大人 曹大公子不过养上几日 便又可以活蹦乱跳的出来交际 可曹大小姐却是不同 经此一世后 她已成了众人口中的笑料谈资 京中有些头脸的人家 谁又会娶这样一个女子进门 既因壮客显得不祥 又被众人嘲笑归欲敬毁 曹家这才只能送她回灵州老家 戴头发扬起来 再在那里 找个不知情的人家婚配了 至于曹府后院 有两个丫鬟 因恶极暴毙 被悄悄拉到郊外乱葬岗的这种小事 自是无人会去关心注意 曹家这点子是 相较于京中近日来操办的几件大事 不光不值一提 甚至连个水花都不配极其 先是顺天府尹刘达的嫡长女刘东雪 于皇上大婚前被封为锦平 先王家大小姐一步入宫 这些时日 宫中淑妃谢芳妃身子一直不好 宫中大小事物皆不能主持处理 而皇上大婚在即 急需一个能力地住的妃嫔 曹池一英所示 原本太后是主意曹家月娥的 可谁知西郊围场一行 这位曹大小姐竟闹出许多故事来 自是没了入宫的资格 仔细品查下来 王太后倒觉得 刘氏东雪端庄稳重 谦和恭敬 虽其父刘达有点滑不溜手 阵营不明 但如今她的掌上明珠进了宫 成日看着太后的脸色 自是不怕日后收服不了 且不说曹尚书因错失了一个 宋女儿进宫的大好机会而扼腕叹息 也不说刘家东雪入宫为妃 自此主持公务四平不清云 这些事和近日来 王家为求娶泰安郡主所闹出的动静一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 3月22年大将军诞辰 王天号包了全城的纸扎店 一夜间赶制了500尊同男同女 500架车叫马匹 金银元宝不计其数 六处家庭不胜美举 又搜寻了京城内外各大安寺 请了100个和尚100个道士 又被上各色祭品贡果 满满装了几大车 浩浩荡荡的来到七峡山下 给林驸马坐水路道场超度王陵 不过 王天号倒也识相 并未去与那些不好惹的侍卫打招面 也未闹着要上山 而是在七峡山西南面找了好大一块空地 就地安营扎寨 搭了祭祀的帐篷 摆上指人祭品 和尚道士们席地而坐 同坐法式来 且王天号本人执子叙礼 一应祭拜皆亲力亲为 很快 宫中也赐下了一应祭祀之物 却并不上山 而是直接寻到山下王天号处 王天号竟以临世子叙礼接了宫中的赏赐 并将内侍官打发回去 随后又亲自将赏赐之物送至半山妖侍卫处 也不上山 且直礼圣宫 放下东西便带着人下山来继续做法式 王天号与王太后这一唱一贺 十分高调 历史引德经中豪族显贵议论纷纷 有人暗存 如此看来王家与太安郡主的婚事已势在必行 有人气愤王氏无耻 分明是件孤女好妻强眉应保 也有那鳄鱼奉承者揣透了太后和王家的心思 于是煽风点火将此事夸大树被散布 又寻到王家恭贺一番 王家也慎不要脸 凡是前来恭贺的接召单全收 又有王夫人出来亲自迎送还礼 话里话外竟四座拾了这门亲事 口中笑称全凭太后做主 这番做派虽着实惹怒惊中不少人 却也有一些人做出一副看好戏的样态 要知道 这位太安郡主并不好惹 上次王天号夜闯七峡山之事尚于温未散 七峡山那位可是一言不合就杀过人的 可 众人似乎失策了 任王氏一族如何闹腾 王天号山下如何做态 山上的太安郡主都静悄悄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山上已非人间俗事 山下的陈霄并不能污了高处摇台半点尘埃 第四十二章 逼架 这几日 王相府甚是忙碌 王夫人一连几日都出现在京中最大的京殿翠腹楼中 除了选了各色头面 布瑶 宝串外 还定下六对龙凤金镯 随后又命伙计取出他们殿中粪官的图样子 最后定了殿中最为华丽的 赤金欠八宝点翠的粪官 那粪官打造起来甚是繁复 光上面镶嵌的各色宝石就有108克之多 直乐得翠腹楼的掌柜和伙计一个个笑得见牙不见眼 只觉得最近各路神仙显灵了 先是迎来了个善财龙女泰安郡主 这会儿又请进个财神娘娘王夫人 第二日 王夫人更是带着下人抬了整整一箱的金元宝 招摇过是穿了大半个京城送到翠腹楼内 只说他们殿中金子的成色不好 要把这十足赤金的元宝都拿来容了去做首饰 经得翠腹楼的薛掌柜忙带了两可靠的大伙计当面清点 王夫人坐在翠腹楼堂上 喝着殿内丫头奉上的顶级雀蛇 看着薛掌柜带着伙计清点金子 忍不住笑道 这些金子我想着也是尽够了 如若不够 你再派人到我府上去便是了 薛掌柜此时忙得满头大汉 正看着平姑娘逐一系了金元宝的重量橙色 听王夫人此话忙抬起身子拱手道 夫人这些金子只多不少 只是 线下离大小姐的婚期不过就剩十来日了 小的们就是家紧赶工日夜不休 恐也不能够在大婚之前完工的呀 这话一出口老板王夫人给逗乐了 她掏出帕子捂着嘴笑了半日 方才说道 谁说这些首饰是给我家琴用的 琴那里自小太后就给她攒着呢 又都是内造之物 哪是咱们这些民间粗误能比的 琴的嫁妆自是已经打理妥贴 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我要的这些东西 你只管好好做细细做 戴琴和皇上大婚之后 我自会用得上 哦 这么说 夫人要的这些首饰 不是给大小姐做嫁妆用的 薛掌柜眼珠一转 心下了然 随即满脸奉承的冲王夫人说道 既不是大小姐的嫁妆 那便定是大公子的聘礼了 这么说 大公子的亲事已经定下了 哎呀呀 真是恭喜夫人贺喜夫人 夫人这可是双喜临门呀 薛掌柜也算是个人物 这番知情识趣的恭维 历史逗的王夫人又笑了起来 虽不是琴的嫁妆 但也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恐怕琴和皇上的大婚一过 这些东西就要派上用场了 你可得抓紧时间 莫耽误了我的大事 小人不敢 不敢 薛掌柜忙完腰做了个一 这翠妇楼可还有您的两成干股吗 您是小人真正的东家主子 就是在借我俩胆 小人也不敢耽误了东家主子的正事啊 只是不知道 哪家的闺秀有这等父亲 能嫁到当朝第一赞英士族的王相府中 王夫人一路上招摇过世 自是引来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聚在翠妇楼外 隐约听见薛掌柜如此疑问 巨多竖起耳朵 就听王夫人得意一笑 朗声说道 要配得上我家号 那自是出身 模样都要一等一的好 若说这位闺秀也不是别人 其母出身皇族尊贵无比 虽年幼师户 但却封号贵重 十亿封后 是这经中一等一的贵女 母为皇族尊贵无比 且有封号十亿 薛掌柜不禁想起了 前两日来翠妇楼一至千金的泰安郡主 且只有泰安郡主 要知道 本朝只有公主才有十亿 郡主以下 只空占着封号 并无十亿 除了 泰安郡主 因父母战死 皇上特下旨 将大长公主的十亿 破例赐给泰安郡主 致使她成为本朝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有十亿的郡主 薛掌柜这项心中 隐约猜出了个大概 外面那些看热闹的百姓中 有那么一两个有见识的 心下一合计 也猜出了八九分来 随后王夫人 从翠妇楼出来 临上车前 转身跟出来相送的薛掌柜说了句 若手势做好了 也不必拿给我看 先送到七峡山去 请郡主先过目 若郡主有什么不满意的 历时拿回来 改签就是了 更是坐实了王家 与泰安郡主结亲的传言 这传言 历时如那烈火烹牛 沸沸扬扬直上云霄 宫中的王太后 趁着这股热浪 也出来助阵 每日赏赐如流水 一般送去七峡山 京中百姓这几日 常见宫中的锦衣内侍 骑着高头大马 胸前骑着锦匣 大张旗鼓地从宫中出发 穿过大半个京城 飞奔去向七峡山 而那王家的浪荡子王天昊 似乎也收了性子 变了个人一般 话说前些日子 王太后不是下旨命王 天昊在家闭门读书吗 她便借此 缠赖着祖母王老夫人 非要搬去府外 一座别院独住 美其名曰 要整点锡文饼竹夜读 自是因平心尽弃 不受府内宿时叨扰 自出生以来 王老夫人便拿着唯一的金孙 当活凤凰一般养着 简直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顶在头上怕摔了 虽养成王天昊 无法无天惹是生非的性子 王首甫也曾 因他太过顽劣 出手教训过 却引来王老夫人百般回护 有次 竟心疼得大哭不止 直说要去 地下寻太爷而去 吓得王首甫自那 以后再也不大敢管王天昊了 生怕气坏了老太太 再伤了身子 因此 王天昊这一通私缠磨赖 嘴上 又跟抹了蜜似的 老夫人乃能不一 自是无可无不可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 都摘给他玩 只是虽是 答应了他去别院小住 却也耳提面命 嘱咐他定要安分老实现 早晚闭紧门户 莫要惹是生非 否则仔细他老子寻他 有祖母坐镇 王天昊心里 其实并不怎么怕 他老子王首甫 但面上也是满口答应 千许万诺 自那日起 王天昊便带了几个 得宠的枕妾 和一干下人匍妇 住进了城中的别院 这一去没了府中的约束 便如困鸟出笼 野马脱疆 百般胡闹 简直快要把别院的天 给翻了过来 他人虽足不出户 做出个闭门读书的样子 可狐朋狗友 却从未断过 日日聚众吃酒 乃至聚赌迎乐 无所不作 更是暗暗 将锦化楼的当红头牌 烟红姑娘 悄悄抬进别院中住下 又选了一干清俊小丝 专挑那陶桥嘴甜 擅长风月的 充当小关鸾童 日夜宣迎 糜烂不堪 以至外面 都将那乡府别院 当成了银窝魔窟 直传王相府内 恐怕连门前 那两座石狮子都 未必干净 相府这位丸固公子的名声 可谓污糟不堪 谁知 自西郊春猎回来后 那银窝魔窟的 洞主王天昊 却突然改了性子 并不再与他那群 狐朋狗友胡闹 又遣散了身边的 一众小关鸾童 将锦花楼的花魁 也送了回去 且重新搬回了乡府 除了3月22 那日出了门 给林驸马 坐水路道场外 还真就关门谢客 老老实实地在家 闭门读书起来 从王太后起 王氏一族 这一连串的行为做派 莫说 金中士族显贵 便是普通百姓 都看了个满心满眼的明白 恰在此时 也不知 又是谁在作妖 金中一夜疯传 王天昊所唤 引击为龙阳之品 对女人 却是无能 故而子嗣不利 虽之前也有 王天昊身患影集 子嗣不利的谣言 可都是 遮遮掩掩掩隐隐相传 并未像如今这般 闹得满城风雨 直气的王天昊 在府中暴跳如雷 连摔了几个茶碗 又见祖母听见动静 颤巍巍扶了丫鬟 过来看她 瞬间便委屈起来 一头滚到祖母怀中 撒吃耍赖起来 王老夫人爱怜的 妈撒怀中的金孙 笑道 就这么一点子谣言罢了 怎么就把我的号 气成这样了 王天昊一向惯 会哄王老夫人高兴 可今日 却是闷闷的 半赏方才言语道 外面那起子混账东西 都将孙儿 编排成什么样了 孙儿现在 又正式紧要关头 万一泰安郡 主当了针 岂不是要坏了孙儿的婚事 王老夫人低头看了看 怀中王天昊那 眉头紧皱的郡翘小脸 心到自己这孙儿看来 还真是对那泰安郡 主上了心 最哈哈大笑道 什么大事 也至于你往心里去 且不论这谣言 是谁传出来的 单说这些 不过只是民间野汉的 闲言闲语 如何能传到 那七峡山上 正在清修的泰安郡主耳中 若是真传到了他耳中 那他也算不得什么清修 再说 这毕竟是谣言 无凭无拒 谁还真去拿他来说事 就算真拿他来说事 你那姑姑 太后娘娘 能轻饶了他 咱们王家 都是死人不成 你且放宽心 安安心心养好身子 莫要再胡闹声声 只等着风风光光的 当着本朝一品郡主的 衣兵便是了 王老夫人这一番话后 果见王天号历时 活落起来 从老夫人怀中 抬起了脸 竟难得露出羞难之色 两颊一红 赌咒发誓道 祖母放心 只要孙儿能娶到 泰安郡主 我以后定会 好好读书上进 给祖母再挣一个 大大的告明回来 见他这样 王老夫人 真是气不得 笑不得 只能狠狠点了点王天号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这之前 为了你能上进 你老子娘费了多少口舌 骂也骂过 打也打过 劝也劝过 你娘又哭了多少场 可怎么他们的话 都不管用 偏偏这个统公 没见过几次面的泰安郡 主导收了你的心 再说 你这身边什么样的美人没有 怎么偏偏非他不可 难不成他 还是个仙女不成 何止仙女 王老夫人话音刚落 王天号便一脸痴迷的接口道 简直就是 嫦娥下凡 孙儿长这么大所见的女人 竟都是些污水烂泥 见了她这样的人物 方才知道 孙儿之前 可都是白活了 又满嘴狐气 王天号话音未落 背上便遭了 王老夫人轻轻的一巴掌 指了他半天 方才叹了口气道 你啊 既然非他不可 太后娘娘和你老子 也硬要他进咱们家的门 那便娶了就是 只希望你若心愿得偿 定要记住 今日所说 要上进的话 方才不辜负 太后娘娘 对你这一番费心谋划 听祖母此番语众心肠之言 王天号自然又立马化成牛骨糖 滚到王老夫人怀中 百般撒吃 经中这般局势 各股势力 自是心知肚明 也有想借此之机 蠢蠢欲动的 荣狄二皇子肖 附托听闻王室 欲与泰安郡结亲 便对田册 叹了半天可惜 但随后心念一转 又觉得眼下正是 搅动风云的大好时机 欲在此局势之下浑水摸鱼 为荣狄谋些好处 可谁知 荣狄这方尚未筹谋出个所以然来 经中却又刮起了另一股流言 其势头之猛烈 已远远盖过近期所有的传闻故事 在百姓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流言 事关先帝的赐婚圣旨 第四十三章风起 最近京城中流行一出叫 锦帕季的折子戏 这戏远讲的是前朝运起年间 有一户理性观化人家 欲有一子一女 兄妹二人自小感情甚毒 后二人各自成家立业 哥哥膝下育有一子名换梁哥 妹妹膝下 只有一女名换锦娘 两家自然亲上做亲 从小便给锦娘 梁哥定下婚约 又将婚约写于两方锦帕之上 各吃一帕 以做信物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某夜锦娘家突遭大火 父母不幸遇难 万贯家才接化灰烬 多亏家中老仆 拼死相救 方才从火中救出锦娘 遭此大难 昔日锦衣玉食的小姐 转眼变成一介孤女 所幸旧父 李老爷心善守成 将其收养 又知锦娘的那方 锦帕婚书毁于大火 遂取出梁哥的锦帕交于他保管 以适日后 践行婚约的决心 锦娘与梁哥 自小一起长大 而病思摩 感情日浓 不想李老爷 却日渐病弱 终未等到二人成亲 便撒手人寰 自旧父去世 旧母汪氏陡然换了脸色 百般挑剔锦娘 又暗中谋划 将娘家侄女嫁于梁哥 再将锦娘许配给娘家吃傻的侄子 于是 某夜偷偷潜入锦娘房中 道德婚约 锦帕交于娘家 随后立逼着锦娘嫁于汪家吃 又做主为梁哥 定下娘家侄女汪氏为妻 锦娘这才发现 婚约锦帕已然被盗 方知人心险恶 孤女无依 不过好在那梁哥 倒是个有良心的 表面上对母亲 外家虚于尾仪 暗中实则寻了机会 到外祖母房中 盗回锦帕 随后 在锦娘出嫁前夕 拦住花轿救出锦娘 双双奔向县衙大堂 击鼓鸣冤 县太爷受离此案后 兼那婚约锦帕 却为属实 一怒之下 便要重臣汪氏 不想梁哥锦娘 又双双跪地求情 愿以申戴母受罚 戏中最后汪氏幡然悔悟 痛戴前妃 梁哥锦娘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此 一家和和美美 一派大团圆结局 这戏原名叫 锦绣良缘 锦帕记 便是其中一辙 讲的正是那汪氏 夜道婚约锦帕 随后抢逼锦娘 嫁于汪家痴儿的故事 此戏取掉哀婉 唱强悲戚 将锦娘一介孤女 无依无靠 受尽逼迫 欺凌演了个时辰时 金中凡看过此戏的妇人 漠不痛哭流涕 咒骂汪氏恶毒的 连看过戏的男子 也心怀欺然 身为锦娘不平 演戏的戏班 名唤祥云班 并非金中 本地的班子 原是北面来的 据说走南闯北 名气颇大 给北方的荣笛王室 都唱过戏 此戏一出 历时轰动一时 众人相见 无不谈论 锦帕记 可渐渐的金中 兴起另一股流言 说这锦绣良缘 影射的正是本朝之事 那锦帕记 一辙所讲之事 正是线下王室 与太安郡主结亲的故事 而那方婚约锦帕说的 便是先帝在世时 所下的赐婚 太安郡主与当今皇上的圣旨 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 连先帝赐婚圣旨何时所下 内容如何 都可一一细数 金中百姓霍纳 没什么根底的新官小利们 顿时被这流言 搅得群情鼎沸 更有那好侍者 暗中打探此事真假 却发现 金中上线年岁的 显贵宗亲对此事 竟皆是三间七口 虽未承认 却也绝无反驳 态度暧昧 似默认一般 于是 原本只当是细说流言的百姓们 立马意识到这谣言 大概有几分争议 自此 王室矫照 逼嫁太安郡主之说 近似坐实了一般 几日便传遍京城 费满迎天 因郑国大长公主 与林驸马 接系为国殉职 其在百姓心中 地位颇高 又因前些日子 太安郡主刚给全城的百姓 失了细部做下妆 因此百姓 大多心向郡主 如今 一见郑国大长公主的后人 竟遭如此欺负 自是不能袖手旁观 一时间群情激愤 口诛笔伐 声讨不断 原本整个京城 显贵圈子 集体装糊涂的一件丑闻 就这样不欺然 被几个戏子 给揭了出来 你说 这事儿到底是谁的手笔 昆泽宫内 灯竹昏黄 地上的金丝 大香炉中鸟鸟 冒着龙咸香的烟雾 王太后刚刚用过晚膳 此时歪在榻上 皱着眉头问相 正给她捶腿的月姑 这几日谣言满天飞 先是造谣号 这惠子 又编排到了哀家头上了 你说 这里面会不会有 泰安男丫头的影子 月姑本正垂着眼睛 给王太后仔细拿捏着穴位 听闻此言 先是皱起了眉头 认真想了半天后 方才回到 一奴婢的蠢见识 看着倒不像 娘娘倾想 那泰安郡主 何苦如此大费周章 如若 真是不喜王相府 这门轻事 只大大方方地直言便是 她现如今父母全无 也无足中常辈 一切全凭自己做主 她若真的说上一句不愿意 太后 还能强眉硬保不成 若说是 为了皇后置位 那也不像 现在陛下 还有十来日 就要大婚 她自己的婚事眼瞅着 也就快要定下了 做出这些故事 对她有何好处 大局已定 不过是皮肤汗术罢了 一番话下来 王太后点了点头 陈寅半赏方才说道 我也觉得 不大像泰安娜丫头做的妖 她若是真不愿意 这门轻事 凭她之前那番闹腾劲 只上个折子便是 别说宗室 便是满朝文武 也不会让她受了委屈去 说到这满朝文武 王太后忍不住冷笑一声 还真有那么几个 唯恐天下不乱之人 这么说来 此番作为导游 可能是齐家那老儿的手段 想要搅乱局势 齐家老儿何时 变得如此幼稚 只要泰安娜丫头愿意 随她们怎么闹腾 咱们 只不去理会便是了 太后盛名 月姑笑道 十来日后 陛下大婚 那太安郡主 再一家 谁还记得这些流言蜚语 随外面那些雕名 如何去传 娘娘知窥然不动 待到一切事成 别人自然都会闭嘴 正是这话 王太后看着月姑 眼中闪出两分笑意来 随后又皱眉道 这几日 惊中闹腾的 也太不像样子了 这流言 是一个接着一个 我知道 有那起子小人 就见不得我 我们王家过得舒服一点 说不得我哥哥之前 遇刺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亲政 亲政 哼 我还不知道 他们这是看的猿儿 软弱可欺 想把我打压下去 再来慢慢摆布猿儿罢了 我如何会撑了他们的心愿 不接 但我先把眼下 这两件大事办完 再慢慢收拾这帮人也不迟 说来 那其正轻已年于花甲了吧 可不是 月姑点头 都说 那其家家丰厚 未考上功名之前 不得取经 所以 其家的男人 各个婚配的都晚 那其次俯瞰着硬朗 实际已经六十有七 往七十上奔了 这就是了 王太后摇着头得意一笑 慢慢熬吧 指着岁数 便胜负已定了 纵使其家出了个探花 又能怎样 不过是个心服跟浅的矛头小子 能成什么大事 还未等他历练出来 我就已经腾出手来收拾了其家 正驾着一辆轻油小车行 在七峡山山路上的齐少峰 猛然打了两个喷嚏 哥哥 可是着了凉 齐少堂一先车帘探出头来 声音中略带了两分忧心 没事 没事 妹妹不用担心 齐少峰回头温和一笑 前面就七峡山了 祖父祖父的话都记住了吗 记住是记住了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我觉得祖父的筹划 恐怕是要落空 那泰安郡主并不是个好相语的 先不说祖父那套说辞 能不能打动他 就是他能不能见咱 都不一定了 郡主他一定会见咱们的 为何 也不为何 就是感觉如此 哼 哥哥 我看你真真是魔杖了 兄妹二人正斗嘴呢 呼听有人喝道 什么人 此处七峡山 乃泰安郡主清修之地 除乔夫列户外 闲杂人等不得擅闯 其是兄妹抬眼望去 正见从路旁 窜出四个侍卫 拦住他二人的去路 少峰忙跳下车来 冲那几人一抱拳 说道 我兄妹二人 乃是郑国大长公主的外家祈辅中人 和泰安郡主是正经的表情 今日特奉祖父祺赐府之命 来求见郡主 劳烦各位给通报一声 其少峰报完了家门 便见那侍卫中领头的拿眼 上上下下将他好一番打量 随后向身边的人交代了几句 转身跑上山去 福云安内 雨晗站在书岸对面 看着卓华 悬万回风收笔 嘴角几不可见的微微一扬 口中却继续轻声说道 没有郡主的命令 小五他们并不敢擅自带人上来 现下那兄妹二人 还在山下候着呢 敏玉此时上前小心地拎起那幅字 拿到一旁亮着 三姑则递给卓华一块温湿的手帕 你是说 那其实兄妹轻车俭行 身边未带一个仆人 只搁个驾车带着妹妹来的 卓华擦了擦手 垂眸冷冷一笑 转身看向三姑道 三姑你看 这七字福果真是老奸巨华 眼下局势不明 倒也不用咱们远着他们 他自己就颇为注意呢 用亲孙的孙女给他传话 竟然连个下人也不让带 我看这里面掩人耳目是一方面 恐怕还有拿我来历练 他那对孙子孙女的意思 谁说不是 他为人向来精明 也不知此次派这对兄妹来所谓何事 横竖不过就是那几件事罢了 既然人都已经来了 那就先请进来吧 这最后一句是对宇涵说的 当其少风跟随着丫鬟走进花厅 再次见到太安郡主时 他忽然觉得 今日的太安郡主 似乎与往日所见截然不同 卓华此时正坐在主位上喝茶 并未像之前那样戴着秘离或面纱 只录着一张白痴一样的小脸 眉眼如画 轻力绝俗 简简单单地挽了个随云记 身上穿着月白色半星不救的裙袄 乍一看似带着一丝慵懒随意 可这样的太安郡主 却并未让少风感到平和静好 相反 自进门那一刻起 似陡然袭来一股逼人的压迫感 如出翘的刀 离弦的剑 迎面来 气势破人 少风心中顿惊 一抬眼 正对上太安郡主拨拦不惊 却引着万人刀锋的目光 第四十四章辞封 其少风携着妹妹给太安郡主见礼 卓华却并未起身 只略欠了欠身子 淡淡地印了一句不必多礼 便不再多言 随后听雪便引二人入座 摄月又奉上茶来 其间浊华只垂谋喝茶 一言未发 太安郡主这番做派 看得其少堂直皱眉 若说上次这太安郡主 还不过世书而有理 那么这次简直就是巨傲不驯 虽然 他站着郡主的头衔 可既然是亲戚相见 又怎可真的 端着郡主的架子 连平背兼礼节都无 少堂转头去看哥哥 却见他正整衣端坐 眼观鼻 鼻观心 似是未注意到 太安郡主的怠慢一般 少堂忍不住心下一审 这个哥哥 怕是中了太安郡主的毒了吧 少堂却想错了 其少风不是出身规格的少堂 他十八岁考取探花 现已出世历练两年 又得祖父精心栽培 眼界格局事故心机样样出类拔萃 怎会如少堂一般 只着眼在此等小事之上 虽未料到太安郡主 今日会有如此气势 却也并不奇怪 在少风看来 一直前所见所闻 太安郡主并非是巨傲无礼之人 那么他今日之举必大有深意 细想起来 少风不禁心中一叹 怕是今日之行终得落空 祖父的心愿恐难达成 在家时 兄妹二人便已商定好了 此行以少堂为首 毕竟少风为外难 有些话说起来多有不便 故而 少堂沉阴片刻 方才笑道 今日来看望郡主 本也无甚大事 只是觉得 其家和郡主 原是极亲近的亲戚 一家子血脉骨肉 自是应该多走动走动才是 今日 我和哥哥特带了些 家里做的素有点心 我记得郡主小时候 就极爱吃咱们府上的点心 浊华听后微微一笑 缓缓放下手中的茶碗 亲戚之间 自然是应该多走动走动的 我上山清修这八年来 京中倒有几家宗室 常来走动 像庆王府便是如此 每到年节都护送些节礼 倒不在东西 只在这一份亲戚情一把了 七小姐 你说是吗 太安郡主的声音不大 可语气中却没了往日的温和 反倒多了两分威仪 三分嘲讽 邵堂的脸 漠然就红成了他身上的那条石榴裙 太安郡主叫他七小姐 而不是表姐 那便是并不认他这门亲戚 是啊 既然是亲戚 又怎么会八年全无联系 连逢年过节的一个问候都无 邵堂毕竟是规格女儿面皮薄 在太安郡主这儿碰了个钉子 便立时觉得 自己鼻青脸肿 煞是难看 邵峰望了过来 这样尖锐的太安郡主 还真是让人措手不及 郡主可爱看戏 京城中最近流行一出叫 锦帕记的折子戏 郡主可所有耳闻 邵峰的声音 像一张尚好的古琴 温厚悠扬 又带着与生俱来的高贵舒朗 如此声音地岔开话题 竟并不惹人讨厌 经哥哥这一解围 邵堂历史稳住了心绪 勉强笑着接话道 那 锦帕记 本是锦绣良缘中的一折 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小姐 自幼父母双亡 其与姑舅表哥本有婚约 且以一方锦帕为证 可谁知舅舅病逝 这婚约 锦帕 却被舅母盗走 欲毁约另聘 不过虽经了种种磨难 二人还是终成眷属 郡主 不觉得这故事十分有趣吗 浊华淡淡一笑说道 我并不如其公子其小姐 这般有雅性 在山上清修 有离歌舞剑 我虽不是佛门弟子 但少不得入乡随俗 所以并不堪戏 且不说这戏如何 郡主难道不觉 这故事本身正是借骨粉金吗 也不只演这戏的祥云般 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只一夜之间便有了这个故事 且红遍了京城 不过是邻人的一些谋生之道罢了 何必认真 浊华低头喝了口茶 面上已然露出两份不耐烦来 似是觉得这场会面 甚是无聊 且毫无意义 见泰安郡主 一位必重就轻 少堂不仅有些心浮气躁 想到祖父临走时交代的话 便忍不住直接露出来几分 郡主好才华 以自己的身世编了这锦绣良缘 那 锦帕纪 又正暗合着郡主线下的处境 只是不知 这婚约 锦帕所暗指的先帝赐婚圣旨 郡主打算 何时功之于是 少堂这番话 冲口而出 少封一听 顿时暗教不好 忙抬头 去看泰安郡主 果然见她嘴角轻轻一扬 似是情了一丝冷笑 却转瞬即逝 妹妹太过心急 在家本商量好的 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先以骨肉亲情 打动泰安郡主 然后再以她陷下的处境 甚至朝中局势分析得失利弊 最后才缓缓引出 先帝赐婚圣旨之事 可怎奈妹妹虽聪慧有余 却历练不足 不过被泰安郡主 有意怠慢了几分 又用激将法激了两句 便早早漏了底 唉 也罢 泰安郡主本就急通透 又怎会看不明白 今日这其中的道道 妹妹如此早早漏了底 也免得兜着圈子 齐小姐这话我却不明白 怎么好好的 倒把我和细子联系到了一起 至于齐小姐所说的那些事情 关系着先帝太后呢 我一个晚辈臣女 却不敢妄言不敬 少堂紧紧抿着嘴唇 转头去看邵峰 泰安郡主简直游言不敬 这可如何是后 邵峰无奈只能接过话来 郡主何必对齐家防备之身 齐家并未存着什么大奸大恶之念 不过是想让皇上能够早日清正 从王室手中夺回大权 王室陷下权倾朝野 指手遮天 郡主也是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若齐家助郡主一臂之力 夺回郡主本该得到的一切 而齐家也正好借此达成 还政于地中君 为民的心愿 岂不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郡主也算是大功一见 为大气出了一份心力 浊华垂眸看着手中的茶杯微微一笑 齐公子此言诧异 且不说我陷下并未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也不说妄议先帝太后 有不尽尊上之嫌 且只当个故事说笑 如若那戏中的婚约景帕 最后并非回到孤女之手 而是落到了某些智谋过人 野心勃勃之人的手中 可还会两全其美 皆大欢喜 邵峰不明白郡主之意 野心勃勃之人 最擅长的便是朝秦暮处 见利忘义 在他们的信条里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为了利益 可随时化敌为友 也可随时抛弃亲人 若这样的人 打着为孤女讨回公道的旗号 得了那婚约景帕 不知可会断然叛离孤女 再以景帕为妖邪 与那舅母讨价还价 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 毕竟能从舅母那儿得到的好处 要远远多于 从一个孤女身上所得到的 而舅母又是何其害怕 自己毁约另聘的行为败露 以致无法面对国法家规 族中长老和这天下的悠悠众口 故此 一方只要以景帕为妖邪 另一方必会认其予取予求 退避三赦 你 事关祖父轻欲 齐少峰不带卓华说完 疼得就站起身来 只是一对上太安郡主 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 他差时间 竟不知如何反驳才好 可一旁的少堂 却是没能忍住 呼得站起身来 怒火蒸腾 娇鹤道 郡主怎可如此诽谤祖父 乌其轻欲 齐小姐何必多心 面对齐少堂的怒火 卓华转眸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刚刚也说了 这不过只当个故事说笑罢了 讲的也不过是那戏中之事 野心勃勃之人 只是随口杜撰出来的虚无之人 齐小姐稍安勿躁 少堂肆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又要遵着礼仪教养 又却是找不到发火的理由 一时间满腔怒火 竟无处可发 他回头看了一眼少峰 见他微微摇头 只好善善坐下 少峰一缓缓坐下身来 太安郡主这话再明显不过了 他 不信祖父 那个杜撰出来的野心勃勃之人 就是巨父 他是怕自己前脚拿出了赐婚圣旨 后脚祖父便会将他舍弃 自己拿着赐婚圣旨 要挟太后还正余地 条件却是 宝王侍女后卫不动 宝王侍族荣华不败 既然有如此洁净 又何必大费周章来保他为后呢 少峰很想说一句郡主多虑了 可此时他却口干烟灶 齿舌声色 说不出一个字来 因为他知道 太安郡主并没有多虑 他不是一心如木祖父的少堂 他见识过祖父的杀法 军主的故事或许有些偏激 有些人有些事 却不是一走便能预料的 少峰干巴巴地说道 可那孤女却不敢赌 卓华微微一笑 截住了少峰的画尾 似是倦了 他伸手轻轻端起了茶杯 若说起齐家的亲戚情谊 你不妨回去 问你祖父两句话 这些年里 可曾梦见过孝贤皇后 午夜梦回之时 又可曾想起过 他那战死疆场的外甥女 镇国大长公主 说完卓华便不再言语 只端茶送客 这个泰安郡主 真是好生无礼 后来的话说的 也甚是莫名其妙 还是来时 那辆轻友马车 少峰坐在车上撩开帘子 向哥哥抱怨 少峰却不似来时 那般的心气高涨 直默默地驾着马车 身边放着他的那把 曾被泰安郡主捂过的配件 上山不得携剑 他当时只能解下 听妹妹抱怨 少峰扯了扯嘴角苦笑一声 倒也不需此行 起码有两件事尚可确定 哪两件事 少峰十分好奇 第一件 泰安郡主却有先帝的赐婚圣旨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 少峰低头看了看身旁的配件 泰安郡主不简单 心中似乎有个大秘密 那日彩霞满天 一红衣仙子持剑飞舞 蓝天绿草 红衣金灰 如梦如幻 不似人间 那个红衣飘飘的身影 也是少峰心中一个大秘密 七峡山上的会客花厅内 其实兄妹走了半日 浊华却一直未起身 呆坐片刻 忽然问向身旁的三姑 三姑 你说当年之事 她知道多少 那时她是吏部尚书 朝中的天官 手握重拳 我不信 当年她会毫不知情 毫无察觉 察觉了又能如何 三姑垂下眼帘 轻叹道 那王氏一族 做事向来隐秘 便是察觉了 想必也是查不出什么证据的 我其实倒不慎在意 她当年未能明冤发生 毕竟那时大势所趋 若强行出头 不过是以卵基石 我在意的是 这八年来她悄然无声 想尽富贵 却从未想起过我的母亲 从未为当年的那一点怀疑 去付出哪怕半分的精力 如若不是我率先发生 又正好与她有利 她又何至于会想起我来 浊华说完 忍不住冷笑一声 里面却饮着满满的苦涩 郡主 线下 你已向那老狐狸透了底 不知她可会将你卖了 卖给谁 浊华吃得一笑 王氏一族 两党线下 怕是以势同水火 放心 如此透个底给她 说不得她将来还能配合咱们几分 邵峰和邵堂回到祁府后 将七峡山之行 原原本本禀报给了齐相 邵峰又将最后那句 没头没脑的话 说与祖父听 不想却见祖父陡然变了脸色 他竟知道 他竟然都知道 齐正卿难难自语 既然如此 那他为何还要嫁去王家 难不成要凭一己之力 搞得王氏一族大乱 不 这并不合理 祖父 您说什么 邵峰见祖父如此 心知此事还有玄机 与邵堂对视了一眼 忍不住开口问道 齐正卿却并未作答 而是陈阴半上 对邵峰说道 你以后不要再带着你妹妹 去寻那太安郡主了 这丫头 心机深沉 行事诡诀 不是你二人能揣测得了的 四月初一 是浊华的生辰 顺平八年的四月初一 临世浊华击击 第四十五章击击 离皇帝大婚 不过还剩十来日 京城上下 因此格外忙碌 而在这繁忙热闹下 太安郡主的新闻 仍次次都能激起不小的浪花 就如此次击击方寿 本主原想着 关门谢客低调行事 可终是事与愿违 太后的赏赐如期而至 一大早便着内侍来 七峡山传一纸赐寿礼 竟是满满一车的 大红龙凤颈端 如此看来 太后还真是用心良苦 线下宫中内侍 也皆知去七峡山 是个好差事 再不像之前那般推诿 来的也据是 有头有脸的大太监 而各家显贵 看在太后的面上 自然不敢怠慢 纷纷送寿礼上山 又有如沁王府这般 与浊华骨肉相亲的亲戚 当然不会错过寿臣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些 别有居心之人 如戎敌二皇子肖富拓 便一早送来丙金刚打造 鳄鱼皮为俏 萧铁如泥的短剑 来为贺礼 再如纳王天昊 从前晚子时起 每隔一个时辰 便送来一份生辰礼 送礼就送礼吧 却偏偏 还搞出了许多花头 每隔一个时辰 便要抬着一份生辰礼 招摇过世的传承月像 到了七峡山下 还要高声畅诺 召告一番 他如此一番招摇 再加上之前 林驸马诞辰之事 京城上下风年风雨更盛 原与他玩在一处的丸裤们 又都开始起哄 只说王天昊为了泰安郡主 真的洗心革面 实乃天下第一痴情种子 这样的起哄王家 自食乐见其成 七峡山上 此时庆王妃 带着永平郡主秦秦 正皱着眉 看着那一车王太后 刚刺下的大红龙凤锦段 耳中听着闽玉 向浊华禀报山下的近况 这已是王天昊 送的第五份生辰鹤礼了 听小五他们说 那前三份理应 是在宵禁前 便着人带出了城 守在咱们七峡山附近 等时辰一到 便挨个宣唱 允晗诱着人 一早去城中打探 据说那王天昊 甚是张 已经闹得满城沸沸扬扬 敏玉的话还没说完 庆老王妃便忍不住 火往上冲 把他的龙头拐杖 重重往地上点了点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他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就他那一副 酒色才气的顽固样子 也敢肖想 建元皇帝的外孙女 镇国大长公主的女儿 卓华和琴琴 忙上前扶住老人家 给他俯着胸口顺气 生怕气出个好歹 老祖宗千万保重 可别为了卓华的事 再气坏了身子 那就是卓华的罪过了 卓华轻声细语地哄着 又接过一旁三姑端来的热茶 伺候着老人家喝了一口 庆王妃这才渐渐平复 下了心情 另一边的琴琴 抬眼看了卓华一眼 随后微微一笑说道 祖母若是不想让那王天昊 惦记着华姐姐 何不帮华姐姐定门好亲事 也不限是薰贵还是宗室 只要家中子弟出色上镜 将来华姐姐能顺心美满就好 秦秦此话说完 庆王妃便拍了拍她的手背 其而这话 我原也想过 可放眼看她这满京城的年轻后生 你华姐姐配起谁都是委屈了她 且这后生不光要出色上镜 更重要的一点是 要能护得住你华姐姐 后面的话尚未说完 庆王妃便忍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 在场众人心知肚明 也都心中一探 卓华本就不是那等扭尼做太之人 虽听见说自己的婚事 却也做不出含羞待妾的小女儿太来 只是低下头不再言语 秦秦又看了卓华一眼笑道 若要寻一个能护得住华姐姐的人 也不难 只将华姐姐嫁于宗室不就行了 若说选个出色的宗室子弟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庆王妃沉吟道 眼下倒还真有一个 康王世子我就觉得十分适合 前儿听说 华尔在西郊围场练了一套剑舞 玄儿那小子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 整日也在家里舞刀弄剑 若论起她来 无论模样还是脾气 倒都能勉强配得上你华姐姐 可玄儿比华姐姐还小上两岁呢 且又是小孩心性 以后可如何过的日子 祖母怎么还忘了一个人 眼下不正有个年岁相当 且人品财气俱佳的宗室子弟 在京中吗 那庆王府世子秦浩宇 无论年龄财聚 都是一等一的人中龙凤 岂不正合适 宇儿 庆王妃皱起眉头 见她祖孙二人 庞若无人一唱一和的乱点鸳鸯谱 浊华简直哭笑不得 忙给一旁的三姑使了个眼色 自己悄悄寻了把椅子坐下 三姑鸣嘴一笑 走过来伸手扶住秦秦 将她拉回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嘴上却是笑着对二人说道 老王妃和永平郡主 真是为了我家郡主操碎了心 不过 奴婢到底也是从宫中出来的 有些事就忍不住多一句嘴 若说我们郡主现下身份尴尬 那晋王世子又何尝不是 尴尬人遇尴尬人 平白的又会让人编排出多少故事来 三英子这话不错 女儿似乎不太合适 庆王妃不是秦晴 想法那样简单 当年郑国姐弟三人之间的 局与她是清清楚楚 先不说秦浩宇是否有那么硬的骨气和心气 去护住浊华 单说让浊华嫁到晋王一戏中去 晋王会不会容得下郑国之女做她而席 毕竟 当年错失皇位的这笔账 她可是一直算在郑国的头上的 真若如此 虽京城与西北相隔千里 可公公若认真想搓谋而袭 那可有的是手段 单只以孝道为由 将世子妃召回西北伺候这一条 浊华就无可推脱 庆王妃自己在这琢磨半天 那边晴晴听闻三姑之言 却陡然收了脸上的笑容 抬眼看向浊华 眼中隐隐露出一点金光 三姑一向是华姐姐的臂膀 三姑的意思 那必然就是华姐姐的意思了 既觉得晋王世子不好 那华姐姐以为 京中什么样的人家 可勘托终身 从事 寻贵 或者 是那文官清流之家 浊华心中不经苦笑 面上却淡然一笑道 有些事 我虽不能随意左右 但有些事 我却知道自己绝不会去做 例如 这将来嫁入文官清流之家 便是绝无可能 京中任何一家文官清流 都不会愿意与我结亲 因为将来 我只会给那个家族 及所嫁之人 带来无尽的麻烦 自此那异族人 恐皆会失了圣心 被朝廷猜忌 本欲靠功名圣恩 搏个前程的族中子弟 怕也就此与仕途无缘 更别说我所嫁之人了 所以 放眼这满朝中的文官清流 哪一个敢与我联姻 而我与他们无怨无仇 又何必去害那一族人的前程 毁他那个姓氏的门妹 浊华这一番话说的斩钉截铁 目光轻正 不避不闪 情情不禁低下了头 善善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华姐姐 华姐姐何必如此自贬 姐姐龙凤之姿 血统高贵 谁能娶到姐姐 那是她的福气 浊华一笑 秦妹妹是正经的宗室贵女 出身高贵 人品贵重 谁娶了妹妹 才是真正的福气 妹妹倒是极适合 嫁于那文官清流之家 这样的人家 一般家风急正 子弟上进 又须妹妹这样出身的 姻亲来提携 自是不敢怠慢妹妹 若那所嫁之人 再是个优秀的 妹妹也就顺心顺意喜乐一生了 可耳之蜜糖 无知披霜 适合妹妹的 却并不适合姐姐 就算让我勉强 嫁入这样的人家 面对异族人的怨气 也终会欲结于心 恐会有损命数 姐姐 何苦要这样咒自己 勤勤涅如着 这时 庆王妃却在一旁开口道 好了 琪儿 你还太小 有些事可并不如你想的那样 你华姐姐的事 我自会费心 你就不要乱掺和了 浊华更加哭笑不得 心想 老祖宗 您别乱掺和 我就谢天谢地了 可又因庆王妃这份关爱 心中感动异常 琴琴偷偷看了卓华一眼 忍不住小声嘟囔着 我怎么还小了 我和华姐姐可是童年 不过小了几个月而已 这话倒是让庆王妃 不由得又是一探 庆王妃祖孙二人 留在山上 为卓华操持了几几礼 中午又用了长寿面 出去山下 那王天昊每个时辰的寿礼 宣唱像苍蝇一般惹人不快外 一家人倒也齐了融融 其间各处的寿礼 也纷纷被送到山上 当其相辅的寿礼连带着少风少堂 各自单独备的一份礼担送来时 琴琴的眼神忍不住又闪了闪 卓华却看着她笑而不语 琴琴双颊一红 忙低下头去 吃起她面前的那碗长寿面来 用过午膳 庆王妃带着琴琴告辞下山 卓华率众人亲自送到山下 望着庆王府一行渐渐远去 三姑忍不住在卓华身后轻轻叹道 听说庆王府有意与齐相府联姻 永平郡主这是大了 凡是想的也多了 卓华垂谋苦笑 长大是好事 她何其有幸 不必那么快长大 这话却引得三姑又是一叹 便知卓华此时心情不佳 只得一路小心看顾 一行人回到山上 未过多时 却见雨晗憋憋扭扭地领着礼服来进门 身后还跟着两人推着一辆小车 车上载了一个硕大的张目箱子 卓华等人不知何事 聚都来到院中 那推车人中的一个 一见卓华身后的敏玉 立刻喜笑颜开 盲伸出一只手朝她乱摆 敏玉姑娘 这几日可好 上次我说 要给你带一把上好的护手短剑 今日就给你带来了 一会儿办完了我们公子的差事 就拿给你 来人正式洗饱 敏玉一见是她 忍不住跺了跺脚 眼睛却瞟向雨晗 口中气道 胡说八道 谁说过要你的东西 可雨晗却并不看敏玉 只皱着眉 看了看那车上的箱子 又警惕地盯着那送箱子的两个人 最后全身心地扑在了 卓华和李福来的对话上去 敏玉一见 忍不住撅其嘴 又狠狠地跺了跺脚 郡主 今日一早有位秦公子 派人吃龙温绝寻到了 要我将这生辰礼物 给您送到山上来 且说定请您亲自打开 李福来拱手禀道 卓华顿生好奇 迈步走到那箱子跟前 第四十六章 孔雀开平 喜宝和包大海 将那个大箱子 从推车上卸了下来 卓华走到箱子跟前 伸手便要去开那盖子 郡主且慢 于寒闪身拦住卓华 回头问李福来 李说 您可曾打开箱子 看过里面的东西 这 倒没有 见于寒如此警觉 李福来也当即心中一警 忍不住掏出帕子 擦了擦头上的汗 这两个送礼的随从 一来便拿出龙温绝 说他们的主人姓秦 特让自己将这一箱子 受礼送上山来 开始他也觉得奇怪 若说只是送生辰鹤礼 为何不像金钟其他人那般 直接送到山脚下 交于侍卫 反而兴师动众 请出连龙温绝来 甚至连他这个暗庄总管 也拆遣上了 要么是这持绝之人 不知郡主底细 只把他当成个普通的家乘管事 要么就是箱子中的东西 十分金贵 再或者 是这箱子另有玄机 回想这一路上 那两个随从 对这个箱子的小心谨慎 李福来不禁陡然一惊 凡是送上山的东西 必要由侍卫检查 那位所谓的情信公子 莫不是为了避开检验 才找到他 若真是如此 问题可就大了 对方又持着龙温绝为信武 这便代表 郡主是极信任此人的 李福在这思前想后 犹豫不定 一旁的喜宝和包大海 却因见浊华 迟迟不去开箱 心中焦急起来 但又不敢善动 只得拿眼不住地去瞅那箱子 见他二人神情胶着 与含一律更深 不由地戒备起来 手按腰间刀柄 挡在浊华身前 郡主 您怎么连咱们都不相信了 我家公子怎会害您 西宝见浊华身边 这侍卫似是 越来越一上他们了 不禁有些愤愤不平 浊华一笑 轻声对宇涵到了剧 无妨 脉步便越过他伸手 去提那箱盖 郡主 宇涵大急 可话音未落 那箱子已被轰然掀开 差时间 从箱中呼得飞出一丈红绸 呼啦啦一线冲天 直月云尽 在场众人都惊了一跳 宇涵苍朗朗拔出妖刀 忽在浊华身旁 浊华仰头望去 只见拽着红绸那端的 是一个身穿玄色剑袖的玉面公子 乌发红唇 剑眉心目 此时正运用轻弓 跃起一丈之高 被那展开飞起的红绸一印 更显得他面如关玉 英姿勃勃 四目相对 那人呼而朝他灿然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浊华的嘴角 不由自主地 也跟着扬了起来 来人正是晋王府的二公子 秦浩轩 宇涵转头看了浊华一眼 见他嘴角青阳 正认真的 看向红绸那端的浩轩 心中不惊一色 却说此时的秦浩轩 扯着红绸一跃而起 做出一飞冲天之状 那红绸呼啦啦随他而生 又呼啦啦随他渐渐落下 化成一架飞红 撞似拱桥 就在此时 一旁的喜宝 突然手腕一抖 啪地弹出一枚铜钱 凭着飞出四五尺 但见秦浩轩跨步 追着那铜钱脚尖一点 本城下落之势 竟有一跃而起 与此同时 他手中红绸一转 就在众人还未看清之时 不知怎地 红绸秃得变成了一丈绿绸 底下众人 都不禁小小一声惊呼 连浊华都看得入神 脸上的笑意更浓 浩轩低头望向浊华 见他看得认真 心中得意 于是又卖了百倍的力气炫耀 惹得喜宝和包大海 皆心里暗笑 只觉得自家公子 此时颇向之开了瓶的孔雀 笑归笑 喜宝倒不忘自己的职责 一连发几枚铜钱 便见浩轩一连踩着那几枚铜钱 几跃几落 呼上呼下 手中长绸 犹如灵蛇龙舞 上下翻飞 且每随他一起一落 那长绸便会变幻一色 初始红色 再为水绿 紧接着又化为金黄 呼得又变成将子 起起落落间 五彩缤纷 让人眼花缭乱 一旁的三姑 忍不住轻轻赞了句 好轻功 及其几落 那长绸最终仍又幻化回红色 浩轩持仇飘然落地 面上带笑 向浊华缓缓走来 午后的阳光下 一清俊少年 长身玉立 韩笑走来 身后仪里 拖着一丈红绸 鲜艳的红将 他整个人硬得闪闪发光 那脸上的笑 更是明朗干净 正如此时悬于当空的太阳 不知怎叠 浊华心下猛然一跳 竟有一丝紧张 看向浩轩的眼神 不自觉地微微偏向一旁 你生辰实在想不出送你什么 便去找了个变戏法的 学了这一招 欲博你一笑 也并不想说些 浮如东海的套话 只愿你自今日起平安喜乐 顺心顺意 再无烦忧 自在一生 浊华抬头看他 那明亮的笑容 和眼中的神采 呼得就恍花了他的眼 让他有些眩晕 浊华低头避开那双眼睛 你就这样在箱子待了大半日 李福来刚刚禀报说 喜宝二人一早便携箱子 拖他运上山 可见这人已在箱中 待了大半日了 听浊华如此一问 浩轩不禁苦笑 你山上一直有客 我也不敢出来 中间倒趁李掌柜不查 出来 活动了几下 不过这大半日 喂吃东西 倒是真的 能不能先讨你两碗瘦面 吃 听闻此话 浊华的嘴角又扬了起来 我这是安堂 面是素面 可无半点昏心 那就给我来三碗 浩轩露齿 灿然一笑 众人 李福来那儿 却心下一松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这位秦公子 只是不知郡主底细 勿将那龙温诀 当成了个普通信物 把他也只当成个 普通的管事而已 浮云安后 有一片桃花灵 极为清幽 浊华自小无事时 便喜来这走走 此时正应了那句 人间四月芳飞镜 山似桃花史盛开 满眼的粉云红霞 花团锦簇 浩轩到底是外男 在尼古安中多有不便 待吃了寿面 浊华便将他带到此处 三姑 敏玉 远远跟在身后 喜宝和包大海 自然也要跟着 宇晗却不下山执勤 也扶刀跟着 对浩轩等人 更多了一份警觉戒备 后山的景致 竟然这样的好 春风吹在脸上 格外的清爽温和 与浊华并立一处的浩轩 心意如这春风一般 轻轻柔柔 酥酥痒痒 他情不自禁地便笑了起来 转头看向浊华 桃枝夭夭 浊浊齐滑 这片桃花 竟恰好合着你的名字 原来你从小生活的地方 是这样的 虽然轻苦 倒也幽静 我自小也是跟着师父住在山里 却没有你这儿雅致 那里是深山老林 常有虎豹出没 山也搭得很 下山要走上几天几夜 也没有这么多人 成日的 只有我和师父两人 你自强堡中便离了父母 又在深山学艺 日子自是要比我苦一些 不 我倒不是向你抱怨 浩轩赶紧摆手 随后颇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只是一见你 就忍不住要多说些话 我是说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虽没你这雅致妥贴 可却能跟着师父游历江湖 仗见天涯 相比之下 我自是比你要顺心自在的多 顺心自在 浊华低头不语 这四个字 恐怕于雍和五年父母战死的那一刻起 便与他再无交集 我 不是向你炫耀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见浊华沉默不语 浩轩心下一转 便立时想通了原由 不由得更加慌乱无措起来 双手乱摆的急着解释 我只是 我只是 却半天也没想出一句适合的话来 远处的喜宝 虽听不见他家公子说些什么 可那副手忙脚乱的样子 却是看得真切 心下忍不住一审 暗暗撇了撇嘴 这个公子也真是奇怪 平时多果绝睿智的一个人 连老王爷都夸他 文韬武略 堪当大任 可怎么一遇到泰安郡主 就变成了半个傻子 不 看线下这情形 大概已是一个完整的傻子了 喜宝转头偷偷看了一眼 走在他前面的敏玉 自己在别人眼里恐怕也是个傻子吧 娘亲留给自己的那柄祖传宝剑 竟没能送出去 这丫头似乎满心满眼的 全是前面那个侍卫 那个侍卫 似乎又满心满眼的 全是更前面的那个郡主 唉 喜宝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句话怎么说得来着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抓心挠肝 这可真是一圈的糊涂账呀 喜宝正叹着气呢 冷不防后脑勺便挨了一巴掌 包大海憋着笑 瞪了他一眼 只觉得这小子和自家公子一样 大概是春天来了 也到了万物四春的时节了 且说那边的浩轩 急得手脚乱摆 却不知如何解释 浊华微微一笑 倒替他解了围 谢谢你今日的生辰礼 我很欢喜 你喜欢就好 浩轩高兴起来 我好几日前便想着 要送你什么礼物才好 若是胭脂水粉头面首饰 我却并不懂这些 我也怕你不喜欢 若是金银玉气 又觉得 你应该比我有钱 并不在乎这些 思来想去 唯有博你一笑 让你开心 说不定才是最好的生辰之礼 果然是最好的生辰之礼 听他像个话牢似的 拉拉杂杂讲了一通 浊华忍不住想笑 尤其那句 你应该比我有钱 更让他忍君不惊 见家人巧笑倩兮 秦浩轩这只孔雀 忍不住又想要开瓶 恰电光石火间 突然想到一事 便急忙说道 说到这生辰里 我倒想了起来 我藏在乡中必客时 正听说王之那草包儿子 这几日近十分地 搅扰你 尤其今天 简直 简直是居心叵测 你放心 不过是块狗皮膏药罢了 他爹王之我都曾行刺过 更何况他一个草包 今晚我便去收拾了他 让他以后 再也不能饶你清静 也让王太后兄妹的如意算盘 彻底落空 谁知 这番话刚说完 便见卓华陡然收了笑颜 沉下脸来 看向他实眼中 竟似引着刀锋之色 锐利无比 我不许你去寻他 更不许你害他性命 如若你杀了他 那咱们便结下了大怨仇 第47章 偷情 下山时 浩轩便奄奄的 有些魂不守舍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浊华为何要护着王家那个草包 到了山脚下 又恰好赶上了身识症 王天昊的奴才 再次宣唱起了礼丹 什么翡翠头面 八宝手串 玛脑阴落 赤巾向圈 听得浩轩心烦意乱 就连一旁的喜宝 也粘头搭脑 没个精神 包大海扭头冲着 这对主仆左看右看 见他俩都如落败的攻击般 垂头丧气 忍不住叹道 有句诗怎么说的来着 哦 对了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去 于是 立刻便见二人一起振奋精神 转头对他怒目而视 这边雨晗送走那主仆三人后 回去复命 浊华此时 已在西乡小书房内 提笔准备练字 却最终只略略写了两下 便割了笔 辛苦你了 这一整日都迎客接礼 也应该乏了 回去好好歇歇 凡事交给小五他们便是 浊华柔声说道 一抬头却看见旁边 美人瓶中的一枝桃花 球之盘驱开得正好 不由得有些出神 听得此话 雨晗默了默 随后悄悄自秀中 抽出一枚碧玉簪子 握在手中 可看着浊华 却又犹豫 不知如何开口 到底终是 人还将那簪子 缓缓吞回秀中 拱手行礼 默默退下 浊华出了半赏的神 直到乌金吸锤 天色渐暗 方才醒过神来 起身欲叫人进来掌灯 走过书岸一侧 却又看见 那个檀木锦盒 端端正正置于暗角 那是白日里浩原派人送来的 想必为掩人耳目 来送礼的小太监 乔装成个富裕人家的小子 看来这一趟 是瞒了宫中的太后 偷偷溜出来的 想到这儿 浊华轻轻一探 终究没有打开 那个锦盒 转身离了书房 夜深人静 庭院深深 其乡府内 齐绍峰就着烛火 仔细地描绘着的一副丹青 一旁的轻信锤手功力 将近日所查之事 一一详细禀报 绍峰沉音片刻 却并未说话 指挥了挥手 那人见了忙拱手退下 直退出门口 将门轻轻带上 方才舒了口气 大少爷威仪见圣 身上已隐隐有了老相爷的影子 屋内 齐绍峰放下笔 副手夺了两步 忍不住冷笑一声 真是好大一块烂年 此事倒大有可为 随后又回到书案后 仔细端向起那幅画来 画中 蓝天绿草 一红衣少女飞天而起 青天间于泰安郡主生辰的第二日 接了王太后一道口谕 命他们将皇上大婚后 三个月内所有一下聘嫁娶的好日子 全都挑出来 你的单子乘上 这前一日 王太后还大张旗鼓地向七霞山 刺了一车的大红龙凤锦断 第二日 变着青天间看日子 再加上王天号又闹出那样大的阵仗 这一来 慢说经中官患显贵 就是全京城的百姓 都知道这泰安郡主 铁定是要嫁给太后娘娘的娘家侄了 在有人一联系之前 紧怕记得传言 京城中立时 又掀起一轮流言蜚语 浊华且不管外面如何议论 王太后如作妖 只安心在山上坐禅礼佛 看书练字 可恕欲进而封不止 不出两日 王天号那里 却惹下一件大事来 这几日 为了能娶泰安郡主为妻 王天号算是下了重本 不仅花了大价钱 流水一般的 往七霞山送个色礼物 更是一连几日 都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真做出个认真读书的样子 可他到底不是个安长首分的人 没几日就觉得日子烦闷无味 浑身都不自在 恰在这时 姚姬烟纸店的伙计 送来了姚巧娘的花间 约他店里相会 王天号顿时白找挠肝 心痒难耐 最后到底没能忍住 悄悄收拾一番 遮遮掩掩地跑出门去赴约优惠了 若说这姚巧娘 倒也不是什么没名没分的风尘女子 说起来还颇有些来头 她是现今兵部尚书 陆良川身边得宠的长家小倩 那姚姬烟纸店 正是她的嫁妆铺子 陆良川的原配夫人将是 原是王太后和王志 未出五福的表妹 关系说尽不尽 但说远也不远 年轻时生得雪浮花帽 琴棋书画样样不俗 是当年京城中极出色的闺秀 那时 陆良川虽家世显赫 但本人上名不见经传 为求取江氏 颇费了一些周折 婚后 夫妻二人情色和谐 感情甚堵 江氏后 又曾陪着陆良川 在辽东任上待了三年 有同甘共苦之情 可惜他素来体弱 早年生产时 又曾伤过身子 终是于四年前因病 撒手人寰 江氏一走 陆尚书仿佛历时 被去了半条命 哀痛不以彻夜追思 外人看了 无不赞上一生 情深意重 且自此 陆尚书在男女之事上 心思也淡了许多 虽然后院也有几个姬妾 但一直以来 也都不过是个摆设 几个庶女也安分守己 陆家的后院 向来是有名的太平干净 从前江氏在时 府内自是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如今江氏去了 陆良川更是极少踏足后院 且一直也没有再娶之心 直到一年半前 机缘巧合之下 陆良川偶然碰见了 兵部一个酒品书办的女儿 姚巧娘 那姚巧娘生的风流鸟挪 且眉眼间与江氏 竟有几分相似 陆良川一见 便心动不已 那姚书办 也是个机灵讨巧的 历时察觉 于是亲自将女儿 献给陆尚书做妾 陆良川虽对王妻用情至深 决定空悬正妻之位 已到江氏 却也十分看重姚巧娘 不愿委屈了她 于是正正经经地 摆了酒席那座二访 姚氏一进门 便将陆府中 溃交由她掌管打理 可以说 那姚巧娘 虽不是陆府正经的夫人 却是陆府后院实际的女主人 可谁知 这姚氏并不是个安分的 虽是小门小户出身 却因长得美貌 自小便一心想要攀龙赋凤 未出嫁之前 有次与家中姐妹出来上香 敬偶遇王天昊 那王天昊是何等的色忠恶鬼 自是立刻就被姚氏的花柳之姿 勾去了魂魄 而姚巧娘见到王天昊生的 唇红齿白 又知她是王湘府的公子 自也是秋波 暗宋眉眉传情 可惜却到底晚了一步 姚巧娘子庙中回去 便被父亲一圣小叫送去陆府 待王天昊过了两日领着仆从 按照美人流的住址寻去 却赫然发现 美人已嫁于他人为妾 若按照王天昊的性子 他看上的女人 如今被别人得了 自是要大闹一场 可当一听说抢先之人 是兵部尚书陆粮川后 便历史掩齐西谷 就此作罢 一来 两家世交 又沾着青 再者 当时又正在商议 他和陆的婚事 这若闹僵起来 别说他爹王志 就是他祖母也饶不了他 不过是个柴门小户的丫头罢了 抬回来当个小心 也不过三五日就腻了 于是 王天昊就此也就丢开手去 可乃成想 许是前世的孽缘 也就前些日子 那姚巧娘去巡视嫁妆铺子 却正好又与着王天昊遇上 王天昊竟还记得 这个昔日未得手的家人 那姚巧娘虽嫁入陆家后 顺心顺意 可到底陆粮川几年过半百 比他父亲还要大上几岁 娇娥自视爱少年 两人一下子又对上了眼 如此 一个郎有情 一个妾有义 一也忘了给小妾买胭脂 一个也忘了寻铺子 当下天雷勾了地火 两人就此勾搭在了一处 姚家虽说是小门小户 但祖上以前是经商的 颇留了几个铺面 女儿如此高价 虽是做妾 却也与正经太太差不了什么 姚叔伴当年一狠心 便拿出个胭脂铺子陪嫁 只盼女儿能在陆府立住脚跟 以后多多提携姚家上下 不承想 线下却反倒成了姚巧娘 与王天号偷情私会的优秘之所 今日优惠 恰逢王天号已再加速了多日 虽也有机械相伴 可到底是在府中 不如外面自在肆意 故此 一到了胭脂铺后面的罩房内 王天号便把持不住了 见了巧娘 立马一个恶虎扑石 将她拦腰抱起 一面满头乱拱 嘴上心肝命肉的乱叫 一边伸手去扯裤子 那姚巧娘 素来也是个好风月的 惯会伏地座小区一封城 此时身子早软成了一滩水 任她揉搓 一面抱着王天号帮她揉着 一面颤着嗓子说道 好人 清闲 如何就急成这样 又说 怎么偏今日 让人传话 把我叫来 你不知道 这两日未准备皇上的大婚贺礼 我在府里忙成什么呀 王天号此时只顾着在姚氏身上翻腾 哪还有心思注意别的 故此也未多留意 姚氏说了什么 纸边动作边气喘吁吁说道 若是忙了 咱就不在那老东西身边呆了 如今我也不娶 她那母老虎女儿了 自是也不用奉承她 敢明儿 我把你讨来就是了 说着 两人已经衣衫进退 赤条条滚到了炕上 真可谓九汉逢了甘铃 二人一番大动 只要遇生遇死遇先遇灭 谁知 正在的去之时 突然房门哐当一声 被人猛地踢开 随即冲进来几条标形大汉 姚巧娘历时高声尖叫起来 一面慌忙往被子里藏 一面吓得瑟瑟发抖 那王天昊倒还算有几分镇定 仗着他爹这个后台 强撑着大喊一句 我乃王相之子 还不快快出去 不然要你们狗命 可到底还是软了下来 抢着被子往身上遮掩 这时 呼听门外一个丫头娇和道 可在屋内 若再 让这对狗男女遮掩些 莫脏了咱们五小姐的眼 屋内大汉齐声应了一句 便将地上的衣服捡起来 扔给炕上二人 随后带着狗男女穿了衣服 历时如提小鸡一般 将他俩给拎了出去 甩在地上 那姚氏此时早已摊成一摊烂泥 抬头再看对面来人 顿时吓得又熬得豪了一嗓子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王天昊也顾不上姚氏了 看着面前之人 肠子都毁清了 那端坐在太师以上之人 不是陆五娘 又是哪个 这陆五娘 可是京中出了名的火爆脾气 做起事 向来不管不顾 当年他娘就是看中了陆五这脾气 才欲娶回家来管着自己 若要知道 今日能碰上陆五 王天昊就是打死 也不会出门 陆五娘初识乍一剑 竟是王天昊 也颇为意外 可玄机这火气疼得就涌了上来 比刚刚又高涨三分 这姚氏小妾 自去年进了陆家 便颇有几分恃宠而骄 几次年节祭祀 对已亡固的僵事 显得并不十分恭敬 且成日 只想着 如何欺哄护弄父亲 对忠愧家务不但不尽心 甚至还从忠客扣中饱私囊 陆五娘自幼心如烈火 以前母亲江氏 又将后院管得密不透风 哪里见过姚氏这样痴长无赖的女人 故此心中早就存了气 今日偶然之机得知 姚氏尽银奔私会 且一直以来都大大的不妥 不经气得蹊跷生烟 一股急怒攻心 历史点击人马 杀了过来 可没成想 来这一看 肩服竟是王天昊 先不说两家世交 按照辈分 那王天昊是他父亲的表直 只说之前二人还曾经一过亲 差点就结成殷亲 如今这样的两个人 竟然勾搭在了一块 他们可还将陆家 将父亲放在眼里 陆五娘差时怒不可遏火冲云霄 一拍拂手大喝一声 丢打 第48章 荣敌求取 陆五娘倒也还算留了一丝清醒 虽痛打了姚巧娘 但对王天昊 导手下留情 位下重手 只是略略抽了两鞭子泄粉 可饶是这样 动静也闹得不小 那摇集烟制铺员也不大 后院的脚门 又正拎着百姓住家的巷子 如此一闹 一下子引来不少人围观 将个小巷堵得满满当当 陆五娘又命人将这铺子 只荡成银窟 上上下下一通好杂 凡是平平灌灌一个不留 又绑了满店的伙计掌柜 皆让其跪在店铺正堂上 如此一来 不光后院 前院也立刻呼啦啦 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王首府之子王天昊 与兵部陆上书家的小妾私通 被陆上书的闺女 亲自带人捉奸在床 那陆五小姐 不但砸了小妾优惠的嫁妆铺子 更将肩负淫妇痛打一顿 这样劲爆的消息 不出一日 便如长了翅膀一般 飞遍整个京城 街头巷尾的贤汉姑婆们 更是热衷于这种桃色新闻 一个眉飞色舞 谈论的唾四横飞 陆上书真可谓是 人在府衙座 帽从天上来 好大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就这样被他闺女 亲自扣到了头上 只是这一片兵荒马乱中 谁也没有注意到 姚姬烟纸铺内 不知何时悄悄少了一个 专门跑腿传话的小伙计 这事儿 也不用等到路上书下了府衙 家中自有忠心的老仆 见五小姐闹出这么大阵仗 又牵扯了王首府的毒养儿子 自是不敢怠慢 连忙跑去兵部衙门 报信 路上书一听 当即又惊又怒 胎桌愤然而起 便要出去 可刚走了几步 却又愁愁起来 渐渐缓下脚步 最后原地夺了两步 回身一指那老仆命报 你去带人 把小伍带回府中 那姚氏也不必领回来了 直接送回姚家 连她那嫁妆 也这人收拾了 一并退回 快去 老仆不敢怠慢 应了一声 赶忙因命而行 简短节说 陆府众人 到底是连哄带劝 将陆五娘给领回府中 姚巧娘那里 下人们草草收拾了几箱子嫁妆 连人带东西 一并扔在了姚家门口 出此大事 姚书伴自然颜面无存 本不想去管门外的姚巧娘 任她自生自灭去 可待不住自己的婆娘一通哭求 又有几个孩子 也跪地求告不起 没办法 只好让人将姚巧娘和嫁妆箱子 一并拖回家 随后赶紧灰溜溜地关门庇护 一连几日都不敢出门 那姚巧娘被狠打了一顿 连羞带下 回去就病倒在床 姚书伴贤她败坏门风 又得罪了上司 也不请大夫给治 只胡乱开了几副药去吃 没几日 姚巧娘便一命归西香香玉允 再说那王天昊 当时呼啦啦来了一群人 将陆五娘和姚巧娘一起带走 只留她自个摊在地上 刚开始她 吓得半晌没敢动地方 直到健康热闹的众人 也都慢慢散了 无人再来理会她 这方才敢从地上爬起来 忍着身上的鞭伤 一瘸一拐地跑回了乡府 王天昊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就变成这副狼狈样子 惊得和府上下 力士鸡飞狗跳 把王老夫人给心疼的 简直如摘心蛙干一般 先是一连声地催人去请大夫 又抱着王天昊 又哭又骂 王夫人也慌了手脚 忙让人拿来换洗衣裤 又亲自剪看伤口 好在那鞭伤 倒是不中也没破皮 不过是两道只来宽的红印子 肿胀突起 饶事如此 也看得那一老一小两位夫人直落泪 可谁知 正乱着呢 王智却提早从衙门回来 王夫人忙起身迎出门外 刚想提提儿子被打之势 却不想被那满面阴沉的王智一把扒拉开 伸手点了点他恨道 你养的好儿子 随即撩开帘子便进了屋 也不顾王老夫人上在一旁 一把将王天昊从床上揪起来 拖着便往门外走 吓得王老夫人忙起身去拦 口中哭喊道 你这又是做什么 怎么一回来就跟个乌眼鸡似的 谁又惹你了 你倒把气撒在我们身上 你若真嫌我们 我们娘妈这就收拾东西 回落水老家便是 不用你如此 作章作制的案里去赶 若是以前王智听了这话 早就撩袍跪地 认错不已 可今日却转身对老夫人身边 两个大丫鬟 满伏 满贵立声说道 还不快掺着点老太太 若是老太太 今日有何闪失 你们一个个也都不用活了 满伏 满贵吓了一跳 何曾见过王智在老太太面前 发这么大疲借 于是不敢怠慢 赶忙上前扶住了王老夫人 任她如何哭骂 只一味温言相劝 平日里 王智常觉得 孩子若是淘气一些 其实并没有什么 就是不太上进 也无甚重要 只要万事机灵练达 将来他再一番扶持 未必不能有所作为 可今日 他却是着实被王天号给气狠了 线下是什么急要关头 皇上大婚在即 岂然即将嫁入皇家母一天下 满京城的外国使团 地方来的贺亲官员 这几日 又因王家要求娶太安郡主 更是闹得满城风雨 在这结果眼上 王天号竟然道出这等丑事 而且更是将他朝中重要臂膀 给得罪个彻底 王智此时何止是生气 简直气得快要发疯 他将王天号连拖带扯 几步拽出了屋子 到了院中 撕拉拉一把 撕了他的衣服 王夫人以为又要动用家法 忙哭着跪地 悉行到王智跟前 抱着他的腿边哭边道 秦老爷消消气 切莫为这个冤家 再气坏了身体 切身并不敢给这冤家求情 只是想请老爷 千万要顾念这老太太的身子才是 若是打了这冤家 老太太如何受得了 若真气着了 老爷心里 如何能过意地去 王夫人一番话毙 屋内恰好事实地 传来王老夫人的一声哭号 王夫人忙抬头去看王智 满眼祈求之色 此时王天号早已下得 静若寒蝉 体似筛糠 如个安唇一般 堆在一边瑟瑟发抖 王智听后 却一脚将王夫人踢开 指着他骂道 你也不用搬出老太太来压我 你看看 你养的好儿子 闯下如此大祸 府里几辈子的老脸 都让他给丢尽了 你先好好在家伺候着老太太 如若老太太有个好歹 到时候 咱们心脏就脏一起算 王智说吧 拎着王天号便出了院门 直到了大门口 管家方才寻来了一把金条 王智接了过来 胡乱地绑在王天号身上 然后一把将他推上门口的马车 命车夫立时打马扬边 奔向陆良川的府邸 七峡山浮云安内 晚饭之后 卓华正就着天光练字 三姑 敏玉 站在一旁相陪 想到今日京城内所发生的事 三姑忍不住笑叹道 都说 这陆五娘性子刚烈 今日一见 果真词 刚烈 敏玉颇为诧异 我看是莽撞吧 他这么一闹 他爹陆良川 脑袋上那顶大大的绿帽子 可就彻底坐实了 陷下满京城里 他爹就是个笑话 三姑听后 忍不住又是扑斥一笑 卓华此时已写好了一幅字 仔细端向了片刻 方才慢悠悠地戈壁 敏玉忙去门口 吩咐听血打水 三姑你看 这事像是谁的手扁 卓华洗了手 又接过三姑递来的帕子 问道 这 还真是不好说 若说看这事出来后 会对谁有利 却又谁都不想 那王天号的名声 本来就臭不可闻乌糟烂透 此时在天上这么一桩 却也不痛不痒 耕动不了那王智半分 以王太后那袒护的性子 这事过不了几日 就又被压下去 若说是为了让陆良川和王智离心 似乎倒也能说通 可是 可是陆良川是何许人也 怎会真为了一个女人 就和当朝太后 和掌权首府撕破脸皮 就算现在面子上不好看 王智这一通压着儿子 去赴京请罪的戏码 也足够让陆某人闭口不言了 卓华嘲讽道 所以 这事儿看似闹得轰轰烈烈 可实际却未见有任何好处 这 倒也不像 那七老狐狸所为 三姑沉音片刻说道 浊华微微一笑 这番作为 倒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来 前两日上山来 劝我拿出赐婚圣旨的那对兄妹 郡主是说 那位炭花郎 这事儿三姑或许是想差了 若是目的 只为搅和了我与王家的婚事呢 毕竟我一日未嫁 对王太后 便一日是个威胁 若我手中 真有那赐婚圣旨呢 经先帝赐婚 且尚未出嫁的泰安郡主 可比一个嫁于王家为父的泰安郡主 有用得多 这么一说倒就对了 若真是这样 若真是这样 那齐家 这个炭花郎 就有些火候不到 尚缺力练 他太低估王太后 和王氏一族 没脸没皮的程度了 只要他们想装龙作哑 别人自然都是龙子哑吧 他也太低估王氏手中的权力了 权力这种东西 自是能让人口不言 而不听 闭目色听 道路以目 浊华说到最后 忍不住冷笑不已 三姑端了茶 轻轻递至浊华手中 可他却终究不是 让人道路以目的周力王 咱们也不是那任人宰割的 祖上鱼肉 浊华与之姑相视一笑 王天号出了这种事 七峡山上却静悄悄的 仿佛真是世外之地 不知人间俗事 于是便有那有心之人 欲将这消息传上山去 可却均被半山腰的侍卫 给劫了下来 不过 浊华却也并未想到什么清闲 第二一早 荣迪贺卿使二皇子肖富拓 便于朝会之上 上书朝廷 向大旗求取太安郡主 为正非嫡妻 第四十九章 好轩开窍 荣迪二皇子肖富拓的 意志上书 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原本一直闹得轰轰烈烈 却十分隐晦的 王室强取太安郡主之事 就这样被光明正大的 摆到了朝堂之上 肖富拓上书写得明白 经文大旗朝廷 有意将太安郡主 许于王世子 但此子行为不端 思得败坏 与人苟且 以致闹得沸沸扬扬 拓时不忍见我荣迪 锁尽对手之女 被迫嫁于如此不堪之人 故愿以皇子正非之位 以成求取 望太安郡主赶我一片赤诚 欣然允诺 自此共结连离百年好合 这一封奏函 不仅扒了大气颗带 烈士遗孤的遮羞布 更将这多日来 王太后来至王家戚戚爱爱 不舍得说出口的意图 明明白白地恭之于众 又把王天号的种种劣迹 一一暴晒在了阳光之下 让王太后的恶毒之心 无可遁形 但可笑的是 无论王太后还是王家 面对戎狄的如此指责 谁也不敢说上一句此言不实 是说王天号思得败坏不实 可现如今 满大街都在议论此事 若如此说了 岂不是掩耳盗铃 让人笑掉大牙 是说 欲求取太安郡主之是不是 若如此说了 那便无疑是自断王室 与太安郡主将来联姻的 可能性 要知道君无戏言 太后既出口说了无议 那以后又怎可出而反而 此事不能再有意了 执气的帘子后面的王太后 咬碎银牙 生生握断了一把指甲 底下的众朝臣 听了戎狄的沉奏后 皆面面相去 昨日王天号刚出了事 今日戎狄便借题发挥 于大朝会上公然发难 真可谓有豺狼之心 虎豹之意 那太安郡主 手握辽鲁产颜之地为封义 又有郑国公主留下的大批 嫁妆傍身 说富可敌国也不为过 难不成还真让她嫁给戎狄 把那几大盐厂 和如此巨大的财富 都带去戎狄 那自是不成 可谁去拒绝 朝臣吗 谁有这个权利 去左右太安郡主的婚 王太后 笑话 若她一张口 就更坐实了 逼嫁太安郡主的恶毒行径 现在经常里 也不知是谁 在有意煽风点火 仅怕计 朝廷虽已出了告示禁言 可故事 却几乎又热上了几倍 尤其王天号的丑闻一出 旧母逼嫁的故事 简直已经妥妥地 按在了王太后的头上 更有一些演野戏的小班子 为了赚钱 不顾朝廷禁令 仍在偷偷唱着出戏 百姓们就是这样 朝廷越禁止 反而越是 让他们兴奋好奇 越是觉得 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带着这种窥密之心 偷偷去看 这才屡禁不止 不过还真有人揣测出 几分真意来 结合之前先帝赐婚圣旨的传言 有人暗自挠不出 当今太后先抗旨矫照 后为侵吞郑国大长公主的嫁妆 欺凌姑女逼嫁郡主的故事 还别说 百姓的想象力真不可小觑 几下里就将这多年的秘密 拼凑个七七八八 当然有人更是阴暗 竟又编出先帝之死 亦是王太后及其一族所为的桥段 这自然就是无稽之谈了 不过王太后这个恶毒旧母的名号 是就此定了下来 这又让她如何以太安郡主长辈的身份 当众开口去搏戎笛之请 大殿上此事一片安静 众人皆被戎笛这突如其来的上书给砸猛了 不过也只是那一瞬的静置 忽听玉座上传来一声颇为隐忍的断和 岂有此理 太安郡主怎会嫁于戎笛 众人抬头望去 见玉座上的浩元面臣似水 威夷出现 隐隐似有了几分帝王之事 浩元初闻萧富托的求取奏臣 一时怒急 为作多想便出口相斥 此事见满朝成功及萧富托本人寻声望来 方才意识到 此事毕竟涉及两国邦交 不可随心 余下心下 急转仔细斟酌 这才说到 大祺与戎笛并无和亲的先例 且戎笛也从未向大祺递交过和亲国书 国家大事如何能这般写 再者 太安郡主之母 为郑国大长公主 身份尊贵无比 父母又介于国有大功 其托故于朝廷 朝廷本应尽心奉养 使其于故土之上享受荣华 安稳一生 又怎会忍心将他远嫁荣敌遣去和亲 受那车马劳顿之类 远离故土之苦 如此岂不愧对郑国大长公主 与灵驸马的在天英灵 浩元一番话说下来 条理分明 有理有据 且又不卑不亢 顾全大局 齐正卿在殿下 忍不住捋着胡子 露出一丝笑来 今日的皇帝 心思肆意渐渐成熟 未来大有可期 就连王志等人 也都暗暗松了口气 先不管朝中重臣有何举语 线下荣敌求取太安郡主 却是各方阵营都不乐见的 此时倒也同仇敌忾 一致对外 萧福拓听后微微一笑 心中倒是对这像女人一样的小皇帝 高看了半分 大齐皇帝陛下不必担心 这并不是两国间的和亲国事 而是拓心悦太安郡主 只以普通男子的身份 诚心求取 且拓亦可再次承诺 若真能有幸达成心愿 届时 如果太安郡主故土难离 拓自会尊重郡主之愿 或做个普通的大齐百姓 只愿常伴郡主身边 此话一出 满朝哗然 谁也未想到 荣敌的二皇子 竟然还是个多情种子 为了太安郡主 竟愿放下皇族之尊 甘愿做个庶民 看着满朝议论纷纷的文官武将 萧富托的脸上 一直挂着千和有礼的微笑 态度十分恭敬 可心中却嘲讽不已 哼 太安郡主怎么会嫁给他呢 他可是敌国的皇子 他杀父杀母的仇族 不过是因这七霞山 近日太过平静罢了 平静得简直有些逆来顺受 说好的不甘呢 说好的真后呢 他来大齐 就是为了搅浑这一池春水 他又怎么会让这池水 如此地平静下去 不过 如若真能娶到那样一个绝妙佳人 倒也是极妙 玉座上的浩元 到底太过年轻 心中一级便要 开口拒搏 却忽听偏殿内有一人出声道 陈汉灵愿编修齐少风 有本禀奏 浩元转头去 见他的心腹之臣 此时已放下批写文书的狼嚎 从殿策的书案后转了出来 浩元心下不禁一松 站在殿上 少风暗中微不可查地 看了祖父一眼 齐正卿微微和睦 少风这才当殿跪下 齐卿有何话说 陈听闻荣敌皇子 欲求娶太安郡主 依臣捉剑 不如请太安郡主自行决定 这 浩元看了眼 封神俊义的戎狄皇子 不禁些犹豫 少风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太安郡主如今无父无母 族中又无可做主的长辈 而萧皇子身份敏感 当年郑国大长公主 与灵驸马之死 皆与戎狄狄有关 这是自事 得让太安郡主本人决定才好 浩元历时会议 松了口气 道了句 准奏 殿下的肖父拓 一牵了牵嘴角 拱手说道 若是如此 拓请求能倾见太安郡主一面 听郡主当面决断 毕竟 此乃终身大事 假人之口 拓孔有偏谬 这个戎狄皇子 简直就差明着说 他不信任大旗 怕糊弄了他去 真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浩元强忍着怒气说道 准 明日朝会 请太安郡主上殿答复戎狄皇子 早朝一散 戎狄狄狄取太安郡主一事 便历时传遍京城 自然也传到京城西南冒胡同的晋王府内 浩轩这两日 正因为上次和卓华闹得不欢而散 奄奄的不怎么精神 在脑子里 转过了无数个主意 想着要如何补救 或许去找李掌柜传信解释一二 可说些什么呢 要么送份礼物去逗他开心 可什么东西能让他开心呢 浩轩只觉得满心乱麻 恰在这当口 又传来了荣敌皇子 肖父拓求取太安郡主的消息 历时让他又郁闷烦躁上了百倍 只觉得满天下 怎么会有这么多癞蛤蟆 且竟都惦记着 浊华这一只白天鹅 他恨不能找几面镜子 亲自拿去给他们照照 他们也配 这面因太安郡主之事 浩轩郁郁寡欢 几乎快要生病 那面包大海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 西北的贺卿队伍已过通桥县 不日便到京城 包大海的原话是 公子爷 您也应该准备准备 收拾一下贺卿总领的官服 等着出京归队了 听包大海这么一说 浩轩立马头大如斗 感觉自己似是那被蜘蛛网 缠住腿的草虫 原本只想先飞去卓华那里 出个结果 却无奈这一团绳索 竟找不到一个解开的头绪 可无论如何 西北贺卿队伍就要进京一室 怎么也得告诉兄长一声 于是 浩轩出了自己的小院 往浩宇的外书房走去 当日兄弟二人未掩人耳目 专门诉清了府中后花园的一条小径 即方便兄弟相见 也方便浩轩出行 此时到了书房门外 浩轩却见乔通守在那里 一见他来 乔通慌忙迎上前来 遮遮掩掩的 将人让到一旁的耳房内 关上房门 压低声音说道 二公子来得不巧 正赶上庆老王妃来寻咱们世子 这已经说了半日的话 恐就要出来了 二公子不如暂且先在这耳房内委屈一会儿 可莫叫庆老王妃的人乔见才是 浩轩倒是无所谓 点点头便打发乔通出去 自己百无聊赖的 在这小小的耳房内转悠起来 隔壁得庆老王妃 似乎有些年老而愧 与浩羽说话时 就免不了升高了些 于是 便有那么一两句话 就这样不欺然地 钻进了浩轩的耳朵里了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自是知根知底 我知道你性子极好 是个良善的好孩子 那泰安你也见过多次 又有春烈时的交情 自是知道 他是如何出类拔萃的人 唉 我也是白操了这一番心 远想着泰安这样的人 与其让那些乌糟烂透的混账 或那狼子野心的翻帮惦记了 还不如找个知根知底的自家孩子 你们又是极清静的姑表兄妹 唉 是我想多了 此时 耳房中的浩轩 忽然醍醐灌顶 心中透亮 几日来的阴霾 历史一扫而空 对啊 与其让那些乱七八糟的混账惦记着他 倒不如让我来惦记着 我这人性子就极好 且有良善可靠 第五十章 痴心妄想 庆王妃从秦浩宇的书房出来时 脸色颇为不好 扶着小丫头的手边走边叹气摇头 之前泰安生辰 其而在七峡山上提起 晋王世子秦浩宇时 她就觉得不好 今日也实在是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乍一听荣敌皇子求亲 她害了一跳 生怕王太后再起坏心 拿着华去和亲 即使不去和亲 她王家那乌糟烂透的折 下座烟杂成那样 又怎能由着她将华儿给抢抢去 老王妃放眼这满宗室里 算来算去与华儿年龄相当地位相比的 还真就唯有秦浩宇最为合适 可她心里却也知道这个名义上 养在京中实际在朝为治的晋王世子的性子 这些年来 凡事不争不抢不出头 处处小心谨慎 说好听的是安守本分 说不好听的就是胆小怕事 哎 这也实在怪不得她 从小离开父母在京中为治 日日担惊受怕 步步如履薄冰 不养成这种谨小甚微的性子 反倒会吃上许多苦头 她也是急糊涂了 明知道秦浩宇是这个性子 可到底还是不甘心 故此才来一试 可结果 她果然和自己之前担心的一样 先是顾左右而言她 并不接话 待自己把话挑明了 必无可避 便一味推脱 说人婚姻大事 父母做主 父王上在西北 要写信请了侍下才好 又自贬一通 说什么自己才具不佳 资质平平 配不上泰安郡主这样 冠绝京城的金归玉秀 亏得当初 秦儿将那日围场之事 说得天花乱坠 还说她有意于话 又将秦浩宇大大夸奖一番 说她颇有风骨 绝不似平日里 所表现的那般油华世骨 如此看来 忠世秦儿太过年轻 看走了眼 此行只当白来一趟 但华儿的事线下 却迫在眉睫 真是仇杀人了 老王妃这边仇云满面 颤巍巍地往外走 秦浩宇那边 口中念着书祖母慢走 甚为恭敬地将人往外送 只是看着秦王妃的背影 她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 很想就此立时将人请回来 并一口印下方才之事 能娶到那日 满天踩云下的红衣少女 或许这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何不依着自己的本心 自意一次呢 只此一次 否则 也许这一生便错过了 也许会是 她这一生的遗憾 浩宇的手已抬了起来 做出换回的姿态 口已张了开来 做出了呼唤的口型 可是 她到底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所有的应诺 所有的自意 所有的决心 都堵在喉咙 翻滚于舌尖 陪着她 远远地看着秦王妃 渐渐远去 中化做了错过 站了很久很久 秦王妃早已离去多时 浩宇方才颓然地垂下手来 她不能 她不能娶她 她的身份尴尬 而她又何尝不是 若娶了她 她在京城这十数年 如履薄冰的经营 方才得来的王太后 和皇帝对她的信任 便会瞬间化为灰烬 而宣帝又曾说过 要带她逃离 京城回归西北 若不成 她仍要仰赖 太后皇帝的那份 信任苟活于京 若成了 那不管是逃离的过程 还是回西北之后 她终将会是个累赘 所以 她不能 各怀心事的兄弟二人 在相见时 便都有些神思恍惚 浩宣说完 西北贺卿队伍 不日进京之事后 便低头不语 心思不自觉地 就转到浊华那里 耳边又传来了 沁王妃刚刚所说的话 与其让那些乌糟烂透的混账 或是那狼子野心的帆帮惦记上 还不如找个知根知底的 自家孩子来 浩宇此时 当然也没什么心思 与浩宣多谈 于是二人草草聊了两句 便各自散了 一回到自己住的小院 浩宣便急忙地吩咐西宝 准备纸笔 迫不及待地 提笔开始写一封信 事业 齐向府外书房 齐正卿看着腰身笔 直端端正正 跪在地上的齐少峰 面沉似水 手中的茶碗 重重往桌上一顿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昨日王天昊之事 是你的手柄 你以为自己计谋过人 幼稚 王氏 会因为这样一件 不疼不痒的丑事 而丢开泰安郡主 这大一个钱袋子 我之所以不说 是因为你行此一招道 也不是完全无用 起码有个由头 能将金钟 情势再炒热几分 王志和那陆凉川 虽不至于因此决裂 但也生了嫌隙 此事我本不想再提 你攻心也好 撕心也罢 倒也不是 做了件 完全无用之事 但你今日 可是发了疯 竟然跟我说 要向朝廷求取泰安郡主 泰安郡主是什么人 也是你能取得的 也是我齐家能容的下的 他有意效仿郑国公主 可你却并不是下一个灵驸马 孙儿并无那么大的野心 也自知无灵驸马的心胸才智 齐少风 尽量稳住气息 做出一副 凛然无私的样子 缓缓说道 孙儿只是思量着求取 泰安郡主 并无什么不妥 反而对齐家有利 且不说郡主是一封后 富可敌国 单说泰安郡主 出身高贵 齐母郑国大长公主 在朝中故旧颇多 齐副灵驸马 在军中声望极高 孙儿想着 若娶了泰安郡主 那这两股势力 岂不都可以为齐家所用 这难道不是 对齐家大大有利的好事吗 这一番好处 说是齐少风 绞尽脑汁 才搜罗出来的也不为过 可当他抬头对上祖父 那双四孝 飞笑金光四射的眼睛时 这番说辞 陡然就变得苍白无力 索然寡位起来 哦 齐正清 似笑非笑地起身 走到少风身边 弯下腰俯视着他的眼睛 对齐家有利 还是件好事 这么说 我倒是应该谢谢你了 真是一派胡言 话音未落 齐正清 陡然变色 飞起一脚 将少风踹倒在地 可齐少风 却并不敢就此趴在地上 赶忙又跪至身子 肩膀上 赫然印上一个鞋印 齐正清心中 怒火蒸腾 看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孙子 此时跪在地上一副油盐不敬的模样 更是气得头疼 只想再给他一脚 可腿抬起了来 却到底没舍得再踢下去 只得善善放下 顺势狠狠堕了堕 说得真是冠冕堂皇 什么朝中故旧 什么军中声望 我只问你 就算真有这两股势力 那对我们齐家又有何用 难道还要借这两股势力 造反不成 齐家到底是要为人臣子 还是要起不臣之心 如何为人臣子 不过是忠君爱国 上报君恩 仰仗的是皇上的天安与信任 你若娶了那太安郡主 我且问你 皇上清政之后 可还会信任于你 可还会重用于你 他会信任重用一个 抢了他女人的臣子 你们君臣 自此便会生出嫌隙 而你此生将永无得重用的机会 孙二 孙二认为当今圣上乃是一代明君 心怀宽广 有容人之量 自是不会因私废宫 和一个臣子为难 且便是用不上郑国公主林驸马 遗留下的势力 可太安郡主的十亿封地 却是实实在在 难道不也是一个大大好处 这 这是有利于 歧视后世子孙的 清高如其少风 自小便 不屑于黄白之物 此时又怎会看上一个女子的嫁妆钱财 可是他没有办法 能说服祖父的唯一理由 便是有利于歧视 为了让祖父答应这门亲事 他只能把所有有利于歧视的理由 都堆砌出来 他已顾不得太多了 其实祖父说的话 他句句都懂 可他就是想勉励一事 只因此刻 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太后逼嫁 荣敌趁火打劫 太安郡主若想脱困 他骑少风便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机会 他实在不想错过 好好好 齐正亲都被少风给气乐了 竟然连嫁妆都惦记起来 你自要我教你的君子不苟求 求必有益 都学到了狗赌子里去是吧 最后一句 陡然扬高地掉门 其正亲戚地在屋子里转了三圈 随手抓起 太师以上的大红金钱满靠背 砸了过去 少风低头不避不躲 生生瘦了 就算皇上不跟你计较 可那太安郡主身后 有着各种势力纠缠 手中又握有辽鲁产颜之地 作为食役 还有郑国公主留下的巨妇嫁妆 你想没想过 如若没有足够 强大的能力相护 这无疑如三岁孩童 手捧金定于闹市中国 只会引来杀身 灭族之祸 我骑士一族世代为文官清流 既不是勋贵有军中势力 又不如宗室有皇族为佑 你若娶了太安郡主 要如何保他一生安稳 又如何保得骑士一族的平安 一番话问下来 少风的眼神逐渐黯淡下来 这些他也未尝不知 可他仍心有不甘 仍存一丝奢望 这世上凡事不过势在人为 有些事即使艰难 可总会有解开的法子 祖父或许是多虑了 孙儿并不是那酒囊饭袋 太安郡主也不是任人鱼肉之人 又怎知将来 我们不会是强强相邪 更大有作为 齐少风捶着头遮下眼帘 声音很轻 跪在那里依然如一颗白羊般倔强 即使此番谈话已到了 这般穷途末路 他却仍固守着 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 你 见他这样 齐正清恨得咬牙切齿 伸手点了点他 却最终只化成一声叹息 你也不必做出这份模样 我也不和你动起 齐正清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语气中露出几分疲惫老太 我还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 自幼便心高气傲 与男女仪式上也是如此 只一心想找个绝世不凡的才好 这太安郡主是不俗不凡 可却绝不是 你的良配 齐氏一族 现今人才凋零 能撑起这个家族的 将来就只有你一人 如若你与皇上 生了嫌隙 被当今厌弃 那么齐氏一族 也终将彻底衰弊 你的身上 不仅仅只有你一人的命运 更肩负了整个 齐氏一族的兴衰 既然如此 你需要的 便不是一个什么 精彩绝艳的神仙眷侣 而是一个本分手里 能执掌后宅 又能助你 一臂之力的贤惠妻子 你需要的是一个 能为你辅射仕途打通关节 成为你朱莉的岳家 而齐家也只需要 一个安时 随分主持中愧的当家主母 可这些太安郡主 都做不到 你也驾驭不了这样一个女人 反而 你告诉祖父 说着齐正清蹲下身子 抓住少风的肩膀 迫使他与自己对视 你真的愿意为了 一个女人就此 毁了自己的前程吗 愿意为了一个女人 判离整个家族吗 齐正清的目光 严厉而慈爱 隐隐地右投出 让人不得喘息地压迫 在这目光的逼势下 齐少风心中那一丝 坚持终于轰然倒塌 彻底崩溃了 祖父 他的眼睛红得吓人 眼眶中 四迎着一团水雾 孙儿自小便 在您的教会之下 刻以复礼 严苛待己 从未随过自己的心意 孙儿 就不能任性这一回吗 不能 老祖父的眼中 也缭绕起一团雾气 可声音却如根根刚定一般 愈发坚硬无情 祖父自小也是如此过来的 这六十几年来 从不知何谓随心顺意 何谓自意任性 这便是一家之主 要过的日子 因为全族的荣辱兴衰 都细于你一人身上 一步行差踏错 便是满族的家破人亡 我许你今日有一碗的软弱 与任性 过了今晚 你便要收起你 所有不切实际的起念幻想 做一个冷心冷废 铁石心肠之人 为了一族的荣耀 为了骑士的门眉 可以舍一切 可舍之人 包括你的亲人爱人 祖父 这两个字如此艰难 耿在喉头 却不知后面要说些什么 其正倾阳了阳头 逼回了眼中那一丝软弱 松开少风的肩膀 缓缓站起身来 其家家主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几十年来 她披荆斩棘一步步走到今天 面对孝贤皇后 在宫中的步步惊心 她可以没有一丝心软 面对外甥女郑国公主的冤死 她可以不掉一滴眼泪 这一切只为了 宝骑士一族的兴旺凡胜 就如同她的父亲 交给她的一样 如今也该轮到她的孙儿 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你的婚事我已经定下 其正倾慢慢走到门口 背对着 人跪在地上的少风说道 那一刻 她的声音中似乎苍老了许多 是沁王府的永平郡主 你妹妹少堂也定下了 不日皇上就会下旨 召她入宫 分为贵妃 祖父 少风大惊 回头去寻其正亲 却见她如一杆长枪般 直直地立在门口 妹妹如此单纯 那宫中 后面的话 陡然耿在喉中吐不出来 是啊 还是为了歧视一族的兴盛 少堂又算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如她一样牺牲呢 见少风似乎想通了关节 其正亲也不再多说 推门迈不出去 少风浑身陡然一松 瘫坐在地 此时她很想 仰天痛快地大哭一场 为什么不能 祖父也说了 许她有一碗的软弱 自明日起 她便要做一个 冷心冷废铁石心肠之人了 第五十一张飞未入宫 与此同时 昆泽宫内 那对人间至尊的母子 也正展开一场 内容差不多的谈话 皇上说什么 坐在凤椅上的王太后 转头去看一旁的浩元 脸上似笑非笑 却又流露出几分不敢置信 见她这样 浩元便是一顿 刚刚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差时就弱了三分 她愁出片刻 方才又将刚刚的话 重复了一遍 儿子 儿子是说 既然现在王家表哥出了 这样的是 今日 荣迪又公然在朝上发难 要求娶太安郡主 儿子以为 在太安郡主婚事上 与其左右为难宜人口实 不如 不如让太安郡主入宫 啪 未等浩元说完 王太后便将茶碗 重重往小几上一搁 一下子便截断了浩元的话尾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眼瞅着 不过还有十来天 就与启然大婚了 怎么现在倒提起 让太安入宫 难不成 皇上还想临时换后不成 说到最后 王太后的声音猛然一沉 细细的眉毛高高挑起 浩元呼得 便觉得心头一紧 似那声线和眉毛 都缠着自己的心脏 且越收越紧 不得不说 王太后一直都是个出色的美人 皮肤白皙 眉眼清理 即使儿子都已成年 可他仍未见 有衰老的迹象 依然如年轻时一样 鲜艳名利 执美中不足的是 王太后的容貌 继承了王家人的特点 嘴唇过薄 颧骨太高 尤其那双吊烧凤眼 让原本明年的五官 显得有些刻薄和严厉 王家大小见 王启然的相貌 就急消他姑母 此时王太后就正 用他那双凛冽的凤眼 静静地看着浩元 薄薄的嘴唇 紧抿成一条线 在这样锐利的逼势下 浩元慢慢低下了头 孽如地解释道 不 不 母后误会了 儿子 儿子并不是想临时换后 王室岂然柔家真净 淑得温公 自然是极好的 堪当皇后之位 儿子的意思是 太安郡主 大可以非未入宫 因他出身尊贵 便是封个皇贵妃也使的 浩元的话 尚未说完 不想却引得王太后 陡然大笑起来 非未入宫 哈哈哈哈 还皇贵妃也使的 哈哈哈哈 王太后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扶着一旁的桌案 几乎直不起腰来 月姑赶忙过去 替他捋着后背顺气 原儿 这套说辞 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有什么人 给你出的主意 王太后问完 却也不等浩元回答 便物字继续笑道 定是你自己想的 这满朝文武 就不会有人 唇到给你出这样的主意 浩元一致 随即脸皮 瞬间自长起来 却因低着头 并未让人瞧见 王太后继续道 皇家的妃子 外面说得好听 尊贵无比 是君 是贵人 可再尊贵他 也是个妾 皇家的妾罢了 生出的孩子一样 是树出 见到皇后一样 要行妾礼 便是死后 也不能与皇帝合葬 只能葬入妃灵 因为皇帝身边的位置 那是留给嫡妻的 留给皇后的 皇贵妃 不过说得好听 却终究还是个位分高一点 却连地灵都入不了的妾 你觉得 泰安会愿意 当一个妾 日日给另一个女人 成婚定生 执妾里扶堤作宿 不 她绝对不会 即使是皇家的妾 是皇贵妃 她也不会答应 这不仅仅是 委屈了她的身份 更是打了她母亲郑国 大长公主的脸 郑国的女儿 去做妾 去 侍奉主母 哈哈 那还不如 让她去死 退一万步说 即使泰安她本人愿意 你觉得 我会许她给你做妾 这满朝文武 皇室宗卿 能允许她给你做妾 若真这样 那大齐 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 为国战死的 郑国大长公主的遗孤 入宫为妾 哈哈 这苛代忠烈遗孤的罪名 妥妥地就扣在了我的头上 大齐朝廷 在这满京城的外国 来使面前会颜面尽失 皇家宗师的脸面 也全都成了笑话 皇上 你这想法太可笑 也太蠢 浩元是子仗着面皮告退的 走到昆泽宫殿外 还隐隐能听见 王太后放肆的笑声 和月姑的劝哄声 娘娘慢些 仔细身子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月姑 你不觉得好笑吗 我的儿子 大齐的皇帝 竟能想出这等蠢主意 哈哈哈哈 要不怎么说 还得您来掌舵呢 陛下毕竟还是太年轻 遇事便有些考虑不周 这大齐上下若是没有您 可怎么得了 真应该让齐正轻 那帮老臣们来看看 浩元在门口站了半日 脸色越来越阴沉 身后的小蹲子 去着他的脸色 又看了看昆泽宫镇满院的宫女太监 忍不住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皇上 天儿不早了 咱们回吧 浩元狠狠地一甩袖子 转身复手而去 小卷子慌忙招呼着随时的太监宫女 赶紧提着灯笼跟了上去 直至走到一处僻静所在 浩元方停住脚步 仰头望着满天繁星 怅然而立 小蹲子 你说 朕这个皇帝 如何 皇上 小蹲子忙 打发随从去远处候着 自己弯腰 站在浩元身后 小心揣摩着说道 皇上是一代明君 宽和人后 是千古以来第一英明的君主 这马屁 似乎并没有拍到点子上 浩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展颜一笑 而是没了半上 方才自言自语说道 我算什么皇帝 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吧 你见过一个皇帝 会被人连说了三个蠢子的吗 说到最后 浩元的声音极轻 夹杂着哽咽和极度的颓丧 两行青泪 就这样不欺然地流了下来 即使如何用力抬头仰望星空 也未能阻止他们 小蹲子一见 荒得历史要贵 却又想起 身后上有一众的宫女太监 只得强行忍住 绞尽脑汁收藏瓜度地 堆砌出所有能想到的奉承之语 皇上自是聪慧过人 真龙天子 哪能和常人相比 这万里的江山 皇上能统领文武百官 是何等的厉害 他们可全是这天下最聪明的人了 能管得了这一帮天下最聪明人的 岂不就是最最最最聪明的人了 满朝文武 浩元顺着小蹲子的话 轻声念了一句 似若有所思 他是大齐的皇上 这大齐本就应由他来掌舵才是 齐少峰说得对 线下是已到了他清正的时机了 你师父高福盛 现在还病着吗 啊 被浩元呼此一问 小蹲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不过他到底机灵 只是一顿 便立刻反应过来 芒将身子又弯得更低些 眼睛却偷偷向上 瞟着皇上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斟酌道 师父的风寒 似诱中了几分 线下还在家中休养 奴才每次下了职 都要去看他 他对奴才伺候皇上 甚是放心 奴才每次去 他都要仔细问过皇上的饮食起居 朝臣接见 和哪个娘娘亲近 嗯 昊元转头冷冷瞥了他一眼 历史下的小蹲子顾不得许多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趴在昊元脚边 结结巴巴继续说道 可奴才 奴才 从未跟他说过实话 每次 每次都编一些谎话骗他 因为编得像 他也不应奴才 奴才对皇上忠心耿耿 断不敢将皇上的事 透 透露半分 听他说完这番话 昊元的脸色方才稍近 你起来吧 小蹲子盲从地上爬了起来 腰弯得更加低了 脑门几乎要垂到斜面上去 你很好 你师父的圈儿 由你来顶替正合适 高福圣元是太后身边的人 这几年被派来伺候我 也算尽心尽力 既然他现在已病入膏肓 那就让他好生 在家僵养着吧 你也多去照顾这些 已全了你们最后的师徒勤奋 说吧 浩元袍袖一摆 迈不向前行去 病入膏肓 小蹲子猛然打了个冷战 额上便冒出痘大的汗珠 却并不敢怠慢 盲低声应了个尊纸 然后急忙挥了挥手 带着一众随势紧随浩元而去 深夜 七峡山上 卓华就着烛火 看金钟刚传来的飞歌传书 三姑又长了一盏灯 轻轻地放在卓华旁边 随后冲着后在一旁的浮风 摆了摆手 浮风这才行了一礼安静退下 回去犒劳 他那连夜送信的宝贝 红雪兰信歌去了 这大晚上的 人都快睡下了 金钟怎么这个时候又传信来 三姑轻声问道 卓华冷笑着将手中的字条递给了三姑 白天皇上刚派人来下旨 让我明日朝会上 当众答复荣敌皇子求亲之事 金钟若此时在发生什么 字事应该及时告知咱们才对 以免明日再有个什么意外 让我们措手不及 这皇上竟向王太后提出 那你进宫为皇贵妃 他可真 三姑看着手中的字条 颇有些不可思议 真是幼稚是不是 卓华垂下眼帘 嘴角的冷笑又伸了几分 且不去管他 王太后自是不会随了他的心意 熬过这几日便好了 师父不日就将进京 此时切莫节外生枝 那 今儿白天 李福来替秦二公子传的那封信呢 郡主可想好要如何回信 听三姑问此 卓华嘴角那丝冷笑 便历时悉数化成了苦笑 这个人 怎么也如此幼稚呢 秦浩轩今日送来的 确切地说 应是一封求婚信 内容言简一海 大意不过就两句话 与其让那些乌糟烂透的混账惦记着你 那你还不如就嫁给我吧 我保证 比那些混账要好得多 真是让卓华哭笑不得 我倒觉得这秦二公子 有着一片赤子之心 三姑对秦浩轩的观感颇为复杂 既恐他节外生枝 又十分真是他这份真心 卓华并未去接这话 只是轻声说道 明日让李叔将这封信 原样退回给他吧 别的也不用多说 他本就不在这局中 何苦牵连上不相干的人呢 三姑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自视下去安排 这一夜 卓华无眠 而一夜无眠的 又怎会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还未亮 卓华便已收拾妥当 三姑 敏玉 听雪 摄月 据随事进城 只留福封看家 意味随时传信 卓华命人摆开了一品郡主的全赴遗仗 由宇涵率着一对人马护卫 浩浩荡荡地下七霞山进京 奉旨上朝答复戎敌 太和殿大殿内 当照太安郡主上殿的宣唱声刚落 满朝文武便不自觉地 转身向殿门口望去 朝阳的惊挥下 一身素衣白裙的少女披着晨曦的光运 缓缓走上殿来 如一片云 一道光 就这样刹那间照亮了整个大殿 满是生辉 其少风心中一致 有一颗的恍惚 但也只是那么一颗而已 他转头去看皇帝 见他要用一生忠心报效的君主 此时似乎已然深陷于这种恍惚中 无法自拔 少风不禁心中一审 又暗自苦笑一声 看着太安郡主缓缓走上大殿 肖富拓忽然间竟生出了一丝期待 期待今日在这大气的朝会上 眼前这素衣少女 或许会欣然答应他的求亲 答应做他肖富拓的王妃 第五十二章 寻衅生事 王太后看着殿上偏然下败的浊华 忍不住皱了皱眉 心道 这个太安 竟在朝会这等重大的场合 穿得如此素白 怎么像是有意给谁带孝 太安郡主平身吧 浩元在玉座上愣了半赏未开口 王太后的眉头不由得锁得更紧了 今日照你上朝 为的是荣敌皇子求亲一事 毕竟是关你的终身 须慎之又慎 不知你对此事意下如何 大殿之上一片寂静 这一殿的君臣 其实心中多多少少 还是有那么几分忐忑的 近日几件事看下来 太安郡主形势 着实有些无迹可寻 虽说他父母死于荣敌之手 因怀切骨之恨 可毕竟那时年龄尚幼 恐惧是不深 况且 两国线下已帮交多年 再无战事 亦无国仇 而这荣敌二皇子 又实在生的英武俊义 且身份高贵 很有可能是将来的荣敌国君 假若太安郡主 被这荣敌皇子风便迷了眼 或是贪图皇子妃 乃至荣敌皇后的位子 那今日之举 无疑是引狼入室 不少朝臣又想到 近日经中的传闻 心中更是打鼓 若传闻是真 那太安郡主 才是凤凰真身 被人顶替 又被朝廷如此苛待 他若心中积怨已深 一口印下这桩婚事 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呀 站在大殿另一侧的肖富拓 本是别有目的 可线下看到太安郡主本人 竟忍不住又生出些其他心思来 隐隐有了几分期待 甚至忐忑 可众人的忐忑 似乎是多余了 太安郡主站在殿上 缓缓回道 太安不愿驾驭荣敌 清悦的声音中 似多了一丝沉重 满朝文武 连带着玉座上的浩元 接松了口气 随即又生出几分 预料之中的得意 肖富拓意在心中 自嘲一笑 为自己刚刚生出的那丝 不切实际的期待 果然如此 郡主差矣 并非嫁于荣敌 而是嫁于拓 拓愿为郡主留 在大旗 常伴郡主左右 肖富拓微笑着开口反驳 声音中 似乎藏了一缕春日里的风 染上了一层暖意和温柔 浊华垂眸微微汗手 疏而有礼 却问了一句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肖二皇子看太安 今日这身装束如何 肖富拓不解其意 但仍温言赞道 郡主风姿不俗 自是淡庄农魔总相宜 浊华并不接话 而是自古说道 剑元十年 林家军出城 届时不过 三千三百五十一人 后日渐壮大 至剑元十四年 太安出生之时 已达三万之重 均是一逐年增进 其间 经大小战役近百次 且从无败计 更有桃山大劫 勿有大劫 多少名将忠室 血洒疆场 换回大旗十年的太平安康 然 雍和五年 平成之意大败 浊华说着 抬头看向玉座之后的那道珠连 珠连纹丝未动 浊华眼波一转 又看向殿中重臣 林家军近四万将士战死 伤者无数 损失大半 激进覆没 辽东大将军 凌云战死 其七郑国 大长公主战死 敌国大将 取凌云首级 悬于百尺棋竿之上 日夜寻游示众 其尸体 被以鲁辣之法制成干尸 运回敌国 已资妖功情赏 郑国大长公主当时 身怀六甲 已尽临盆 为救夫君 本已撤出平城 却舌身回城救夫 不想途中因奸细 出卖遭遇伏击 血渣而死 一尸两命 幸而副将柳龙孝赶到 才使郑国大长公主的 尸身免落敌手 说到此处 浊华双眼泛红 声音却愈发铿锵 如金玉质地 睁然有声 满朝文武有不少奶出 文平城之战细节 此时漠不兴 痛悲切 更有的 以袖掩面悲怆不已 也有的只垂头不语 沉默已对 浩元背后那面珠帘 依然静悄悄地 纹丝不动 翘无声息 平城之意那年 萧富拓十二岁 本因同其一母兄长 萧富开一样 上战场历练 却因其母韩皇后 并重世纪而错过 此战虽听田策 说起过些内幕 但有些细节此次 还是头一次听说 不禁也听得呆住了 陷下虽两国邦交 似是国恨已无 可泰安家仇仍在 我这一申诉白变 是为那林家军的四万将士 为林大将军 为郑国大长公主 以及他肚子里 尚未出生的孩子 而带的笑 那四万将士的在天之灵 他们的父母妻儿 还有郑国大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的在天英灵 时时看着我 看着这大旗上下 看着他们要保护的大旗百姓 也看着他们的仇人 晴天白日 大殿之上 却陡然吹进一阵风来 扑拉拉揭起众人的衣角 有那么几个人 突然就冷汗 森森面色惨白 玉座后的那面株帘 一随风微动 呼听哗啦一声 四十年后的太后 失手碰翻了茶碗 所以 浊华嘴角勾起一眉冷笑 稍纵即逝 她转向萧富拓 一双秋水波澜不起 却涉心动魄 我不能嫁于你 垫上一片安静 泰安郡主于早朝之上的一番话 待散朝之后 未用多时 便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百姓们奔走相传 这才知道 平城之义当年竟如此惨烈 不仅折损了我 大骑四万将士 更有林驸马死状之惨 郑国大长公主 又竟一尸两命 时隔多年 京中百姓 再次因当年平城之义 群情激愤 且说那戎敌 二皇子肖富拓 大骑朝会上直面 泰安郡主 陈述当年戎敌 与其父母之战的惨烈之状 却未受半分影响 也是 当年之义 毕竟是他们戎敌 占了便宜 当然 求亲一事 就此作罢 不过这戎敌皇子 却又生出别的事来 当殿恳请 亲自护送泰安郡主出城 以表 对当年戎敌对手的敬意 许是累了 王太后此时 精神不济 也未等浩元开口 便出言准了 肖富拓的恳请 又聊聊几句 草草打发了卓华 于是 卓华出了太和殿 重百一品郡主的遗仗 打道回府 而戎敌皇子 亲自骑马行于 郡主车架旁边 护送出城 郡主 托有几句肺腹言 欲相告 不知可否靠近 车架一叙 肖富拓笑咪咪地 看着隔在他和郡主车架之间 满身防备的宇涵 冲着车内 高声说道 此时 已出了皇宫 行至朱雀大街 道上早 已肃清了行人 各处回避 路两旁 拉上了围漫设了官房 宇涵自着华从宫中溢出来 便抢先户在车架旁边 对这名义上 为护送的肖富拓字史 都是横眉冷目 满面寒霜 对着这样一个 煞神般的护卫 肖富拓倒也不恼 只笑容满面地 一边看着宇涵 一边隔空喊话 此举不禁让宇涵皱起了眉头 只觉着容敌皇子 颇像一只笑面虎 果然 车内的浊华听闻 此言于窗边 轻声吩咐了一句 宇涵无奈 直起身子 转头瞪了肖富拓一眼 勒马缓行一步 将车架旁的位置 让给了他 却并不远离 只一步一驱地 跟在肖富拓身后 似防着他一般 肖富拓嘴角一翘 不慎在意 他此时有更重要之事 要办 今日听闻郡主 所述当年平成大节 不 平成之一的细节 拓心下 一颇为感慨 只是当年两国敌队 双方将领各位其主 也是不得已之事 车中的敏玉 看了三姑一眼 不知车外 这容敌皇子 到底要做些什么 浊华垂眸 端起茶缓缓喝了一口 只听外面继续说道 拓这里 倒是得了几件事 关平成之一的心秘 想与郡主共享 肖富拓说道 此处顿了一会儿 可车内 却依然静悄悄的 泰安郡主 并未如他所想那般 急不可待地 探问这些心秘 肖富拓无奈 只得继续说道 郡主与当今大齐 皇帝原有婚约 是大齐建元皇帝 下旨赐婚 这是 拓曾听说依二 献下大齐皇帝 禁令娶王侍女 大齐上下 实在是搏带了郡主 可是郡主 若与另一件天大的秘密相比 这王室矫诏另立皇后之事 恐怕就算不得什么了 你可知当年 平成之意背后 肖二皇子 肖富拓的话说到一半 却不想被出言打断 截住了化尾 泰安廷 文荣狄克汗近一年来 身体似有不爽 二皇子虽贵为嫡子 母亲为高门寒誓 荣狄国君的原配皇后 可怎奈 却英年早逝 已轰逝多年 而您上面 还有一位季后 雕士所出的兄长 且这位 雕士皇后身子康健 又异常得宠 就不知 若荣狄克汗一旦吸去 二皇子 可有把握夺嫡 面对长幼有序议说 这夺嫡又有几分胜算呢 浊华一连番的发问 十分不客气 更直言 荣狄克汗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荣狄国内 会因夺嫡而大乱 这样翻言论 让肖富拓 如何还能继续挂着一张笑脸 于是 历时沉下脸来了 十分不悦道 郡主慎言 实不应随意 造谣我容敌 自古历似一礼法宗规 有敌历敌 无敌历常 车内的泰安郡主 似乎并未听出他的不悦来 只一味继续说道 貌似两位 皇子皆为皇后所出 均为嫡子 可二皇子身上这段 长幼有序之说 却并不是不可破除 听闻此处 肖富拓一经 竟暂且忘了 原本欲挑拨 泰安郡主与大齐之言 郡主此话何意 浊华在车内微微一笑道 二皇子可知伤咒王帝兴 与他兄长威子齐的故事 帝兴虽为伤王帝 以原配王后所出 却并非长子 威子齐生时 齐母为妾 后来财力为王后 初始老商王帝 以玉立长子威子齐为君 怎奈朝臣竭力反对 称威子齐生时 齐母为妾 本为恕子 虽后继为妻 其子述出身份 却不能变 帝兴生时齐母为妻 才是真正的嫡子 故应立为国君 宗法组制本就如此 异国根本 莫敢违逆 二皇子本 为原配皇后所出嫡子 又何必在意一个数字 浊华一戏话差时 让肖富拓 醍醐灌顶 毛色顿开 他面上一肃 悉数受了之前的轻慢之心 再马上忙又一拱手 谢郡主叫我 不敢 浊华未等他说完诱道 前面城门在即 山高路远 二皇子不如 就送到这儿吧 多谢今日相送 来日若皇子登基 泰安定于七峡山上摇住 浊华话音刚落 与寒便以催马上前 将肖富拓挤离了车架 肖富拓苦笑 只得无奈 行礼道别 利于道路一侧 眼睁睁看着这对人马 浩浩荡荡出了城去 皇子刚刚可说了 随行的田册 催马来之销 富拓身边问道 他在我说到锦要关头时 突然截断了话头 再加上之前朝会上 对平城大街的细节 吱吱甚详 这个泰安郡主知道的 应该甚多 远不用你我挑拨 网做小人 如此说来这位郡主是 准备逆来顺受 此次我们来大骑 尽无功而返 不 肖富拓嘴角上扬 笑容意味深长 泰安郡主绝不简单 而此次之行 也不是一无所获 那乡浊华的车架内 三姑笑盈盈地 将茶杯珍满 看来这戎笛 要先乱上一乱了 浊华听后 微微一笑 这戎笛二皇子 不用这咒王嫡子的典故 倒还好 若是用了 虽占着宗法大义 可却终是咒王无道 祸国殃民 想必那荣狄大皇子 也不会放过这个口实 管他们怎样 荣狄蛮子最好都自相残杀 全死光了才好 敏玉双目 通红在一旁忽然说道 画壁便将头撇向一边 似专心 去看车壁上的花纹 浊华看着他 叹了口气 三姑真了杯茶地 到了敏玉手中 敏玉的娘和弟弟 均死于平城之战 他与戎敌也是 有着血海深仇 郡主移仗 缓缓行进 过了朱雀大街 又踏过了永定桥 不多时 必要出城门了 而京城中最大的 九楼雅四居内 此时三楼临窗的包房中 正有一悬衣 俊美少年 平窗而坐 远远地望着 移仗队伍 面色阴沉 独自拔斩 见泰安郡主 移仗渐行渐远 他眉宇间的抑郁之色 愈发沉重 忽然 这少年弃了酒杯 猛地抓起一旁的酒壶 仰手便倒入口中 不多时一壶酒 悉数灌入腹内 火箭 上酒 上一滩来 这酒 似乎是苦水做的 否则为何入口 如此苦涩 秦浩轩满心苦闷 无可诉说 却仍忍不住转头 眺望窗外那队 已经远去模糊的队伍 今早包大海 将他的信 原封不动带回来时 他便知道 浊华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他 那一刻 整夜的无眠 一晚的忐忑 满心的欢喜期待 差时全都遭了 重锤雷击 统统被打成鸡粉 他此刻 很想就此追上 浊华问个清楚 问问他 他哪里不好 为何拒他 难不成 他还真要嫁给 王天昊那个杂碎不成 可他到底没有动 他不敢去 他怕如此当面一问 浊华会再次当面一拒 且拒得更彻底 更无情 情 对 情 浩轩知道自己 大概就是所谓的动了情吧 情之一字 果然追心刺骨 痛彻心扉 浩轩抓起小二 刚刚送来的一坛子酒仰博 又灌了进去 客官 您这样喝酒会醉的 店小二好心劝道 浩轩摆了摆手 让他不要多嘴 随即扔快银子给他 小二接过来一看 足有三四钱重 历时乐得眉开眼笑 刚要开口奉承几句 忽听外面 闹哄哄的 又有人 趾高气扬的在嚷嚷 快把我们家浩爷 订的酒席 给抬出来 派人好生送到别院 若误了王相府的差事 你们一个个 都吃不了兜着走 随后 便见酒楼掌柜的 一叠声地寻上楼来 匆匆向浩轩告了个罪 便拉着小二往外走 口中叙叙地说着 这送酒席的人手不够 你先去跑上一趟 差事办好了 那王公子 自是不能少了你的赏钱 小二被他拉着 不情不愿地孤躲着嘴 边往外走 边小声嘀咕着 那是个什么别院 分明就是个银窝 一院子的男男女女 就没个穿衣服的 每次去那儿回来 我都要洗上几回眼见 我看在院子里 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 就没有一个 是干净的 哄 秦浩轩喝下的酒此刻 差事全化 成了血气 涌上头顶 他扔下一块银子 踢起一旁配件 闪身悄悄潜出了酒楼 第五十三章 银窟 王首府之子王天后 与兵部尚书陆良川的小妾 姚巧娘偷情 却不想被陆家五小姐捉奸在床 这陆五娘 性子太过火爆刚烈 当场便将二人绑了一顿好打 又砸了姚巧娘偷情的嫁妆铺子 历史引来一众百姓围观 此事闹得甚大 虽然后来 王志压着王天后 去给陆良川演了一出负金请罪 随后两人便唱起了将相和 可陆良川脑袋上 那顶绿油油的帽子 却实实在在地戴牢了 就算是他二人 唱了整出的将相和 恐怕连他俩自己也不相信 对方自此会一点嫌隙全无 陆良川 一直是王志朝中的重要同盟 线下幼稚妻郑青等人 闹腾着太后还政 正是王家用人之急 谁知自己的儿子 竟先挖起自己阵营的墙角 把王志气得 恨不能立刻打死这个孽障 可哪成想 请罪王后回得府中 他刚命人请出家法 老太太就扶着丫鬟 哭天枪地奔了过来 静止扑到王天号身上 说什么要打 就先打死他 而王夫人站在一旁不但不劝 反而自己哭得更凶 气得王志浑身乱颤 抖着手指着王夫人 连说了三个慈母多半 随后袍袖一挥 负气出府去了京郊别院 王志一走 大小两位王夫人 立时收了泪水 盲命人将王天号搀扶起来 好生伺候着 梳洗换衣喂水打扇 王老夫人更是心疼地 将人搂在怀中一顿妈撒 想至少他所受之苦 几乎又要落雷 又想起刚刚王志去时 暴跳如雷的样子 便十分担心 于是转头和王夫人商量道 他老子现下正在气头上 回来定还要寻浩尔的麻烦 不如让浩尔出去躲一躲 也不去远 卢儿胡同的那处 别院就好 前几日浩尔还在那里闭门读书 一应东西俱全 再带些得用的使唤人 也就禁够了 若他老子问起 咱们娘们只咬紧了牙关不说 待过上几日他老子消了气 也就好了 那王天号窝在祖母怀中 一听此话 立时欢喜得无可无不可 这几日 未求娶泰安郡主他 并不敢十分胡闹 不说清心寡欲也差不多了 实在也是把他给憋狠了 否则未必能道出姚巧娘那时来 如今既然事已出了 不如索性破罐子破摔 又像之前那般逍遥快活才好 至于求娶泰安郡主之事 自有太后姑母和父亲去操心 他只快活他的 可心里虽这么想 嘴上却不能如此说 王天号只做出个 不情不愿的样子 一头滚到祖母怀中 父亲说道 祖母怎么要赶我走 我哪也不去 我要留在祖母身边 绝不离开祖母 否则想祖母了怎么办 这一声声祖母叫得甚是窝心 只把老太太 哄得心都快化了 搂着王天 好直叫着我的乖孙 又怕他真的使气不去 于是好言哄劝道 祖母哪里 啥得赶你出门 不过是你那老子现下 正在气头上 凶神恶煞一般 你这成日里 在他眼前晃 说不得寻个错处 就把你给收拾了 祖母的意思 是你先到那别院 小住几日 待你老子不生气了 咱们再回来 王天号心道 一辈子不回来才好 此时想起别院中 藏着的那两个油物 更是抓心挠肝 几乎立时就想奔去 可嘴上仍强做苦闷的探道 我若想祖母了 可如何是好 说得老祖母眼泪 都快落下来了 只得妈撒着王天号说道 祖母自恃也会想你 不怕 待过上几日 就能回府了 那王夫人 虽然知道自己的儿子 几斤几两 并不像王老夫人那样 一味的溺爱 可无奈 她从嫁进王家时 便是个恭敬孝顺的 家中上上下下 全凭老夫人做主 自己道不大 有什么主意 平时一如各 聚了嘴的胡落 只知竭力孝顺 并不敢善砖善断 当然 这也是王老夫人 和王太后 看中她的原因 此事一听婆婆出此主意 自是觉得极好 于是事情 就这样定下了 王夫人马上吩咐下人 打理行装 又轻去挑了几个 得用的使唤人 府中上下 一片忙乱 不消半个时辰 便收拾妥当 在王志回府之前 赶紧把王天昊 送出府去避难 王天昊撅着个嘴 做出一副 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 依依不舍地 拜别了祖母 母亲 谁知一出府门 便迫不及待地 跨马扬鞭 扔下一众仆从 独自飞奔向别院 若问这王天昊 为何如此 急不可待地去那别院 只因别院中 藏了两个人 一患红香 一患绿爱 王天昊自小便 是重臣之子 太后的侦儿 皇上的表哥 身边自是为了一群 竭尽凤银之人 投其所好 送人送物 只为得他王大公子的亲眼 甚至一句称赞 而王天昊 自从懂人士起 便好色诚信 迎反斜杠荡至极 除了喜好女色 竟在男色上 也来者不惧 且颇有些偏好 那些凤银小人 知道他颇有些 分桃断秀之好 自是如苍蝇般 一轰而上 或献上鸿铜美男 或尽毛遂自荐 皆挖空心思 百般奉承 这红香 绿爱便是某义武品官员 亲自去江南寻来的 及清俊的鸾童小官 二人掌香俊秀 肤白如雪 身段妖娆 竟胜过女子 却又不似女子那般 柔媚软糯 自有一股薄发阴气 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且据说身怀绝技 伺候了王天昊几夜后 便让他愈先愈死 只恨不能日夜 将他二人拴在身上 可这样的两个人 毕竟尚不得台面 别说带回府中 便若是被他爹王制止到了 这二人 恐怕连性命都得丢了 于是王天昊 只能将这两个宝贝 藏在别院之中 之前 因为一心求取 泰安郡主 便暂且将这二人 丢开手去 如今诉了这几日 忽悠想起他俩 自是心仰 难耐迫不及待 果然 王天昊一到别院 先不管那群 正经的妻妾 而是直奔红香绿 爱的院中去了 一进门便拉了两人亲嘴 口中胡乱喊着 青青想死人了 那绿爱还好 性子温顺 只认他胡闹 可那红香 却是个泼辣的 一闪身便躲了过去 自去寻了把椅子 撩袍子端坐 冷笑道 公子这几日 在家好生快活 听说 连人气都勾搭上了 哪里还想得起 我们二人 这红香绿爱 虽是小官 但自小劳宝 也让其读书识字 只为能养些情趣 卖上的好价钱 故此两人站在一处 行动坐卧 竟如翩翩 闻生公子一般 有几分读书人的洒脱之气 此时红香又做这样一副 一衬一洗的样态来 更是爱的王天号 抓耳挠腮 欲反邪干火分身 伸手过去一把 便将他抱住 顺势把两人一起 扯到床上 口中百般求告讨好道 好人儿 那些的残话败留 怎能与你们这 金尊玉贵的人儿相比 我自是有眼无珠 只是想你们想狠了 倒拿别人出气 你俩也不用气恼 我明日便派人去斯雅居 订上一桌上好的头等洗面 亲自给二位哥哥赔罪如何 只是今日天色已晚 咱们三人先早些歇歇了 才是正礼 说着便亲自放了违慢 一夜自视极尽荒唐 饮反邪杠乱无度 这些暂且不表 且说第二日 王天号果然派人去斯雅居 定了头等洗面 位置晌午便又派人去催 也是他时运不济 倒了大霉 派去催袭的人在那儿 狐假虎威叫嚣之时 正撞上了独自喝闷酒的秦浩轩 浩轩听闻殿小二的一番抱怨 只觉得怒火直冲头顶 想着若浊华嫁给王天号这等败类 不知要受多少搓谋 于是起了心思 玉根去看看 那王大草包到底斯德败坏成何样 他暗中跟到了罗胡同的王家别院 又悄悄转到了后院山墙外 见四下无人 方掏出一条玄色方金 眼了面目 随后弯腰提气 一纵身便越了上房戟 浩轩提见隐匿行踪 远远跟着那送饭的伙计穿房越戟 不一会儿便来到红香绿爱的院子中 他先找了个屋脊隐藏身形 随后卸了两块防瓦向屋中望去 这不看还好 一看浩轩灯 实气的血气上冲 且机遇作呕 屋内王天号为着寸履 正与两个赤身贯体的人在那胡闹 可仔细一瞧 那两个和他胡闹的竟然皆是男人 浩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世上怎么尽还会有这种人这种事情 这已不是什么荒淫无耻了 简直就是畜生不如 这时屋内的仆从 伙计们垂着眼睛手脚麻利地将酒洗白好 然后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王天号方才携着那两个白瘦的男人起身 也为穿件衣服 就那样没羞没骚地坐到了桌前 一个小官夹了口菜 味到了王天号嘴里 另一小官倒了酒 自己先喝一口随后 竟不给了王天号 真真是丑胎百出令人作呕 浩轩强忍着恶心 刚想抽身离去回家 好好洗洗眼睛 且还寻思着如何去找卓华告上一撞 劝他切勿跳了火坑 谁知未等离开 呼听屋内有一小官作章作智地拿捏着嗓子说道 恭喜公子就要成了那泰安郡主的一兵 听说那泰安郡主颇为有钱 十一丰厚又是个美人 到时候公子可别忘了咱们才是 哎 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王天号心中得意 便忍不住摇头晃脑地跟两个小官显伴 泰安郡主那不是颇为有钱 那叫富可敌国 他人嘛 何止是个美人 简直是仙女下凡 等我和他成了亲就带你们回郡主府上去住 也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神仙人物 两个小官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拧嘴笑了起来 公子竟说大话 只听说有公主府的 从未听说有郡主府 郡主不都是与公婆同住吗 再说便是真的另开府邸 那泰安郡主又怎会容得下 我们这样的人 说到最后那小官竟然渲然欲气 慌得王天号连忙一把抱住了他 口中哄道 我的儿 你不知道 那泰安郡主父母已经战死 他不过是个姑女 我那太后姑母 为是慈爱自会 在他出嫁时 后待于他 次座宅子又算什么 到时候 我自立门户出去令过 自是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带着你们两个 在身边 简直不要太简单 到时候 我就把你们这两个魔人精 拴到裤腰带上 只怕你还受不住小爷的威风呢 说到最后 王天号迎笑起来 荒唐邪乌 简直不堪入耳 尹阁他怀中的小官轻推了他一下 却听旁边 另一个小官冷笑一声道 哼 公子 且莫拿话框我们 我哥哥刚才所问及时 那泰安郡主身份高贵 又如何能容得下 我们兄弟儿 诶 我的儿 这有何好担心的 王天号回身 去搂另一个 他是当家主母 自是不能善渡 到时候 你等只尊了本分 好生伺候于我 又敬他为主母 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他真的 善渡不容于你二人 我也自然有的是办法 让他就范 届时他已嫁给了我 又是一介孤女无依无靠 自然我便是天 想把他怎么样就怎么 王天号话未说完 胡听呼啦啦房上 瓦片作响 随即眼前黑影一晃 还未待看清 脸上 便被啪啪啪啪左右开弓 连抽了十数个嘴巴 那力度之大 如铁掌一般 简直不似人手 直抽得他头晕耳鸣 眼貌惊心 牙齿静落 血涌如注 第54章去世 浩轩在房顶看见 王天号与两个小官私混 其警甚是不堪 直气得他血气翻涌 本想抽身离开 再去寻卓华告上一桩 乃成想 徒又听那三个 五尺银棍义 论起卓华来 乌言慧语不堪入耳 王天号更直言 将来欲陷卓于银窝 且又其他孤女无依抑郁 要好生搓磨 一听这话 浩轩哪里还能忍住 刚刚喝的酒灯时 全都化成熊熊木火直冲头顶 于是 将宝剑往身后一插 随手扒拉开鸡块瓦片 纵身跃入屋内 直奔王天号 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左右开弓 巴掌似于点一般 抽在他脸上 那红香绿爱 突然见一蒙面汉子 从天而降伸手便打 接下的面如土色 张嘴就要喊人 浩轩哪能让他们叫出声来 先回身一个刀手 披晕了红香 随后抬起一脚 又踢昏了绿爱 动作快如闪电 二人未等出声 便如死猪一般被撂倒在地 此时在看王天号 整个脑袋肿得硕大 两只眼睛几乎疯死 乍一看竟很像个猪头 且身上位着寸驴 一团瘫软白肉堆在地上 甚是丑陋恶心 旁边还瘫着 两个一丝不挂的小关 场面银泥 放荡污烂不堪 浩轩眼中 不禁燃起了两簇火苗 怒火已是成燎原 他抬手枪郎郎 便抽出了宝剑 王天号还默等看清来人 就被一顿嘴巴 抽得晕头转向 摊在地上猛了半天方 才反应过来 这是家中遭了强盗 简直岂有此脸 王天号虽然壮如猪头 可心中气焰十分高涨 刚欲拿出乡辅公子的 气派自爆家门 开口训斥 谁知模糊间 忽见那贼人 枪郎郎抽出了宝剑 瞬间周围气氛一宁 杀气抖中 王天号下的历史 什么都忘了 张口就要叫人 浩轩一剑 哪能让他发声 剑剑一挑 戳起桌上一只烧鸡 直直便塞进了 王天号的嘴里 把王天号的求救之音 悉数堵回口中 随后宝剑一横 剑锋对准他的咽喉 王天号灯石下的面色惨白 鼻涕眼泪一起流出 更有一股心骚涌出了胯下 这个耸包 竟然当场吓得尿了 竟是这样一个 污烂不堪 且没有骨气的耸祸 浩轩皱着眉头 实在想不通浊华 为何默认了 要嫁于这样一滩臭污烂泥 他本想手腕一抖 就此取了这个狗祸的性命 已断了浊华的封面妄为 可忽悠想起 之前七峡山上浊华 信誓旦旦之言 若伤了他的性命 便和他结下了怨仇 浩轩眉头紧锁 心中狠狠叹了口气 罢罢罢 暂且饶过这狗祸性命 可转眼看着这一地 得淫会糜烂 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来 于是手腕一抖 剑剑下移 剑光如电 快急如风 只听扑呲 阿鸦两声 一道血柱直见为慢 王天昊大叫一声 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被人一剑去世 自此成了阉人 他又痛又下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浩轩淹了王天昊后 想了想 随后用剑尖 从床上挑起 一剑白色卸衣 扑在一旁 却满屋寻了个遍 未找着一根笔一方莫来 无法指得在王天昊的肩头 又刺了 划了一剑 站着写写了份罪状 此人戏王首辅之子 王天昊 其作恶多端 有备人伦 罪行累累 不能细数 经特有狭义之事 替天行道除邪成恶 一 不敬先帝 犯物逆大不敬之罪 该死 影射的却是前些日子 夜闯七峡山 见先帝上方宝剑 不贵之事 二 抗旨不遵 该死 这说的 却是太后原以下旨命亡 天后闭门读书 而他却依然出来胡闹 三 淫荡无耻 通奸人妻 该死 这自然说的是 两日前 姚巧娘之事 四 混乱阴阳 禽兽不如 自日轩淫 弥烂无耻 该死 这自是说的此时此刻之事 写吧 浩轩一把 抗旗晕死过去的王天昊 拎着血书提着剑 开门一纵身 又跃上了房顶 也是那王天昊 自己作死 因素来胡闹时 丑胎百出 为了不扫了自己的兴致 他在哪个院中时 除非吩咐 下人 皆退出院子一个不留 以方便他胡天胡地地去闹 这红香 绿爱又浑身的花活 自是比旁人更甚 因此院中人等 一早就远远退了出去 生怕污了眼睛 或再冲撞了他们三人 故此 浩轩闹出如此大事 竟未遇上上一个下人 他非言悦己来回两趟 如入无人之地 这满院子的仆妇 接个字躲了清闲 或在屋内 或在花架下 喝茶的喝茶 吃果子的吃果子 只等着公子 尽了心再来叫他们 竟谁也没有发现 不知不觉中院子里 少了三个大户人 罗儿胡同本在闹市 邻着朱雀大街一头 并连着一旁的集市 胡同口立着一座 守节牌坊 戏本朝为经表一位 守节53年的 虎寡妇所历 今日 因泰安郡主的遗仗 要打这儿过 便提前清了闲杂人等 各家关门避市 故此街道上 有那么一阵 十分冷清 等泰安郡主的遗仗队伍 过了此处 方才解了官房 允许百姓出来 开始走动 谁知 有人一抬头 赫然发现胡寡 牌坊上绑着一个 浑身是血的裸体男子 而他脚下 还躺着两个 一丝不挂的男人 三人皆昏迷不醒 又有一件 写满血子的 卸衣服于一旁 大街上顿时大乱了起来 大姑娘小媳妇 君高声尖叫 捂着脸跑回了家 而那些 无所忌讳的男人老郁们 则呼啦啦 将这一处 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家十分好奇 这三人是何来头 尤其那被绑着的男子 似乎被人去了南根 给淹了 百姓的好奇之心 向来极重 不多时 人越聚越多 将整街都给拥堵制色了 有那十字的 大声读了索夫的罪状谢一 方知此为王首府之子 而当读到混乱阴阳 禽兽不如 时 在一对线下这三人的情形 还有哪个不明白的 不少人不由地轰然大笑 众人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这么大动静 消息自视不一会儿 便传了出去 别院离得慎静 下人们得了街上的消息 顿时街下的魂不附体 王召集人手 赶到街上驱开众人 将王天昊等三人救了下来 也不敢耽误 收拾了车马 立时便将这还晕着的三人 送回了乡府 顺天府也被惊动了 刘达派出一对人马 将周围接到团团围住 挨家挨户搜查 更捉了无数的嫌疑人 京城上下顿时击飞狗跳 此时王志虽以下潮 却尚在衙门里没有回府 家中只有大小两位王夫人 乍一听别院的仆从 战战兢兢来报 说大少爷似是被人给淹了 王氏婆媳二人先是猛了 随即看见被人抬进来的 浑身血污昏迷不醒的王天昊 王老夫人立时万剑穿心 大叫一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直挺挺地向后仰去 众人顿时又乱成一团 王夫人一头扑倒过去 扶着王天昊 一口气憋在胸口 吐不出咽不下 整个人抖成了筛子 扶着胸口 拿手指着众人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那两个贴身伺候的大丫鬟 见此情形 吓得忙过去顺其 其中一个叫琥珀的丫头 倒是有几分见识 并未慌了手脚 而是急声说道 夫人切莫着急 线下老夫人痛急晕了 全家都指望着夫人呢 夫人可是想派人肃 去请大夫来 再让人请了相爷回府 王夫人听闻此话 知道自己尚不能晕 却怎么也压不下 那翻涌的血气 只觉撕心裂肺 也说不出什么 蝙蝠在王天号身上嚎啕大哭 边冲着琥珀摆了摆手 琥珀见夫人授权于自己 不敢怠慢 王先派人去请大夫 又速速去静思居 请了大小姐 王启然来主持大局 并吩咐了小厮 赶紧去衙门禀报王志 随后命人将别院中的 一杆仆从姬妾 包括红香绿爱那两个小官 一并锁到后院柴房中去 只等相爷回来发落 这面王夫人总算缓过一口气来 历时便嘶吼着 要将那一别院跟去伺候的人全部打死 琥珀又忙上前好言相劝 只说等相爷回来查明了真相 再发落也不迟 王夫人又想到之前 是婆婆王老夫人出的主意 让王天号去别院小住 不由得心中愤恨 连婆婆也连带着给恨上了 王志那相得了消息 真是又惊又痛 她知道王天号被母亲 妻子送出去避祸 也自然知道是藏在了别院之中 只是荣笛求亲之事 着实令人心烦 便暂时未去理会儿子 却不想进出了如此大事 她急奔出衙门 哆嗦着手接过随从递来的缰绳 打马奔回府中 此时王向府内已是乱成一团 老夫人昏迷不醒 王夫人只知豪哭 王启然到底是个 没经过事儿的年轻小姐 且还是这等事情 此时只能乍着两手 急得干瞪眼 全家上下线下 倒只靠着丫鬟琥珀 勉力支撑 颇觉得心力不足 一见王志回府 历时松了口气 忙上前将事情经过一一相报 暂且不提那王志 是如何用雷霆手段 彻查此事 欲寻凶手 却毫无头绪 又是如何处置了 别院中的一众随从机械 尤其是那将将苏醒的红香 绿爱二人 只说京校七峡山上 卓华握着李福来传来的纸条 简直哭也不是 笑也不是 怒也不是 气也不是 初始李福来飞鸽传书 告知他王天后被淹之事 卓华便觉得 此事大概与秦浩轩脱不了干系 不想喂出一个时辰 李福来的第二封《飞鸽传书》便带来了秦浩轩的亲笔请罪书 也未写其他 唯有请罪二个字甚是 硕大扎眼 想必是他酒醒之后 察觉的此事应是为了卓华的心意 故才忙来认罪 这可如何事后 这二公子如此一闹 竟打乱了咱们的全盘计划 三姑也颇有些气怒不得地说道 卓华无奈 苦笑道 传信给李叔 明日让秦浩轩来山上见我吧 至于之前的计划 倒也不怕 毕竟是在人为 第五十五章 摊牌 浩轩再次来到福云庵后面那片桃林时 卓华正坐在亭中煮水煎茶 此时虽桃花游在 却已知西花之期 正是落荫缤纷 漫天飞花 红云花语之中 一素一少女安然端坐 粉面硬霞 素手烹茶 乌鸦鸦一头黑发 清风徐来 一美偏仙 吹起一缕青丝 落下一半桃花 就这样 舒然划过胸口浮在心下 卓华抬头见他来了 展颜一笑 可要饮一盏茶 浩轩只觉心头一颤 那清风黑发 那粉面桃花 此时似乎秃地 结化成了胸口的一粒朱砂 就此定在心上 难以跟拨 他走了过去 对面而坐 接过卓华递来的那盏茶 一饮而尽 许是被他喝酒般 饮茶的样子 给逗乐了 卓华嘴角青阳 垂眸伸手 又去冲茶 昨日之事 到底是我鲁莽了 浩轩愁愁着开口 虽不知卓华 为何会如此重视王天后 可待他酒醒之后 心中确知自己 大概是闯了祸 想到卓华 大家会生气 于是赶紧巴巴地 一早赶过来解释 我只是 只是觉得 你不应该 嫁与王天后 那样的混账东西 哦 那我应嫁与谁 卓华的声音波澜不起 随手轻轻 将茶杯推到浩轩面前 嫁一个 嫁一个志同道合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应嫁与我 这样的人 浩轩说的有些心虚 可话中 又隐隐藏着几分勇往直前 卓华一顿 抬头去看浩轩 春日清晨的点点阳光 如细碎的鲸蟹 披萨在这个少年的身上 那是一张郑重而真诚的脸 似乎正竭力表达着他的决心 和坚持 卓华心中一跳 慌忙垂下眼帘 给自己也道了斩茶 开口说起了另一件事 你 可知我父母当年 是如何死的 知道 羽绒的血渣死 这两日经中的街头巷尾 都在议论当年平成之意的细节 当年 竟如此惨烈 你父母 浩轩去着浊华的脸色 没有记说下去 但有些事 你却不知 浊华表面风平浪静 捏着杯子的手指 却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缓缓抬起头 似是要透过这一片桃花 看向八年前的平成战场 庸和五年五月 平成已被为三月有余 届是林家军草断粮绝 镇国大长公主 与林大将军 派出数名崔粮官 前去京城户部崔粮 却都有去无回 派去辽东宁阳城中 布正司处求园的人 也各个无功而返 都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打仗打的便是钱粮 可自庸和皇帝并重起 户部便借口 仇条不利 停了辽东军所有物资供给 而当年 任户部尚书 总管辽东兵马 曹曲然那时 还不过是户部的一个武品郎中 却因善于奉迎 为王室马首是瞻 被王志看中 官运亨通 直接越过了当时的户部侍郎 参管辽东的粮草调配 还有当年的辽东部正史 即是如今的兵部尚书 陆粮川 其职责 本就是协调地方上的粮运调配 供应后援 京中粮响不至 陆粮川若尽职尽责 与辽东鲁帝各处 及时调运粮草 配合前方大军 也能撑上数月支持着 林家军杀出重围 平成之役的结果 就会截然不同 可他却暗中停了所有的地方 粮草酬调 更联合了当时辽东军中叛江 偷偷抽调辽东军立官房 献林家军于孤立无援之地 五月末 郑国公主派出自己的新副长 史官皇义 前去京城求援 皇长使本是一届文弱书生 却因精通兵法 擅长齐谋 而留在公主驸马身边 充当军师智囊 此次冒死进京 只为探查京中情况 且欲凭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雍河帝 调拨前梁增援辽东 辽东到京城两千余里路程 那皇长使 一人一骑 每逢一战 只换马不换人 就这样 愣是硬生生跑了 五天便到了京城 可却万万没想到 一进京中进探之雍河 皇帝于三个月前便已驾崩 但辽东那边 不 确切地说 因是大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 所束手的平城 却被瞒得密不透风 当时京中形势 已然大变 顺平地登基 王氏一党 正竭尽全力 清除一己 广直党羽 辽东的大长公主 与林大将军 自然变成了 他们的心头大患 皇长使大感不妙 这事方才明白 为何数月以来 前方后援一直不到 之前所派崔梁官 如泥牛入海 一去不返 原来反有辽东姓氏来今 王党 皆派人于各城门外无礼 处以逃犯之名截杀 好在那皇长使 大马乔庄 扮作探亲的一厢克敬城 方才躲过一劫 待探明金中局势 那皇长使本欲速 回辽东禀报 可谁知返回途中 却传来大长公主 与林大将军 双双战死的消息 当年之事 竟有如此殷勤 浩轩听卓华所述 简直如听传奇 一般不敢置信 难怪林家军 戍编十年 无一败继 让荣敌闻风丧胆 却于剑云 五年突然大败 原来外敌倒还是其次 就算那王氏一族要清除一己 又因公主驸马 手握兵权 而心生忌惮 但当时 毕竟荣敌大军压境 稍有不慎便有灭国的危险 那王氏怎敢如此豪躲 以大齐江山为主 只为铲除掉你的父母 若万一荣敌一路 杀向京城 那岂不是贪小事大 得不偿失 如何敢以大齐的江山为主 浊华冷笑一声 全域熏心之下 又有什么不敢 有什么不能的 更何况 王氏一党当年 会如此有恃无恐 还因为这其中 有一个惊天阴谋 惊天阴谋 对 浊华抬眼看他 假若当年王氏一党和戎敌 早有勾结暗中串通 以大齐边境 十座城池为主 换取戎敌剿灵家军 诛杀我父母呢 浩轩大惊 里通外国 这 这怎么可能 浊华垂谋 声音凛冽至极 怎么不可能 当年我父亲 是手握重兵的辽东大将军 我母亲是位高权重的参政长公主 二人皆权倾朝野声势赫赫 且又是夫妻同气连之 共进共退 这样的两个人 简直如安睡于王氏一党 侧踏旁的猛虎 如若想要独掌这天下的权势 王氏一党 又怎会容得下他们二人 当年平成之役 先帝尚在病中之时 户部便以国库空虚为由 停了辽东的军饷攻击 那时不知先帝 是否已然知道了 王氏一族的狼子野心 不过即便知道 想必那时他已力不从心 无可奈何 后又有时任辽东部正使的陆良川叛变 不仅掐断了地方上的粮草攻击 更向戎狄提供了平成官房布置的草图 导致戎狄深夜偷袭平成成功 那时平成内的将士们 已被围困数月 正值人困马伐 戎狄狄得了官房图 又有内奸作应 那一仗我林家军拜得十分惨烈 我母亲当时本已被父亲派人护送 先行冲出平成 可却被内奸出卖 遭了戎狄的埋伏 致使 致使他和附中已进临盆的孩子 一尸两命 而那内奸与陆良川 王志等人皆脱不了关系 陆良川在任辽东部正使之前 原还曾因公于林家军中历练过一年 与我父母相熟 与林家军颇有渊源 就是这样一个 与我父亲与林家军将士 称兄道弟之人 却亲手献我父母于敌手 冤杀四万中魂 祝戎狄狄 清散大旗边境残害边关百姓 只因他那娇花一般的才女夫人 王太后的远房表妹 受不住辽东的冬日严寒 陆良川预结了外放调回京城 只为了换取这一点迎头小利 便欣然与王室勾结 设计出这桩毒计 果不其然 此事已经落定 陆良川历时升了一级调回京中 自从二品的辽东部正使 升任至郑二品兵部上书 成了他夫人心心念念的京官 所以 平成战败 我父母之死 那王室勾结外敌是主谋 陆良川 曹居然等人为一己之私听命王室 是帮凶 不过是功名利禄四个字 却要了边关几万将士 百姓的性命 何其可笑 何其可恶 我父母的在天英灵 那几万将士的忠魂 那边关百姓的冤魂 看着大齐 现如今静落在这样一群人手中 如何能明目安息 秦浩轩看着他 一时无言 似是无法消化这个惊天秘密 浊华收回目光 转眸只是浩轩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些十日来 我所做的一切皆有我的目的 炫财漏腹 不过是要引王室起觊觎之心 霸道张扬 不过是想 让王室以为我有一针后 斩露头角 不过是欲使 王室生出忌惮 我所做的这一切 目的便是让王室一族 主动生出觊觎之心 定下我与王天昊的婚约 一听此言 秦浩轩惊讶得无以复加 你此前种种都是 为了驾驭王天昊 他原以为浊华 皆是被逼无奈 却不想原来权势早有计划 我自然不会嫁于仇人之子 可我却需要何王家的 那一纸婚约 浊华说到此处 忍不住低头一探 我本有我的计划 可你对王天昊所为 却坏了我谋划 那王天昊 我原拿他有大用处 大用处 事官复仇 浩轩原就聪颖 浊华这一番话说下来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浊华微微一笑 可是觉得我意想天开 我也不向你多做解释 此时若说给人听 多半会觉得我痴人说梦 发了疯 你就当从未听说便是 我多谢你那份侠肝一胆 但线下 却请你莫要再掺和我的事了 就此你我形同陌路 各尽本分 浩轩文此垂头沉默半上 此时心中原本的疑惑 已除去大半 他终于明白 当夜自己身负重伤 夜宿七峡山相防时 为何模糊 中听闻卓华说 要找个机会 入一点头角 也明白 卓华此后种种原来 皆是出有因 别有所图 仇仪是心存许多顾虑 但却并不认为 此事与他是异想天开 片刻之后 浩轩抬头冲着浊华露齿一笑 你既不会嫁于仇人之子 那么当今皇帝 你也是绝不会嫁的 自然 浊华一顿 点头应倒 你要得不过是一纸婚约 虽不知你整个计划 但或许我却能助上一臂之力 你看 我怎么样 浊华抬头看他 过了半晌 忽而也冲他灿然一笑 二公子好胆量 前路不知 便赶入局 我却是须一纸婚约傍身 可那婚约 却不过是个摆设罢了 我不会受制于他 更不会坚信于他 你可知道 若王天昊 如我所愿 成为局中一子 将来会是个什么下场 不想此话 却并未吓住浩轩 只见他俯下身子 向浊华探镜 眼中似乎有点点星光 我虽不知道王天昊 最终会是个什么下场 可我却知道 我的结果必然不坏 第五十六章 结盟 许是被浩轩眼中的星光 谎花了眼 浊华微微垂谋 又给自己倒了杯茶 虽那只婚约 不过只是个障眼法 可将来却会带来无数是非 二公子恐怕并不知道 自己所要参与的 是一件何等凶险之事 如何凶险 自然是知道的 与大旗的当朝太后 首府结仇 与朝中一半的高官大员为敌 何止凶险 听上去简直是自寻死路 浩轩效益更胜 语气中带着三分调侃 哦 既知如此 二公子还要一事 似是被秦浩轩那满不在乎的语气感染 浊华也仰起嘴角 二公子胆识过人 又聪明绝伦 我只说了身负大仇 便已猜到浊华之前 种种皆有所图 又猜出浊华之后 亦会有不安世俗之举 却仍愿涉险相助 真可谓是狭义心肠 可 浊华生来凉薄 只相信趋利避害 乃人之本性 世人凡愿涉险 无不具有所求 不知二公子又所求为何呢 所求为何 浩轩伸手摸了摸头 竟露出几分腼腆来 也不求什么 若不是我横生之劫 你或许人按计划继续行事 既然我坏了你的事 便自应由我来补救 你既想要一纸婚约为掩护 我便给你一纸婚约 且承诺你 将来你若觉得时机到了 这婚约自可不必作数 说到这里 浩轩便见浊华满眼探究地看着他 似是满心怀疑 不由得心下发急 盲又说道 你妾要信我 若是不信 到时候 大不了 大不了便把我当成那王天昊 按原来的计划行事就是 见他如此急切 浊华反倒有几分不好意思 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 即便我的计划坏了 也总有别的办法 何苦把自己陷入局中呢 听了这话 浩轩心下一松笑了起来 露出两排白牙 你且放心 这是我并不觉得为难 说来我竟也不知为何 就只想让你达成心愿 做你想做 想你所想 如此细想来 以前我还竟从未这样过 浩轩猛然打住话头 似是意识到 自己说得太多了 毕竟浊华如此理智 他表露得越多 便会让他的顾虑越多 果不其然 饶氏止住了话头 浊华面上还是一红 也没接他的话 只稍稍别过脸去 说道 多谢你如此相帮 此事我还得再考虑一二 不过 若是真要劳烦于你 我必不会让你白白受累 听你上次说过 之所以提前进京 是为了娶王志身上那枚暖玉 以便助进王世子 回西北后站稳脚跟 我虽不知你们的全盘计划 又几时回去西北 但我却大概能助上你们一臂之力 娶那暖玉倒也不难 或许 我能给你们比那暖玉更好的东西 当真 浩轩听后 瞬间喜笑言开 那如此便多谢了 说实话 自上次后 我确实不敢轻举妄动 线下眼看西北贺卿的人马 就要进京 我竟然毫无作为 若能得你相助 那可真在好不过 浩轩竭力表现得十分欢喜 一来卓华所述 却是件好事 二来他知道 卓华并不想欠他人情 唯有如此 才方能打消他的疑虑 看着浩轩欢天喜地印下 未有一丝迟疑 卓华不禁有几分动容 他不过是一介孤女 他却信他 不问他计划为何 也不问他是否有那么大的能力 只他说的 他便相信 浩轩下山时 万分的欢喜雀跃 卓华和三姑 站在浮云安后的望云亭上 远远看着他 带着喜宝 一路欢腾下山的背影 如今看来 这进王府的二公子 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且他又愿意 应该会全力配合 站在卓华身后的三姑 轻声说道 卓华默了默 说道 他算是个意外 之前我从未想过 让无辜之人入局 三姑听后轻叹一声 这也是没有办法 时间已经不多了 黄 黄大人就要进京了 沉默半晌 卓华方才缓缓说道 那也只能如此了 与秦浩轩的满脸欢喜相比 喜宝的一张脸 倒更像是一颗 没展开的苦瓜 今日并没有见到茗玉 他明显在躲着她 娘亲那柄护手 短剑几次三番 到底还是没能送出去 一人苦闷失意 一人却志得一满 那苦闷的 自然就看不惯那得意的 于是喜宝忍不住 撅起嘴在一旁 小声嘀咕着 也不知道 公子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闯了那么大的祸 竟一点也不担心 线下整个京城 都快被你翻过来了 京城的四九城门 都戒了言 刚刚咱们出城 就费了好大的事 你还是顶着柿子的名号 冒充他去城外 送有才过的官 贺卿队伍不日变到城外 到时候 又是一番折腾 喜宝这话 倒是让浩轩稍稍一顿 不过转脸 便又笑竹炎开起来 这也没什么 到时候 自然有的是办法 一会儿回去 若大哥问起来 你便说是 跟着我出城 联络西北和清队的先头人马 切莫说差了 说罢他便又脚步 轻快地向山下走去 随手摘了路旁的草棍 叼在嘴里 只觉得这草野田 天野兰 心里舒坦得不得了 喜宝一旁看着 不由地又为米了几分 嘟囔了一句真是中邪了 奄奄地跟在他身后 浩轩觉得自己 大概是真的中邪了 明明浊华已说得十分清楚 这婚约不过是个摆设 他只想用来做个掩护 且是否能成 也都不知 如何就这样兴奋 大概只因如此 便离他又进一步吧 他不知他的计划 可他却可参与其中 荣笛 回狐 梁月等各国使团 来大齐都城 不过是为了 共和大齐皇帝大婚 可不想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 仲来使却在这都城内 看了一场又一场的好戏 最近更是出了件惊天大案 当朝首府的独生儿子 太后娘娘的娘家侄子 大齐皇帝的表哥 兼未来的大舅子 王家大公子王天昊 与鸾同私混 白日宣迎 不成想竟被一名贼人 在大白天给活活去世 最终成了个阉人 此事一出 王家历时满府震荡 千寝良田 就这一棵独苗 王老夫人哪里受得住 当时就昏了过去 宫中王太后文后心急如焚 也顾不上许多 历时亲自带着孙医政 和太医院里的一众姓灵圣手 赶回娘家 御医们给老夫人把了脉后 皆摇头叹息 一个个伏地向太后请罪 王老夫人 中风了 王太后又急又气 冲着御医们 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却最终无法 只能否在王老夫人床头大哭一场 与此同时 王家后院 还有个人是真的发疯了 王天昊变成这般模样 母子连心 王夫人简直如弯心割肉一般 只觉得心头低血 天地不应 可就在此时 想必是王志为了安抚病中的王老夫人 竟自爆出王夫人身边大丫鬟琥珀 已经被她收用 且现怀身孕两个多月 随后立刻光明正大地抬了琥珀为姨娘 亲自分了院子 又挑选一众下人仆妇给她 果然 王老夫人听了这消息 病情竟真的缓解两分 可这边王夫人听到此消息 却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时 便当即发疯一般 砸了满屋的家具古董 随后又遇召集重亲信仆妇 要去撕了琥珀那小仓妇 谁知 原本那些整日围着她表忠心的下人们 此刻全都畏缩起来 大家面面相去 一个个静若寒蝉 谁也不敢妄动 有个嫡系陪方的仆妇 见夫人此刻壮若疯癫 又无人敢劝 心下不忍 于是硬着头皮跪地劝道 夫人何苦跟虎婆那小蹄子一般见识 且现在她有相爷护着 那小院里看护得跟铁桶一般密不透风 我们这些奴才是万万进不去的 她身上又有了相爷的骨肉 万一有个好歹 岂不连累了夫 那仆妇话未说完 就兜头盖脸地挨了王夫人一巴掌 半边脸等时歪到一边肿如馒头 王夫人指着她声嘶力竭地吼道 你是说 我怕了 那仓妇不成 原来平日里竟都是哄我的 成日里 你们围着我表忠心 一到用着你们的时候 就都成了缩伯儿的乌龟 接着又嘶吼着骂其虎婆来 看着平日里装得稳重闲凉 竟原来是个狐狸精脱绳 偷偷爬床地下坐东西 被主忘恩 妻主媚上 忽而又哭起儿子王天昊来 我的儿 你受了这般苦楚 遭了这天大的罪 这全家上下 竟没有一个真心疼你的 那太后娘娘回来 也只守着她娘 大半日便走了 你是她亲侄儿 竟没来看看你 无非是觉得 你不中用了 便忘在了脑后 又恨地骂道 孽障呀 你若是个争气的 我何苦去操这样的心 你线下若是个全虚全以好样的 我管那仓妇生出个什么东西 便是生出一串王八宰子 我也不论 可你如今这副模样 这王家诺大的基业 将来可有你的立足之地 可容得吓你 王夫人这边还没哭完 便听那边王天昊休养的厢房里 乒乒乓乓一阵乱砸 想是她睡醒了 听到这些话 发起脾气来 王夫人立时奔了过去 口中呼着我大 伸手便要掀帘子进去 却不想 一个茶壶秃地飞了出来 正砸在王夫人右边病脚上 王夫人哀悠一声 眼前一黑 就跌坐在地 只觉得头晕目眩 眼貌惊心 夫人 众仆役一见都慌了手脚 忙呼啦啦围过去搀扶 王夫人却着实被砸猛了 半天没能爬起身来 正在这时 王家大小姐王启然 之前听了下人禀报 匆匆赶来 一进院中 便见满地狼藉 下人仆妇跪了一地 她母亲已在大丫鬟马脑的怀中 发散并松 双目紧闭 不禁害了一跳 赶紧命人将王夫人搀扶起来 抬到屋内床上 要让马脑端了一碗浓浓的深茶 给王夫人灌下 半上 王夫人方才长出了一口气 缓了过来 她慢慢睁开眼睛 先见了马脑端着碗 站在床头 不由得一股恶怒陡然挣腾 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似要吃人一板 马脑 吓得机灵一抖 忙向后色缩 借着收碗的袋 赶快离了王夫人的眼 自琥珀爆出有孕 被抬了姨娘 马脑等一众大丫鬟的日子 可谓是水深火热 夫人似把对琥珀的恼怒 全都移到了她们身上 且又疑心颇重 之前不分日夜地 省了她们两天 这才放众人回去 各自当差 想到这儿 马脑不禁擦了擦眼角上的泪珠 心中对琥珀百般脑恨埋怨起来 她倒是平步青云一走了之 留下一堆烂摊子 让众人来替她背锅 这将来的日子 可如何去熬 再说 那坐在王夫人床边的王启然 此时 见母亲的病角处 起了一个硕大的肿包 壮如鸡蛋 乌红发子 心下不忍 掉了下来 可她转而一想 今日此行的目的 便又勉强忍下了心中的悲气 毕竟和此事一比 线下的一切都 不过是些小事罢了 第57章 毁容 我的儿 王夫人瞪走了马脑 转眼见女儿王启然 正坐在床边捶泪 忍不住颤巍巍叫了一声 随后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娘白操了这一世的心 后半辈子 就全指望你了 王夫人妈撒着王启然的发顶 哭得深夜雨淋 半场才说出这么一句来 王启然一听 盲勉强止住泪水 拿着帕子边给母亲示泪 边哽咽道 母亲妾要千万保重身体 如今 哥哥已是这般模样 祖母又因伤心过度病倒了 若是母亲 您再有个什么 可让启儿以后靠谁去啊 一番话 勾出了王夫人的慈母心肠 不由得将王启然 又搂进怀中 嚎啕大哭起来 王启然盲又是一番劝慰 过了半日 方才又慢慢止住悲声 王夫人如此哭了一场 反倒觉得心中的郁节 渐渐散了一些 人也松快了不少 见母亲神情缓和下来 王启然方才试探着说道 母亲如今照顾哥哥 日夜劳累 又要操心这府里的事情 岂而看着实在心疼 现下那琥珀 已被抬为姨娘 又怀了身孕 也算是咱们家的正经人了 且他以前就一直跟在母亲身边伺候 多少的也学了一些为人处事 眉高眼低 上次哥哥出事时 他处理的就十分妥贴老恋 母亲不若就将府中 那不太要紧的差事 交一些给他去办 让您能抽出身来 专心照顾哥哥 又能累一累那琥珀小蹄子 让他知道管家不义 知道您的辛苦 谁知 王启然话未说完 王夫人便猛地 将他从怀中扯了出来 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 声音陡然间隙锐利了起来 你竟让我放权给那娼妇 你可知道 他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背着我爬了你爹的床 怀上个野种 便自以为要鸡犬升天 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现在 你倒替他说起话来 王夫人这番话 说得甚是粗鄙 王大小杰虽不日便要嫁做人妇 但到底仍是个未出格的深闺女儿 见母亲举止疯癫 言辞露骨 不禁皱起眉头 脸上飞红一片 只觉母亲受此打击 简直变了个人一般 哪还有往日里 那温柔闲凉的半分影子 又听王夫人继续说道 现下他在这府中 应有你爹撑腰 成日里作威作福 这两日 不但没见来给我请安 连那小院都跟防贼似的 看得慎严 这副样子做给谁看 玄机顿了顿 又恨恨地问道 你今日这番话 莫不是你爹让你来说的 王夫人的眼睛血红一片 盯着王启然的目光中 竟有了一分狠力 王启然忍不住色缩一下 随即吻了吻心神 直起腰正色道 母亲怎么这样问女儿 莫不是把父亲和我 都当成了仇人不成 您问我谁让我来的 可您想想 这和府上下 包括宫中的太后娘娘 谁不想让我来劝劝您 眼下还有十来天 便是我和皇上的大婚之日 可哥哥却出了 这等事 现在满京城的外国宫使 士族显贵 都在看咱们家的笑话 爹爹 女儿 甚至宫中的太后娘娘 都承认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这种时候 王家更因谨言慎行 一团和气才是 可只不过就因个丫头 怀了爹爹的骨肉 您便大动肝火 闹出这般动静来 岂不是更让别人看了笑话 到时候 别说我和爹爹 便是太后脸上也无光 况且 我这还没入宫呢 家中 就一而再三的生事 太后娘娘便是满心疼我 也到底不免寒心 将来女儿 还如何在宫中立威 还如何同管 六公母一天下 你 你说来说去 不过都是想着你自己 王夫人伸手点着王启然说道 你只想着你自己如何 你的皇后之位如何 你可曾想过你哥哥 他现下出了这种事 若那琥珀小娼妇生下的 再是儿子 将来这家里 可有你哥哥的立足之地 你只一味地要一团和气 却可知 若是我不死了那娼妇 待他生下子嗣 就一切都晚了 母亲这话不通 您是这府中的当家主母 任谁生下爹爹的孩子 都要叫您一生母亲 那些碧切 不过是个玩意儿 便是生了孩子 也约不过您去 且哥哥已然变成这样 王家总是要有个 顶门利户的子嗣 母亲若一味阻止 岂不是不闲 多年攒下的闲名 就此毁于一旦 便是在太后面前 也说不过去 你 王启然的一番话 只气得王夫人浑身乱颤 指着他半天方才说道 好好好 说了半天 你不过是怕耽误了你的前程 我只告诉你 若你哥哥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那闲名有何用 不若大家道个痛快 母亲满心满眼 便只有哥哥一人吗 那女儿呢 母亲就不疼了吗 王启然忍不住 眼圈又是一红 泪珠滚滚落了下来 自小母亲就偏疼哥哥 启而身为女儿 自是不能与哥哥 这长子长孙相比 但如今眼看着我大婚在即 嫁得又是当今的天子 女儿以后便是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皇后 难道这样的尊荣 还不能让您更看重启儿一分吗 您要闹得痛快 可想到 启儿会如何作难 临近大婚 家中出了这样的事 本就已让女儿颜面尽失 亲生母亲 却还要搅得和府不安 太后娘娘赐下的礼仪 教养嬷嬷嬷们 现在就在府中 府中的情况 自会一五一十地禀报上去 若太后娘娘 因此迁怒于女儿 母亲可想过 女儿入宫之后 会何等艰难 别说女儿要嫁于天子 便是那小门小户的女孩 嫁得是平常的贩夫走卒 在出嫁前 可有如此劳心伤神呢 漠不都是欢欢喜喜安心待嫁 父母也尽量让他们 在娘家最后那几日 顺心顺意喜乐无忧 哪有几人会像女儿这般 成日里如履薄冰 心惊胆战 说到这里 王启然已然哭得气不成声 泪水连连 王夫人见此 刚刚的怒火不禁灭了大半 心中一疼 倒生出几分愧疚来 这双儿女中 她确实自小更看重偏疼儿子一些 对女儿虽吃穿上未有疏忽 却并不十分重视 齐儿小时候 先帝尚在人世 那时还是太子的好园 虽是自己小姑所出 可她却从不敢为自己的女儿 肖想太子妃之位 乃至以后的皇后之尊 只因当年郑国大长公主之女 养鱼宫中 与太子青梅竹马 且先帝又早早下旨赐婚二人 若不出意外 那灵氏浊华 自会一路从太子妃 直坐到皇后的凤座 自己的气儿 她当初也不是没筹谋着 让其入宫 可疑她的想法 终究不过先是个太子良帝 将来若好的 便敬个贵妃 若不好便是个普通妃嫔 终还是要在皇后手下讨生活 说白了 不过是皇家的一个妾 亦或也不进宫 嫁个金钟的官宦子弟 就这样安稳一生 女孩这一辈子 亦不过如此 无风无浪 平平淡淡 也不指望她能光宗要祖 光要门眉 给父母挣什么绝位告命 故此 她把满腔的心思 都用在了儿子身上 儿子是她的荣耀 是她后半辈子的希望和依靠 她将来的凤冠侠批 告命精英 全都要靠儿子来证 可这世间的事啊 真是无常的很 谁也设料到 看着龙马精神的先帝 竟是个短命的 转眼间 原本在家温婉贤良的小姑 摇身一变 竟成了个形式果决手段 狠辣的掌权太后 王家历史一飞冲天 权倾朝野 原本先帝亲风的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临世浊华 就这样不声不响地 被赶出了宫去 谁也不承认 先帝曾下过那样 一道赐婚圣旨 谁也没找到过 那道赐婚圣旨 于是 她并不看中的女儿 便这样被太后做主 聘给了当今为妻 成了这天下之母 大齐的皇后 而她自小看中的儿子 却越来越不争气 如今更是成了废人一个 今生再无翻身的可能 王夫人心中感叹着 愧疚着 却到底冷静了下来 女儿说得对 将来她是皇后之尊 王家的尊容 她的脸面 全都要寄予启儿一人身上 启儿好了 她和天昊方才能好 王家便是顾及着启儿 也不敢搏带了天昊 王启然见母亲半赏未说话 脸色却渐渐缓和下来 知道她是想通了其中的官桥 于是试探着握住王夫人的手 收了眼泪揉声劝道 母亲只有我和哥哥俩的孩子 不指望我 还能指望谁去 便是哥哥线下变成如此模样 将来我也少不得要多加看顾 母亲与其和那些不要紧的奴才生气 不如仔细休养身体 让哥哥养好了身子 只要有我在 咱们来日方长 将来自会有娘的好日子过 一番话说的王夫人彻底受了怒火 反手握住了王启然的手 一将她扯入怀中搂住 眼泪扑速速落了下来 长叹一声 又说了一遍刚刚见面时的那句话 我的儿 娘将来就指望你了 此时这话说的 却要比先前诚心诚意的多 王启然走出王夫人的荣喜居时 眼睛红肿不堪 可脸上的神情却十分平静 她回过头看了看身后这座气派非凡的院子 心中无波无澜 母亲不会再闹了 自此只一门心思地照顾哥哥 这与她是件好事 太后娘娘那儿 自会知道她的能干和功劳 她也从此少了一份后顾之忧 大小姐口才了得 劝住了夫人 宫中太后自会记住小姐的好 王嬷嬷跟在王启然身后 半拱着身子十分恭敬地说道 王启然没有说话 抬脚往回走去 只是脸上慢慢露出躊躇满志之色 宫中的王太后 自是不想让王家再起乱子 王天号被烟一事 已闹得满城风雨 不光王家 连他本人也成了个笑话 故此 之前他已将顺天服影照进宫中 足足骂了两个时辰 以至刘达从宫中出来后 满头大汗 回到衙门 连水也没雇上喝一口 便立时下令全城戒严 京城上下顿时又是一番天机飞狗跳 不快牙役 全都洒到街上 仔细搜索排茶 京中如临大敌 也不怪刘达如此 之前王之遇刺一案 尚未告破 如今 又出王牌天号被伤一案 刘达都怀疑 这王家今年是不是犯了太岁 他暗戳戳地想 或许这就是应得不配位而得的成见 那皇后之位 原本就不该是他们王家的不是 不管怎样说 王太后这次断然不会善罢甘休 刘达在宫中 已然被逼着立了军令状 限期捉拿嫌犯 可此时正值皇帝大婚 各国使臣皆具于京 又有地方上的贺卿官员陆续入京 戏班小贩们也都凑了这个热闹 纷纷来京城内讨生活 线下京中 可谓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让他在这短短的数日拿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难如登天 急得刘达嘴上一夜间 生出一圈火炮 刘夫人见状又是心疼 又是着急 只能病急乱投医 找机会给宫中的女儿 仅凭刘东雪递了牌子 想托他求求皇上 就在这京中一片鸡飞狗跳之时 西北贺卿队伍终于赶到了京城 领头的贺卿官是晋王的二儿子 晋王世子秦浩宇的孪生弟弟 秦浩轩 晋王世子头一天便向皇上请了旨 要亲自出城迎接弟弟及西北的贺卿之礼 所以这天 西宁门的城门官眼睁睁地看着晋王世子 率着七八个青随 一面高喊着奉旨出城 一面扬着烟臣策马飞奔而去 半日后 又见晋王世子同西北贺卿人马 一起浩浩荡荡地归来 骑着白马身着玉色直坠腰坠美誉的晋王世子旁 并驾骑着一匹黑马 一个身穿黑色剑袖的洒爽少年端坐骑上 骑的是 那少年的眉眼 竟与旁边的晋王世子一模一样 只是左边脸上自太阳穴 直到下巴横贯着一条烟红猙獰的刀疤 身可见骨 使那半张脸皮肉外翻 简直触目惊心 让原本和晋王世子一般无二的俊年 陡然显得猙獰可不起来 又因那少年身姿如剑 双目凛冽一脸的肃杀之气 与旁边温文尔雅的晋王世子一比 更显得面目争鸣 让人望而生畏 这黑衣少年便是晋王的二儿子 晋王世子秦浩宇的孪生弟弟 秦浩轩 第58章 谋婚 昆泽宫内 月姑正缓缓地给王太后梳着头发 又说起了今日经中的新闻 那西北贺卿队伍 今日一早进的城 是晋王世子亲自去接的 来的这位贺卿官也是稀奇 眉眼上竟与晋王世子一模一样 若只看那五官 还真分不清两人谁是谁呢 这有何大惊小乖的 王太后忍不住吃笑一声 他二人本就是双生子 长得像也不奇怪 若不是当年晋王憋着心思 想要和先帝争敌 那孩子也不至于流落民间多年 自是如其他王孙贵咒一样 被人捧着护着 惊心养大 说的是呢 那二公子脸上有一条好大的疤 据说好像是在西北军中历练实受的伤 若是别的宗室子弟 家里人哪舍得让他吃这样的苦 慢说是受这么重的伤毁了容貌 便是蹭破点皮也断然不能 莫不都如珠四宝金尊玉贵地养着 哦 那晋王家的二公子竟然毁容了 可不是 好大的一条疤呢 从左太阳穴一直滑到下巴 许是当初受伤时没有精心医治调养 那整道疤痕皮帆肉战甚是猙獰 让人见了就害怕 昨日专门跑去街上看热闹的市井村妇们 都被这宣公子吓得不行 据说 不光是脸上的疤害人 整个人也杀气腾腾 凶神恶煞一般 有那胆小的小娘子 当场就被吓晕了 你这话就忘蛋了 这人再怎么丑 还能真吓晕人不成 是 月姑连忙低眉汉手笑道 奴婢却是夸大了几分 不过是为了逗娘娘一笑 那宣公子五官相貌酷似近王世子 若是光看那五官 倒是个极俊美的少年 可惜 被那条疤给坏了整个容貌 唉 这人的一生真是世事无常 说不好 何时就会受些伤病 王太后看着静忠正 给她梳头的月姑探道 那孩子不过只是伤了脸 纵使容貌有损 却到底不影响什么 且又是个男子 相貌一世上 终归是看得更轻一些 可天好救 说到此处 她不由得一顿 却到底没说下去 只又是重重一探 月姑见王太后如此 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沉默片刻 柔声劝解道 娘娘切莫为大公子的事过于伤怀 受奴婢心直口快 说句您不爱听的 这个大公子 也着实太不长进了 话说至此 月姑便脸眉收声 不再多言 这相王太后却知她的意思 从镜中看了看身后 低眉顺眼的月姑 又叹一声道 你不必这么小心翼翼 何时我连别人说句实话 也不许了 你恭敬谦卑 自然是你的中心 可却敢对我言 别人不敢言之语 这才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 也是我更看重你的地方 天好那孩子 确实太不争气了 原本她所有的前程 我都已经扑后 她便不是个出类拔萃的 这一生也是竞想荣华 仕途顺遂 可饶氏给她安排得如此妥当 她还是扶不起来 如今更是 唉 好好的一门亲事 只能作罢 王家少了一个满身金羽的媳妇 我这心腹之患 也未忠是未除 娘娘 切莫忧心 天无绝人之路 月姑边说着边拿出把镜 帮王太后前后照了照 见她面露满意之色 方才放下 顺势又给她轻柔起肩膀 王相家中 不是传出机械游戏的好消息了吗 王相尚在壮年 日后子孙缘自视身后 便是 七霞山那位 也不是个大事 王家族中子弟众多 娘娘若是 真想涌出后患 在王氏族中子弟里面 随便挑选一个便是了 唉 你想得太简单了 王太后摇头 若是家是背景不够的 你当宗室那帮人 还有齐正卿的老头子 会碎了你的院 这时还得细细谋划才是 既要找个家是显赫 让那群人挑不出毛病的 又得对咱们有利 起码能帮着降助那丫头 这二人最好离心离德 可别最后 他们俩反倒凝成一股绳来 那就不好了 这人选 王太后沉默不语 似是陷入了沉思 月姑见此 芒秉气脸声不敢打扰 只细细 使着手法时轻时重地 按摩着王太后的各处穴位 秦浩轩带着一行人马 从西北来惊贺皇上大婚 毕竟代表的是 当今皇上的亲叔叔 晋王殿下 且晋王不仅是先帝的胞弟 在宗室中的地位尊荣 也是极高 于是 西北一行人进京的第二日 王太后便免不了为秦浩轩 在宫中办一场家宴 给先帝这位从未谋面的亲侄子 接风洗尘 浊华应照 带着敏玉三姑与五后进宫 在和风阁前 正见王太后的心腹女官月姑姑 一脸春风和煦地迎了过来 牧婢给郡主请安 月姑俯身行礼 浊华忙避向一边 随即还了半礼 月姑姑不必多礼 浊华文言道 太安厅引路的宫人说 太后娘娘已从昆泽宫 起驾至和风阁 故未去娘娘宫中 特先来此处请安 可不是吗 月姑笑道 太后娘娘特选了此处设家宴 未尽王家的宣公子喜臣 今儿中午 他老人家略略歇了歇 就过来了 郡主有所不知 近几日因北方各地闹春汗 户部那儿 又是忙着皇上大婚的用度 又是顾着北方的汉情 一时焦头烂额 便一股脑递上了折子 奏请太后娘娘 愁得娘娘几晚上都没睡好 接而中午又没些好 顾刚刚和几个来得早的宗室夫人们 略露了两句 看了会儿海棠花 就到旁边的暖阁里歇着了 娘娘口语 都是自家骨肉 大家不必拘着 也不必遵着规矩 先来丢请安 这和风阁殿前的海棠花开得最好 若是来了 便赏花喝茶 和在家是一样的 月姑说这番话时 盲宫紧地应了个是 随后说道 既然太后娘娘正在休憩 那浊华便不打扰了 待娘娘休息好了 浊华再去请安 又四不经意间随口问了句 不知陛下可到了 月姑笑着回道 还没呢 接而是汉陵院给皇上讲经的日子 皇上还得好一会儿才能到呢 郡主今日来得到早 庆王妃他们也还没到呢 不过康王家的家太郡主 瑞郡王一家 晋王世子等人 倒是都已经来了 郡主可以和众人一起赏赏 这和风格的海棠 满京城里 属这儿的海棠种类最多 开得最好 月姑说起话来口齿伶俐 又见八面玲珑态度清和 实在是个妙人 也是 昆泽宫的长室女官 王太后的心腹 岂会是等闲之辈 浊华微笑着听月姑说完 点了点头 柔声道了谢 便带着三姑敏玉 转身向那一片海棠花树走去 果见已有不少宗室 散在各处 或坐于亭中品查 或于花音下棋 有凑做一堆聊天的 也有纸专心赏花的 不远处一棵白海棠下 镜王世子正盯着那整树的花在发呆 浊华信部便走上前去 雪位容颜欲为魂 花影自重方自真 正当镜王世子秦浩宇 搜长瓜度反复推敲 却毫无下文之时 呼听身后有一把清零零的声音接口道 雪疏欲魂高结色 欲讯雪蓉剔透心 妙 妙极 浩宇一听 不禁大喜过望 边站着边转身去寻那管声音的主人 一回头 却正对上一双幽弱深潭的眼睛 他顿时晃了下神 四翼脚踏空 跌进了这幽潭深水之中 浊华微微一笑 偏然行礼 于表哥 别来无恙 这春风 这笑颜 浩宇的心似是一下静在酒中 沉醉下来又突地狂跳起来 见浩宇半天未说话 浊华不禁露出几分不解之色 浩宇呼地想起 自上次 他与泰安郡主在围场一番相交 已是十分熟人才是 甚至听赵湘 长梅鹤他们之言 当时自己和这泰安表妹均歌剑舞 似十分的默契投缘 秦浩宇脸上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来 他心中忽而生出一丝窃喜 似是偷了别人功劳而披红挂彩的英雄 虽心中忐忑 但又实在舍不得这份窃来的欢喜 同时又生出一份期望来 听说那王天浩已成废人 泰安郡主现在人名花无主 或许 是泰安 华表妹 浩宇努力做出一副自然而熟人的样子 称呼上也变得亲切起来 他偷眼看了看卓华 见他面色无异 于是放下心来 随后又带着几分偶遇知己的惊喜 笑看着卓华说道 画表妹竟原来个才高八斗的才女 做得如此好诗 于兄实在佩服 卓华似有些不好意思 垂谋笑道 于表哥见笑了 泰安哪是什么才女 不过是信口胡周罢了 哎 表妹太过自谦了 刚刚那一句 简直称得上是精妙绝伦 我用雪笔做 这白海棠之戎 用玉笔做这白海棠之魂 却一时想不出如何下文 表妹竟能立时连上 且尤其妙的是 表妹以玉魂称白海棠 却与雪笔容颜 原胜在高节 以雪蓉称白海棠 与玉笔品性 竟您在剔透 好好好 精妙 绝妙 妙级 看来这镜王世子 真是爱诗之人 不过随口连了一句罢了 竟连说了三个好三个妙 欢喜之情异于言表 卓华鸣嘴一笑 抬头说道 于表哥果然是爱诗之人 泰安 这不过是些雕虫小记文字游戏罢了 若真说好诗 我倒觉得 反不应限于此早典故 利益却是第一要紧 利益若高远深刻 此为上品 若只限于心巧 倒是中品 若利益枯燥 即使此早在华丽巧妙 典故用得再多 也终不过是以文字作戏 算不得好诗 只能算作下品 此番话说完 卓华便见晋王柿子先待了片刻 随后脸上竟慢慢露出 一副十分动容之态 他不禁害了一跳 于表哥 可是泰安 哪里说得不妥 不 不 华表妹说得极好 简直不能再好了 于只是感叹 竟能于有生之年得欲知己 许氏觉得 此话有些唐突 浩宇又忙到 华表妹此言 正和于兄平日所想 只是线下文人 莫不惊功此早 又多追求文具新奇 竟没有几人注重诗之本身的 华表妹如此一说 正暗和了于兄平日所想 简直 浩宇话未说完 却呼听不远处 传来一阵爽朗大笑 有人高声大气道 大哥原来在这儿 让我一通好找 浩宇的心猛然一沉 那日春猎围场上 君歌剑舞的正主来了 谁知 还未等秦浩宇想出法子应对 对面的卓华却一转头 正对上秦浩宣 左脸上争鸣害人的刀疤 许氏被这刀疤吓了一跳 秦浩宇见他当即 倒吸一口凉气 慌忙用帕子掩了口 随即掩饰着 匆匆背过身去 颤着手去抚胸口 一旁的三姑芒 将他护入怀中 秦浩宇见此 心中一动 脚下没有怠慢 跨不上前 挡在浊华身前 二弟好生唐突 虽在君中多年不懂礼仪规矩 但也因之谦有理的道理 怎可如此高声大气 吓坏了女眷 其实 秦浩宇看得清楚 浩宣刚刚分明是奔着浊华而来的 虽口中叫着大哥 可那眼中的笑意和温柔 却绝不是对他 是冲着他身旁的泰安郡主来的 果然 那次春劣中 有些事是他不知道的 可惜 有些事情 泰安郡主也不知道 例如那次和他君哥剑舞之人 到底是谁 他以为是他 那边就是他 而且一定要是他 秦浩宇看着秦浩宣 逐渐变黑的脸色 却未有半分退却 只定定地站在他面前 如一堵墙 坚决而霸道地 挡住了他所有的视线 第59章 昏城 只好色 慕少爱 年轻就是好呀 西暖阁的琉璃踏上 王太后 协议着影枕看着窗外 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暖阁的窗户上 糊的是杜海国进攻来的烟影纱 如烟似雾 一团银红的影子 萌萌鸟 让屋外的人 看不清屋内情形 可屋内的人 却可透过此纱 将外面看得清清楚楚 只觉不过是一层 极薄的红纱 十分通透清爽 王太后此时 正透过这烟影纱 将外面白海棠树下的一幕 看了个真真切切 娘娘的意思是 月姑俯下身子 等着王太后视下 王太后却并未继续说下去 反而问道 太安刚刚一来 慰问旁人 却只问了皇上 正是 月姑垂手应道 我说皇上今日听 汉灵院讲经呢 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果然 这女孩大了 心思就多了 好了 我也谢够了 听说沁王妃 已入了宫门 一家人一起坐着 说说话才好 王太后说着 便扶了月姑的手 站起身来 转眼又看了看窗外 建卓华此时 已和家太郡主 站在一颗西服海棠下 说说笑笑 似乎并未将 刚刚那一下放在心上 海棠花娇艳欲低 如云四霞 却未夺走树下 家人的半分光滑 真是可惜啊 王太后微笑着叹了一句 随后扶着月姑的手 走出了暖阁 浩轩本以为 自己这副模样 必然会引起 王太后的不适 即使不当场惊呼 起码也默敢直视 要知道 她这副模样 饶是那些 有涵养的宗师们见了 也都忍不住 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却不想 王太后初见 她近似完全没注意 那道吓人的疤痕一般 待她与常人无异 甚至更亲切和蔼了几分 轩儿远道而来 一路上舟车劳顿 甚是辛苦 来 快快入座 先尝一尝这惊中的高点 和风格内 王太后深入主座 庆王妃此时 也以邪情情到了殿内 众宗师清眷 君暗远近清书 绝未品级于王太后之下 两堂列座 浩轩先行上前叩拜 又献上西北的贺卿礼丹 王太后略略过目 便递于月姑 随后便笑着 以长辈的身份 与之寒暄几句 又引他与众宗师清眷相认 方才让他重新入座 薛儿自西北来时 靖王身体可好 劳太后记挂 父王身子甚是康贱 浩轩拱手回道 那就好 王太后笑道 看着并坐一处的 靖王府两兄弟 不经面露哀色 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当年你们母妃 与哀家轴里间 甚是相得 谁知 她随你们父王这一去复翻 竟自此天人两隔 唉 可见是造化弄人呀 听此 浩宇 浩轩 皆忍不住欺然动容 面露悲色 乔哀家 竟说起这些来 见兄弟二人面露悲戚 王太后忙又笑着圆长 引开了话题 薛儿与羽儿是双生子 今年也都十九了 比皇上还大一岁 不知在西北可曾婚配 回太后 并未婚配 陈氏这两年才学武归来 又在军中历练 倒没时间想婚姻之事 浩轩虽如此说着 目光却忍不住微微斜了斜 迅速地瞥了卓华一眼 别人倒还罢了 却恰好被浩宇看到 刚刚他拦着浩轩与浊华说话 两人也算闹得有些不快 此时又见浩轩偷眼去看浊华 不禁心中警觉 不过好在 浊华四世十分惧怕毁了容的浩轩 自始都避开视线 不去看他 诶 常言道 承家立业 这男子呀 总得先承家 才能把业立起来 晋王也是 竟如此纵着你们 你看 皇上献下都马上要大婚了 你可切莫学你那哥哥 成天要寻个什么神仙样的人物 给他说了多少名门闺秀 竟一个也看不入眼 真是愁坏我了 王太后这一副雌和伯母的样子 做得很足 话音一落 众人便都配合着笑了起来 殿上气氛也随之融洽和乐起来 太后娘娘说得极是 浩轩爽朗一笑 却牵拽着左脸的伤疤扭曲一团 平白地又添了几分争鸣 来了这京城 我方才知道 什么叫做神仙样的人物 说着 她竟毫不避讳地 直视着对面席上的太安郡主 太后娘娘若能给我说上这样一位闺秀 我定能入眼 且会对娘娘千恩万谢 感恩戴德 浩轩这目光和言语都颇为露骨 坐在浊华身旁的琴琴 不禁皱起眉头 身子向旁一偏挡住了浊华 转眼瞪了浩轩一眼 浩轩却也不恼 反倒冲她咧嘴一笑 那脸上的伤疤又拧皱在一起 诶 轩爹 太后这是取笑于凶吗 浩羽见浩轩一直盯着浊华去看 心下暗暗皱眉 伸手拿过浩轩的酒杯 举到她眼前 正挡住看向浊华的视线 浩轩无法 只得收回目光 伸手接过那杯酒 一饮而尽 娘娘慈爱 之前未雨甚是操心 秦浩羽笑着冲王太后一拱手 这京城中的闺秀 莫不都是钟灵玉秀 各有千秋 雨倒不是要寻什么神仙样的人物 唯想寻一个知己携手 共度余生 说到此处 她也忍不住去看浊华 却正见浊华在看向自己 四目相对 家人冲她微微一笑 巧笑嫣然 浩羽的心又猛地狂跳起来 刚刚起的那些心思 瞬间便坚定起来 那次沁王妃来世子抚慰浊华说清 却被她婉拒 这之后 每每午夜梦回 浩羽都无数次起了悔意 可李治却又告诉她 与太安郡主的侵蚀 是万万行不得的 那是太后看中的人 便是以后回西北 带着她也会多有累赘 可如今这样一个机会 又摆在了眼前 而此次时机 却比之前好上太多 王天浩已废 想必王太后定会觉得 太安郡主十分棘手 若是自己替太后解了这个难处 岂不是一举两得 便是皇上那儿也无妨 太后自会护着 又有一纸难违 如何也怪不到她的头上 至于回西北 现在八字还没有一片 便是真回西北那天 再去谋划 也是不迟 毕竟太安有大批的嫁妆傍身 若实在不行 让她拿出一些来 西北也便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 况且 浩羽抬头看向浊华 家人已是难得 而知己这世上更是难寻 太安郡主冲金王世子奄然一笑 金王世子又盯着太安郡主发呆了半天 这一幕落在众人眼中 就不由得让人多想 在联系之前春猎围场上 二人种种默契 大家不免都心照不宣起来 晋王世子与王天号相比 自然是天壤之鞭 不少宗士倒觉得 太安郡主与晋王世子十分相配 庆王妃却皱起了眉头 若未有上次提亲相聚之事 她也觉得 晋王世子可谓是个好人选 可此次她反倒觉得 晋王世子没有担当 不是良配 正当众人心思各异之时 忽悠听王太后笑道 年轻的小郎君们 果然个个都风流不羁 羽儿轩 皆是晋王嫡子 是先帝的嫡亲侄儿 这婚事上 自是不能马虎 若你们心中已有忠义的家人 定要告诉哀家 哀家自会给你们做主 随即又话风一转 看向晋王妃和晋晋笑道 说到近日的喜事 除了皇帝的大婚 宗室里倒还有一件 永平郡主 听闻已被其相辅的 叹花廊下了定 大喜啊 此话一出 晋晋立时便羞红了脸 卓华笑着转头看她 脸上带了几分调侃 晋晋的脸便更红了 家太郡主等人 也都笑了起来 道喜之声不绝于耳 女儿家一生只有这一次 天大的事情 定要仔细才是 前两天 我一听说这事 便特地让司礼间 将建元皇帝时 竞争郡主大婚用的 十六人不年找了出来 线下就停在 上宫局的天宫院中 虽然东西是极好的 但毕竟隔了这么多年 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 永平和皇审 不如去看看 若有什么不合议的地方 就赶紧告诉 上宫局的奴才们去改 可别无了永平的大事才是 竞争郡主的大婚不年 那在大齐 可是数一数二的气派奢侈 上面光各色宝石 便有1200克之多 这竞争郡主 本是建元帝的堂妹 因父母早逝 自幼养于宫中 太后膝下 与太后情若母女 与建元帝兄妹感情甚度 大婚时 虽以郡主之礼出嫁 气派却堪比公主 今日王太后竟提出 将竞争郡主的不年 赐给秦秦大婚所用 秦秦自然喜出望外 就连庆王妃 也露出几分笑意来 景平 王太后见庆王妃并未反对 祖孙俩又一脸喜气 忍不住也笑着 看向身旁伺候的刘东雪 就由你引着庆王妃 和永平郡主 去一趟天公院吧 若有什么需要改动的 你仔细记下 督促着上宫局 好好改了便是 是 刘东雪行礼应道 十分的乖巧温顺 谢太后娘娘 庆王妃祖孙二人谢了恩 便跟着刘东雪出了和风阁大殿 见着祖孙二人走了 王太后微不可查地挑唇一笑 随后和座上的宗室们寒暄起来 不多时 画风却又引到了秦浩宇身上 听说羽儿今日做了手难得的好诗 太后这一句 正问到了秦浩宇的心坎里了 她忙从怀中 掏出刚刚抄录下来的白海棠 双手呈上 言语中四餐进一缕春风 娘娘请看 这诗语自觉的极好 由其后两句 巧妙至极 可谓点睛之笔 只是这诗却不是我一人所作 后两句点睛妙语 乃是泰安郡主所作 语着实佩服之志 哦 泰安竟会写诗 王太后笑着接过月姑城上的诗稿 略看了一眼 便妄想浊华 却见她此时垂下了头 不便喜怒 四在害羞 何止会写诗 华表妹才思敏捷 出口成章 且于诗之一道见地独到 正暗合了与之夙日所想 实在是知己难得 知己 王太听后 笑得更加开怀了 羽儿刚刚好像说 要找个知己 共度余生 浩宇脸上一红 垂眸看向面前的酒杯 口中却达得十分肯定 正是 哦 好 这世上千般好找 唯有知己难寻 泰安郡主 王太后患道 你又是何意 有人将你以为知己 又当你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你已然急急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可曾想过 嫁于这样一个人 出身皇族 血统高贵 是晋王的嫡子 也是先帝的亲侄儿 若嫁于他 你可愿意 此话一落 满是接近 秦浩宇的一颗心 猛然狂跳起来 似要飞出胸口 他忍不住握紧酒杯 只觉得有生之年 从未如此紧张过 成败只等泰安郡主 一句话 时间似乎已停止 出其的漫长 就在秦浩宇觉得自己 经历了永世无穷的等待时 忽然听到一个满是娇羞的 清月声音传入耳中 太安全 凭太后做主 浩宇猛然抬头看向浊华 只见他正起身一幅 满脸飞红 真是艳如桃花 灿若朝霞 他的心呼的便落了地 成了 可随即又缩的跃上了半空 成了 第六十章 耍弄 好 王太后边笑边集结叹道 少年义气 真是让人羡慕 既然说 一切全凭哀家做主 那哀家便做一回老月 给泰安郡主保个大眉 月姑 传旨吧 此话一落 在座众人皆十分意外 没想到今日这家宴之上 就如此将泰安郡主的婚事 给定下来了 是不是 太过于仓促了 月姑这边听了吩咐 微微一笑 躬身应没 自秀中抽出一道 早已备好的意志 展开朗声宣道 太后慈欲 郑国大长公主 与辽东大将军之女林氏 客宫久孝于归为 秉姓端书 有辉柔之志 柔名欲得 太后慎喜 兹特已指婚 近王嫡次子秦浩轩 则有私则即日完婚 请辞 辞旨一宣 满座皆经 大殿之上 历时鸦雀无声 刚刚王太后 还问了近王世子 太安郡主 可是他要寻的 那个携手余生的知己 又问了太安郡主 可怨嫁于近王嫡子 众人本以为 近王世子 怎么转瞬却变了主角 竟成了赐婚于世子的 弟弟秦浩轩了 近王世子 本都已经起身 离席准备谢恩 却在听到 特已指婚近王嫡 赐子秦浩轩 之时 突然如遭雷击 将在原地 倒是他弟弟秦浩轩 反应十分迅速 当即便站起身来 两步越过浩宇来到殿中 那头便拜 脸上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刀疤皱在一起 与孝文纵横 如一只伸出百爪 爬到脸上的蜈蚣 十分害人 只听他叩首谢恩道 太后娘慈爱 果真给我找了个 神仙样的人物 浩轩多谢娘娘千岁 与秦浩轩的兴奋之状 截然相反 仍坐在席上的 太安郡主 此刻面上一片茫然 肆意识没弄清状况 只迷惑地看了看 败在地上的秦浩轩 又抬头 看了一眼呆立 原地竟也不是退 也不是的秦浩轩 近王世子秦浩轩的脸色 就这样 逐渐灰败了下来 最终面如死灰 王太后笑盈盈地 看着殿内 宗室们满脸愕然 看着近王 世子面如死灰 看着太安郡主茫然无措 看着秦浩轩欣喜若狂 心中没有来得痛快起来 四大恶作剧 成功的小童 看着被自己捉弄的人 那表情各异的脸 而兴奋不已 太后娘娘 这似乎不妥 康王爷愁愁片刻 钟起身说道 如今宗室内 沁王爷身为皇室族长 德高望重辈分又大 平日里 轻易不出来应酬 庆王妃和永平郡主应 去看竞争郡主的 大婚不年又不在殿中 此时 此刻论宗室中地位 最高辈分最长 且又能出来 说句公道话的 唯有这位先帝的堂弟康王爷 其父亲乃见原地胞弟 同出太宗一脉 与先帝雍和 是血缘极尽的堂兄弟 算是王太后的小叔子 又是浩宇浩轩的堂叔 浊华的堂舅 此时他站出来说句话 再合适不过了 可惜 这位康王爷哪儿都好 就是性子上 有些绵软优柔 故此他站起来一搏 王太后道 并未放在心上 只笑着 看了他一眼 随即垂目 边翻捡着面前的茶点 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康王何出此言呢 这华丫头 和薰儿今日才见面 就这样赐婚了 是否太过草率 况且 康王爷说着 又看了看 已经目着脸 重新归座的晋王世子 后面的话 却硬是忍住没说 怎么说 说太安郡主本 与晋王世子两情相悦 太后为何 反倒赐婚 给了世子的弟弟秦浩轩 可看看 现在欢天喜地 仍贵地谢恩的秦浩轩 这话如何说得出口 若是说了岂不由 挑拨他兄弟二人相争之嫌 且兄弟相争 乃是因为一个女子 这简直是皇家的 一个天大的丑闻 王太后如此随心所欲地 赐了个婚 却让整个皇室 担着兄弟反目 获起萧强的风险 康王想到这里 不由得狠狠皱起眉头 心中颇有微词 在座的众位宗室 哪个不是人精 谁还想不明白 这一层 更有甚者 有人又想到 若是这与 宣兄弟二人 真要为太安郡主争执起来 那太安郡主头上 这顶红颜祸水的帽子 便自此时代劳了 尹德宗室兄弟相争 此事一出 太安便清玉敬毁 只能清登古佛 自此终身不嫁 即便真有先帝的赐婚圣旨 届时清玉受损的 太安郡主也当不得针奉 唯有隐居山林 了此一生 如此一看 王太后的用心 可就大有深意了 且不说 殿上众人心思如何 只说王太后 看着康王微微一笑 道 康王此言诧异 这男女婚配莫不是 遵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有几人能在婚前 就见过面呢 线下不过是怕委屈了 这些小郎君小娘子们 这才在婚配前 找个机会 让他们相看一眼 若如哀家年轻那会儿 哪个不恪守闺序 轻易见不得外难 至于太安与晋王家的宣 哀家倒觉得十分登对 家世相当 地位相近 又是亲近的姑表兄妹 可谓门当户对 且刚刚哀家问 太安可愿嫁于 晋王嫡子 他自个儿也说了 全凭哀家做主 哎呀 这不是 就随了他的心意吗 既然小娘子本人 都是愿意的 咱们这些长辈 就莫要在横三组 四围男人嫁了 本人愿意 康王和在座的宗室们 都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明明刚刚王太后 借着海棠师一事 引晋王世子 承认太安郡主是 他欲携手一生的知己 又转头问 太安郡主可愿嫁于 晋王嫡子 这种情况下 众人自识认为 晋王嫡子 指的是世子秦浩宇 谁知 王太后却转手 便将太安郡主 赐婚 给了晋王府二公子秦浩宣 这手段 着实让人眼花缭乱 真真将在场 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康王爷 本还想争论两句 这晋王嫡子 究竟是浩宇 还是浩宣 可终觉得有 窜多兄弟反目之嫌 到底不妥 故而犹豫半天 只得咽下后话 善善地做回原位 见此 王太后脸上的笑意更胜了 他一点也不担心 所谓的兄弟相争 晋王世子秦浩宇 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 自然知道 他那处处小心 事事谨慎的性子 即便秦浩宣想争 秦浩宇也会先顾忌这名声 退避三舍 再者 就算这兄弟二人 真的起了争执 又或是 那泰安不甘不认 却也不怕 一顶 红颜祸水的帽子 会稳稳地扣下来 泰安这一世 就永远别想翻身了 一指以下 退避换凶 笑话 那也要看看 宗室众人 会不会允他 挑拨兄弟诗和 败坏皇族名声 也要看看那 谨小慎微的晋王世子 敢不敢要这样一个 以赐婚给他弟弟的知己 更要看看他 自己能不能受得住 这天下人的耻笑 当然 若兄弟不争 泰安又认了 此事自是皆大欢喜 只不过 一个心有所属 一个形容粗鄙 日后这样的两人成了夫妻 日子恐怕会过得 万分精彩 果然 这乡康王刚善善归作 那乡泰安郡主 便白着一张小脸 颤微微地起身 来到殿前跪拜谢恩 泰安郡主 就如此认了 宗室中 不少人不由的心中欺然 颇有些误伤其类之感 王太后耍弄手段 如此欺负一个孤女 若日后利益相关 不知是否 也会欺到自家身上 虽在意料之中 但王太后 却未想到 泰安郡主能 如此痛快地 认下这门轻视 她以为泰安 怎么也得为自己 变上两句 甚至哭上一场才是 可今就如此认下了 这也太过顺利了 看着并肩 跪在自己脚下的二人 王太后先抛开 那一丝疑惑 忍不住笑了起来 称赞道 方才让他二人起身归座 当二人双双起身 错身归座之时 一个小纸团 被不动声色地 悄悄塞进了卓华的手中 浩元未想到 他不过是下午 多听了会儿 欺少风讲的 中庸 和风阁这边 就已然定下了 泰安郡主和那 毁了容的二堂兄的婚事 仓促而草率 随随便便 就把卓华赐婚 给了一个素未谋面之人 待他赶到时 大局已定 终是晚了一步 不过 便是及时赶到 又能如何 浩元暗暗捏紧了拳头 面上却仍是一派 云淡风轻 齐少风说得对 眼下的他 什么也做不得主 若想要做主 便唯有亲政 想到齐少风 和他畅想的亲政之后 种种作为 那些一展暴富 那些大失拳脚 浩元不禁心中激荡 他暗暗转头 看了一眼浊华 待我能做的这天下的主 那是我自然也做的 你我二人的主 见浩元得知 赐婚一世后 竟十分平静 王太后心中虽疑 却也不禁 暗暗松了口气 他能感觉出来 近些日子儿子 渐渐和他生分起来 以大不如之前 那般乖顺懂事 说到底 不过都是被那起子 小人挑唆的 今日这事 他本已备足了一套 说辞来应对浩元 却不想 竟全没用上 王太后 在松了口气的同时 却又隐隐感到了 几分不安 和浩元的平静相比 邪永平郡主归来的 沁王妃 在得知赐婚一世后 王太后的调虎离山之计 若当初 自己仍在席上 断不能让他 就如此赐婚 那秦浩轩荣冒敬毁 举止粗野 且又是第一次 于宗室面前露面 不知脾性 若万一得性有亏 可如何是好 但无奈 现下大局四定 连浊华本人都已叩拜 谢恩认下此婚事 庆老王妃 便是再有满腹怒火 也回天法力 一指一出 君无戏言 气得老王妃 也未多代 蔡兜莫等上级 便称身体不适 愤然告辞 卓华知道 庆王妃这一股怒火拳 视为自己不平 不仅心中感动之余 又有几分愧疚 忙起身搀扶着老王妃 将其送至门口 庆王妃拍了拍卓华的手背 却终是长叹一声 摇头离去 其后 这场家宴气氛 便有些沉闷和诡异了 秦浩轩看起来 应是全场最高兴的人了 自争自饮 吃喝得不亦乐乎 卓华自使 至少中都低着头 一言不发 浩元看着心疼 但爱着王太后在场 并不能多说什么 秦浩宇自从王太后 宣了赐婚一指后 便如一尊木胎泥塑 面无表情 谁也不看 只垂眸盯着自己 岸前的韭菜 大事已成 心事已去 王太后 也懒得继续应酬 位置有时 便称乏了 扶着月姑回了 昆泽宫休息 众人也没什么心思多留 故此这场家宴 便这样早早地散了 卓华携着三姑和敏玉 走出宫门那一刻 方才长长地输了口气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后在宫外的宇涵等人 下马迎着划上了马车 一行人拨转马头 向城外行去 穿过了大半个京城 郡主一驾 渐渐慢了下来 最终驾车的老黑 将车停至一处 幽暗僻静之所 随后车帘一线 车内闪尽一个少年 双眼如星 笑意盈盈 只是左脸有的刀疤 自眉梢贯穿下河 皮肉外翻 异常争鸣 第六十一章 人约黄昏后 秦浩轩一掀车帘 正迎上浊华那双碱水秋铜 如藏着满天的繁星 闪着点点的光 一下子便将他那一方小天地 照得通亮 浩轩默然想到他二人已被赐婚 浊华现下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 脸上不由得疼得一热 连耳朵根都红了 三姑和敏玉见他进来 也不意外 起身去坐到了马车外面 车内宅小 恕我不能失礼 请坐 浊华看着他微微一笑 随后屈指敲了敲车臂 马车又缓缓前行起来 嗨 行什么脸 我是说咱们之间不用那么客套 我是说 是说不必太过多脸 秦浩轩真想咬掉自己的舌头 他觉得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很蠢 见他这样 浊华忍不住想笑 抿着嘴真的被茶递给他 此时已过有时 乌金西锤 木矮沉沉 马车内点着一盏小小的绣球灯 烛光如豆 将车内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柚 说不出的温暖惬意 在这温暖惬意中 浩轩渐渐松下心神 端起茶一饮而尽 随后冲卓灿然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你看我今日这装扮 浩轩指了指左脸 又怕吓到卓 忙往灯营里引了引 可吓着你了 这有什么好怕的 你肩背上的伤口 可比这个骇人的多 还不是我缝合的 说到此处 卓华忽然想起救治时 浩轩在他面前 是拖了上衣坦胸路背的 不由得两颊一红 只兴致勃勃地说道 你那衣术实在高明 不过几日便愈合了伤口 我现在行动自如 已完全无碍了 并不是什么高明的衣术 只是偶然学来的法子 不过 你那伤口倒不可大意 这两日 让你的小丝 将伤口处的线头 仔细剪开抽出来才是 否则将来伤口会发炎红肿 反而影响痊愈 见卓华如此关心自己 浩轩心中不禁十分欢喜 脸上便忍不住笑开了花 对着卓华又是一通傻笑 看着这笑脸 卓华不进面上作烧 好在烛火昏暗 看不清脸色 他又垂眸饮了口茶 方才问道 你让我在此后你 只是要问这些 也不是 只是不知 我今日表现如何 可有 可有漏了马脚的地方 顾特来问问你 浩轩搜长瓜肚 寻着理由 虽然牵强 却总比说就是无缘无故 想要见你的好 卓华也不拆穿塔 只笑着说道 自然饰演得极好 不然王太后 如何会如此顺利地 便下了刺婚一指 一提刺婚一指 浩轩的脸 忍不住轰得红成了个红灯笼 他赶紧以全底唇 低头不住地干渴起来 见他这样 卓华也忙 又低下了头 喝了他今天晚上的第三杯热茶 气氛突然就有些尴尬 却又添了几分热烈暧昧 你 你可真是不得了 怎么就知道 我若做出这么一副模样来 这事 这事便能成了 浩轩说着 伸手胡乱地去拿茶杯 眼睛也不敢看向卓华 可说到最后又实在忍耐不住 偷偷抬头瞄了一眼 又瞄了一眼 又瞄了一眼 卓华只做不知 垂眸认真的看着自己的杯子 轻声说道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世间万物为人心善变难测 但若能将那人心揣 透出个四五分来 因事利盗 善加利用 有些事情自然便能如愿以偿 揣透人心 浩轩忍不住在心里默念 玄机又想 他可是已将我的心思也揣透了几分 想到这脸上不由得更加滚烫 可又转念 将心一横 便是揣透了 也没什么 自己的这份心思本 也没打算藏着掖着 且之前去七峡山自建婚事时 他便应该是明白的吧 马车内一瞬间沉默下来 气氛有些微妙 浩轩芒又干咳了一声 搜长瓜度的没话找话 说来我倒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日京郊别院 行刺亡治不成 反被他院中的机关所伤 后来又被你所救 说到此处他忍不住低头一笑 可 不过 我倒是探得他别院中的一件怪事 那别院中似乎住着王治的 一个要紧的姬妾 但那姬妾 却不似咱们大齐人 倒很像是 容敌人 说着浩轩抬头看了一眼浊华 见他正垂眸认真听着 于是又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心中有个大计划 这件事却不知对你有无用处 毕竟我也不知那姬妾 究竟是何身份 只是 说到这儿 他却犹豫了一下 看着浊华 半上才摇头笑道 也没什么 只是觉得那女子 大概过得不慎如意 浩轩憋着一些话没有说出口 那日他受伤潜在 正房窗下时 曾看见那高鼻深目的 机械赤身露体 躺在床上 浑身轻子 伤痕累累 四倍凌虑地奄奄一息 没过多时 便进去了两个侍女 伺候那女子起身收拾 他当时因身受重伤 又后有追兵 也未敢多留 只匆匆一窥 便寻了其他 出路逃了出去 那时那样的情形 如何说给浊华这样的女儿家听 浊华也不深问 只是看着他 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你的消息 我会仔细留意的 在那如花笑叶的映照下 浩轩晃了一下神 不自觉地 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郡主一驾渐行渐远 眼看着便到了城门 浩轩本来 又搜刮出许多话来 要和浊华说 却无奈一驾出城 在即时间无多 现下他又是西北 贺卿长官入驻京中驿馆 又刚被太后赐婚 自是被无数人盯着 再不能如从前那样随心所欲 之前倒是可以傍晚出城 若城门关了 便借宿民宅 天亮返回 此刻 却只能百般不愿恋恋不舍地 辞了浊华 闪身出来了马车 顶着外面雨晗 带着冰茬的目光 飞升上了喜宝迁的马 隐在暗处 看着一驾出了城门 方才拨马 向静王世子府飞奔而去 敏玉英觉得 气闷偏要坐在车外 三姑无奈 只得自己掀了帘子进了车内 这二公子四世 也发现了王之别院的那个秘密 也不算发现 大概并不知道内情 灼热随即又问道 那人 已经进别院了吗 郡主放心 一切顺利 三姑笑着四在娓娓 讲述一个故事 京城最大的九楼雅斯居 有一座胡饼的师傅手艺极好 不过只去了数月 便名声雀气 王首府城郊别院 养了一个得宠的姬妾 近些日子 却身体微酿茶饭不思 又偏偏挤喜诗胡饼 如此王首府自是要花的重金 聘那厨师回府 一位佳人 卓华听得此言勾了勾嘴角 看着三姑轻声说道 万事俱备 可通知师傅进京了 是 三姑垂下眼帘硬道 卓华见此 伸手握住了三姑的手 二人沉默半晌 三姑方才抬眼 有意引开话题 我以前便说 这位二公子是个 新名眼亮极通透的 如今 看来果真是如此 刚刚近半句 也没问 你是如何算透他哥哥的 若说那近王世子 三姑忍不住又看了卓华一眼 也是难得 虽不知情 可若没有他 如此配合 这事 也是难成 卓华听后微微垂谋说道 此事说来也算咱们 对他多有利用 不过秦二公子 自是会去处理 毕竟他们兄弟相处 要比旁人亲近得多 听卓华说到秦二公子 三姑忍不住调侃地看着他 笑道 郡主似乎十分了解 那秦二公子的为人 卓华并不作答 只一笑置之 静王世子府内 秦浩宇笑盈盈地 携着浩轩的手 从怀德居出来 一路送到大门口 浩轩笑着朗声说道 大哥留步吧 莫要再送 不过 就两步路罢了 秦浩宇笑着 随后又低声温言劝道 轩弟如何 偏要去住那驿站 家中原就是备好了的 那驿站 如何能比得过家里 如今 这本可正大光明地住在家里了 怎么反而又要出去住了 听闻此话 浩轩忍不住抓了抓后脑勺 冲动着 哥哥露齿一笑 也压低声音说道 大哥切莫多少想 弟弟倒不是不想 住在家里 只是线下西北 押送贺里的人马 皆已入京 人多事杂 弟弟须得尽心 看顾一二 以免闹出什么事来 况且线下说不得 朝廷已经盯上了咱们 若见我又住在府中 不定以为你我二人 要串通些什么呢 若在明里暗里 派来些人盯着咱们 反倒不好 别再影响了 大哥回西北的大计 后面几个字说得格外清晰 鸡尖语 秦浩宇点了点头 只得作罢 如此也好 也正好做出你我兄弟 第一次见面 还不甚亲近的样子 大哥说得极是 说着二人 已来到世子府大门前 浩宣笑着拱手告辞 弟弟这就去了 大哥留步 今晚之事 莫要放在心上 浩宇一顿 随后温和笑道 宣帝已解释了半日 我自是已经明了 这是天大的喜事 若有什么需要操办的指管 来找哥哥便是 好了 线下夜深路重 路上多加小心 浩宣听闻此言 灿然一笑 又拱手一礼 方才带着喜宝和包大海 翻身上马 扬边去 只是他没看见 在他转身离去之时 秦浩宇脸上的笑容 慢慢消失 神情渐渐英致起来 世子爷 这二公子 可不简单 乔通去着浩宇的脸色 愁愁着说道 刚刚在府中和宁解释 说他与泰安郡主 在围场春猎之时相交 且两情相悦 可依属下看来 那泰安郡主分明 以为春猎围场上 与他相交那人是您 心悦的 也是您才对啊 况且 听您所说今晚宫中 二公子的种种行为 应对 皆不似无地方时 其中大有深意 再想想那王太后的态度 属下总觉得 这倒向二公子 做的一个局 牵着当朝太后的鼻子在走 而您 便是这局中的一个棋子 世子 对于二公子 您 不可不防 乔通话音刚落 便见浩宇 猛然转头看他 眼中的阴力 如一把冰冷的剑指刺过来 吓得乔通陡然一惊 历时扑通跪倒在地 额上瞬间冒出了 痘大的汗珠 他不由地想起 浩宣受伤出入府时 也因自己多嘴 被世子训斥 挑拨他们兄弟感情 并称 若有下次定然不饶 乔通忍不住后背一凉 他知道 自家这位世子爷 绝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平和温润 其狠利 独大自这几年处理府中 各路耳目间隙的手段中 便能亏得一半 饶是上一刻 还柔情密意温存浅浅的得宠家人 下一刻便能将其抽筋 拨骨死无全尸 乔通想到 此处心中害怕 忙又俯地去拜 却久久未能 听到世子发令处置他 过了半晌 只见那青底官靴 自他面前一转 旋即渐去渐远 乔通这才心下一松 战战兢兢地站起起身来 却早已两股战战 浑身大汗淋漓 如同去了阿比地狱 走了一遭 第62章 重生再造 王天号祸从天降成了废人 泰安郡主 却又突然被太后指昏 给了静京贺卿的静王敌 次子秦浩轩 一旦激起千层浪 京中上下一片哗然 街头巷尾 漠不亦论纷纷 这也难怪 泰安郡主 身上却是记了太多是非 先是传言先帝赐婚 原为奉身 后又传王家有意聘取 实为欲盖弥彰 更有人言其与静王世子春猎相交 两情相悦 哪知传来传去 最后竟花落别家 况且都说 那秦浩轩行为粗鄙 样貌争鸣 实在不是良配 再看看京中一些宗室 对此事三肩七口的态度 百姓们不禁也都揣测纷纷 一时间 当朝太后苛待郑国公主遗孤 抢抢后卫的议论 几乎传遍大街小巷 成了市井百姓中 新赵不轩的秘密 再者 泰安郡主不久前 刚给京中百姓师部 采了春山 口碑甚加 郑国公主与林大将军 又地位超然 故而 此事一出 百姓们默不愤愤不平 回头再说 那晋王嫡次子秦浩轩 陡然被刺了的角色美人为妻 许是乐猛了 这两日满京城乱窜 几乎将大半个京城的商铺搬空 全买来以冲给泰安郡主下平之礼 不过两日 京中商户差不多都见过了这位秦二公子 于是 又有人传言 说那秦二公子为人爽快 举止虽不似他哥哥那般温文尔雅 但也别有一番洒脱不羁的气度 也有那胆小的 看了秦浩轩脸上的伤疤 当场被吓得不轻 便又传出 这秦二公子容貌骇人 比叶叉不慌多让 林林总总 不胜美举 不过人外面如何哄乱 秦浩轩只充耳不闻 一心置办聘价之事 一应采买 不问吉凶 皆亲力亲为 那便 问明 那几等更是火速走了一遍 这一连串的动作甚是急切 引得惊中众人 漠不暗中吊笑议论 说这秦二公子 大概是抖的家人 生怕家人跑了 秦浩轩也不管这些闲话 自己又跑去城郊 亲自蹲守一天一夜 列得两只春龟的火焰回来 这人惊心养着 不过于赐婚一指下的 第三天头上 他便带着手下 西北人马全员出洞 抬着从大半个京城商铺里 置办来的顶尖聘礼 和两只火焰 浩浩荡荡地出城 去七峡山那争下聘 这一行 引得全城的大姑娘小媳妇 都出来看热闹 只见那端坐于 高头大马之上的秦二公子 身姿挺拔 英姿勃发 右边侧脸 竟是剑眉心目 高鼻红唇 俊美至极 引得不少小娘子 立时羞红了脸 可谁之一转脸 呼得露出 左脸那猙獰的刀疤 皮肉外翻 触目惊心 不由得又引得众人 一阵唏嘘惊呼 刚刚还春心荡漾的小娘子们 顺时捂了眼睛 惊吓万分 一连几日 秦浩轩下聘之势 阵仗闹得甚大 可作为兄长的 晋王世子秦浩宇 却一直脱病逼在家中 便是有人上门探望 也一律不见 对外只说 染了风寒 需要静养 包帝走六里下定 他这个做兄长 却恰好病倒了 落在有心人眼里 就不免多想 有内等喜欢 才子家人戏码的 更借此 编出无数痴男怨女的风韵故事 引得一众 不明真相的百婚 纷纷扼腕叹息 王太后自然十分满意 只是不想小皇帝 那儿又出了状况 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 变得颇为强势 隐隐透着几分 上位者的气势 这却又让王太后 颇为烦恼 说来也怪 为人父母 总是乐见后 浪高过前浪 除凤青与老凤英才是 可这王太后 却偏偏像是 见不得自己儿子 越来越有剑术担当似的 儿子离那仁皇君主的 模样越近 她反越发烦恼 怪吗 这不奇怪 齐少锋利 在自己小书房的岸前练字 脑海中 世人便皆有私心贪欲 有的贪钱财经 赢身外之物 有的贪男女 私情红粉枯骨 有的贪的 却是大权在握一世荣耀 当今太后 正是一个极喜权力的女人 她当然不愿意 皇上与一丰满 早日清政 她的志向 大概是一辈子 把持朝堂屁拟天下 就如旧时 秦昭相亡的宣太后 汉朝的吕后 当今太后 大概是想做那 第二个宣太后 第二个吕后 想到这儿 齐少风忍不住讽刺一笑 太后赐婚太安郡主之事 似乎刺激了当今天子 皇帝一夜之间 长大不少 太安郡主的婚事 是一个契机 是扭转如今 朝局的一个机会 可是 为什么偏偏是要 以他的婚事为契机呢 而他又偏偏要嫁于 一个容貌 敬毁的粗鄙之人 齐少风的心 似乎乱了 那笔下的字 也浮躁起来 他索性将笔一扔 仰面坐于一旁的太师椅上 望着房梁 努力平复心境 生于齐家 既自小受了齐家 锦衣玉石的供养 便要 以申报家族之恩 他们这些子孙 终究是做不得自身的主 无论是仕途 还是婚姻 他已与永平郡 主定了婚事 那一抹红侠剑影中 只能留在他一辈子的梦中罢了 唉 世人皆苦 少有称心如意 何止是他 便是妹妹 少堂末不也是如此 后花园中 少堂随手撒了 把余石入池 见那一群由于 竞相浮出水面争食 不由的苦笑 宫中已经下了旨意 他被封为贤妃 于下月28入宫受封 细想起来 这不过是太后的一个小把戏吧 届时王氏 岂然已入宫一月有余 立稳了脚跟 说不定还一举怀上了龙四 他此时进宫 自然构不上威胁 哥哥说 依太后的心思 其实是不愿其家女入宫的 怎奈皇帝坚持 又有各方势力 角逐制衡 太后最终 不得不松了口风 却到底从原来许诺的贵妃 降为贤妃 可是贵妃 还是贤妃 于他而言 却并无差别 自祖父告知他 即将入宫那一刻起 他便似陡然失去了 对这世间富贵的兴趣 他什么都不在乎了 不 也许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牵挂吧 那个清风朗月的男子 似乎是这幽暗前路中的一丝火花 午夜梦回 他曾幻想过 与他远离世俗 携手浪迹天涯 就如同当日 他于众人面前 掷地有生的承诺一般 可惜 一切皆是幻想 或许晋王世子 也不过是他见到过的 一个最美的幻想罢了 浩轩不知道 自己无意中成了 别人心中的白月光 虽然是顶着他哥哥的名头 住进了别人的心里 当他带着人马 将聘礼一箱箱摆进了 浮云安后的小院中时 忽然有种尘埃落下 终身已定的感觉 即使这桩婚事 不过是个摆设 即使将来浊华 不会认可 可他心中 仍有着种种的期许和欣喜 那争 争 成也 经此以礼 婚姻已成 前有晋王府二公子 热火朝天的操办那争礼 又有皇帝的大婚之妻 转眼就到 经中发生的其他两件事 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一是近日经中来了一个 得到的老道 据说颇有些能耐 有重生再造之功 开始众人不幸 不过也巧 竟接连被他 遇见了两件巧宗 自此声名大造 先是救了一个 已死了一日的老汉 那日儿女停灵哭丧 他恰巧路过 非说老汉前世行善 今是阳寿 未尽要开关救人 那家儿女 一听有人要开关 惊扰王林自然不肯 老道却颇为执拗 急欲动手抢关 引得在场亲朋 差点殴他 最后 还是那家长子发话 只当尽了旧父的孝心 开关 随他去救 谁知开关不过一刻钟 也不知 他念念叨叨 说了些什么 那老人 竟真的渐渐行转过来 继而爬出棺材 生龙活虎 连连攘恶 那家儿女仙士 惊得目瞪口呆 随后清醒过来 便呼啦啦跪了一地千恩万谢 老道却一副 高深莫测的模样 也不留饭 也不收银钱 转身飘然而去 引得那户人家 又是全家跪地相送 口中高呼活神仙 后 又有一人于菜市卖藕 手起刀落 竟将自己一截小纸 挡成嫩藕 给一刀斩去 历时疼得死去活来 在家躺了三日 那段纸 早已血枯肉浆 只得埋掉 谁知又是机缘巧合之下 这老道路 欲着断职的偶犯 直到有缘 浮沉一挥 念了几声怪咒 第二日 那小贩的手指 竟尝了出来 完好如初 只是皮肉上 白嫩了几分罢了 此事一出再无人疑 那老道 是江湖骗子了 京中百姓有口皆碑 直称老道 为活神仙 任日有人前去老道 挂单的天尊宫 求医问药 补挂算命 那老道也是齐了 自称飘渺真人 来自吴幻山清虚洞 只为下山历练 度有缘之人 看病补挂 从不收人钱财 却也不是人人都减 直每日 则一二有缘人相见 其他一概请回 而那些 与他相见的有缘人 漠不得随心 顺意了却心愿 或治好了怪病 或补治了吉凶 尤其其的是 有数位断肢残疾之人 竟又求回了断肢 再造体肤 重生了残畜 这些神迹 迅速传遍大街小巷 犹如长了翅膀一般 飞进了王首府的后宅之中 这第二件事 便是辽东大将军 柳龙孝 终于换完了官房 连日快马加鞭 携随从一路赶到京城 前来贺皇上大婚 事业 更深人静 风亦微凉 柳大将军 败业过皇帝太后 又领了次宴 从宫中出来 便急匆匆 换了衣服 轻车捡从 掩人耳目 左拐右转来到 一户商铺的后门 啪啪啪 几声打门 枝啪啪 木门开启 一目露金光的中年汉子 探出头来 见来人是他 也不多说 指点了下头 便放柳大将军进了院中 回身关了院门上了门栓 小院内迎面三间正房 屋内烛光摇曳 柳龙孝先连进屋 正见先自己一步回京的皇义 已坐在屋里说话 他不禁微微一笑 撩袍便朝主作拜去 柳龙孝参见少主 第六十三章 往事 柳龙孝上前撩袍便拜 慌得卓华忙起身避开 随即伸手去扶 柳叔叔何苦吓唬话 岂不是要折杀华 见卓华面带惊慌亲自来扶 这个铁塔般的汉子 脸上净露出两分不好意思来 手足无措 又颇有些小心翼翼 四生怕 自己这粗枝大叶的满汉 不小心下着面前 这个娇滴滴的小娘子 卓华见柳龙孝如此 忍不住低头鸣嘴一笑 转头看了眼身后的敏玉 于是闪身躲到了一旁 柳龙孝顺着着华的目光寻去 正撞上敏玉含着泪光的眼睛 只见她几步奔了过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仰头看向柳龙孝 又哭又笑道 爹爹晚安 月儿想杀爹爹了 柳龙孝当年是 林大将军的德力副将 敏玉是她的独女 自幼便随父母树边辽东 身心好动活泼 夜女工真指 却急起舞枪弄棒 届时 郑国长公主绸件的女军 已颇具规模 七八岁的小敏玉 成天闹着要去参军 柳夫人自恃不肯 可怎奈有柳龙孝 这么个将女儿宠上天的爹 闺女别着小嘴央求几次 柳将军立时便败下阵来 不光满口答应 还咚咚拍着胸脯 应允她去说服她娘 不过 当然没说服成 可不想这小敏玉 却是个颇有些本事的 转头竟又请来了 郑国长公主 为她说情 公主向柳夫人 一番和颜悦色的承诺作宝 说会亲自教养敏玉 虽也跟着她出入军中 却并不放松师叔规矩 能得长公主亲自教导 那是天大的好事 柳夫人自是没有不一的 再者 当时柳夫人也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 实在是没什么精力 去管这个皮猴儿一样的女儿 敏玉就此便留在公主身边随侍左右 对公主亲自教导两年 那时 郑国长公主日日思念远在京城的女儿 敏玉活泼可爱 年龄又与着华相近 也算大大慰及了公主的私女之心 二人感情极好 情同母女 雍和五年 荣笛大举进犯 辽东前线吃紧 林大将军与郑国公主 连发树到球员军报街石沉大海 为安全起见 柳龙孝等数位将领 决定先行将家眷送回落城后方 却不想 那夜平成周围阵线 突遭荣笛偷袭 一夜之间横尸遍野 犹如炼狱 柳夫人及其他将领的家眷 那夜不巧正在受袭村庄落脚 当晚全部罹难 柳夫人和年仅两岁的幼子死于荣笛的乱刀之下 其状甚为凄惨 万幸的是 撤退当日 因敏玉执意留在郑国公主身边 不愿随母撤去后方 幸免于难 后平成被围 郑国大长公主与林大将军 派出长使官皇义 突围进京求援 却迟迟没有回信 平成之意前夜 林大将军等人 不顾郑国公主的挣扎反对 率部将敌军包围撕开一个口子 强行将身怀六甲的公主 送出平成 小敏玉及三姑也在其中 被一同护送出城 可行之半路 公主却执意要返回平成 与驸马同生共死 三姑本玉同往 但被公主拦下 并将小敏玉郑重托付于她 公主说 此为柳家唯一血脉 这两年又与她亲如母女 要三姑必要好生带回京城 切不可有半点闪失 说吧 不顾敏玉哭喊 与众人策马返回 却自此一去 又是天人永隔 往事一幕幕如利剑刺心 敏玉府在父亲怀中 嚎啕大哭 玉儿 好好好 柳龙笑扶起敏玉 仔细看了半天 饶是她这八尺高的汉子 此时也两眼酸胀 看着已长大成人的女儿 只连连说了三个好字 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 敏玉看见父亲两病升华 虽依然威武 脸上却以宝金沧桑 不由得更是悲从终生 这场妇女相见 让众人皆有所感 浊华亦忍不住面露哀色 只是眉宇那坚毅之色未变 仍傲骨争争 颇有奶腹之风 看到这样的浊华 柳龙笑心中 不禁又是一阵难过 平成之意 惨烈至极 林家军残部 虽最后突围攻陷平成东门 可谓等众将士全部撤出 狄龙大将忽律邪 便率部为追而至 他游记 当时林大将军本已冲至城门 却为救他 又折杀回来 林大将军威勇盖世 所到之处 势不可当 手起之间 依甲嫔妃直杀的敌尸如山 血透争衣 他和众将士左冲右突 终于冲到城门 却不想 此时荣笛贼子竟放出案件 那件分明是冲他而来 却在千军一发之际 被林大将军冲过来挡住 以身护他 那件正定入大将军的后心 荣笛未曾想到 能射伤林家军主帅 见此意外之喜 顿时个个如闻到血腥的猎狗 兴奋至极 呼喊一片 要活捉凌云 柳龙孝又记得 当时林大将军 为了让他率部突围出城 甘愿以身挡敌 折身冲回敌军中 一人一马血战戎敌 或许 大战前夕传来公主死讯时 林大将军便已放弃声念 只一心求死 要与公主共赴皇权 可 他柳龙孝这条命 却实实在在 是大将军救的 林家军幸存下来的众将士 实实在在是大将军救下的 他们不敢忘了大将军之死 不敢忘了自己身负的大仇 他柳龙孝 为了这份兄弟糟图 同袍敬丧 杀妻灭子之仇 无一日敢高枕软踏安睡 无一日敢高粮后卫安享 不敢再娶妻生子 不敢与女儿共享天伦 只怕一点点的安逸享受 会磨灭了他的复仇决心 只怕一点点温柔情意 会磨软了他的坚硬意志 他要报仇 他要讨回一个公道 大将军与长公主的后人 便是他的少主 他本以为 只要护少主一世平安喜乐便好 让他如其他小娘子一般 看来还是他狭隘了 有些人注定不是池中俗悟 少主选了一条荆棘从生之路 也选了一条与他并肩而战之路 想到此处 柳龙孝安抚地拍了拍怀中的女儿 随后转身拱手郑重 向卓华长衣衣衣 卓华见此 心中顿时了然 这次不躲不闪 只垂下双眸 端端正正深深一幅 二人虽未见几面 此时此刻 却心有灵犀默契一场 众人行礼叙旧 分兵主落座 其间的谋划商议 纷繁详尽 不能一一细数 这期间 端坐于一旁官帽以上的三姑 却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只垂谋枯座 不摇不动 不哭不笑 不叹不说 仿佛木头人一般 坐在他对面的皇翼 见此不由的面上苦笑 心中长叹了一声 唉 孽元之起 或许于几世之前 当年他进京求援 徘徊数日不仅一无所获 反而对京中局势 渐渐绝望 本想既然求援无望 便再前回辽东 大不了追随公主 与戎敌血战到底 却不想 此时公主留在京中的暗庄 迎来了半成母女 逃回京的三姑和敏玉 她方才知道 林家军战败 长公主与大将军 已双双战死 她与三姑两人 本就是极聪明的人 近日之势两下一对 王室的阴谋诡计 自然立时明白了八九分 届时 辽东战报尚未传到京城 锐义太皇太后病重 浊华仍住在宫中 如何将那稍纵即逝的时机抓住 未保公主唯一一丝血脉 皇义只能忍辱负重 却终还是辜负了家人 英子 外面的空气中 有初春薄露的清冷 三姑避开了屋里的热闹 独自坐在院中 这时 皇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很轻 如一片极细极软的柳絮 从耳边飘过 三姑身上一僵 却并没有回头 仍保持着初始仰头赏月的姿势 只是此时 眼中却未必装得下这片月色 皇义轻轻叹了一声 慢慢走到三姑身后 一抬头看着月明如水 这几年 郡主被照顾得很好 你辛苦了 闻得此话 三姑闭了闭眼睛 长长的睫毛下 似乎涌动着万般情绪 半晌方才开口问道 你的腿 如今可还时常犯病 嗨 皇义笑了笑 下意识地低头去看了眼自己的右腿 说道 不过是老毛病了 比以前已经好了不少 并不是日疼了 只赶上天气有变 才会偶尔上一疼 反正这条右腿已是废了 他现在不闹痛我 已是阿弥陀佛 说着 皇义走到三姑面前 寻了一个石墩 也坐了下来 那年突围来京城球员 他被荣笛蛮子 一箭射中了膝盖 自此便落下了这个病根 三姑抬头看向皇义 月光下 当年那个白衣圣雪 俊美如仙的少年 脸上已有了风霜之色 却依然似一块上好的美玉 温润透通 岁月如刀 他削去了这个男人年轻时的锐气与棱角 却也将他本有的光彩和风华 打磨雕琢出来 那如潭水波人眼睛依然藏着星辰 只是更加忧深 那如玉的面旁依然动人心魂 只是多了沧桑和深沉 以前的皇义是个英俊的少年 现在的皇义已是个英俊的男人 过去的事 你放下吧 等此事了结 便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 皇义见三姑抬头看他 呼声出一丝局促 这话他以前对他说过 他却向来不听 今日又说 想必他还是不会听 可他仍是要说 果然 三姑眼中的光差时便灭了 他又恢复成 刚刚那面无表情的模样 僵硬的声音中 没有一丝起伏 这话你次次见我都说 真真好没意思 我徐三英历过世 无论你是风是残 是生是死 我都是你皇义的妻 即使你不娶我过门 我也是你皇家的媳妇 我没有婚约 六里也已走过请妻 只差迎亲 若不是天意弄人 逢上战乱 我此时已是你皇义明 没正娶的妻子 因此 这又是何苦呢 不苦 我们的婚约 是公主保的美 你若要解除婚约 便去亲自到地下 寻公主说去 我徐三英 从不为公主之意 亦从不为自己本心 三姑说罢 不带皇义回答 其身头也不回地进屋去了 徒留皇义哭作院中 对月苦笑不已 正在这时 呼听身后 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 叔父 侄儿拜见叔父 第六十四章 大婚 皇义一听这声音 脸上立刻露出笑意 他转头去寻 只见一黑衣少年 几步来到他面前 扑通一声跪地便拜 宇晗拜见叔父 叔父 这一项身体可好 好好 好孩子快起来 皇义忙掺起宇晗 又问道 我刚才来时 为何没见到你 宇晗看着多年未见的叔父 心中激动 边起身边解释道 郡主下山进京 安全是最要紧的 这京中不比七峡山 线下又是这个时辰 郡主今晚恐要够于京中 刚刚我领着小五 他们在周围布置暗哨 帕布宝靠又寻查了一番 方才回来迟了 皇义欣慰地看着面前 这个严刑老成的侄儿 当年的质子 如今已长成个 顶天立地的英俊少年 你父母原浅 六岁上我那凶嫂染了 十亿双双现实 我将你从老家 接出来送去学武 本是想你长大后 走无举科考的路子 将来到军中 为公主驸马效力 谁知 人算不如天算 如今 你长大成人 又如此老成稳重 你父母在天之灵英时 能瞑目了 只是叔父我心中十分愧疚 你是何其无辜 却被卷入此世中来 自小困你于山野 陷下大了 却又不知将来前程如何 叔父千万莫要再说此话 皇义话未说完 雨晗便出言打断了他 随后脸上突地一红 不知为何竟有了两分扭捏 我并不觉得 保护郡主有什么不好的 相反 能留在郡主身边 我十分欢喜 皇义的心 陡然似被什么撞了一下 仿佛差时间回到了若干年前 那时他也是这样的一个青葱少年 有着一样的纠结与欢喜 也曾患得患失 独自忐忑 也曾痴心妄想 暗生向往 曾因得了他不经意的赞赏 而雀跃不已 也曾未能追随他左右 而发奋图强 他知道他中不过是他的下属 可即便是属从 他也要做他的左膀右臂 当精彩绝艳的他 笑着对他说 我给你保个没如何 他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 或许因为他一觉得英子很好 可或许更多的是 因为那是他的意思 黄毅垂眸轻轻一叹 并不多说什么 只觉得 无论最终如何 这份少年情怀都是难得 叔侄二人正说着话 忽见卓华从屋中出来 原来卓华见三姑一脸寒冰地回来 黄毅却仍留在院中 便知他二人又闹了起来 于是本想出来劝和 却不想 正见他叔侄二人 坐在一处叙旧 见此 卓华倒不好上前打扰 本欲悄悄退回屋去 谁知雨晗却一眼看见了他 立时站了起来 边换了生郡主 边拱手行李 随后自然而然地上前一步 垂手立到了卓华的身后 这一切 黄毅看在眼里 心下不禁连连摇头 自己这傻子 真和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 守着本分 却又太守着本分了 卓华见自己 到底还是扰了他们叔侄说话 反倒有几分不好意思 于是笑道 我只是出来略走一走 竟不想扰了你们叙旧 又说 师父还是不要在外面酒坐才好 听说这两日四要变天 您在外面坐久了 只怕会寒气息鼓 可别再犯了腿疾 若是天气有变 不管再不在外坐着 这腿疾必然都会再犯 我已经习惯了 郡主不必太过担心 黄毅一边笑着 一边站了起来 卓华见了 连忙伸手去搀扶 于晗也赶紧上前 二人一左一右扶着黄毅 走到屋门口 这时于晗止步 朝二人拱手说道 郡主 叔父慢行 我去院外巡视了 黄毅忍不住在心中顿足 只觉得这个哲儿实在是老实太过 可面上却不显 对他笑道 你刚刚不是说 这不妨已十分妥当了吗 又有小五他们守着 应不会有什么事 你我叔侄多年不见 今日难得相聚 不如多陪叔父画画家常 此话一出 不想却见宇晗面上坐起难来 叔父有令 哲儿本不应违背 只是官方大事 涉及郡主安全 宇晗 他话未说完 却听卓华说道 师父说得没错 你本就是个极仔细的 又从下午开始 便一直忙着不妨巡查 外面还有小五等人盯着 自是不会出什么问题 师父与你多年未见 今夜正应好好续旧才是 拼卓华如此说 于晗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嘴角微扬 郡主有令 莫敢不从 一旁的黄毅 心里简直哭笑不得 这傻小子 眼睛中大概除了郡主 便再没有别人了 叔父有令 可以不听 郡主有令 便莫敢不从了 况且 自己这个亲叔叔 刚刚给他递个梯子 他竟就这样一把 又给扔了回来 这孩子如此死心眼 将来可如何是好呀 顺平九年4月23 大齐皇帝秦浩元 与当朝首府王制的 嫡长女王启然大婚 届时 四海同庆 大赦天下 大婚荡日 皇宫内外布置一新 带病当差的总管太监 高父圣道王湘府 奏请皇后梳妆 睿郡王妃 亲自为王启然 披上盖头 恭送皇后 上了十六人台的喜叫 随后 两列手指提鲁的侍卫 在前先行出发 一队百名红衣护军 提着宫灯紧跟齐后 皇后的凤鱼 被护在中间 金瓜 福 月灵力摆开皇后拦架 在文武大臣 前隐后护下 浩浩荡荡穿过天圣门 走正阳门 平河门 直至正前宫 金中宗室皇贵宙门 早早地 便从五华门 入宫至正前宫外观里 皇帝自是 不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前去岳家迎亲 而是在文武百官 皇亲宗室的叩拜 下生做正前殿 等待着皇后受封后 由迎亲队伍迎入宫中 淑妃谢金 经领着锦平刘东雪 及宫中重女官宫女 后在正前殿内 只待皇后入宫 行跪拜之礼 以名上下尊卑 浊华一早 便按品级大庄 随着众皇室宗亲 一起入宫 立在正前殿外单臂之下 他悄悄地仰起头 看了看头顶上 那片四四方方的天 心中静莫名的一松 嘴角微不可见地扬了扬 浩元大婚 他原本以为 即使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自己也应会有一场 黯然神伤 为那年和他 同卧竹踏听雨的少年 为当年那个 仍满心憧憬的他 可 事到临头 他却只觉得心头一松 只为自己的谋划 终于上了正轨 这份计划 得逞的轻松 竟就如此 轻易地盖过了 本该有的失落和伤感 或许 那自以为的伤感 其实并不存在吧 他果然是个冷心冷肺之人 浊华静静地垂下头去 低眉顺眼的功力 于沁王妃等人身后 即使未到 皇后的凤鱼 正向宫中行进 有些事 开宫了 便没有回头见 他要一直走下去 不能回头 只是他却不知 正前殿内 那个高高坐于 龙椅之上的万圣之尊 此时正盯着他出神 四月末的天气 虽是春暖花开 南风送暖 可在外面站久了 到底还是有几分凉意 忽然 似有一个黑续续的人 引罩了过来 浊华手中一暖 一个小小的银丝暖炉 便不欺然 被塞进了手中 他抬眼去望 正撞进浩轩 那满满笑意的黑眸中 天凉 捂着吧 众目睽睽之下 似乎并不是个 说话的好时机 浩轩也不敢 太过轻狂张扬 只侧头低低地 说上一声 便匆匆擦肩而过 找到浩宇身边的位置 站好后 又冲着浊华露齿一笑 眉眼弯弯 满口白牙 只是左脸的刀疤 仍是蜿蜒争鸣 浊华健壮 盲低下头去 让人看不清喜怒 在场的皇亲贵胄 本来皆秉升廉气 这种场面下 众人自视极讲规矩的 谁知 突然就来了 秦浩轩这么个愣头青 直奔着女眷就来了 又是给泰安郡主色东西 又是低头说悄悄话 便是站定了自己的位置 也还一脸地 傻笑冲着这边直望 饶是他自觉的形势 低调不鲜 也架不住这满场的 宗室皇亲侧目 众人纷纷向浊华这边看来 又转头去看静王 世子身边的秦浩轩 浊华忍不住脸上一红 忙将手中那个扁圆的暖炉 悄悄掩入了袖中 静王世子此时却面色铁青 转头看了看浩轩 见他仍还一副 浑然不觉的样子 只一个劲地盯着泰安郡主傻笑 心中不禁更加恼火 他又回头看了眼对面的浊华 见他正竭力低头 便不轻喜怒 似是难堪的无地自容 心中忍不住悲愤起来 本来嘛 如此隆重的场合 秦浩轩却这般不懂规矩 献泰安郡主于尴尬难堪之境 真真是 明花交流栽进了五夫的马棚 让人可惜可怜 秦浩于此时 又是疼惜又是酸楚 却到底爱于场合 只得强压着火气 低声言辞道 利好 莫要左顾右盼 浩轩见大哥 颇为严厉地瞪着自己 又见周围人 频频望向自己和卓华 便知自己到底梦忘了 可心中 却并不担心 卓华会生气 故此也没有多在乎 只依着规矩站定 但这副模样 落在晋王世子的眼里 便是秦浩轩满不在乎 随随便便 应付了事 不禁又是一阵悲愤 且暗不出了 无数个明珠暗头的故事 心中颇为卓华不止起来 站在卓华身侧的秦勤 看了秦浩轩一眼 忍不住小声嘀咕道 这人倒有几分 他哥哥围场似的呆样 只可惜 说到此处 勤勤呼得住了嘴 他常说 自己是个一帽取人的 便觉得这天下女子 大概也都如他一般 暗想卓华 必是受不了 秦浩轩毁容后的 猙獰言貌 提多了 定会让他心中 难过伤神 所以 他赶忙闭上了嘴 与此同时 正前殿上 浩轩端坐在寓座之上 龙椅背后 小蹲子正一字一句地禀报着 刚刚的情形浩轩 看得并不真切 只知道秦浩轩直奔着华去了 却不知二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此时耳中听着回禀 面上却波澜不起 不过是一时的艰难 华妹妹 我们且忍过 这一时的艰难 顺平九年四月二十三 大吉 大齐皇帝 迎王侍女为后 礼成 第六十五章 开局 大齐皇帝大婚 普天同庆 京中上下 一片喜气洋洋 不少外国使臣官吏后 皆不急着回国 欲在这物华天宝之地 多盘缓几日 故此虽帝后大婚 已过两日 京中仍是 热闹非常 这日春色正好 承熙通往 仲阳罐的 雀儿桥大街上 人来人往嘈杂喧嚣 前几日那位神乎其神 被京中百姓 奉为活神仙的幻虚道人 便挂单在这重阳罐内 原本香火冷清的 仲阳罐 如今可谓门庭若是香火顶上 也正因为这幻虚道人 连带着附近 皆是麦香竹花果的生意 也都好上不止一倍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一顶轻断软轿 浑在其中形色匆匆 毫不起眼 不过 若是熟悉京中权贵的人 仔细看那根轿的蒲丛 便会惊讶地发现 那留着凉撇小黑胡的壮年 轻随近分明 是王相府的内院管家催忠 王天昊自从被人一箭去世 成了废人后 他整个人变得十分的乖张暴力 每日里不是使气摔杂 就是毒打下人 满屋的古董摆设 被摔个稀烂 便是他娘王夫人也曾被误伤过 白日里 或是高声恶骂 或是摔金杂运 夜晚则披头散发 双眼赤红 指着人将他那一众 机械通房随便拉来一个 脱光了衣服 在他面前毒打 他则在旁边节节怪笑 如幽名恶鬼一般 诺大的相府 已被闹得乌烟瘴气 若不是这几日 王启然与皇上大婚 入主中宫 王治下了严令 不许他再闹腾 并着人仔细看管 还不知会闹出多少故事 说不得这相府的天 都能被他翻过来 对于这个已经废了的儿子 王治现下 也是颇为头疼 虽已成废人 但到底是骨肉血脉 自小又是百般宠爱 如今 变成这副模样 让他如何不伤心难过 不过 也是他福泽身后 后院中 已有姬妾怀了身孕 且经大夫诊断 时有八九是个男胎 更何况 他尚觉得自己年富力强 儿子以后 自然还是会有 至于天号 事已至此 回天乏术 只能不拘着他 养起来便是 这一辈子 在相府后院 做个富贵闲人 也便罢了 相比王治 对王天号的彻底放弃 王夫人 却是费尽心血的趣味 她谋划打算 尤其当初在府外 西郎下的于道婆 进府吹赞 重阳灌挂丹的 幻须道人如何 神乎奇迹后 王夫人哪 犹如一潭死水的心 顿时被投了块 石子活泛起来 重生再造之能 这哪里是什么 普通的道人 分明是神仙下凡 王夫人仿佛垂死之人 陡然见到了救命的仙丹 拼尽全力 也要勉励一事 可若要带着王天号 出门求医访道 这事 却必得禀明了 一家之主王治 县下府中 行事不如从前 原本王老夫人 是这家中领袖 虽事事掌控 可到底还是王夫人 主持府内的中愧 但自从王天号出事 王老夫人病重卧床不起 王夫人 又因严刑疯癫 而被夺了管家之权 陷下府中之事 竟接要去问那个 因怀了身孕 而生为姨娘的琥珀 满府上下 如今默不都排队上 赶着去那边凑去 王夫人恨琥珀入骨 自是不会给她做脸去 主动说话 只得这一小丫鬟 几经周折 请了王治过来 好言好语地 将这事说了 那王治 到底是一国相爷 怎会如无知妇人 那般轻信 他虽然推崇道法 但却对此等怪力乱神之事 向来敬而远之 可怎奈王夫人哭求不止 又见王天昊 到底是自己 腾宠了二十年的骨血 于是虽半信半疑 到底还是派了 身边得力的幕僚 灵溪真人 先去探查 同为出家人 且介于道法上 颇有见解 幻须 灵溪二人 竟一见如故 坐而论道 十分投契 但每每当灵溪真人 将话题引至那 重生再造的神通时 却皆被幻须道人 以虚言搪塞过去 只言自己此次 下山算是历劫 了却几桩前世的原债 其他一概不说 若在深探 那幻须便双目微垂 一言不发 倒颇有几分高深莫测 灵溪真人见得 不着实话 又不敢耽误王智的差事 只得先回相府 将所见所闻 一一如实禀报 又说这幻须道法不俗 只是一试 射众生再造 便闭口不谈 不愿透露半分 王智听此 反倒信上了一分 若是江湖骗子 哪个不吹嘘自己 神通盖世 大肆宣扬 可这位幻须道人 却低调不鲜 可鉴定有些本事 于是派管家崔忠 备了重礼 悄悄去请 可谁知 那道人敬畏等 崔忠自报家门 便已遣了道同出来聚客 口称 先师乃山野贤人 无意沾染富贵全路 请贵使就此回去便是 崔忠未及开口 便被拒之门外 回去与王智一说 王智也连连称奇 不禁又多信了一分 这段奇事 未经多时便传到了后宅 那王夫人本来就是病急乱投医 听说此事更笃信不疑 且心中又不由地生出几分交集 只怕这样一个活神先行踪飘忽 哪日逍遥 离京也不一定 于是紧着又寻了王智 哭了两场 也不顾女儿大婚在即 家中杂事纷乱 非要亲自去请那换虚道人 王智被她闹得无法 又怕女儿大婚 在即节外生枝 便指得准她去了 当天王夫人便带上重礼 轻车俭从 前程恭敬地来到重阳观外 可不想自己尚未开口 那换虚道人便肆已然知道 前因后果一般 闭门不出 只派道童出来婉拒 那王夫人却也不气馁 自此日日都懒 如此一连三天 到了第四天头上 许是被一片慈母之心所动 那换虚敬开了灌门 迎她进去 王夫人求告多日 终于敬得灌门 不禁欣喜若狂 又见前来迎她的换虚道人 虽须发全白 但面色红润 容貌俊美 好一派道鼓先锋 心中便更加笃信 那重生再造的传言 只觉得儿子自此有救 于是一进门来 便不顾其他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哀哀求道 求先师救救犬子 哎 夫人何须如此 换虚道人忙着道童 去扶王夫人 随后低头一叹 说来我与令郎 也是前世的一段孽缘 听她这么一叹 王夫人便知其中定有机缘 于是也不敢太过苦禅 忙顺势起身 口中说道 既然先师说是缘分 那便求先师看在 这缘分上救救小儿 若救的小儿 妾身定为 先师广修道观 塑造精深 王相府也定会倾权力 重谢先师 说着便有下人送上礼单 王夫人亲自接过 双手毕恭毕敬的城上 换虚道人却是不接 垂目白手推拒道 平道乃方外之人 云游四海 居无定所 并不沾染这些金银俗物 也不需权贵庇护 令郎前世与平道 是有些机缘忌讳 阴射天机 也不便多说 但这份机缘 却十分浅淡 我本想置之不理 可夫人这片慈母之心 着实感人 罢 罢 罢 就当结个善缘 王夫人一听此话慌忙 起身又要去跪 却被幻须伸手制止道 夫人先莫要谢我 虽说 我与令郎有些浅缘 可夫人须知 造化神通之术 须得是那有 大造化之人方 可享用 否则 轻则无功无效 重则反是伤身 令郎能否抓住这份机缘 那全看天意 幻须这一番话 听得王夫人如坠云雾 却又不敢深问 只得试探道 如此说来 小儿的断处可重生再造 一切皆有天意 若天意应允 我略失神通自是可以重生再造 但若天意不允 孔平道也回天乏术 说着 幻须道人也不等王夫人接话 闭了眼睛 掐指推算起来 王夫人一见 自视大气 也不敢出 恭恭敬敬地一旁候着 少卿 幻须猛然睁开双目 随即又叹了一声 我在这京城游历的时限已到 只这两日便要离京 令郎之事 现在所差 唯有天时 也罢 缘分随浅淡 到底也是缘分 平道便将这离京的日子 往后推上一推 4月26 四十三刻正是最立于 令郎的天时 到时候 夫人只派几名家丁江令郎 护送前来便是 不要兴师动众 也不要亲人相随 只因贵府富贵福禄太重 恐红尘之气 冲撞了先尊 致使先法失灵 算来4月26 正是女儿启然大婚后第三日 王夫人听后 自然满口答应千恩万谢 又执意要将所带礼物留下 可那幻虚道人 却一味推辞 到底没有收下 此时王夫人回复一说 原本躺在床上 如行尸走弱的王天昊 陡然便似活了过来 当晚魄力没有虐打姬妾 一连几日 竟消停不少 王之见王天昊 到底安静下来 又因他本人 也对幻虚道人 存了一份希望 于是索性料开手 全凭这母子二人折腾 自己全心料理 启然和皇上的大婚 故此 4月26一大早 去而乔大街上 便出现了 前文所说的 王相府的清断小轿 里头坐的自然是 相府大公子王天昊 管家崔忠护送引领着 急匆匆向崇阳观赶去 生怕误了时辰 此时这街上 正是热闹喧嚣之时 各家店铺开门纳客 去崇阳观的善男性女们 摩肩接踵穿梭往来 王天昊的轿子行至此处 速度不免就慢了下来 崔忠虽然有些焦急 却并不十分担心 此时还未到四十 离幻虚道人所定的四十三刻 尚有半个时辰 而崇阳观现下 已近在眼前 正想着呢 却突然不知从哪 窜出一群乞丐 横冲直撞 街上的行人 顿时纷纷避让 紧接着 又有一对乞丐追了过来 口中大喊 胆强老子地盘 兄弟们 打死这帮兔崽子 两对乞丐左冲右突 直奔轿子而来 转眼便将那轿子 和崔忠团团裹挟 三方人马 立时撕扯扭打起来 乱成一团 崔忠大惊 只得一边被迫还手撕打 一边大声命 那四个轿夫竭力护叫 而王天昊不知外面状况 在轿中 嘶哑着嗓子大声质问 可怎奈寡不敌众 那两方乞丐 又接高大强壮 几下便将崔忠 与那四个轿夫打倒在地 随后几下冲撞 轿子便呼啦啦被撞翻 王天昊当即像的皮球 一般咕噜噜帘 翻带滚 被掀出了轿子 连带轿中那一箱子 本预送给幻虚道人 做见面里的奇珍异宝 也被一同掀翻在地 太阳下 只绝满眼花光溢彩 闪烁夺目 那群乞丐 一见这对宝贝 历史都直了眼 也不打了 呼啦啦一轰而上 轰强起来 急得王天昊直 高声叫骂 崔忠等人赶紧扯拽贺止 可哪个会听 反倒引得几人 借此对王天昊等 又是一番推彩 围观的百姓见此 不少也都活动起心眼 遇上前哄强 可怎奈这活乞丐人多势众 又十分忽实 几个试探着上前行强的百姓 皆被扔了出来 正当乞丐乱强 王天昊叫天不应 四周百姓 蠢蠢欲动之时 呼听有人高声喝道 大胆贼徒 辽东大将军 柳龙孝在此 还不快快放下财物 饶儿等狗命不死 哄 话音刚落 乞丐们便忙不迭地扔下财宝 做鸟兽四散奔逃 周围百姓也都赶紧纷纷退后 诺大的一片街面上 顿时只留下 满地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 和贪成烂泥的王天昊主仆 第66章 圣旨 王天昊眼瞅着 柳龙孝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对兵将前来 吓跑了当街行墙的乞丐 又迅速地隔开了四周的百姓 将他们主仆 和那一地的金银宝珠围在当中 心下不禁一松 随即气焰倒立时 窜了上来 先是骂崔中 不长眼的东西 还不快服也起来 后又憋着公鸭嗓 冲着柳龙孝叫道 柳大将军 我乃王首府独子 请大将军速 将那帮贼人捉拿归案 柳龙孝坐在马上 并不上前 对王天昊这番叫嚣指挥 也不生气 只是笑道 原来是王大公子 本座已派人 去追那群乞丐了 王公子稍安勿躁 街上人多眼杂 王公子还是速速 将财物收归起来才好 话音未落 呼听有人高喝一声 前面是谁在拦路 通行不便 还不速速散去 说着便有两声大叫 穿过人群 来到被围的控场当中 随后从轿中 先后下来两人 柳龙孝一见来人 立时笑了起来 赶紧下马迎上前去 拱手向二人笑道 原来是耿玉使和铁盘大人 不想竟能在此录于二位大人 来者正是当朝 左腹多玉使耿玉忠 和素有铁盘之称的 大理寺清方铁之 这耿玉忠 与方铁之素来交好 二人乃同科进士 又皆喜好诗文字化 平日里全当知己好友相交 只是耿玉使 向来心怀大志 后又追随奇相 一心欲辅佐 当今皇上亲政 见一番功业 而这方铁之则 为人刚正不阿 行事不知便通 又不屑拉帮结党 只醉心于沈渊判案 但凡经他手的案子 无不公正言明 不偏不挡 故而方铁之与百姓终身望颇高 皆称其为方青天 又称其做铁盘 亦为宜盼 即为铁案 一来二去 这名号竟传扬开来 连招中 同僚有诗也戏称其一句铁盘大人 那平时有些举语的 则叫他做铁杠头 今日木休 闲来无事二人相约 一同去重阳观化 原来重阳观主玄姬子 近日新得了一副东镜 大家顾凯之的真镜 恰巧耿玉使的 幕僚师爷钱文慧 与那玄姬子交好 又知自家东煮好字画 故此私下引荐一番 这日恰好木休 耿玉使便邀了好友同去 谁知 行之这雀儿瞧大街 就见前面乌泱泱围了一堆的百姓 不一会儿 又呼见几个兵士 过来隔开了众人 似让出了一块空地来 二人心下不禁奇怪 方铁之是个 有案必判 有冤必断的性子 见钱方似出了什么案子 忍不住喝了了一声 随后催叫上前 耿梁中见他这样 知他老毛病又犯了 心中无奈 也指得屈叫跟上 二人的轿子 分开人群 便见一地的金银 王守府家 那个被淹了的草包儿子 被大管家催中扶着 又有辽东大将军 柳龙孝琪 在马上远远地看着 见他二人下了轿 方才下马过来 寒暄见礼 三人 虽是同朝为官 但毕竟文武有别 相交不深 只略寒暄了两句 便听有兵士来报 丙将军 属下等人 刚刚去追那群乞丐 怎奈他们散得太快 又无甚特征 只一会儿功夫 便隐盾四散 不知所踪 这画园也不错 街上 本就乞丐众多 又皆衣衫蓝绿 面目不清 若有一魂在其中 还真是不好分辨 可谓等柳大将军开口 那向王天昊 道先接口叫嚣起来 不过是一群乞丐 你们竟也能让人给跑了 还当的什么兵 简直是草包废物 线下还不赶紧 点上一对人马 满城搜索 见到乞丐 便抓就是 我就不信抓 不禁得真凶 四周看热闹的百姓 呼得鸦雀无声 禀报的兵士 闻丝未动 似是未听见 王天昊的话一般 柳龙笑垂下 眼睛微微一笑 耿玉使皱起了眉头 方铁之环顾四周 似是在剪看 有无可疑的蛛丝马迹 催中的汗流了下来 你聋了吗 见那兵士 闻丝未动 王天昊心中 火气更盛 若不是重伤未愈 此刻定要奔过去 踹他一脚 催中赶忙扶紧王天昊 偷偷瞄了柳大将军一眼 随后掺着嗓子劝道 公子爷 正是要紧 这眼瞅着时辰便到了 可耽误不得 说着 又给那四个教夫 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赶紧去收拾 那一地的金银财宝 自己则顺势掺着王天昊 向那刚刚扶好的轿子走去 柳大将军 此时笑意不变 也不抬头 只挥了挥手 那禀报的士兵 方才行李退下 大概是崔忠的话 提了个醒 王天昊倒没再去闹 乖乖地刃 由崔忠扶着 一瘸一拐地准备上轿 且慢 突然这时方铁之邪刺里 上前一步 叫住了王天昊 何事 王天昊皱起了眉头 颇为不悦 刚刚金崔忠一提醒 他呼地想起 线下没有什么 比去见那幻虚道人 更为要紧的了 如此一想 又生怕误了时辰 便急着上轿赶路 却不想反被这个 又臭又硬的铁杠头 给拦住 不由的脸上 便带出不喜来 方铁之却并不看他 只伸手制止了 那几个阵王 八角包童的黄花梨箱子里 捡放金银的教夫 随后 背着手端向着走上前去 仔细盯着那一箱 杂乱无章的财宝 看了半天 直看得王天昊 不耐烦起来 颇不客气地讽刺道 方大人 这是断案断上瘾了 把这大街 当成你大理寺的大堂了吧 正好 刚刚那帮贼人 冲撞刑抢的案子 就交给方大人了 本公子还有要事 术不奉陪 说着 便胡乱地朝教夫 挥了挥手 催他们赶紧收拾 可不想那方铁之 却再次伸手 拦住走上前来的教夫 抬头问道 王公子 这箱财物 可都是你的 哼 笑话 王天昊强压着火气 冷笑一声 不是本公子的 难不成还是你的 说罢便不去理他 只高声叫骂 催促着催忠等人快走 方铁之却并不生气 但也不放行 沉阴片刻 伸手便向那一箱晶莹探去 随后一提 竟扯出 一个五色华彩的卷轴来 耿梁中一见 心中大惊 不由地 上前一步仔细去看 随后又转头 看向身旁的柳龙笑 见他也是一脸震惊 四认出了此物 三人对视一眼 旋即将那卷轴展开 不看则已 一看此中内容 耿梁中历时浑身的血液 如同沸腾一般 心潮起伏 热血澎湃 他眼珠微转 电光石火间 心中便已燃下了决定 也不待方铁之 柳龙笑二人做出反应 一把接过那卷轴 双手高举 朗声送道 奉天成玉 皇帝诏曰 只此一句 柳龙笑和方铁之 历时撩袍跪地 口称万岁 那王天号渐进 从自己的箱子里 抽出一道圣纸来 顿时脑袋 有些发忙 可到底有了上次 七峡山下冲 撞龙迎剑的教训 虽心中惊异不定 面上却不敢怠慢 在催众的搀扶下 也慌忙跪地 口称吴皇万岁 围观的百姓 原本不过是来看些热闹 哪知热闹还没看明白 就见 有位老爷 从那王大公子的箱子中 抽出一件 稀奇的华彩卷轴 又有另一位老爷 接了过去 高声宣颂 口称圣旨 随即那几位贵人 便真的跪了下来 高呼万岁 竟和戏文中 一模一样 百姓们虽未接过圣旨 可戏文大都是看过的 于是历时 也纷纷呼啦啦跪倒一片 伏地叩手 口中高呼吴皇万岁 生振云霄 由此极远 不一会儿 整条圈乔大街 竟全静了下来 无论商户小贩 还是行客路人 都跪倒在地 便是不知前面 适合情形的 此时也是一面满头雾水 一面随着大流跪倒 不敢造次 耿梁忠抬眼 看了看四周 心下十分满意 于是继续高声宣导 郑国长公主 与辽东大将军之女 林氏浊华 恭敬端命 时宫殊胜 洞邪杭配之和 客贤于礼 敬领肃肖之节 迷谢于情 礼教肃贤 玉冒另一 太皇太后 与郑公甚月 资客遵太皇太后辞命 特礼聘为太子浩元正妃 带灵氏浊华吉吉 由礼部与青天监责 即日完婚 亲此 辞旨一宣 满街哗然 原来 这便是那道传说中的 先帝赐婚圣旨 是赐婚太安郡主 林卓华 为太子正妃的圣旨 在场中人中 柳龙孝历时露出 满面惊讶之色 方帖之四若有所思 王天昊 则依然是一副 找不着北的模样 贵了一地的百姓 有不少人 是听明白了的 前段时间 经中流行的那出 锦帕祭 竟然真有其事 那定情的锦帕 竟真的是 暗映了这道先帝圣旨 只是奇怪 为何这赐婚圣旨 竟于王家的财宝箱中 被拽了出来 在场几十双眼睛 众目睽睽之下 看得真真切切 抵赖不得 这王家 乃至王太后 竟皆有私逆 先帝圣旨脚 找欺君之罪 当今皇帝的婚事 太安郡主的赐婚 果然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耿良中 将这道赐婚圣旨 一口气功之余事 旋即看向满场 鸦雀无声的人群 心中一时间 欢腾雀跃 此次 是一举扳倒王太后 还正于帝的大好时机 先帝的赐婚圣旨 经重建天日 竟又是 被王氏一族 有意隐匿多年 这狡诏欺君之罪 王氏便是说出大天来 也无论如何推脱不掉 耿良中又转头 去看正慢慢起身 似一时无法消化此事的 好友方铁之 自己这位老友 一向不通事故 不合时宜 只一心审冤判案 却从不关心朝堂风云 无论自己如何游说 其追随其乡门下 已助陛下亲政 他却皆直言相聚 只说自己无解党之心 从不通融 而今日这事 却不知 他会作何反应 还有那位柳大将军 若他二人 能铸上一臂之力 定能事半功倍 果然 耿良中见方铁之气身后 便朝柳龙笑一抱拳 说道 方某微服出行 未带一兵一卒 此案关系重大 可否请大将军 借兵一用 先将这处围了 并将私逆圣旨的 嫌犯王天昊 看管起来才好 柳龙笑一冲方铁之 抱拳回礼 朗声笑道 铁判有令 莫敢不从 耿良中一见大喜 心中暗道 成了 第67章 逼宫 王天昊 是从雀儿乔大街 一路高声叫骂着 被押去大理寺的 他是真急了 眼瞅着四十三刻一道 可谁知却横生之劫 先是不知为何 会从他的箱子里 扯出一道 先帝赐婚太安郡主 与当今皇上的圣旨 随后那铁杠头 便向柳大将军 请了军兵 要将自己押接到大理寺去 他如何肯去 今日他有十万伙计的 要紧事去做 那幻虚道人 大概是他唯一的机会 能否在堂堂正正地 当他的王家大公子 甚至能否重新做个男人 都系在今日四十三刻 那幻虚道人的身上 重阳观就近在眼前 可这起子魂杖静 不许他去 无论他百般哀求好话说尽 那铁杠头和柳龙笑 就只是目着一张脸 不做理会 他只好又转头 去寻崔忠 想让他速速回府 搬来他爹王首府救命 可谁知一看 那崔忠与四个教夫 早已被几个兵丁擒住 各个五花大绑 嘴里塞了抹布 像安纯似的 被拎在队伍后面 相比之下 他的待遇倒还算不错 既没有捆他 也没堵他的嘴 只是几个兵丁将他以为 推推嗓嗓向前行进 于是 这一路上连气待急 王天昊除了高声叫骂 却别无他法 只盼着路上 能遇着个王相府的家丁 回去通风报信 且说那左副都玉石耿梁中 见此事 方铁之与柳龙笑二人 皆已出手 便放下大半个心来 柳龙笑的为人 他不甚了解 可方铁之他却十分知晓 既已绞尽此次事 就必然不会半途退出 放手不管 他只放心 把人交于大理寺便是 现下当务之急 应是速速将此事抱于奇象 这可是天赐良界 说是能搅动朝堂风云 也不为过 于是 耿梁中匆匆拱手 于柳 方二人道别 转身上轿 急忙忙向奇象府奔去 去而乔大街上 最热闹的地段 有一处名为惠文斋的当铺 掌柜的是个微微发福 干练精明的中年男人 姓李 此时 惠文斋的二楼窗户 微微敞开半扇 一个身穿道袍的男子 副手立于窗后 远远看着方铁之一行人 渐行渐远 那人面目清俊 气度脱俗 宽袍广袖所称之下 颇有几分仙人之姿 而一旁的桌子上 正放着一柄浮尘 和已经卸下来的白须白发 一切皆按计划进行 其实 你今日大可不必再扮上 换须道人守在重阳罐中 李福来站在黄义身后说道 黄义转身看着他一笑 小心一些总是好的 万一这几位 没能按时聚到一处 我这换须道人 自是要出场补救 总得背着另一套计划 以防万一 你呀 李福来摇头探道 怪不得公主当年 总夸你心思缜密 算无一策 这走一步看十步 一记跟着另一记的本事 真不是常人能比的 提到公主 黄义垂下眼睛 神色一暗 片刻后说道 郡主便很好 颇有当年公主的风范 郡主确实聪慧 李福来是个粗人 倒没那么多感怀 此时爽朗一笑赞道 这两年你不在 这京中的局面 全赖郡主主持 竟然分毫不差 真真不得了 谁能想到 一个十来岁的女娃 就能调兵遣将 出谋划策 便是几个大老爷们 也比不上他 嗯 也可见是你这师父教得好 哪里是我教的 公主的女儿 自然不是平常之人 黄义滴滴说道 随后抬起头 看向李福来 微微一笑 如此 幻须道人之事 便是成了 这之后的事 倒不用咱们费什么心思 自会有人帮着 把事闹大 此话说完 李福来历时心领神会 抬头与黄义相视一笑 齐乡府内 满心兴奋的耿梁中 将刚刚之事 眉飞色舞地 报给了齐正清 可奇怪的是 却未能如愿 从齐相脸上 看到半分澎湃之色 齐正清 捋着胡子沉吟半赏 方才轻轻一叹 似是自言自语道 竟原来真在他手中 现在才让他现实 竟就真的那么 不愿入宫 耿梁中听得一头雾水 忍不住上前一步 轻声催促道 阁老还是快做决断才好 此事是个大好机会 稍纵即逝 若让王党有了准备 反就不妙 齐正清看了他一眼 随即点了点头 这是对我们自然是个机会 且 不管他究竟异欲何为 我先助他一臂之力便是 先帝赐婚泰安郡主 与当今皇上的圣旨 竟从王相独子 王天昊的财宝箱中 被扯了出来 此事未用上半个时辰 便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上至皇亲贵咒 吓到贩夫走卒 几乎人人皆知 又有那各国的贺卿使团 现仍留京中未返 此事一出 更是费满迎天 更有那外国使臣 公然调笑 先不急于回国 说不得这大旗 又要再摆一次封后的排场 又有那自作聪明的 将之前王家 预聘泰安郡主 后又草草 将其赐婚于 晋王二公子等时串联起来 赫然发现 这分明就是一出现实版的 锦帕技 于是传言更盛 王氏逆诏剿诏之罪 已在众人心中坐实 王乡福尔目遍地 此事一出 自然立十三刻便得了消息 王夫人顿时只觉天塌地险 她倒不是担心什么 私逆先帝遗诏之罪 也不怕那大理寺的大唐 横竖他家相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什么样的衙门 官员 他都放不在眼里 只是如此一来 便错过了 幻须道人所定的一致天使 那道人说 四十三刻与号的命数相符 又说 他在经中历练的实现已到 王夫人惶恐于错过时辰 王天昊的病 在无人能治 这乡王夫人心急火燎 生怕错过了神仙 那乡他家相爷王首府 已当即派出一队人马 直奔重阳观捉拿 邀道换须 王智当然不会如无知妇人 一般短视 他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便当即明白自己是 中了别人的圈套 可哪知 派去的人 却在重阳观扑了个空 那换须如同凭空消失一般 早就不知去向 事已至此 王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神乎其神的老道 那冲撞轿子的乞丐 那凭空而来的先帝圣旨 还有柳龙孝 耿梁中 方铁之 这三人看似不经意的偶遇 算计他的人果然高明 手握杀器 又步步为营 此事不必说 定然还是那齐正清倒的鬼 他到底是大意了 正值心烦意乱之际 转头却见王夫人 竟还惦记着 妖道治病之事 王智哪里还能忍得住 当下心头火一窜两丈 暴跳如雷地 狗血临头 随后 命他立时进宫 向太后禀报此事 以求应对之策 可还未等王夫人这边入宫 太后那边 却已然得了消息 而进宫告知他的 正是皇室族长夫人 沁王妃 之前娘娘一直说 先帝未曾留下赐婚圣旨 太安和陛下的婚约做不得数 我也便信了娘娘 可如今怎么说 先帝不光留下了这样一道圣旨 而且 这圣旨 竟还是从娘娘那只身上掉出来的 王氏一族 竟私逆圣旨 说着沁王妃隐晦地 看了王太后一眼 脚趾废照 娘娘可曾想过 如何堵着天下人的悠悠重口 沁王妃今日装扮得甚为隆重 身穿超品 沁王妃的大礼服 花白的发际上 攒着七尾奉差 品级大妆一丝不苟 于昆泽宫 正殿上肃然端坐 一番吉言利色下 王太后顿时头疼欲裂 心知今日之事恐难善了 事情尚未查清 皇审怎可如此 就给我们王氏一族定了罪 王太后皱起眉头 语气也颇为不好 细想之下 今日之事甚是蹊跷 但纷扰杂乱 她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 可到底还是有些心虚 随后口气上 便忍不住软了几分 皇审可确定 那是先帝的圣旨 别是小人作祟 假冒先帝旨意 那可是欺君之罪 哼 沁王妃闻听此言 忍不住冷笑一声 且不说哪个胆大包天 敢假冒圣旨 简直闻所未闻 只说先帝驾崩不过九年 朝中重臣多记得先帝笔记 且便是别人记不得 我家王爷作为宗室族长 却是万万不敢忘的 事发当时 沁王爷便去了大理寺河时 却是先帝亲笔 再说 退一万步讲 便是字迹可访 但那圣旨 用得瑞赫祥云的林景玉州 如何去访 那传国玉玺 如何去访 沁王妃既然如此说 可见这先帝的赐婚圣旨 是真的了 王太后心中惊疑不定 这圣旨 是从哪来的 是泰安那丫头倒的鬼 似乎不太可能 先不说泰安一个黄毛丫头 有没有这个本事 只说这些年 为找这圣旨 自己使了百般手段 说句不好听的 就连泰安的贴身小衣 都曾仔细翻检过了 派出的细作 也都是各中高手 却皆无功而返 可见这东西 却不在泰安身上 说来 也怪自己当年太过心软 若那时当机立断 也就不会有今日之火 那这失踪多年的圣旨 怎么又会突然跳了出来 耿良忠 呵呵 他倒是谁 原来是齐正青岛的鬼 是了 那齐家是郑国公主的外甲 若隐匿先帝圣旨 再嫁祸于王室 可谓易如反掌 可 他到底晚了一步 让齐党那帮肖小占了先机 如今这局 该如何去破 黄沈明剑 自觉想通其中官窍的王太后 此时微眯双目缓缓说道 若那圣旨是真 怎会在天号手中 又怎么会带着他 招摇过世 分明是有小人想挑拨离剑 异于陷害 黄沈 咱们才是一家人 可万不能中了小人的奸计才是 此事是否有蹊跷 自有大理寺去审 不过那先帝圣旨 确实是众目睽睽之下 从王天号随身携带的财宝箱中扯出来的 青天白日的 娘娘的娘家侄子 携着一箱奇珍异宝 穿行于闹市 说是要寻个什么道人 现在想来 若一个真有所求 而那道人又漫天要价 要什么奇珍异宝 这先帝的圣旨 可不就是真中之珍 宝中之宝 更何况 听说娘娘的侄儿 确实有求于那道人 庆王妃此话 简直字字入诛心 分明已经认定了 王天号与那幻须道人图谋不轨 故才私邪交易 王太后本欲拉拢庆王妃 与她同仇敌恺 却哪知反倒受了这番 家枪带棒之言 登使柳梅倒树 粉面含怒 可尚未等她发火 忽听殿外有人来报 禀娘娘 其字符等一众老臣 此时跪于五门之外痛哭 哭告先帝 王太后一听 只觉眼前一黑 顿时天旋地转 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 这帮老贼 此时分明是在逼宫 第六十八章 几杀 七峡山浮云安内 浊华正浮安练字 三姑站在一旁笑盈盈地 看着浊华落下最后一笔 随后笑道 郡主的字已经练成了 我瞅着 倒比黄大人的还好 浊华听了一笑 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 道 字如其人 我与师父的字并无高下好坏之分 只是师父经了太多坎坷悲苦 字中便不免带出一股子 愤世疾俗来了 而我自小有你们围在身边 也是养尊处优 金尊玉贵的长大 字中自有些从容之气罢了 可要得 却恰恰便是 这份从容之气 三姑说着 伸手将那副字轻轻拿起来 且这份气度和老成 却不是只练一练便能出来的 线下黄大人带回经的两件 东已用上了一件 余下的这件 能否派上用场 就全凭郡主的这份气度和从容了 卓华听后 忍不住垂眸探道 究竟是我还是师父 仍要在斟酌一二 此事 终究是对仙人不敬 郡主莫要如此说 若说不敬 也是他们不敬 何止不敬 简直罪不可恕 咱们若不是被他们逼急了 也断不会如此 卓华话未说完 敏玉端着水盆进来 开口便脆生生地截住了他的话位 近几日 柳大将军进京 刘敏玉因为欢喜 所以比平时更加爽快凌厉了些 整日干劲十足 卓华听他如此飞扬畅快的一说 忍不住鸣嘴一笑 敏玉说得极是 倒是我狭隘了 说着便走过去洗手 三姑跟上前来 边伺候着边说道 金钟刚刚飞鸽传来消息 其正轻律一众老臣此时 正于五门外跪哭先帝呢 他也真能捡个巧踪 咱们刚递给个梯子 他便往上爬了 咱们不就是为了让他简直是个巧踪吗 卓华笑容不变 以后他要尽力的时候还多着呢 他心里自然也跟明镜一样 大家不过是个取所需 其相要的是太后还正于地 而我要的是什么 兴许他也能猜出了几分 可那又如何 即便目的不同 也并不妨碍咱们能让他得力 当然也不妨碍他能助咱们一臂之力 让他抓住这个机会使劲折腾便是 我现在唯一有些担心的 倒是王太后呢 以他的为人 只怕被逼急了会出现什么昏招 卓华说着放下了擦手的毛巾 转身寻了 把椅子坐下 屈指敲了敲扶手 片刻后又笑道 不过也不怕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他的招数不过就那几样 不难猜 咱们倒全能应付 三姑听后 忍不住也跟着冷笑一声 要说咱们这位太后娘娘 心机谋略倒是平常 可却偏偏一心想要效仿 那奏国的米八子 汉朝的吕太后 却又没那个本事 从这些年来 其正轻一挡不若反强 就能看出她的能耐了 至于郡主所说的婚招 依我看 不如 将咱们的计划透露 一两分给二公子 若将来真有个什么 也好比比 有照应 浊华听闻沉音片刻 方才点了点头 如此也好 三姑 你去让扶风给城中的礼书送信 就说我要见秦浩轩 是 三姑瞅着浊华 笑着应目 又道 不想这也算歪打正着 若当初真和那草包王天 号定了婚约 虽然有些事会形得便一些 但到了这种结果眼上 却只能郡主 自己使力 一个帮手 也寻不着 且还要防着那王家和王天号 此时 会不会拖后腿 可如今 有这位二公子在 倒是可以天上不少助力 浊华抬眼去看三姑 笑道 三姑似乎对秦浩轩很是了解 且十分信他 也不是十分了解 三姑像是自嘲似的一笑 只是觉得 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有负于郡主吧 就像 说到此处 后话却被三姑 猛然咽了回去 随后硬生生地拨转了话头 诶 对了 我得去巡浮风被鸽子了 三姑忽然变得忙碌起来 转身匆匆向外就走 差点和进门的射月 撞了个满怀 射月赶忙请起茶盘 向旁躲避 转头去看三姑 却见他早已走远了 只剩下一个匆忙慌万背影 三姑这是怎么了 敏玉去接射乐手中的茶盘 皱着眉头不解地嘀咕了一句 浊华看着三姑的背影 却没有说话 三姑的脚步匆匆忙忙 甚至有些踉强 她刚刚那隐去的后半句 原是想说 就像当初 黄义大人对公主一样 宁愿万劫不复 也终不复于公主 秦浩轩 看向郡主的眼神中 藏着一道光 许多年前 她也曾在黄义的眼中 看到过一模一样的 只是 那光中不是给她的 且不说 秦浩轩当天 收到李福来传去的浊华 要见她的消息 是如何欣喜若狂 又是如乔装改办 悄悄隐秘出城 也不说 那当朝赐府齐 正亲领着一众老臣 与昆泽公的王太后 如何斗法 只说御书房内 浩轩此时 坐于龙书案后 正犹豫不决 帝当中 跪着的齐绍峰 却心急如焚 陛下 此次 是清政的大好时机 莫再犹豫了 若错过此次契机 以后陛下的清政之路 只会更加艰难 陛下 浩元看着跪地腐败的齐绍峰 攥着手中的佛珠眉头紧锁 半赏方才言道 齐轻的意思朕明白 只是 若按你所说的 朕必定要和太后撕破脸 这 终是有微笑道 齐绍峰抬起头 去看浩元 心中知道 皇上在犹豫什么 有微笑道 或许只是其中一点 毕竟皇上从小 常于太后之手 对太后 向来都是殉从公顺 之前虽有暗中违抗 但明面上 还是母刺子孝 皇上心中 反而还会因违逆 得逞生出几分窃喜 可如今却是要光明正大的 当面与王太后对抗 皇上自是会心生怯懵 但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陷下祖父已决然出手 背水一战 亲自身处风口浪尖 成则功德圆满 败则万劫不负 他们已然退无可退 绝不能因皇上的一时怯懦 而前功尽弃 陛下 齐绍峰再次无体伏地 边拜边痛哭流涕倒 陛下纯善人孝 内修宜德 外礼众臣 若他日清 正定能力经图治 勤政爱明 成为一代人均民主 可陷下上至国事 下至后宫 可有一件事 是您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陛下 您难道真愿意 如汉惠帝流营一般 名为君主 实为傀儡 不能君临天下施展报复 反而只能困于后宫 居于妇人之手 太后献下正直壮年 自是会百岁千秋 可陛下 以后要如何自处 难道只能 坐等太后百年之后 陛下 是一国之君呀 真甘愿一辈子 皆屈从于太后之志吗 放肆 齐绍峰的一席话 实在是又急又利 如尖刀利刃 巨巨弯心 而那一句可有一件事 是您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正接了浩元的旧吧 他毕竟只是个 十八岁的少年 又是从小被捧着 长大的少年帝王 如何能受得了 这么一击 等时拍案而起 拂袖怒斥 可谁知 与此同时 寓书房 通向进房的侧门为慢后 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似有什么人 或误撞到了门板上 齐绍峰 本正欲服败谢罪 可以听此声 顿时警觉 抬眼望向浩元 正见浩元也在看他 君臣二人对视一眼 差时灵犀相通 接脸气收声 浩元转头 向身后的贴身 太监小敦子 使了个眼色 小敦子立时会议 盲店部秉析 悄悄来到围漫前 猛然一掀 总管太监高扶胜那张 惊慌失措地圆脸 便落入了众人的眼中 一见是他 倒把小敦子惊了一跳 当即回头去看皇上 自己这位师父现下 应该待在家中 病着才是 怎么反倒溜静这里听起了墙角 难不成自己日日孝敬的身汤 被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浩元一时也有些发猛 还未等他想清楚该如何处置 那高扶胜反倒迅速稳住了心神 收了刚刚因一下而起的慌乱 历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陛下金安 老奴乃是凤啊 太后之命前来探望陛下 见陛下一切皆好 也便放心了 线下时辰不早了 老奴还要去昆泽宫 给太后回话呢 免得他老人家担心 高扶胜一副公鸭嗓儿 话里带着两分得意和挑衅 摆明了再说 我是太后的人 皇上你能奈我如何 说罢也不等浩元叫起 草草磕了个头 起身攻腰向外就走 只留下龙叔案 后期的乱颤 却又一事无措的浩元 齐少风眼见着高扶胜偷窥胜意 此刻竟又气焰嚣张地准备起身离去 虽表面恭敬 实则俱傲轻慢 而皇上除了气战 竟无计可施 心道不好 若此时让这奴才走脱 定要酿成大火 电光石火之间 高扶胜已走到他近前 齐少风来不及多想 陡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一把将其扑倒 随后对着高扶胜的太阳穴 就是一拳 那高扶胜一连喝了多日 加了料的餐茶 身体早已康患 再加上齐少风随时书生 却自小席君子六亿 喜配剑善骑射 平时更惜些拳脚健体 故此高扶胜哪里能受得住 他这一拳 坑都没坑一声 便脑袋一歪昏死过去 这番举动倒吓傻了浩元 刚刚原本激出的怒气 此刻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给冲得一点不剩 只目瞪口呆地 看着地当中的齐少风 小墩子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哆哆嗦嗦抖成一个 勉强来到浩元身边护驾 齐少风扔下死人一样的高扶胜 重新撩刨跪地 又恢复成 刚刚那个风光济月的如玉公子 扶身叩首道 陛下 现在已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浩元看了看齐少风 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高扶胜 知道自己终是退无可退 高扶胜是太后的人 齐少风这事帮他做了决定 他便是不想和太后撕破脸皮 可在高扶胜倒地的那一刻起 也便已然撕破了脸皮 此时唯有孤注一掷 彻底依靠齐正卿等人了 小墩子 事到如今浩元反而沉稳下来 他不急不徐地沉声说道 高扶胜偷窥胜意 赐他一杯震酒吧 齐边休 你随我去昆泽宫 顺平八年四月二十六 大齐帝后大婚第三日 先帝次婚顺平帝 与太安郡主的圣旨先世 王氏一族 逆召绞召之事 因百姓愤然 四海皆华 其正清律 以众臣公贵苦于五门之外 顺平帝秦浩元携汉灵院 边修齐少风 常跪于昆泽宫外 王太后闭门不出 王氏一党皆必言归缩 顺平八年四月二十七早朝 纷争玉裂 各方势力角逐 一时争执不下 当日 七霞山上 三姑笑着 将手中的飞鸽传书 呈给了卓华 郡主果然神机妙算 这王太后 还真是出了个大大的婚招 第六十九章 婚招 四婚圣旨于王天昊的财宝箱中 现世荡晚 京城的四宜馆内 萧富拓此时 因兴奋而坐立不得 索性在屋内来回踱步 我就说 这个太安郡主绝不简单 果然 如今终于出手了 咱们倒不必急着回去 在这儿在住上 两日看看结果不迟 坐在一旁的田册 听闻此话 忍不住屡然笑道 这满京城的外国使团 估计线下 都是如此作响 大齐这笑话 闹得可真是 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 再等等也好 说不定 咱们交了一份贺清理 倒能吃上他 两顿的婚宴酒席 若真是如此 岂不是占了便宜 田册的俏皮话 似乎说得极其可乐 萧富拓听后 哈哈大笑 先生 先生说得极是 哈哈 我看这回大齐上下 可是把脸丢了个金光 这泰安郡主的手段 也真是巧妙 竟趁着这满京的贺清使臣 回国前 将此事闹出来 如此一来 除了大齐本国群情激愤 这邻邦有国 也是人言可畏啊 咱们暂且留在大齐 也算是给他助上一臂之力 搅动了大齐风云 对咱们百利无害 二皇子确定此事的幕后推手 是泰安郡主 田册陈寅片刻 还是忍不住说道 可我怎么看着 这更像是齐政卿的手笔 且不说 泰安郡主 一介女流 如何有这份心机能力 做下如此大的局 其间又涉及朝堂上的两位重臣 一位戍边的大将军 单说他若手中 真有大齐先帝的圣旨 何至于此时 方才让他现世 白白错过了争后的最佳时机 若他早拿出来 此时大齐的后卫 可就轮不到那位小王室了 田册说罢 却见肖父拓笑着摇头 坡不以为然 先生这话听似颇有道理 可拓却不敢苟通 我刚刚说过 这泰安郡主 绝不是平常规格女儿 从上次他给我讲了那咒王敌长的典故 就可以看得出来 此人凶有勾壑 擅长谋略 若如此 那他所行之事 自是不能以平常规格之心去推测 我倒觉得 他选此时机 让那赐婚圣旨现世 正是有意为之 大齐皇帝大婚里称 他正可避开当初拥和地所定的婚约 免于嫁入宫中 而各国使团先尚未回国 又正可利用着人言可畏 哈哈 此女真是绝妙 妙诀 只可惜 肖父拓说到兴起 又赞又叹 只是最后那句 可惜什么 却到底未说出口 那依二皇子之见 这泰安郡主 竟原本就不欲征后入宫 那是自然 田册履着河下三履常然 笑而不语 这二皇子自从上次求取泰安郡主不成 似乎就魔杖了 竟对一介女子推崇被制起来 怎么 先生不信 确实不信 这天下女子所图的 无非就是夫妻恩爱 子嗣凡胜 或有那大志向的 便多享些荣华名望 权力地位 而这皇后之位 已是人间至极的荣华 无上尊贵的地位 我不信 那泰安郡主 会就此放弃那大好的前程 况且此事一出 首先得力的便是大齐的宝皇一派 齐政卿一党 正可借机要求太后还政 想必明日大齐的朝会之上 定要为此事争得不可开交 至于泰安郡主会从此中得到什么好处 我倒是还没看出来 我也不与先生去争 变了这半日 肖富拓 只觉得无趣 咱们只先在这大齐京城多住几日 静观齐变就是 如荣笛这般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思 流于京城的外国使团不在少数 众使臣皆翘首以待大齐朝廷 最终会拿出个什么章程 如此以后回国也好 降兵给本国国君 甚至当作笑谈说与妻儿去听 这反倒给齐政卿等人 平添了不少助力 而对王太后 一党来说 却是不折不扣的压力 第二日 大齐的早朝之上 果然乱成了一团 庆王及宗室长辈 并朝中几位 德高望重的老臣 已于事发之后 历史一同去了大理寺鉴别 拿到先帝的赐婚圣旨 当然 先帝在世时 也不乏有见过这道圣旨的成功皇族 此时再见 有人当即跪地拜扶 痛哭流涕 经过一番折腾 最后皆一致认定 此圣旨乃先帝亲笔 此消息一出 方铁之力十连夜 审了王天号 莫费什么劲 其携带巨才 穿行闹式的来龙去脉 便弄清楚了 可先帝的赐婚圣旨 是如何出现在他箱子内的 王天号却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方铁之当即 又派出两路人马 一路去捉纳重阳观的幻须道人 一路去拿当接冲教的那群乞丐 可幻须道人当真人如其名 如须似幻 陡然就凭空消失了 而那群乞丐 更是难捉 人海茫茫 乞丐便接 又无什么特征记号 纵是勉强捉来 十几个可疑的乞丐 也皆都哭去喊冤 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故此 第二日早朝之上 王党虽急于辩解 坚称戏遭奸人陷害 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而其党则有理有据 博得对方哑口无言 就连一向公正无私 不偏不倚的铁判方大人 也来凑热闹 当朝奏饼了 昨日所查的全部案情 看似只需事实过往 并无偏思 可实则勾据 都将王室逆诏之事盯死 又有一众老臣听后 历时贵枯先帝 伏地不起 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搅得王太后心烦意乱 一时急火攻心 够了 玉座连后 王太后陡然一声断鹤 殿内立时一速 随即便听 王太后在连后怒斥道 先帝的赐婚圣旨 是真是假 岂能如此草率 就断定了 禀娘娘 那先帝圣旨 确实是真 自乃先帝亲笔 应乃传国玉玺 我等老臣 及宗室众人皆已看过 绝无有假 事到如今 王太后看似 又要耍起无赖 其正卿 只好亲自上阵 斗袍出列 拱手起奏 王智利于文臣之手 此时满脸英智一言不发 这是他担着莫大的干系嫌疑 案里本就应该坚口回避 连后的王太后 先是一致 随即怒火更盛 就算那圣旨是真 可如何会在我王家的财务箱内 定是有小人陷害 方铁之 此事 你可查清 朝上众人顿时鸦雀无声 昨日众目睽睽之下 这圣旨 与王相府的箱子中 被搜寻出来 又未找出他人陷害的证据 那便只能是王氏一族私藏 这个锅 王氏背定了 王太后如此问 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禀太后 先帝的赐婚圣旨 却是于王天号的箱中寻出 但无任何证据 可证明圣旨 是他人 有意放进去抑郁栽赃 方铁之的话音刚落 未等王太后发话 殿下便呼啦啦 跪了一地大臣 领头的齐正轻浮 首便拜 哽咽高呼道 逆诏一事 已是铁证如山 缴诏一罪又当如何 太后 本应母依天下 表率仁德 可竟生出此等丑闻 又直述国 使团上斗留金钟 此事一出 大旗颜面何存 陛下颜面何在 天下百姓又会如何 看待太后 其正倾索 言字字诛心 直气得王太后 银牙咬碎 牙字欲裂 昨日这群老贼 聚众逼宫 又窜多着园儿 也一起胡闹 自己只闭门不理 不想躲过这初一 却躲不过十五 简直欺人太甚 好好好 既然要闹 那索性大家就一起闹开 我倒要看看 最后是谁吃闷亏 月上宫 王太后开口恨声说道 传哀家一旨 封太安郡主邻氏 浊华为皇后 即日入宫 王氏岂然改封皇贵妃 将皇后的金策宝应送 还昆泽宫 此话一出 满朝哗然 太后竟不按常理出牌 这一国之后 说换就换 简直而戏一般 饶氏抑郁帮着太后 蒙混过关的王氏一挡 此时也皆不敢多言 真若让这道意志发出 整个大旗 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笑话 此时龙椅之上 因跪了一夜 而脸色苍白的浩元 乍听此言 忍不住眼睛一亮 可当看到七少风 冲他微微摇头时 眼中的那束光纱石 暗了下来 正当连后太后 冷笑连连 殿下重臣 一时雨色之时 护有殿前 侍卫上殿来报 启禀陛下 太后 静王府二公子 现正贵于五门之外 高声宣唱 宣唱何事 浩元如今对 静王府二公子几个字 尤为敏感 因此 未等王太后 发话开口便问 宣唱的是 殿前侍卫 稍有犹豫 偷偷眼看了眼高位上 那珠连一角 随后复述道 静王次子秦浩轩 与太安郡主临氏 已过纳争之礼 争也 礼成 亦为先那聘财 而后昏成 经此以礼 秦浩轩与临时婚约已成 望太后 切勿棒打鸳鸯 差人夫妻 此言一出 齐正轻低头一笑 玉座上的浩元 却不禁皱起眉头 五门外 秦浩轩悬一 剑袖柜的端端正正 脸上除了那道伤疤猙獰 表情却是不急不躁 那朗声宣唱 也称得上自证腔员 弄得闻讯赶来的静王世子 秦浩宇看着如此从容的秦浩轩 恍惚间竟有种错觉 他这弟弟倒不像是来诉冤求告的 反倒像是来故意气人的 殉帝莫闹 这成何体统 快和为兄回去 秦浩宇生怕惹怒了王太后 自己在吃瓜落 因此话中便忍不住带出几分埋怨来 赐婚圣旨一世他 昨日也有所耳闻 谁知今早桥通便慌慌张张来报 说是秦浩轩此刻 正跪在五门外与太后叫号呢 这还得了 秦浩宇一听哪 还能在家待得下去 于是立即匆匆赶了过来 大哥先回去吧 弟弟一会儿就完事了 说吧 浩轩抬头冲秦浩宇露齿一笑 转头又高声宣颂一遍 一会儿就完事了 他当这是挑水扫地呢 一会儿就完工了 浩宇浩轩没被气死 可却又无可奈何 心中生怕王太后怪绝下来 于是 搜长瓜度想了半天 呼得灵光一现 说道 轩弟 你在此跪地求告 却可知那 泰安郡主是如何作想 若是泰安郡主 并不愿意遵守 与你的婚约呢 毕竟那可是 先帝赐婚当今圣上的圣旨呀 泰安郡主 大可以作那母仪天下 万人之上的皇后 此话一出 秦浩宇心中静莫名地痛快 或许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 秦浩轩与泰安郡主并不相配 故而如此一来 反倒称了他的心意 浩轩抬头看他 半天没有说话 秦浩宇不仅有些心虚 却强撑着目光没有躲闪 半晌 浩轩方才挪开了眼睛 也不接话 只是又高声轩送起 刚刚那番话来 静王世子 却忍不住背后 汗水晴晴 正在这时 忽有一黑衣少年骑马奔来 远远下马 双手高举一道奏章 向五门行来 边走边高声轩唱道 臣女灵氏 与静王嫡次子秦浩轩 已过纳争之礼 争也 礼成 亦为先纳聘财 而后昏成 经此以礼 灵氏与秦浩轩婚约已成 灵氏自应恪守复道 忠贞不二 来者正是黄宇涵 他行至浩轩身边 低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面无表情地 一开眼睛 错身半步 跪于浩轩身后 这一刻 秦浩轩忽然便有了底气 他目视前方 口中 轩颂之声 平白又高了几分 嘴角止不住地向上扬起 立于一旁的静王世子 不知怎的 忽然就尴尬起来 第七十章 妖宫 太后那道患后的一纸 当然没能发出去 不光其正卿 庆王等人 不会让他下这样的纸 就是王之一党 也不可能让王太后 如此任性妄为 陷下王室一党 自身难保 若王启然从皇后之尊 降到皇贵妃 便能平息整个事件 反倒是件好事 可王之深知 齐正卿绝不会让此事 就此轻松过关 他们要的 不是什么维护先帝的脸面 也不是什么 捍卫圣上的龙威 他们要的是 王室手中的权力 即使王启然的后卫 还给了太安郡主 齐党也仍会死咬着 王室逆诏 太后绞召之势不放 逆召本就是死罪 绞召更是欺君灭族 若王室一味对抗 说不得齐正卿等人 会越闹越凶 别的不说 他们只每日 都归于五门外哭上一场 届时 请愿的成功百姓 只会越举越多 任其发展下去 局势必然失控 若引得全国上下一致倒亡 那对王室一族来说 无疑是灭顶之灾 违京之计 唯有割舍些好处给齐党 才能勉强平息此事 期间自然要讨价还价 多方决利 只为各取所需 齐党欲取最大的利益 王室欲受最小的损失 王启然这枚棋子 现下看来 齐党并不在乎 保住他也不是难事 这样极好 日子还长着呢 谁能保证 王家不会出第二个太后 逆召一案 王旗两党相至半月有余 最终以王室一党的 弃族宝帅为结局 王天昊因私逆先帝圣旨 流放三千里 王志教子不言 罚奉三年 闭门私过半年 王太后因娘家子侄 私逆先帝圣旨 至其不知圣上已有婚约 另行聘娶王室女为后 此算受人蒙蔽 处事不明 倾下罪己诏 已为先帝英灵 且还政于帝 自此于昆泽宫已养天年 顺平八年五月十五 大吉 齐正亲嫡孙女骑士少堂 被提前迎入宫中 封为贵妃 自此 无论前朝还是后宫 权力格局未知一变 城南晋王世子府内 不知是谁 谁送来了一柄金色马鞭 虽考究精致 却能看出 制作之人乃是初次从事着银盛 许多地方尚显生疏 世子秦浩宇 从侨童手中接了过来 随手颠了颠 便不甚感兴趣地扔到了一边 他本就喜闻 对这五夫的东西 向来不感兴趣 这东西 也不知是哪位侵慕者送来的 也不太上心 竟为仔细查探他的喜好 更为留个拜帖姓名 好生无礼 秦浩宇自不想再去理会 那柄金色马鞭就此被树枝高阁 于一角落渐渐蒙尘 慢慢失去了他原本的华光异彩 王室虽然弃王天后宝下 王室众人的高位荣华 但到底权柄兽创 一时元气大伤 王太后被迫还政 王志暂离朝堂 齐政卿借此机会 迅速清除一己培之势力 后宫又因齐贵妃入宫 而改变了以前王室女赌长宫尉的局面 但俗话说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王室一党经营多年 树大根深 岂是一席之间 便能连根拔除的 王志虽闭门思过 可爪牙触脚 仍遍布朝堂 王太后虽还政余地 可后宫其经营多年 又岂是一个出出入宫的齐少堂 能轻易燃止 经此一事 王党与齐党之争 彻底百于明面 矛盾已到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不死不休 整个事件中 太安郡主虽为当事者 却只于当日入过一面 派一侍卫于武门外宣读奏章 声明自己 与秦浩轩那争理成 事后镜片夜未沾其身 谁也想不到 那个看似受制于人 随波逐流的一介孤女 在此事中 扮演着怎样一个 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概只有齐正卿这只老狐狸 才会暗中赞上一句 好手段 再回过头说那日 秦浩轩和黄宇涵 于武门外跪地 宣唱了大半日 任谁劝也不起身 锦王世子 最后都无奈拂袖而去 直至朝堂上 那帮争吵的口干舌燥 却仍无结果的大臣们下了朝 才有殿前侍卫奉了皇上口谕 前来赶他二人离开 于寒也不理人 目着一张脸 起身便去寻马 招呼 也不打一个 跨马飞奔回七霞山赴命了 而一个人被扔在武门外的秦浩轩 却并不觉得尴尬 眼珠一转 想了片刻 忽然就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七霞山上 夕阳正好 金灰红日 彩霞漫天 卓华开了西乡的窗户 望着这青山西罩 忍不住嘴角微扬 三姑 雨晗既已回来了 一会儿大概会有课来 让敏玉吩咐小五 他们放行 哦 何人会来做客 今日并无飞鸽传书 郡主是如何知道的 我自然知道 卓华转头冲三姑一笑 又眨了眨眼睛 竟是难得的娇憨可爱 有人做了大大的好事 自然不会藏起来不说 就算不能敲锣打鼓地昭告天下 但却总要让受了实惠的人知道 否则岂不是白做好人 见他这样 三姑忍不住笑了起来 魏卓华这份难得的调侃和顽皮 事情已成了第一步 郡主也轻松起来了 二人正说笑着呢 胡听敏玉来报 郡主 雨晗前脚刚回来 那个秦浩轩后脚就来了 也不知道雨晗志得什么气 偏不让他上山 可哪知 那秦浩轩也不生气 竟然就在山路旁坐下了 还唱起山歌来 已经唱了好半天了 引得好几个下山的侨夫猎户 都围着他听呢 黄雨晗的鼻子都快气冒烟了 我若晚来一步 说不得他会被活活气死 一听这话 卓华三姑二人相对一事 随即又皆笑了起来 当时浩轩被敏玉领上山来时 正见卓华在小院中的石榴树下 摆了茶炉煮茶 卵风微起 夕阳惊晖 轻如翠玉的树冠上 坠了惺惺点点的火红花苞 虽世界不到 还未胜放 却别有一番郁郁害羞的娇羞之态 正趁了树下 那素衣少女粉面朱唇 浊浊如霞 卓华抬眼看向浩轩 青阳朱唇 微微一笑 出城不便 山路难行 多有劳累 坐下喝杯热茶吧 浩轩似猛然一头栽进了那幽谈一样的眸中 竟有一瞬的窒息 仿佛就要溺于那潭水之中 他忽然就慌乱起来 手与脚变得多于其碍事 只会傻笑 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却听见声音从自己的口中飘了出来 还好还好 不累不累 许是被他这副傻样给逗乐了 浊华低头扑斥一笑 随即盲掩饰着 你怕眼口 另一只手提壶 去向茶海中注水 此时 浩轩方才回了魂来 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低头摸了摸鼻子 善善笑道 你放心 线下我出城来看你 反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你我本就有 婚约 且今日又同进共退 打了场硬仗 我此时 来许你说说今日之事 岂不极为正常 再加上今日朝上已乱成一锅粥 自是无人顾及到咱们 浩轩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卓华对面的石准旁坐下 又偷眼看了看卓华 见他虽听见自己一口一个咱们的 但并未露出半分不满 不由得心中窃喜 又见卓华抬眼看他 盲受了刚刚的小心思 正经端然做好 卓华鸣嘴一笑 因见他脸上并无一容的怪疤 不由得诧异道 你脸上的疤呢 如此以真面目示人 被人瞧见 卓华如此注意自己 浩轩不禁眉开眼笑 你放心 我是到了山下你的地界上 才卸了那把 那个 实在是太过丑陋 我怕吓着你 况且这益绒术也不是很难 回程前 我再弄出一条来也是极变异的 其实这话就有些吹牛了 益绒术本就是江湖中极难的秘书 秦浩轩那怪疤又十分逼真 装扮起来自然是耗时费力 可他就是不想再顶着那丑陋的刀疤 来见卓华 即使回去时得再费好一番折腾 他还是要卸下来 虽然卓华曾说过 并不怕他那道疤 嗯 师父说过 他是个急俊俏的郎君 不知道卓华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卓华并不知浩轩心中所想 也不纠结此事 只笑着继续说道 今日之事 真是有劳你了 谈不上有劳 我也并未出什么力 一切不过是以你的计谋形式 若说 你可真是不得了 王太后会下诏换后 这样不合常理的事 竟也料到了 虽说此事并非儿戏 满朝文武字会拦着 可我现在想想 仍觉得好险 这王太后真是 厚颜无耻四个字 浩轩到底没说出口来 一来在卓华面前 不欲口出恶言 再者 王太后忠实长辈 爱于教养 浩轩只能把后半句话 给验了回去 无论如何 今日之事 我都要谢你 若非有你 这一局 我恐怕尚需费些功夫 绝非如今日这般顺畅 卓华道 说到这儿 我倒是奇怪 浩轩看向卓华 当日你作局 要与王天号定下婚约 目的就是为了 防王太后 今日的这般作为 可依我所见 若此婚约真的定下 在曝出先帝赐婚圣旨之时 以王家的无耻程度 定会第一时间退婚 毁了你和王天号的婚约 若如此 那太后的唤后婚招 就不是现如今 这般闹剧一样 说不得会急剧杀伤力 运作得当 将你以非位 强行掳入宫中 也不是不可能 就算其正轻一党 能阻拦一二 可那时 你已无婚约屏障 其党自然也 全无今日之底气 王太后 再以补救为名 强行下诏 届时你必失处两难 此事我尚且能想到 你之前也必然料到 我只是好奇 若真是如此 你又如何破局 说到最后 浩轩忍不住皱了皱眉 想到浊华若非 已与自己定下婚约 说不得线下处境 会如何尴尬难间 见他如此 浊华心中 不禁添了几分暖意 看向浩轩的眼神中 笑意更深 要不说 我得多谢你呢 正因由你相助 我才免了不少周折 你问我若和王天昊 定下婚约 此刻先帝圣旨现世 王室厚颜毁婚 我该如何自处 说着 浊华笑盈盈地 伸手拿起一把茶刀 与掌中把玩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里是什么地方 最不缺的 便是一把剃刀 届时 我只立刻剃了头发 出家为你 对外宣称 因不堪受王室 孤直逆召脚召后 又逼婚退婚 如此几次三番地羞辱 以心灰意冷 越远离红尘 自会激得群情沸腾 而其正轻 自然也会抓住实际 往下他如何操作 却已不是我这 剃度为你的出家人 能左右得了的了 口中说着不能左右 可眼中却是自信满满 可见他之前的谋划 已十分妥贴 只是不想 卓华说完此话 却见浩轩勃然变色 他不由得被害了一跳 你的计划 竟是如此自毁 浩轩努力压着声音 不让自己咆哮出来 并不是自毁 卓华虽然诧异 但仍耐心解释道 与我不过是 少了三千烦恼丝 不疼不痒 并无什么损失 浩轩简直快被卓华给气乐了 剃度出家 顿入空门 这样天大的事情 竟被卓华如此轻描淡写的 给说了出来 且之前还真的认认真真谋划 差一点便要成局 这一刻 他再一次庆幸自己 当时手起刀落 干净利索的淹了王天号 出家起事儿戏 你又不是平常之人 若以后还俗 定会有万般的周折 可 我本也没有打算还俗呀 既已出家 清灯古佛也是不错 我自小便在这山中的安堂长大 并不觉得 这样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 当然不好 大大的不好 浩轩气急败坏 猛然站起身来 卓华吓了一跳 惊讶地抬头看他 浩轩这才意识到 自己唐突莽撞了 却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解释 只得闷闷地一屁股坐下 阴沉着俊脸别扭地看向一边 半天方才嘟囔出一句 好在最终你与我结盟 见他这样 卓华忍不住低头又扑斥一笑 随后伸手敲了敲他面前的石桌道 诶 你刚刚不是在山下 唱了极好的山歌吗 不如也唱给我听听 跟着浩轩一起上山的喜宝 似乎是想明白了什么 这次只远远地找了棵大树 网树岔上一躺 再不像以前那样一来 便围着敏玉转圈 而宇涵自和敏玉一同将浩轩送上山后 便黑着一张脸 守在院门外 无论敏玉如何逗他 就是不言不语 气得敏玉直跺脚 忽然间 这三人结实一顿 只听院墙后面 欢欢快快地飞出一只山歌来 黄宇涵的脸更黑了 简直似乌云照顶 顺平八年 丁有年 因雍和帝生前所下 刺婚于太安郡主与顺平帝的圣旨现世 进而引发了保皇派与保后派持续多日的激烈纷争 史称丁有党争 此为历史上的大旗帝国 一次重要的转折事件 把持朝政八年之久的王室一党 自此逐渐衰落 渐渐退出了统治核心 而韬光养晦代誓而发的齐正卿等人 正是因为此次事件 逐渐掌握了大旗帝国的政治局势 成为统治的核心人物 矫照一世 渐渐尘埃落定 大旗京城已无戏可看 各国使团纷纷收拾行囊 向顺平皇帝递了归国国书 陆续启程回国复命 肖富拓一收拾妥当 心满意足地准备回荣敌 他自觉此次大旗之行收获颇丰 不仅看了几场大戏 还探得大旗朝廷内 竟原来是党争纷乱 君臣离心 归国当天 肖富拓特意率使团人马 大张旗鼓地出城 绕道去七峡辞行 不过他于山脚下 便被侍卫拦了下来 卓华自然不会露面 肖富拓只得望山败别 做阻子了面子上的功夫 似他真有多敬重 已逝的灵大将军一般 随后才率众拨马离去 七峡山上望云亭中 卓华邪三姑敏玉 远远地看着山下 蜿蜒回城的戎笛使团 嘴角经不住 情了一丝冷笑 肖富拓现下 恐怕质得意满 自觉洞察了大旗上下诗河 欲回国谋划成虚而入 哼 做他的春秋大梦 辽东的数万将士 岂会让他得逞 茗玉在卓华身后接口道 卓华笑着 转头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又对三姑说道 师父之前在荣笛埋的那些暗贤 线下巨可以活动起来了 他们那太皇子肖富开 虽然智谋上 稍欠缺一等 可因站着年长 人望呼声 却皆不逊于肖富拓 智谋上 欠缺倒也不怕 让他和肖富拓打个平手 也不是难事 三姑笑道 我回去便让浮风 给黄大人 还有荣笛那边传书 是时候让他们狗咬狗 自己乱上一乱了 荣笛只顾着夺狄内讧 辽东反倒会更安稳一些 上次郡主 给这二皇子说的 那个骤王笛长的故事 看来他是真的 记在心上了 回去后 这荣笛定会有一场好闹 卓华点了点头探道 这些年来 师父奔波于辽东 与荣笛两弟 以上人的身份 周旋于荣笛三教九流黄 清显贵之间 其辛苦艰难 不是我等能想到的 如今 这多年的劳作中药 有个结果 都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那咱们便看看 这世间 到底还有没有 天道平宫 说吧三人皆是一末 半晌 卓华方才转身下了望云亭 往回路走去 三姑敏玉芒 跟了上去 我听柳叔说 县下辽东那儿 已往北边屯田啃荒 开了上万亩的好田 正是 一提此事 敏玉忍不住欢喜起来 叽叽喳喳地说道 跌跌前次 还和我说 陷下咱们辽东 军民齐心 协力肯慌 之前的春汉 朝廷的救灾银子 迟迟不到 但咱们都抗了过去 这几年越发好了 粮食处得也足 若真是打起仗来 便再也不用看朝廷的脸色 等着他们来发粮响了 这样便好 浊华楠楠说道 如此 就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平成之意了 三人又是一末 仿佛一下子跌回曾经的黑暗伤痛中 三姑见气氛不对 忙插开话题道 说起北方的春汉 我倒想起来了 这户部可真是北方春汉 咱们那块便就自己解决了 除了辽东 自有西北的晋王去操心 可在这之前 南方的道春寒 今年是如猛虎 据说刚返青的麦苗 冻死了大半 下种未出苗的水稻棉花 几乎全都烂了种 那里的官员 急得一次次进京暴灾 请朝廷拨饮补重 可听南边的消息 这暴情虽不至于石沉大海 可户部拨下的救灾银子 却也少得可怜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南方怕是要过一个荒年了 说不得 今年冬天经理 会进上来一大批灾民 浊华听后 陈英片刻道 户部这一年来也确实烧钱 又是皇帝大婚要筹办 又是外国使团要招待 再加上 户部尚书曹曲然本身 也不是个什么清白的官 只是却苦了南方的百姓 不过 我们马上要走的这步棋 说不定倒能帮上点忙 事业 京城曹府 曹曲然今天心情不错 晚饭时 让大儿子曹彤陪着他 喝了两钟 上次围场春炼 曹月娥出了丑 被送回老家敬仰 原本好好的入宫为妃的机会 就这样活生生的 被刘打给截了壶 这着实让曹上书气闷了多日 曹彤那日虽有些牵连 但他毕竟是个男子 且不像妹妹那样 闹出了大事 只是不知到底 被谁用铁机里所伤 可终归没有什么大碍 至于这商人的是谁 曹曲然曾一度怀疑 是泰安郡主 包括曹月娥 被莫名替法一事 也是 可细细想来 他反又觉得不像 那泰安郡主厨 非是个山妖精怪 否则凭他一个女人 如何有这样的手段 便是那江湖中的高手 商人倒还罢了 可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给人替法 这真是闻所未闻 此事时 在匪夷所思 曹曲然思量了几天 也不得要领 难不成 真的是山上的精怪商人 他年轻时曾听老人说过 这世间万物草木山石 莫不有灵 而这一夕灵石 除了受赵于天地神佛 还赶赵于人间的君主 如那周五女 黄命百花于冬日 一夜开放的故事 便是如此 若如此说来 莫不是因为童儿 月娥当日 冒犯了泰安郡主这位真凤 才受了山中灵物所寄 实以惩罚 也未可知 如此一想 若是旁人 定会觉得森然可不 可那草取然 不光不怕 反而心中欢喜起来 若真有灵怪 且只认泰安郡主为真凤 则王氏女 岂不是确战凤朝 王家寄逆天而为 岂不是将寿天前 说不得 最近王家这一串变 故就因那痴心 贪念得不配为造成的 如此心灾乐祸 若被别人知道 定会觉得 是多多怪事 世人谁人不知 户部曹尚书 乃王氏一党的铁杆拥顿 自曹取然 还只是个户部郎中起 便追随王志 后来 一路平步青云 家官近爵 亦全赖王志提携 但谁也不知道 在曹取然的心底 对这份提携之恩 却颇为嗤之以鼻 他私下里为 王志干了多少 见不得人的脏事 才换来 这份高看和提携 现如今 若论官为他 已是生无可生 如想更进一步 唯有入阁败相 可其正亲王志 这两人 却尚挡在前面 一个看似风竹残年 却老而不死 成日和王氏一挡斗法 看那惊气神说 不得还能再蹦搭个十年 另一个虽是他们 这一挡的首脑 却贪得无厌 只会施以小恩小惠 又树大根深 自是不肯轻易让位 曹取然 只能日日空 坐着入阁为相的美梦 这次王氏 闹出狡诏一事 虽最后王天号 当了替死鬼 可王太后 还是被迫还政 王志闭门思过 王氏一挡 到底人心惶惶 线下正需要一个 领袖样的人物 力挽狂澜 细数王党内这些人中 无论资历出身 也只除了一个 兵部上书陆大川 可以与自己相提并论 可那陆大川 向来与辅 不善钻营 且自年轻时 就儿女情长 不堪大任 唯有自己 正是符合着领袖二子 趁王志现下 闭门思过之机 若自己担起大任 长住这朝中人脉 将来入阁为相 甚至如王志 一般全清朝野 亦不原意 想到这儿 曹取然得意之急 仰脖子 又干了一中酒 随后抬眼 去看曹童 只见昏黄的烛火下 曹童锦衣玉冠 人物风流 不由的心中 又是一阵得意 自己现下 正是蓬城万里 儿子更是出类拔萃 前程似锦 曹童见父亲 喝了杯中酒 又抬眼看自己 不敢怠慢 忙起身 啼壶将酒杯针满 你的伤痒的如何了 曹取然脸色泛红 问向曹童时 眼中泛着笑意 父亲放心 曹童之父亲心情不错 故此也不拘谨 朗声笑道 已经完全无碍了 定不会耽误 今年的无举可口 哎 为父知道 你这孩子最是上进 我听说 你不光背着今年的无举 还夜夜苦读 背着明年的会试 可也切莫太过劳累 年轻人上进是好的 但也要注意着自己的身子 父亲放心 儿子知道了 曹童回话时 恭敬倩训 又透着亲密依赖 曹取然心中更加高兴 话也不禁多了起来 你这孩子是个好的 又是家中的嫡长子 以后曹家 自然要靠你来顶门利护 你弟弟曹青也是个好的 光耀曹家门眉 以后就全靠你们了 是 父亲 曹童毕恭毕敬地硬着 可心中却颇不以为然 竟将他与各剑毕生的数子 相提并论 自己何等尊贵 光耀门眉 自是由他去做 那个下流种子 能做什么 曹取然并不知曹童心中所想 只继续笑道 为父见你这样上镜 很是欢喜 想那王志 虽为首府 一国之相 可却至家不言 府内乌糟 他那儿子 更是烂泥一样的废物 听说此事一出 那王夫人 更是已经疯了 线下被关在家中 轻易见不得人 我此刻 不能入各位乡又如何 哈哈哈哈 我却有一个好儿子 只这一样 我便比他墙上百倍 父亲 您酒多了 曹童见他这样 心之是醉了 王辉退了屋中的下人 又亲自去到了 碗茶双手奉上 曹取然伸手接了茶碗 喝了半盏 随后又递给了曹童 曹童忙 接了过来一饮而尽 为父是有些醉了 你如此谨慎老成很好 曹取然喝了茶后 似清醒了不少 此时满脸赞许地 冲曹童点了点头 只是为父这儿上 有一句劝谏 你年纪上轻 切莫要在女色仪式上 太过流连 有人借此生事 说你内得不休 再无了你的亲民 况且 那些外来的女子 终是不知脾性出身 妾要留神 曹童一听遍 知父亲说的是 前些日子 带回府中的蓝娘 盲撩袍跪地说道 父亲教会的急事 蓝娘一事 是儿子考虑不周了 只因三月十余急事中偶 见他丧父孤苦 后又因他 又受了地痞的欺负 儿子一时一分 便将他带了回来 话未说完 就见曹取然 笑着白手叫他起来 知子莫若父 你自小便有这 怜香惜玉的毛病 我还不知 不过 年少暮色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自己多加注意便是了 如此拉拉杂杂 曹家父子又说了 好一会子话 直到二更天 方才住了酒 曹童 亲自伺候父亲睡下后 才悄悄退了出去 小思广庆早以后门口 一见他出来 立时上前来伺候 曹童边向自己院子走去 边对身后的广庆说道 叫蓝娘来伺候 少爷 未想平时顶 机灵油嘴的广庆 此时却犹豫起来 看着曹童欲言又止 何事 见他这样 曹童不由地心中生疑 微微转头 声音也随之一沉 广庆迟一片刻 到底心下一横 探头府在曹童耳边 密语起来 公子可知 纳兰姑娘 近日四颇怨出门 曹童的脸色 越来越阴沉 直到最后 阴郁如墨 此话当真 他目光一闪 杀意惊险 广庆下的浑身一抖 立时浮身跪地 磕头说道 公子爷 奴才不敢有半句假话 这原是一律的哥哥 在外看见了 便告诉了奴才 奴才也怕是姑娘们 争风吃醋 耍得淘气手段 便一连几日 都暗暗守着府中的 东角门探查 谁知 竟真的遇上了 因怕打草惊蛇 奴才没敢声张 连那东跨院 这东角门的 一众婆子小厮 都没敢惊动 这等大事奴才 自是不敢隐瞒 故此才来禀告 曹童因沉着脸 沉吟半上 方才一挥手道 你起来吧 这几日 暂且先盯着那件人 若再有动静 立时来报我 今夜 先叫一律来伺候 说吧转身便走 广青听后 如获大赦 盲磕了个头 起身跟上 第七十二章 陶欠 因缴照一事 让顺平八年的五月端午 便显得十分沉寂 京中险贵豪身 生怕出了眉头 皆未像往年那样 高达彩棚 阻塞龙舟 外国的贺卿使团逐一请辞 地方的贺卿的官员 也纷纷上表离京 柳大将军 不过也只比别人 多盘缓了两日而及 六月初三 便率众回辽东戍边 至此 各地的贺卿队伍 除因西北的秦浩轩 要在京城走完六里 其余皆已离京 西北的晋王 在收到赐婚喜报后 立即派长使官 押解着厚厚的彩礼 赶来京城 又亲笔写了 谢恩的折子 帝成皇上 太后 在给秦浩轩的家书中 极为认可这门婚事的 称自己心中甚位 且还说 已于西北着手 准备大婚事宜 只等浩轩 携泰安郡主归家 秦浩轩接到此信后 十分高兴 立时着手准备起来 一边向朝廷奏情 携泰安郡主离京日期 一边于京中四处变买 皆是些姑娘家 喜欢的心巧玩物 各色临嘴 不胜美举 如此一来 倒比往常还要忙上十倍 整日于京中乱窜 招摇过世 这些传到浩元的耳中 不禁让她十分气闷 却又无计可施 如今她刚刚清正 羽翼未封 唯有秦渝正式做一番功绩来 才能立位于朝堂 而女情常返无暇顾及 便是后宫线下也去得少了 世人都说中宫皇后 出身显赫 又美貌贤德 可浩元却觉得 王室岂然为人巨傲 难以清静 但因尚在新婚 也不好冷落了她 再有太后成日哀叹 病病殃殃 浩元的日子过得着实不太顺心 转眼间到了六月六晒复节 也叫天况节 各佛寺安堂 于此日翻晒经书 举办庙会 祈福诵经 弗龙寺是京中最大的寺庙 其所在的城南锣鼓巷 这天比平日里热闹了百倍 一大早便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 叫卖声络绎不绝 谁知 在这喧嚣热闹中 不知从哪 突然跑出来一个庙林的美貌女子 只见那女子 一路跌跌撞撞懒群狂奔 边跑边不停地回头张望 神色十分慌张 片刻后 便有一群身强体壮的家丁 追赶上来 这群人嘴里骂骂咧咧 所过之处 或是撞倒行人 或是踢翻霍弹 顷刻间满地狼藉 众人皆大呼小叫 吵嚷叫骂 混乱一片 那女子一见追兵逼近 更加惊慌 脚下方寸大乱 数次磕半 机遇摔倒 但许是接上行人拥挤 又或是被打散了霍弹的小贩乡组 总之 这群追兵被行人伤犯推推嚷嚷拦住了去路 到一时没能追上 可这一柔弱女子 怎比得上那群凶神恶煞的男人 腿脚快 恶奴们几下子挥开了行人 便有两人先一步追上前来 伸手就来捉他 那女子一见灯时 吓得魂飞魄散 忍不住开口大呼救命 可路上行人却都纷纷躲避 唯恐避之不及 此情此景 众人心知必是豪门恩怨 或追拿逃奴 或追回私逃女眷 便是强抢名女 其间也是设豪强显贵 自己不过一介小名 岂能轻易去管 因此 虽那女子口中呼救 声音悲淒 路上行人却急装聋作哑 无人敢管 反而纷纷退避 让出一块空地来 眼见自己孤立无缘无计可失 那女子顿时面露绝望 双目一闭 似就此束手就擒 可不想此时 人群中呼有人大喝一声 助手 随即便似 刮过一阵黑色旋风 还未带众人看清 那几个捉人的家丁 就陡然飞了出去 一个个跌倒在地 哀叫连连 随后呼啦啦围上来 四五个标形大汉 将那女子团团护在身后 大胆 你们是何人 此乃户部曹上叔府的家务室 莫要多管闲事 追人的恶奴 一见来者不善 也不敢上前妄动 但气焰却是不坠 直着博冲对面叫嚣道 周围百姓一见有热闹可桥 也都不光庙会了 纷纷围了过来 差时间将这两拨人里 三层外三层围在当中 水泄不通 恩公 恩公 莫听他们胡说 那女子一见曹上叔府的家丁 亮出身份 生怕自己就被交了出去 抬眼扫尸一圈 认定那穿黑色剑袖 脸上有道极身刀疤的少年 便是救他这群人的首领 于是赶紧跪地 冲着那黑衣少年哭求道 小女子蓝素娥 本是江南于庆人士 来金头青 与曹家肃无挂格 他们这事 要抢抢名女 逼良为奴 贱人 蓝素娥的话未说完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 阴沉狠厉的断壳 竟敢再次信口呲黄 快莫丢人现眼 赶紧跟我回去 话音未落 便见几个家丁分开人群 随后一华以警戴的年轻公子 走了进来 只见这人生了一双 细长的吊烧凤木 面白如玉 薄唇如线 此时满面寒霜 目光阴致 那跪在地上的蓝素娥一见她 忍不住色缩一下 伺急怕此人 这位兄台 想必就是晋王府的宣公子吧 在下曹童 久仰宣公子大名 今日再次偶遇 幸会 幸会 曹童分开人群 一眼便看见了秦浩轩 虽然之前并不认识 可浩轩自近惊起 便闹出了无数的故事 王太后更是莫名其妙地 将那位继美且富的泰安郡主 赐婚给她 这让不少垂涎过泰安郡主的 金钟顽固 颇不服气 曹童便是其中之一 再加上浩轩生的气宇不凡 眉眼与晋王世子极相 脸上那道骇人的刀疤 更是大大的有名 因此并不难认 曹童那句久仰大名 也不仅仅是客套 其中倒有几分真意 原来是曹大公子 浩轩下意识地想去看他的脚 但到底还是忍住了 只抱拳笑道 我倒是谁竟敢光天化日之下 抢抢名女 却原来是户部尚书曹大人家的公子 秦浩轩一张嘴 就把个抢抢名女的罪名 直接按到了曹童的头上 而且还谈笑风生 旁若无人 曹童顿时就黑了脸 眼中寒光一闪 看向浩轩 却正见他左脸上的刀疤 随他一笑扭成一团 牵扯着半张脸四笑 非哭甚是猙獰 心头冒火的曹童 忍不住又暗暗一审 甚觉泰安郡主 配于面前这个丑鬼 实在可惜 可到底碍于秦浩轩的宗室身份 不敢造次 于是勉强压住怒火 甘笑了两声道 轩公子真爱开玩笑 此女乃是我家中下人 今日私逃出府 我这才率人追到此处 曹童自诩文武双全 为了虔诚十分爱惜羽毛 线下尚未婚配 自是不能说以那小妾 生怕影响了将来的好姻缘 便是连也有通房 屋里人这样的话 也是万万不敢说的 他原本只想含糊带过 小事话无 速速带人离去便是 可不想话一出口 却历史反被跪在地上的蓝素娥 抓住了把柄 恩公明鉴 蓝素娥端然正色地反驳道 恩公 我乃平民并非见急 曹府既无小女子的身器 官府中也从未对小女子 备案及气 如何说我是他曹府的下人 这分明是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强强 逼一梁为奴 蓝素娥此话一出 围观的人群历时一片哗然 众人皆看向曹大公子 窃窃私语 曹童听得蓝素娥 讲出这番话来 也十分惊讶 这蓝娘入府二月有余 平日里最是个温柔沉静的性子 妻子如今 少言寡语 何时能说出这样一番抢白来 竟突然就变得条理分明 伶牙俐齿 想到这儿 她忍不住指着蓝素娥骂道 贱人 也平日里 倒是看走了眼 你原来竟是个如此刁钻的东西 说罢又抬头看向秦浩轩 勉强扯了扯嘴角 露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 半是急怒 半是尴尬地说 既然如此 我也不怕笑话 这女子姓蓝 本是我房中的小倩 因不守复道 与人迎奔思逃 故我才带人追来 只请轩公子明白 此事前因后果后 高抬贵手 让我带这件人回去 说罢大手一挥 便要命家奴上前带人 谁知 秦浩轩带来的那四五个青髓 像堵墙一样 挡在蓝素娥的身前 吻丝未动 曹府的家丁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哎 曹公子稍安勿躁 浩轩爽快地大笑起来 露出一口白牙 这闹事抓人 总得弄个清楚 否则不明不白 再落个抢男霸女的污名 说罢又转向蓝娘问道 哎 我且问你 曹公子所说 可是属实 听此一问 蓝素娥倒也不慌 芒服身磕了头道 恩公明察 我根本就不是这曹大公子小妾 随后畅微微地 看向曹童说道 曹公子 我且问你 我既为妾 你可有纳妾文书 可给了我家纳妾聘财 可办了纳妾之礼 若上述皆无 如何说我是你曹府的小妾 呵呵 笑话 蓝素月这话 倒把曹童给气乐了 你这两个月来 吃我曹家的 喝我曹家的 你那身子 我又有哪处不知 线下倒在这装起清白来了 曹童话音未落 人群中便陡然爆出一阵哄笑 有那等闲汉流氓 专战着耳朵上的便宜 一听此话 顿时来了兴致 四下里也不知是谁 接连打了几声响亮的呼哨 又有那闲汉接话道 既已睡了 自然就是曹府的人了 诱惑说 看着小娘子细皮嫩肉的 想必滋味不错 曹童听后也不言语 面色阴沉如墨 两眼如毒蛇般 死死盯着地上的蓝素娥 只觉今日所受之辱 回府后 定要千倍万倍奉还到这女人身上 跪在地上的蓝素娥 未料曹童能说得如此露骨 她毕竟年轻练薄 被人如此羞辱 历时纯白如纸 浑身发抖 正在这时 呼听人群中一声弹嗖 有人沉声缓缓说道 此处发生了何事 可要本不堂断上一断 众人盲顺着声音一起回头 只见人群中 穿着便服的大理寺清铁盘方大人 牵着幼子幼女 身后跟着她的夫人和大公子 一众人缓缓走了进来 第73章 贪污 曹童觉得 今日出门前 大概是没好好看皇帝 要不怎么会犯了太岁 撞上两个温审 先是碰上的愣头青秦浩轩 硬给自己 按了个强抢名女的罪名 平白被抢白一通 后又遇见个认死里的方铁支 众目睽睽之下 拉着自己要当场断案 今日她的脸面 全被蓝娘这贱人 给丢得一干二净 不过 说来这事 也颇有几分诡异 小厮广庆那日 向她密报 蓝娘似有不妥 近日来 不仅暗地里买通了东脚门的婆子 私自出府 更是被人撞见 在府外与外南私会 乍闻此事 曹童当即觉得 头上一片惨绿 若说这蓝娘员 也不是什么上不得台面的人 据说 祖上本也是江南一带的耕独之家 颇有博产 父亲身上还有秀才的公民 他自小虽不是荣华富贵 但也娇生惯养 被教导的时文断字 只因母亲早亡 家中又人丁凋敝 只剩下他与父亲过活 恰逢今年南方天灾 道春寒冻死殃苗无数 朝廷虽下令补重 可救灾款却迟迟未到 蓝老爷一合计 眼见着收成不好 家中又只有一女 不若就此便卖了产业 带蓝娘进京 去投奔自己的妹妹妹续去 也就是蓝娘未来的婆嫁 如此 一来方便发嫁蓝娘 二来 她也好安心于京中养老 蓝娘自是没有不同意的 于是 妇女二人便收拾妥当来了京城 可谁知这蓝老爷子 到底年高体弱 因路上多有劳顿 到了京城就一病不起 没几日便撒手人还 蓝娘一介若女子逢此大事 自是慌了手脚 哭了个肝肠寸断 又逢姑母一家搬了住处 一时竟寻不着踪迹 蓝娘无法 只能勉强四处奔波 想先将父亲葬了 再做打算 可谁知 这番操办下来 却因抛头露面 又漏了家财 被京中的地痞恶霸盯上 欲强行昏曲 霸占家财 曹童之前对她父亲说的缘也不错 那日却是于闹事中 看见她被人欺负 蓝娘长相名艳俏丽 当时虽然狼狈 却还是被曹童一眼看中 于是便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打跑地痞久得佳人 事后曹童得知 蓝素额原是投青不成 富丧途中献下郑孤苦无一 不由得郑中下怀 于是 当时做足了谦谦君子之态 柔声细语地邀蓝娘回府赞助 并答应帮她寻找姑母一家 蓝娘虽稍有犹豫 可又想到 毕竟自己如今是一介孤女 独自在外 又守着些许家财 着实危险 左思右想 最后也便半推半就地 跟着曹童回了尚书府 一入曹府 那蓝娘便似被曹家这等富贵荣华 迷花了眼 再加上曹童又是这样数一数二的风流公子 于是 后面之事自然顺理成章 落魄家人 终成了偏偏贵公子屋中的 温香软玉红粉之己 曹童颇喜蓝娘的温柔鲜言 虽未伴纳妾之礼 但也曾在温存浅犬之时 甜言蜜语 百般承诺将来定给她个名分 事若如此 倒也不错 可却万万没想到 这蓝娘竟是个不安于事的 不过入府两个月 便被小厮撞破出府私会 曹童顿时怒急 但到底有些城府 并未打草惊蛇 执命广庆暗中探查 带引出尖夫 再做处置 今日一早 曹童出府会友 不想未过多时 便见广庆匆匆寻她 原来那蓝娘又趁她不在 乔装打扮 悄悄前出府去 曹童一听怒不可遏 历时命广庆点骑人马 直奔城南一处民宅桌间 当曹童一脚踢开那民宅的木门时 正见蓝娘与一男子站于院中 那男子面目平常 伸手却十分了得 几下便将上来捉她的曹府家奴 打倒一片 且这院中竟还有处隐秘的后门 那尖夫立时护着蓝娘 闪身从后门顿逃而出 曹童哪肯罢休 当下连连挥手 急命家丁速速去追 心想 捉到这对尖夫淫妇后 定要抽筋剥骨 以泄心头之恨 只是众人跟着他们左转右转 那尖夫却呼得就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蓝娘一人 慌乱奔逃 这私会民宅看似隐于身相避人耳目 实际却离闹市不远 不过追了几步 就跟到了真庙会中来 于是便有了刚刚那番景象 此时 方铁芝于人群之中站定 她的夫人刘氏一见 忙上前伸手接过两个孩子 又轻声细语道 老爷既然有暗要断 妾身便先带着孩子们回去了 方铁芝转头看她 点了点头 刘氏冲她温婉一笑 伸手又理了李夫君的衣领 随后领着孩子 带着下人转身走出了人群 曹童县下虽觉此事颇有些诡异 却尚来不及细想 忽听方铁芝开口问她 本不堂刚刚在人群中听着女子说 其并非奴己乃是平民 且意味与曹公子定立纳妾文书 也未走纳妾之礼 可曹公子却说 已与此女有了夫妻之事 如此无眉苟合 则为私通 按大其律 何间男女同罪 各账八十 听闻曹公子也是同辈读书人中用功的典范 却不知这大其律 可是读熟了 方铁之话音刚落 人群中便一片哗然 刚刚还将此事 当着香艳的风月故事来听的百姓们 此时才意识到 这竟是个触犯律法的风化案子 不由得各个恍然大悟 不少看热闹的妇人 忍不住朝地上催了一口 曹童的脸上此时像开了染房 清白红子变化不停 只觉一口玉器闷在胸口 憋得他半上说不出话来 他这相一时无语 却听秦浩轩那边开口搭枪 方大人也不能太过武断 您没见这女子 刚刚逃躲曹家追兵的样子 说不得这是另有蹊跷 若是私通和奸何必要逃 只有抢爸逼奸才会如此 说爸又转头去看蓝娘 说道 那小娘子 这位可是有名的铁盘青天 大理寺清方铁之方大人 你有何冤屈 还不快快说来 大人 明女约往 浩轩话音未落 蓝素额便转身朝方铁之 叩头喊冤 明女与父亲 本是尽精投轻代嫁 不想途中覆没 所投奔的姑母 也就是明女的婆嫁 又搬了住处 恰在此时曹公子出现 说会帮明女找寻姑母 花言巧语 骗明女入府 谁知一入曹府就 说到此处 蓝素额四杯从中来 忍不住梨花待雨 边哭边道 就将明女抢逼成奸 明女不从 却终是弱不抵强 明女所邪家财 又被禁属收于曹府 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今日趁其不查逃出曹府 明女只想逃出那狼窝 便是街头乞讨 也好过在曹府受尽凌辱 贱人 曹童双目赤红 面目猙獰 像要吃人一板 上前一步便要去捉蓝素额 她是万万没有料到 这个平日里温柔似水的女人 此时能如此伶牙俐齿 颠倒黑白 蓝素额明显被吓得不轻 忍不住向后色缩了一下 不过秦浩轩此时 上前一步挡住了曹童 冲她咧嘴一笑 道 哎 曹大公子 稍安勿躁 这不有铁盼在此吗 定能还你一个公道 曹童陡然抬头 直视着秦浩轩 双手握拳嘎嘎作响 今日若不是此人步步为难 如何会落到如今这样的局面 你和这贱人到底什么关系 贱人不守复道 今日本是出来私会迎奔 莫不是你便是那奸夫 哎 曹大公子 这话可不能乱说 浩轩两手一摊甚是无辜 这街上这么多双眼睛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女子独自奔逃而来 你紧追其后 我从相反方向 与你们迎面相遇 不过是路见不见 想主持的天理公道 怎么就反无赖上我了 再说 我虽不是读书人 可大齐律却也知道一些 所谓其非奸所捕获 极止奸者 误论 就是说要捉奸捉双 你说这女子私会迎奔 大家却除了看见你曹大公子 紧追着女子不放 并未看到其他男人 您这开口 就污蔑别人以洗刷自己 莫说是君子所为 便是连做个男人 也欠缺得很呀 此话一出 众人陡然哄笑 曹童气得猛地举起拳头 机遇力时 便把眼前这人给打死 秦浩轩却不躲不避 笑眯眯地盯着他 眼睛都没眨一下 曹童的拳头举了半天 却到底还是 狠狠甩了下来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方大人 曹童想了半天 还是先勉强压住火器 冲方铁之一抱拳 且不说他今日原是淫荡无耻 私会外难 只说他却是我的小妾 这本就是曹府的家务事 只是 谁会整日出门 携着纳妾文书 大人若要不信 不如带我回府 取了那纳妾文书 再亲自送到大人衙门里如何 哦 曹公子当真有那纳妾聘取的文书 要知道 右肩 杖一百 强奸者 瞧 曹公子若非有没有聘 可就要担这犯奸之罪了 方铁之似乎并不想为难曹童 也仿佛是信了曹童的话 只不过出于职责 又嘱咐了他一句 呵呵 自然 自然 曹童咬着后曹牙抢笑道 不过学生请教大人 大齐律是否另有一条 凡妻妾与人监通 而于监所轻或监夫监妇 等时杀死者误论 若只杀死监妇者 监妇一律断罪 当官嫁卖 身嫁入官 不知学生背得可有差误 方铁之垂眸微微一笑 沉声道 并无差误 这段话 人群中不少人没有听懂 可却也有不少人是听懂了的 那曹童是在说 大齐律还有个规定 若捉奸捉到了双 则可当时杀了奸夫盈妇 且即使只杀了奸夫 那盈妇也可就此 卖为官奴 化为剑籍 在场的秦浩轩 也自然明白曹童在想什么 而听懂曹童所说 明白曹童所想的 还有一人 那便是跪在地上的蓝素额 他一见曹童几句话 便诃骗了方大人 让他悟信 有娜娜切文书 且似乎要就此作罢放手不管 不由得心中大吉 自知今天若跟曹童回去 必定凶多吉少 于是豁了出去 在方大人开口放行之前 迅速跪爬到他脚下 拼尽全身之力 开口喊道 大人明鉴 小女子有户部上书曹屈然 贪污江南镇灾款的证据 此言一出 人群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第74章 通敌 贱人 你怎敢如此攀咬 蓝素娥一开口说他有曹屈然的贪腐罪证 曹童当即就急了 也顾不得秦浩轩和方铁之在场 挥手便要带人冲上去 恨不得立刻就撕了蓝娘 秦浩轩赶忙伸手去拦曹童 又给一旁护着蓝素娥的包大海 细宝等人暗暗使了个眼色 二人一见 心中明白 手上暗中使了功夫 也没看清是怎么了 冲在前面的曹府家丁 突然就摔成一堆 连带后面的人也磕磕绊绊倒成一片 浩轩所带清随街出身军中 各个榜大妖元 胸眉怒目 曹家的下人 皆不大敢上前硬碰 唯有曹童 因被蓝素娥气昏了头 只一味用了蛮力硬闯 浩轩拦他 反倒有些吃力 蓝素娥见曹童红着眼睛似要吃人 唯恐自己再没有说话的机会 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双手高举头顶 口中急急说道 大人请看 这是户部尚书曹屈然 与江南部正史李光显的私信 自幼我父教我识的谢字 这是我被强掳入曹府后 偶然得知 二人在信中串通一气 私自将朝廷拨给江南的补重银子 截取大半 并以四六之数瓜分 而所剩的救灾银子 不过三分之一 且在经过周城府县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 最后这救灾的种子银 根本就无法分到百姓手中 更别说再去买重补重 就其原因 竟是朝廷中出了这样的贪官 贱人 那边曹童已经彻底发狂 挥拳打向浩轩 欲强行冲过去 制止蓝娘 浩轩哪里能让她得逞 带她拳来 伸出左手挡架 右手暗中急速点向曹童侯旁两寸的人银穴 曹童还未反应过来 便呼绝生至气闷 浑身一软 瘫倒在地 这边方铁织却不看他们 伸手拿起蓝娘手中的信 一目十行 边看边不住的皱眉 面色愈发阴沉 大然 蓝娘见浩轩拦住了曹童 心下大定 仰头继续说道 我本是江南人士 家中原也略有博产 可饶是如此 因此赐到春寒 我家田中央苗几乎全部冻死 今年在南支撑度日 我爹也是因此才想着 要携我七家进京投奔姑母 名女家尚且如此 便可见那些更贫穷的农户 今年光景会是如何 线下已经五月 即使朝廷再拨下银子 也来不及补重了 江南今年 必定得无所产 颗粒无收 又不知要有多少百姓 食不果腹衣不必体 多少百姓弃家 远走逃荒度日 而那些老残病弱 大概今年冬天 只能眼睁睁等着饿死 蓝素娥说道 此处不由地哽咽起来 围观的人群 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 深觉这世道百姓不易 虽天宽地阔 却无楼以小名安身之所 一时间原本热闹的街市 竟安静下来 人也越居越多 众人听那蓝素娥继续说道 民女不懂国家大事 却知道百姓所想 不过是吃饱穿暖 若遇上那等 为国为民的青天好官 自是百姓的福气 可若遇上如曹曲燃 这般的蛀虫肚贼 则是百姓之苦 这番话 历史又引得人群 发出阵阵附和感叹 蓝素娥却并未停下 话锋一转道 民女虽家住江南 却也知道那一心 为国护民的 镇国大长公主和林大将军 他们见新军 抗戎敌 束手边疆 保得大旗百姓 免受战乱之苦 可就是这样 忠君爱国 护着天下百姓的大英雄 竟然也被曹曲燃 这老贼背后捅了黑刀 哦 此话怎讲 听得此言方铁之面上一惊 抬眼看他 只见那蓝素娥伸手 又从怀中 掏出另一封信来 高举城上 民女之二 还有一封信 乃是何大人手中的 那封一同在曹家书房找到的 此事拥和五年 曹曲燃 写给当年时任辽东不正史陆良川的亲笔信 信中曹曲燃 让陆良川转告狄荣 将领忽律邪 称以按狄荣所求 扣住了本应送发给前县林 家军的军饷粮草 并催促狄 速速兑现承诺 蓝素娥的话未说完 周围的百姓便顿时炸开了锅 若说之前 爆出曹曲燃贪腐 不过是湖中投石 惊起层层涟漪 那如今 这曹曲燃联合陆良川通敌一事 可算得上是平地惊雷 陡然乍起轩然大波 百姓们一时被这消息震得有些发忙 不少人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忙向身边的人求证 围观百姓们先是小声议论 渐渐地便声音欲高群情激愤起来 一传十 十传百 不一出一刻中 整条锣鼓大街就都知道了 户部尚书曹曲燃与陆良川通敌一事 且不说百姓如何议论 只说被围在人群中的曹童 此时他虽然被点了穴道 口不能言 动弹不得 可脑子却还清明 眼见着蓝娘竟拿出曹曲燃的通敌罪证 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自己这分明是中了红粉烟制剂 整个曹府都被那居心叵测之人算计了去 曹童此刻恨不能立时冲过去 将蓝素额撕成碎片 可怎奈浑身无力 此时只能摊在地上任人摆布 这乡方铁智听到如此 惊天秘密 不禁大惊失色 王身手拿起那封通敌信间 展开观看 随即面色慎重 挥了挥袍袖 转头对身后的清随 吩咐道 速去大理寺 调些人马过来 此为惊天大案 这蓝素额 应速速收奸才是 至于 方铁智转头 去看了看曹童 曹家公子 倒是和这两宗案子 都无甚关联 不若就此先回去吧 怎会无甚关联 曹童此时 若能开口言语 真想破口大骂 可惜 他既不能言语 也动弹不得 秦浩轩带着喜宝 大海等人 在大理寺的人马 到来之前 自动充当起牙医来 不仅看管着蓝素额 防备着曹童等人 还尽心尽力地 维护着现场秩序 倒让方铁 只省了不少力气 大理寺 离这锣鼓大街颇近 不出一炷香的功夫 人马便到了 曹童眼睁睁地 看着蓝素额被带走 却无计可施 曹童不远处的 一条暗巷内 两个高大的护院 拖着一个 被打晕的曹童家丁 悄无声息地 扔进了巷子深处 除了他还有其他人吗 话音未落 一个带着蜜蜜的 窑窕身影 便走了过来 低头看了看 昏在地上的家丁 是 夫人 目前只有这一个 跑回来报信 好 那女子赞了一声 随后又轻声问身旁的人 公子 小姐可都回府了 护院中为首的 那个盲工手恭敬回道 请夫人放心 具意安全回府 那女子点了点头 转身说了声 我们也回府吧 便头也不回地向巷口的马车走去 众仆从护院 忙低头躬身跟上 又有一个丫鬟上前扶 那女子上了马车 马车咕噜噜前行 一众人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暗巷 若不是向子深处 躺着一个 回来报信的曹府吓人 这里就像 从来没人来过一样 马车上 那女子摘下了秘笠 赫然竟是大理四亲方铁织的夫人 刘氏 一旁的丫鬟 针了斩茶地了过来 刘氏伸手接过 却并未去喝 低头沉吟半赏 方才微微一笑 取指敲了敲桌子道 这小丫头 倒真是人尽其用 连我也是派上了 竟没有半个人是浪费的 不过 一天之内 户部尚书曹曲然 竟接连爆出两桩惊天大案 先是江南救灾款贪腐案 后 更有平成之意 按通融迪的叛国大案 大理四刚于闹事 将证人带走 这事 便立时如长了翅膀一般 飞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整个京城 顿时沸腾起来 当年平成之意 着实惨烈 郑国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 皆因此意阵亡 数万将士惨死 多少妻离子散 天人相隔 那一年 几乎村村挂白 日日哀声 国伤未远 伤痛难平 此时这围观的人群中 说不定便有那平成之意的 遗孤双腹 可如今 百姓们却被告知 当年那场 惨战并非战火无情 而是内鬼作祟 这无疑于热游见水 顿时就炸了个惊天洞地 而朝堂之上 毫无意外地分成两派 以齐政卿为首一派认为 贪腐一案最无可恕 通敌一案 更是骇人听闻 曹曲燃本人定大有文章 献下阴历时 三思会审 还天下百姓一个真相 王志一党则认为 此事完全是无稽之谈 不过是曹家小妾 因怕私逃受罚 才编了这么个故事 意图陷害 根本不用大动耽搁 若说这王志现下 虽做做样子 不能上朝 可王党一切政令 仍源源不断地出自 王相府那座遇刺大宅 而王太后 虽然已不再垂帘听政 可却依然坐镇后宫 运筹帷幄 齐政卿等人 大费周章地 逼着王室还正于地 可实际上 却并未占到几分便宜 浩元不过每日被哄着 批批那些不要紧的奏章 除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却不自知 齐党 也并未如愿地 得到更多权柄 王党仍占据着 朝堂上大半的势力 握着大齐帝国 最重的权柄 这是一个机会 此事一出 齐政卿心中 以一阵激荡 若操作得当 这便能惊天动地 汉山列土 将大齐彻底洗白 可与此同时 他也生出一丝警觉 这泰安郡主的手段 如此层出不穷 倒真有几分惊人 如今唯有到还算好 但他日若是为敌 齐政卿忍不住 微微眯起眼睛 到底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呀 先不说这朝堂后宫 如何争斗 京中百姓 又如何一份填膺 只说这本 已脱离红尘 世俗难绕的七峡山上 此时从玉方飞间 秦浩轩正美滋滋地 坐在后山的望云亭中 与着华对弈 喜宝百无聊赖地 躺在一棵大树上 远远地望着敏玉 追着木头一样的雨寒 却得不到半分回应 心中不禁惆怅起来 转头又看了看 不住轻轻一探 公子这些日子 明里暗里总往这儿跑 有时是打着送东西的旗号 明目张胆地来 有时则如 今天这般乔装改办 混出城来 可不管如何周折 公子都是极高兴的 这七峡山 恐怕已牵住了 他大半的心魂 不 或许整个的魂 都已留在这儿了 卵风轻轻拂过 这漫山的绿叶鲜花 轻轻颤动着的夜间花瓣 吐露着清新的香气 一句轻语 被风揉成碎片 断断续续地飘进了山里 那方铁制竟是你的人 望云亭内 秦浩轩抬头 笑着看向卓华 眼中藏着两分细血 这句话说得颇为肯定 并非询问 卓华微微一笑 垂眸落下一子 瞬间 棋盘局势大变 白子胜局已定 第七十五章 拒绝 林云当年家乡遭逢瘟疫 全族的人只活了他一个 为了不饿死 他十三岁投到辽东 刘大将军麾下 又机缘巧合之下 再一次与荣敌小规模遭遇战中 救了主帅刘大将军 这刘大将军 一直膝下空虚 年近半百 才得一语 应见那林云 生得唇红齿白 又力大无穷 在家时也曾跟着族中的秀才 颇拾了些字 而此时 族人尽王只剩他自己 便动了心思 欲收为明灵义子 养在膝下 将来在自己百年之后 既有人给他养老送终 也有人能扶持 帮衬着幼女 当然 如此大事 刘大将军 自是十分慎重 经他几番试探考教 见那林云却是个 获达敦厚之人 这才正是走了 官府的文书收为义子 而刘老将军当时 年仅七岁的幼女 也自此改口称 林云为哥哥 从这以后 林云便跟在刘老将军身边 由老将军亲自教养 不出几年 便攻马贤熟 文韬武略 后佑的玉大长公主 自是不提 那方铁织的夫人刘氏 正是刘老将军的幼女 林大将军的义妹 刘老将军去世后 便跟随兄嫂一起生活 与林大将军兄妹情深 与大长公主 更是姑嫂相恰 再说那方铁织 原是辽东人士 自幼读书 天资聪颖 却为人刚正 极恶如仇 怎奈家境贫寒 无力继续求学 为赡养寡母 只能弃文从容 投到林云麾下 做了一个小小的军中书办 后辈林云会演食材 资助他继续读书科考 期间方母病故 也均是林大将军 帮衬操办了后事 方铁织颇为争气 出了母校后 果然于剑园 十二年金榜提名 于是林大将军 与大长公主 亲自作媒 将义妹刘氏 下嫁于他 这二人 早先缘也是常见 皆知道彼此的为人品性 心中也都是极愿意的 如此 线下金中人 只知铁判方大人 是剑园十二年的榜眼 却不知 他原出生林家俊 只知方夫人 乃武将之女 与方大人 相识于微末 算得上青梅竹马 却不知方刘氏 乃是林大将军的义妹 泰安郡主的姑母 如此说来 此前种种 自是有了答案 浩元忍不住积节叹道 竟原来有这样一段渊源 枉我这两次 还提心吊胆 生怕方大人 不追究到底 半途就轻轻放过 浊华忍不住 又是明嘴一笑 抬眼看他 怎么会 曝出先帝圣旨那次 暂且不论 只说这次 既有你在场 自是会从中周旋 处理妥贴 便是没有那层关系 我也是不担心的 浊华说这话时 半是认真 半是调侃 桃花粉面上 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来 两粒小小的梨窝 像河瓣上的露珠 圆润可爱 让人一见 便忍不住瞬间心痒起来 浩轩此时 就心痒得不行 只觉得面前的浊华 虽近在咫尺 但若能再离的 再近些就更好 再近些 再近些 有多近呢 能看清他长长上卷的睫毛 能闻到他 如墨乌发上的清香 能闻到他花瓣般 夹上的梨窝 哄 浩轩只觉得 浑身的血液 一瞬间全都冲到了头上 两颊做烧 胸中更是燃起了一把烈火 烧得他气短稀醋 面红耳赤 烧得他大汗淋漓 意乱神秘 心中忽悠不知 从哪跳出两个小小的自己 且还打起架来 一个神仙样的白衣 自己吓 死力催了一口骂道 你怎么如此不要脸 便是心中想想 也是有罪 另一个无赖样的黑衣 自己却气鼓鼓地 跳着脚回骂道 关你屁事 老子就是想娶媳妇了怎么样 你凭什么不让 于是 这黑白两个自己 便历时你死我活 打了个难解难分 而他这副屈翘 似乎除了给他们 当个戏台子 此时就只会盯着 浊华两眼发直 直愣愣地看他 吓得浊华 伸手在他眼前晃了几晃 连换了两声 方才把这具天人交战的行尸 走肉叫回了魂魄 你 卓华看着他 满脸不解 浩轩赶忙以全底唇干咳了一声 强行掩饰道 那个 一时响些是出了神 也没什么 就是 就是 在想 为何你已有了通敌罪证 却还要在此之前 让那曹家小妾 抛出个贪腐的证据来 岂不是多此一举 怎么会 卓华见浩轩恢复正常 也没多想 垂眸端起手边的茶碗 饮了一口 笑着说道 通敌是何等大事 况且 又是在八年之前 突然爆出 如何能取信于人 这就好比有一乞丐 乍然在光天化日闹事之中 被人平白地塞了大大的金元宝入怀 他自然不信 只觉有诈 本来嘛 如此惊人好事 怎会突然从天而降 不是骗局是什么 可若是先给他一块散碎的银子 做个铺垫 再给他的金元宝呢 那他 便会容易相信 既然银子能给 那金元宝 也自然不是不可能 那曹居然观声尚渴 平日里似乎并无明显不多 突然说他通敌 自是不足为信 可若先有了劣迹 再抛出个金元宝来 那就可信得多了 再者 通敌一事 到底是隔多年 乍一提起 大概会引人怀疑 是有心陷害 莫不得有个由头引他出来 才是最自然不过 还有一点 说着 卓华伸手捡起个棋子 敲了敲棋盘 如此 朝堂之上也好说话 朝堂之上 浩轩心中的两小人 已经打得难捡难分 鼻青脸肿 他倒不想劝架 只认由他们去争个胜负 打死一个最好 虽然心不在焉 可一听说到朝堂之时 他还是不由得也好奇起来 难不成这朝堂之上 除了方铁之外 你还另有盟友 也不算是有 卓华扬了扬嘴角 眼中却没有什么效益 不过忠实会帮先忙的 如若只是这通敌罪证 王党一句无稽之谈 便可谈压下去 此事再无机会重提 毕竟 线下只有一封私信 并无其他实证 可若前有贪腐罪证 朝中之人 就大有可操作的余地 要知道 这江南离京不远 而种子营 也并未拨下去多久 遍地的证据 查实不是什么难事 有这一罪 王党想保住曹 居然蒙混过关 却不是轻易可为的 如此 通敌一案 也便有了时间 说吧 卓华抬头冲着浩轩又是一笑 带着几分顽皮 我线下已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可还有什么疑惑 不如今日一并问了 若待下次 可是不能够了 那个白衣的神仙浩轩轰然倒地 在卓华娇俏的笑颜里 被单方面摁在地上胖揍 浩轩只觉得 嗓子眼里发干 面前卓华水光灵灵的眼睛中 似乎一样一样地涌起了波浪 让他目眩神迷 如坠云雾 恍惚中 他听到自己 用干巴巴的声音问道 你就如此合盘对我拖出 不怕我知道的太多 将来对你不利 不怕 你不会的 短短六个字 说得十分笃定 扑 白衣神仙轩 历史化成一缕青烟 云霄雾散 想媳妇的黑衣痞子轩 养着鼻青眼肿的脸 高震双臂 冲着浩轩亢奋高呼道 他竟如此相信你 别犹豫了 他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媳妇 你要是还不敢奋起直冲 你就是个耸包 背着小人一击 浩轩还未来得及想要好措辞 便听见自己已然开口 对卓华说道 你既如此信我 我定不辜负于你 你想做什么 便只管去做 我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祝你达成心愿 听得此话 卓华不禁脸上一红 忍不住脆道 胡说什么 哪料你粉身碎骨了 真不吉利 粉面飞红侠 端地是一副娇羞小女儿的样态 哪还有平日里运筹帷幄 波澜不惊的模样 浩轩又几时见过这样的浊华 顿时不由的血气上涌 脑子也跟着烧了起来 你放心 他身子向前一探 机遇去捉着华的直骑束手 却到底尚存一丝理智 生生忍了下来 你的大仇便是我的大仇 你的目标便是我的目标 我既心悦于你 便情愿赴近苍生 千夫所指 哪怕舍身为魔 也必会和你同进同退 与整个大旗朝廷为敌 又如何 便是与整个天下为敌 又如何 只要是你想做的事 我避住你做成 浊华惊讶地看向浩轩 正撞见他眼中 如火一般炙烈的认真和情愫 不由的心中一趟 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 于这山中长到一十五岁 还从未有男子对他说过 如此露骨的话 静就直白地说他心悦于他 静就说 愿为他与天下人为敌 他忽然想起 那次春烈围场上 奏浩轩的当众剖白 他说 他愿取一志同道合者为妻 与他天高海阔 同进同退 浊华的脸 呼的一下 更红了 尚未来得及如往常般 仔细分析利弊得失 就突然心如雷骨 他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感觉并不在他的预计和掌控之中 这样脱离了掌握的感觉 是从不被允许存在的 可不知为何 李治虽如此作响 心中却仍暗暗生出了一丝期待 和一丝甜意 待你想做的事都做完了 我就带你 去游历四方可好 剑拙滑红着脸愣在那里 一时无言 浩轩却是误会了 以为他已默许 立刻受到鼓励 情绪也昂扬起来 眼中满是无尽的欢喜和暖意 你可见过那夕阳下的大漠 真如诗中写的一般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万里无人 孤旷空际 却让人觉得天宽地阔 还有那边陲的茶马古道 真的便是古道西风寿马 说不尽的七美悠长 还有 还有那天来之水的瀑布 飞流直下 又何止三千尺 你见了定会喜欢 到时候 一切都结束了 我便带你 去游历这些可好 不过 是你想去哪 我便陪你去哪可好 浊华知道 他必须得出言 打断秦浩轩了 可是他却实在无法开口 并不是不知如何措辞 只是他很想就这样 听他欢喜地说下去 看着他满怀憧憬的畅想 只单纯地去为未来欢喜 可是 他不能 浊华突然想哭 他已经好多年不曾哭过 自从父母去世 他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之后 就再没有过 后来 无论是出道七霞山时 与那些毒虫野兽遭遇 还是被暗算几次 差点丢了性命 他都不曾哭过 也从不想哭 哭 便是软弱 他不可以软弱 可 现在 他却又开始想哭了 浊华的眼睛 最终仍是干涩的 他听见一个同样干涩的声音 从自己口中飘出 像一个若有若无的幽灵 游荡在他头顶 盘旋了一会儿 便被这山风轻轻吹散 秦浩轩 我不能和你游历四方 因为 我以后的所有计划中 都没有你 第76章 冷血 秦浩轩失魂落魄 递下了七霞山 像个没了生气的木偶 全然不知 自己是如何被喜宝 摆弄一番带回城的 一回到驿站的房间 他便轰然倒在床上 不言不语 不吃不喝 包大还以为 自家公子生了重病 吓得面如土色 就要跑去请大夫 却被喜宝一把拉住 一边连连白手 一边带他退了出去 房门被轻轻眼上 喜宝和包大海的对话 断断续续地 从门缝钻进房中 公子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唉 还不是为情所困 你不知 原来是这样 那太安郡主也真是 咱们公子哪儿不好了 我倒觉得 咱们公子才有 问题 俗话说 强扭得瓜不甜 我喜宝都知道 这心思不在自己身上 女人强求不得 咱公子竟然不知 你看自从 我后来几时 再去招惹过山上 那个丫头 喜宝后一句 说得异常响亮清晰 似乎在故意扬着脖子 说给屋内人听 也不能这么说 那一位 公子是用了大心思的 现得自然也深 你如何能比得了 可公子献下 二人似是渐行渐远 片刻后 门外安静了下来 浩轩躺在床上 瞪大眼睛 盯着头顶的轻部围蔓发呆 慢慢地 那围蔓上 似乎映出了浊华的脸 他正倾醋额眉 语气中带着三分疏离 我原是计划着 要在这山上落法出家的 红尘俗事 七情六欲 我本就不欲多想 浩轩不知自己 当时是何表情 只知勉强用干涩的声音问道 那恨呢 难道恨之一字 不是七情 难道报仇一事 不入红尘 为何偏偏只有我是那 不欲多想的红尘俗事 现在想想 自己当时实在太过唐突 当初本就约定 婚约一事 不过是个障眼法 做不得数 他又是他的谁 凭什么如此凌厉地去质问他 可是 浩轩当时只觉得 心思被生生弯了一刀 尤其在听到那句 我以后的计划中 并没有拟实 他失了理智 既顾不得什么约定 也顾不得什么身份 浊华大概没料到 浩轩会有此疑问 他抬头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浩轩似乎从那幽深的黑眸中 看到了一丝迷惑 一丝无奈 最后这些接话成一声苦笑 你说得对 我大概中不过是个 烦心未了的俗人罢了 既是俗事中人 便可行俗事中事 你能不能 浩轩忽然急切而吸引起来 话中有满意的恳切 我不能 那满意的恳切当即被冻住 失了热气 浊华用短短三个字 硬生生地斩断了浩轩的吸引 自父母去世至今 已然八载 我忍辱负重 苟且偷生 不过是为这场谋划 八年的绸缪 无数人的心血 我不能 不能为了一个人 一个意外 威胁到整个大局 意外 浩轩的目光突然起了涟漪 他望向浊华 只觉得 他离自己越来越远 浊华缓缓起身 慢慢抬眼看向浩轩 这一瞬间 他的心如往常一样 笃定坚硬起来 目光不闭不闪 坚如磐石 是 就如之前无数个意外一样 你参与进我的计划之中 不过也是个意外 我之前的计划中并没有你 我之后的计划中 也没有你 对不起 秦浩轩 你的心意我不是不懂 我既善于揣测人心 又怎会对你的心意完全不察 可我就是这样一个 自私自利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小人 我利用了你 利用了你的心意 只为完成我的计划 只为报仇 我并不值得你如此付出 也配不上你的心意 秦浩轩 你走吧 离了这七峡山后 便忘了我 你自有你的锦绣前程 我也有我的漫漫长路 我们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终究还是要各行各路 浩轩的心 又慢慢绞痛起来 他闭上眼睛 可浊华转身离去的背影 却一直留在眼前 浩轩揪住胸口的衣服 他觉得疼 疼得喘息不得 当包大海端着饭菜 推开房门时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趁着傍晚城门未关 浩轩打马出城 又来到了七峡山下 但他却到底没有上山 上山见到浊华 说些什么呢 他已然说得如此明白 他不过只是他计划中 无数意外中的一个 他急于撇清 他们本就没有挂阁 他并不是他的谁 山顶极点灯火如豆 静谧中偶尔传来 野兽煽情的鸣叫 秦浩轩就这样坐在山脚下 整整一夜 小五去寻雨晗 是否 禀告郡主一声 这个秦浩轩 一直坐在山脚下 没有要走的意思 此时京中城门已关 他实在不明白 这人要闹些什么 可雨晗却不抬头 只一味地垂眸 擦拭着手中的宝剑 扮上方才淡淡到了一句 不必 他既未求咱们通禀 又何苦去扰郡主的清静 小五欲言又止 抬眼看了看面无表情的雨晗 却到底没有在说什么 只拱了拱手 转身出了房门 都是些怪人 小五挠了挠头 终究还是觉得 此事不妥 他来这七峡山的时日 虽没有雨晗长 但自小也是被反复教导过 要对郡主尽忠竭力 凡事莫有隐瞒 今日这事 且不说郡主与那秦公子如何 只说 如今人已在山下 隐瞒不报 终究不好 可雨晗是他们 这群人的头儿 若是违抗他的命令 也是不好 小五甚是为难 挠着头在原地转了两圈 最后一拍脑门 他怎么忘了 每日这会儿 自己不都要去帮扶风清理歌龙吗 和他唠叨唠叨 也不算为命 想到这里 小五也不纠结了 高高兴兴地找扶风去了 扶风自然第一时间 便把这消息报给了三姑 他本就专职收地情报 消息不论大小 第一时间传给郡主 是他的本分 可今日郡主却一直未现身 唯有三姑守在书房门外 紧促双眉 满面担忧 他听了扶风的禀报 点了点头 打发他回去 又一把拦住 忧心忡忡 差点要硬闯书房的敏玉 随后 转身低声吩咐涉月 去厨房备些燕窝粥来 卓华自望云亭回来后 便将自己关进房中练字 已经三个时辰了 三姑同敏玉一样担心 可是他却知道 有些事情 钟还得当事者本人想明白才是 郡主此时 恐怕最想要的 便是安静独处 卓华就着烛火一遍一遍地练字 脑海中却全是秦浩轩 顺势红了眼睛的样子 他欲转身离去时 他还一动不动地哭作于亭中 似尊木胎泥塑 眼中血丝满布 又水雾阴晕 似要滴出血来 卓华摇了摇头 想要把这画面 从脑海中甩出去 大战在即 他不能分心 他身上背负的 不仅仅是血海深仇 还背负着三姑 敏玉 以及宇涵等237名侍卫的未来 计划一旦失败 便功亏一篑 他不能被任何人任何时分去心神 浊华写了一页的字 山下的秦浩轩 也独自哭作了一页 祈府内 小卢文九 齐正卿与嫡长孙齐少峰 相断作 几碟小菜 祖孙对影 好一派天伦之乐 曹屈然通敌最正一出 立时于京中上下 引起轩然大波 虽王党竭力阻止 但小皇帝 以下旨勒令三司会审此案 迫于朝中内外压力 王党线下 只得让他刑部 大理寺 监察院去审 可齐正卿明白 王党断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此后必然动作不断 这倒不怕 齐少峰起身为祖父针灸 随后又给自己满上 魂不在意地说道 王党其实不足为患 这几年 不过是因为陛下年幼 王党独握权柄 以至其只手遮填 如今陛下亲政 权柄建议 王党早晚不足为惧 线下又出了曹 陆通敌一案 正是个大好的机会 若操作得当 说不得王党覆灭就在眼前 小而无畏 可打猛虎 齐正卿摇了摇头 可脸上却挂着浓浓的笑意 你只看到陛下亲政 便自觉权柄建议 却不知 王党根深夜貌 伟大不掉 这几日 你可见到 陛下抓住过什么权柄 除了这次下令 三司会审曹屈然 陆良川通敌一案外 陛下平时不过批阅一些 鸡毛蒜皮的走章 什么后宫休憩 金钟斗殴 外省近县祥瑞等等 竟没有几件是正经事 王党如何会轻易放权 又如何会轻易覆灭 可怜陛下上蒙在鼓里不自知 只白白日夜勤勉 如何是白白勤勉 齐少风笑了起来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 将头靠近祖父 齐正轻见状 也向前探了探 却听少风带着两分细血的小声说道 我只说权柄建议 却未说接一到陛下手中 祖父如今手中 除了握着吏部和公部 刑部也已长了大半江山 至于吏部 原是王党麾下 线下部也被祖父 慢慢渗透进一些人去 至于礼不归心 不过是时间问题 陛下的勤勉 恰恰说明 祖父时的明君 保第一派的努力 没有白费 祖父麾下 自会因此愈发欣欣向荣 权柄也会越来越多 放肆 齐少风的话未说完 齐正轻就沉下脸来 直起身子沉声训斥 一派胡言 孙儿无状胡说 祖父默契 齐少风连忙�笑着道歉 却未见几分真心 一副完事不恭的样子 齐正轻忍不住叹气 我知道 你心中因太安郡主一事 一直怨我 可得失利弊你自己清楚 而线下 你已定了亲王府的永平郡主 他也定下婚约 且前几日为这婚约 还闹出了诺大的动静 你如何就偏偏放不下 祖父已经多次告诉你 那太安郡主 绝本非纯善之辈 你如何就是不信 孙儿戏 齐少风突然收了嬉笑之态 神色一正 身上陡然添了几分凛冽之势 却仍念不住那一丝没落 齐正轻不由地一愣 孙儿并非愚钝之人 也不会自欺欺人 一味地闭目色听 这几日 孙儿细细捋了吕金钟之事 才发现 这金钟的风云 竟皆是由这样一个女子搅动 相比之下 我这堂堂七尺男 竟不如他 反而何必妄自菲薄 齐正轻出言蓝道 那些钟不过是些阴谋鬼道 登不上大雅之堂 也成不了大事 成大事者 自是要光明磊落 鬼爵计量可以利用 却不可依赖 线下各方势力角逐 已到了关键时刻 祖父只是怕你 仍沉浸于儿女情长之中 就怕 祖父放心 齐正轻话未说完 便被哨风打断 他垂眸看着酒杯 让人便不轻喜怒 我明白祖父的意思 祖父自幼便教我 这世上从无永远的盟友 线下看似泰安郡主 所谓于咱们有利 也算是心照不宣 暗中结盟 可若是以后 他的所作所为 有备于朝廷 有损于齐家 我齐少风自是知道 孰重孰轻 孰近孰远 为保朝廷家国 自然 不会手下留情 齐正轻忽然觉得 面前这位齐家未来的掌舵人 似乎有点陌生 却又十分熟悉 他的孙子长大了 长成了一个 如他一样的冷血之人 第77章 蓝娘 蓝娘的这间牢房 大概是整个 大理寺监牢中 最好的一间了 毕竟有两间杂房 将他与其他牢房隔开 那些嘶哑的冤名 鬼魅般的身影 似乎也离得远了一些 这是一个小小的单间 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窗口 用几根粗木栏 定得死死的 虽那窗口又高又窄 连最瘦小的人也爬不出去 可仍然做出一副 戒备森严的样子 单间的另一头 除了腻筒 竟还摆了张木板床 虽然不过是两条长凳上 架了一块门板 但相比其他牢房七八个人 挤在一层腥臭发霉的稻草上 这已经不知道好上多少了 严格来说 蓝娘不算是犯人 也不是逃奴 这也是 她为什么能受此优待的原因 外面似乎下起了雨 天阴沉沉的 破败的窗户指 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 一只小鸟淋湿了翅膀 飞到窗下避雨 不停地用它尖尖的嘴 去梳理背上的羽毛 蓝娘盯着那鸟出神 扮上呼而一笑 并非愁苦无奈的笑 而是极高兴极解脱的笑 被带进大理寺前 她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 会被查出来 花急见护 到那时她唯有一死 可如今看来 那人确实没有骗她 他们真的 给她弄了个新的身份 江南农户兰家的女儿 略有博产 清清白白 便是官府也承认的身份 若她是如此 那妹妹也必然如此 那人说 已将妹妹安顿到 一户可靠的人家 也就是她名义上的姑母家 自此妹妹便是她的表妹 待此事了结 她与姑母一家团圆 也自会与妹妹团圆 对 她不姓兰 她姓花 她叫花灵儿 虽然姓花 命却比草 还要见上几分 她爹是江南淮阳湖边的渔民 家中有一艘小船 平时全靠捕鱼为生 虽然逢上年景不好 偶尔也吃不饱 但日子也勉强过得 只是她娘生了妹妹后 便坏了身子 日子仿佛从那时起 便越来越坏 开始爹还抓药给娘调理 可要太贵 吃了两副也不见效 时日异常 爹便没了耐心 为了没儿子摔摔打打 成日里愁眉苦脸 若吃了酒 便会下死力 打他们娘仨出去 每每这时 娘总会竭力护着他们姐妹 可到后来 娘被打得昏死过去 便又轮到她去竭力护着妹妹 其实她娘长得很俊 起码村里 再找不出个比她娘更俊的女人 可这份美在她爹的眼里 一文不值 还不如隔壁那一连 生了三个儿子 尖嘴黑脸的傻娘 来得有用 花莉儿已经忘了 那年她是鸡岁 只记得 那日残阳如血 她领着妹妹打猪草回来时 看见村里的二赖子 衣衫不整地从自家屋里窜出来 见是他们姐儿俩 二赖子脚下就慢了一分 冲她黏答答的一笑 花莉儿现在还记得那笑 像条毒蛇一样 滑冷黏腻 令人作呕 娘在屋里哭 妹妹太小似被吓到了 花莉儿打发她去喂猪 然后趁她跌回来之前 迅速地将家里收拾干净 又打了水给她娘洗脸 她又记得娘当时 看她的神色惊讶而复杂 大概没有想到 她小小年纪竟懂得这样多 楚氏又这样沉稳冷静 事情中被遮掩过去 她爹心粗 或者说根本就从未留意过她娘 她不留意 自然有人替她留意 自那以后 花莉儿傍晚回家 便常常能看见二赖子 从自家出来 娘开始是不愿意的吧 但渐渐却是愿意了 脸上竟也有了笑影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穷乡僻壤最不缺的 便是嚼舌的村妇贤汉 东窗事发 二赖子迅速逃了 于是 一切污名 脏水全泼到她娘一个人身上 花莉儿至今也不明白 她娘明明是被人害了的可怜人 可为什么到最后害人的逃脱逍遥 她娘却被骑了牧驴 游街示众 她永远也忘不了她娘当时的惨状 声嘶力竭的惨叫 犹如从地狱传来的冤名 她和妹妹 是必须要在场受教的 妹妹吓得昏死过去 她被两个村妇 架着看完了全城 周围人的脸 变得扭曲而邪恶 眼中闪着猥琐 和玩味的贤汉无赖 花莉儿的爹自始至终都是沉默的 甚至脸上还留有几分 因戴了绿帽子的屈辱和愤怒 娘从早上叫到晚上 每每脱力虚弱 就会被人拿着金条鞭打 强迫她再喊叫起来 直到再也出不了声 其木驴儿死的娘自然 不能入花家的祖坟 爹很快娶了个寡妇 寡妇很快又怀了娃 村里的接生婆看了说是男孩 家里养不得那么多闲人 更何况还是淫妇的女儿 于是她和妹妹被迈进了沟兰 勾兰的生活是另一场地狱 她十三岁开始接客 妹妹那时不过才十岁 为了护着妹妹 花莉儿乖顺听话 百般讨好 只为了让妹妹不似她那样 接客受辱 可在勾兰这种地方 到底只是妄想 妹妹十二岁时 老宝就迫不及待地 要将她代驾而沽 走投无路的花莉儿 只能带着妹妹放手一搏 逃了出去 可结果自是能想到 虽天大地大 却又能逃到何处 他们终究还是被捉了回去 那夜她和妹妹被打得奄奄一息 花莉儿迷蒙中 似乎看见了娘亲 妹妹的呼唤 和啜气声越来越远 她想她大概快死了 可是 她并没有死 醒来时 发现自己 竟已被带出了勾篮 一个四十来岁面貌憨厚 却目露惊光的男人 将他们带了出来 她说她姓李 这一年来 她被安顿在一农户家里 日日习文断字 每日要将那套计划 说辞演练无数次 李老板并不告诉她 为何要如此 只告诉她 妹妹十分安全 若计划成功 便会让他们团聚 为了妹妹 她咬了咬牙 接下了这桩任务 即便前路未卜 也要拼死一搏 如今看来 她似乎并没有赌错 那李老板 果真神通广大 真能给她造出一个官府 也查不出 破绽的身份户籍 她自此 便是平民兰氏 再不是沟篮里的小娇红 也不是淮阳湖畔的花铃 妹妹 等着姐姐 扑轮轮 窗台上的小鸟 突然被惊得飞起 牢房门滑 冷冷响起 一阵开锁的声音 紧接着一个 粗雅的声音传来 开饭了 女狱卒提着石盒走了进来 也不看兰娘 自顾自地开了石盒 将两个馒头 一碗咸菜摆到了桌上 兰娘不光住处得了优待 饭时尚 也比旁人好上一大节 兰娘坐着没动 她仔细地盯着 来送饭的狱卒 行大娘今天倒没来 今天她不当值 那狱卒似是对兰娘 这一问颇不耐烦 随后又怪道 唉 你看我坐肾 还不快吃 我且不饿 你先放那便是 说吧兰娘不再理她 一翻身脸冲墙躺下了 呸 傲什么傲 还以为自己是 尚书府的姨奶奶呢 不知死活的东西 狱卒被兰娘 俱要的态度给激怒了 吓死力朝地上 催了一口 随后瞪着兰娘的背影 阴森森一笑 这才提着石盒 转身离开 兰娘闭着眼睛 默默数着 锁门声 脚步声 一 二 三 四 脚步声停了 兰娘躺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 竟轻轻打起了憨 那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终于渐行渐远 兰娘静静躺了一会儿 方才缓缓睁开眼睛 边起身里了李身上的衣服 边向牢房外看了看 随后 伸手摸索着从发际中 寻出了一枚银针 转身将那盘馒头和咸菜 结用针探了探 看着瞬间变黑的针尖 兰娘忍不住冷笑一声 淫欲披霜会变黑 对付她这样的人 那些当权的主子们 果然都不屑于浪费更好的毒药 她若死了 那帮老爷们会怎么说 诬陷不成 畏罪自杀 可惜 她不能称了他们的意 兰娘小心地端起盘子 将那馒头放到了墙角 过不多时 两只老鼠闻着气味寻了过来 稀稀苏苏地啃起了馒头 傍晚时分 牢头行大娘坐在一把水蛆柳的圈椅上 喝着高碎 突然 被特别关照的那间牢房里 传来一声高亢的尖叫 穿云烈石 行大娘手一抖 那被高碎就撒到了桌上 她赶紧拿上牢房钥匙 奔向蓝娘的单肩 郡主 金钟来信 他们果然忍不住了 浊华这一连几日都窝在房中练字 三姑心中 虽即却也无可奈何 今日剑孚风 取了飞鸽传书 便忙送了过来 事情倒不及 且皆在预料之中 只是三姑 想引着浊华多说两句 否则总是这样闷着 真会闷坏身子 谁知浊华不过淡淡瞥了一眼 随后继续执笔写字 与其一是淡淡的 这本就在意料之中 李叔的眼光自然是好的 找的人也得用 三姑见他无甚兴致 不由地想引他再说几句 便道 若说 这王志行事 真是狡猾 但凡司通荣迪的痕迹 都已被抹得干干净净 那草取然一身的他主子真传 若非当年我戴敏迂回京途中 偶遇曹居然派 去给陆凉川送信的信使 恐怕咱们连蓝娘手上那封 通敌罪证 也要再做一份 假的中就是假的 轻易不敢见人 不如真的让人安心 就如这个 浊华低头点了点 刚刚练的字 不过是个噱头罢了 挑不得大量 日后也尽量避免着 让他见人 三姑笑盈盈地 拿起那幅字看了看 半赏方道 这字足以乱真 不过是乱真而已 却并不是真的 三姑手中抽出那张纸 扔进一旁的水盆中画了 一郡主看 那陆凉川此时会如何 自然白找挠心 备受煎熬 师父也该露面了 浊华垂眸看着那字纸 渐渐阴湿 然后沉了下去 随手又铺开一张 宣纸提笔练了起来 金钟陆府 陆凉川皱着眉看 向那火盆中 越烧越望的火蛇 手中的几封旧信 被越钻越紧 直至关节发白 最终 他还是一咬牙 将这些性禁术投入火中 火蛇猛地窜了起来 仙红而妖逸 陆凉川的眉头 并没有因此而松开 映着火光的眼中 反而突然起了层水雾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火蛇 吞噬了那白的纸黑的字 心中却不欺然 跳出了个满脸 光明磊落的自己来 他咆哮着 摇晃催促着他 赶快去救出那些性 那是你做回好人的唯一机会 献出他 扳倒亡党 助灵家军平渊 你以后 便可不用夜夜辗转难昧 不用再受那良心煎熬之苦 不会再有冤魂入梦 不会活成如今 这般朽木枯骨人鬼 皆艳的模样 可这满脸正气的小人 终究没有撼动自己 他如一块丸石般 处在那里 一动不动 第七十八章 国贼 户部尚书曹屈然 伙同兵部尚书陆凉川 叛国通敌一事 闹得费满迎天 虽然当今皇上 以下指命三思会审 可实际上 曹屈然和陆凉川 到现在也未被收监 只是向征信的 免了二人的早朝 令其回家思过待审 不痛不痒 百姓们都不傻 且尤其是天子脚下的百姓 皆是见过些世面的 朝廷这样 雷声大雨点小 谁还不知道个 官官相护 奸臣当道的细词 于是 一时间此事 传得沸沸扬扬 曹 陆二人在民间 更是被骂上云霄 臭不可闻 虽然通敌一案未有定理 但叛国贼的帽子 已扣到了二人头上 哥哥 爹爹现下 定然烦得很 我们还是不要这时候 去火上浇游了 陆府后院的回廊上 陆五娘犹豫着 扯住哥哥陆远峰的袖子 驻足不前 前些日子因她鲁莽 闹大了姚巧娘通奸一事 让她爹陆凉川 吃了个闷亏 如今到底长了教训 见她哥一副 火急火燎的模样 不由地上前相劝 陆远峰一脸凝重 却并不答话 只拍了拍妹妹的肩膀 便转身进了陆凉川的书房 她是陆凉川的嫡长子 生得身材奇长 面若红枣 五官吉孝其母亲江氏 高鼻凤木 俊朗不凡 前两年她主动去了 京郊南港大营历练 现如今已做到校尉 平日里轻易回不得京中 在年轻一辈中 算是极上境极出息的一个了 可今日陆远峰 却一早到长官那儿 领了醒清假 快马加鞭 只用半日赶回京中 一进府门 便见包妹五娘等在门口 兄妹二人见面色复杂 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 曹 陆凉府如今已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可陆凉川本人 却既不上折尘变 也不奔走喜冤 只整日闭门不出 门座屋中 谁都不见 要知道 曹居然现下 上海四处奔走喊冤呢 陆五娘见此心中焦急 且她本身又是个刚直的性子 静一不定下 便忍不住给军中的兄长去了封信 陆远峰一接此信 方才知道 家中出了如此他添大祸 如同当头棒喝 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回家中 若说妹妹陆五娘性如烈火 那这陆远峰 简直就是极恶如仇 他自小就崇拜林家军 及主帅林云大将军 常因父亲年轻时 曾在林家军中历练过两年 而引以为傲 后随父母调任辽东时 亲眼见识了林家军的威武 又随父拜见过林大将军 就更远了踏实的英雄梦 因此 当他得知父亲可能通敌叛国 陷害林家军时 他如五雷轰顶 完全不敢置信 于是当即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他要亲口问问父亲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书房内 陆良川面对儿子的质问 一时语色 他看着面前这个 比自己高了半头 已长成个威壮男人的儿子 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自己从小便教他 忠君爱国民族大义 给他讲好男儿 因征战沙场保家卫国 可如今呢 什么国家大义 什么仁义道德 介义统统 被他亲手碾成鸡粉 他要如何撑住 这为父的尊严 放肆 陆良川止默了一息 便沉声训斥道 你这是 和父亲说话的态度吗 罢了 既是休暮 便在家中好生些几天 这几日 轻易莫来烦我 说着便连连挥手 赶陆远峰出去 父亲烦恼什么 可是心虚 因为通敌叛国卖主求荣 而心虚吗 陆远峰虽年长稳重 可若真急起来 那脾气比陆五娘不遑多让 此时也未多想 结问张口就来 啪 陆良川气急 伸手抓着个阵纸 就砸了过去 陆远峰偏头躲开 阵纸正砸到他身后的门框上 守在外面的陆五娘 一听屋内动静不好 当即便推门闯了进来 正见他爹指着哥哥破口大骂 不笑的东西 滚 你给我滚出去 陆五娘连忙下死力 连扯带拽 将耿着脖子的陆远峰 拽出了书房 房门被重新关上的那一刹那 陆良川陡然似失了全身的戾气 轰然跌坐到了身后的椅子上 浑身大汗淋漓 抖得不成样子 这世上谁都可以骂他 可唯独他的儿子不能 他做的这一切 还不是全为了他 为了妻子而女 为了这个家 当年青葱年少时 于万千人中止一眼 他便被江氏梵英 带走了新魂 江梵英貌美才高 是名门江氏的嫡长女 又与当时皇后的娘家王室 连着亲 求取他的人如 过江之计 而他虽家事不错 可本人却名不见经传 与那一众追求者相比 毫无胜算 军功是通向成功最快的捷径 未能求取到新仪之人 陆良川决定放手一搏 去辽东邻家军中历练 他本就却有才能 且又能吃苦 果然两年内力了几次 不大不小的战功 被顺利地调回京中任职 那时将是恰好尚未婚配 他作为军中新贵 竟真的一举求取成功 之后的日子 便如想象的一样 夫唱妇随 情色和鸣 江氏又接连给他 生下一儿一女 而女双拳 当真是美满至极 再后来 因有了江 王两家的扶持 他的仕途一路顺畅 年纪轻轻便直升到 从二品辽东不正史 而辽东又有他曾经 林家军的同袍 正是如鱼得水 那段时间 他在内欺贤子孝 在外仕途顺遂 一切都显得那般如意 事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走下坡路的呢 大概 是那年到辽东后的 第一个冬天吧 从江氏和长子远峰 双双得了伤寒开始的 辽东的冬天实在寒冷 妻子娇若长子年幼 如何能抵得住 那刺骨的严寒 而每年冬天 辽东似乎都会有一场 伤寒疫情 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 不过熬一熬 便挺过去了 可生在京城 自幼娇生惯养的娇妻幼儿 自是不如那些野民体壮 于是那年 他们母子差点没能熬过去 他差点以为就要失去他们 那时他真的是极害怕 日日求神拜佛 许下无数心愿 宁肯以自己的寿数 去换妻儿的性命 好在妻儿到底是熬了过来 可梵音却似彻底 叛了辽东这个地方 即使次年春回大帝 也日日惦念着 众回京城 他自然也想回京任职 便是为了妻儿 也想尽快离了辽东 这苦寒之地 但这不正使官高权重 是拖了多少人情 才好不容易求来的 且不过刚刚任职一年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被平调回京 他也曾想过 让江氏和儿女先回京城 可江氏与他间谍情深 舍不得扔他一个人在辽东 又不放心幼子幼女 独自回京 左右为难之下 只得坚持邪子女 留在辽东陪他 仅这一点 就足以让他对江氏敬爱一辈子 感怀一辈子 恰在那时 王志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陆良川知道 梵音与王家是远房的表情 王皇后本就与他关系不错 所以当江氏出带来王志的私信时 他并未多想 可当看到信中内容 却顿时如冬日冷水浇头 寒彻骨髓 王志竟让他刺探林家军军情 行那里通外国之事 此时 荣笛与林家军已开战多日 几场战役 林家军接获大胜 王志于信中告诉他 陷下金钟雍和地已并入膏肓 若扳倒郑国大长公主和林大将军 除掉林家军 便可长着大气的江山 位及人臣 到时候右主登基 他陆良川便是从龙功臣 从此可呼风唤雨 回京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陆良川又记得 当年自己看完此信后 是如何惊怒交加 机遇去寻公主 将军 把此信上报朝廷 事后陆良川常常设想 若当时 他坚持将那封信交出去 又会如何 是不是历史便就此改写 可世间的事 无法重来一次 一切不过皆是妄想 在凡英的苦苦哀求 百般劝阻之下 这事到底还是被放过了 直到雍和四年的冬天 雍和四年的冬天 辽东战场上 林家军与戎战士胶着 雍和四年的冬天 梵英和儿子远风 又一次双双染上了风寒 且这次尤为凶险 郎中甚至已经嘱咐 具准备后事 陆良川被这一句话 差点给逼疯了 提着剑好 玄美砍了郎中 就在母子二人命悬一线时 王智派来了解衣 赶到辽东 于是 林家军便有了第一次的良想不足 陆良川想到此处 忍不住仰头闭了闭眼睛 这几年 他应该是惶恐和内疚的吧 他不停地告诉自己 一切皆是为了救妻儿性命 不得已为之 可这份不得已 却又切切实实给了他 近十年的荣华富贵 住在辽东 数万将士尸骨上的荣华富贵 桌案上 那封已被拆开的信 仍静静地躺在原处 陆良川看着他出了半天的神 那是一封言语平和 辞早普至的私信 却让陆良川 从每个字中都看到了杀迹 昔日的同袍黄毅 约他与雅思居一聚 似是料到他会推脱 信的末尾告诉他 届时会有些 不便为外人知道的小东西 要给他 他若不去 那便只好交于陆大公子 不便为外人知道的小东西 陆良川将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这个黄毅果然还是没变 和以前一样的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 若如此 他还真不能不居付这场鸿门宴 第七十九章 击溃 见到黄毅的那一刻 陆良川恍惚间 似有种恍若格式之感 面前的男子依然风神俊逸 清冷出尘 面上带着他一贯的平和淡然 来之前所设想的种种公结指责 竟然都未发生 黄毅抬起眼皮 淡淡地看了陆良川一眼 伸手冲着对面的椅子 做了个请坐的动作 陆良川突然就尴尬起来 为黄毅这份漫不经心 为自己之前的那份如临大敌 说来这黄毅 还曾救过自己一命 你不必如此警觉 我既不会邪恩邀功 也不会和你共续同袍之意 黄毅四世看透了陆良川的心思 嘴角微微挑起几分不屑的笑意 仔细说来 当年你陆毅荣敌伏兵 是林大将军将你救下 我不过会歇弃皇之术 算是个医者 替你青窗逢伤 又守着你退烧 自食医者的本分 你倒不必来领我的情 再者 我本是公主的长使 并非军中之人 和你也论不得同袍 更谈不上情义 所以 你也不必念我什么情 我也不想让你念我什么情 听了黄毅这番话 陆良川忍不住又警惕上三分 他不动声色地 将锁在雅间仔仔细细打亮一番 又回头看了看黄毅纸的那个座位 半赏方才缓缓落座 黄毅心中了然 唇边的冷笑更深 他伸手给陆良川倒了杯茶 何必紧张 我不过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陆良川看了眼黄毅 却到底未去洞面前那杯茶 青步长山下的贴身软甲 着实闷热 让他微微生出两分造反来 先生今日叫我来 既然不是叙旧 却不知所为何事 陆良川本以为今日此行 黄毅无非先叙叙旧情 再提提当年之恩 引得他感慨万千之计 趁机拉拢 他为当年之事作证 以一举扳倒亡党 可没想到 黄毅几句话说来 竟皆是处处撇清关系 既不认当年有恩于他 也不认有什么同袍之意 此时 陆良川心中一度更深 不过有一点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参透了的 那便是黄毅线下 定然已经投了齐正清一等 此人销声匿迹多年 如今却在这个结果眼上 突然跳出来 若说不是受了谁的指使 欲从他这下手 找出亡党破绽 伺机而动 他断然不信 可惜啊 想到这 陆良川忍不住心中冷笑一声 王志做事向来谨慎 简直近乎苛刻 但凡有点痕迹 必要抹得干干净净 而他一得此真传 自问形势缜密 万无纰漏 就连他之前藏着私心 留作把柄的那几封私信 也已经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黄毅他们纵然知道当年内情 却连个证据也寻不到 又能奈他何 看着坐在对面的陆良川 浑身绷紧戒备 却努力 做出腹不动声色的样子 黄毅心中忍不住冷笑连连 他觉得自己今日找他 会是来续旧情的 呸 他也配 林家军给了陆良川出身和前程 林大将军 更是曾救过他的性命 他却如何 恩将仇报 反咬一口 如此背信弃之人 若续什么旧情 必然不过是心心作态 假仁假义 他黄毅又如何会恶心自己 去陪他演这么一场荒唐戏 哦 对了 你若问他 他大概会与抵赖不过之时说 自己当初全是迫不得已 一切皆为了妻儿 呵呵 为了妻儿 且不说他那妻儿当时所处危境 就是个笑话 只说 他为了他的挚爱佳人 怎么就敢以牺牲 四万林家军将士的性命为代价 四万将士 寒约死 只为换他回京任职 换他妻儿不受戍边之苦 他竟然还觉得是理所当然 四万将士 谁又没有妻儿父母 谁又没有 愿拼尽一生去爱众的人 他竟只觉得是平常 黄毅端起茶碗抿了一口 随后四字语般说道 雍和四年冬月 你以粮草争调 不利为由 为向林家军 筹罚一粒军粮 与此同时 朝廷一听了辽东的军饷 当时正值隆东 争调本就困难 更何况又连日大雪 征梁官那几天 连路都行不得 粮草自然争调不利 陆梁川不想听黄毅将话说完 垂下眼睛出言截住了话头 后面黄毅要说什么 他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 无非是讨伐他 他也自然知道 如何应对辩驳 那套说辞 早已被的滚瓜烂熟 可以从容不迫地缓缓说出 既不心虚 也不慌乱 就如真的一样 他自己几乎都已经相信了 黄毅的脸上露出一抹讽刺的笑来 声音却仍平静无波 你似乎误会了 我只是突然很想回忆一下 雍和四年的那个冬天 那年冬天 宁阳郊外牛家庄有户农户 一家七口都染上了伤寒 穷人无钱治病 似乎只能等死 可说来奇怪 许时命中有贵人相助 家中病得最重的小女儿 突然就被一户贵人的女眷看中 竟被买进了高门大户之中 于是 那户人家卖的小女儿 得了一大笔银钱治病 一家六口 竟都挺过了那年冬天 不过那小女儿 到底浮薄了些 进了大宅门没几日 便病死了 不成想 临死前 还把这伤寒传给了 买他那家的太太和少爷 黄毅说到此处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陆凉川 见他也正抬眼看自己 不由得微微一笑 是不是觉得 此事甚为蹊跷 人鸭子手里 有的是好丫头 为何偏要买个患了伤寒呢 这病虽不难医 但极易过人 买这丫头的人家 要么是疯了 要么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想说什么 陆凉川皱起眉头 眼中金光四射 世人皆不愿相信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我若是这家的男主人 大概也会想 这定是自己的仇敌 故意陷害 买个身染疫症的丫头 送入自己府中 亦遇图谋不轨 可事实上 那丫头却是这家主母 亲自挑选入府 又亲自将她 带到自己和儿子身边伺候 不过 无论是这主母疯了 还是她串通外人 算计自己的丈夫 是不是都让人难以置信 哐当 陆凉川猛地站起身子 身后的椅子 随着她的动作 被大力推倒在地 她转身便向雅间门口走去 你当真不想知道 当年那场伤寒的真相 黄毅的声音像一条蛇 紧紧跟在陆凉川身后 不欺然便钻进了她的耳朵里 又钻进了她的脑袋里 陆凉川默然停下脚步 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 猛然握紧又护得松开 松开了却又再次猛然握紧 一派 胡言 这声怒斥 似乎底气不足 可听在黄毅耳中 却立时让她心情大好 嘴角向上扬了扬 君寺明月 妾四竹 点点红泪 皆为相思苦 陆夫人不愧是当年 经中有名的才女 一封家书 也能写得如此情意绵绵 诈读之下 竟不像是写给远房表哥的 倒像是写给备受相思之苦的情郎 黄毅慢悠悠掏出一封信 斩在手里 眼睛却只盯着陆凉川 钉在门口的背影 他完全不怕陆凉川会 头也不回地 推开那扇门走出去 他没那个尿性 以前陆凉川只是从未生疑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以他对僵尸的感情 便只是个怀疑 也足以让他封魔 他为了僵尸 可以背信弃义 万劫不复 可以放弃军国背叛同袍 可以亲手打碎自小 被教导的人义忠信 那他怎么能容得 下僵尸的背叛 即使是隔多年 即使僵尸已死 果然 陆凉川并未向他心里 告诫自己的那样 拂袖而去 而是脚下一转 两步便跨到黄毅面前 伸手一把抢过信指 在看到那笔 捐袖小凯的瞬间 陆凉川的瞳孔 急剧收缩 脸上顿时没了半点血色 这果真是王七江凡英的笔记 信是江凡英写给王志的 前半部分 他带着一丝 视死如归的决绝对王志说 自己准备为他拼死一搏 他已于成交 买来一个染了伤寒疫症的丫头 现日日 待在自己和儿子身边 病气似乎已经过给了他们母子 他要用自己和儿子的性命 逼入梁川 彻底舍弃凌家军 为王志的大业 助一臂之力 信后又情义绵绵地 诉了相思之苦 尤其最后写道 川生性多以少绝 犹疑不定 不如凶杀法果断 当机立绝 凶乃成大事者 凡因自幼倾慕之至 恨不相逢未驾驶 只盼今生君如愿 陆梁川捏着性的手抖得不成样子 王志当年也是京中有名的 风流运界贵公子 据说 江氏自幼便倾慕他这表哥 可惜二人插着年岁 待江氏长成 王志早已娶其生子了 真应了那句话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以江氏当年的家境样貌 你就从未怀疑过 为何他会在你戍边几年后 仍云因未嫁待自归忠吗 皇义仔细观赏着陆梁川死灰枯稿般的脸色 心情越发明媚起来 他便说便一口干了杯中的茶水 痛快 哈哈哈哈 皇义话音刚落 陆梁川便将那封信重重地拍到桌上 随后干巴巴地大笑几声 先生真是好诙谐 开得好大的玩笑 皇义抬头看向陆梁川 见他似是被这玩笑逗乐了 愈发灰败的脸上 强称出一副若无其事 咧开嘴 勉强做出个笑的样子 我也算与先生共识多年 自是知道先生之笔 眼睛留骨 笔下龙蛇可谓天下一绝 尤其 善于仿字 无论大家古贴还是惊人笔记 先生只看一遍便能抹写个八九分行神 既是临摹仿字的高手 那先生仿一封妹子的私信 当然完全不在话下 先生可是觉得陆某最近日子太过乏味 故想和我开个玩笑不成 信与不信 一念之间 皇义边说边站起身来 越过陆梁川 缓缓向门口走去 当年之事自有蛛丝马迹 可寻 就如你当年背信弃义卖国求荣 当真就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人神不知 说罢 皇义便不作他言 脸上再无半分起伏 开门扶溜而去 徒流身后的陆梁川 颓然跌坐于椅上 手边那封信 犹如一张睁着几双怪眼 嘲笑戏弄他的鬼脸 陆梁川猛地跳了起来 狠狠将他拽了得粉碎 第八十章 生死 陆梁川回到府中后 便一连几日待在书房闭门不出 可一些消息 却被源源不断地送了进去 当手下人最后将一份 从宁阳郊外牛家庄搜集来的口供 摆到陆梁川面前时 他心中那唯一的侥幸 也瞬间烟消云散 只双眼一臂 腿依然贪靠在椅子上 当年之事 江凡英或是手段不足 或是觉得陆梁川待他如猪四宝 必无失败的一天 总之 猪丝马既甚多 虽时隔九年却也不算久远 陆梁川毕竟涣海沉浮多年 又是一部的长官 追查这种遍地破绽的事 自然不在话下 他掀着人将将是生前得用的下人 陪防一并居来 分开关押 逐一审问 这些人中不少是江士的亲信 自江士亡固 在陆家颇受优待 如今突将雷霆手段 一个个皆措手不及 几下审问便全都知无不言 尤其那自幼 跟在江士身边伺候的贴身丫鬟青鸟 受刑不过之际 不光将将士派他去牛家庄 便买病女之事 说了的详细 更将将士自幼爱慕表兄王志 二人于将士婚前婚后皆有私会 又如何定计 利用陆梁川算计林家军 也都交代了个一清二楚 再加上手下几日来 快马加鞭 从宁阳牛家庄取回的口供 将士之事 自此真相大白 陆梁川只觉全身的戾气 差时皆被抽空 晕晕沉沉 几乎不知身在何处 那封信的真假 已经不重要了 陆梁川亲手去揭开这个秘密 让他亲自去证实 当年自己的一往情深 自己的孤注一致 自己的父亲天下 不过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哈 陆梁川忍不住发狂大笑起来 为了江凡英 他可以把良心扔掉 换上一副黑心 为王党做下无数脏事 可到头来呢 自己不过是个 被人玩于鼓掌间的可怜虫罢了 他以为的夫妻情深 痴心一片 不过皆是他的自我感动 自以为是 那时 曹居然和他单线联系 带王制发号施令 他则充当姓氏 联络荣迪 是他根据指令 道德平成官房图 献给荣迪 也是 他与千军一发致敬命奸细 朝郑国公主下手 陆梁川闭上眼睛 忽有一滴灼泪 从眼角滑了下来 他也曾意气风发 也曾胸怀坦荡 也曾忠君爱国 也曾欣细黎明 他本可以做一个好人的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战场上的英雄 可现下 他不过是个鬼欲小人 爹爹 爹爹 放我进去 爹爹 门外的吵闹声 惊醒了现于回忆的陆梁川 他伸手抹了把脸 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 此时天色已晚 屋内因为掌灯 显得阴沉压抑 屋外是何人喧哗 他沉声问道 爹爹 爹爹 是我 他们不让我进去 是小五呀 进来吧 来人呀 掌灯 陆梁川的话音未落 陆五娘便一个箭步冲了进来 扑通跪在陆梁川面前 举着风信即道 爹爹 哥哥流信出走 只说再不回来了 您赶紧多派几路人马去追吧 晚了 就来不及了 陆梁川伸手接过陆五娘手中的信 展开看了看 半场苦笑一声 也好 也好 去吧 都去吧 爹爹 小五 陆梁川探身将女儿从地上扶起 白手试图去平复她的交集 先不去管你哥哥 这对她或许是件好事 也算寻条活路 哎 你先下仔细听为父说 明日一早 你便带着你那几个竖姐回华星老家去 我已给你叔父去了信 他自会将你们照顾妥当 管家也安排好了护送的家丁下人 你们明日城门一开就出城 城外会有镇危标局的人接应 这一路上 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爹爹 您这是 陆五娘一听便急了 张口要问 却被陆梁川伸手制止住 不要问 只切记为父的话便是 家中银票细软 我已吩咐让人收拾了两个包袱 你和你二姐个带一个 至于你大姐 既已出嫁 便自求多福吧 好了 现在便回去通知你那几个姐姐 简单收拾些东西 大物件接手了吧 明早天不亮就走 爹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 陆五娘剩下的话 到底没能问出口 陆梁川只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向她挥了挥手 陆五娘无法 只得一步三回头地出了书房 听着陆五娘的脚步声音渐渐远去 陆梁川缓缓睁开眼睛 顿了半日 他们方才起身来到墙边博谷架旁 伸手摸索到机关 随着嘎巴巴的响声 墙上赫然露出一道暗阁 陆梁川从暗阁中取出两卷颈轴 随后一一展开 他眉头紧锁 没了片刻 忽然四下了很大决心 甩手将其中一道颈轴 投进旁边的火盆 那滑财锦绣 瞬间便被火蛇裹挤噬 陆梁川的脸 在这忽明忽暗的火光中 愈发凝重 他握着另一道颈轴的手 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 当火中只剩灰烬 陆梁川那苍老而阴沉的脸 反而平静了一分 曹 陆通敌一案 似乎渐渐陷入了僵局 朝廷虽摆出一副彻查的姿态 可大理寺 刑部 督察院三司 却各自为政 互相推诿 曹 陆二人依然逍遥家中 朝廷亦迟迟不肯下旨查朝梁府 羁押二人 除了兰肃娥及其提供的那封曹 陆二人的私信外 再无其他通敌罪证 民间彻查二人 为辽东战死将士深院的呼声 日渐高涨 龙椅上的浩元 心中焦急 日日催促三思 可怎奈王党盘根错节 势力根深蒂固 处处设仗 数日来尽毫无进展 宫中王太后 更是天天下朝后 请皇上过去说话 隐隐笑语间 却多有敲打之意 浩元心烦气躁 便只能再向齐正清等人 抱怨施压 以至齐党线下 更是焦头烂额 虽知此为重创亡党的大好机会 但苦于找不到 一击致命的破绽 正在这时 有人去敲了大理寺的明冤谷 敲谷之人 并不是为自己申冤 而是替自家主人自首的 当方铁支带人赶到陆府时 府内早已加奴 尽散一片狼藉 陆良川趴在书房的大岸上 弃绝多时 手边是一瓶所剩无几的贺顶红 陆府前去自首的下人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此情景 更是下得体四筛康 结结巴巴只说 他家老爷命他前去大理寺击鼓 再将东西呈给方大人 其他并无交代 那东西方铁支不敢怠慢 即刻便呈给皇上 此物一出 历史真相大白 轰动朝野 满朝震惊 陆良川供出的 竟是荣迪克汗八年前的 亲笔手谕 表彰当时大气的户部侍郎 曹曲然为荣迪立下汉马功劳 特封其为荣迪的一等公爵 赐封号湘平 湘平公曹曲然 吃着大气的愤怒 想着大气的荣华 却头顶着狄荣的尊荣 这简直是大气的奇耻大辱 手遇上那枚鲜红的荣迪国喜 简直像一张掠开的血口 表达着对大气君主无尽的 讥笑嘲讽 浩元气的当朝砸了 龙叔岸上的御阵纸 满朝寂静 鸦雀无声 之前吉利为曹 陆二人作保的王党 皆掩其息骨 脸声匿迹 此时 曹曲然通敌一案证据确凿 无可抵赖 便是他自己咬死不认 三思仅凭这份荣迪克汗的手遇 也能定他的通敌叛国 事已至此 王氏一党自不会再凑上去 与曹曲然扯上牵连 反而吉利撇清 王党众人 如今既怕其党借题发挥多有牵扯 又怕曹曲然狗急跳墙 胡乱攀咬 故而一改常态 反倒吉利撻多皇上速查严惩 成了最希望曹曲然速死的一群人 本来嘛 无论是宫中的王太后 还是正闭门思过的王首府 一向最擅长的便是弃足宝车 当然 也不用王党在天游加醋的撻多 此事已出举国哗然 浩元气的冲冠列字 当朝下旨 曹曲然通敌叛国国罪该万死 即刻收监 查明后不必带秋决处刑 已经何时游街问斩 至于江南救灾款贪莫一案 特着刑部派人前去江南查查 所牵连官员一律拿回京城问罪 诱着户部重新拨款救灾 此皆为后话 暂且不提 再说陆良川 虽有与曹曲然的私信正其通敌 但因其畏罪自杀 无法查明赦罪深浅 竟就此不追究其族人之罪 不得不说 陆良川用一己性命 换了整族活命 也算得上是走了一步生死妙旗 只是谁也不知道 当日纳容狄克汗 原是下了两道封赏手遇 一道封赏曹曲然为湘平公 另一道却是封赏陆良川为辅宁公 当年戎敌大将忽律邪 将这两道旨意交给陆良川时 不知陆良川是心中 尚存一丝良知 不屑敌国的封赏 还是到底一难平欲捉些王党的把柄 总之 这两份扣在他手中的诏书 今日中派上了用场 化成两道催命符 七峡山上 浊华缓缓放下金钟传来的消息 屈指敲了敲桌子 三姑一旁见状 笑盈盈地揭开桌上的灯罩 捡了捡竹心 又成了一步 郡主真乃神机妙算 敏玉端了茶碗放在桌上 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郡主怎知那鹿狗会修分自禁 我开始一直不信他会有这样的血陷 否则当年也不会背心弃义 做出那猪狗不如的事来 浊华看着敏玉挑传一笑 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执念 而陆良川的执念由重 这执念便是江凡英 若抛开这份执念 他倒也不是全无良知 浊华口中虽如此说着 神思却渐渐飞跃 他也曾说过 愿意为自己赋尽苍生 千夫所指 哪怕舍身为魔 也要同进同退 自己是他的执念吗 哈 说来 说来 不知郡主下一步打算如何 见浊华忽悠情绪低落 三姑和敏玉不禁心中着急 敏玉急于引开话题 却与无伦次不知说些什么 三姑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随后接过话头 说来 那曹居然现下处境 应该十分危险 王党比咱们更想要他死 这曹贼死不足惜 咱们自然也不在乎他的狗命 可他暂时尚有用处 若现在就被人害了 反而对咱们不利 这边要看我那姑父铁盼大人的了 浊华回过神来 说到这里倒是笑了 大理寺大牢 一直是他的地盘 这边要看他的手段 方大人自然手段了得 万无一失 浊华垂眸笑道 别忘了 还有奇相等人呢 他们大概也指望着 在曹居然问斩之前 能从他嘴里套出些什么 这几天 奇相府可不是日日门庭弱势 大理寺的大牢 自有他们去操心便是 第八十一章 生疑 真如浊华所说 奇相府一连两夜门庭弱势 奇少峰作为奇相最看重的孙子 当今皇上的心腹 自是每场巨异都要参与 俨然已在这群人中 有了极高的话语权 而每每有客人告辞离去 他作为小辈 自是必要攻身轻送 既代表了奇政清理闲下事 又显得他谦和有礼 今夜送走的最后一位访客 是左副都御使耿梁忠 祖父麾下忠心耿耿的 左膀右臂 也是他将来极大的助力 耿梁忠是个聪明人 走到府门口时 虽拿捏着长辈的架子 却急轻厚和蔼地 拍了拍邵峰的肩膀 客套几句 言语间满是看重 说的也无非是后生可畏 将来大有作为的鼓励和暗示 邵峰笑得谦逊恭敬 与之前无数次相送一样 拱手行礼 直到耿玉使成叫走远 方才转身回府 他一路慢慢地躲着步子 并不准备那么快回去 向祖父赴命 今日的访客都已经走光 该谋划的皆已定计 计谋鬼策 走一看时 如无意外 这便是他以后的生活 如他祖父这辈子一般 纵横朝堂 与阴谋诡计相伴 攒得了一定的人望 自也会有一批追随者 然后天长日久 树大根深 也成了一个 可搅动风云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并不排斥成为这样一个人 自小的教导 也是要他极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他今日只是有些累了 人一累便会想懈怠几日 便会去做一些天马 行空不切实际的梦 如邪七便菊东离 如情色相合于山野 不过 终究只是想想罢了 邵峰在一缸莲花旁驻足 抬头望了望天上的弯月 忽然有几分惆怅 若妹妹邵堂此时也在 或许还可以聊聊 他最爱听这些不切实际的风话 可 偏偏他那样自由浪漫的人 却入了宫 那又是天底下最拘束无趣 最冷漠凶险的地方 他以下定的未婚妻 永平郡主呢 应该不会爱听这些吧 生于皇族 极致尊贵 如何能想象山野庶民的生活 又如何能理解 竟有人会抛下富贵荣耀 去当一个野人 在他眼里 说不定那是得了失心疯 那他呢 他也是生于诸门绣户 也身份尊贵 可 他一定会懂的 他也定向往那样的生活 他 就是知道 这些日子 看似亡党破绽百出 多行不义 报应不爽 而他们这些人 忙忙碌碌 似在与亡党交锋 可他却知道 真正与亡党交手的人是他 他也在和其是一派交手 两方人皆被他玩于鼓掌 可笑这些人 除了自己和祖父 竟都毫不知情 无人想到会是他 他的每一个计谋 他的每一次动作 都润物无声 真是高级 如他这般自幼便学习全谋之术的人 也不得不赞上一句好手段 之前他如何也想不到 这样一个弱女子 会搅动惊中风云 他以为他 只是个风光际月的女子 懂得风花雪月之趣 明白参松引荐之乐 可他到底低估了他 他还擅长他最擅长的事 甚至比他更擅长 他曾假设过自己 处于他的位置 但似乎并不能做得更好 他每次出手 看似是相助 是机会 可却反而让他更加紧张 仿佛也是在和他交手 设身处地 暗中揣摩 他毫不知情 他精疲力尽 以前他觉得 他会是他的红颜知己 温柔解义 让他倦鸟忘归 现在他觉得 他是他的对手 是这世上另一个自己 他们如此相像 只是 他并不知道 除了齐家祖孙二人 同样觉得七峡山主人不简单的 还有宫中那位 刚刚走马上任的皇后娘娘 此时 王启然政领着齐贵妃 谢淑妃 仅凭流冬雪到昆泽宫 晨婚定上 众人伺候着王太后用过晚膳 王启然边 轻声吩咐宫人掌灯 边亲捧了 香茶给太后竖了口 随后回头淡淡 瞥了眼身后 肃然而立的齐妃 嘴角不由地扯出一抹讥讽的冷笑 他挥手打发齐妃等人退下 他的娇阳宫中 还有621卷小圣佛经 等着齐妃 慢慢去抄呢 王太后今日四肾是疲乏 并未像往常那般 善后去韶药普散心 而是这金珠锤腿 自己斜斜地靠在踏上闭目沉思 曹 路二人叛国已成定案 那官曹居然的大理寺大牢 被守得如铁桶一般 派出了几拨暗杀的人马 皆无功而返 大理寺亲方铁支 是个出了名的鱼木脑袋 想要在他的地盘上动人 简直难比登天 不过好在曹居然是个实相的 目前尚未供出什么不该说的 如此挺到行刑寺也不错 可怕就怕夜长梦多 不行 这曹居然必须要早日解决 王太后这箱神游天外 一旁的王启然 则寻了个袖准坐在下 仔细斟酌着措辞 半赏后方才开口 姑母 这近日一连发生之事 皆似针对咱们王家的 启然觉得十分蹊跷 哦 王太后缓缓睁开眼睛 你怎么看 王启然受了鼓励 顿时说话爽烈了不少 这两日 启然仔细想来 发现无论是我哥哥的事 还是曹居然之事 竟接和一人 有着千丝万缕关联 谁 太安郡主 哦 姑母倾想 我哥哥之事自恃不必说 原就是关太安郡主 依我看 那太安郡主 定然是不愿意嫁到咱们王家的 说到这里 王启然的语气中 变演不住地透着谷酸意 也是 若是有那天下第一的好姻缘 何必要退求其次 况且 那先帝的赐婚圣旨之前 在谁的手中 如何会突然 就跑到咱们王家的箱子里来了 那自然是有人栽赃陷害 这罪手 除了太安郡主 还有何人 如此一来 击退了王家的轻视 又让这圣旨 现世为他日后俘虏 更陷王家于不堪之境 姑母和爹殿 即因此来背上了骂名 其心计手段 不可谓不狠毒 再者 如今这曹居然一案 也颇为奇怪 为何当日曹童谁也未遇 却偏遇上了 那泰安郡主的未婚夫婿 晋王府的二公子 都说这晋王府二公子 容貌敬毁 行指粗野 却即侵慕泰安郡主 若泰安郡主稍稍用些手段 说不得这满汉 便会言听计从 姑母之前将这样的一个人 刺婚于他 断了他非生化缝的念想 他自是怀恨在心 那曹居然和陆良川 是姑母和父亲的左膀右臂 人静皆知 他若勾结秦浩轩 设局于闹事之中 再派人前去 引来大理寺青芳铁枝 众目睽睽 当众宣扬 曹 陆二人 自是百口莫辩 如此行事 只为蓄意报复 让姑母父亲损兵折将 以泄他心头之恨 若如启然所猜测 那这泰安郡主 便真是可恶可不 若不及时处置 早晚会酿成大祸 王启然一番话说下来 也算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 王太后一直含笑听着 直至他说完 方才开口 声音雌和 却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 哀家听说 这几日 皇上颇喜欢去齐妃娜 道 却是如此 王启然不明白 王太后所问的用意 王太后见他这样 微微一笑 齐妃刚入宫 皇上觉得 新鲜也是有的 多去几次罢了 你何苦使些 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 去搓磨他 没得失了 异国之母的气度 姑母 王启然一听大吉 张口欲辩 却被王太后 白手制止 这里并无别人 哀家也不是要训诫你 让你出仇 哀家是在叫你 异国之母 心胸和手段 都是要有的 心胸尚要磨练 而你那手段 说到此处 王太后冷笑着摇了摇头 还太不够看 你做得如此露骨 皇上见了 岂不心疼 你这岂不是将皇上 越推越远 伤敌八百 却自损了一千 不合适 也太蠢 不过 王太后微微顿了顿 在开口时 语气平和 言语间的恨意 既不可闻 话说回来 我也不喜欢齐家人 心机深沉 诡计多端 之前朝廷上的事 就不必多说了 只说这后宫之中 齐非争宠的手段 实在不怎么高明 可却偏偏管用 他只用了头其所好这一招 便收了皇上的心 说到这儿 王太后抬起眼皮 似笑非笑地看向王启然 他只不过多提了几句 太安郡主 皇上便心甘情愿地 去他的灵溪宫 一连几天 也不到你的交洋宫露上一面 姑母 王启然一听此话 又惊又急 慌忙离坐 额头伸出一层薄汗 王太后却不想听她解释 只沉声继续说道 那齐非仗着是郑国公主的外家 和太安郡主有亲 又从小一起嬉戏玩闹过几次 于是便常常提起 而皇上 又恰恰喜欢听这些 于是一来二去 齐非竟得了圣宠 你不愤于齐非得宠 可你更恨太安郡主 他人虽未入宫 却已然牢牢地占了皇上的圣心 所以便有了刚刚那套说辞 你是想借挨家的手 除了太安郡主 皇上的心空了 你自然可以趁虚而入 不 启然不敢 王太后的话音刚落 王启然便猛然跪地 汗如雨下 请太后娘娘明察 那太安郡主 确实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启然也万不敢欺瞒太后娘娘 王太后笑了笑 慢条丝里地挪了挪身子 让自己更加舒服一些 伸手慈爱地摸了摸王启然的脸 可说出的话 却伶俐如刀 在这宫中 有心机会谋算是对的 否则别说尊容宠爱 便是自保也难 可你这份心机 却用错了地方 借刀杀人 我这把刀 可不是那么好借的 你是皇后 想处置谁 就去处置谁 全凭你的手段 可你若连这点手段都没有 还要借挨家之手 又如何能配得上这皇后之位 王太后最后一句话 拖了得长长的尾音 王启然的身子 不由自主地就抖了起来 见到她这副模样 王太后不禁又可怜起她来 事宜月姑将王启然扶起 口气中便带了几分 真正的慈爱和教诲 你刚刚的话 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太安那丫头确实可恶 可若说她连设两局 先是弄得朝野震荡 又一举扳倒了 朝中两部的尚书 那着实有些威严耸听 不过一个刚刚急急的 小丫头罢了 这八九年 又接掌于山野 能有几分谋算心计 你说她可不 却是太抬举她了 你哥哥之事 曹禄一案 皆与其党脱不了干系 我不要求你心系朝堂 能理清前朝那些世事非非 可我也不想你的眼睛 只盯在儿女情长后宫争宠上面 若眼界格局太低 如何去做这一国之后 当王启然从昆泽宫出来时 已浑身大汗 筋酥腿软 一路上由王嬷嬷搀扶着 向自己的娇阳宫而去 行了半日 王嬷嬷方才谨慎地看了看左右 随后放缓脚步 低声在王启然耳边说道 娘娘 七峡山那边有动静了 第82章 谢宗 娘娘 奴婢以为皇后娘娘所说的 并非全无道理 王启然走后 月姑亲手端了钟药膳给王太后 这是王太后多年的老习惯 就请之前用上一钟月姑 亲自炖的药膳 滋补气血 养气安神 今日因晚善后为怎么活动 便用了深气喉头鸡汤消食 哦 她那番威严耸听的挑拨 倒入了你的耳 王太后此时盘腿坐在床上 边用羹齿搅着汤 边笑着看向月姑 隐隐含着几分审视 月姑只作未绝 言语间满是率直坦荡 奴婢倒不是因为皇后娘娘 是您的侄女儿 便有一片帮奉承 娘娘您想 这先帝的赐婚圣旨 确实出现得十分蹊跷 再者 奴婢游记得这事闹出来后 宣公子因怕爱了她的姻缘 便跪于五门外高唱婚约 不多时 那太安郡主竟也派人去了五门 和宣公子一唱一和 十分默契 若说她使了什么手段 降服住了宣公子 又让她于闹事中陷害曹 陆二人也不是不可能 月姑话音刚落 王太后便笑了起来 用羹齿指着月姑摇头笑道 还说不偏帮着皇后 她那一番漏洞百出的说辞 竟愣是 能让你从中剪出两个道理来 也真是难为你了 月姑盲脸容垂首到了一句 奴婢不敢 王太后似乎心情不错 并未多做计较 喝了汤后 边将碗递给月姑边说道 都知太安那丫头心中委屈 又有意后味 若她手中真有先帝的赐婚圣旨 她还不亦早就报了出来 何必等到皇上大婚之后 又等到她自己 也被赐婚给秦浩轩 如此名不正言不顺的 何苦平白给自己 添了那么多阻碍 再者 为这圣旨 这几年 咱们暗中派了多少人去 把她那里里外外翻了得仔细 却皆为寻见踪影 可见这圣旨当初 就不在她太安身上 那在谁那里 简直不言而喻 齐家是郑国公主的外家 圣旨曝出 谁从中受益最多 这事儿可还用想吗 秦浩轩五门闹事那次 我想着 不过是泰安见大事已去 自己又定了婚约 若真抛夫入宫 她这水性洋花的名声 大概就要坐实了 事关清誉 她自然要出来澄清 那秦浩轩本就是个莽夫 又垂涎于泰安 当初乍一听婚约不保 自是闹僵起来 这缘也并不稀奇 至于因此一事 二人是否反倒搭上桥 看对了眼 说着王太后冷笑一声 那便是 她二人自己的造化了 与旁人倒是无关 至于曹陆通敌被接一事嘛 秦浩轩出现的却是蹊跷 不过若说是巧合 也不是不可能 总之 无论是机缘巧合 还是有心利用 这件事都与泰安没什么关系 听到此处 月姑芒躬身笑着奉承道 要不怎么说 太后娘娘是运筹为的女中诸葛呢 所思所想 哪是咱们这些凡夫俗子 所能轻易明白的 奴婢就是推愚顿了 娘娘的圣思竟不能完全领悟 王太后威闭双目 沉默了片刻 她本来想说 曹陆二人是以通敌叛国之罪 被拉下马的 既未涉及到林家军 也未涉及到王家 这手段看起来更像是 不知内情的齐党所为 其机缘巧合得了把柄 历时发力 不过是为了在朝堂上 能争夺到更多的礼仪 可若真是泰安知道内情 此事就不会到此为止 便是泰安郡主不想深挖下去 齐党也不会让她就此作罢 王太后慢慢靠在银枕上 露出几分疲态 月姑忙上前 替她揉捏着头上的穴位 这么大个局 就只是为了儿女私情 哼 我这个儿媳妇呀 想借我的刀 也得找个像样的理由才是 王太后意味深长地冷笑一声 月姑垂谋不敢多言 娇阳宫内 刚被王太后 斥了一顿的王启然 一扫之前的惶恐 正聚精会神地 听王嬷嬷的低语禀报 奴婢的侄子 也是咱们王家的正经族人 最是放心可靠 这一连多日 接乔庄城放羊人 在七霞山下 盯着那边的动静 虽然七霞山守卫森严 倒也能懵混过去 据她说 前两日看见了一个 貌似静王世子的黑衣男子 去七霞山 但那人带了个极大的斗笠 一时也认不分明 王嬷嬷话未说完 便被王启然摆手截住 那定是静王府二公子秦浩轩了 从京城到七霞山 这一来一回 也得大半十日 最近静王世子 日日来昆泽宫 陪着太后说话 盘缓大半日才走 定然不会是她 原来如此 王嬷嬷沉吟道 虽说是已定了婚约 但到底是未婚男女 如此私下相会 还是有为负得 此事若说给皇上 说不得也能有损她一二 无用 王启然有些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怎么说 他们也是下了定的未婚夫妻 暗地里私会 虽然说出去不好听 可却伤不了 她什么根本 再说 你怎么知道 她二人就一定见上面了 若那秦浩轩只一口咬定 不过去山脚下送些东西 又如何 二人都已定了婚约 总不能以个私相授授 给她定罪吧 若想将她从陛下心中除去 必得是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才行 否则 陛下终时对她念念不忘 我也始终入不得陛下的心 默默你不知道 如今陛下每每见我 那眼神总是隐隐透着几分不耐烦 就如我真是纠战却朝了一半 真是气死我了 皇上必不会如此作想 定是娘娘想岔了 娘娘也莫急 奴婢这儿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剑王岂然有些烦躁 王嬷嬷不急返笑了起来 之前七峡山上似乎一直太平无事 可这两日倒是有件怪事 说着王嬷嬷一顿 随后略带神秘的压低声音 一连两日 总有三个男子骑马下山直奔京城 美美至城门将关 方才见他们又返回山上 那马骑得飞快 虽看不清三人面目 但我那折倒发现了一点门道 那三个人中除了一人是个俊俏郎君外 另外两人竟皆是女子 此话当真 一听此话 王嬷嬷机遇跳起 千真万确 我那折儿曾在军中当过细作 眼睛最毒 虽那二人有意涂黑了脸 改了妆容 又戴了大大的斗笠 可那身形姿态 却到底还是女子 片片一般的冰冰一牙尚渴 可是若骗那京军中严格训练的细作 确实不能 好 真是太好了 王嬷嬷猛然俯长而起 兴奋之情无以复加 他在地上来回夺着 边笑边说 我便说他不可能是个安分的 他虽住在尼姑庵 可半山妖雀住了那么多年轻的侍卫 天长日久的 难免不生出世来 前两次进京 替他传信的那侍卫 据说旧长得十分俊俏 说不定就是骑马下山的这个 那山上的女子除了尼姑 便就是他和伺候的丫鬟婆子 当然 这其中说不得有姑母派去的人 若是他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自是不会在山上 一来是佛门清修之地 夜报这种事 想来他也是怕的 再者 怎么也得避开姑母的眼线 那带着个贴身丫鬟同纳 见不得人的东西 下山私会才是正理 是了 是了 定是如此 王启愈发兴奋 只觉此事真相就是如此 当即便坐立不住想 立时照告天下 让众人看看 泰安郡主的真面目 哎哟 我的娘娘 见王启然兴致高涨 王嬷嬷也高兴起来 却到底没失了理智 赶紧过来扶住王启然 娘娘稍安勿躁 听老奴说两句 一是 这是否真如您所想那样 还得查实 再者 若真查实了 如何向皇上敬言 也得好好谋划才是 最好是 能让皇上亲眼的剑 所谓见眼为实 耳听为虚 只有亲眼的剑 才能彻底死心 对 王启然笑着接道 应该让陛下看看 他那心尖子上的青梅竹马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萌萌 你回去吩咐你那侄子继续盯着 再派些人手前去查实 但记着 务必不能打草惊蛇 这事儿 咱们再好好谋划谋划 定要做到一举成功 万无一失 是 娘娘 王嬷嬷身负一礼 抬头与王启然相视一笑 满眼算计 此时七峡山上 已被人惦记上的那位俊俏侍卫 现下正满脸肃杀之气 与另一位俊俏郎君 持剑对质 自那日七峡山下枯作一夜 秦浩轩回去后便大病了一场 倒也不是什么要紧的郑侯 不过是茶饭不思 日夜无眠 以致日渐受损 唯米憔悴 喜宝和包大海 虽都通些药理 却只知道些 行走江湖所用的外伤跌打之术 现见自家公子并称这样 巨都六神无主 请来的郎中 也枕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泛泛地说些什么 五脏欲结 阳火赤胜 阴阳失调 神思不属 包大海毕竟是过来人 喜宝又自幼行走江湖 听过见过 二人听着病症 在结合这两日之事一合计 历史恍然大悟 感情公子这是心病啊 病根可不就是七峡山那位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相思病吗 原来这相思 还真能治病 若能治病 岂不也能要命 二人急得焦头烂额团团乱转 却皆束手无策 心病还得心要医 这世上能医秦浩轩的药 大概唯有七峡山上那位了 关键时刻便看出 还是包大海有人生阅历 女人嘛 喜欢便去回家 她若不愿意 便抢回家 她若是抢不得 那她去哪 你就跟着去哪便是 你还别说 这话操理不操 包大海一番话 顿时让秦浩轩毛色顿开 并尽好了大半 谁说这世上只有夫唱妇随 女人必须跟着男人走 她若有她的计划和报复 她就追随她去便是 反正 她自小便被弃养于江湖 本就截然一身 无牵无挂 线下既然已经把活丢给了人家 那人跟着她走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 她要不要她这个人呢 她又会不会等她处置完 那些是是非非呢 于是 包大海和喜宝 立时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秦浩轩 从床上一跃而起 她要去七峡山问问她 她可不可以跟着她走 第83章 杀意 雨晗持剑立于上山路口处 挡住秦浩轩的去路 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事 她面上杀气腾腾 心下却是急乱 郡主这两日神思倦怠 忧心忡忡 她自小便跟在她身边 隐约能猜出些缘由 可正因为这份了解 却又让她苦不堪言 又因这份不可言说之苦 让黄雨晗此刻 看向秦浩轩的目光 颇为不善 郡主线下不见客 你连通报都未通报 如何知道她不肯见我 浩轩无故被拦 不由得心头火起 语气也冲了起来 可这话 又让雨晗急不顺而起来 什么叫通报都未通报 什么叫如何知道 仿佛自己去通报了 郡主便一定会见她一般 这思以为她是谁 黄雨晗不禁冷笑一声 我说不见便是不见 此话一出 浩轩的火气疼得就冲到了头顶 这思竟然做起着华的主来 她以为自己是谁 杀气犹如数条无形的蛇 在二人之间游走 眼神交汇 火光四溅 二人皆动了杀意 浩轩握剑 抬头向山顶望了望 天色已晚 几点灯火 忽明忽暗 山中寂静 只闻崇淫蛙鸣 鼓噪不停 听得人格外心骄 想着这两日的患得患失 肝肠寸断 秦浩轩忽然就委屈起来 向着孩子受委屈后 只想找清静之人寻个安慰一样 他恨不能立时插上双翅 飞到山顶去见卓华 唯有见到他 他的心才会不再这般撕扯这般疼 忽而 他又生出一丝错觉 仿佛他也正在等他 等着他质地有声的表白 然后他会欢天喜地答应 他与他之间 此刻只隔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黄雨晗知道自己此刻 分明是在犯傻 他僭越了 未经禀报 擅自拦人 这犯了大忌 可他今日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放秦浩轩上山去 不知为何 就这样毫无道理 他本能地觉察到一丝危险 似乎今日若放秦浩轩过去 他便会永远失去他的郡主 对 他的郡主 二人心中百转千回 面上杀一剑农 手中的剑皆蠢蠢欲动 似乎已有了饮血的兴奋 住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呼听山路上传来一声娇和 随即 小五护送一窈窕少女 游远极尽款款走来 请公子 敏玉身符一礼道 郡主有话 并无他言可敘 天黑路远 请公子就此回去 再者 公子莫忘了当日结盟时的约定 此话一出 浩轩当即只觉得 一盆凉水都投浇来 如坠冰枯 来时的一切欢喜 期待此刻接化烟尘 又差时被狂风吹散 浊华是在提醒他 别忘了当初之约 他与他中不过只是盟友罢了 秦浩轩最后到底是转身走了 走得跌跌撞撞 走得失魂落魄 于晗看着他的背影 面无表情地收了剑 转身欲走 黄于晗 敏玉在他身后叫道 于晗脚下微盾 别忘了你的本分 我自是记得我的本分 于晗的声音不便喜怒 以性命保护郡主的安危 以性命完成郡主的任务 不 你错了 这一刻 敏玉突然变得有几分积月 你的本分是以郡主马首是瞻 一切听命于郡主行事 绝无半分违抗 更无半分剑阅 于晗没有回答 只是停在原地顿了半声 随即大步离去 敏玉抬头望了望头上的星空 今夜繁星灿烂 却不知为何 这星空似总染着那么几分悲凉 大起的京城 共有九座城门 每日迎十五刻准时开启 届时 形形色色的人物 一起涌入 这天下第一等的锦绣富贵之地 熙熙攘攘 皆未立来 秦昊轩前一日 被雨晗拦于山下 失魂落魄地回去 不知是死是活 第二日 天刚蒙蒙亮 七峡山上便飞马奔下 三个头戴斗笠的少年 为首的那个身形纤细 头上的斗笠压得极低 虽看不清念母 却身姿如松 隐隐带着几分出尘之气 三人行色匆匆 马不停蹄地 朝京城方向扬沉而去 只是这三人皆未注意 小路旁的草丛中 静扶着一人 此时那人盯着三人远去的背影 嘴角微微挑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来 惊忠 老实 承熙一出不起眼的小院内 卓华从一张厚实的书案上抬起头 轻轻割下手中的笔 然后慎重地将刚刚写的字 递给坐在对面的黄毅 屋内此时极静 黄毅捧字皱眉 仔细对比着手边的另一道文书 卓华不禁紧张起来 盯着黄毅的脸 不放过任何细微的表情 似一个等着先生批考的质子 终于 黄毅抬头冲卓温和一笑 恭喜郡主 此字已成 我竟找不出半分破绽 听闻此言 卓华方才长舒一口气 露出笑容 如此便好 这几日 写了无数篇 每每皆有这样那样的破绽 今日这篇总算过关 也不枉费师父这几日劳心教导 我劳得什么心 这几日倒是你 日日于山上 京城两处奔波 着实辛苦 黄毅说着看向卓华 恍然间似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目光便忍不住愈发雌合起来 我本说有我上山去就是 只住在半山腰与寒他们那 既扰不了佛门清静 也爱不了男女大方 便是 便是他不想见我 我也大可避于屋中不出 何苦竟还让你来回奔波 如此辛苦 您这腿疾愈发严重了 还是少奔波劳累才好 况且山上阴朝 总是有爱的 不过 师父 您和三姑总这样绷着 也不是回事呀 卓华忍不住替皇义叹气 谁说三姑不想见您了 她是每每见您避着她 被伤了心 再加上这次 毕竟是掩人耳目行事 进京人数不宜过多 她这才决定留在山上 指着宇涵和敏玉护送我来 师父 说着 卓华向前探了探身子 您到底要和三姑闹到什么时候 世人道 有花刊者直虚者 莫待无花空者之 平嘴 卓华话未说完 便接了皇义一个 毫无威慑力的眼刀 大人的是 小孩子莫管 卓华抿嘴笑了笑 夜上的梨窝平添了几分俏皮 皇义见他这样颇为无奈 想了想问道 怎么就急着 要写这个了 这两日 不正是曹鲁一案发力吗 我还道 怎么也得等这时尘埃落定后 才行慈禁呢 皇义此话出口 卓华的脸上的笑容 便是一僵 随后 他垂眸拿起桌上的 墨条沿了起来 但笑道 不过是想快点把人情还上 人家帮你那么多 你却不回礼 总是说不过去的 时间久了 这人情越急越多 便越发不好还了 这话说的是 当初与秦浩轩结盟之时 卓华曾承诺 会给他一个比王志身上 暖欲更好之物 以助晋王世子 回西北后站稳脚跟 线下秦浩轩已帮他数次 这东西 自然是要赶紧准备起来 否则 卓华想到此前种种 不由得心乱如麻 手上颜的墨 便一时没了章法 皇义见他如此 心中叹了口气 不禁为雨晗添了几分忧心 却到底没说什么 面上只做不知 开口隐晦提醒道 仿字不仅要仿一个人的字形 更要仿他的字神 我之所以不敢写这幅字 皆是因为 无论心胸气度 还是富贵气韵 皆与被仿者相差甚远 尤其 为师到底经过一些悲苦 难免会带出 愤世嫉俗之态来 又并非出身锦绣之家 总缺些风流雍容之气 但你却不同 自小长于天子之家 自有一股从容不凡的气度 小小年纪虽惊大悲 却不服不躁 这又是极为难得 为师也自愧不如 故才让你来执笔 只盼你写之前 平心尽气 一气呵成 切莫犹豫 也万不能中断 否则前功尽气 我们只有此一次机会 你可知道 话知道 卓华点头 随即闭目尽心 片刻 他呼地睁开眼睛 此时眼中一片清明 无悲无喜 无怒无忧 师父可以了 黄义微微一笑 伸手从桌子的暗格中 取出一道华彩卷轴来 慎重地捧于桌上 轻轻展开 内里却是一片空白 直至最后 呼地露出一枚鲜红的大印来 仔细去看 竟发现 那乃是什么普通的大印 分明盖的是一枚传国玉玺 这竟是浊华的外祖父 建元皇帝生前所用的圣旨 当初建元皇帝驾崩 郑国公主为伏大帝灵楚也 便是先拥和皇帝登基 用雷霆手段压下二帝令寒 后令寒被封靖王 远去西北封地 令楚与令寒本为义乃同胞 皆为贤妃所出 只因令楚自小养于其皇后膝下 与嫡公主郑国自幼姐弟感情甚度 故夺嫡时战尽先机 令寒也便是如今的靖王 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万分不甘 因此 浊华如今便要利用这份不甘 也要给他这份不甘 送上一份大大的助力 外祖父建元皇帝 能传位于雍和皇帝 那为何不能加到圣旨 效仿上古先贤 兄中弟籍 便是晋己朝的帝王 也多有兄弟相继的 想必这道圣旨一出 定能成为晋王世子 回西北后的立足基石 也会让浊华等人 日后所行之事更加便利 是的 这道圣旨 不仅仅是用来还秦浩轩一个人情 他还是浊华计划的一部分 便是没有秦浩轩 浊华也会想办法 将他送到西北晋王的手中 只是如今有了浩轩 他不过 做个顺水人情 将这圣旨献上 可对秦浩轩 浊华的心里 终究还是藏了思愧疚 末世建元帝 当年常用的松烟古墨 笔是宫中玉智狼嚎 一切皆郑重其事 不敢有一丝差错 浊华填保了笔 缓缓落下 他的仿字能力已在皇义之上 不过是一道胸中地级的诏书 寥寥数字 却耗精费神 师徒四二人 额上接见了汉 鼻走龙蛇 行云流水 终是一挥而就 稍稍亮了一会儿 皇义小心翼翼地 拿过这道刚刚完成的圣旨 仔细看了半天 不由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道空白圣旨 是当年他从平城突围 去京求援时 公主给他的 连同一起的 还有郡主 那道先帝赐婚圣旨 他不知道 公主当年留下这道盖了玉玺的空白圣旨 究竟是何用意 是否曾有那么一丝 对先拥合地的不信任 如今私人已去 他也不想多做揣摩 唯有想尽办法 利用一切可用之物 来保他的后人平安 皇义看了又看 最终满意地 将圣旨小心平摊于大案之上 这墨迹还得做救 此处便需要他来了 他抬头看了看浊华的脸色 心中一叹 语气不由地又柔和了几分 郡主也知 这道假圣旨 将来能为咱们挡住多少麻烦 是咱们以后行事的屏障 且这不是霍乱朝纲 这是自保 即使长公主于天上看见 也会赞同的 浊华垂下眼帘点了点头 郑玉说话 不想呼听外面雨晗和敏玉一起高呼道 何人 随后一阵嘈杂 皇义一听 当即一拍桌子隐秘处的机关 只见他放了圣旨的桌面迅速下沉 随即不知从大案的什么地方 花得又弹出另一张案面 上面铺满了厚厚的账本 与此同时 房门突然被人一脚从外面踹开 一队大内侍卫呼啦啦冲了进来 随后 皇帝秦浩元和皇后王启然 竟一起走了进来 第84章 桌间 浩元今日刚下早朝 便被太后派来的小太监 请去了昆泽宫 一进门 正见王启然与太后坐在一处闲话 不过二人皆面露忧色 浩元不知内情 待母子夫妻间行过了礼 便出言询问 却见王太后未等开口 先掏出了帕子 试了试眼角 原来是王志在家闭门思过 心中自觉有愧先帝 于是忧思成疾竟病倒了 怎么说 也是太后的哥哥 浩元的亲舅舅 如今又是国杖 打断骨头还连着惊 太后的意思是 欲让皇帝邪王启然 去王家探看一下 既是天子之恩 也全了子女生婿 和他这当妹妹的一片心意 浩元自是没什么意见 欣然阴郁 王启然一件事成 心中高兴 立刻起身 亲自去复分车架 又禀明太后 称父亲病中 祖母卧床 因此并不想兴师动众 惊扰和府不安 故想轻车减刑 多带些大内高手护送 只做微服出巡之状 太后连连点头 称赞他考虑周全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别咱们去时再扑个空 王启然心中忐忑 娘娘放心 王嬷嬷轻声笑道 眼中闪着金光 一切皆已安排妥当 那里早派人去盯着了 据说前两次 就要带到下午方才出来 咱们一会儿立时出发 并能将他们堵在屋内 王启然输了口气 吻了吻心神 浩原不常出宫 也不是很熟悉 这金钟的揭示格局 因此 当王启然提出 想先稍稍绕道 去一趟重阳观 为祖母爹娘求到平安服食 他也没有多想 便应允了 于是 地后同乘一车 被一群家仆模样的 大内侍卫护送着 先绕了个大大的圈子 直奔承袭重阳观 乍一看 到颇向富贵人家 出门游逛的寻常小夫妻 一路上颇有些民间野趣 对浩原来说 倒也新鲜 如果不是王嬷嬷 领着御前示威 魏巡来价钱禀报 说似偶遇 泰安郡主进京 且其与一男子 有说有笑 举止亲密 说不定 浩原的好心情 能持续一整天 乍闻此言 浩原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半嗓才反应过来 随即当场大怒 一拍扶蓝 力声赤道 大胆 你们怎敢诬蔑 泰安郡主轻欲 天子之威 雷霆之怒 王嬷嬷和魏巡 慌忙跪地 不敢言语 坐在浩原身旁的 王启然看在眼里 不禁心中冷笑连连 面上却一派宽厚贤凉 温柔解劝道 陛下息怒 许是他二人看错了 也未可知 便真是泰安郡主 下七峡山进京 也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郡主的 未婚夫婿宣公子 就在京中呢 二人皆是年少好玩的年纪 一起 说着 王启然以秀颜口 颇难为情地笑道 续续中长 也在情理之中 浩原听得此话 顿时面如锅底 却到底没再开口斥责 可 可那名男子 并非晋王府的宣公子 跪在地上的魏巡 支支吾吾地接口道 而分明是泰安郡主身边的侍卫 你说什么 魏巡的话音未落 浩原便面色铁青地扫过去 一个眼封 灵力如刀 王启去着浩原的脸色 口中对魏巡赤道 这话如何敢乱说 光天化日之下 泰安郡主不好好 待在七霞山上清修 如何会和个侍卫 一起进京闲逛 竟还有说有效举止亲命 你可看仔细了 卑职 卑职万不敢欺君 未寻此时随两股战战 可以想到自己的性命前程 都握在皇后手中 不由得心下意横 开口说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说辞 那侍卫之前 曾替泰安郡主上朝帝国折子 还有一次 在五门前 替泰安郡主宣唱婚约 恰好两次都是卑职当班 故此万不会看错 且上回泰安郡主 当朝驳斥荣敌皇子的求婚 也是这侍卫 护送郡主一仗而来 看着似乎是郡主卫队的头儿 未寻话音刚落 不但好元开口 王嬷嬷便紧接着道 奴婢虽然年老婚馈 可也曾颇见过泰安郡主几面 皇后娘娘大婚时 自不必说 便是之前 无论围场春烈 还是和风阁皇室家宴 奴婢都陪着娘娘 见过泰安郡主庶面 线下泰安郡主 虽然女扮男装 可奴婢是万不会认错的 女扮男装 浩元一惊 注意力果然被拽了过去 王启然微微一笑 随后故作惊讶到 女扮男装 这可不好 没得女孩子家失了体统 可别是 真有什么要紧 却又要掩人耳目的是要办吧 说着 王启然又转头 去着浩元的脸色 皇上难道不担心泰安妹妹吗 要不要前去查看查看 果然 浩元张口去问未寻 你可看见 他二人去了哪里 卑职见他们进了前面 一座民宅 些话一出 浩元对着扶兰 又是重重一拍 随后拳头紧握 指节泛白 王启然虽然心中泛酸 却也痛快 面上还要做出忧心不已的样 陛下当真要去看看 浩元未答 纸面色愈发阴沉 王启然见此强忍促意 挥手示意众人起驾 王嬷嬷与魏寻对视一眼 随即起身 各自一级行事 雨晗和敏玉 昨日在山上打了两句言语官司 今日再见 便有些尴尬 浊华和黄毅于屋内商议大事 他二手在门外巡视 敏玉倒是个没心没肺的脾气 原想当作无事发生 大家嬉笑一番便过去了 可谁知黄雨晗 竟是个绝世于目疙瘩 眼睛根本不往他这儿瞅 敏玉向他凑近一步 他便向后退一步 待实在退无可退 就干脆转身 以背对他 气得敏玉抓狂 只想打他一顿 二人正在斗气 呼绝身上一领 四周陡然窜出树道杀气 雨晗立时警觉 伸手便欲拔剑 敏玉反应烧迟 不过也是电光石火之间 可说时迟 那时快 一张大王猛然从天而降 未等他二人拉开架时 瞬间便已将两人牢牢罩住 也是他二人大意了 近日几次往返 皆平安无事 又自以为演了行踪无人知晓 故而便生出几分懈怠 本应登墙月房 于高处巡查一番 却因刚刚二人斗气 尚未顾及 又兼心浮气躁 不能专心 竟未能及时洞察危险 否则也不能被人 轻而易举地一网打尽 网子照下的一瞬 当即有四个镖形大汉 紧跟着月墙而入 手中各持网角一根绳索 向东南西北四方猛然用力 那网子急速收紧 于寒敏玉二人 顿时便被靠背 如包粽子般 被紧紧裹在网中 随即刷刷刷 又接连跳进几条大汉 接手持兵器 将他二人团团围住 又有几人守在门口各处 四座警戒 于寒敏玉二人不经大吉 一边口中高声贺问 以气给屋中的浊华示警 一边身上愈发挣扎起来 这些人一看就不是 普通的江湖中人 气势汹汹 分明有备而来 此刻郡主就在屋中 若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二人便是万死也难辞其咎 想到此处 于寒已全然不顾生死 用尽全力大叫一声 想以内力阵断束缚 却发现那网子 静纹丝未动 反倒越收越紧 他又拼力摸出一把匕首 欲破网而出 可谁知那网子坚韧异常 连划几刀 竟先毫未损 原来这网子不是寻常之物 名幻天罗 乃是大内专门捉拿刺客所用 知旧之物 非绵 非丝非同非铁 柔韧异常 普通兵器丝毫伤不得他 敏玉心下暗教不好 却又一时无计可施 急得他刚想破口大骂 忽见院门一推 闯进一对华府男女来 那二人被一杆高手重心捧跃 男的满脸阴郁 眉头紧锁 女的虽也皱着眉头 却掩不住眉梢眼角的得意兴奋 二人只看了眼赴于网中的宇涵敏玉 脚下未停 直奔屋内走去 敏玉是随着华入宫面过圣的 也见过王启然 此时再见 历时认出 心下反道一松 随即巧声对背后拼死扎争的宇涵说道 是皇上 浩元此时只一心只想着卓华 进个院中发现 竟还有两个侍卫守门 不由得心中疑云更重 也不做他言 只急匆匆直奔屋内 倒是王启然 见院内这两个侍卫 一个俊朗非凡 一个似氏女扮男装 心下不经打鼓 既然那个俊俏侍卫此刻就在门外 那泰安又是和谁在屋内 老天保佑 屋内可切莫只有泰安一人 事已至此 王启然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只是房门一开 他立刻大大的松了口气 甚至生出几分扬眉吐气的痛快来 泰安郡主果然正和一个男人私会 虽不是什么年轻俊朗的侍卫 却是一个如折仙般风流俊义的壮年男人 这男人可真是气质脱俗 形容如画 连王启然看着都忍不住心中一动 这让他更加兴奋 也愈发嫉妒起来 屋中二人呼见有人闯入 皆十分惊讶 忙站起身来 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浩元看着屋内这个俊美如仙的男人 心中不经意疼 华妹妹与他站在一处毫不拘谨 神态亲切 满是依赖 曾几何时 他们之间也曾有过这份亲切和依赖 泰安妹妹不是在七峡山上清修吗 为何会与一男子在此共处一室 王启然眼见着皇上盯着泰安发呆 神情复杂 似又被迷去了心魂 不经怒火中烧 也顾不得什么礼数 先发至人张口便是结问 泰安见过皇上 见过皇后娘娘 浊华面上十分惊讶 可礼数周全 先申服一礼 随后指着桌案上的账本道 泰安一介女流 封地十亿皆靠人代管 今日不过是和管事先生核对一下账本 却不想在此处能遇到皇上和娘娘 只是不知道 陛下与皇后娘娘 今日所为何来 浊华此话一出 王启然明显感觉到 身旁的浩元松了口气 原来如此 浩元笑得颇不自然 朕只是刚刚恰好行至此地 应有侍卫说 说看见你男扮女装 故而便一时好奇 哦 浊华笑着 看了一眼王启然 随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笑道 女子出门毕竟不便 不过为了掩人耳目 既然女子出门不便 那泰安妹妹又何苦要巴巴的跑到京城 来核对账目呢 让管事的上山寻你便是了 佛门清静之地 泰安如何敢用银钱俗事轻易搅扰 那泰安妹妹如此和一男子共处一室 可知瓜田里下之嫌 泰安时不知皇后娘娘何意 浊华说着 面色一沉 目光微寒 王启然冷笑一声 泰安妹妹虽然姓玲 却是长公主的女儿 皇家遇刺的郡主 一言一行 皆代表着皇家的尊严和脸面 却如何不知男女大方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终究好说不好听呀 此言一出 浩元不禁转头去看王启然 微微皱眉 直觉他口舌泰丽 言语伤人 浊华不禁眯起眼睛 虽心头火气翻涌 面上却淡然端方 请皇后娘娘慎言 皇后娘娘乃一国之母 代表的又岂止是皇家的尊严和脸面 更代表着异国的体面 泰安虽自小长于山野 但也知道择此而说 不到恶语 时然后言 不犬于人 是为父言 为父者恶语重伤 无中生有 乃为大忌 不仅被人不耻 也与礼仪廉耻圣人教会相悖 娘娘自幼饱读诗书 岂能不知女界 娘娘又是天下女子的表率 岂能不知多言恶语乃为女子 欺出之罪 时应必而远知 这一番话 当即彻底激怒了王启然 神意思啊 泰安这是在男女接父的教训他吗 是说他父言有诗 毫无教养 又犯口舌 不配为后吗 第85章 燕身 浊华的话 顶得王启然一口气憋在胸口 满脸通红 今日本是要捉泰安郡主一个大把柄 却不想反倒被他一番教训 当着皇上和一众奴才的面 泰安竟敢如此下他的脸面 此刻若不立时弹压 他这异国之后 岂不颜面无存 今后 他还如何统一六宫 他又如何当这异国之母 泰安妹妹倒还记得 礼仪廉耻圣人教会 可却似记不得 男女大房瓜田里下 如此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外面还这两个侍卫把守 任谁见了 也不得不心生一斗 王启然打定主意 其他一概不论 只将行为不减的帽子 扣到泰安头上 他就不信 这明晃晃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他泰安还能保得清玉全身而退 再说 便真是算账 屋内怎么也不留个伺候的人 难道这端茶倒水般账研磨 也都要郡主亲力亲为不成 又或者泰安妹妹 真有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 此话一个 浊华历时被气得浑身乱颤 泰安再请皇后娘娘慎言 誓涉清玉 岂可随意污蔑 娘娘此言 着实欺人太甚 今日便是打到太和大殿 泰安也要讨个公道 说着 他转头看向一直曾开口的浩元 皇上今日来 就是专门为了羞辱泰安的吗 见浊华满面羞愤 秋水寒怒 浩元忍不住 心中也跟着难受 愈发觉得 王启然无凭无惧乱扣帽子 着实少些教养 因而不由的皱眉 先瞪了王启然一眼 随后安抚道 华妹妹切勿生气 不过误会一场 可这话说的 到底没什么底气 这管事实在太过俊美 又气度不凡 全然不像一个普通家奴 又见浊华与他站在一处 神色轻松十分亲厚 浩元忍不住心里泛酸 说话间便起了一丝犹豫 浊华看在眼里 心下不禁一叹 只觉得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 皇义自始至终都未开口 只躬身垂手 立于那张大案之前 刚刚皇帝等人破门而入时 他立刻起身 迈步挡在大案前面 到底是师生默契 浊华当即便心中明了 师父这是怕有人 看破案中的机关 大内侍卫中 多有从江湖上 收服的奇人意识 这诸案内藏机关 若被内行人看了 说不得便能明白 诸案里 现下去正藏着 刚刚磨好的圣旨 万不能暴露 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王起身后侍卫中 有一人此时正盯着 这张大案若有所思 此人三十多岁 身材高大 名幻鲁姓 江湖上人送外号鲁三府 只因平时擅使一对大府 且其祖上为鲁班后人 又擅携刀斧之功 奇迹银巧 他被王家收服后 因其拳脚不俗 被安排到宫中保护太后 自然也只听命王家 鲁三府一进这屋子 便发现 那张桌案 好像比寻常桌案宽厚不少 四岸藏玄机 他盯了半晌 心中愈发怀疑 但又不十分确定 因此便悄悄绕过人群 挪了过来 准备好好看看 卓华与皇毅 同时注意到了这个侍卫 心中接歌登一下 暗道不好 此时 王起燃这香步步进逼 一盆脏水 定要泼到卓华身上 那香鲁三府 已对这珠案起疑 紧盯不放 渐行渐进 皇毅心中大急 也来不及多想 上前挤走两步 挡住鲁三府的去路 撩袍扑通跪倒在地 那头便败 奴才授康公 从七平掌视太监皇毅 参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参见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众人齐刷刷 看向跪在地上的皇毅 无论秦浩元 王起燃 还是跟来的侍卫太监 接目瞪口呆 鲁三府忙 退回到王起燃身后 以免挡住两位主子的视线 浊华的眼睛 瞬间红得滴血 当年皇毅回京求援 不想先帝驾崩 政权更迭 求援不成 险遭杀身之祸 后又与逃回京城的三姑 敏玉会和 方之平城大败 公主驸马皆已战死 皇毅当时简直万箭穿心 肝胆剧烈 而此时年幼的浊华 尚在宫中 瑞翼太皇太后病重 因先帝驾崩 使其病体更加沉磕 已然时日无多 王氏一党 处心几率掌握权柄 绝不会留下郑国后人养虎为患 瑞翼太皇太后尚在还好 若哪天撒手人寰 十年七岁的小卓华 无疑人为刀阻 岂为鱼肉 只得任人宰割 公主驸马已死 为刘卓华这一线血脉 护郡主平安长大 便成了郑国公主和林将军 旧部的首要任务 三姑和敏玉那时 入宫倒不难 彼时瑞翼太皇太后一息尚存 宫中仍有势力 自己的嫡亲孙女郑国已死 眼看着曾外孙女沦为孤儿又无力自保 老人家不由得心急如焚 于是病中动用势力 简公主就不得用之人入宫 三姑本就是宫中女官 回宫并不费事 敏玉不过一个小丫头 冲作宫女便可 可皇义一个男子 又是宫主掌使朝廷命官 是万万入不得宫敬 按三姑的本意 她在宫外与林大将军 旧部里扶来会合 暗中折扶京中四季而动 可皇义确知 若瑞翼太皇太后一旦轰逝 宫中行事必然大动 届时瞬息万变 极其凶险 三姑不善全谋 名誉年幼无用 根本护不住郡主 于是当下把心意横 闭了眼睛手起刀落 自此六根清静 断子绝孙 阎人者 望之不似人生 向之不似人面 听之不似人生 察之不似人形 非男非女 身残体缺 子似敬绝 有愧祖先 近身后 本应休养百日 可皇义不过养了半月 便忍着急痛入宫 当时面若精止 气若犹斯 被人脚步沾地 驾进宫来 着实生不如死 三日后 瑞翼太皇太后 婚事 又过两日 小卓华自请去七峡山 为太皇太后 先帝 父母祈福 王太后苦留 卓华不为所动 再三恳请 方辈准育 接下来 去七峡山之前 在宫中守灵的 那一个月里 真真是状况 摆出显像还生 若不是有皇义 出谋划策 见招拆招 卓华早已变成 一泼黄土 再后来卓华 参透一切决心报仇 于七峡山上 拜皇义为师 学习权谋之术 皇义对卓华来说 不光是母亲的旧部 是师 是父 更是舍了身家性命 家族爱人 将自己置于烈火 抛向万人的恩人 他本有大好的年华 大好的婚约 大好的才华 大好的前程 一息之间 皆全然抛下 化为烟尘 世上自此少了一个 精彩绝艳的男子 多了一个 苟且偷生的蝼蚁 这便是为何三姑 苦苦要践行婚约 而她却百般推辞的原因 那是一个伤口 从未愈合 仍秘密流血 众人 只做视而不见 谁也不去触碰 可今天却以这种方式 被揭开了 卓华只觉得 那被揭开的伤口 定在了自己的心头 除了疼 还有无尽的恨意 哈 怎么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是个太监 王启然的震惊 无以复加 他甘笑了两声 试图找出一丝破绽 不 不 绝不可能 你 你绝不可能是太监 你看你这样子 哪有一点太监的影子 行动也不阴柔 说话也无词音 不 不 大胆刁奴 定是在欺骗本宫 奴才不敢欺倦 奴才在宫中 尚有急策备案 当年郡主 自请上山清修 奉太后辞遇 奴才出宫 随行伺候 这是奴才的身份牙牌 亦能证明奴才的身份 皇义将牙牌高举头顶 张口一个奴才 闭口一个奴才 卓华忍不住闭上眼睛 双手紧握 指甲刺破了手心 哼 不过一个小小的牙牌罢了 任谁都能访来 王启然 接过牙牌翻看两眼 随即丢在地上 巧言令色 想蒙混过关 可惜你打错了算盘 娘娘若仍是不幸 可这内侍 被奴才艳名正身 够了 卓华忍无可忍 一声怒喝 当即吓了 王启然一跳 皇上 您就准备一直这样 羞辱太安吗 太安妹妹为何会如此激动 王启然眼见 太安郡主双眼赤红 脸色愈发苍白 心中不由的大喜 要么这是太安一个了不得的把柄 要么便是自己 正好拿捏到了她的痛处 不过是个奴才罢了 何苦做出 这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不过 这人确实形容不俗 不像个太监 我自小见过的内侍宦官 也算多的了 却从未见过 这样出众的人才 莫非 还真有什么隐情不成 王启然心中冷笑 转头看向浩元 太安为何反应如此之大 若真只是个奴才 会失了平日的沉稳 连仪太也顾不得了 那只能说明 不是个普通的奴才 不管是奴才 还是肩肤 他都是太安的软肋 浊华没理会 王启然 他静静地看向浩元 眼神中透着倔强 屈辱 还有一丝祈求 浩元的心软了 他很想挥手 带人离开 就当他从未来过 就当浊华 一直在七峡山清修 他等到赌掌大权 便去迎娶于他 他等到尘埃落定 便与他携手一生 可 他却到底没有 那份心软 还不足以对抗 心中的怀疑和嫉妒 这心魔持剑是血 唯有顺从 才会放过自己 门外 雨晗 敏玉被暗卫 奔倒在地独了嘴巴 二人挣扎得满身尘土 发散面屋 屋屋叶叶 却叫不出声响 可那悲鸣分明撕心裂肺 屋内两个权柄在卧之人 丝毫没有被影响到 那不过是萦绕在贵人耳旁 让人厌烦的闻纳 挥手间便可使其消失 陛下 何不让人一厌 这也是为了维护 泰安妹妹的亲欲 毕竟女子的名声 最为重要 王启然的话 让浩元一梦 是为了她的声誉 浩元心里重复着 随后她闭上眼睛 对身后道 小墩子 厌 黄一面无表情地叩头谢恩 起身跟着小墩子去了内室 浊华闭了闭眼 一滴青泪 悄然划过脸颊 摔进尘里 第八十六章 节奏 浩元率众人浩浩荡荡离去时 脸上带着一丝欠疚和恼怒 他本来是想把这份歉意 委婉地表达给浊华的 可浊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只是集郑重其事的跪地送价 三拜九寇一丝不苟 浩元皱起了眉 心知浊华是在赌气 可他是皇帝 九五之尊 身边此刻又围绕着那么多侍卫工人 他到底什么也不能说 心中却不免难受 一时又恼怒王启然无视生非 于是走时脸色便颇不好看 王启然倒是心满意足 虽然未能抓住 泰安斯德有亏的把柄 可到底让他和皇上生了嫌隙 这番折腾也算不需此行 至于皇上回宫后的雷霆之怒 他倒是不怕 皇上性子温厚 即便气急 也不能如何 不过冷他两天 可话又说回来了 自从他进宫 又有哪一天是热乎的 地后二人各怀心思起价而去 暂且不提 单说浊华皇义等人 于晗 敏玉此时已解了束缚 于晗一进门来 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修奋得无地自容 属下万死 官房不立 让郡主受了委屈 又看见一旁坐着的皇义 眼泪都快下来了 让叔父受辱 于晗万死 也难辞其咎 说着 于晗心中的激愤自责 难以自意 忍不住刷地抽出匕首 抬手便向肩头刺去 敏玉 浊华一见大吉 指着于晗大喝一声 皇义未料到 于晗会如此偏激 吓得立即过去阻拦 好在一旁的敏玉 伸手敏捷 直接飞起一脚踢开匕首 皇义紧跟着冲了过来 猛然向于晗扬起巴掌 可到底没有落下 最终 他只狠狠将手一甩 满脸怒气 糊涂的东西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十眼 你怎敢如此不孝 对得起你父母的在天之灵吗 再说 线下郡主行踪已然暴露 倘若王氏玉对郡主不利 你白白自残受伤 谁去保护郡主安全 这几句话 立刻点醒了于晗 他本也是一时气愤昏了头 此时被叔父一骂 不禁又羞又愧 皇义叹了口气 伸手将于晗搀扶起来 于晗既已受教 浊华便不再多言 又见他和敏玉二人 一身灰土 发际散乱 颇为狼狈 转头再看皇义 虽面色平和 却似陡然老了许多 有了落寞风霜之色 浊华忍不住鼻子一酸 师父放心 今日之辱 浊华定然百倍奉还给王家 皇义忍不住苦笑一声 话儿不必过于气愤 为师并不觉得如何 师父 此事虽了 但到底凶险 皇义本欲传话给李福来 让他派暗装的人前来保护 却被浊华给拒了 暗装的人 武功未必强过于韩敏玉 再者 不知王启然是否留下眼线钉梢 若兴师动众 极易暴露城中的暗装 而且以王启然的心胸胆量 是到如此便也罢了 退一万步 即使他真有那个决断和胆量 也必要掩人耳目 不会在城内或近郊痛下杀手 皇义飞歌向山上送信 让小五带一对侍卫后 于京外无礼接应 众人骑马出了京城的东华门 宇寒 敏玉一路上格外警惕 生怕再出纰漏 尤其宇寒 简直已经成惊弓之鸟 浊华因方才只是心中阴郁 却不想一抬头 正看见有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陷下后在路旁 再见到浩轩的那一刻 浊华的心中 忍不住悄悄开出一朵小小的花来 带着一丝雀跃和窃喜 吐着芬芳 就连刚刚的委屈悲愤 也被这芬芳的雀跃冲淡了几分 原来那日后 他竟是这般想他 再见浊华 浩轩心中五味杂陈 却终究还是被欢喜占了上风 今日之所以等在此地 原是包大海手下养了几个小丝 平日里也不做什么正经事 只东游西窜 打探些金钟趣闻 今日晌午便有个小丝来报 说刚从承熙回来 看见雀儿乔大街一座民宅 大清早 被一群官府的高手围住 后又亲了附近一溜街巷的行人 轻易靠近不得 也不知那家招了什么祸事 可折腾了半日 最后却没个结果 倒是后来官府给了个说法 说是误以为有江阳大盗入城 故派官兵捉拿 谁知不过是误会一场 闹了个乌龙 承熙去而瞧大街 浩轩一听 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李福来的惠文斋就在那附近 之前为何卓华联系 浩轩曾去过多次 虽并未听说 那出世的民宅和惠文斋有什么关联 可浩轩还是本能地觉得 此事与卓华脱不了干系 于是来不及多想 立刻带了包大海和西宝赶了过去 果然自己所猜不错 赶到时 正远远地看见 浊华三人牵马从那小院中出来 见浊华无视 浩轩不禁心下一松 拨转马头出城 先一步守在城门外二三里处后着 这几日浩轩病了一场 又因心中挂念着浊华 吃不下睡不好 以致精神为米 整个人也轻受了不少 乍看之下 竟行销古力 脸色苍白 四代病容 见他这样 浊华不由地皱了皱眉 催马上前几步 问道 你在这儿可是为了等我 你 这是病吗 见浊华上前 一旁的雨晗 心中不免有些紧张 正欲跟上 却见身边的敏玉不仅没动 反而转头 朝他湿了个眼色 雨晗心中一按 垂下眼眸 却到底没有紧跟上前 不过是前两日病了一场 不爱的 浩轩面上 原本愁云惨淡 忽听浊华此次问 不经精神一震 勉强咧嘴笑了笑 浊华注意到了 他面色不佳 还关心他的身体 多亏包大海和喜宝 不知道他心里这番想法 否则定会翻出无数个白眼 并顺带着感叹 自家公子 真是已经彻底疯了 我在此等你 原是有些要紧的话要说 浩轩微微一顿 包大海和喜宝历时会议 催马向一旁离了树步 浊华不知何事 不经又向前挪了几步 想听个分明 哪知 忽然浩轩从马上一跃而起 纵身跳跎到浊华身后 二人同城一起 随后浩轩一拽缰绳 啪啪啪狠狠打马 身下那匹马 挥挥长嘶一声 甩提直朝东南方而去 这一切实在太过突然 于晗最先反应过来 剑浊华被秦浩轩连人带马一起劫走 历时大吉 催马便要去追 可不想包大海 喜宝却迎面拦住去路 茗玉一剑灯时也急了 抽出宝剑 四人缠斗在一起 于晗此时急红了眼睛 一心挂着浊华 只想速战速决 可包大海和喜宝 怎会放过他 四人武功又皆都不弱 出交手时简直难解难分 不过到底于晗技高一筹 几下便逼退了包大海喜宝 这二人也不练战 一件时机差不多了 波马转身就跑 于晗此时忙 催马去寻卓华 这才发现 秦浩轩早已带着卓华 不知所踪 再说浩轩 卓华 二人起马一路飞奔 也不知跑了多远 只见得四下人计越发罕至 浩轩一路跑来 温香软玉在怀 让他忍不住心中荡漾 愈发恍惚 只觉得这路太短 恨不能一直跑下去 就这样跑一辈子才好 浩轩身前的卓华 被携带着跑了这么远 却连喊几句 也不见秦浩轩作答 不免又急又恼 孤男寡女共成一骑 自己被一个大男人抱在怀里 秦浩轩着热的体温和呼吸 考得卓华脸上作烧 心中小路乱蹦 这样也不是回事啊 卓华心中暗急 线下敏玉和宇涵 也不知急成什么样 且小五已带人 在城门五里处接应 三姑又不在这里 万一宇涵等人 因寻不到他而沉不住气 再闹出什么故事来 可如何是好 京中已然开局 他七峡山此时 唯有极力低调 最计节外生枝 想到此处 卓华心下不经情急 又见二人已离了大路 正飞奔于一块草垫之上 于是来不及多想 伸手从头上抽出一枚金簪 这簪间不是普通的金银 而是金刚打造 欲显时 完全可化作一把匕首 此时卓华摘下金簪 用力对准 马脖子很命一拉 那匹马力尸腾得 灰儿灰儿怪叫 两只前蹄抬起 整个身子 灯石就立了起来 马上的两人 哪里还能坐得住 一下子便被掀下马来 浩轩没料到会突然坠马 此时已来不及多想 立刻将卓华护在怀中 自己转身扭腰 以身为垫 抱着卓华 一路从山坡上 直滚到坡下 那匹发了狂了的马鹰 没了束缚 此刻举起前蹄 又长死两生 遂一路向南 跑去 没了踪影 好在此处草盛 像铺了层后坛 二人一路滚下山坡 到未受什么大伤 尤其卓华 被浩轩紧抱着 没有撒手 护得甚好 倒是浩轩被石头 划破了衣裳 又蹭出几道斜口子来 不过 也都是些皮外小伤 并无大碍 二人一停了翻滚 浩轩便赶紧去看 怀中的卓华 生怕有个好歹 谁知 一低头正见怀中 佳人发际散乱 面色潮红 一双黑眸如倾泉幽谈 让人顺时 便要溺闭其中 挣扎不得 更兼温香软玉满怀而抱 阴口红唇就在眼前 浩轩的脑子 当即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只觉得全身血液逆行而上 理智瞬间全无 他四受了蛊惑 他已不再是他 秦浩轩猛然低头 擒住了那双 静在咫尺的红唇 辗转丝磨 极尽缠绵 此时的他 觉得自己四肋下 生出双翅 带着他一路飞到了天宫里去 第87章 秦定 这一吻极其青涩 却与唇舌相交的那一瞬间 让秦浩轩彻底疯狂 一把烈火于胸中生腾 烧得他双目赤红 血液滚沸 恍惚间 只觉得眼前这双红唇 是他唯一的救赎 芬芳的 甜蜜的 柔软的 让他只想尽险 再尽此 探索 再探索 可是不够 还远远不够 怀中的浊华 挣扎着 发出几丝寒混的声音 如同仙月 被他一丝不漏的禁术吞下 舌尖上的温润柔软 让他发狂 胸中四奔过千军万马 心于这激昂震荡中 跳得像崔君的战鼓 忽然 秦浩轩吃疼 随即一丝血腥味 在口中弥漫 卓华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这疼痛 终于让秦浩轩清醒过来 动作一顿 卓华趁机一把将他推开 随即坐起身来猛地挥手 啪 一个巴掌 狠狠落在秦浩轩脸上 左半边脸立石红了 时间于这一刻凝固 卓华紧紧抿着嘴唇 脸上因为羞愤飞红一片 唇上还残留着 刚刚那火热的触感 心跳得几乎要飞出来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 啪 紧接着 又是一声脆响 下一刻 浩轩抬手 便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这次打得更脆 更想更狠 另一半脸 瞬间红肿起来 秦浩轩抬眼 见卓华正又羞愤 又惊讶地看着自己 四目相对 卓华分明从秦浩轩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绝望 他苍白的脸色透着没落 清须须的胡茶 显着颓废 卓华心中一疼 反而冲淡了 刚刚因冒犯而生出的羞恼 浩轩望着卓华 眼神中满是难过和委屈 上次我去寻你 却被你的护卫拦在山下 后来我回去变病了一场 这几日我一想到你 再也不肯见我了 世上除了你 我好像什么也不想要 好像也没有什么 能让我高兴起来 浩轩一顺不顺地 看着卓华 我在城外等你 就是想问问你 你 你可不可以 在你以后的计划中 再加上我 就像 就像之前王天昊被我给 你不一样也临时 把他去掉 换上了我吗 在我的计划中加上你 卓华对浩轩的这个提议 有些不知是所措 可是对我来说 这并无必要 可对我来说 这很有必要 浩轩猛地支起身子 探向卓华 下意识就往后躲 浩轩知道自己 又鲁莽了 莽稳住心神 重新规规矩矩 坐直了身子 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 你将来的计划如何 也不知道 你究竟要得个 什么样的结果 可无论如何 我都要陪在你的身边 我自小就四海为家 这天底下 不管待在哪 对我来说 都是一样的 可 现在又不一样了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地方 跟着你随便去哪都好 京城 塞外 或是出海 只要有你的地方 就都好 你现在 你现在不喜欢 我也没关系 你知道我钟情与你便好 我只到今后 碧落黄泉 天涯海角 千年万年 我定不离不弃 不负于你 时间在这一刻停止 浊华心如肋骨 面前的少年 如此执拗地望着他 满眼的不可动摇 那是一个少年的倔强 同时也是一个 男人的坚持 在这目光里 浊华的心 渐渐柔软了下来 任他在如何 能谋善断运筹帷幄 也终不过 只是个急急之年的 花样少女 看似果断老辣 可终究不过十五年花 本应正是娇憨 自义之时 却怎奈被迫走会 而他也不过 只是个倔强的青聪少年 自小长于江湖 天大地大 随性肆意 快意恩仇 他并不把君父刚长 看得很重 反正 他自小便是个尴尬人 多他一个便是多了 少他一个 却是正好 那他何苦去爱那些人的眼 为何不能只守在自己 心爱之人的身边 浩轩看着浊华 等着他的回答 这一刻 天地间 似乎只剩下眼前这个姑娘 和他还未给出的答案 六月的阳光 赤裂而热情 浊华被这火热的 太阳晒得有些眩晕 他觉得 刚刚那个吻 似乎是一星火源 就这样 从唇开始一路燃烧 双颊 身上 便连空气中 漂浮的花香 似乎也如一丝丝细细的流火 窜进他的鼻孔 让五脏六腑都烧了起来 他来不知何时 眼角清风 眉烧何绪 带来整个春日 待初夏 欢喜竟已于心中 亭亭如树 滑盖阴阴 他却尚不自知 他 从未这样欢喜过 浊华盯着自己的脚下 双颊的热直 爬到耳朵上来 他忍不住轻轻 催了一口 谁要你跟着的 转而又别过脸去 不管马夫还是小卒 总有个位置 能疼给你就是 你又何苦说得这样可怜 浊华 秦浩轩先是一呆 可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猛然探身 抓住浊华的双臂 巨大的惊喜 狠狠地击中了他 脑子四炸 开了一朵朵大大的烟花 随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那五光石色的 幻彩晃的他 自己都目眩神迷 晕晕呼呼中 只知道抓着浊华 一味傻笑 浊华的脸更红了 羞得 几乎都抬不起头来 他刚想称斥几句 却忽然觉得 眼前黑影一闪 紧接着便听啊的一声 自己双臂一松 秦浩轩毫无征兆地 飞了出去 于半仗开外 摔了个四仰八叉 可这家伙 大概是欢喜的风望 反而就此仰面躺下 咧着一口白牙 望着天傻笑不已 羽涵皱着眉一脸煞气 见他这样心中 愈发气恼 只觉得这人 不光是个登徒子 竟还是个傻子 刚刚他一路追来 远远便见 秦浩轩与郡主对坐 谁知突然那秦浩轩 竟然探身 抓住郡主的双臂 他当即气得血往上冲 又怕郡主 被这撕轻薄 来不及多想纵身 从马上一跃而起 使着轻功几下 来到二人身边 随即抬起一脚 便将浩轩踹飞出去 这只能说雨晗 还是太过冲动了 他若再早来一步 估计就不能二话不说 上来直接飞起一脚 大概会更干脆地 一刀抹了秦浩轩的脖子 浩轩自幼练舞 自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雨晗飞身到了镜前 他又怎会不知 不过是当时太过高兴 又不想在浊华面前 争斗下着他 竟十分大度地生生 受了雨晗这一脚 浊华却不知内情 见他飞了出去 直到雨晗偷袭成功 也不知浩轩受伤与否 不由得大吉 忙喊了一句 雨晗莫要伤他 随后赶紧奔了过去 见浊华这副模样 黄雨晗心中一沉 差时天昏地暗 刚刚本打算 将人踢翻后上前 一顿暴揍 此时自然不能再去动手 可心里着实酸成一团 且又苦又涩 那边浩轩 眼见着浊华满面忧涩 朝他奔来 心中不由得甜得发酷 忍不住躺在地上 放声大笑起来 浊华皱眉 他怀疑 刚刚雨晗那一脚 是不是踢在了 秦浩轩的脑袋上 该不会把他踢傻了吧 三人正乱成一团之时 敏玉带着小五的人马 寻了过来 众人见浊华无事 方才舒了口气 见接应的人来了 浊华便也不再理会浩轩 转身借着敏玉的手纵身上马 二人共成一骑 雨晗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也搬安任登上了马 不想站起身来的秦浩轩 却不知死活 冲着浊华又咧开满嘴白牙笑道 我怎么办 不然 我现在就当个马夫小卒 给你牵马追蹬如何 黄雨晗又立时气地炸毛 只觉得这无赖轻浮至极 恨不得就地将他抽死 浊华却在马上转头看他 随即鸣嘴一笑满眼狡黠 你既然那么喜欢这里 不如就走着回京城 慢慢欣赏这儿的风景吧 说罢也不带浩轩回答一斗僵声 敏玉会议 立时打马而去 浩轩的嘴脸得更大了 看着催马离去的浊华 笑得愈发傻气 一口白牙在太阳底下 晃得耀眼 可随即一阵烟尘 兜头盖脸地便扬了他一身 雨晗打马卷起狂烟 擦着秦浩轩及时而去 紧接着一对人马 接跑了起来 渐行渐远 且不提秦浩轩 如何一路傻笑着 向京城走去 又如何在半路上 遇到了接应的包大海 喜宝二人 只说浊华回到七霞山上 梳洗一番 又用了晚膳 随后换上请衣 舒舒服服地歪在床上 三姑先捧了杯牛乳给他 转身又去挑了条灯芯 叙叙地说道 我刚刚听闭 欲说了今日之事 着实凶险了些 以后再下山 无论如何 我都要跟着 还有那个秦二公子 也不知今日抽得什么风 说着三姑转头去看浊华 见他脸上呼得一红 低头响了片刻 忍不住眼口扑斥一乐 三姑本就是过来人 如此一见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由得又是高兴又是担心 脸上的笑容 便多了几分复杂 郡主可想好了 那二公子 三姑 浊华抬眼去看三姑 芙蓉粉面笑页浅浅 是从未有过的明媚 你信我便是 我不会因为儿女情长 耽误了咱们的事 那秦浩轩 我一向自诩看人 还是准的 就算我真看走了眼 我也定不会让他爱了咱们 这便是任下了 三姑笑着 在心里叹了口气 少女心事 未因春革梦多情 她也曾从那时过来 如何能劝 又如何能听 好在那秦浩轩 倒是个好的 三姑 当年你和师父 你如此哭等着师父 可曾后悔过 三姑垂眸一笑 悲喜难辨 她缓缓坐到一旁的袖准上 轻声说道 这男女之情 有时尽是 极不讲道理的 明明天下的男人女人那么多 可有人却偏偏非亲不可 有时呢 又极不公平 并非你付出一分真心 她便能还你一分真心 世上的女子皆吃 为情所困的女子 尤为吃 若说我和你的师父 大概便是我非她不可 且无论如何 皆心甘情愿 若是必要求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她值得 至于郡主 我私心里 既怕郡主 为情所困所伤 吃那追心刺骨的苦 却又希望郡主 为人一事 能体会到这人间的情爱 给个两情相悦的知己 天长第九一双人 可路到底如何走 却唯有郡主 自己决断 浊华听后若有所思 看向三姑 轻声问道 那秦浩轩呢 三姑觉得 秦浩轩可值得 三姑微微一笑 这值不值得 可不是由别人来评断的 唯有自己 意会才行 浊华忍不住脸上一红 低头轻叹道 这是奸情之一字 果然无理可说 又似逃脱不得 那便遵了自己的本心便好 三姑说着 拍了拍卓华的手 窗外朗月清风 屋内思雨情暖 大概谈情之一是 触动了三姑多年的心事 她不禁思念担忧起皇一来 也不知你师父 今日心中会如何难过 她这个人啊 最爱死成 表面风轻云淡 心中却不知如何煎熬 今日这事 生生结了她的伤疤 你们尚且觉得 痛如切肤 更何况是她 这事 不会就这么轻易了结 卓华抬眼去看三姑 目光一片寒冰 我定要让王室 为今日之事 付出百倍代价 第八十八章 心战 初夏的夜晚 尚未有多少暑热 尤其晚风一吹 反凉思思的十分舒爽 线下一块二更天 京城已然宵尽 此时 大理寺大牢的密室中 方铁之蹄壶欠身给对面的 曹居然争了终酒 随后坐下 又给自己满上 二人面前的方桌上 颇摆了几样精致的下酒小菜 曹居然拿起酒中晃了晃 看着方铁之微微一笑 满面嘲讽 方大人好雅兴 这是眼看着我过几日便要行刑 提前给我送行来了 方铁之听后 脸上并未显露出什么表情 而是漫条丝里的端起酒中 一饮而尽 随后边吃块夹菜 边风轻云淡地说道 曹大人这话倒不尽然 过两天行刑的 并非执你一人 你该说眼看着曹氏 满门一百八十七口过几日 便要行刑才对 你 曹居然气劫 却又无可奈何 转念一想到曹氏酒足满门老小 不过两三日 便接化为刀下之鬼 不禁肝胆剧烈 痛彻心肺 刚刚强撑起来的那股傲气 顷刻间泄了一半 他垂头看着面前的酒 闭了闭眼 长叹一声 仰博一口干了 说来 我该多谢方大人这几日的照福 否则我曹某人说不得 早就做了别人的刀下之鬼 狗活不到今日 现下外面想要他性命的人太多 且不说大旗百姓 把他当成国贼叛逆 恨不能食肉禽皮 只说这朝中 王志和太后 便第一个想要他死 全然不念这些年来 自己为王氏一挡鞍前马后 鞠躬尽瘁 弃足宝车 一向本是他的拿手手段 可谁知 如今他自己反倒成了那个弃子 真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现如今最想让他活命的 恐怕反而是齐正轻一挡 只是他没料到 这个铁杠头 竟然也是齐党中人 对 方铁芝是齐正轻的人 曹居然此刻十分坚信 否则 这几日方铁芝 为何会费心竭力地 帮他避过重重暗杀 以前他虽和方铁芝 同殿为臣 却接触不多 这铁杠头 为人孤傲 又不知变通 他还真以为 这是个不屑解党的孤臣 如今一看 却是他走了眼 今日若他猜得不错 应该终要进入正题了 按铭帝人的话来讲 就是要上戏肉了 也对 没得平白保他多日平安 只是为了 让他挨到行刑 若不从他这儿 挖些王党的黑料 齐党这些十日的戾气 岂不白费 不过 想要紧靠他的口供 便扳倒王党 曹居然不禁心中冷笑 齐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倒是没有料到 方大人竟然背后也有东主 亏我还以为方大人 从不屑于拉帮结派 却原来 嗨 曹居然说这些话 倒不是想故意激怒方铁织 只是想拿话 引他速速开场 可却没想到 这个平日火爆孤拐的铁杠头 此刻 不但没有被他的冷嘲热讽给激怒 脸上甚至连丝波兰都没起 依然气定神仙的喝酒吃菜 剑方铁织并不入问 曹居然自己 反倒先急躁了起来 若说平时 他倒也不会如此沉不住气 怎么也是朝中的二品大员 心机城府自然极深 只是如今形势比人强 眼看着过两日 他就人头落地 哪还有什么心思 继续揣摩人心 玩弄全数 方大人今日来 只是为了喝酒的 哈哈哈哈 方铁之剑火候差不多了 放下酒杯 伸手又给曹居然满上 曹大人如今倒失了往日的沉稳 也是 行星在即 曹大人自然急于找个新主 来救你一命 否则 若是平常人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哪还有曹大人这般生龙火虎的精气神 我这大理寺大牢 观过无数死囚 漠不都是自知到自己的死期后便一蹶不振 只化作一具行尸走肉 颓然等死罢了 曹大人之所以能将这口气撑到现在 无非是因为心里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 在等着那能救你于水火之人 说着 方铁之笑着将身子向前叹了叹 曹居然一见 慌忙欠身向前凑近 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说 却听方铁之稍稍压低声音 半是戏弄 半是嘲讽地笑道 可是曹大人却是不知 我这大理寺密室 不说铜墙铁壁 也是固若金汤 不管是想处你而后快的亡党 还是你盼着来和你做笔交易的齐党 都寻不到 也进不来这里 你在这儿 极为安全 可以安全地等到行刑那日 安全地奔赴刑场 安全地亲眼看着自己的向上人头 和全族老少的人头落地 曹居然 你在这里是等不到齐正卿的人 你和你曹是一门必死无疑 你 曹居然颤着手 指向方铁之 满面惊恐 看着他大笑着倒了杯酒 然后一饮而尽 难道是自己会错了衣 这方铁之真的是无帮无拍的一介孤臣 若是如此 那自己所有的打算 岂不统统白费 他的确像方铁之所说的那样 算计着和齐正卿做笔交易 王志的秘密他都知道 那让他吐出多少 就得看着当朝赐府齐正卿 能开出什么架码了 曹居然想活 他比任何人都贪恋红尘 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声色全马 他还没有想用够 如何能就这样 甘心做了刀下之鬼 可他也知道 若无个未及人臣之人帮衬 自己是绝无可能逃脱 什么暗中越狱 什么以死求换人 这都不过是那些 无知于民编来取乐的戏文 像他这样的重犯 行刑前必要 雁名正身 层层关卡 还有王党 也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他唯有寄希望于齐正卿一党 用他所知道的秘密 换一个延期再审 他还有用 齐正卿舍不得杀他 那他就大有可操作的余地 已来自救 置之死地而后生 是他给自己画好的路 即使他心知 王志做事 一向手脚干净不留痕迹 便是有他的口供 也决动不了王志分毫 可他赌齐正卿等人不知 也赌齐正卿 为了扳倒王志会 对他物尽其用 留他一命 谁知此时方铁之却告诉他 这局还未开 他竟已成死棋 不不不 方大人 你这是何意 曹居然顿时慌了手脚 脸上刚刚刻意摆出的傲气 荡然无存 他扒着桌檐 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 看向方铁之的目光中 充满了阴切和渴望 我刚刚若有言语不尽 多有得罪之处 还请方大人多多包涵 这几日承蒙您的关照 让曹某躲过了重重险境 曹某这心里 自是感恩戴德 可有些玩笑 是万万开不得呀 事关朝中机密 大气的江山设计 请方大人一定 一定要转告奇象 曹某知道 王党甚多机密 不论是结党银丝 还是卖官欲绝 还有个地方上 每年孝敬他银子的数额 甚至 甚至心怀不轨 窜逆不沉 这些曹某 都可以写一份详尽的口供 定能助奇象 一举班倒王室逆贼 方铁之冷冷咸腻着他 半上没有言语 林家军竟就毁在 这样的软骨头手中 可有凭据 在曹某然的阴阴期盼中 方铁之终于缓缓开口 这 曹某然稍易犹豫 方铁之便忍不住冷笑起来 曹兄的那些秘密说白了 不过都是空口无凭 曹兄自己心里也明白吧 王志做事 一向谨慎不留把柄 单凭曹兄无凭无拒的一面之词 可是撼动不了王党半分 说句不好听的 便是曹兄今日真的给了我一份 什么揭露王党新秘的口供 说不得 我还未来得及上朝面圣直达天厅 我方某人的脑袋 就已然搬了家 退一万步 即使我真有命 将你那口供称于殿前 那满朝的王党岂会善罢甘休 还是那句话 这是坏就坏在 除了你的口供外 无凭无拒 朝廷怎会仅凭一个罪臣的胡乱攀咬 便给当朝首府定罪 更别说 还有王党的百般辩解 宫中太后的万般阻挠 届时 我若能落个诬陷的罪名 反倒还好 保不准我前脚刚出金鸾殿 后脚就会因诬陷当朝首府不成 而自禁于家中 你这秘密 哪是什么扳倒王党的冲城锤 分明是让我自掘坟墓的催命符 一袭话下来 曹居然顿时面无土色 瘫软在做 完了 他赖以讨价还价的法码没了 方铁之已经将他全然看透 方铁之冷笑着看曹居然的脸色 慢慢苍白如指 随后冷汗沉沉 渐渐没了生气 他现在终于变得 和这大牢中其他的死囚一样 成了一具颓然等死的行尸走肉 曹大人现在可还觉得自己 能在这大理寺大牢中 再多住上几日 方铁之一口干了杯中酒 笑意盈盈地看向他 曹居然并不答话 颤抖着端起桌上的酒钟 酒从杯中四溅出来 酒钟送到了唇边 却怎么也喝不下去 一切仿佛瞬间接染上了死气 这酒 这菜 还有他自己 其实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方铁之见他这副模样 忍不住讽刺一笑 人死如灯灭 最终能留在这世上的 无非是两样东西 史书公笔和子嗣血脉 你这名声 自然不用想了 可你的儿子 倒还是能留上一流 此话一出 曹居然仿佛历史有了一丝活气 他僵硬地抬头看向方铁之 想从他的表情中 寻出一些什么来 方铁之微微挑了挑唇 我朝天恩 诸九族者下不累及幼子 你那小儿子 是鬼未年所生 未满十六 自是可以逃脱此劫 他的小儿子曹晴 曹居然猛然睁大了双眼 他膝下除了女儿曹月娥 唯有两子 一敌一数 敌张子曹通德 他看中自不必说 幼子曹晴 却是他最为宠爱的 可分明是人五年所生 今年已满十六岁 电光石火之间 曹居然豁然起身 跪地就拜 方大人大恩 曹某来生再报 方铁之笑着看向趴在地上的曹居然 并不去扶他 只等着他继续开口 果然 一拜结束 趴在地上的曹居然没有起身 犹豫了片刻方才说道 曹某也知方大人 刚正不阿 铁面无私 就小儿一命 实属宅心人后悲天悯人 并非寻思 曹某献下斗胆求大人 求大人再激善失德一会 也 也就我一救 曹某今生今世 不 来生来世 永生永世 定不忘大人之恩 感恩戴德 日日为大人诵经祈福 焚香叩拜 说完静佑那头一拜 全然没有昔日朝中二品大员的威仪 莫说威仪 连脸面都全然不要了 方铁之看着匍匐于地的曹居然 如同看跳梁小丑一般 毫不意外 他微微一笑 伸手将其拽了起来 曹大人也是患海臣服多年 自是知道 要从天牢中 换出一个死囚犯 是万不可能的 但若是 让一个伐木为奴的 罪臣之子暴毙 再隐姓埋名安乐一生 却不是什么难事 曹兄安心上路便是 说不得令公子江南儿孙满堂 为曹家开枝散叶 你也不算绝后 下了地府也有脸 去见你曹家的列祖列宗 几句话 便浇灭了曹居然心中 最后一丝希望 他满脸挥败 忍不住咬牙问道 何以非让我死 难道我活着 不是对你们更有用处 因为 你该死 方铁之说着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目光寒冰刺骨 曹居然顿时忍不住 姬林林打了个冷战 方铁之继续道 能保你血脉不断 已然不错 以后清明继日 也能有人给你带小烧纸 曹大人 还是莫要太过贪心才好 罢罢罢 曹居然闭了闭眼睛 看来确实在无转还余地 我命由人不由矣 能留下儿子一命也罢 总算曹家不至于绝后 你 要我做些什么 在开口时 曹居然可谓已看破生死 心如止水 方铁之一见他这样点了点头 心道 成了 他要用的曹居然 既不是满心不甘油滑不可掌控 也不是心如死灰一心 希望全无 他叫此时的曹居然 可以为他那一丝血脉 最后拼上一拼的曹居然 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鸟之将亡 奇名也爱 你复尔过来 曹居然 欠身复尔上前 片刻 陡然瞪大双眼 脸色大变 直到方铁之说完 他仍将在原地 大喊淋漓 你 你背后究竟是什么人 半晌 曹居然才颤抖着声音问道 我的背后 方铁之微微一笑 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自然是林家军惨死的四万将士 晴天白日 墙上那一巴掌宽的小窗 猛然吹进一股子阴风来 曹居然几零零打了个冷战 随后一屁股探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第八十九章 深渊 晴天朗日 正午时分 阳气最重之时 历来除斩死囚 都选在此时行刑 正午的阳光下 无论是冤魂还是恶鬼 皆无所遁形 烟消云散 本来除斩死囚 因在秋后 春夏乃万物蒙新生长之时 上至朝廷 下至百姓 从来都讲个 天人感应 顺应天意 故而极少于春夏之时 处决犯人 可曹居然却是不同 乃是叛国恶逆 罪大恶极 皇帝欲比诸丕绝不待时 故不必等到秋后 斩立绝 此时 曹居然跪于刑场之上 看着场外头攒动 若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与他同赴刑场的 曹氏一族 一百八十六人 今日将全部人投落地 不过 万幸他的幼子曹晴 不在其中 也罢 曹居然把心一横 幼子逃脱 总算给自己流了丝血脉 不管方铁芝到底是谁的人 现在儿子在他手中 自己只能听他摆布 他抬眼看了看日轨 离行五十三刻 尚有些许时间 他又转头看了看 坐在监展棚内的 两位监展官 一个是刑部左侍郎冯万全 一个是刑部又侍郎杜荣 曹居然心中不由地冷笑 亡党七党各派一人 这场戏 着实会更加有趣 此时 看热闹的百姓 越举越多 且人群中不断传来 卖国贼的咒骂声 曹居然环顾四周 觉得时机已到 曹某冤枉 他忽然跪直身子 高声喊道 卖国者分明 是王志和太后 他二人于雍和五年 司通戎敌 出卖陷害林家军 听两响 派奸行 泄露军机 镇国大长公主 与林大将军 皆死于他二人之手 只因其全域熏心 想把这朝堂之手遮天 法场内顿时安静下来 不论百姓 还是官府中人 皆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 曹居然 却不管这些 说辞早已被得烂熟 连格都没打 口中将这话 又反复高喊了一遍 说完第二遍时 冯万全方才反应过来 当即大吉 伸手抽出火牵令 就要往地上扔 大胆的逆贼 怎敢苟急跳墙 胡乱攀咬 来啊 行 那个行自尚未出口 火牵令握在手中将拖未拖 不想却被旁边的杜蓉 啪的一把钻住 冯大人莫及 杜蓉似笑非笑地说 犯人临行喊冤 理应禀报圣上才是 怎敢就此瞒下 私自处置 再说此时才刚过午时 尚未到行刑的时辰 如何敢不顾皇命 提前开展 曹取然断断续续听的圣上二子 不由得心中一蹦 可随即方铁之的提点 再次于耳边回荡 你莫心存侥幸 以为临行喊冤 便是不能给你翻案 也会延期再审 让你苟活几日 你只想想如今为止 当今圣上几十月得过太后去 别说你这揭发之言荡日 未必能上达天厅 便是亡党不加阻拦 报给了皇上 以你叛国恶逆之罪 也必然逃不过一死 不如安安心心保你儿子一命 才是正礼 曹取然现在 倒是真的有些相信 方铁之背后的人 是那四万灵 家军冤魂了 不然 他何以既不问 王志结党营私 与朝中多少大臣 串联不轨 把持朝政 也不问王志贪腐 受贿卖官欲绝 这个地方 尚每年 又孝敬他多少银子 甚至不问 王志可怀不臣之心 他临刑前喊出林家军冤情 果然 苍天饶过谁 这些人的报应来了 与此同时 刑场上围观的百姓 却是炸开了锅 之前指质曹屈然 陆良川通敌叛国 却不想这其中 还有出卖陷害林家军之案 关键竟还和当朝太后 首府有关 其实 曹燃取临刑告发 无凭无拒 有几分可信也未可知 可偏偏人知将死 其言也善 死前告发这一行为 却是让不少围观百姓 当场性了 冯万全见此不由的大吉 若放任曹屈然 如此攀咬 必会闯下大祸 于是他心下一横 伸出另一只手 一把钻住杜蓉夺令的手腕 向外就是拽 持令之手 向后一夺 两手用劲 一下便震得开来 随后 啪的一声 将那火牵令置于地上 高喝一声 斩 刑场内 众柜子手们一听 立时端起身边酒碗 一口引进 随后扑得 尽数喷到鬼头刀上 手起刀落 顿时136颗人头 齐刷刷滚落在地 血如泉涌 红光似箭 死尸扑通通 相继栽倒于血泊之中 杜蓉忍不住 狠狠拍了下桌案 心中愤懑之情 溢于言表 可惜啊 一块能彻底扳倒 王党的大好材料 就这样 眼睁睁地没了 不过 当他吻下心来 在环视四周时 却发现 围观百姓满场哗然 竟忽略了刑场中 那一百余人问斩的壮景 心中又不由地 又是一栋 是夜 王 齐二相府中的外书房 街亮登到了天明 各自的心腹亲信 秉竹而异 一夜未归 只是还未等他们 商量出个子丑银帽 事态却已经 勃然发作起来 先是曹取燃临行 告发之言 便传遍京城 一夜间京城内 谣言四起 矛头直指王室 紧跟着 七峡山上的太安郡主 得了消息 知道自己的父母 尽可能是被王室一党陷害冤死 于是 历时下山进京 早朝时 跪于武门之外 要求朝廷 彻查当年平成之意 彻查郑国长公主 与林大将军死因 如此 太安郡主算 是和王室正式宣战 彻底撕破了脸皮 朝堂之上 当殿前侍卫上殿 禀报太安郡 主跪于武门之外 并上承要求彻查 当年平成之意的秦章时 大殿内顿时鸦雀无声 龙椅之上的浩元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刚刚左腹都玉 石耿梁中 禀报此事 殿上众臣 就一改往日争辩 异常安静 浩元只觉得荒唐 这曹曲然 还真是贼心不死 零行攀咬 所说之言自 是无稽之谈 可却不想 太安郡主敬 对这等攀咬 荒唐之言认了真 归于武门外请愿 殿上安静了片刻后 又迁都玉使陈世玲 率先出列 先是痛批曹曲然生前 为人一无是处 死前苟急跳墙 无赖攀咬 后又替四横刘表 白太后王智之宫 忠心为国 日月可见 最后高呼 太安郡主已被蛊惑 我主万岁 可切莫被奸人迷惑 他如此一打头阵 王党众人历时群情激愤 呼啦啦一冲而上 跪了大半个金鸾殿 替太后和王智喊起冤来 齐正卿等人此刻 却是各个闭口不言 众人早得了嘱咐 暂且静观其变 势机而动 本来嘛 线下如何能言 如何能动 不管怎样那到底 是皇上的生母亲旧 此事无凭无据 只凭一个死囚的灵形揭发 就妄图推翻太后国舅 简直痴人说梦 太安郡主毕竟是苦主 如此公然深渊 只能算是关心 则乱情急而迷 可他们若是如此 便是恶意重伤 居心叵测 于是 一时间朝会上 只见王党众人 齐声大唱独角戏 齐正卿等人 却一反常态 没与致针锋相对 王党自己闹了一会儿 反倒口干舌燥 索然无味 先不说朝堂上那群君臣 如何打着激风 只说五门外拙 哗闹了这么一出 片刻便传遍了京城 五门外 百姓越聚越多 众人皆想一睹 这位传奇郡主的风采 先是掌官谢氏女 施不于京中百姓 又差点与王家草包公子结亲 后继了荣敌皇子的求亲 再后来造化弄人 竟与毁容的晋王二公子定亲 可哪知最后 爆出了先帝次婚圣旨 这位太安郡主原来 才应该是真正的皇后氛围 真是应了那句 命运多舛 红颜薄命 如今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父母竟然不是 简单的战死沙场 而是被人陷害 这陷害之人 又是朝中 位及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林家军四万将士 便如此冤身四海 郑国长公主和林大将军 便如此含冤莫白 林氏浊华今日特为 战死沙场的四万林 家军将士 为父亲辽东将军林云 母亲郑国长公主 请命申冤 浊华望着五门 声音铿锵而倔强 请求皇上下旨 彻查平城一役 彻查当年冤情 林家军自拥 和五年元月 便已草境粮绝 君须良想 迟迟不发 荣敌不知为何 竟熟知平城不防 以致大破官房 我父母皆死于身边奸细之手 而这间细细查下来 皆与京中有着关联 如此种种绝非偶然 请皇上开恩 请朝廷彻查 为含冤战死的四万将士申冤 为冤沉入海的 宫主林大将军昭雪 一席话说的 让围观的百姓心中 一声出滚滚不平来 线下已然六月入夏 太阳明黄晃悬于空中 浊华素衣金钗 跪于泥地 久了便有些鼠热难当 几落碎发 湿漉漉的紧贴在额上 他却仍腰身挺直 神情坚毅 忽然头顶一黑 只觉一个人 影照了下来 浊华眯起眼睛 抬头去看 正撞近见 秦浩轩幽深的黑眸中 他站在身旁 黑色的眸子 似一片清凉的叶 阵阵清风徐徐 吹上心来 此时浊华突然想起 又是陪太皇太后 看的那才子佳人的戏文 原来一眼 真能悠悠万年 一眼便可天涯海角 时间在这一刻停止 天地间 只剩下眼中的彼此 别怕 浩轩轻轻说道 冲着他微微一笑 满是温柔 随后 转身一撩袍金 扶身便跪到了浊华身旁 开口高声送道 陈勤浩轩 与已聘未婚之妻 林氏浊华 今日特为 战死沙场的四万灵 家军将士 为镇国大长公主 辽东将军 灵云请命申冤 请求皇上下旨 彻查平成一役 彻查当年冤情 为含冤战死的四万将士申冤 为冤沉入海的 灵大将军镇 国长公主昭雪 浊华突然鼻子一酸 忍不住红了眼眶 可嘴角却挑出一抹笑来 他自小便已然习惯了 独自负重前行 习惯了隐忍 习惯了直面生死 而今日 却有一个人对他说 别怕 这个傻子 他可知自己选了 怎样一条路 这个傻子 他竟不在乎自己选了 怎样一条路 站在不远处的三姑 瞬间湿了眼眶 在最好的年华里 遇到一个赶为 你与天下为敌的少年 还好 自己求而不得的 郡主却终可以遇到 此时唯有敏玉心中 担忧不已 他转头去看身旁的雨寒 却见他正阴沉着脸 一动不动地 望向场内 并肩而跪的二人 第九十章 山洞 与此同时 庆王府内 庆老王爷和庆王妃 坐在太师椅上 一边喝茶 一边听着下人来报 老王爷放下茶杯 意味深长地 看了王妃一眼 我就说 这丫头不是个简单的 如何 她这一路行来 可谓朝朝见血 步步为营 你还把她当成 和琴儿一般的孩子 她的心眼十个琴儿 也不是个儿 琴琴在一旁听着 撅起了嘴 庆王妃回头安抚地 拍了拍她的手背 又转过头来问道 那王爷抑郁如何 可想住那孩子一臂之力 不急 庆王垂眸放下手中的茶碗 先静观其变 我倒是十分好奇 想看看这丫头 还有些什么本事 听得此话 庆王妃沉音片刻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倒是陪在一旁的琴琴 此时颇有些神非天外 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 没想到这个秦浩轩 倒是个靠谱的 多亏荡日华姐姐 和秦浩宇没成 如今看来 她二人倒更合适 此话一出 立刻引来庆王爷 两道严厉的目光 庆王妃去着王爷的脸色 连忙赤道 胡说八道 姑娘家家 如何能轻易别人婚事 边说边连连冲她使着眼色 秦勤一吐舌头 赶紧垂手而立 扮作个公顺的样子 同时 静王世子府的怀德居内 被秦勤提及的秦浩宇 此刻正在练字 大大的抓笔叫保了末后 颇有些分量 可或在秦浩宇手中 却十分自如 鼻走龙蛇 行云流水 她仿佛十分沉浸其中 以至于乔通推门而入 才陡然将她惊醒 世子爷 不好了 乔通慌慌张张 喊了这一句后 猛然就住了口 只因见秦浩宇 当即皱起眉头 啪地将手中的笔制到岸上 刚刚写的那幅字 立刻便乌黑一片 乔通心知 自己缴了世子爷的雅性 世子这是生气了 于是赶忙垂手攻身 不敢出声 说 秦浩宇边禁手 边垂谋道 乔通这才恢复了一丝活气 忙来到浩宇身边 垂手回道 世子爷 二公子 二公子 他去五门外 陪泰安郡主喊冤了 谁知 晋王世子听得此话并未出言 仍面无表情 伸手从盥洗架子上 取下毛巾 仔细擦起手来 世子爷 乔通一见他这样 忍不住又着急起来 您得去劝劝二公子 倘若他依着性子 跟着那个泰安郡主胡闹 说不定会给咱们世子符 惹伤祸身 自从二公子在京中显身 闹出了多少故事 太后和皇上对您 可是不如以前了 我又不是没劝过 有用吗 再者 你也说他是胡闹 胡闹之人是拦便能拦得住的吗 说着 秦浩宇将手中的毛巾 一把扔到乔通怀中 转身去斗狼眼下的画眉 可是 乔通一下子被问住了 支吾了半天又道 可是 就这样放任下去 也不是回事啊 毕竟是您的亲弟弟 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呢 若是真惹了什么祸事 岂不连累到您 无妨 未等乔通说完 秦浩宇出言打断道 秦浩宣毕竟不住在府内 我与他又是自小分开 不过这几日才见 戏论起来倒没什么兄弟情分 这些太后都是知晓的 若他真惹了什么大事 只推托不知便是 想必太后和皇上 也不会为难于我 乔通听到此话 低头想了话 倒也觉得有理 于是便不再纠结 行礼退下 只是他没有看到 在他转身离开那一瞬 秦浩宇眯起眼睛 忍不住冷笑了两声 乔通却是多虑了 皇帝和太后 这对天下最尊贵的母子 此时根本就想不起 晋王世子来 浩原乍文曹居然 灵形攀咬 初始只觉得荒唐 可直到浊华贵与武门请命 满朝文武反应微妙 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若曹居然灵形揭发是真 那么当朝太后 首府通敌叛国 这简直是古往今来 天下第一大丑闻 他的外家卖国求荣 那他这个皇帝 还如何取姓天下 于是一下了朝 浩原便急匆匆赶去了昆泽宫 他要亲口问问母后 可当他跟着大宫女 金珠仪踏进昆泽宫正殿大门 便看见自己的舅舅 兼岳父王志和皇后王启然 正陪着太后坐在一处垂垂 一见浩原来了 王志慌忙起身 就要行君臣大礼 浩原见了 赶忙紧走几步 一把将王志掺住 说道 线下又不是在朝上 舅父何必行如此大礼 一旁的王太后也跟着说道 这是在我宫里 只论家里 哥哥莫如此见万 启然 快去掺着你爹点 王启然一听 赶忙上前去扶 随后母子夫妻互相见礼 各自落座 浩原这才问道 母后这是怎么了 不问还好 这话一出口 立刻又引得王太后眼圈一红 掏出帕子眼面叹气 坐在一旁的王志和启然 也面露悲容 王启然开口道 陛下不知 母后正难受着呢 只说太安妹妹被奸人挑拔 遭了蒙蔽 线下竟就这么 在五门外跪着 咱们倒还好说 不过是损些名声 可太安妹妹 毕竟是金尊玉贵的身归娇客 如此抛头露面 实在太委屈她了 再者 就这么硬生生地跪了一天 那身子怎么受得了 母后想到这正难受着呢 不想陛下就来了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处处为浊华着想 却又句句在为王室撇清 更字字暗示了太后和王志的大度 还有太安郡主的糊涂任性 王志不由地暗暗点了点头 岂然这几日跟着太后 确实颇有长进 王太后也极满意 只是面上没露 抬手用帕子擦了擦眼角 叹道 好好的 怎么就出了曹雀然这么个混账 竟还攀咬上 哀家和你舅舅来了 可怜太安那孩子 哀家是真心疼她 以前她也跟哀家最亲 谁知这去山上住了几年 竟就生分了 偏偏信那奸宁死囚的话 也不信她的亲舅母 怎么竟真将平成之败 算到了我和你舅舅头上了 我一个父导人家 你舅舅又最是中军报国的 太安居然为了这样荒唐的一个谣言 当众父亲跪着 且不说女孩子家抛头露面 到底伤了体面 只说 她那身子若是跪坏了 哀家起不疼的慌 我知道她这是和我赌气呢 只为先帝赐婚圣旨 和之后卫 可我是做娘的 我偏心儿子 要给她娶个父母双全服 后受绵长之人有错吗 她自小福博 父母双亡 我是怕她 撑不起这一国之后的福气 反而有损她的性命 哀家如此心心念念为她的打算 她反倒是记恨上我了 真是天地良性 可饶是如此 我还是蛮心疼她的呀 王太后说着 眼泪就下来了 王岂然一见 也忍不住垂泪 忙上前柔声解劝 王志拍着大腿 哀声叹气道 唉 陛下 都是老臣惹下的是非 只因之前那曹居然与老臣多有嫌隙 她野心勃勃 一心只想入阁拜相 可老臣却荡了她的路 她这才临死攀咬 以命相污 却不想 太安郡主竟真的偏听偏信寄到了心里 又让太后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此话一出 王太后历时悲声哽咽 好不可怜 浩元心中不是滋味 忙上前好言解劝 又见王志启然也在一旁开解 过了好半场 王太后方才慢慢好转 浩元在昆泽宫徘徊了大半日 直到用过了晚膳 方才告退 又怕太后再伤心难过 浩元特准王志 今日留宿宫中 陪王后说话开解 当浩元回到御书房时 天色已然不早了 却见其少风今日当职 还坐在外殿小几上 抄抄写写 见他回来 忙起身叩拜行礼 浩元皱着眉 挥了挥手让他起来 转身走进内屋 便做到龙书案之后 华 太安郡主 线下可还在五门外跪着 回禀皇上 太安郡主于身世关城门前 便已起身离京 回七峡山去了 一听此话 浩元忍不住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太安郡主到底是归根女儿 又少不惊事 被人一挑拨 就这么上了当 也是情有可原 只是他到底 伤了太后的心 又坏了与太后的情分 说到底 还是那曹屈然该死 贼性难改 临死攀药 真真死有余辜 其少风垂头 掩饰住嘴角那丝讽刺的笑意 声音却毫无起伏 恭恭敬敬地回道 太后娘娘劳苦功高 有目共睹 并不是旁人随便就能诬陷去的 自永和五年先帝驾崩 太后娘娘垂帘听证十年 王相摄政 也是尽心尽力 二人操劳国事 相辅相成 大齐上下无不称颂太后 王相之德 陛下自是不必太过忧心 这话说得没什么毛病 可不知为何 浩元听在耳朵里 却有些刺耳 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半上才又问道 那一齐轻之见 此事该如何解决 齐绍峰躬身行礼说道 谣言止于智者 不过三两日便不攻自破 陛下不必太过担心 至于太安郡主 齐绍峰沉音片刻 道 当局者谜罢了 且也是一片忠孝之心 陛下千万莫要因为此事 再气坏了身子 浩元抬头看了看绍峰 半上才说道 朕哪里会生他的气 罢了 既然谣言止于智者 那便不去理会就是 说罢 冲着齐绍峰摆了摆手 绍峰忙扣手告退 退至门口时 他偷偷抬眼瞥了一眼浩元 见他正以手主塞四神游天外 齐绍峰心垂谋退出 只要怀疑的种子悄悄种下 终有一天会长成了参天大树 至于其他 只静观其变就好 他相信 他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皇宫另一边的昆泽宫内 王志皱着眉头 在殿中夺来夺去 王太后坐在一边看了半天 忍不住说道 哥哥坐着吧 走得我头都晕了 王志面沉似水 撩袍落座 我们果然 小看了那丫头 先不说他今日的手段 只说他怎么知道 自雍和五年 元月林家军便停了梁响 怎么知道 荣帝有那平成的官方图 又怎么知道 他父母皆死于身边奸细之手 这个泰安 表面看似纯粮 却原来隐藏得这样深 我就说他疑点重重 可父亲和姑母 偏偏不信 如今 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王启然说着 便以手做刀 向下劈了劈 诶 王太后瞪了启然一眼 现在他正在风口浪尖 此时动他 岂不是引火上身 更坐实了 我和你父亲心虚 你以为亲王 宗氏 还有那个齐正卿 都是摆设不成 哼 怕什么 不过是个小丫头罢了 这些年 还不是被我压得死死的 我就不信他 还能翻出什么话来 王志想想到底觉得不妥 刚想开口反驳 不想一旁伺候着的月姑 却抢先开口说话 论理奴婢本不该插言 可奴婢又实在见不得太后娘娘烦恼 故有一些小见识 不知当不当讲 诶 月姑何必自迁 王志一脸的词合 你是太后娘娘的左膀右臂 又极有智谋 线下正是紧要之计 你有什么高见 就快快说来 月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府里 随后说道 依奴婢的小见识 娘娘和相爷倒是不必太过担心 相爷请想 若是真想一举扳倒 当朝太后守府 手中必是要有些了不得的罪证 可今日太安郡主不过只是贵了贵 除了那请命的折子 竟没提任何证据 而且 那曹居然也是 除了法场攀咬 也没留下任何诬陷娘娘 相爷的证据 既无罪证 便是空口无凭 既是空口无凭 那便是陷害污滥 依奴婢所想 不若就让那太安郡主闹去 但事情闹大 奴婢便请命 亲自去与她对质 只问她一句 既说娘娘 相爷陷害林家军 又闹得如此沸沸扬扬 可有证据 若她没有证据 那便是吴终生有恶意重伤 娘娘对郡主自幼照拂 灵了却得来反噬 着实让人伤心 到时候 百姓舆论自然会到 向娘娘相爷一边 而且 太安郡主闹得越大 她反而越不好收场 到时候 一顶白眼狼的帽子 便妥妥地扣在了她的头上 人言就可杀人 岂用娘娘 相爷亲自动手 妙呀 月姑话音未落 王启然便忍不住大声赞了一句 尹德太后 王启起起转头瞪了她一眼 王启然善善闭嘴 人言可畏 王启捋着胡子点了点头 月姑果然是女中诸葛 这个太安 煽动无知于名 咱们却也可以以彼之道 还之彼身 人言可以诛心 确实高明 哈哈哈哈 娘娘以为如何 王启此时反倒放下心来 她自问向来做事手脚干净 从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痕迹 王太后笑眯眯地拍了拍月姑的手 哀家觉得此技甚好 现在咱们倒也不必着急 只让那不知好歹的丫头闹腾去 我如今反倒盼着她 闹出诺大的阵仗才好 所谓登高跌众 她闹得阵仗越大 到时候打脸便打得越疼 也越能让百姓们看一看 这望恩负义反咬一口的白眼狼 是什么样子 卓华与浩宣于五门外 一连跪了三日 王党和太后 果然静悄悄地为作反应 而这三日来 一如王太后等人所愿 金钟 不 乃至整个大旗 都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 不说翻天覆地 也是地动山摇 第九十一章 对峙 在大旗百姓的心中 祖建林家军 抗击戎敌 几年间捷报平传 收复十余城池的林大将军 和镇国长公主 那是天神一样的存在 现在民间仍有不少百姓家中 供着他们夫妻二人的小巷 以保佑家宅平安 称其数公数婆 百姓们只说他二人 连边关都能守的 戎敌都能打的 保佑家宅清除邪碎 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因此 当年传来林大将军 和镇国公主死讯时 大旗百姓无不哀痛 从平城起 护送将军公主 骨灰的卫队所到之处 皆有父老帅相亲子弟 痛哭流涕 设香案贵营 直至京城 更是万人空相 百姓倾城而出 十里贵营 当日人头永永 哭声震天 让人闻之落泪 听之断肠 其中有一老父 二子皆因违反军纪 被林大将军所斩 可却仍深道将军公主 大哭不止 亲随护送光果数十里 痛哭道 将军大意如青天朗日 公主奸真若轻松白雪 身为民福 死为民难 每一将军公主 皆泪如泉涌 不能自已 百姓之心 可见一斑 故当百姓得知 当年平城之意 实则藏着惊天冤情 林大将军与镇国长公主 竟有可能是被当今太后首府所害时 历时群情激愤 更有那猎鼠一孤 乍闻此事怨愤异常 一时间民怨沸腾 如熊熊野火势可燎原 浊华与浩轩跪请深渊的第一天 便已有灵星百姓 归于其后以示之远 至第二日 百姓愈多 待到第三天时 竟聚集了数百之众 从五门外 直到朱雀大街 皆被请愿的百姓跪满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 深渊请命 就此拉开序幕 王氏一党 全然没料到事态 会发展得如如此之快 于是 不敢再拖 历时一之前商定之际 派出岳姑以宫中女官的身份 出宫与泰安郡主对峙 当岳姑穿着四瓶女官服色 缓缓走到人前时 五门外所归的百姓 差时间鸦雀无声 太后慈爱 岳姑抬头环顾四周 此时已然正午 可百姓们 似乎并不觉得数热 传口语 百姓无知 其行可谅 泰安结孝 其实情可免 可国家礼法 不是二行 太后又问 如今郡主贵此喊冤 煽动百姓聚众逼宫 适合居心 难道要造反不成 此言一出 场内历时气氛异景 毕竟都是声斗小名 凛然正义是有的 可对抗朝廷 却是不敢 岳姑如此一说 不少百姓 便害怕起来 有那胆小的 就想起身逃走 可看看周围的人 到底没动 浩轩有些担心 转头去看卓华 他虽以下聘 可两人到底并未澄清 此时若贸然出头 则明不正言不顺 一个弄不好 反会给浊华招来 轻浮梦莽的名声 此时 唯有浊华自己应对 泰安不敢 浊华躬身垂谋说道 奇壮甚攻 泰安自小 跟在瑞翼太皇太后身边 也学的道理体统 虽不如父母精忠大义 却也知忠君爱国的道理 只是 父母子女 骨肉天伦 如今事官双清 泰安万 不敢认其含冤不白 置之不理 还有那位国战死的四万将士 皆为人子为人妇 上有高堂 下有儿女 泰安亦要为他们讨个公道 待他们的父母子女 深渊昭雪 泰安要的 不过是公平二字罢了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 皆是一阵 更有那猎鼠遗孤 跪在其中 抑制不住心中悲愤 哀哀哭了起来 越故见此 心道不好 这个泰安郡主 太善于蛊惑 此时因速战速决 否则一旦激起名分 局面不可收拾 于是 不再废话 开口直奔主题 郡主偏颇了 世人皆知林大将军和镇国大长公主 乃是抗击戎敌 战死沙场 郡主如何口口声声 说他二人是冤死 如此岂不是 现皇上太后于不义 泰安不敢忤逆犯上 只是前日有人 当众揭发平成之意始末 泰安方才得知 乃因朝中有内奸通敌 父母才含冤莫白战死沙场 泰安为人子女 既知此信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郡主说的 可是曹曲然的菱形攀污之事 那曹曲然本 就是个死求无赖 临行前无中生有 只为挑拨民心 郡主聪明过人 怎能轻易去信 这样一个人的话 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况且这世上谁人 不知那曹曲然生前 原就是太后 王相的得力干将 此时有一撇青 实在是自欺欺人 月姑微微一顿 不禁冷笑道 是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还是临行 贪污挑拨离间 现在都只是猜测 郡主须知空口无凭 耳听为须 更何况 事设当朝太后首府 岂能仅凭一死求之言 便随意污蔑 偏听偏信 是为心智不明 重伤更是德行有亏 月姑姑何意 郡主可有证据 我若有证据如何 若无证据又如何 郡主若有证据 朝廷绝不会放任不管 自然依律法而行 有冤深冤 有仇报仇 可若没有证据 月姑说着 不由得又是一声冷笑 一大其虑 诬告反作 且罪加三等 郡主说 不得要受那牢狱之苦 好 浊华嘴角微扬 若一大其虑 谋判为十恶之一 一经查识不待秋后 历时处已即行 我若查到证据 也不求 当时就定罪开展 只求天杰秉公办理 一律行事 罪魁祸首 入狱待审 朝廷彻查平成之一冤情 如若我为诬告 太安自愿以身入狱 担那诬告之罪 好 月姑听后 微微一笑 郡主果然爽力 可敢击掌为事 有何不敢 说着浊华起身 伸手与月姑 啪啪啪连击三掌 这请愿的人群之中 除了市井小明 贩夫走足 还有不少读书人 甚至不少 是公民 在身的秀才举人 尤娜听明白 她二人对话的 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这女官分明 是在拿话机 太安郡主 郡主一介若女子 上哪儿去找 王党的证据 若无证据 郡主岂不就要 以诬告之罪 反坐入牢 这分明是一个圈套 别人都能听得出来 浩轩岂能不知 她皱起眉头 转头便想提醒浊华 却见浊华 却并不看她 电光石火间 浩轩突然就放下心来 以浊华之志 岂能轻易落入圈套 况且 就算真走到牢狱那步 她就是拼了性命 截天牢 截法场 截了天皇老子 也要把浊华给截出来 既以机长立约 不知郡主 大概需要几日 去查那证据 月姑慢慢扫了眼人群 随后笑意盈盈地问道 谁知未等浊华答话 人群中 忽有一人高声答道 不用去查 证据来了 此话一出 众人历时纷纷侧目 只见一个高鼻深目的 美艳女子 款款走来 身后跟着一个 四十多岁的嬷嬷 百姓呼啦啦自动 让出条路来 那女子行至月姑 和浊华面前 微微一笑 差时若春水微蓝 秋月无边 眼角眉梢风情无限 你是何人 月姑皱眉 边说边扫了一眼浊华 果然见她面上 并无惊讶之色 一片淡然 你问我 那女子笑了起来 十分肆意张扬 我是大齐当朝首府王 至于京郊 别院京屋藏郊的外室 不过 我还有一个身份 说不得你们会更感兴趣 说着那女子 转身拿眼睛 缓缓扫过在场的百姓 嘴角扬起一个傲慢的冷笑 我叫萧英燕 乃荣狄王室的十八公主 此话一出 顿时满场哗然 月姑目瞪口呆 随即猛然转头 去看泰安郡主 却见浊华 依然无惊无喜 淡然而立 你说自己是王相的妾室 可又说自己是荣狄的公主 真真荒谬 至极一派胡言 要么是得了失心疯 要么 便是受人指使 存心攀污 你不信 萧英燕并不生气 拽着自己的一根辫子甩了甩 反朝月姑 飞了个眼风 悄然一笑 全然不像二十几岁的年纪 到四个娇汉少女 这样太 若是在大齐 便让人觉得轻浮 可若放在戎笛 自有一股风流不羁的娇俏之态 我就猜你会不信 萧英燕边说 边伸手从袖中取出一枚 瘦山石印章 抬手视向众人 所以我趁王志 这两日去别院时 特地偷拿了她 贴身撕张出来 这贴身之物 可证明否 不过一块石头 人人都可雕得 谁知是真是假 气感拿出来 自然是不怕焰 说着萧英燕转身 又从摩摩手中 结果一落盖了 印章的小块宣纸 我来时在车上刚用着印盖了这一落 王志也算书画大家 在外给人留了不少笔墨 对比一下思张的真假 却是不难 如若是我作假 任凭处置 说吧 他抬手一扬 那落宣纸 便纷纷扬扬散了出去 如飞起一群白鸽 漫天飘舞 引得不少百姓 立时伸手去抢 人群中有人高喊 要知这思张真假 有何难的 如今那月星湖边的望月楼上 还有王相的蹄子 上面自然盖着丝印 前去一堆便知 有人喊道 城北飞来风上 弗龙四的牌匾 便是王首府所提 去那一看便知真假 何必去那么远 我知道有一人家 收着王相的字画 去那一队 岂不更是便利 一时间纷乱轰轰 气得月姑咬牙切齿 他抬眼恶狠狠地瞪了那女子一眼 萧音燕却满不在乎 笑嘻嘻地看着热闹 又转头冲着 站在一旁的卓华 挑了挑眉 随后灿然一笑 卓华却只微微攻身汗手 态度不卑不亢 又十分恭敬 见此萧音燕不由地撇了撇嘴 不是说这泰安郡主不俗吗 怎么也跟个木头似的 一步一驱没个活气 这大气的女子 真是无趣 既是王相的妾室 可知礼仪 廉耻夫为七刚 夫主如天 你怎敢如此 不知廉耻抛头露面 有为刚长 攀药夫主 月姑说这番话时 颇有几分 气急败坏 哈哈哈哈 那萧音燕 果然不是普通规格 众目睽睽之下 起唇鹿齿 大开大合 笑得个花枝乱颤 我都说了 我不是你们大气人 自然不会遵 你们那套清规戒律 更何况你难不成 没听过这样一句话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我既是荣敌皇室 又怎么会和你们 大气一条心 哦 对了 你又要问我有何为证事吗 说着萧音燕 伸手从脖上 解下一枚狼骨牌来 举臂是于众人 荣敌是 带遵从狼族 皇室众人 无论男女 自出生时 皆会用一块狼骨雕 其姓名生辰 并赴以复名 以正身份 以求相用 说着他朗生 念那骨牌上的字 萧音燕 生于荣敌天庆二十三年 荣敌克汗 萧腾光第十八女 说来我还是如今 荣敌克汗萧锦的妹子 荣敌的皇姑 萧音燕话未说完 人群中 互有个三十来岁的书生起身 大声用荣敌语冲 他说了些什么 萧音燕寻声望去 见着那人后 笑得更开心了 欢欢喜喜用荣敌语 和他对起话来 片刻后 那中年书生 朝四周左右拜了拜 随后到 在下乃四义馆的一支 擅长荣敌语 刚刚这位姑娘自证腔员 发音准确 荣敌语因为亲母语 话音刚落 又有一小另模样的人 也站起来作证 小人乃是李帆院一管的一城 那荣敌二皇子来 大气贺卿时 施主皆由小人伺候 与眼前这位姑娘 却有六七分相向 刚刚乍一见她 也着实吓了一跳 肖父拓出使大气那些时日 颇为高调 市井繁华之地 锦绣烟花之所 皆逛了个遍 又长湖棚饮伴 吃喝作乐 故而今中 不少百姓皆见过她 如此一说 人群中便有不少 复合之声 肖音叶依然笑嘻嘻地 转头望向 停在远处的那辆 轻油小车 虽看不太轻 可她知道 气力定也在看着她 她垂眸一笑 透过这大气的时空 似乎看到了当年 当年王志 理应外合除掉林家军 王志得了大气的权柄 龙敌既能除掉心腹大患 又能得辽东石城 两国自此修兵 我那皇兄为表成义 以我为智 陷于王志为浅 当日 是陆凉川 与桃水接我入大旗 至今已有八年 此话一出 又是一片哗然 浊华抬眼去看她 四目相对 电光石火 心头灵溪一点 萧音叶呼而一笑 这个大旗的小丫头 竟然懂她 原来她们 是一样的人 什么世俗礼法 什么刚长君父 虽为一介女子 可她们敢于蔑视 一切懦弱虚伪 敢于挑战这世上的 所有不平不公 萧音叶转身 蹬蹬几步 来到武门旁的灯蚊鼓下 伸手将那骨锤 拿起来颠了颠 朱唇轻扬 笑得十分桀骜不逊 今日便让我 来为你们大欺 那四万驱死的林家军 伸个冤吧 说吧 她抬手 敲响了灯蚊鼓 第九十二章 底牌 萧音叶的确是 荣迪天庆老可汗的 第十八女 不过在荣迪王室中 身份却并不那么贵重 荣迪贵祖子姨母贵 萧音叶生母 本是背负来的 北夜国女奴 故而 虽是天庆老王的老来女 又生得艳丽无双 却并不得宠爱 天庆王一死 萧胜可汗萧锦继位 按照荣迪赴死 妻妻后母的风俗 萧锦收编了萧音叶的母亲 成为她众多妻妾中 地位最低的一个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好歹母女二人 顶着王室的头衔 且尚有口饭吃 怎么也不会如那些贱民一样 挨动受恶 可坏就坏在萧音叶 无力自保 却又生得美貌无双 萧胜可汗 渐渐觉得这个妹妹 大有可用之处 于是后来竟真的好好教养 已被代价而沽 萧音叶因母落寿期 自小便养成了 刚强果敢的性子 幼年时 与荣迪贵族契家的 数子契礼相识相恋 二人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那契家家主 乃荣迪相国 未及人臣 可这契礼 却是契家数子的数子 自小便不被看中 荣迪人上午 他却急喜读书 又生得一身书眷气 故常被族中兄弟欺负 便是姐妹们也看不起他 二人生于锦绣珠门 却自小孤苦无一 于是一路互相取暖 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自然理所当然的心意相通 契礼曾许诺萧音叶 自己会百倍努力 待正德前程便请祖父契相国 去克罕那求亲 可谁知 契礼的前程还未正道 萧音燕却在16岁那年 要被送去大契和亲 人不与命争 这是他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 可萧音燕却偏偏不信命 若说有命 也是我命 有我不由天 那日夜半风高 他满怀着对未来憧憬 与契礼逃出繁荣 私奔当然没有成功 二人被抓了回来 萧锦命人当着萧音燕的面 生生拔掉了他母亲的十个指甲 那鲜血染红了萧音燕的眼睛 他咆哮挣扎 最后却皆知化作 生死历劫后的屈服求柔 他只能屈服 即使明知母亲 在自己走后 也活不了多久 气里被送回了气家 一个数子生的数孙罢了 又自小默默无闻 契相国如何会为 他去得罪国君 于是 一碗毒药 一灵草息 气家自此 再无此人 不过是承熙乱葬岗 多了句无名也是 事情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如天下 众多翘无声息 便不见了踪影的蝼蚁小名一样 谁说他二人 血统高贵 就不是蝼蚁了 一样的任人摆布 一样的命丧黄泉 萧音燕 被一架小车 悄然在向大旗 说是和亲 实为人质 内里更是不堪 不过是交易的一个天头 见不得光的玩意儿 王志 似乎很喜欢他 起码这八年来宠幸不衰 宠幸 萧音燕讥讽一笑 把他一个女人 想象成戎敌的千军万马 在他的身上 征战杀伐的宠幸吗 王志似乎在他这儿 找到了当大旗英雄的快感 刀鞭针剪下 他扬了大旗的国威 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再也不是那个 卑鄙狡诈的可怜虫 萧音燕本以为 他这一生就这样完了 在这个如坟墓一样的别院里 陪伴着一具朽烂的腐尸 即使这具腐尸 看起来还算光鲜 却抵不住 他灵魂里 散发出的阵阵恶臭 直到一日 萧音燕 那是他和气里 自小约定的暗语 气里他没有死 也不知是毒药剂量不够 还是本就命不该绝 总之当一条 翻吃死尸的野狗 一口撕下他脸上的夹肉时 巨大的疼痛 让气里清醒了过来 那毒药 虽没能毒死自己 却烧坏了他的嗓子 他脸上血肉模糊 变成了一个面貌 竟会争鸣丑陋的哑巴 可他还是活下来了 跌跌撞撞 遮遮掩掩一路寻来大旗 对气里来说 虽然失去了 气家树子的身份 失去了容貌嗓音 又沦为和狗抢时的乞丐 但只要知道 萧英燕还活着就好 卓华的人 是在王相府附近 发现气里的 当时他衣衫蓝绿 满身浓疮 一路骑逃走了 整整两年才 寻到大旗的京城 在乡府附近 一连盘循 数日似有所图 若不是卓华的人 即是发现将其带走 说不得早晚 会被乡府的人拿住 那时卓华 虽然已离开皇宫近两年 但处境依然危险 卫护郡主安全 李福来安排了几把人马 轮流盯着 王相府与皇宫的动向 一有风吹草动 立时去七峡山送信 皇义当时 已与辽东柳大将军联络上 并开始筹备东行事宜 准备以延商的身份 结交容敌高层 以备日后行事 但却苦于没有一个 熟悉容敌上层的向导 恰在此时 李福来将气里带到了他的面前 五门外百姓们跪了一地 连朱雀大街都跪满了 昆泽宫内 正等着月姑复命的王氏兄妹 本以为月姑此去几句话 将太安郡主问主 然后百姓们一散 这事就结了 可却不想 会突然冒出个萧莺宴来 王之万万没想到 她会从别院中跑出来 萧莺宴这几年一直沉默乖顺 从不出门 也不爱说话 若不是她那张绝艳的脸 和荣嫡公主的稀罕身份 她也许早就艳了 可线下想来 却猛然一惊 正是因为这荣嫡公主的身份 她这八九年来 无疑是养虎为患 她大意了 再看看旁边 一脸惊仪不定的妹子 王之不禁老脸一红 也顾不上海骚 只得慌忙老实交代了过往 王太后听后 险些没被气死 小心翼翼这许多年 哥哥敬畏了一个女人 留下这么大的把柄 什么大意了 分明是色令之婚 可那到底是她哥哥 王太后看着她 只能抢咬着牙关 把几欲喷勃出口的怨怒 咽了回去 事已至此还能如何 快叫周禄带上人 把那个荣嫡女人 红也好骗也好 马上给我带到后宫来 然而却已然来不及了 当新任的太监总管 周禄激活活赶到五门外时 萧英燕早已三言两语 自证了身份 然后抬手敲响了五门外的灯文鼓 关崖外灯文鼓响 官员必须升堂 五门外灯文鼓响 皇帝必须上朝 闹成这个样子 太和殿上正在早朝的君臣 岂能不知 经其正轻易提醒 将敲鼓之人带上殿来问话 而被一起请上大殿的 还有太安郡主和本应在家 思过偶尔到昆泽宫 探望太后的王首府 朝堂之上 萧英燕又自证了一遍身份 并和红禄寺少卿对答一番 说的多是荣嫡皇室的礼仪习俗 最后 虽没明确认下萧英燕的身份 但殿上重臣皆以心知肚明 可王志却是坚决不认 只说这女子是陆梁川卫 讨好她献上的寿马 什么荣嫡公主 却颇有些男员其说 萧英燕一看便不是中原人的相貌 就算下属为了八姐讨好送个女人 可堂堂异国之相 竟连这点警惕都无 也着实说不过去 齐正清一派 却罕见的没有揪着此事不一放 耿梁忠等人 只是一脸中肯地表示 皇上圣明 自有功断 如今不如听听 太安郡主如何说 毕竟为父母申冤 郡主算是此事的苦主 历史 大殿上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太安郡主 浊华心中不禁微微一笑 齐党 这是要试探她的底牌 一个身份不明的戎笛女人 作用可大可小 若想扳倒王志 却是不够 只要戎笛闭口不提 王志咬死不认 即使任正 再次也可用一句 不知便打发了 除非 他手中还有底牌 另一个能力是陷王 置于死地的大把柄 对 齐正清就是想引他当朝 抛出这个 在上阵与王党针锋相对 如此便是郑国公主遗孤 与王党的官司 他只需一旁煽风点火 此事若成 便自然皆大欢喜 他坐收余力 此事若败 他泰安 是名声扫地 还是诬告入狱 皆与他无关 真是打得一手的好算盘 可惜 他手中并没有什么 王志的大把柄 卓华缓缓跪于殿上 垂头轻轻 说了一句 全凭皇上做主 齐正清猛然 皱起眉头 王志在一旁笑了起来 龙椅上的浩元 看着卓华满面忧愤的 以着规矩三败九扣后 退出了太和大殿 心中颇不是滋味 按理说 此时已有人正 正应向浊华所说 那样彻查平成之意 并将王志收监待审 可浩元却是不能 那是他的亲舅舅 他却是存了私心 若说以前他为亲政时 只觉得太后跋扈 王志只手遮天 可如今太后 已然还正 王志又在家闭门思过 自己亲政以来 处理政务颇绝得心应手 对母后 和舅舅的怨队 便没以前那么深 亲情法占了上风 况且 他所倚众的旗相等人 似乎也是理解他 这份私心的 否则 为何此事已经爆出 旗相一派 却并未像之前 那般嘟嘟逼人 可见是为了护着帝王 颜面皇家亲情 既然旗相如此默许 他心中自视领情 只是 委屈华妹妹 若其正卿知道 自己这番欲情故纵 只为套出 泰安郡主底牌的把戏 却被皇帝理解为 默许纵容 且因此包庇起自家舅舅 更加有恃无恐 估计会被弃得 当场吐血 当天 此事 似乎就如此不了了之 齐正卿等人 沉默不语 浩元乾坤独断 命王志 继续回府 闭门思过 那么个萧英燕 不知是真是假 命四驿管的人 这两日便遣返回国 至于泰安郡主 无非是安抚一番 却是避重就卿 丝毫不提当年 平成之意 浩元的这一番 作为完全在浊华的意料之中 却仍让他感到莫名的心寒 他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第九十三章 失控 当浊华走出五门时 跪在门外的百姓 立时欢呼起来 这一个多时辰的等待 让所有人都担忧不已 最高兴的 当然是秦浩轩 他当即站起身来 大步迎了上去 阳光下那明晃晃的笑容 让浊华一下子花了眼 分了神 心也跳得厉害起来 浩轩几步上前 一把牵住了他的手 众目睽睽之下 莫说是未婚夫妻 就是老夫老妻 也不会如此梦了 浊华的脸疼得红了 快放手 他语气十分不善 都看着呢 我 我就是太过担心 一见你回来 高兴得忘了行 浩轩倒是听话 赶紧松开手 可心里却痒痒的不行 浊华虽然娇称 但似乎并未动气 也似乎并不讨厌 他牵他的手 浩轩立时如喝了杯蜂蜜水似的 心中无一处不甜蜜欲贴 虽样样放开那只柔仪 却十分不舍 那柔软的触感 瞬间又勾起了前两日的回忆 他忍不住一边看着灼祸 一边抬起仍流鱼箱的手轻轻 摸了摸嘴唇 轰 血瞬时 全都涌到了浊华的脸上 几乎要透过面皮滴出来 他毫无威慑力地瞪了浩轩一眼 然后匆匆迈步向前就走 浩轩的脸也污渍一红 赶忙颠颠地跟了上去 好在不过是十分隐秘的小动作 又离人群甚远 倒没被人笑话了去 否则浊华真是要被呕死 二人正闹着呢 胡听人群中喧哗起来 有人高喊一声 那不是王首府吗 随后众人接伸紧仰手 看向五门 浊华缓缓转过身去 正对上王志 那双阴至尖刻的眼睛 目光锁处 刀光剑影 王志眼底引着一片 乌沉沉的催沉阴霾 让人感到万分的压迫 一旁的浩轩皱起了眉头 转眼去看浊华 却见他不卑不亢 不避不躲 目光一片清明 当着满地的百姓 和一个小姑娘 打没眼官司 到底是掉了身份 可巧此事 王志的官教被抬了过来 教夫仆役恭恭敬敬 分裂两侧垂手攻身 派头做得十足 王志甩了甩袍袖 弯腰上轿 扬长而去 徒留下身后百姓一片唏嘘 百姓们心智淳朴 想得也简单 见太安郡主平安出来 未被朝廷以诬告罪 反作投欲 便皆欣喜不已 以为皇上同意彻查 平成之意的冤情 既如此 那王志县下 自然已被投入狱中 收奸待审 可谁知 太安郡主前脚刚出五门 转眼便见王志后脚跟着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朝廷到底是彻查 还是不彻查 太安郡主与此事 究竟是诬告 还是申冤 王向此前种种 最终是通敌 还是被诬陷 一切皆无定论 难不成又变成一笔糊涂账 我们可 明不可切 便是朝廷有意遮掩 也要看看这天下的百姓 可愿意就此任了 那战死的亡魂 烈士的遗孤 可会不再追究 浊华心中长叹一声 他感到悲哀 为他父母 为那四万亡魂 朝廷说 王向通敌叛国证据不足 陷害林家军之事 更是无凭无正 浊华转身环顾人群 满眼激愤 可在此 太安却是要说 王向通敌已有人证 此前太安与宫中女官机长相约 如有王向通敌证据 只求天节一律将其收监待审 朝廷彻查平成之一冤情 如若我为诬告 泰安自愿已身入狱 丹那诬告之罪 可如今 罪证已有 朝廷既不将嫌犯下狱 也不定泰安诬告之罪 只说证据不足 欲草草了事 泰安一介女子 力薄言轻 难不成还要丹那刑部 和大理寺的职责 去一一查证王制之罪 如此 那还要朝廷作甚 还要律法作甚 还要这满朝的官员作甚 浊华此话一出 人群中立石炸开了锅 百姓无不群情激愤 有人高喊 这朝廷难不成 真要让一个女子去查案 都已有人证 为何不兼压待审 又有人说 若让泰安郡主去查案找证据 那还要刑部干嘛 那群官老爷 是吃白饭的不成 更有那大胆之人 一语道破 既有人证 朝廷为何不彻查 难不成 因是皇亲国妻 便想包庇 众人正乱哄哄闹作一团 忽悠听有人高声问道 那个荣笛女人呢 她可是关键人证 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话音未落 便听五门那儿 传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随后有人高声道 放心 我跑不了 来人正是萧英雁 你们大齐的皇帝 要让四驿馆的人 送我回荣笛 可我却怕 一离了京城 便被有心人给暗害了去 还是待在这里好 人多眼亮 我也安全 说着 萧英雁来到浊华跟前 先笑着抬眼看了看人群 随后对她道 我既替你们林家军敲了灯文骨 不如再做做好事 陪你一起跪请深渊如何 不过 你却要护我周全 万不能让王志的人 将我拿了去 你放心 我们都会护你周全 为等浊华答话 四周的百姓 抢先应道 林家军的冤情 却要由一个容敌人来抱不平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萧英雁的到来 四热由里 溅了一滴水 历时诈得民怨沸腾 浊华垂眸 微微汗手 恭敬由里 随后转身面向五门 端端正正重新跪下 她要打一场硬仗 秦浩轩也重新端端正正 跪到了浊华身旁 转头冲她灿然一笑 似乎在说 不 应该是我们要打一场硬仗 萧英雁亦跪在其后 呼啦啦 百姓们紧跟着重新跪于五门之外 献人正义有 陈女灵士卓华 恳请朝廷主持公道 王志收监待审 彻查平成之意 卓华话音刚落 浩轩一拱手高声道 陈琴浩轩 恳请朝廷主持公道 王志收监待审 彻查平成之意 荣迪皇室十八女萧英雁 愿为人正 请大齐朝廷 彻查平成之意 太学生刘文霄 恳请朝廷主持公道 王志收监待审 彻查平成之意 国子建赵志坚 恳请朝廷主持公道 草民于宁 恳请朝廷 小民前秦 恳请 一时间 五门外向朝廷请愿之声 直冲云霄 当其少风掀开车帘 远远看向人群中的太安郡主时 毫无意外地 也看到了跪在他身边的 晋王府二公子秦浩轩 其少风皱了皱眉头 本能低级不惜此人 或许因为他脸上的那道怪疤 更可能是因为 他与太安郡主之间的那股 若有肆无的默契 又或许是错觉 他总觉得 这个晴儿公子 有几分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太和殿上 太安郡主一句 全凭皇上做主 着实让少风大为意外 他一直和祖父 想的一样 太安郡主手中 应该握着一个杀手锏 一份能力 实质王志于死地的证据 比荣笛公主更直接 更具杀伤力 他相信 太安郡主只是要一个机会 一个在满朝文武面前 亲自揭开这个大杀气的机会 可今日早朝之上 太安郡主却告诉他 他和他祖父都想错了 并没有什么杀手锏 萧英燕便是他最后的底牌 祖父和他揭持了一惊 猝不及防地被反将了义军 祖父的错愕和尴尬 他隔着满殿的文武大臣 都能感受得到 看着他那颓然若失的灰败脸色 齐少风心中 竟然极不厚道地想笑 还有太安郡主 他当时偷看他来着 竟也发现 他嘴角扬了魔浅笑 不过转瞬即逝 他们果然是同一类人 那么 太安郡主的下一步棋 又要如何去走呢 若是他 只怕此事终将形成一步死棋 再闹下去 必然天下民怨沸腾 为凭民心朝廷 最终将王志收监入狱 可那又如何 太安郡主 今日已然当朝表示 再无证据 没有铁证能治王志死地 终不过是关上两日 待民怨平复 便把他放出来 可到那时候 太安郡主的处境就艰难了 百姓是最健忘 届时名愤已平 太安郡主孤掌难鸣 一个弄不好 便陷于诬告反作之罪 他真没想到吗 祖父让他去皇上那儿 再烧上一把火 说示住太安郡主一臂之力 可如此 到底是帮了他 还是害了他 齐少峰望着人群中 那个娇小的人影 久久不能挪开目光 只觉心头一热 却又有难言的酸楚 若此时和他并肩而战的 是他呢 与他同进同退 不在乎胜败得失 只陪在他的身边 他突然嫉妒起这个秦号宣来 为何他可以不计得失 陪他进退 那样全心全意的信任 既如此 那他便也信他一回 皇上那把火 他既是替祖父烧的 也是帮他烧的 戎狄的十八公主萧英燕 被王制饲养别院八年 并亲自作证王制通敌 替林家军四万战死的将士 敲响了五门外的灯纹骨 此事一出 石破惊天 可朝廷的态度 此刻却暧昧不明起来 既以证据不足 拒了泰安郡主的深渊 却也不盼他是诬告 朝廷如此 百姓们却是不干了 先是京中百姓倾城而动 随后附近府县百姓 大量涌入京城 前来深渊泰安郡主 事到后来 已发展到外地周府百姓 纷纷进京深渊 那不能离乡进京的 则是自发写了万民请愿书 上奏朝廷 以期彻查平成之意 便是不会写字的 也咬破手指 以血印之 自此 群情激愤民怨沸腾 民间义愤之声 一浪高过一浪 大有失控之态 朝廷这边 却一直是静悄悄的 直到宗室众人 在沁王爷的带领下 也加入了深渊请愿的 队伍中来 沁王府 沁王妃面带忧色地 看着沁老王爷 半上方才说道 王爷真要按那丫头 所说的去做 可有几分把握 沁王爷看着手中的信 沉吟半上 却是摇了摇头 我竟看不出一分把握来 那王爷还要让那丫头胡闹 那丫头说的直白 她不过是 要为父母报仇 事成 皆大欢喜 王室禁除 秦家江山稳固 事败祸首是她 她一力承担 众人不过受她蛊惑 法不择重 自然也不会有事 你们这些大男人 竟要一个小姑娘 一力承担 诶 如何你也这般意气用事 线下的形势 你还不知吗 虽太后还政 王志闭门思过 可朝中王党遍布 皇上政令不通 若不彻底铲除王党 这大旗的江山 早晚要一逐改姓 况且便不说这些 只说当年之事 王党之心 也太过阴毒 郑国乃建元皇帝 唯一嫡女 却被王室一党暗害 此冤若不昭雪 建元皇帝在天之灵 如何明目 你我又如何对得起 大旗的列祖列宗 这孩子 如今既有这个心思 且已建在弦上 不如就帮他一把 成 便能告慰先帝之灵 为郑国为那 数万将士的英灵昭雪 拜 我自会去吉利宝家那丫头 顺平6月18 庆王帅宗室子弟 贵库于武门外 请求朝廷彻查平成之意 将嫌犯王治收监入狱 届时 请愿百姓以聚上万之众 京中商贩停逝 各书院罢客 市井百姓 接涌到武门外 为林家军请命 最终 齐正清一派的加入 成为压垮王治的 最后一根稻草 第94章 暗战 太安郡主在武门外一跪 98天 这八天里 他跪来荣笛公主 跪来了上万的百姓 跪来了各地雪片一般的万民婊 跪来了大齐上下 一起声讨王室 线下又跪来了宗室 和朝中老臣们的声援 至于齐正清一派 最后也跪于武门外 凑热闹之事 王太后倒毫不意外 这个热闹 齐正清线下才来凑 还真是有些晚了 如今 王治通敌陷害林家军一事 已闹上云霄 莫说整个大旗 就连藩邦邻国 也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当事国荣笛 倒还是静悄悄的 听说那荣笛大皇子 与二皇子的夺嫡之争 已闹到不死不休的境地 王太后日常起居的东沛殿内 此时还未传武善 跪了一地的公额太监 个个静若寒蝉 以头触地 生怕出了太后娘娘的眉头 一个粉彩 双龙细珠的小碗 碎裂在地上 奶白色的养生汤 正从破碎的瓷片中 肆意流淌 金珠慌忙跪爬上前去收拾 锋利的瓷片 梳得划破了手指 鲜血顿时阴红了半个手掌 没用的东西 王太后看着心烦 一脚踢在了金珠的肩头 金珠身子一歪 半面衣衫 便被地上的汤水脏污 她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只双手捧着瓷片 就地垂头 躬身西行退了下去 乱臣贼子 都是乱臣贼子 个个都在逼哀家 以为逼死哀家 便随了他们的心意 做梦 王太后暴怒之下 挥手又将抗击上的鸣碗 弹河连带着插着 十仙杏花的美人姑 一起扫到地上 此时 无人再敢来上前收拾 工人们接脸吸饼气 谁也不敢上赶着来找死 好在月姑适时地走进殿来 手中拖着一个鸟鸟声烟的香炉 历时一股甜香飘逸 让人不由的心中清爽平静下来 王太后微眯着眼睛 深吸一口气 似乎对这香味十分嗜好 人也历时似松快了不少 面上不负刚刚暴怒之色 反添了几分甜禁 月姑将那香炉轻轻放到炕机上 转身冲着跪地的工人们 使了个眼色 立即有人上前收拾狼藉 随后众人翘无声息地迅速退下 那丫头还在闹腾 这话 王太后不过是随口一问 因为答案再明显不过 果然 就听一旁月姑回道 闹得很凶 愚民无知 皆被蛊惑 线下月姑微微一顿 说 是 线下我们外跪着的百姓中 有不少这两日已开始不遵宵敬 一直跪到深夜 这着实可怕 铭心难测 此时有群情激愤 如此深夜聚在宫外 一个弄不好 够了 王太后猛然一拍桌子 月姑赶忙躬身捶手住了嘴 难不成要逼着哀家 调来南领大营 进京秦王护驾 娘娘万万不可 听得此话 月姑吃了一惊 忙斟酌道 虽刁民可恶 可毕竟都是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调来军队 无疑牛刀杀鸡 激起冥变 期间若再被有心人煽风点火 逼名激变 那便是娘娘不辞 岂不正中了他们的诡计 王太后也不过是气得一时口不择言 心中自然明白 只得重重一叹 看向月姑问道 太安那丫头 还有那帮宗室老臣们 也有晚上继续跪的 月姑心知太后此话何意 忙低声回道 皆无 太安郡主天一黑便去城中 一处小院住下 奴婢打听过 那原是镇国公主的产业 且防备的慎言 至于宗室老臣们也都是一带到天黑就都回去了 竟也挑不出什么错来 况且 皇上已经下令让五成兵马司派人来押阵 倒还没有人真敢自食 若想借机去给什么人些教训 百姓们人多眼杂 说不得还未出手 就被人识破擒住 月姑话音未落 王太后便横眉立幕 猛然又一拍抗击 震得那几上的香炉蹦了一蹦 虽有月姑秘制的安神香 刚刚帮她平顺了干火 可此时心火又斥 压也压不下来 王太后只觉五脏烧灼 胸口闷堵 喘息不畅 不由得伸手揪住了自己胸前的衣服 月姑一见害了一跳 赶忙上前去给王太后顺气 娘娘 娘娘莫要生气 月姑急道 这若是气坏了身子 可如何是好 月儿月用全部的瘦数来换娘娘 日日顺一万十岁星 月姑急得眼泪都蹦了出来 慌得连自称都变了 替王太后前心后背揉顺了几下 这才想起来要叫太医 于是赶忙又慌里慌张地跑出去吩咐 见他这样 王太后反而缓过了这口气 心中不禁十分感动 这后宫尔虞我诈 人情冷漠 身在高位便众心捧月 一招失势就众盘清离 奴言必须之人尽有 真心相待的却没有几个 他这一辈子想尽荣华 看遍珍宝 却唯独人心难求 真心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 月姑对他的这份真心 忠心便显得格外可贵 想到这儿 王太后伸手去拉月姑 陈生说道 哀家知道 你最是忠心 你虽不是哀家从王家带来的 但却是自哀家进宫 便最早跟随的 一路忠心耿耿 尽心竭力 反而从王家带来的那几个 病的病 嫁的嫁 还有娜 说着 他冷笑一声 欲攀高枝的 竟都不如你忠心 也不如你得力 娘娘 月姑听得此话 瞬间就红了眼眶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娘娘厚爱 奴婢万死不足以报其一 此次泰安郡主一事 原是奴婢办事不力 未能将其劝回 有父娘娘信任 以致此事 尽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让娘娘忧心劳神 月儿该死 说着月姑无地自容 以头触地 哭得个气不成声 诶 你呀 就是心思太重 说着 王太后将月姑从地上拽了起来 心中愈发感动垂帘 这事是泰安要闹 与你何干 那萧英燕 连我都不知道 哥哥在别院中养了这么个人 更别说你了 你呀 这事件我气得差点谈谜 又是惊吓又自责 于是就把什么坏事 都一股奶的全揽在身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还能不知道你吗 娘娘 月姑趴在王太后的膝头 又落下泪来 可心里却狠狠松了口气 当众斥责太安郡主 以晚鸣心这一招是她的主意 也是她主动请英 聚武门外 与太安郡主对峙 可差事却半砸了 且不说这其中原因如何 若太后真要怪罪下来 此事就不可能善了 好在她熟知太后的性子 向来多疑 待人严苛 以致身边竟留不下人来 而又正因如此 她便格外在乎忠心 甚至为了这份忠心 可以是非不分 赏罚不明 所以 她必须用尽全力地 表现她的忠心 果然 这也是 她能熬走王太后 身边四个陪嫁丫鬟 最终成为昆泽宫 第一掌饰姑姑的原因 那娘娘您看 现如今该如何应对 哼 应对 我若真当个事 去应对 岂不是给这帮刁民 和太安脸面了 就让他们闹去 只管闹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闹到哪一天 能闹到什么地步 我是太后 大气最尊贵的女人 我哥哥未及人臣 是皇帝的舅舅 岳父 不管是王室还是我哥哥 只不承认便是 谁还敢强按着我们的头去认 就凭一个小丫头 一群愚民 几个宗室老臣 便想搬动我王家 笑话一样 您当然可以默不作声 玉书内 齐少风正贵在龙叔案前拱手奏道 太后和王相 自然也大可以敌死不去承认 可陛下 有一句话却说得好 民心不可欺 公道自在人心 若如此 陛下可曾想过 百姓会如何想朝廷 又会如何想陛下 在陛下千秋万代之后 史书公笔会如何记载此事 又会如何评价陛下 陛下哪一代名卷 当真要为这事 毁了后世的评说 太后和王相 可以敌死不认 可是您 真的决定沉默不语吗 齐少风明显看到 浩元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虽上有犹豫 却已然是被说动了 他垂下眼帘 让人看不清眼底的情绪 说出的话端是 主忧陈牢 赤胆忠心 臣知陛下人孝宽厚 不忍太后经忧 亦不忍王相受牢狱之苦 其实陛下大可宽心 王相这牢狱之苦 不过是暂时几日 做做样子 此话怎讲 陛下可还记得 当时太和殿上 太安郡主声称 除了仁政 并无其他王相通敌之正 若如此 臣以为便是将王相收监待审 最后也不过是查查几日 无证而是 如此名分可评 王相也正了清白 反倒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浩元此时方才松了眉头 微露笑意 抬手道 其爱清末总跪着 平身 来啊 给其边修看座 一旁的赵敦芒搬来了袖堆 置于龙书暗下 齐少风谢了恩 起身撩袍而坐 浩元叹道 这事儿闹得镇静两日 寝食难安 太后更是因此事 惊忧愤闷 已然病倒 今日刚传了太医 晌午我去请安探看 太后只哭不语 午膳敬也未用 太医说是郁节于心 甘气不顺 但此症可大可小 若甘气总如此郁节不平 难免要熬出大症喉来 便是王相 听说也是病了 日日汤药不断 朕现在是焦头烂额 事情却偏偏越闹越大 华妹妹心中有苦 朕不怪她 可亲王和齐相 怎么竟也不能体振之难 连他们都 说到此处 浩元一顿 忍不住重重叹了口气 齐少风一听 慌忙起身拱手道 陛下荣臣多言几句 为自家两位老人分辨一二 浩元这才想起 庆王爷的孙女永平郡王 已许给了齐少风 两家六里都走了大半 面上便不禁善善的有些尴尬 毕竟是说到了 人家孙子孙婿跟前了 齐少风只作味觉 继续道 陛下可知 前些日子 江南来了一份奏报 称阴道春寒之灾 引得江南各地明星浮动 其中便有个叫吕天霸的人 自称黄龙将士顺应天命 在吴帝一带 竟聚集了一股流匪揭竿造反 行那大逆不道之事 哦 竟有这等事 浩元皱起眉头颇为意外 又因士官设计安稳 不由得心骄 齐少风看着他 面上并无多少起伏 陛下不知这份奏折也不奇怪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通政司上报朝廷 而是直接送到了王相府邸 陛下自然也未能批阅 王相先是抄露一份 送进宫中太后处 兵部当即便发下公文 调集了月下营近一万的兵力 将江南那股流寇悉数剿灭 什么 浩元大惊 额上顺势见了汗 调兵遣将如此大事 他竟丝毫未听闻风声 且不说这政令所行 不必经他竟也畅通无阻 他这个皇帝简直是个摆设 下面以王相为首 竟还另有一套班子一套体系 可独立运作 且如此有条不紊 只说这军队调遣 竟敢不报于他 而他连风声也未闻半点 兵者 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若王治调的这兵 是进京来的呢 浩元猛然觉得 一股寒气 自后背直窜头顶 他不敢往下再想 齐少峰见浩元陡然脸色大变 便知道 他是听进心里去了 于是 面上不动声色 只继续诱导 陛下不必担心 此事最后解决得甚好 不过是数百流寇 被月下营票期将军刘凯帅 一万人虚余 便彻底平定了 臣只是想说 陛下如今轻政 情于政务 爱名如子 只是陛下不觉得 通政司上报来的折子 接下些鸡毛蒜皮的市井小事吗 工墙修缮 城门防卫 市井斗殴 各地祥瑞 可那些真正的国家 要是何去了 就如此次江南流寇之事 又有前几日闽地水患 户部拨下十万两白银 不过皆被王相劫于府邸 亲力亲为罢了 今年二月春为时 义书生不过在考卷中 大谈陛下轻政 谁知出了考场不几日 便暴毙而亡 祖父和庆王爷 这两日的一番作为 其实只为措措王相等人的锐气 他二人是担心呀 若王氏等人 一直如此把持朝政 陛下的轻政 不过是有名无实 这番话 终于让浩元彻底警醒起来 这两日太后还政 王志思过 他轻政之处意气风发 可却到底大意了 回想不过纸约于前 也是在这御书房内 原太监总管高福胜之死 在回过神时 浩元已然大汗淋漓 当日晚膳时分 秦浩元前去昆泽宫请安 亲陪太后用膳 一直盘缓至二更天 方才离去 第二日 圣旨下 首府王志因一设通敌一案 暂时收押于刑部大牢 查证待审 第九十五章 截杀 王志被收监待审 请愿百姓们 无论京中的 还是京外的 接一片欢腾 众人只等着朝廷彻查王志 通敌一案 为平成之意战死的将士们招雪 萧音燕作为重要人证 又极有可能是荣敌皇族 庆王爷当朝请命 将其接入庆王府好生看顾 直至此案审结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只有齐少峰心中明白 这一切 不过皆是表象 出了东圣城门 秦浩轩骑在马上 美滋滋地护送浊华回七霞山 今日一早 皇上变下了收押王志入狱的圣旨 百姓们接个字散去 浊华自然也要离开京城 他身为浊华 已聘未婚的夫君 理所当然要一路护送 此刻随行在诸轮马车一侧 时不时的侧目看上一眼 只恨自己 不能和浊华同车 身后的包大海和喜宝 见他这副模样 心中自然明白 忍不住相互几眉弄眼 暗暗调笑 而随行在车架另一侧的黄雨晗 却犹如一片快要下雨的乌云 满面阴沉 跟在他身后的三姑和敏玉只觉得 他似随时会电闪雷鸣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抬手 划出一道闪电批死 马车那边的奏号轩 六人心思各异 但皆十分警觉 各个打起精神戒备 将马车团团护在中间 行至十里停处 忽见有人拦路 浩轩 雨晗 立时打马上前 赶车的老黑 勒住了缰绳 郡主 有人拦路 我看着 像是那个齐家小子 上次带着妹妹 也是等在这里 老黑眼力不错 来人果然是齐少峰 齐少峰一人单骑在此处 已厚了多时 此时全然不管那个黑脸侍卫的 满眼警惕 也不管对面秦浩轩的满脸不善 下马长衣道 在下齐少峰有要事与郡主相商 请郡主刺面相见 浩轩只觉得 这小白脸颇像支嗡嗡叫的蜜蜂 总围着着华转个不停 只是他却不知 黄雨晗恰好也是如此想他的 老黑跳下车来牵马 车内着华缓缓掀起了帘子 差时 风来送的芙蓉香 芙蓉却不急着美人妆 少峰只觉满眼光滑 心中一致 人便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不过就此一个愣神 护在马车四周围的众人 突然枪郎郎 一骑亮出了兵器 六把刀剑陡然出鞘 杀气凌凌 寒光四射 与此同时 车内的泰安郡主 不知何时抬手举起一面精巧的小弩 闪着荧光的剑尖 正对着他的面门 齐少峰大惊 激凌凌一个冷战 犹如当头棒喝 脑子顿时炸开 只觉得 这其中必有个天大的误会 郑带开口解释 不想泰安郡主手中的小弩 却等不得他 迎剑破空而出 说时迟 那识快 齐少峰眼睁睁看着那剑 直奔自己的面门而来 却避无可避 不由地双眼一闭 心中大叫 完了 可是 玉器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身后反而传来一声惨叫 齐少峰猛一转头 正见一蒙面的黑衣人眉心重见 死尸栽倒在地 差时间 周围天地风云变色 不知从哪凸地窜出十数条蒙面大汉 手持兵器 杀气腾腾 立即与浩轩宇涵等人混战一处 兵器相接刀光剑影 金歌之声让人惊心胆战 车上的卓华 冲着齐少峰大喊一句 快上车 齐少峰这才反应过来 历史爆头冒着血雨腥风 向马车奔来 此时老黑早已抡起鞭子 一手拉马 一手挥鞭 左突右击 赶开前来刺袭的杀手 见齐少峰奔来 也顾不得骑他 长边一甩 拦腰将他卷住 用力一带 他便飞坐上了马车 卓华见他上车 忙伸手去拉 又回身一拍车上机关 只听啪哒一声 陡然降下一块木板 将车门牢牢堵死 如此 车厢内四面闭合 自成一方天地 可是 如若外面众人战败 他二人也无疑就此成了 瘟中之鳖 齐少峰虽然上的车来 却惊魂未定 又极担心外面的战况 忍不住小心翼翼 将车窗打开条窄缝 向外看去 却不想 正看见对面秦浩轩 如杀神一般 手起刀落一剑 斩下敌人的胳膊 那条断肢 随着喷涌的鲜血 陡然飞起 砰地砸到齐少峰 偷看的车窗之上 吓得他向后一缩 赶忙关紧车窗 又插上了插销 你不必太过担心 这马车 是用辽东产的铁花木所制 坚硬无比 普通刀剑 却是不能损他分毫 卓华边说 边倒了杯茶 放到齐少峰面前 少峰这才发现 这车内的结 也够精巧无比 面前一张小几 似乎是从车壁伸出来的 一可折叠回去 挤上英式装着瓷石 特制的茶杯放在上面 即使马车 再颠簸 竟也吻撕不动 再抬头 去看太安郡主 只见他面上波澜不惊 一派淡然 齐少峰不禁为自己 刚刚惊惧之状 感到十分难为情 面上一红 善善地开口道 郡主处遍不惊 临危不惧 实在是女中豪杰 卓华看着他笑道 楚遍不惊 临危不惧 都不敢当 不过是惊得多罢了 一句话轻描淡写 却倒进了这几年的艰辛凶险 齐少峰心中狠狠一紧 他不过才刚急急 比他妹莫少堂 还小上一岁 郡主不怕 大概是卓华的淡然所感染 齐少峰也安下神来 怕呀 卓华笑着看向少峰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可怕有何用 不如做好自己能力所及之事 不给外面的人添乱 才是要紧 若真的成了问中之想 那也是实也命也 最后一句浊华说的 调侃之意甚浓 仿佛是在有意吓唬他 又似在故意调笑于他 齐少峰一抬头 正对上泰安郡主 那闪着几分脚狭的目光 桃花粉面上笑意盈盈 却透着几分娇俏顽皮 齐少峰的脸 轰得红到了耳根 他知道 泰安郡主这是见他害怕 有意逗他 可这样的泰安郡主 他从未见过 也无从想象 郡主通透 封乃一介俗人 让郡主见笑了 说这话时 他的心仿佛要飞出去了 卓华笑了笑 并没有接他的客套之语 转而说道 齐边修大概也能猜到 这群刺客所为何来 今日实在不是个 会面一世的好日子 他们所要议的 和齐边修想要商议的 恐怕是一回事 封也实没料到 会遇此大劫 早知如此 封定会召集人手 亲自护送郡主回去 齐少峰说到此处 忍不住脸上又是一红 盲垂下双眸 不敢再看面前的 太安郡主 今日却是他大意了 没料到此行竟会遇险 皇上的圣旨 不过才宣了一个时辰 太安郡主 也不过是刚刚出城 王党竟就已然派出 杀手半路结席 可见此事早有预谋 他自小常于太平锦绣之乡 虽也熟知阴谋暗算之道 却到底没有亲身经历 不过皆是指上谈兵 而太安郡主 从小便与虎狼为伴 长于威强之下 对威险几乎有着 天然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力 卓华看着眼前 这位炭花狼 自上的车来一杯茶还没喝完 脸就接连红了几次 倒向着极爱害羞的大姑娘 心中忍不住享乐 却又怕他会更加不好意思 于是盲强忍下去 忽听齐少风又继续说道 郡主聪慧 对风此行目的自然了然于心 陷下王之辈下旨 收押于刑部大牢 虽看似有利郡主 可实则极为凶险 只一位仁正 若王党坚决抵赖 或仁正半途丧命 风只怕郡主不光此前种种 皆前功尽弃 日后更会引火烧身 只说 王党若坚持诬告反作这一条 就大大不利于郡主 故 风左思右想 实在放心不下 这才在此等候郡主 以共谋良策 齐鞭修为泰安废心谋划 所虑甚多 泰安敏感五妹 尤其这几日 齐相与齐鞭修所尽心力 泰安亦都看在眼里 且感激不尽 话说至此 点到为止 卓华垂谋端起茶杯 轻磋一口 便不欲就此多谈 齐绍峰此来目的 试探也好 关心也罢 他却都不是能与之相谋的人 他与他注定立场不同 以后不知会不会为敌 但却一定不会为由 见泰安郡主如此树立防备 齐绍峰不禁心中苦笑 他却无试探之心 不过是怕他吃亏 可是他却是不幸 待他再想开口 不想卓华却忽然伸手制止 随后闭目侧耳 片刻后睁眼一笑 道 来了 绍峰不明就里 何来 援兵 既料到王党会狗急跳墙 卓华又怎能不防 自王志收监的旨意 于武门外宣召起 三姑便立时飞鸽传书山上 可扶峰小五等人 便是即刻整装下山接应 也要各把时辰 于是 卓华等人于城中盘缓几许 方才出城 待遇刺客 三姑先向空中发了一枚球员响剑 六人皆是高手 刺客虽多 可应对起来并不吃力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援军便到了 绍峰此时方才听得 车外马蹄声滚滚如雷 似有上百匹战马奔腾而来 不由得心中大定 再说 外面正与浩轩宇涵等人 缠斗一处的黑衣刺客 本就已被杀得七零八落 此时忽见远处急迟 而来上百名武士 接骑高头大马 巨四身手不凡 便知不好 立时转身向回奔逃 雨晗 三姑等人倒还好说 皆知穷寇莫追 护好郡主才是要紧 可秦浩轩见此却心中一动 眼珠一转 立时眉开眼笑记上心来 随即脚尖一点 飞身便向一名刺客追去 那被追的刺客 见援冰赶到 原本就无心恋战 虚晃一招 转身逃得飞快 可谁知 身后竟突然冒出一个追兵 且别人不顾 只冲他一人而来 这刺客又惊又气 却也无法 只得跑了两步便被迫转身 与那追兵缠斗一处 几下交手 刺客不禁心中一沉 只喊要玩 这追兵武功极高 身形极快 自己绝无胜算 可正当他满头大汉 欲寻击逃脱之时 却忽见那追兵 竟慢条斯理地冲他 露出个好大的破绽 刺客虽不敢置信 手上却没有怠慢 鬼头刀一挥 直奔浩轩左臂砍去 说时迟 那时快 浩轩一个闪身 干净利落地躲开那刀 却于微不可查之时 将左臂向前微微送了半毫 只见刀光一闪 红影蹦现 那左臂立刻如愿以偿地 见了鲜血 浩轩满意地点了点头 抬手一剑 送那完成使命的刺客上了路 那倒霉的刺客 到死都还纳闷 自己这一刀 到底如何精妙 为何能让被砍制人乐成那样 当浊华看到浩轩 捂着条流泻不止的胳膊走来时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也顾不得和刚跳下车的齐绍峰告辞 忙与三姑将浩轩搀扶上车 随后一声令下 人马起乘 烟尘滚滚 浩浩荡荡地护送着浊华的马车 向七峡山而去 吐留下齐绍峰 孤零零呆立在原地 浩轩透过车窗 看着齐绍峰 站在夏日刺眼的阳光下 略显孤寂的身影 忍不住得意一笑 刚才见着小白脸上了车 他便已然觉得不爽 凭什么 他能和浊华独处一事 现在好了 终于轮到了自己 可以紧挨着浊华坐到他身边 还可以由浊华亲手 为他包扎伤口 想到这里 浩轩脸上便不自觉地带了香 那得意的笑挂在嘴角 怎么也掩不住 谁知一回头 却正见浊华也在看他 二公子好生会受伤 岂可没有大碍 又能做出血流如柱之状 只是你若在故意点穴放血 只怕一会儿就要血哭而死了 一旁的三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浩轩的脸 顿时轰地烧成了一个火球 第96章 毒杀 浩轩胳膊上的伤并无大碍 若不是他点着血海穴 说不得血都流不了几滴 气得浊华胡乱给他包扎几下 便要赶他下车 可谁知这次没脸没皮的 直说自己刚刚失血过多 脑袋发晕 随即一头栽倒车上耍赖不走 把各浊华气得咬牙瞪眼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只觉平生从未见过如此无赖之人 三姑忍不住名嘴暗笑 贝国申坐到了车门口 只管让他二人去闹 秦浩轩闭眼装晕了半天 却不见动静 便忍不住悄悄眯起眼睛 去偷看灼华 见他正坐在一旁认真地生着闷气 也不理会他这个无赖 知阴唇紧敏 柳眉微醋 性眼娇称 粉面薄怒 不由得心中一荡 只觉这样的灼华 又是一种好看 线下的灼华 既不似出谋画策时的睿智果爵 也不似巨人千里之外式的清冷淡然 甚至也不若自己偶然亏得的娇憨俏皮 这样的灼华 似乎染上了一丝烟火气 忠实喜怒哀乐 有了七情六欲 真正成为他近在咫尺的心上人 再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浩轩顿觉心中又甜又暖 情不自禁 看得有些吃了 灼华自己生了半天闷气 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这个秦儿虽然无赖 故意演了长苦肉祭气他 可那伤却是真的 流的血也是真的 若是平日才不管他是死是活 他便是放干自己那一身的血也是活该 可今日 毕竟有赖他一路相护 而且刚刚似乎却是流了不少的血 若真是因此伤了元气 浊华心中猛然一紧 赶忙低头去寻身上的荷包 一见浊华动了 浩轩历时机灵灵 吓得闭上了眼睛 随后 一股心香突地袭上唇边 浊华似乎往他嘴里送了颗药丸 那药丸倒是其次 只是浊华微凉的手指就在唇边 阵阵心香让秦浩轩立刻心愿一马 简直快要发疯 药丸被塞进了他的嘴里 浩轩抿唇之间 竖然含到了浊华的手指 那手指当即便如一只受惊的蝴蝶 慌慌张张地抖着翅膀飞走了 唇边顿时一空 浩轩的心也跟着一空 刚刚不过是轻轻一啄 却出了一头大汗 他睁开眼睛 正撞上浊华慌乱的毛子 那只手不自觉地背到了身后 很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浩轩的眼睛似生了根 定定地注视着他 这是 这是回还单 补气生血的 你给的 便是毒药 我会也吃 自己一句话 竟招来这样的魂话 可偏生这丝 还说得满脸认真 浊华忍不住跺了跺脚 又羞又恼 转过头去不再理他 坐在门口的三姑 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只是车外的雨晗 却不知发了什么风 突然癫狂起来 猛地打马离了众人 独自向七霞山狂奔去 敏玉见此不由的忧心 忙催马跟了上去 昆泽宫内 王太后听到来报时 已是晚膳时分 伺候在一旁的月姑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果然 王太后一听来报 历时便没了胃口 挥手让人将这满桌的 真修夹摇撤下 娘娘 月姑忙捧着汤斩过来 轻声劝道 好歹用上两口才是 这汤用灵芝等药材和乌鸡 熬了三个时辰 今儿一早 御膳房又去御花园的 河池中采得最鲜嫩的荷叶 凝了枝子 伴在面菇朵里 用小拇子压出这荷叶 帘蓬的形状 只为取点那荷叶的清香 虽不止什么 可却最是养颜 对娘娘的身子极有益处 娘娘就当赏奴才们了 哪怕喝上一口也好 否则这空着肚子 夜里又好味精不通 疼上半日了 王太后听后 到底伸手接了过来 用条羹咬了咬 却最终还是往桌上一聊 线下哪有心思喝什么烫 哥哥已然被关进了刑部大牢 而那丫头又如此嚣张 这次竟被她给逃了 说到这儿 王太后面色愈发阴沉 当初启然来找我告状时 哀家竟还赤她眼界窄小 如今看来 眼界窄小的竟是哀家 我倒是小看了那丫头 这几年竟是养虎为患 说着 王太后忍不住狠狠拍了下桌案 那至于岸上的汤碗 历时一阵 娘娘仔细手疼 月姑忙掏了帕子 过来捧住王太后的手细细揉搓 娘娘这是 生性宽和慈爱 方才中了那小人的圈套 谁能想到 那太安郡主 竟是这般不识好歹恩将仇报之人 平日里又藏得极深 娘娘心胸坦荡 怎能识破这样的鬼欲伎俩 至于王相 娘娘倒是不必太过担心 常言道 脾气太来 这次不过是老天次节 已渡福寿 那玉皇大帝 还渡了一千七百多节 方才成了万物神主呢 咱们相爷渡了此节 自然便是福寿绵长 世事吉祥 倒是娘娘 万不可再如此操心伤神 若让皇上看了 岂不心中担忧计刮的紧 皇上 王太后任由月姑 顺势揉捏起胳膊上的穴位 面上冷笑连连 皇上现在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呢 便是腾出点空来 也是想着 她那个亲妹竹马好生厉害的表妹 哪里想到我这个娘来 娘娘这么说 陛下可是不公 奴婢得为陛下说上一句 见王太后如此赌气 岳姑倾笑着不赞同道 陛下是极孝顺的 这次也是左右为难 毕竟一头牵扯着百姓呢 昨日皇上放下一切证悟 来娘娘遮静了一天的笑 又怕娘娘心忧百般劝谏 便是王相收奸之事 也是思虑甚多 用心良苦 和娘娘解释了半日 生怕娘娘心里别扭 又是舅舅不过在牢里 住上一日半日 民心平定便会出来 又是这是毕竟茶无实证 不过是委屈 舅舅做做样子 您看 句句皆是绿道王相的委屈 又怕您多思多虑伤了身体 她还要整日操心着政武 记挂着百姓 如此一看 竟是天下少有 第一人孝勤政之君 操心着政武 王太后 经不住又是冷笑一声 转眼去看了看 杀出后面的小书案 上面一落一落 堆砌得甚满 若不是我和哥哥 一直帮着她操心 她能如此轻松 勤政 勤政 当时闹得费满迎天 可却也不看看自己的本事 便是这些时日 有意交给她办的那几件事 也未见得处理的如何出色 更何况是这几日发生的大事 装装渐渐 哪一件不够她焦头烂额的 若不是有我和她舅舅一例担着 就凭皇上她自己 说着 王太后只是冷笑 要不怎么说 您是这大旗的定海神针 王相是大旗的中流砥柱呢 这大旗上下 缺了谁也不能缺了 您和王相 只是王相如今到底是受了委屈 待此事平息后 娘娘可要好好赏赐安抚一番才是 不过好在管着刑部大牢的杜大人 是娘娘和王相一手提拔起来的 听说安排得极为妥当 虽是牢房 却也不差什么 也有小厮专门伺候着 饭菜都是府里 做好了送过去的 娘娘放心就是 放心 我哪里能放得下心 虽说刑部大牢的人是咱们的嫡系 哥哥在那儿 总比在大理寺的赵玉强 那杜蓉自然也比铁杠头方铁制墙上百倍 可那到底是大牢 怎比得上家里自在 况且 线下府里乱糟糟的 母亲卧床病重 我那嫂子 已然是不中用了 指望不上 倒是有个怀孕心娜的小妾 叫什么琥珀 主持着钟馈 可惜却出身太低 没什么见识 上不得台面 这次哥哥遭此大难 也不知那琥珀是否里里外外都打点妥当 哥哥吃穿住行所用之物 是否备齐 说到此处 王太后忍不住叹了口气 满面忧虑 月姑芒出言安慰道 娘娘与王相手足情深 世人楷模 娘娘也不要太过忧心挂怀 不如过两日 奴婢亲自去行部大牢 探看一下王相 看看他缺些什么 回来历史给他送去便是 对对对 你去看看 如此 我也才能放心 也不用过两日 明天就去 不如这两日 让御膳房做些精巧的饭食 你日日送去 相府的厨子 到底不如御膳房 新姨娘 想得也未必周到 你日日再做晚药膳送过去 给哥哥补补身子 王太后一听 历史活泛起来 虽还是郁杰 可到底 因有事可想可做 不再继续消沉低落 好好好 奴婢这就去安排 见太后情绪稍稍振奋 月姑也便高兴起来 连声应道 奴婢明日顿意中 雪阁给王相送去如何 醉是滋不仰气 娘娘放心 奴婢定将毕生所学都施展出来 给王相好生调养 说着 月姑便退下去准备 王太后点了点头 心中甚是满意 第二日 当刑部大牢中的王志 双手接过月姑 从石河终端出的那种血阁石 感动至极 连叹太后娘娘圣恩 相爷让腕 咽一下再用吧 月姑看着王志 慢慢将那汤钟放到了桌上 于是伸手招呼小四来咽 诶 这是娘娘所赐 月姑你亲手端来的 能有什么差错 不必咽了 否则反显得我狂妄不识好歹 王志与妹妹身边这位心腹女官 自是吉熟 偶尔也开得几句玩笑 此时半真半假说笑两句 倒也轻松和乐 恕奴婢斗胆薄宁一句 相爷这话可是不对 月姑也是笑了起来 半真半假地回道 咽一咽还是应该的 且不说有无必要 只说这是相辅的规矩 是规矩便要人人守的 不能轻易破了 瓦尔 来咽 这最后一句话 是对着王志身后的小厮说的 月姑话音刚落 王志便大笑起来 便摇头便笑道 王某受教 王某受教 月姑果然伶牙利齿 王某甘拜下风 说着挥了挥手 瓦尔忙上的前来 掏出银针 仔细咽了那道雪阁 月姑笑盈盈地 在王志对面坐下 看着瓦尔咽了那中汤 随后又咽了他 带来的其他韭菜 皆无事 相爷尝尝着雪阁 奴婢一早就开始炖了 整整炖了两个时辰 最是滋补 若凉了 可就兴气了 好好好 在这种地方 能得月姑亲做的美食 也是一大快事 我来尝尝 说着 王志端起汤中仔细品尝 只觉那羹汤入口鲜甜爽滑 随后满口声 香回味无穷 不觉食指大动 几口便饮尽了 对面的三姑 不禁笑容更盛 从刑部大牢中出来 抬轿的四个小太监 正恭恭敬敬地候在外面 三姑仰起头 看了看着蓝天骄阳 我想走走 你们抬了轿子跟着吧 听了这话 四个小太监不禁面面相去 随后抬头看了看天上 那硕大的正午娇阳 忍不住用袖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月姑既如此说了 他们也不敢反驳 反正抬着的空轿更松快 四人乐得如此 于是盲垂手称事 大齐鸣风开放 街上独行的女子 比比皆是 月姑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 心里莫属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带行到大理四崖门口时 证书到一千四百九十八 一千四百九十九 一千五 月姑陡然抬手 往嘴里扔了一粒红色药丸 与此同时 刑部大牢内 王志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随后轰然倒下 而月姑此刻 亦同时喷出一口鲜血 正见到大理四门口的石石之上 第九十七章 朝雪 月姑暗中服毒 一口鲜血喷见大理四门口的石石之上 当时街上人来人往 衙门口门前有个女子吐血 自然引来不少人 呼啦啦围了过来 跟在月姑身后的四个小太监 一箭此状 吓得魂飞魄散 慌忙放下轿子 七手八脚地过来扶他 却被月姑一把推开 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 其中突然有人高声道 这不是太后宫中的女官吗 前几日 她与太安郡主五门外对峙 我恰好也在 所以我认得她 这些十日 林家军深渊一世 无人不知 京中百姓几乎都去五门外跪请过 对峙那日 虽然去的百姓 未像后来那样多 可此时也颇有几个当时在场之人 听大人如此一说 皆不由地仔细看了月姑两眼 随后纷纷点头附和 月姑单手扶着大理寺门前的石狮 只觉天旋地转 五脏寸断 却强撑着一口气力在那里 怎么回事 正乱着 呼从衙门里走出一主一仆 原来是大理寺青方铁支 带着随从 众人一见铁盘方大人来了 都纷纷让到一旁 露出浮石而立的月姑 月上宫 您这是 太后身边赫赫有名的掌室女官 方铁支自然认识 可此时这位四品上宫 却以不负往日的气派 形容虚弱 嘴角低血 极为狼狈 方铁支一见 盲匆匆拱了拱手 回头便要复分随从去叫大夫 方大人 月姑拼力咬牙唤道 在开口时 以气颤生醋 喘息不稳 请方大人 转告太后娘娘 王相已于狱中 畏罪 服毒而亡 林家俊得以招雪 我今月 不如太后之命 话音未落 月姑陡然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历时桃花万朵柔碎 崩玉山盗玉柱 自此 方魂渺渺难命 家人倾倒难浮 人群登时 又是一阵大乱 那四个小太监中 有个机灵的 剑状转身 就跑向皇宫报信 方铁支赶紧命人 去召武座和大夫 月姑临死前所说的话 信息量太大 先说王志已死 且还是为罪服毒而死 又说因王志之死 林家军得以平渊招雪 如此一来 真相简直昭然若见 相当于直接承认 王志通敌叛国陷害忠良 平成之意所战死的四万将士 郑国公主 与林大将军之死 皆找到了渊头债主 还有那最后一句 更是大有深意 不辱太后之命 月姑乃太后心腹 掌管昆泽宫 上下多年 如此说来 便是得了太后的吩咐 太后情之王志通敌陷海 故而指使月姑 去劳重不杀王志 那么到底 是太后与王志同谋通敌 此次戏杀人灭口 还是太后此前毫不知情 此次是为保王室名誉 而暗中处置 可不管如何 引得太后亲自动手 这都更加坐实了王志通敌陷海之罪 只是大概不过本想一床 大背眼下 却没想到 月姑于大理寺门前吐血而亡 将一切揭了出来 且不说百姓们 通过月姑这寥寥数语 如何猜出个惊天秘密 这消息又是如何一阵风般 传遍了京城 传遍了整个大旗 只说方铁之召来的武作 和大夫于一番检视之后 借拱手摇头 这月姑却已弃绝身亡 而相隔不远的刑部大牢中 此刻更是乱成一团 又侍郎杜荣 将京城中所有能请的大夫 都带到了刑部大牢 急得眼珠子 赤红坐立不得 只一叠声的催促 赶紧为王志诊治 务必救活 否则皆抄家灭族 可是哪还能救得回 叫沃尔的小丝当时一见王志凸写 便知不好 当即一头撞在牢墙上 想碰死了事 谁知却被人及时发现 满屋的大夫 还能让他给死了 如今正顶着一头的绷带 与训事受刑 若交代不出凶手 他就是同谋 真真生反不如死 只是沃尔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他已用银针验过 为何相爷还是中毒身亡 他却哪里知道 这银针能验的 不过是 赫顶红之流的毒药 而江湖之上 其毒异毒不知反几 自然能找到 那因侦探不出的极品 奈何散 须得服下两克中厚 才能毒发 一旦毒发历时身亡 绝无救回可能 而在此之前 服毒者却毫无症状 故而即便着人 亲口试毒 除非静坐等上半日 否则防不胜防 昆泽宫中的王太后 在分别得了 几部人的禀报后 人早已待在原处 如木雕泥塑一般 满殿的宫人 皆战战兢兢 匍匐于地 却再也没有人敢捧着一如安神香 上前将太后娘娘 劝慰过来了 猛然间 一口鲜血 喷溅出来出 王太后两眼一番昏死过去 昆泽宫历时大乱 金珠仗着胆子 急急跪爬上前 一面去扶太后 一面转头高呼 快 请皇上 传太医 外面残阳如血 火烧云染红了半边天境 王志畏醉服毒 太后病重 卧床不起 太医日日忙于太后的病症 一个个焦头烂额 皇帝天天下了 朝来昆泽宫看看 却并不见有多少难过 他越来越忙了 朝中亡党已散 他正慢慢将权柄 重新收归手中 此时 他才真正体会到权力的滋味 真真美妙绝伦 百姓们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平成之意真相大白 陷害林家军的祸首 已死 冤情昭雪 公道人心 只留下林家军宝国未土的传说 似乎终会谱成 异曲铿锵的戏词 悠悠荡荡 传唱百年 却最终不过又成就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 顺平八年终是不平静的一年 大旗的前朝乃至后宫 终于下半年大刀宽抚的动作一番 王党渐渐被铲除殆尽 齐正轻生为首辅 齐挥下众人各有风赏 齐绍峰连跳三级 任京卫兵马司指挥士 统领武成兵马司 总管京中防卫 太后的病一日 众四一日 太医院束手无策 据太后迈相来看 分明身子早已虚空 可却不知为何之前 日日请平安卖时 却枕不出来 又不知为何前一日尚好 突然间人就虚弱不知 皇后因才薄体弱 自此于娇阳宫中 安心静养 齐贵妃贤得温良 着身皇贵妃 协礼六宫 未同父后 大齐似乎于这一年之间 翻天覆地 换了气象 齐霞山上 金谷之声 红亮悠扬绵延不绝 福音安内 女妮们整整齐齐 盘坐于大雄宝殿之上 齐声颂唱 地藏菩萨本愿经 卓华一身白衣 金钗素颜跪于佛前 前程送念 仇人皆的报应 正应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告慰林家军战死的阴魂 三姑一跪于卓华身后 祷告慎成 她不仅仅是在为公主驸马 及四万将士超度祈福 更是为了一位故人 月姑已经安葬好了 找了块山清水秀之底 那原是她生前的心愿 她的失身之前 背方大人停到了一桩 可我怕王太后回过神来 再去派人毁损泄愿 这才命人匆匆去办了她的后事 三姑扶着卓华 缓缓走出大雄宝殿 已然三更天了 今天法事暂告一段落 这几日 让师父们多多辛苦一些 给月姑姑好生超度 她这一生没有自己 只有月姑这个身份 活得太苦 卓华叹了口气 三姑跟月姑员 是自小便有交情的 听得此话 忍不住眼圈一红 也跟卓仲仲叹了口气 一时间二人皆沉默下来 夏夜的晚风带来夜来香的阵阵香气 丝丝蜜人心皮 三姑陪着卓华 慢慢向后院的住处走去 过了半晌 卓华只觉难受 又道 其实月姑姑她 本不必如此 我已经为她 安排好了后路 奈何 她非要走这一步 唉 三姑苦笑 她这个人呀 一辈子无论做什么 都要做个完美之急 当年公主 留她在宫中作献 就是曲中她这性子 果然 从一个洒嫂的小宫女做起 一路拼杀 竟成了王太后身边第一得用之人 这么多年 却从未落过破绽 如今 咱们这个局 她也思虑极多 若按郡主之计 远顿未尝不可 可是她却担心 若不如此以命相搏 当街接出太后 坐视王党通敌之罪 那王志之死 事后只怕 会被掩饰成正敌 仇家暗害 而通敌陷害之罪 却是一笔勾销 无人再提 到时候 这把火说不得会引到郡主身上 便是其正卿 也极有可能脱不了干系 因此 她这才以身作局 以命相证 这满街的百姓 眼睁睁看着 她这个昆泽宫的心腹 临死前亲口说出太后 毒杀王志 林家军昭雪 王太后 真是百口莫辩 亡党之罪 自此作实 说到此处 三姑忍不住喉咙发紧 浊华伸手 挽住了三姑 柔声皆道 王氏以为没有证据 我们便奈何 不得他们 可却不知 这人心就可作判 民意也能定行 天下百姓若皆认定你作恶 你便是识恶不赦 百口莫辩 民心实可杀人 又岂在乎那纸上的证据 我只是可惜月姑姑 为了此局以死薄信 我欠她太多 郡主何谈欠字 三姑忙拦卓华道 她原就是公主救赎 与我一样 本为姑女 若不是的玉公主 说不得早就饿死在街上 我们这些人 命运就是公主给的 她如此 不过是守着本分 说着三姑垂谋 忍不住又怀念起来 不过月儿确实是个能人 城府心智 皆为一流 故而才被公主 安排在宫中 做了暗线 王太后掌权后 于宫中清除一几 尤其是公主救人 暗线几乎被残害殆尽 可她偏偏就是 比别人机灵 能于血雨腥风 支下自保 又步步为营 得了王太后的信任 如此一想 我对她着实佩服得紧 那时 公主让我们选个 自己想学的营赏 日后出宫也好 以此谋生 我选了学武 而月儿 却选了药膳和推拿 当时我还笑她 怎么竟学起了 老头子的行当 可谁知道 她后来 竟真用这老头子的行当 为公主报了仇 王太后吃了这么多年月姑 做的药膳 又日日受用了推拿 却不知所食之物 极尽相克 所推学位 暗中气血逆行 几年下来 她的身子已彻底亏空 此时再突然离了月儿 只怕王太后命不久已 是啊 王太后太低估镇 国长公主了 她以为几场清洗 便能改天换地 无论前朝 后宫她皆可高枕无忧 可她却忘了 这位是帝国唯一的嫡公主 自小便长于权力 和阴谋之中 孝贤皇后看似 平和吴征默默无闻 可却能以吴子之身 占居中宫十数年 掌管后宫井井有条 而生有二子的贤妃少士 在孝贤皇后面前 从来都是低眉顺母 不敢越雷吃半步 更兼建元帝 与其感情甚堵 帝后情深 自其轰视在位立后 其心机手段 岂是常人可亏得分毫 建元皇帝雄才大略 惊天伟地 镇国公主 是她一手教导出来的 这样两个人的女儿 又岂是软弱无能 任人宰割之辈 后宫前朝 明宪暗庄 并不是心存 不成有害人之心 不过是要先有自保之力 孝贤皇后自由地教导 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太后当年 不过是占了雍和地 突然驾崩这个天使罢了 事件终归慢慢平息 卓华连做了七日的水路道场 戎狄的十八公主萧英燕 与她的情郎远走高飞 自此一生一世 纵马放割 各方势力重新洗牌 最大的赢家除了皇帝 似乎便是其正轻一派了 郡主 如此 却是决定和秦二公子摊牌 卓华将写好的字条 交于扶风 听得三姑此问 忍不住微微醋眉 有些事 她终究还是要去做的 第九十八章 怪物 秦浩轩完全没料到 卓华要给她看的 竟是这样一件东西 她看着面前的物件 被惊得目瞪口呆 半晌 僵硬的脖子 方才像生锈制色的门轴一样 只扭扭地支撑着头 缓缓转了过来 难以置信地看向卓华 我之前便对你说过 要寻一件比王志身上的那块 暖玉更好的东西来助你哥哥 你看这件东西如何 与那不知功效真假的暖玉相比 可能祝近王世子 于西北立住脚跟 卓华等了半个日 却见浩轩并不回答 只一味直愣愣盯着她发呆 心知她这是太过震惊 一时回不过神来 于是也不着急 抬手轻轻摇了摇那芙蓉团善 历时便掠起一阵 带着新香的清风 她二人现作着说话的西香 正是浩轩受伤时住过的那间 这次也算故地重游 若是平日 秦浩轩说不得早已自说 自画出一堆感怀 来斗卓华开心 趁机再套个近乎 可今日却因桌上这个金贵物件 让她暂时变成了哑巴 桌子上连杯茶都没有 只怕失手打翻 再沾污了此物 这东西实在太过金贵 也太过震撼 一道剑园皇帝 亲笔所述的 凶中帝级的圣旨 凶死帝级 天下之通义也 今虽长子令楚祭镇登基 及皇帝位 但次子令韩人品贵重 身孝正宫 若有天命 准其于令楚之后 克成大统 着凶死帝级 及皇帝位 圣旨的内容说白了就是 秦令韩 你若是有幸 比你哥哥命长 那等你哥哥秦令楚死了 你这个当弟弟的 就可以当皇帝了 此诏先不说是真是假 只说若真如此 那当今的顺平帝 该如何自处 这八年的皇帝 秦浩元岂不是当的 名不正言不顺 而他秦浩宣 尤其他哥哥秦浩宇 却于莫名其妙间 陡然与那原本 遥不可及的皇位 近在咫尺 他们的父亲成了皇帝 这是一个穷尽天下人 想象的极致诱惑 人人都有那么点欲望和野心 可皆不过是千万低矮的杂草 终其一生 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念想 到死时想想笑笑也便罢了 可这道圣旨的到来 会立时催生着杂草 长成参天大树 且不断膨胀争鸣 变成一个不可预知的怪物 卓华静静等待着秦浩宣的回答 仔细观察他的脸色 心中竟有几分忐忑 他怕秦浩宣回过位后 会突然欣喜若狂 会变成被迷了心智的怪物 他突然有些后悔了 不过浩宣并没有欣喜若狂 反而是一脸惊悚 扮上方才干巴巴的笑道 呵呵 实在是 实在是 破费了 卓华满心的忐忑一腔的惆怅 顿时扑翅化作一股清烟 灰飞烟散 这货 又开始犯傻了 倒是秦浩宣此刻 在心里默念道 老天爷啊 你这莫不是把个齐天大圣 化成女神拍下戒来了 卓华这是大闹天宫 没能尽兴 准备把大气翻个个儿来闹一闹呀 这么不着边际的的 胡思乱想一通 浩宣的心中反而分明起来 卓华 他郑重说道 我曾说过 我愿与你同进同退 哪怕舍身为魔千夫所指 你想如何闹 便如何去闹 就是把大气翻个个儿过来 我也陪着你 一顺嘴 倒是把心里话给脱鲁出来了 卓华笑了起来 他没想到他禁止他甚深 不问真假 不追来历 因他信他 知道他既敢拿出来 必然有恃无恐 他也没料到 他竟丝毫不为所动 若真被这诱惑所服 大概会洗至癫狂 可他根本不在乎那个位子 又如何会洗 如何会狂 不过是无欲则刚 这未尝不是浊华的私心 一个小小的考验 他动心了 他却害怕 如今 他安心了 还有如潮的欢喜 这东西 你也看出来了 是或非福 浊华沉音片刻 开口说道 可静王殿下 却未必如此认为 他老人家说来 我应叫上一声二舅舅 与我母亲之间的 举语你也应之一二 说实话 在你之前 我本计划着 找个机会 将此物献给静王殿下 再推波助澜 以告天下 朝廷自然不会做事不管 届时欲望相争 你如何得力 浩轩抬头去看卓华 眼中带着探究 卓华微微一笑 却索达菲问 我届时已在辽东 电光石火之间 浩轩猛然明白过来 你敬意在容敌 他竟又猜到了 仅凭之言片语 和他身上所负之仇 如此聪明 好在是有非敌 卓华看着他 但笑不语 哎呀呀 秦浩轩此时 真想雷浊大笑 仰天高喊三声 自己这些混沌须眉 真真是白活了 简直枉为男儿 竟不如一个女子 雄心大志 计谋深怨 网字吹嘘 什么宝读诗书 什么习闻练武 却原来都不过是混吃等死的酒囊饭袋 卓华却不知 浩轩心中这些痴念 想了想 到底决定将话说开 于是又开口道 荣敌县下看似平静 但实则蠢蠢欲动 萧胜可汗 萧锦于八年前 被柳大将军反杀大败 一直深以为耻欲 伺机报仇 这些年来虽无大动作 却于边境上 骚扰试探不断 在你之前 我原计划 县下这阶段 本应是处理了王天昊 然后率众回辽东去 可是 我若突然消失 朝廷怎会无知无觉 吴赵撕回封地乃是大计 届时 柳大将军说不得也会被牵扯其中 而我又不可能隐姓埋名 或炸死隐盾 只怕我死讯一出 母亲留下的封地 俸禄驾状黄庄 便都保不住了 届时 朝廷的身赤旨意 会如雪片一样 飞到辽东 这明面上的道还不怕 只怕会暗中使坏 对柳大将军和戍边的将士们 有所不利 按我原来的计划 到了此时 便立时抛出这道圣旨 朝廷即便不会马上向西北用兵 但也当即与晋王形成互相牵制之势 为防父辈受敌 朝廷唯有拉拢辽东 安抚柳大将军 轻易不敢煽动于我 如此 辽东便争取到时间屯田肯荒 在对戎敌徐徐徒途之 不过现在 倒是用不上了 浊华抬眼看了看正听的认真的浩轩 脸上忽然的一红 因与你有了婚约 我便有了名正言顺的离经理由 我回辽东后 先隐匿个一年半载 随后寻个合格的机会 只说因夫妻反目 我夫妻跑回封地 届时 因我已是出嫁女 且又是夫妻矛盾家务事 朝廷只怕也不好细细追究 若如此 这圣旨似乎便失了 他之前的意义 可要是作为晋王世子 回西北的见面里 为世子稳住脚 却还是有几分用处 对于那个位子 晋王殿下有着 说着着华一顿 又看了眼浩轩的脸色 有着非同寻常的执念 说不定晋王世子 见了这东西 也会突然就迷了 心智陡生妄念 所以 此物竟是那神仙手中点金棒 既可成全万千 也是可万劫不复 究竟该拿它如何 只看你来定夺 浩轩看着面前这道圣旨 沉默下来 此物一现 大气说不得要立时天崩地裂 卓华将这样一件东西 摆在他面前 看似是个天大的机会和好处 可实际却是个难题 他还是想此物传到西北的吧 毕竟能助他引开朝廷的视线 可顺利实施他的大计 可他还是将此物摆在了他的面前 一切皆由他做决定 若他说不可 这道圣旨便立刻消失 只当从未在这世上出现过 浊华心中有他 秦浩轩抬头望向浊华 眼中似有繁星点点 你若回了辽东 可否能等我一年 嗯 浊华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却见浩轩面色凝重 半赏方才沉声说道 其实这道圣旨传到西北 也是无妨 之前我只对你说 我父王病了 却并未告诉你他病得很重 太医说 不过是这一年的时间 浊华猛然抬头去看浩轩 不经一致 忙道 晋王殿下将消息瞒得很好 我并不知情 浩轩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这事儿别说是你 便是西北那面 也就几个人知晓 连他身边的侧妃都瞒得甚严 说实话 我自是不想西北与朝廷对立 可父王的执念 我却也是知道的 不过他恐怕有心无力 毕竟 时间上不允许了 不如便将这圣旨拿于他看看 也算满足了他这一生的念想 了结他的执念 浊华垂下眼睛 他知道 浩轩此决定 皆是为了他 浊华 唉 你还记得前些日子 你答应过 让我跟着你吗 记得 浊华 嗯 我喜欢你 我们的婚约 可否 可否能继续算数 浊华红了脸 垂着头 不敢看对面目光如火 期盼茵茵的浩轩 即使低着头 却仍然能感受到 他目光中的热切与紧张 半晌 方才从喉咙中 极轻极轻地溢出一个恩来 他没有抬头 自是无法看见 浩轩脸上那瞬间的狂喜 他欢喜地发狂 想仰天大笑 想于高山之上大喊 想唱歌 想翻跟头 于是他真去做了 起身窜到了院子里 连翻了数个空翻 上窜下跳地打了好几趟 不知什么拳法 一边折腾一边笑 像疯魔了一样 尹德敏玉 扶风等 都跑出来看热闹 浊华立在门口 见他这样忍俊不惊 转眼见三姑 在身旁含笑看他 不由的脸上 疼得又是一红 那日 浩轩于七峡山上 盘缓多时 方才下山回京 浩轩向浊华讲述了当年 他母妃临终前的心愿 迎他大哥回西北 立稳脚跟 寄进王位 浊华 你给我一年的时间 就只一年 说着 浩轩大着胆子 去握卓华的手 卓华挣扎了几下 却到底拗不过他 红着脸垂头清脆了一口 说话就说话 做什么 如此梦了 浩轩笑了起来 露出一口白牙 却并没有放开手 他的手心全是汗 心紧张地乱跳 面上却强作镇定道 你与我一起出京 借时我会设计 也将各个带上 带行至今外 两百里外的集滩县 咱们便做别 你一路向东去辽东 我回西北 待一年后 我帮哥哥收拾好局面 便去辽东寻你 我们就 就成亲 成亲二字一出口 两人不约而同 心头一颤 随即都红了脸 浊华低下了头 浩轩难得 竟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 只将浊华的手握得更紧了 浩轩走时已快日落 二人除了细细谋话 又拉拉杂杂 不知说了些什么甜言蜜语 尤其浩轩 废话甚多 惹得浊华这一日 脸红了又红 好在这小院自有后门 倒霉惊动前面的师太们 只是当夜半山妖侍卫所的屋顶上 雨晗独自喝了一夜的酒 当浊华和浩轩 同坐于秦浩宇对面 并缓缓展开那道胸中地级的圣旨时 秦浩宇明明在心中不断告诫自己 要极力克制 可还是陡然瞳孔紧缩 心雷如骨 第九十九章 新变 京城东边的吉祥楼 和承熙的雅思居一样 都是这京里数一数二的大馆子 只是雅思居主打淮阳菜 和仙做的是京中一绝 而吉祥楼他们家羊肉做得甚好 招牌菜便是这炭火烤全羊 既然是京城中的大买卖 背后自然有些势力 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京中不少达官显贵 包括地面上的人都知道 此处原是郑国长公主的嫁妆 现是七峡山上泰安郡主的产业 一直由亲王府照扶着 因此 街面上黑白两道 轻易无人赶到这里生事 与惠文斋 新元布庄 聚通查行等这些暗庄相比 此处半明半暗 算是一处名庄 卓华今日轻车俭行 只扮成个寻常富家小姐 由宇涵等人护送而来 此刻在这吉祥楼 天字号头等雅尖内 同浩轩并坐于 晋王世子秦浩宇对面 此处倒甚是清幽隐秘 轻易不得外人打扰 这 一开始 秦浩宇不过是漫不经心地 瞥了一眼泰安郡主 缓缓展开的卷轴 可这一瞥不要紧 让他立时浑身一震 随即叹起身来 郑重地仔细眼看起 铺陈于桌上的那道圣旨来 从玉玺笔记到墨迹印尼 无不一一反复斟酌琢磨 越看越是惊心动魄 越看越是心潮澎湃 过了大半日 他方才抬头看向卓华和弟弟 虽然努力紧绷着面目 尽量维持着平和 但脸上微微颤抖的肌肉 和眼中赤裂生疼的火焰 还是将他心中的 黄热激荡给出卖的一干二净 卓华嘴角微微上扬 秦浩宇这般反应 似乎才算正常 如世子所见 当年剑原先帝 留下眼前这道 这胸中帝极的旨意 原本由我母亲郑国长公主保管 前日泰安收拾先比一物时 竟偶然寻出 想着事关晋王一脉 又说不得能给世子 添些许助力 故此这才特请 宣公子引领来与世子相见 坐在卓华身旁的浩轩锤下头 不敢去看他哥的脸 卓华这是套说词也太粗糙了 连表面的粉饰都懒得去做 用这样漏洞摆出的说词 来敷衍他哥 也太不用心了吧 他哥哥这么聪明的一人会看不出来 卓华却全无这样的顾虑 说完便悠然端起 茶杯错了一口 不再说话 只静静安坐 等着晋王世子开口 他这番做派颇有些 有恃无恐 说来 当年皇祖副本就极喜爱父王 若下这样一道圣旨 也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 浩轩抬起头来 惊讶地看着他哥哥 卓华轻轻靠在椅背上 面上露出一丝微笑来 世子不必起疑 外祖父的首纪泰安 自小也曾临摹过 这笔记 玉玺 纸周无一处 不可交验 若世子不信 大可请庆王爷等 宗室长辈前来验看 秦浩宇当然不会此时 便请宗室来验 卓华如此说 只是表明他既敢将这东西拿出来 也就不怕真别交验 果然 晋王世子 在低下头去看那道一照时 脸上就慢慢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来 有了此物 不仅仅能于西北站稳脚跟 更可成就不是霸眼 浩轩看着他哥 这副样子 瞠目结舌 他哥这就信了 卓华看了眼浩轩 心中不禁一叹 他不在局中 自然清醒 可所谓当局者迷 一套说辞 再如何捉猎 于愿意相信他的人听来 却是理政辞职 无论有何样的漏洞 自会绞尽脑汁 找出百般理由 去说服自己 将其粉饰得恰如其分 这恰恰是一场 最省力的游水 秦浩轩见弟弟这样 热烈地盯着自己 却是误会了 面上不显 心中警铃大作 他怎么忘了 自己与秦浩轩 是双生子 虽长幼有序 可却相差无几 同胞同时 同等尊贵 若有真有一天 同时站在那天下独尊的位子面前 秦浩与心中不经一沉 东西泰安已然带到 全凭世子处置 此物本就是先比待为保管 如今加此已故 泰安一介女流 自是不敢善专 唯有物归原主 由晋王及世子决断 一句物归原主 立誓让秦浩与心中大快 对啊 他才是原主 连泰安郡主都如此作响 果然是他的知语 秦浩与笑了起来 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 浩轩垂下眼睛 心中默默一叹 遗诏之事暂且放下 三人从晌午到傍晚 细细商议了世子回归西北之际 如何能使晋王世子 神不知鬼不觉的隋浩轩 出京回归西北呢 线下看来 唯有利用浩轩和浊华 同回西北完婚之际 之前晋王也已于西北则订婚妻 并派人快马入京送来婚书 后因浊华为林家郡 深渊一世 便耽误下来 如今 若浩轩浊华二人 同向朝廷请辞 其间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秦浩宇家带出城 届时 即便朝廷回过神来 晋王世子说不得 早已到了西北 再由晋王 亲自上到折子里朝廷 只说自己年老体衰 甚是想念儿子 故照回一见 线下王太后 已然彻底敬仰 晋王 在宗室里的辈分极高 又是皇上 唯一的亲叔叔 除非谋逆 否则再无人能因此等小事 轻易深斥于他 皇上 即使再不痛快 也只得捏着鼻子刃下 如此一来 晋王世子 即便是暗地逃回西北 也能光明正大的 留了下来了 只是卓华日后 要于途中分道扬镳 奔去辽东之事 二人 却并未向秦浩宇提及 可郡主 今日商议之际 别的都还好说 就怕皇上那边 恐不会轻易放心 七峡山上 三姑说 这话时 已然而更添了 他帮着卓华 卸了拆环散开头发 又拿起鼻子毙了几下 随手按了 按卓华头上的穴位 疏通经络 穿着寝衣的卓华边 打了的哈欠 边迷迷呼呼 任由着三姑摆弄一番 随后盘腿坐到床上 想了想到 这也不算什么 到时候 我自有办法 见他说的笃定 三姑也便丢开手去 扶着卓华躺下 给他腹腰处 搭了条薄薄的凉背 郡主好歹盖上点 莫要夜里贪凉 小心坏了肠胃 一面又说道 这晋王世子和宣公子 是一乃同胞的双生子 怎么净差了那么多 宣公子心明眼亮 可这晋王世子 三姑说着 摇了摇头 却没继续说下去 这有什么奇怪 卓华又打了个哈欠 龙生九子 子子不同 虽是双生子 可二人所长环境 却是天差地别 再说 便是那一同教养的兄弟 性情也是千差万别 这时没什么可值得奇怪的 咦 敏玉又跑哪去了 哦 我让他去睡了 一提敏玉 三姑心中叹气 这小蹄子 也不知近几日 和那宇寒闹些什么别扭 两人都面上 阴沉沉的 以前开心果一样的丫头 这两人愣是 成了聚了嘴的葫芦 唉 秦之一字 果然害人不浅 卓华也没多问 转眼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晋王世子府中的怀德居 却又是另一番情形 秦浩宇 自回到怀德居中便将所有仆丛 都遣了出去 只留乔通伺候 那道胸中地急的遗诏 被小心翼翼地展开 所以近黄昏 却并不敢点火烛 生怕烛火 把面前的这道宝贝圣旨 给撩了 只凭窗就着天光 一字一字地仔细地研究 世子 见主子如此慎重 乔通忍不住 犹豫着开口道 这一招 能是真的吗 听得此话 秦浩宇微微一顿 随后抬头看他 也不开围 只没头伸索 是真是假 他心中不是不疑 可却听不得旁人质疑 乔通知道 自已这是泼了盆冷水 尹德世子心中不快了 于是慌忙解释道 属下只是 只是怕世子吃亏 那泰安郡主着实 有些邪门 开始属下 只觉得 他是个平常规格 可却没想到 他前些日子 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搅得大齐天翻地覆 愣是硬生生逼的太后 亲自动手毒杀了自己的哥哥 而线下 昆泽宫那边 据传以燃气怒 并卧床不起 听说是彻底伤了根本 怕也不过是在挨十日罢了 这个泰安郡主 平日里 看似不声不响 却出手果断老辣 心机莫测 城府颇深 与这样的人相谋 世子 您不能不防呀 乔通自尽王世子年幼时 便追随左右 看着他长大 自然知道 他家主子的雄心壮志 平日里 看似温和淡然 胸中 却是极有抱负 一极有谋略 只是情势所困 不得不藏桌手鱼 这道遗诏 若是真的 那自然能助 他家世子一飞冲天 可 若是假的呢 只怕世子人在局中 心窍已迷 轻易被有心人 利用了去却尚不自知 我原就说过 泰安郡主氏的其女子 秦浩宇晨银片刻 随后抬头看向乔通 毕竟是身边第一心腹 有些话 还是要解释几句 这一招的真假 你倒不必纠结 我刚刚仔细验看 竟找不出半点破绽 从笔墨玉玺 到墨迹就横 泰安郡主 既敢拿出来 便说明 他不怕检验 我敢说这东西 便是送到沁王爷那里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若如此 那就更说明 这泰安郡主绝非等闲之辈 而如今 他又与二公子联手 这二公子 世子爷 你也不得不防呀 乔通欲言又止 秦浩宇如何会听不出来 他闭上眼睛握了半声 在睁眼时 寒光四射 微微冷笑道 你说得不错 有些事情 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也不能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咱们也该好好的谋划谋划 乔通猛然眼睛一亮 世子这是决定出手了 秦浩宇重新又垂下眼帘 一边流连观摩着眼前的遗照 一边自言低语道 这物件好是好 可却是死的 毕竟有限 不过给咱们添得一时的助力吧 唯有人却是最难得 若日后 能得他辅佐 只是 可惜 世子勿忧 谋尸在人 这已是秦浩宇今晚第二次赞他 乔通跟了世子十年 如何会不明白 自家主子的心思 世子与二公子骁嚷之别 那位如此聪明 自然分得清谁是美玉 谁是瓦石 且属下此前就曾断言 那位心仪的原本就应该是世子 若非荡日王太后使诈 造化弄人 今日情形未必可知 属下以为 只要好好谋话 定大有可为 说着乔通抬头去看秦浩宇 四目相对 差时心照不宣 果然如三姑所料 浊华与浩宣 向朝廷帝的 同回西北完婚的奏折 似泥牛入海 一去不返 浩元流中不发 既不说好 也不明着驳回 只用了个托字诀 七月初六 大吉 庆王与庆王妃 一同出面 操办了秦浩宣 与浊华的请妻之礼 随后 庆王亲自上折点浩元 称 家妻已定 请允泰安郡主随夫 秦浩宣回西北完婚 第一百章 离京 顺平八年 注定不平凡 百姓们尚未于帝后大婚的喜庆中 完全贫下心来 并又被当朝首府王志通敌 构陷林家军一案 冲击的晕头转向 紧接着 王志于刑部大牢中 被太后刺毒震杀 此案似乎就此真相大白 百姓们虽意犹未尽 却也颇为满意 这个祸首毕命冤仇得报的结局 于是 事情似乎就这样了结了 离元忠多了一出坚定当道陷害忠良的戏码 茶馆里多了几场天理 招招报应不爽的唱评 百姓们终是心满意足 只觉得天道宫里犹在 明心所向不欺 却不知沙场铁销 忠魂骨寒 数万人的生死 不过成全了几个人的预念 争权的自恃 家官禁绝 成了国之注石 夺名的从此平步青云 备受万民敬仰 这一场冤身四海万人尸骨的修罗地狱 终成了朝堂上那几个人 隐隐狗狗的跳板时间 皇帝因为他顺利亲政大权在握 王党灭 其党心 朝局大变 却不过同以前一样 皆为李厮杀 又有几人真正想到百姓二字 只是死了一个王质而已 王室作为皇帝的外加 依然荣华敬想 太后依然于后宫一养天年 百姓们很快就会忘却 朝堂上已用尽此事的价值 明正暗斗中 再也不会拿他来做砝码 这中不过又成了一段 流传后世的忠义家话罢了 七月鼠热是火 卓华和秦浩轩的请回折子 终于在沁王的陈寝之下 被朱批发回 一道圣旨姗姗来迟 准敬王敌次子秦浩轩 携泰安郡主回西北完婚 卓兴敬礼部主是 萧典率一品郡主 仪仗礼乐 宋家泰安郡主 此时浩元才发现 即便自己已然亲政 大权在握 却还是要受祖宗加法的束缚 之前原本想好的力排众议 雷霆手段 乾坤独断 还未来得及施展 便被沁王一句 不嫌不淡的表率万名 而击得溃不成军 他 忠还是一个做不了主的人 顺平八年7月23 泰安郡主率侍卫 秦随于京城西宁门 同秦浩轩所率的 元赫亲人马会合 萧典安排礼部 摆开一品郡主全赴仪仗 奉旨亲户泰安郡主 宋驾西北 当日泰安郡主 本应拜别太后 皇后 并由太后私下教导几句 负责归训 可怎奈王太后病重 皇后亦是报病 浩元旨的下旨 由皇贵妃骑士代行厚礼 亲临西宁门外 宋驾泰安郡主 于是 西宁门外这日车马喧嚣 人头攒动 内外命父簇拥着齐少堂 奉驾清临 随行的 还有沁王等宗室皇族 朝中老臣 以及晋王世子 众人眼见着泰安郡主 行礼上车 秦浩轩骑着高头大马 护载郡主车架一侧 端地势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 似乎连他左脸上 拉到争獰害人的刀疤 也陡然变得温和柔顺起来 齐少堂摆着 皇贵妃的仪仗前来 虽按规制他所成的奉年 只有半价 比皇后低上一头 可齐少堂却并不在乎 或者说 现在能让他在乎的事情 已经很少了 他端端正正地 坐在那辆 已是人间极致华贵的车拧之中 周围乡亲鸟鸟 四壁杀影飘飘 犹如仙境 他则是这仙境中的绰约仙子 仙子都是舍七情灭六欲的 可他还是忍不住动了四繁星 透过纱窗 偷偷望向皇室宗亲的队伍 那里打头站着的 便是晋王柿子 果然身姿挺拔 傲然如松 似翠竹苍白 自成一席风骨 就如当日在春猎围场上所见的一样 让人怦然心动 少堂于车中痴痴看了半晌 那个眉梢挂着清风的男子 此时欢喜而磊落 韩笑拱手 风光继月 表现出了一个兄长应有的欢喜和祝福 都说晋王世子心仪泰安郡主 那他此时所显现出的 到底是坦荡洒脱 还是 原不过是个误会 泰安郡主本就没有入他的心 不其然 少堂心中生起一小撮欢喜 可随即却又垂眸自嘲一笑 自己这是怎么了 出来一趟 竟生出这么多妄念 他抬手俯了俯依然平坦的小腹 这才是他的希望 他今后的日子 他的全部 紫荆楼是皇宫内最高的建筑 站在楼上 京城便尽收眼底 浩元甚喜此处 每每闲来无视 便来登高望远 只觉一立于楼上 历时心旷神仪 有了一览众小的心怀气魄 与做那高且硬的龙翼相比 此时的自己 才似乎更像一个皇帝 可今日 他在站在这紫荆楼上时 却全然没了往日的豪迈和开怀 这里即便急目欲裂 也看不见西宁门的宋驾队伍 他是皇帝 万圣之尊 轻易不得出这皇宫 更何况是为一臣女宋驾 他只能遵着祖宗礼法 坐在那高且硬的龙翼之上 伴着他的帝王 不能肆意 不得随性 他终还是做不得他自己的主 回到世子府时 已将近赏武 嘶嘶闻闻的静王世子 带着乔通和两个长随 一路直奔怀德居 一进正房的门 立时圆形毕露 几下便脱了外面的大衣裳 把鞋子一踢 轰然倒于踏上 口中连连喊热 哎呀 我的天呀 这天是要下火呀 乔通 快把你们这凉快的东西都端上来 我这热得快要中暑了 乔通看着眼前 这副和自家世子一模一样的面孔 忍不住笑了起来 转身出门去吩咐丫鬟上些冰碗来 站在一旁的黄雨晗 看了他上一眼 自己找了把圈椅坐下 万年不变的冰山脸 十分阴沉 肇事着他 此刻心情极为不好 喜宝偷偷看了眼雨晗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心说 公子还要什么凉快的东西 只看看这位的脸 就够冰够凉的了 简直心都凉了 冰碗 金吕已随世子先行一步 线下果然逝世皆不方便 未必耳目 这端茶倒水的活 只能由他来干了 是的 今日一早出城 向西北出发的那位 才是真正的晋王世子 而此时留在府中的 是乔装城兄长模样的秦浩轩 一见冰碗 浩轩立时欢呼起来 一跃而起 直奔乔通 伸手拿起一个 也不用条羹 一口一个连干两碗 哎呦 二公子 这冰碗虽然结属 却也伤脾胃 您这个吃法 小心闹了肚子 乔通边说边将托盘 放到桌子上 不爱的 不爱的 被乔通这么一说 浩轩道有几分不好意思 挠了挠后挠勺 灿然一笑 我皮操弱后 虽算不上钢筋铁骨 也是颇为皮实 倒是不怕 说着 瞥了眼毒坐一旁 闭目养神的宇寒 忙拿起个冰碗 放到他身边的小几上 带着几分讨好道 黄侍卫也吃个冰碗吧 这鼠热难耐 辛苦你陪着我再次蹉跎 不想黄雨晗却并不领情 也不接纳冰碗 二目不争 冷若冰霜 硬邦邦直筒筒地达到 郡主命令 职责所在 并不是陪你 诶 你这人 习宝的火气疼得就上来了 刚想上前和雨晗分辨分辨 却被浩轩一把拉住 浩轩陪着甘笑两声 善善到了聚 急事 急事 便忙一手塞了个冰碗给习宝 一手将他拉进了礼物 一见气氛似乎不对 乔通也善笑两声 怀德居宽敞明亮的堂屋里 一时间只坐着雨晗一人 独自沐浴在正午的 赤裂阳光之中 闭目养神 再说浊华这面 郡主一仗缓缓前行 半成浩轩的秦浩宇 骑马紧随在车架一侧 此刻 他心中是欢喜雀跃的 恍然间四真觉得 车中坐的便是他的未婚妻 他正与心爱之人 双双还家同归故里 如同那平常小门小户的百姓一样 夫妻相得 想着平时而温暖的幸福 不过 到底是净花水月的幻景 不欺然间 便被金吕的谚语音声给打破 爷 喝口水吧 这天气太热 当心中了暑气 一个水囊送到秦浩宇的眼前 立时碰碎了 他关于情色相邪的梦境 金吕带着蜜蜜 穿一身叠穿花水蓝色细鳞衣裙 翘生生骑在白马之上 巴巴的赶来递水 你不是在后面坐车吗 来这儿坐什么 浩宇皱起眉头明显不悦 下意识看了眼身旁的车架 却到底还是借过水囊喝了几口 奴婢见这天气实在炎热 怕也受不住 爷爷 这后面的马车 也算宽敞干净 倒可一坐 若爷累了 奴婢这就去给爷时多出一辆 多嘴 金吕话还未说完 便被秦浩宇立声打断 他刚想将金吕赤退 却听车中浊华开口说道 一路上行来 世子多有操劳 此地已飞京城 世子大可松快松快 这队伍后 跟了数量工人休憩所用的马车 倒也整洁舒适 世子自便就是 听车内如此说 秦浩宇赶忙冲车窗服下身子 柔声说道 并不操劳 太安表妹切目挂怀 出门在外 山险水恶 于本就应随户左右 且骑马看警也是甚好 还能 还能陪着表妹说话解闷 这相说着 那相冲着金吕挥了挥手 让她赶紧下去 多谢世子 浊华却指此一句 便不再开口 秦浩宇微微有几分失落 车内空间狭小 三公敏玉又接在 着实有些闷热 好在出门时带了些冰 再以后 指凌晨早早出发 中午便寻电注下 倒也能挨过这数热 浊华闭目养神 心中却没有来的 又是一阵烦躁不安 此行早已计划妥当 浩宇与浩宇兄弟二人互换身份 浩宇先一步出京 乔通留在京中世子府中照应 算着日子 三四天后 队伍走到吉滩县附近 浩宇等人在义荣出城 一路快马加鞭与他们会合 当然 待浩宇归来 浊华寻个时机 与其大吵一架 做出个负气出走的样子 带着清随侍卫 一路奔回辽东 再过一年之后 浩宇如何去辽东寻他 这些都是他二人秘密商定 皆是后话 只是于宇 宇兄弟二人定计之后 浊华却总觉心中忐忑 似有什么事要发生 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股不安如此强烈 但又无迹可寻 如此不由地让浊华更为警觉 于是他决定将宇涵留给浩宇 以便见机行事 乍得此令 宇涵自恃极不乐意 他从小到大 一直护在郡主左右 从未相离 如今却为了个莫名其妙的秦浩宇 竟让自己离了郡主 然而郡主之命又不可违抗 于是宇涵左右为难 只觉得甚是憋屈烦闷 其实 浩宇也是不同意 浊华留下宇涵的 虽然黄宇涵这个人阴阳怪气 可浩宇却却不得不承认 此人武功极高 是个忠好手 有他护在浊华左右 自己相对而言也比较放心 但浊华却因心中那股莫名的不安 执意将宇涵留给他 浩宇虽不明就里 却异常感动 这分明是浊华对他的一片心意 想到这点 秦浩宇的心 就像泡进了蜂蜜水中一般 无一处不甜蜜欲贴 也便顺了浊华的意 包大海被留给了浊华 一来是为了方便 统领西北和亲人马 这对人马 杰西浩宇在西北军中的同袍部下 也算亲近 可毕竟从属晋王 有些事却还是要多加提防 再者 包大海虽武功一般 却忠心耿耿 又颇有些江湖经验 十分得用 于是浊华这一行人中 既有秦浩宇带着金吕 又有西北的贺亲人马 还有礼部萧典领着的一对遗仗 加上浊华所带的浮风射月等人 以及二百多名侍卫 竟共有四五百之众 再加上车马行李等杂七杂八 队伍竟甚是庞大 行径也十分缓慢 小五暂待宇涵之职 率着众侍卫 一路紧紧 忽在郡主车架四周 片刻不敢放松 转眼间 三天便过去了 这日 浩轩本想叫来习宝宇涵 以及乔通 四人共一出城会合事宜 不想却猛然发现 乔通竟然不见了 第101章 遗诏 浊华一行 因人马庞杂 以致行径缓慢 又正值三福酷鼠烈日当头 这个时节赶路着实辛苦 于是一连两日 皆是天不亮时 就起床出发 时径正午天气渐热 便早早地巡电投诉 或就近找个村子安营扎债 大概是为了闭着弦 一路上 浊华并不和秦浩宇多言 一应行动起握 皆由丫鬟代为传话 如此行指手里客气恭俭 不禁让浩宇更加觉得 浊华可爱可敬 回想当初和风隔浅海棠花下 二人和创白海棠诗 满树繁花之下 家人低眉浅笑 吟吟细语 与自己答对相得 志趣相投 让浩宇生出知己相惜之意 后来皇室家宴上 王太后用似是而非之言 引他误以为 会将泰安郡主赐婚于自己 那一刻 秦浩宇心中是明明白白的狂喜 他彻底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原来自己早已对他暗生情愫 原来当日以时局不利 勿妄想煽动为由 说服自己 拒了沁王妃的宝媒 竟如此后悔 那日 他本以为终可称心如愿 泰安郡主脸上分明闪过一抹娇羞 他应该也是愿意的吧 就如乔通所说 不论当日春猎围场之人究竟是谁 泰安郡主原本心仪的 就是晋王柿子 可惜 他的爱慕和幸福 终轻而易举地 被当权者击碎 再次失之交臂 让他不甘又愤怒 甚至成了一种执念 容貌无双 至谋过人 又因财情而知己难得 这不正是上天赐来辅佐 相助他的女子吗 秦浩宣 又岂能相配 郑武烈日高悬 焦阳似火 浩宇躲在自己的营帐内 偷偷展开了那道遗诏 这是天意 他注定不凡 乔通说得对 他如何只能做世子 他如何就不能做太子 临出行之前的密谋 仍勾俱在耳 若带回此物 赴王颖而不宣奈何 那咱们便提前帮王爷 召告天下 可若如此 宣帝在京中岂不艰险 世子爷孝替人后 只想着二公子的艰险 但您自己的艰险 可曾考虑过 您与二公子本就是双生子 二公子又比您早一步 回得西北 跟深夜貌脚跟稳固 若真有那天大的前程 您与二爷属有胜算 爷 人心难测 那可是天下至尊的位子 您能肯定二公子 他就不动心 他不能肯定 人心难测 他面上在如何做出 左右为难之状 心里却早有答案 乔通只是把他心中 不敢说的话说出来而已 他需要这样一个人 来说服自己 太安郡足有俯视之才 届时若他为二公子去争 可他若是为世子爷谋化 乔通这话虽只说一半 却最终将秦浩宇说服了 他本就并不难说服 秦浩宣缓缓缓和上一诏 此刻京中 乔通应该已经行动了吧 京中一夜之间 突然于大街小巷冒出 无数见原先帝的遗诏 临摹踏本 并又不知 从哪传来一股流言 称见原帝当年碍于长幼有序 虽传位于雍和先帝 但对晋王却仍极为喜爱 且心怀不忍 于是留下遗诏 胸中递极 不仅如此 庆王等各宗室要员 齐政卿等朝中重臣义 都收到一份用透明度极高的薄卷 精心磨出的遗诏 上面字迹清晰稳健 分明就是剑原先帝的玉笔 便是连玉玺都磨得唯妙唯孝 分毫不差 当今顺平帝历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此遗诏到底是真是假 若是真的 那当今皇上岂不明不正言不顺 晋王竟是真龙天子 若是假的 谁又如此大胆 竟敢公然谋反作乱 一派胡言 齐相府内 已身为当朝首府的齐政亲卧 于床上 看了少风急急成来的那张遗诏影书 顿时怒不可遏 抬手便砸了药碗 到底年龄大了 之前他 但经节律绷紧精神 与王党斗之数年 炸火全盛心神一松 便轰然病倒 来势汹汹并势迅猛 如此又突然急火攻心 历时可乐的惊天动地 慌得齐少风赶忙上前 替祖父捶斧后背 二老爷其中 采见父亲 发怒心中暗息 忍不住想踩上一脚 于是 拿捏着长辈的架子张口 就对齐少风赤道 风儿竟如此无知 你祖父正病者 如何让他来操心这等杂事 真真是个不孝的 住口 不想二老爷的话未说完 迎面便挨了老太爷一个非诊 齐政亲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成日界读书不成做官不行 可隔岸观火 挑拨离间的本事 你倒是学了个实诚实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点龌龊心思 今日 索性我就明白说了 待我百年之后 风儿便是这其家家主 以后族中大小事物 皆听命于他 若你不惹是生非 待我死了自会分你家产 让二房老小 受用不尽 可若你再如此 山风点火阳凤阴为 风儿便可全权收回你 所有家产充公 春歌 你现在就去赵族中常备来这儿 将我刚刚所说之言 立自为正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此时这里除了中文忠 便带着两房子孙氏集外 还有几个颇为清静的 族中子弟 也在此侍奉 一见老爷子发了怒 主客全都站立垂首 摒弃收声 不敢造次 齐正清所叫的春歌 乃士族中 静之嫡孙 与其少风兄弟二人 甚是相得 亦是其事 难得的出色子弟 齐正清 一直将其 当成少风的臂膀培养 此刻他一听老爷子发话 不敢怠慢 连忙行李下去安排了 齐中采没想到自己 不过一句风凉话 就引了父亲 当着满屋的子之后背 极言吏色地训斥他 不禁羞愤难当 却又不敢忤逆 也顾不得脸面 忙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一叠声道着父亲息怒 二房众人 自然也跟着呼啦啦跪倒一地 齐正清见他这样 忍不住心中叹气 自己这个儿子 胡子都快白了 如今被这一番呵斥 是彻底闹了个没脸 虽之他心中不愤且 欲发记恨上大方 却也是无可奈何 自己到底上了数岁 这一病方才知道岁月不饶人 身子骨已然力不从心 可现下 朝廷才刚轻 算了亡党 人缘空虚 皇上上还稚嫩 而大齐上下 近些时日颇不太平 先是各地灾情频发 又有如屡天霸 这样的汉匪流寇作乱 若自己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只怕现如今 这逐渐好转的局面 便是不保 丰儿虽然才智不凡 又受天子以重 却实在年轻 历练不足 若再有几年 也能独挡一面 可现下去还是不行 自己此时 就是要竭力给丰儿 争得这几年的时间 不光是朝堂上 自己挣扎着 再撑两年 为他开疆拓路 便是这后宅 也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拖了丰儿的后腿 好在老二志大才输 一辈子翻不出大浪 少丰宇一见风 倒也不怕 日后他若好好安分守己 倒还罢了 否则 有的是苦头 让他吃的 于是当下 也不愿在与其中 便多费口舌 挥挥手让他下去 只带一会儿足 老到其在做理论 二老爷慌忙 带着二房众人 低头退出 又羞 又挠满面通红 路过少丰身边时 微微一顿 却到底没敢抬头 脚下不停 退了出去 齐少丰 微微一笑 魂不在意 有些人 当你站得比他高尚甚多 让齐望之相背不及时 便自可 不必去理会他所为所想 记恨又如何 挖中于秋自是 极限龙翔九天 可便是终其万年 于秋中是于秋 却是连龙尾也挨出不到 当实力足以碾压 地位已达超然 谁又会去 在乎一介蝼蚁的嫉恨 虽是自己的二叔 却不过只是 占了个长辈的身份罢了 祖父刚刚那番教训 其实倒是在护着他 不管他看没看明白 却能让他消停些时日 齐正清叹了口气 垂眸又冲大老爷 摆了摆手 齐中文会议 带着其他人退下 屋内指 刘少丰祖孙二人 反而 齐正清坐起身来换道 齐少丰忙探身去服 又拿了个饮枕 放在祖父身后 祖父康健 春林无尽 何苦去与二叔认真 齐正清摇了摇头 开口问道 这是 你怎么看 说的 却是他手中的那张 遗照影书 至于二老爷 根本就不值得 当个正事去提 这物件 好生奇怪 少丰坐于踏侧陈营道 四十一夜之间 就冒了出来 我去打听过 沁王府等宗室 还有礼部尚书 洛大人等老臣 家中都是被不知什么人 塞了这东西 虽事关晋王 可若说是西北的手笔 却又不像 一是世子还在经中 虎毒上不嗣子 再者 丰儿思以为 那晋王如何老辣 若要出手 必然一击致命 怎会用这些 不痛不痒的市井招数 平白断了 突然发难的天使 可若不是晋王 又会是谁 晋王世子 平白先自己于淋浴 这极不合理 宣二公子 已走了三天 看着也似不像他 若是其他人 齐少风不语 抬头看了一眼祖父 却见老爷子正盯着他看 双目如电 金光四射 为何不说下去了 可是觉得 不知这其中 有无泰安郡主的影子 少风一顿 却到底摇头 不像 以泰安郡主之志 此局不会如此粗脸 且若如此 其目的又是为何 齐正清微微一笑 连续点头道 确实不像他的手笔 不过 此事倒也不是 仅限于他们 晋王一脉所为 说不得其中 有些什么别的机缘 且暂不去想他 你只过一会儿 便去宫中觐见皇上 先稳住局面 才是正理 少风听祖父 将太安郡主 归为晋王一脉 心中 不禁微微一致 可到底面上 波澜不起 待祖父吩咐完忙起 身形里沉默 齐正清 见他面色如常 不禁在心中点了点头 他一直怕自己 这个最优秀的孙子被秦所困 若过不去 太安郡主那道坎儿 以后只怕是要为儿女情场所办 说不得会英雄气短 可如今看来 似乎倒不必太过担心 当其少风被太监总管 照敦领禁狱书房时 亲王等一众宗室 已经在此做了多识 龙书案后 好原面沉似水 康王爷此刻正站在当中 手里倾着同样一份遗诏的魔本 十分犹豫地说道 这字形颇像 比翼却是看不出来 毕竟是魔术 古人常说魔术译的古人位置 而多识古人比译 若变其真假 唯有看一看 这原本 这是假的 其少风开口接道 随后 跪地参拜行礼 口呼万岁 一见他来 浩原历时拨云见日 抬手叫起 其爱清眠礼 其相如今 身体如何 其少风谢道 谢陛下挂念 祖父不过偶敢实弃 陷下已无大碍 说罢 又叩拜谢恩 方才起身 其爱清刚刚说 这道遗诏 是假的 浩原 虽极力隐忍 但问话中 仍漏了几分急切 自然是假的 其少风说罢 转头去看沁王 二人目光相对 电光石火 沁王屡然微微点头 嘴角露出嘶笑来 如此藏头露尾的 萧小行径 不过是些盈盈狗狗之徒 寻衅声势意欲 混淆视听罢了 实在不足为惧 陛下心中 自然不耻不屑 朝臣文武 一皆是新名眼亮 便是天下百姓 也不会为此 无稽之谈所蒙蔽 其指挥使说得不错 此为假诏 一目了然 庆王接口 一锤定音 浩原的脸色 缓和了下来 旁边的康王爷 面露暖色 善善地寻了一把椅子坐下 自己一大早 便被这一诏引书 吓了一跳 随后又被庆王 火急火了地拽进宫来 着急上火地 分说了半日 谁知一句 假诏 就轻飘飘地云霄雾散了 果然后生可畏啊 浩原点了点头 可仍正没说到 虽说是蜀辈 计量不足为惧 可到底妖言获重 且又是假传依照 欺君网上 其罪甚恶 此事若不查明 振兴难安 不知其亲心中 可有定断 此事 又与晋王世子 有无关系 若只是侍景 泼皮胡闹到还罢了 他就怕这背后另有阴谋 毕竟是射晋王 浩原有此怀疑 也非空穴来风 陛下 其少风功身拱手 面露难色 晋王世子是否与此事有关 臣暂时无法判断 陛下 此事甚是蹊跷 不若昭 羽儿前来疑问 庆王开口接道 于是 当日午饭之后 世子府内 接来一道皇帝口谕 这晋王世子 秦昊宇进宫面圣 第102章 被困 你这哥哥 可真是一等一的疼你 将计就计 把你留在京中 还把这要命的东西 散得满城都是 射了这么大的圈套 说他不想要你的面 我是一百个不信 世子府的怀德院内 于晗将手中宝剑 煮在一旁的小几之上 看着对面的秦昊轩 连连冷笑 秦昊轩面色阴沉 半赏无语 诶 你这人 怎么说话呢 我认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成日借向谁欠你 喜宝 昊轩一声呵斥 喜宝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 昊轩伸手拿起身旁小几上 那份踏硬的遗照 这是流传于民间的版本 虽与那魔本引书相比 粗劣不少 但上面的字迹玉玺都清晰可见 这东西一夜之间突然散不开来 如此大量的踏硬 又着人翘无声息地散步 这一切不是一两日便能准备好的 此事绝非临时起义 而是一个策划详尽的阴谋 线下侨通不知所踪 是谁的阴谋简直不言而喻 可是 他们是兄弟啊 有什么解不开的怨仇 何至如此 你们是兄弟 甚至还是比旁人亲近许多的双生子 我就弄不明白了 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要置你于死地 雨晗问中了浩轩心中的困惑 浩轩垂眸遮住眼中的情绪 习宝看着自家公子 被黄雨晗直数落到脸上 竟毫无缓口之力 心中气愤 又怕公子斥责 只得一边去着浩轩的脸色 一边嘀咕道 你这也太危言耸听了吧 不过就几分踏本 怎么就置于死地了 雨晗似笑非笑地看了眼习宝 又转眼去看浩轩 浩轩没敢抬起眼睛 哼 还真是有其主 必有其仆 像你们这样 浑浑噩噩也挺好 死到临头 也算是闹了个难得糊涂 这份遗诏一出 西北晋王府 历时被推上风口浪尖 便不是晋王本意 此刻也皆已是他所为 这可是谋反大罪 而世子府 说白了 本就是流于金钟作智 如今西北生变 朝廷可不第一个便来 拿着晋王世子 你们家公子本 就是假的 说不得两句话 就露了底 朝廷又不傻 届时两下一对 自是知道 你们玩的什么把戏 你家公子 还能讨得便宜 便是没露底 此事虽是秦昊与散步 可以晋王的心思 西北得知此消息后 说不定会立十天柴家伙 届时你家公子 是谋反叛 王的流金质子 又能有几个好来 说不定 会第一个被朝廷 拿去斩杀 以涉西北 你这 也 也太吓唬人了 听雨晗说的害人 习宝忍不住回头 去看自家公子 却正见他紧皱双眉 满面阴郁 便知雨晗所说 并非耸人听闻 可又不愿剁了 自家的志气 于是只不服气地 捏如了一句 雨晗并不管西北如何 只盯着浩轩 满面的讥讽中 颇有几分咄咄逼人 秦浩轩 你这样一言不发算什么 我不管你心里 如何作响 只劝你早做决断 趁着朝廷 还没找上奸来 赶紧提前按计划 乔装改办 混出城去 才是正理 若是走晚了 说不得就出不了 这京城了 我可不想在这里 为你陪葬 你 西宝气节 可又知道雨晗 虽话不中听 说的却是实情 于是转脸 看向一直未说话的 秦浩轩 公子 浩轩思量了半日 此刻终于抬起眼皮 看向雨晗 缓缓开口道 黄侍卫 这几日多有辛劳 线下情形 的确紧急 不如趁事态 尚未严重 黄侍卫 带着西宝赶紧出城 与郡主会合后 京中情形 有赖黄侍卫 禀告郡主 并提醒他 多加小心 此话一出口 雨晗喜宝 皆是一惊 怎么 你不走 雨晗问道 我不走 浩轩答得斩钉截铁 我若一走 即便不是谋反 却也成了谋反 便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了 哼 雨晗冷笑一声 都现在这情形了 你还想着 做你的忠臣孝子 可却要看看 你那父亲 许不许你做这个忠臣 你那哥哥 让不让你做这个孝子 我不走 却不是为了什么 忠孝的虚名 郡主他们线下 不过离经百十里 若我一走 朝廷必然生疑 说不得会派出一队人马 追回秦浩宇 届时若将郡主 一并追回 那他所有的计划 便皆毁于一旦 再有 我实在是怕秦浩宇 再出什么昏招 与郡主不利 我这乡恳请皇室卫 趁朝廷尚未发难 速速出城 去追郡主 一来皇室卫武功高强 能护郡主周全 二来 请务必提醒郡主 有居心妥策之人 在他左右 望多加小心 浩宣此话说完 便见宇寒一致 脸上慢慢收了 嘲讽之色 盯着 他仔细看了半声 面色愈发凝重起来 啪 皇宇寒 猛然将手中的宝剑 往小几上一拍 带着几分别扭 问声问气道 我皇宇寒 却不是那等 临阵逃脱之辈 既然郡主命我护你周全 我自会保你性命无忧 至于示警郡主之事 你倒不用操心 城中自然有的 是能联系上郡主的法子 我这就去巡礼服来 给郡主送信 说着 也不带浩宣答话 起身便向门外走去 正在这时 呼听院外 有人高喊 皇上口谕 晋王世子 奉旨进宫面圣 云寒停下脚步 回头去看浩宣 脸上不禁露出郑重之色 喜宝不由的大吉 公子 这可如何是好 你一进宫 岂不就要露下 浩宣沉阴片刻 随后把心一横 无妨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我这便进宫 说罢几步 走出怀德居 于船指太监面前 跪拜扣手道 臣接纸 宇寒见此 悄悄退步隐于暗处 飞升上房 传言越挤 直奔惠文斋而去 晋王世子 应是也得了消息 否则觐见叩拜时 不会如此小心翼翼 甚至带着几分 显而易见的胆怯 一旁坐着的沁王 见此不禁松了口气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自打晋王世子 一进御书房的门 晋王便已然放下大半个心来 他之前所怕的无非是遗诏 散布谣言 四起之计 晋王世子 却突然失踪 昊轩努力揣测着 秦浩宇的言行举止 极力扮出一副温文尔雅 又恭顺谦卑的模样 一旁的齐哨 风皱了皱眉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 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世子可知此事 昊源并未叫起 一张 遗诏影书被扔了下去 飘飘荡荡落到昊轩眼前 昊轩捡起来看了看 果然是浊华那份 隐书模得十分细致 分毫不差 臣 也是今早于市井中 得了此物的踏本 却并不知小来源 更与此物无关 昊轩上来 便先把自己给摘了出来 世子不知 却不代表晋王不知 父王定然也是不知 哦 世子何以如此笃定 陛下 昊轩府的叩首 此事若与父王有关 发自西北 一路传入京城 必会于严城府县 留下痕迹 或行人或言论 总会有迹可循 绝不会凭空从天而降 传至京中 陛下大可派人 沿途一路向西北去查 此话倒是有理 说得在座各位 包括龙椅上的浩原 也皆疑惑起来 再者 陛下请想 此事若真是父王所为 必是 怀了不成之心 自古以来 大逆不到之行 末不是窥徒天下 若得半分名义 皆恨不能吹嘘出十分来 必要昭告天下 大肆宣扬 弄得世人皆知 便是那没有名义的 亦要编出 无数祥瑞 以赌世人悠悠众口 怎会平白浪费 如此大好借口 至于京城 这一方之地发难 陛下不幸大可派人去查 此物除京中流传 京外定然全无踪影 且越近西北 越是无人知晓 可若真是西北发难 如何会舍尽求远 从西北一路徐徐 流传开来 传至京城 乃至全国 这才是常理 浩宣此番话一说完 浩原便拿眼去看齐少风 齐少风忙上前拱手道 启禀陛下 陈一早便派人去了 京郊极县 及稍远的周府查查 线下快马的报 此物今外 确实未见 只限于京中 此话一出 康王不由地 呼斥一声 大大的松了口气 抬眼看着浩原笑道 如此 一块云彩就散了 皇上 这事不就解开了 羽儿说得不错 这事儿若真 是西北干的 他不沿途挨个周府散步 却只派人 一路演了行踪 来京城这一方天地作怪 那可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半点也不符合常理 庆王爷在一旁屡然不语 秦浩宇说得有理 其实在座众人皆心知肚明 此事不大可能是晋王所为 可 又会是谁呢 不是父王 自然也不会是宇 于是今早才知此事 且身在京城 自小幼的陛下有替 太后慈爱 如何能做出如此浑头的傻事 于是以为 定是有奈萧小之辈 怀不可告人目的 行小人行径 意图挑拨 陛下明察秋毫 定能快速找出 那幕后黑手 还尽王府一个公道 不得不说 秦浩宣口才 不俗条理分明 又将秦浩宇的举止仪态 模仿了个时辰时 故而在一众宗室长辈面前 竟为路破绽 于御书房内对达如流 成功过关 走出宫门的秦浩宣 青天白日下 额头上冷汗森森 却不敢伸手去擦 齐少风奉旨 带着五成兵马司的人 正跟在身后 护送他回府 为房小小不利 又将整个世子府 团团围住保护起来 说是保护 时为看管 浩宣心中 明静一般 回到府中 宇涵已归 李福来自然也于 民间得了那一兆踏本 线下又有宇涵报信 于是不敢怠慢 忙向浊华飞鸽传书 以报金钟之变 同时示警 浩宇觉飞善泪 宇涵的李福来所赠 特置想见一枚 二人约定 若情况紧急 以想见为浩 届时城中暗庄 皆会闻声而动 李福来等人 自会黑衣蒙面 前来相救 一切安排妥当 宇涵赶回府中 然而情势 似乎已严峻起来 五成兵马斯 以保护为名 此刻将世子府 围了个水泄不通 除非川防跃脊 轻易却是 出不得是子府的大门 可便是连着 川防跃脊的道道 最终也被人盯上了 一番调兵遣将后 齐少风成叫回府 却不想一个旨团 突然不知 从何处 被弹进了轿窗 齐少风展开 随即陡然瞪大双目 纸条上书八个大字 高手相护 世子遇逃 第103章 险境 公子 不好了 我刚刚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发现除了府外五成 兵马斯的人外 不知何时 这房上房下 竞增了无数万少 且各个都是难得的高手 线下咱们可真正是 被围成铁桶一般 插翅难逃了 事业 浩轩 宇涵正于屋中闷坐 喜宝突然跑了进来 且带回一个更坏的消息 什么 二人结实一惊 同时叹起身子 看向喜宝 宇涵张口先问道 当真是高手 你没看错 喜宝一听便 撅起嘴来 甚不满意道 我怎么会看错 我喜宝也在江湖上闯荡了数年 怎么可能连高手 还是菜瓜都分不清楚 那群人各个身着夜行衣 或于房脊 或于树上 隐记藏行 半分不露 便是连气息都控制得极缓 这可是一等一的好手才能做到 若不是我天赋一饼 耳聪异于常人 说不定都发现不了这群人 喜宝说完 浩轩 宇涵忍不住对视一眼 你可发现他们有多少人 浩轩接着问道 这倒不是十分清楚 不过总得有个十几人吧 高手 难不成是皇上从大内派来的 你不是说 今日于宫中对达得宜吗 且下午 还不过是普通兵丁为府 为何晚上 又引来这样一群人 浩轩听宇涵所问心 知定是 又有人暗中捣鬼 可毕竟兄弟相残 乃是家丑 顾不愿多谈 知道 却也不怕 我本就未想逃走 如此朝廷 不过是白费力气 怎么不怕 喜宝听后 忍不住博道 如此情形分明是朝廷 已经对你起疑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咱们现在可不就是 那砧板上的肉 谁知道皇帝老儿 心里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看您不顺眼了 说不得手起刀落 您就真诚踢死鬼了 喜宝说着乎 又一想天开起来 公子 不如把我一容成你的模样 你乔装先走吧 反正公子 也是假的 也不怕再来我 这么一个冒牌货 外面那帮人 只看着这府里 有个晋王柿子 不就行了 浩轩听喜宝这话心里 是又气又暖 一时尽哭笑不得 伸手敲了喜宝一个暴力 你这个冒牌货 和我这个假的 怎可相提并论 我虽不是是秦浩宇 却有其行 又能仿其言行 连皇上宗室 都可被我骗过 就算皇帝 再照觐见 我不慎价钱 失忆漏了身份 可好歹 却也是真正的晋王嫡子 便不是世子 可罪过到底轻点 大不了一句 父王丝毫与心切 故才出此下策 说不定也就遮掩过去了 可若是你被拆穿 便真是 连遮掩的理由都无 那可是欺君大罪 力斩不赦 啊 习宝忍不住摸摸脖子 只觉得那里凉嗖嗖的 嘴上却还是不幸 有 有那么严重吗 君不可欺 国法刚长 比我说的要严重失败 那 那可如何是好 习宝摸着脑袋 在屋里转了一圈 忽然又似开窍一般 皱着眉头说道 我就不信 既然都是欺君 您在这儿 又能比我好到哪里 公子 虽说现在 被一群高手所为 但若认真想逃 却未必逃不出去 可若真带朝廷发难 他便说 便忍不住匆匆 瞥了宇涵一眼 可就真没机会了 宇涵知道 习宝这一眼 是什么意思 坐在那垂眸不语 浩轩却并不在意 爽朗一笑 伸手拍了拍习宝的头 我都已然说过 我不会走的 郡主一日 未到他想去之地 我便一日不走 倒是你 本就是江湖中人 虽与我挂名主仆 却是自由之身 你大可 公子 你也推小看人了吧 浩轩话未说完 便被习宝 撅起嘴给打断了 我习宝 岂是那等贪生怕死之辈 当年 我一家被仇人追杀 若不是你和师父 我和娘说不得 就随我爹去了 虽然师父说过这辈子 只收你这一个徒弟 不会教武功 可我娘临终前 却嘱咐过我 这一辈子 要将师父当师父供养 将你当主子为户 外面那些 算了什么 我习宝 岂会害怕他们 你放心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此处 咱们同进同退 好兄弟 浩轩心中感动 伸手与习宝击掌而握 那个 见他二人说的激荡 反衬得自己 向着局外人 语寒不禁有些尴尬 轻壳一声道 今日已给郡主送信 想来郡主那里 不多时便有决断 并不一定如你们所想的 这般糟糕 一听提及浊华 浩轩辨认不住露出笑意 于有容烟般 点头秤 是 对 郡主足智多谋 自有决断 浩轩明亮的笑脸 让雨晗微微晃了谎神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自豪和信任 雨晗突然有些明白 浊华了 他从小跟在浊华身后 于黑暗中前行 彼此是少主与属下 是患难与共的伙伴 是并肩而战的战友 可秦浩轩 却是那照进黑暗的一道阳光 恍惚间 浩轩挥手而来 雨晗下意识地 伸手接住了 于是双掌相击 他的右手 立时一热 被浩轩温暖干燥的大手握住 黄雨晗 陡然一惊清醒过来 抬眼正见浩轩 对自己灿然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抬手不打笑脸人 此时黄雨晗 便是在满心尴尬休闹 却也发作不得 只能十分别扭地 甩开了浩轩的手 陈折脸转身去端起茶碗喝水 却发现 那茶碗根本就是空的 喜宝剑慈忍不住扑斥一乐 浩轩则继续撕着 他那一口白牙 雨晗的脸更黑了 与此同时 黄公御书房内 浩轩看着齐少峰 城上的那张 来历不明的纸条 心中犹豫不定 齐清是因此才让朕 派出十数名大内高手的 可知此世系何人所为 齐少峰拱手 却也满面疑惑 臣也实在迷惑 不过 臣隐隐有种感觉 这散布谣言者 和此暴幸之人大 有可能是同一伙人 若真是如此 那此次事件 说不得是 针对晋王世子的 不过 这些皆是臣的猜测 若真是世子仇家所为 此局又似乎太过 不过 臣定会尽快查清背后 兴风作浪之人 请陛下宽心 话虽如此 可若 浩轩一顿 抬头去看齐少峰 真是西北谋反 齐轻以为 该当如何 齐少峰亦是一顿 扮上拱手拱身道 若真是如此 陛下唯有当机立断 如有必要 杀亦仅百 浩轩不语 随后垂下眼帘 目光正落到龙叔岸上 刚刚于宣旨写下的 秦浩宇三个字 接到李福来的飞鸽传书时 已是乌金西锤 天色渐暗 浊华此时 才陡然明白自己 这几日来的不安 是从何而来 他一直在算计人心 在利用人心的弱和恶 他下意识地同他一样 将秦浩宇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没有揣摩 更没有提防 即使之前 他明知秦浩宇生性凉薄 友善趋利避害 明哲保身 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代价有可能是自己的计划 全面提前曝光 有可能是引起 朝廷对辽东柳大将军的怀疑和忌惮 更有可能是让秦浩宣丧命惊忠 西北谋反 刘金智 子自然要首当其冲 引颈受禄 想到此处 卓华心头不由得一紧 伸手攥住了自己的领口 不 秦浩宣定然不会有事 他绝不会让他有事 事不宜迟 必须马上决断 不过思虑片刻 卓华便缓过神来 抬眼剑除三姑 敏玉外 浮风等人也都在仗中候着 于是转头 吩咐身边的听雪 悄悄地将包大海 和小五叫来 听雪行李 承诺转身 匆匆走出营帐 卓华随即又看向一旁的浮风和摄月 你二人不要声张 去简单收拾一下细软 只带两辆轻电马车 说不得咱们待会儿 便要轻装减刑 浮风你务必要将你的鸽子 收拾妥当 那是咱们的耳目喉舌 万不可有所闪失 摄月你去多备一些干粮药瓶等应用之物 至于那些大的驾状财物 扔下便是 你们几个和我虽然不会武功可好 再多会骑马 届时路上会多有辛苦 浮风 摄月二人对视一眼 虽不知郡主用意 却不敢怠慢 盲双双一扶 便转身出去准备了 二人前脚刚出 包大海和小五后脚便迈得进来 三姑 敏玉见卓华 先是陡然变了脸色 随后又是一顿 吊派便知定 是有大事发生 于是也都围了上来 包大海与小五上前失礼 卓华却不多做他言 只伸手将飞鸽 传来的纸条地语 众人传看 果然 包大海一见灯时就急了 眼珠子己欲瞪出血来 虽极力克制 可到底还是没完全忍住 粗声大气的急道 这可如何是好 我家公子献下 岂不是被困在了金中 试射谋反 若一个不好 公子起步 后面的话一顿 虽未出口 众人却都心知肚明 浊华平白的心中 又是一景 我倒是没想到 秦浩宇竟怀了这样的心思 如此看来 从出今那一刻 或是更早 他就没打算 要我家公子 活着回来 包大海越说越切 双拳握得嘎巴巴作响 三姑看了他一眼 不着痕迹地上 前一步站到浊华身前 不怪包大海 怒火攻心 本为兄弟 秦浩宇 却实在做得太绝 一照功之于众 于西北 他这是投宫一剑 不管晋王认与不认 想不想反 他都得认 得反 晋王登位 秦浩宇 便是从龙投宫的太子 地位不可撼动 于京城 晋王谋反 世子府定然首当其冲 承受皇帝的怒火 秦浩宇这事 将秦浩宣当成 转移视线的石耳 抛于虎狼 自己却借机逃脱 若说除此之外 他还有没有 什么别的心思 哼哼 却也不是不可能 不行 我得去找他一问 我家公子 事事为他着想 他怎能如此陷害 我家公子 包大海 此时已彻底狂躁起来 转身便要 不管不顾地 去寻秦浩宇 你回来 浊华立声喝道 包大海 不过一顿 却脚下未停 你若想救秦浩宣 就留下 若想害死 他就出去 此话一出 包大海到底停了脚步 却站于门口 僵力不动 浊华也不去理他 只吩咐道 小五 去暗中点击所有侍卫 莫要声张 我们今夜 轻车减行赶回京城 去救秦浩宣 是 小五拱手领命 转身与包大海 擦肩而过 包大海一听大喜 忙回身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拱手行礼道 郡主麾下 接金兵强将 能得郡主相助 公子有救义 包某这就去点击西北 和亲人马 随郡主 一起杀回京去 说霸气身边要行事 直气的浊华哭笑不得 扶鹅叹道 你这是怕事情 闹得不大 你家公子 死得不快啊 这话又将包大海拦住 他异常诧异地 看向浊华道 郡主何出此言 浊华也不愿跟他多做废话 单刀直入道 我若带人回去 大不了算是回京救夫 被人说个莽撞不成体统 也便罢了 可你若是带着西北的兵 将去攻打京城 那便坐实了晋王谋反 到时候皇上未杀一锦板 只怕你城门还未得进 秦浩轩的人头 便已挂到了城墙之上 啊 那 那可如何是好 请郡主复分 包某全听郡主安排 包大海虽生的粗鲁 却实则粗中有戏 被浊华一番点拨 又想起凌初金钱公子曾有交代 定要一切听从 浊华号令 不由得历史想通关节 扑通一声 又跪倒在浊华面前 此次是完全心服口服 包总临请起来 浊华道 三姑忙上前 伸手虚扶 包大海站起身来 包总领先下 只去做两件事便可 一件事与西北兵 将储传令 命他们明日 无论发生何事 皆不可煽动 一切如常 只同秦浩与赵长 赶去西北便可 秦浩 世子 若是发现 您不见了 却不知又会如何 况且他闹了这么一场 就如此轻轻放过 包大海 实在是气不过 自家公子命悬一现 罪魁祸首 不光安然无恙 还能如愿脱身 若非尊备有别 他真想 立时直接冲进世子营帐 索性大家 闹个没脸 浊华垂下眼眸 以他的为人 此刻首要自保 我若猜得不错 他明日发现有意 只会把引起债 向西北加速前行 与咱们倒是暂无妨碍 至于其他 此刻却不是纠结的时候 来日方长 莫要一起用事 坏了全局 是 包大海知道 浊华所说有理 只得强压怒火 拱手称没 不知郡主这第二件事 要包某作甚 这第二件事吗 你去悄悄地 将礼部主是萧典绑来 第104章 人头 萧典以前便知 泰安郡主不好惹 却没料到 会这么不好惹 自己一个大男人 大半夜被套上麻袋 堵了嘴绑进 泰安郡主的营帐 此事 落放在一般龟秀身上 简直如天方夜谭 可在泰安郡主这儿 却似十分平常 不知郡主 深夜叫下官来此 有何贵干 萧典虽双手背负 面上倒墙 撑出个镇定姿若来 说完这句 忍不住面皮 抖动一阵抽气 可见刚刚来的路上 是被包大海 教训了几下 情势紧急 浊华不愿与她 多做废话 使了个眼色 三姑会议 立时上前 捏住萧典的下巴 抬手将一粒药丸 扔进她口中 随后向上一勤 萧典被迫羊头 咕噜一声 将那药丸咽了下去 这 郡主这是何业 若说刚进来时 萧典还算镇定 毕竟 她是个男人 泰安郡主 不过一介女流 深夜被绑入账 传扬出去 只会有损她女儿家的亲狱 自己这七尺男儿 有何可怕 更何况 如今她已不再是那个 不入流的九品司官 而是堂堂的礼部七品主事 真正的朝廷命官 自应拿出些气势 不可坠了朝廷的威风 更不能如之前那样 被泰安郡主的卫队一下 便全然唬住 不过 这份硬气 也就坚持到了刚刚 要一入口 萧典立刻就知道 自己之前想错了 首先泰安郡主 好像并不是个在意 亲狱的普通规格 其次她似乎 也不仅仅 只会些仗势力威的 肤浅手段 破她吃药的女官手 如铁钱力大无穷 比那包大海不遑多让 又不知给自己 吃的是什么东西 可会伤了性命 重重一斗 顿时让她浑身汗毛倒数 刚刚好不容易 强撑起来的那点气势 瞬间便泄了一地 此为两日情 我偶然从一个江湖人手上得来的 浊华威威道来 似在讲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据说扶此要者 会有两日情好顺心的日子可过 不过一旦过了这两日 二十四个时辰 便会立时蹊跷流血而死 死时如白蚁士骨 极为痛苦 一股良意 慢慢从脚底升起 最终冲上头顶 削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据 郡主真是好悔谐 世间哪有这等奇要 且郡主戏出名门 又起谢于这等鬼欲伎俩 哦 你不信 太安郡主此时穿挂整齐 似是急着出门 听肖点如此说 不由得倾促额眉不耐烦道 你若不信 便看看手臂 线下是不是已然长满了红枕 肖点慌忙撸起袖子 果见双臂此时密密麻麻 布满油亮的红枕 甚是骇人 她不经大惊失色 与此同时 不知是心里作怪 还是那毒药确实霸道 五脏六腑顿赶火烧难耐 这枕子一日后便布满全身 然后慢慢破裂溃烂 届时你会感觉到 万已是骨生不如死 两日后全身溃烂 那时就算大罗神仙也就不了你 说着 浊华站起身来 迈步便向外走 你若不信就自行回去 从此各不相干 你自求多福 不 不 我谢 我谢 肖点此刻 已然惊恐地无以复加 一见浊华要走忙 猛然跪爬几步去栏 却被敏玉眼疾手快 一脚踢翻 郡主 郡主救命 如有吩咐 在下莫敢不从 只求郡主救命 肖点就地一滚 不敢造次 只忙西行上前 磕头如捣犯 此时 这泰安郡主哪里 还是什么闺秀女流 在他眼中 分明就是地府中的阎罗判官 见他如此 浊华站定 从秀中 取出个瓷瓶 在他面前晃了晃 此独岛 也不是无解 肖点一见 历时大喜过望 伸手欲抢 却被一旁的包大海 又是一脚 我查过你的家事 本位敏帝无洲人士 父母双亡 尚未取清 朝中无人无事 又不是正经的科举出身 故于仕途上 并不得意 今日 不过想 烦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事成之后 我不光给你解药 还赠你万两银票 足够你娶七生子 受用不尽 但若杨凤因为 坏了我的事 便莫怪我心狠手辣 在下不敢 在下万万不敢 萧点献下 只觉得浑身齐痒 却又不敢去抓 生怕脑魄造成溃烂 只能强忍着 冲卓连连磕头 在下定听从郡主吩咐 绝不耽误郡主的大事 那我们走 浊华一挥手 众人早已准备妥当 立时出发 包大海一把领起萧点 大步跟上 虽已离京三日 但毕竟大队人马行径缓慢 且未避暑热 一日中不过只行多半日 因此实际道并未离京太远 不过快马一日便能赶回京中 浊华连夜赶路 只盼早到 不想去还捡了个意外之德 当桥通被小五扔到浊华马前时 已是浮小 小月未落 东方发白 天光虽朦胧未明 却有些许光亮依稀可变 桥通一身不一 面有风霜 一看便知是桥庄改 半行了一夜的路 如此看来 京中局面已定 他这是来追情好与负命 可惜 浊华于马上居高临下 看着跪在地上的桥通 一时没有开口 谁知桥通一见浊华 反而放下心来 欢笑道 呀 竟是郡主 恕桥通眼镯 多有冒犯 郡主这可是出来 迎二公子的 郡主放心 乔某已与二公子 商量好了 未免人多演杂 录了行计 咱们只分批出城 乔某自是第一个出来开路 二公子那儿您放心 昨儿已与皇上那儿抱病了 这几日 只做养兵闭门不出 实际上却早已寻计出城 乔通边说 边站起身来 虽双手 背负却魂不在意 护在浊华身旁的三姑 不禁冷笑连连 只觉此人 真是不知死活 敏玉却骤起没来 他忽然十分担心 与含于京中的处境 此人巧舌如簧 狡诈多端 却不知给京中 留下了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这也正是卓华献下心中所忧 于是并不和乔通兜圈子 只使了眼色给小五 小五会一上前一脚 将他踹倒在地 随后寒光一闪 一口宝剑压在井上 哎 郡 郡主您这是何业 乔通大惊失色 半分不敢动弹 只拿眼睛瞟向卓华 我只问你一遍 浊华声音不大 却含一彻鼓 乔通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除了散步一照踏本外 你还做了什么 乔通陡然瞪大双眼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今日白天 在京中所为 远在百里之外的 泰安郡主晚上便已知晓 脖梗上的剑梁且硬 隐约中间 风波而立的寒气 似乎与皮肤的温热小小地冲 凸了一下 顿时让他全身上下一阵战力 他额上的汗流了下来 郡 郡主真会开玩笑 乔某 乔某却是不明白 乔通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 对面的那未认他 如何多治 也不过只是一个 十五岁的小丫头 切磨要慌 切磨要怕 斩 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 双眸一垂 口中轻轻吐出一个 让乔通震惊万分的自来 还未带他从这震惊中 清醒过来分辨几句 小五已然手起见落 顺时划破了他的咽喉 一道鲜血喷噬出 随后大量的血便争先恐后地 从那道伤口中鼓鼓涌了出来 乔通双目元征 里面满满的惊恐与不甘 他没料到一个十五岁的丫头 竟真敢杀人 他没料到 他说 只给他一次机会 就真的不听他多分辨半句 死尸栽倒在地 不过见起一片尘土 包大海吓了一大跳 他盲环是四周 却见众人面色如常 并无人似他一般变言变色 倒是他大惊小怪了 公子这事 取了个夜叉回来 紧接着 太安郡主的下一句话 更是好学没让包大海 从马上翻下来 将他的人头割下 扯人去追送给晋王柿子 也算 全了他们的主仆情义 是 小五拱手领命 包大海 忍不住握着袖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昨日他气不过 欲找秦浩宇算账 太安郡主却说 来日方长 郡主大概是对这 来日方长有什么误解 秦浩宇收到桥通的人头时 已当真如卓华所说那般 匆匆拔引起债 带着人马奔向西北 他没料到事情 会于卓华这儿 败露得如此之快 也没料到 卓华会杀了桥通 这些年来 桥通一直陪着秦浩宇 在京中为至 如左膀右臂一般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秦浩宇知道 太安郡主角非普通规格 可还是小瞧了他 他知道自己 与太安郡主之间的 两子算结下了 或许太安郡主 不过也想用此事告知他 他们之间的两子 结下了 这香卓华鸡餐 可以快马加鞭 一路赶回京城 其间鹰怕惊动村县 以卸行踪 便故意绕村过县 专走那荒僻野路 待赶到西宁门外二十里处 与赶来的李福来会合时 已是第二日午时 郡主 李福来下马行礼 李叔不必多礼 卓华盲下马搀扶 又问道 县下城中是子府内 动静如何 属下接到郡主的飞鸽传书 便特地去是子府附近 转悠了一圈 发现那戒备森严 前后全是五成兵马司的人 属下 鹰怕漏了身份 未敢进前 不过他们三人欲从府中出来 确实并非一事 李福来说完 浊华陈英片刻后问道 你线下 可能与宇晗联系上 之前倒是约定了暗号 也给了宇晗 一支应急想见 若是如此 你回去 便派人与其联络 告知秦浩宣宇晗他们 今夜的虚实武克 无论如何必要 杀出府来 世子府离南星门最近 到时候 我便于那里接应他们 可郡主 虚实武克 城门已关 无妨 我自有办法 叫开城门 那时百姓接关门庇护 如此反倒不会伤及无辜 届时告知城中各案中的兄弟 大家打起精神 隐于暗处 做备战状态 却切要听号令行事 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暴露 属下遵命 剑卓华排兵布阵 颇有剑拔弩张之事 李福来之今晚 必有一场硬仗要打 不禁也紧张起来 起身端正俐落地行了个军礼 随后道 郡主放心 且绕去南星门待机行事 属下回去安排妥当 便去南星门与郡主会合 李说 你却不必再出城来 郡主 今晚大事 我如何能不护于郡主左右 李福来看着卓华 满眼坚持 不可违逆 卓华沉默半赏方 无奈点头道 李叔辛苦了 李福来方才面上一松 拱手失礼后 转匆匆回京去了 一旁的包大海早已看傻了 这一路上 泰安郡主 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他的认知 杀人也就罢了 原说来救公子 可如今这架势 为何怎么看 怎么像是要攻打京城啊 泰安郡主 一介女流 凭一己之力 要攻打大旗的京城 他不是怕朝廷误会 才不让西北兵将参与的吗 如今 这都要攻都了却又算什么 而他手下这些人 竟一个个面色如常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疯了 全都是疯了 还有 暗庄 属下 军礼 这泰安郡主 到底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势力 包大海只觉得自己的脑子 和心脏都不够使了 事已至此 他只得被裹挟前行 只盼公子扶大命大 在泰安郡主 如此折腾下 能保住小命一条 五绝过后 外面数热不减 不知从哪儿来了个卖西瓜的小贩 于柿子府后 墙外叫卖起来 嗓音淬亮 直穿云霄 大西瓜 塞砂糖 砂糖比不过 我的西瓜田 屋内抱贱 而坐闭目养神的宇涵 陡然睁开眼睛 转头看向一旁呆坐的喜宝 喜宝 你去买个西瓜 西瓜 买什么西瓜呀 线下这府里 一切供应 皆由外面送来 只为不让府里的人出去 你又来添什么乱 喜宝像没了骨头似的 趴在一把圈椅上 撅着嘴没好气的说道 连看都懒得看宇涵一眼 浩轩 却是立即会议 与宇涵对视一眼 不由得也郑重起来 转头喝道 喜宝 快去 多买一些 给府外的兵兵们分食 嘿 我还买给他们去吃 喜宝的 不耐烦又生一急 却一抬头 正对上浩轩使来的眼色 不由得一愣 对 去买个西瓜回来 若是兵丁拦着 便多买一些 只说 我见大家当差辛苦 请众人吃瓜结束 喜宝看看自家公子 又看看一旁的大兵块黄雨晗 再抬眼看他房顶 终于明白过来 立时从圈椅上跳起来 应了一声 便如一只离弦的剑 冲了出去 第105章 袭京 夜色如墨 残月如沟 大气京城南兴门外 飞驶而来了一对人马 此时城门已关 守门的兵丁 不经接警觉起来 这对人马少说也有上百 却不知是何身份 来者何人 城门已关 务在前行 否则休怪某家 开弓放剑 城门校尉提着灯笼 立即于城头大声喝道 随即城墙上一对弓箭手 呼啦啦便涌上来 摆开架势 别放剑 别放剑 那城下队伍中 打头一人 慌忙高声喊道 本官乃礼部主是萧点 几日前奉旨去西北 为泰安郡主送驾 身后这些 皆是送驾的礼部遗仗 听萧点如此说 那校尉制止助弓箭手 又拿灯笼向下 仔细照了照 道 空口无凭 有何为证 萧点忙从怀中 掏出一枚观印来 举于头顶 高声说道 此乃本官印寿 将军可拿去一验 那校尉听后一挥手 便有人将一只篮子 系了绳索 顺着城墙放了下去 萧点催马上前 将手中的观印 放进篮中 又拉了拉绳索 随后这篮子 便带着观印 升上了墙头 哦 果然是萧主事 城门校尉 借着灯笼的微光 仔细焰看手中的观印 随后冲墙下萧点 微微抱拳笑道 萧主事 寄奉旨去西北送驾 此刻理应在 京外百里才是 何故返京 况且 线下城门已关 萧主事也应知道 若无特殊缘故 是断不能进城的 萧点一听了盲拱手道 萧某 亦是朝廷命官 自是知道规矩 可今日实在迫不得已 萧某发现了 泰安郡主的一桩惊天秘密 这才率队 匆匆赶回京城来报 此事万分紧急 试设朝廷设计 恳请将军 速速向上头禀报 城门校尉一听 不敢怠慢 也知昨日遗诏 知识闹得谣言四起 靖王世子府被围 心道不知 泰安郡主可与此事有关 若有关系 那可果真是庄大事 于是盲拱手道 萧大人且稍微片刻 陷下京中防卫 皆由五城卫兵马司指挥使 齐绍峰齐大人同管 这城门开与不开 全听听齐大人号令 下官这便即刻去报 说吧 便飞奔下了城楼 你说什么 齐绍峰如今主管京房 昨日又出了的大故事 因此 这一两日 皆赤住在衙门内 十分操劳辛苦 此刻乍听南新门守城校尉来报 不由得心中一紧 昨日生出一兆谣言 今日送驾的官员 便连夜赶回京来密报 难道之前是自己想差了 此事真与泰安郡主有关 你线下赶紧快马加鞭 赶回南新门 开门放行 只是先将萧点 悄悄带到这儿来 是 城门校尉领命 转身匆匆而去 那校尉去了不过一刻钟的光景 齐绍峰突然发现 城南世子府方向 隐隐四亮起火光 心中不惊一惊 不想办住香的功夫 未到 那小族便蛇身带回一个 从世子府赶来报信的兵丁 大人 报信兵丁火急火燎 一进门便立时跪地禀报道 禀大人 刚刚世子府后院突然火起 晋王世子 趁乱带着两名青隋 向府外冲击厮杀 小的们奉大人之命 奋力阻拦 却不想晋王世子 和那两名青隋功夫实在了得 兄弟们受伤无数 好在有大内侍卫相助 不过如此一闹 晋王世子三人 却已逃出府去 线下小的们及大内侍卫 正在合力追缴 小人特来报信 什么 齐少风一听 历时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那晋王世子 明明不会武功 话音未落 他却随即大叫一声 不好 盲又问道 晋王世子 可是向南兴门奔去 正是往南兴门方向而去 兵丁虽不明所以 却不敢怠慢 你快去 齐少风满脸胶着 抬手点指前来报信的兵丁 快马加鞭 速去南兴门传我的命令 城外之人心怀不轨 紧闭城门 闯城折斩 是 那兵丁不敢怠慢 行了个礼 转身慌忙跑出去传信 来人呀 马上点七人马 随我一同去南兴门 齐少风边说边向外就走 今夜说不得要闹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后院的那把火 引得世子府上下一片大乱 丫鬟婆子家丁院工 接抄起瓢盆器皿 赶去灭火 浩轩三人 趁乱换上小衣短打 夹在救火的人群中 直奔后院脚门 守在脚门处的普通兵丁 倒好打发 可引在暗处的大内高手 却不好对付 三人刚打晕了脚门的手兵 便立时从各处窜出 十数名身着夜行衣的大内高手 拦住去路 随后呼啦啦闻风而来的兵丁 一拥而上 将浩轩三人团团围住 浩轩 雨晗 洗宝三人几倍相抵 抖擞应战 浩轩不禁笑道 看来今日不能轻易善了 你二人多加小心 洗宝刚要开口 却听左手边的雨晗 沉声吃了一句 啰嗦 说罢也不管他二人 飞身第一个冲上前去 浩轩 洗宝一剑 不敢怠慢 历史也上前迎战 三人皆使出毕生所学 拼尽全力 一时间只见数十条人影纠缠一处 招式令人眼花缭乱 这一片混战之中 五城区兵马寺的兵丁 自是被三人挤下便给击退 可那群大内侍卫却不一般 比之前王岐然派来追杀卓华的那对人马 又更难缠几分 三人边打边向外突围 终是撕了一个口子 冲出了狮子府 到了街上 浩轩等人历时施展轻弓 直奔南兴而去 普通的兵丁自是跟不上的 可那十数个大内高手 却不依不饶紧追不放 三人边跑边打 有几分狼狈 突然一身材短小手使双剑的黑衣人 追上雨晗 左手似是虚晃一招 右手一剑刺来 雨晗忙接招去躺 却没想到 那右手一剑反而才是虚招 真正的杀招却在左手 手起剑落肩 寒光一闪 直奔雨晗咽喉而来 啊 雨晗必无可避 不经心中一警 直到此劫难逃 无命休矣 千军一发之际 耳边相只听得汤郎一声 那柄短剑被人一剑弹开 原来是浩轩转头 剑剑奔雨晗 来不及多想 回身来救 一剑对剑硬生生弹开 可不想那黑衣人却有后招 左剑被弹 右手一抖剑便紧跟过来 雨晗一剑大吉 力时伸手来拽浩轩 却到底稍晚一步 刺拉一下 那剑落于浩轩左臂之上 力时一道口子 鼓鼓涌出血来 公子 习宝一剑大吉 回手一剑来救 雨晗一挥剑而攻 几招内那黑衣人 便身上挂伤败下在阵去 公子 你可还好 习宝护助浩轩十分担心 无事 不过是小伤 浩轩边打边道 你 雨晗心中颇有些别扭 手上拼杀不停 口中半赏方才憋出一句 好生多事 护好你自己便是 我不想 郡主伤心 此时那群大内高手 又齐齐发起围攻 三人被迫再次已被相抵 浩轩听雨晗如此一说 忍不住开怀大笑 朗声道 你放心 我无事 倒是你 反要当心 浊华不能少了你这左膀右臂 雨晗抿了抿嘴唇 一剑刺穿一名大内侍卫的肩甲 却终是没在开口 三人终于赶到男性门前 然而此刻 这男性门前却愤外热闹 之前萧点城下叫门 城门校尉请来齐少峰的命令 先一步到了男性门 随即下令开门放行 城门一开 浊华立时挥手前进 众人催马急行进城 与此同时 萧点慌忙接住一个抛来的包袱 拱手败了又败 随后悄悄拨转马头 于夜色掩护之下 匆匆向南奔逃而去 他却不知 浊华给他用的 其实并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 不过是皇义 从江湖上搜集来的奇巧玩意儿 用后能让人浑身齐痒 却并不伤人性命 两日后便可自动痊愈 说来浊华也是无法 才出此下策 浮风 摄月 听雪等人与那十数龙性格 皆被流于城外十里停处等候 又这一对人马守卫 此时 这进城的队伍中 只有浊华一人不会武功 众人皆绷紧神经 小五带领一对人马打头 三姑 明玉各带一对人 互在左右两翼 身后跟着余下人马 包大海紧随 一起策马浩浩荡荡地进城 只是不想 先头人马才刚刚迈进城门 忽然有一兵士骑马从城内飞奔来 且边跑边高声喊道 快关上城门 其大人有令 来者心怀不轨 闯城者杀无赦 快快关上城门 站在城楼上的城门校尉 听得此话 惊了一跳 历时高声命道 关上城门 快关上城门 原本打开城门的那对军士一听 也慌了手脚 忙又支鸭呀 推动城门玉 将其关上 冲在前头的小吴启会 让他们得逞 历时催马上前 挥刀左披右舵 砍伤兵丁无数 随后 大队人马一拥而入 夺守城门 卓华手持精巧银色小弩 被团团护在队伍中间 紧随其后 直冲进城 放箭 城上校尉一声令下 顺时间箭与齐发 卓华等人却早有准备 忙伸手从马上摘下一枚小盾 持于左手以挡箭与 众侍卫拨打凋零护助郡主 又有大批兵士 从城头上冲了下来 历时两队人马 混站在一处 与此同时 浩轩三人 一从城门北面杀将过来 身后追兵紧追不舍 直战得天昏地暗 浩轩抬头 一眼便于对面混战之中 看见卓华 不禁大喜过望 脸上带笑 手上愈发利落起来 只恨不能速速结束此战 历时飞奔到卓华身边 卓华自然也看见了他 笑容不自觉地便绽放开来 一时间只顾看他 催马直冲 倒把三姑吓出一身冷汗 二人静在咫尺 却不得进前 虽是各有混战 却心有灵犀 眼看两处人马就要会合 谁知此时节外生枝 南星门前东面街道上 突然马蹄声震耳欲聋 齐少风带着五成兵马四的 大队人马赶了过来 三路人马于南星门前 这十字路口上遭遇 只远远一眼 齐少风便于人群中认出了浊华 虽然夜色下他一身黑衣 可他就是平纳城上的一点灯火 云中的几分月色 一眼便认出他来 如古人笔下所显那般 角落太阳声昭霞 即使隐于一众人中 异异一身灰 可这到底是战场 齐少风并没有时间去赞叹感怀 他已于另一边的混战人群中 变出了秦浩轩 此时浩轩正与宇涵喜宝竭力厮杀 悬身灰剑间 数人倒下 剑法精妙 伸手利落 身形步伐无一步灵动飘逸潇洒自如 别有一番剑骨侠风 齐少风陡然明白了 为何昨日于御书房内建那晋王世子 总绝不对 又突然想起 那时春猎围场内的晋王世子 为何别有风骨 原来如此 王太后以为他算计了别人 却不知自己早已入局 且成败子 更加可笑可叹的是 他竟然也曾抱有过幻想 甚至欲舍弃一切决绝抗争 却不知 原来皆是自作多情 自己根本就从未曾入过他的眼 他的心 齐少风微微合了合双眼 他听到心中有一根弦断裂的声音 撕裂的疼 让人发狂的嫉妒 还有潮水般的不甘 和窒息的苦 突然间 他睁开双眼 伸手从马上摘下弓来 右手抽出三只羽箭 搭弓瞄准 眼中燃起两簇熊熊火焰 气息一领 杀起腾腾 君子六义 齐探花虽是书生 却极为善舍 自幼练得绝技 可三剑齐发 上中下三路必无可避 箭在弦上只听啪搜三只羽箭齐齐射出 随即便有人哀压一声大叫 一头栽到地上 两路混战人马 历时更加混乱起来 第106章 旧夫 齐少风晚攻搭剑 差时三剑齐发 直奔秦浩轩的面门 咽喉 胸口而来 浩轩耳边传来破空之声 心中一领大叫不妙 也来不及去分辨式和兵器 抬手挥剑去挡 只听啪的一声 直奔面门的那只羽箭 被浩轩一剑斩断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挥剑一躺 使得浩轩门户大开 咽喉 胸口 全暴露于剩余两剑之下 好在宇寒听的剑锋 于电光石火间陡然出剑 第二只射向咽喉的羽箭 汤郎一声 正钉到宇寒手中的剑面之上 随即应声弹开 可此时第三只剑却已然到了 无论是浩轩还是宇寒 皆来不及再次出手 必无可避 就无可救 二人眼睁睁地看着那第三枚羽箭 直奔浩轩的胸口来 剑锋破空 寒光一点 浩轩双目一闭 直呼大势已去 谁知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斜刺横身飞出一人来 竟硬生生以身挡箭 只听扑的一声 那第三枚羽箭正定进西宝的心口 穿透后心 西宝硬生摔倒在地 西宝 浩轩当即双目低血 锦辉几箭退了身边敌兵 随后单膝跪地去抱西宝 鲜血历时阴透了浩轩的袍袖 公子 西宝的声音 似一缕飘荡于风中的青烟 妾要保重 我大概要去见爹娘了 说吧一口鲜血便呕了出来 一旁奋力拼杀的雨寒见此 历时双目喷火 毕竟相处数日 虽偶有斗嘴 却也同进同退 此刻见西宝如此 当即杀气争腾 手中长剑上下翻飞 再说卓华那边 眼睁睁看着齐少峰 三剑齐发举功射向浩轩 当即吓得花容失色 心陡然一提 只感到窒息般的害怕 以前他只知道自己心愿浩轩 而此时他方才知道 这份情意 原来可让他生死相随 三剑只中其一 且还不是秦浩轩 齐少峰不由的心中狠狠傲骂 手上却是不停 历时又从剑囊中 抽出三只雨剑 搭弓认扣 抬手再次描向浩轩 就在剑于弦上上尉射出之际 呼听泰安郡主 高声娇和一声 先帝所赐龙吟剑在此 而等还不速速跪拜 这一声娇斥 犹如春雷乍响 震耳欲聋 泰安郡主于马上高举龙吟宝剑 月光下滑彩夺目 硕硕泛光 这半年来 泰安郡主的事迹已传遍大旗上下 众人自然皆知他供奉着 先帝所赐的上方宝剑 如此一喝 混战的众人不禁纷纷停手 五成兵马斯和那群大内侍卫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接转头去看他们的长官 其少峰缓缓放下弓箭 心中一灵 知道怪不得泰安郡主有恃无恐 原来却是如此 只是 此地不是七霞山 他也不是那王天号 其少峰向前行进几步 随后搬安下马 却立而不跪 只仰面看向浊华 泰安郡主身夜袭京 可是要造反 他的声音不大 但字字诛心 浊华微微一笑 其大人见先帝 上方宝剑立而不败 可是要造反 其少峰仰起嘴角冷笑道 先帝圣物若于 忠臣良将手中 自视上见皇帝 下见百官 先斩后奏 如君清零 可若落于奸宁之手 便是明珠暗头 别有用心 身为朝廷命官 自然不能以物断终 本末倒置 好一个以物断终 本末倒置 其大人 是说泰安乃是奸宁 其少峰抬起眼皮 慢悠悠拱手失礼 道了一句 不敢 浊华挑唇冷笑 伸手暗艳赤推崩黄 苍郎郎宝剑出窍 横于面前 月光下 渐身悠悠泛着蓝光 其大人莫要上来 便扣帽子 泰安没有胆子袭精 更不敢沾上那 造反二字 不过一介女流 实在也担不得 大人口中 奸宁一词 说来泰安 只是于昨日突然发现 静王世子好手段 竟瞒天过海 惊蝉脱鞘 于离京第二日 偷偷迷 翻了轩公子 又寻高手易容 将他二人身份互换 泰安今日 不过是知其真相后 匆匆 回京旧夫 齐大人这阵争 却是有些大了 齐少风一个字也不信 泰安郡主 这套说辞 莫说是他 便是连三岁的孩子 糊弄不过 可回京旧夫这四个字 齐少风垂下眼帘 郡主不觉得 这套说辞 牵抢父会漏洞百出吗 不想泰安郡主 却 宠他幼时一笑 猛然抬手 龙银剑寒光一闪 剑尖 直指少风面门 苍狼狼 齐少风身后的兵士 立时刀剑出鞘 而卓华所带人马 自然毫不示弱 当即兵戈相迎 齐少风不躲不闪 如轻松傲雪 抬头直面眼前这把宝剑 卓华面色不变 手腕倾斗 那龙银剑间 便立时在齐少风的眼前 跳跃出一朵剑花 齐大人多虑了 说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 却是这把龙银剑 反请齐大人 即刻进攻 代为禀告皇上 泰安年幼得清 供奉先帝龙 银宝剑实在力不从心 亦有德不配位之嫌 故今日特 反经献回先帝遗物 只愿先帝遗 则有我大旗风调雨顺 宝无皇万岁千秋万代 卓华 不可 卓华话音未落 对面单膝点地 抱着喜宝的秦浩轩 便陡然高喝了一声 赤红的双目中 似乎地遮了一片云雾 浩轩知道这柄 龙银宝剑意味着什么 那不光是先帝的遗物 郑国公主 留给卓华的念想 她还是皇权的象征 无上的特权 代表了大旗天子 浊华的报复 浊华将来的谋划 这把上方宝剑 都至关重要 有了她 浊华便可稳定军心 师出有名 无论将来于辽东 还是对戎敌 这把剑 或许就是 那发号施令的底气 统帅千军的虎服 陷下浊华 却拿她来换自己 浊华转头 于万千人 中看向浩轩 安抚一笑 眼波流动 两叶生花 浩轩差时 便于这孝颜中庭 附下了心境 可龙吟剑下的齐绍峰 却看着这如花的笑叶 渐渐暗淡下了眼中 本应浊华 陷剑 而陡然迸发的光彩 乍听泰安郡 主要归还龙吟剑于朝廷 齐绍峰 简直欣喜若狂 任何一个上位者 都不会允许自己头上 悬着一把 先斩后奏的先帝上方宝剑 当初的王太后如此 如今的皇上 亦是如此 更何况 泰安郡主行事诡诀 此剑在他手中 百亥无一例 如今 他主动交回 无疑是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但是 他还是突然有那么一瞬的失落 郡主献已身陷淋雨 献与不献可有不同 浊华笑道 自是不同 我若与死网破 却尚不知熟胜熟负 便是 你得了这龙吟剑 也是朝廷明抢 欺辱遗孤 冒天下之大不韦 届时朝廷便是 再理直气壮 也难堵这天下人的悠悠重口 郡主好谋断 齐少峰面 无表情拱手道 齐某这便进攻禀报 郡主稍候 丁大人 下官在 武成兵马司 副指挥始于齐少峰 身后拱手应道 命人马员的待命 好生 看着他们 我去去就来 说把他搬安上马 却忍不住抬头 又看了眼卓华 心也跟着一腾 却不敢多想 芒波转马头直奔皇宫而去 喜宝 喜宝 此时浩轩怀里的喜宝 呼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秦浩轩只觉得肝胆欲裂 抱着他 哑着嗓子 连声唤倒 卓华忙收剑入鞘 飞身下马 直奔对面浩轩三人而去 三姑 名誉一剑不敢怠慢 也立即下马紧随其后 为首的官兵 顿时一阵骚乱 纷纷戒备 却不敢轻举妄动 小吴等人刀剑七举 严阵以待 最终丁副指挥时想了想 抬手制止了几方的骚动 随泰安郡主去了 卓华几步来到浩轩身边 并不说话 扶身去给习宝整脉 可半赏 他慢慢抽回手去 缓缓抬眸 抱歉地看向浩轩 已然见穿心脉 回天乏术 话音未落 习宝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习宝 浩轩满眼悲戚 可却终始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习宝的生命 一点点流逝 如燃尽的烛火 缓缓吸了光亮 浩轩闭上了眼睛 这是从小 与他一起长大的伙伴 是他的兄弟 是他的家人 见浩轩如此难过 浊华却束手无策 只能伸手过去 握住了他的手 站在一旁的雨晗 转头垂下眼帘 齐贵妃的灵溪宫内 浩轩穿着梁衫 坐在竹榻上 一旁的小几上 放着伴了菱角兵丸 他看着那两碗出神 似全然忘记 坐于对面 太师以上的齐少风 皇上 立在身边的齐贵妃轻摇罗扇 忍不住柔声提醒 哥哥还等着黄命 好去办差呢 四世被从一个悠长的梦中惊醒 浩元皱了皱眉 可抬眼见是少堂 脸色历时温和下来 是正想的出神了 转而又去看向少风 齐轻以为 可不与那秦浩轩计较弃君之罪 只以龙银剑换 他二人归去 陛下 臣以为可行 先帝所留的龙银剑 实者可代行天子之责 恩宠太过 如此也算一个契机 朝廷未费心力将剑收回 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至于轩公子 以及那遗诏踏本 倒不足为惧 陈思以为 这不过是些 因极生恨 或起萧强 兄弟反目的戏码罢了 与朝廷 倒不是 完全没有好处 浩元又是一阵沉默 少风忍不住有些着急 却又不能催促 他垂眸看着手边 同样的一碗 领角冰碗 只觉得心火赤胜 于是顾不上许多 拿起来便咬了两口 华 太安郡主 果然说了回京旧夫四个字吗 浩元忽然再次开口 却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是 齐少风放下冰碗垂眸硬道 浩元轻轻叹了口气 随即冲他白白手道 随他去吧 说罢便又转头发起呆来 齐少风不敢耽搁 垂着眼睛 起身行礼 便躬身退了出去 灵溪宫的偏电 一下子进得出奇 似是被埋进了一堵水墙里 闷得人喘不上气来 皇上 齐贵妃倾促眉 有些不喜这份安静 冰碗快化了 华妹妹 你还记得吗 浩元望着那冰碗温和的笑道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冰碗里的菱角 可曾祖母却每每都不许你多时 只说女孩子用多了 含粮之物不好 我为了哄你高兴 便每次先命人 在你的碗里 少放几粒菱角 待你吃完了 再把我碗里的窑给你吃 如此一来 你既不会吃得太过 伤了身体 又每每十分高兴 浩元边说 边拿起条羹 仔细地将碗中的菱角 全都咬了出来 就如当年一般 脸上挂着笑 缓缓抬手 将那少菱角 送到浊华的嘴边 陛下忘了 齐少堂的声音 温柔如水 笑颜如一朵盛开的白莲 臣妾怀了身孕 太医说 要即时生冷之物 浩元的笑容 陡然将在了脸上 不过也只是那么一瞬 随即他干巴巴地笑了起来 慢慢地那笑声 愈发响亮 最后真的变成了 开怀大笑 连一旁的公俄太监 都不禁纷纷露出了笑容 只觉得 皇上今儿真是高兴 浩元一边笑 一边摇头道 是朕糊涂了 爱妃里应用些 未兵过的鲜果才是 来人呀 宫女们历时 陆续摆上了 最实现的果子 浩元亲手包了一粒葡萄 递给了少糖 灵溪宫的偏殿内 此时一派情色相邪 温馨和乐之相 似乎皇帝 从未曾陷入 回忆无法自拔 不知今年何月 似乎贵妃自使身 受圣宠 从未听到过 什么瀕临角的故事 齐绍峰带着皇上的口谕 回到了南新门 浊华知道 他会带回来的 其挡金瓜细算 自会觉得 这笔买卖只赚不亏 至于皇上 他护不住他 他知道的 即使心有不甘 他 利用了这份不甘 龙银剑 被交到齐绍峰手中 浩轩瞪着齐绍峰双目 几乎低血 心中确知此时不可冲动 无论如何 只得作罢 于是 强忍悲痛将洗饱的尸体 搭在马上 随后班安上马与其 共乘一骑 两拨人马 各自列队 皆无话可说 更别提 什么话匾 齐绍峰坐在马上 看着对面的浊华心中 五味杂陈 此去今年 不知何时再见 如此一想 竟有些神思恍惚 虽抱拳拱手欲说 两句道别之词 却忽听浊华叫他 齐绍峰 啊 只一愣神的功夫 绍峰便见泰安郡主 猛然抬起手中小弩 银色的剑尖 差时离弦 闪着悠悠寒光 直奔齐绍峰的胸口而来 第107章 何去 齐绍峰曾经无数次回想 自己与泰安郡主的 那次京郊遇袭 他与他同处车内 车外血雨腥风 车内却是一派一然 那时他二人相聚 最近的一次 家人浅笑低语 与他平民畅谈 端蒂是雅致悠然 似乎并非正处一场 刀光剑影的厮杀之中 不过是一次 普通的查会小剧 只是 他却仍于那份 悠然终窥得出 以前不知的动魄惊心 同样的一张小弩 同样的一枚银剑 那次定于刺客的眉心 此次 却定进了 齐绍峰的左剑 顿时 官兵一片大乱 丁副指挥使 苍朗朗抽剑出鞘 护在上官身旁 齐绍峰的衣衫 顺时便被鲜血阴透 他捂着带剑的尖头 抬眼看向 正缓缓放下小弩的灼滑 四目相对 二人接八风不动 剧痛阵阵 愈发强烈 齐绍峰额上 见了细密的汗珠 他抬起右手 压制住身后 骚动的队伍 兵丁们 渐渐安静了下来 齐绍峰勉强 须须抱拳 多谢 郡主 手下留情 死 毕竟一剑穿肩 此刻血如泉涌 他是强忍着 才没有跌下马去 可也心中明白 这一剑若非 泰安郡主手下留情 此刻就非一剑穿肩 而极有可能是 一剑穿侯 当场毙命 是他掀起了杀意 三剑齐发 有一曲秦浩轩性命 且最终射杀一人 泰安郡主若要报复 一剑将他射死 也是情理之中 可他到底还是饶他一命 无论是顾虑朝廷也好 还是敢念齐家也罢 这份情他都得领 浊华却不答话 直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随后拨转马头 到了生我们走 历时烟城滚滚 提升如雷 百多名侍卫 随着着华飞奔出城 他确实不能杀齐少风 不仅因为顾虑着朝廷 斩杀命官 便是与朝廷为敌 还因为他是沁王府的女婿 永平郡主 秦秦的未婚夫 他只能如此给他一个教训 秦浩轩紧握缰绳 双目赤红 瞪着齐少风的目光中 杀意挣腾 却只能拨转马头 催马跟上 他深知眼下情势 不可妄为 若一剑杀了齐少风 那便真帝坐实了晋王 谋反卓华习经 卓华便白白施了龙银剑 此前种种也皆是白负 天蒙蒙放亮 兮兮丽丽下起了牛毛细雨 城外十里 人马会合 浩轩同胞大海 一剑绝土 安葬了喜宝 随后又跪于坟前 拜了三拜 此间仓促 只能如此草率安葬 目前立一幕牌为碑 上刻异地陈喜宝之墓 卓华轻轻推开了 三姑递来的梭丽 看着浩轩一拜一 扣及进前程哀伤 心想或许与秦浩宇 这个亲哥的相比 在浩轩心中 一同长大 又出生入死的喜宝 才更像他的兄弟吧 私人已去 节哀顺变 卓华并不擅长安慰人 看着沉默 而悲伤的浩轩一时无措 搜长瓜度道 我听李玉说喜宝 自幼孤苦 父母双亡 待咱们安定下来 定来带喜宝回他家乡 安葬在他父母坟旁 一句 咱们让浩轩 原本黯然的双眼 亮起了一点火光 他抬头看向浊华 眼中有着深刻的悲伤 浊华 毫无征兆 浩轩就这样上前一步 将浊华紧紧抱在怀中 周围都是 刚刚随他夜袭的侍卫 浊华的脸 轰地红到了耳根 挣扎了一下 却听见浩轩 在耳边轻轻 又道了一声浊华 无尽的哀伤 浊华的心软了 浩轩抱住浊华的那一瞬间 宇涵只觉胸口的血气 一下子翻涌上来 他下意识便想冲上前去 结果却被三姑一把拽住 宇涵强压下那口气血 垂下眼睛 最终只是默默转过身去 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去 今日便要分别 浊华就此带人奔向辽东 浩轩则回去西北 可他此行却未必比他平顺 辽东已被皇义经营多年 柳大将军和重建的林家军 接兴向于浊华 他去辽东 正如敏玉所说 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可秦浩轩的近况 却全然不同 秦浩宇已算公然撕破脸皮 晋王病入膏肓 西北情势错综复杂 同父异母的弟弟秦浩灵 虽只有十岁身后 却有各方势力牵扯 此去西北 凶险万分 等我一年 待我安排妥当 便去寻你 浩轩轻声低语 此刻浊华就在他的胸口心头 他真希望 时间能于这一刻永远停止 因为这便已然是他所想的第九天长 这便已然是他期待的海枯石烂 浊华到底还是红着脸正脱开来 他低着头 不敢看好轩的眼睛 既然无可更改 你去便是 浊华的声音很轻很软 对不起 浊华 我曾与母妃临终前发过誓 定会迎秦浩宇回西北 让他寂静王位 我不能食言 浊华沉默下来 他知道 重提此事 浩轩未必好受 同为异母所生 却一个自幼成欢父母膝下 极尽宠爱 一个则于强宝石便送于江湖飘零 即便后来秦浩宇流金坐质 同浩轩一样离开父母身边 可静王与王妃挂念最多的 却还是秦浩宇 便是临终前 静王妃也是为长子谋划的更多 浩轩一直向着外人 但他却不能不管 即便明知秦浩宇心术不正 我等你来辽东找我 浊华看着浩轩 不是一年 是一直会等下去 当马蹄剑起的滚滚烟尘剑散 那队伍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黑点 助于马上的浩轩方才不舍得慢慢收回目光 雨并没有下大 仍戏如牛毛 包大海递给浩轩一顶缩力 随后轻声提醒道 公子 我们也该上路了 浩轩微微垂下眼睛 怅然若失 不过分开半炙箱的功夫 他便已然开始想念浊华了 不过分开半炙箱的功夫 浊华便已然开始想念浩轩了 老黑驾着马车 跑起来又快又稳 浊华微微掀起车帘去看窗外的雨 他觉得自己的心从未像现在这样空过 同乘一车的三姑敏玉相互对视一眼 皆心中了然 郡主 可是担心轩公子 三姑轻声问道 浊华垂下眼帘 并不回答 三姑又随即温柔地笑道 郡主既然担心轩公子 为何不反回去寻他 浊华抬起眼睛 连敏玉都惊讶地看向三姑 三姑为何如此说 咱们是要去辽东的 浊华的声音中却藏着一分犹豫 辽东还有黄大人在经营 还有柳大将军 率林家军在镇守 可宣公子却只有自己 此回西北 他的处境会格外凶险 可 我不能 不能为一己之私 打乱原本的计划 大家本就是要跟着我去辽东的 属下等皆忠于郡主 凭郡主号会令 凭郡主调遣 尽忠尽责 不离不弃 郡主令下 莫敢不从 三姑抱拳 一番话说的掷地有声 敏玉亦当即双手抱拳 刀声道 郡主令下 莫敢不从 护着车架的二百多名侍卫 历时一高声齐应道 郡主令下 莫敢不从 声冲消汗 直阵的山谷回荡 鸟雀惊飞 浊华终于展颜一笑 猛地掀开车帘 高声道 老黑 掉头 咱们 去西北 去西北 众侍卫又一次齐声复合 这次却添了不少笑意 四人人都在暗暗调侃 浊华脸上一红 啪地放下了帘子 众侍卫一见 又齐声高呼一句 去西北 其中笑意更浓 更有小吴等人 忍不住乐出声来 宇晗一个眼刀过去 众人历时尽声 随后宇晗面无表情的高声 喊停了队伍 紧接着号令道 后队变前队 拨转马头 向西北进发 向西北进发 众人再次齐声高喊 声震凌跃 响恶行云 当浩轩看着卓华 带着队伍从后面及时 而来追向自己时 突然觉得 心中似有一根弦 被猛然拨动 随后仿佛一双极快的双手 将心中那五音六绿十八根弦 一声声急速弹响 给自己奏出了一首喜乐洋溢的曲子 他呼地跳下马 甩开缩力 迎着队伍跑了过去 未等下车的卓华站稳 便一把将他抱住 那是失而复得的喜悦 简直欣喜若狂 卓华正拖不开 只得去扳他的脸 看着他露出一口 白晃晃的牙齿灿笑 也跟着笑道 我跟你回西北 跟我回西北 浩轩点头傻笑 卓华脸上一红 低下头来 声如闻那 同你 同你成亲 嗯 浩轩继续狠狠地点头傻笑 同我成 他猛然睁大了眼睛 下一刻 卓华只觉天旋地转 浩轩的笑声震动四眼 抱着他欢呼旋转 这个傻子 卓华羞得要死 众人大笑 跟着秦浩轩一起欢呼雀跃起来 只是 在不起眼的一角 有一人一起寂寥无声 敏玉骑马 默默站在了雨晩的身后 雨晩四眉发现 他般一动不动 只看着人群中 那对欢喜的男女 御书房内 浩轩看向胳膊上掉了绷带的齐绍峰 面上露出了十二份的关切 齐爱卿伤势如何 齐绍峰堪堪做出个抱拳的姿势 谢陛下记挂 并无大碍 不过是皮肉伤罢了 说罢君臣二人皆是一末 却谁也没有再去顺势 去提那伤人的太安郡主 过了半晌 浩轩方才问道 晋王世子如此回去西北 朝廷必要下旨身斥 依齐爱卿看 可会有什么后患 齐绍峰心中暗存 这些时日 皇上果然历练了不少 现如今所思所问 与之前大不相同 他温和一笑 因失血而略显苍白的面容 顺时竟显出了一丝 七楚的俊美 陛下 齐绍峰恭声道 晋王世子逃回西北 确实有损朝廷威严 可这与朝廷 却并非完全是坏事 如若我们稍加引导 西北 久病卧床的晋王千岁 勉强起身 接过一旁魏陆城上的信尖 眯着眼睛 仔细看了半上 随后又递了回去 魏陆忙凑近蜡烛 将他燃了 晋王看着他跳动的火苗 面上波澜不起 便不出喜怒 第108章 晋王府 西北 清明城晋王府 正值盛夏 酷暑难当 几天来王府先后迎来两波 从京城风尘扑扑而来的人马 秦浩轩此时立于马车一旁 照应着着卓款款下车 不经意间 二人抬头四目相对 各自皆忍不住闽唇一笑 这番景象 正落近迎在大门口的众人眼中 站于其中的秦浩宇的目光 陡然一暗 盈盈闪出几分音质来 但面上却仍笑意盈盈 让人如目春风 胖敦敦的秦浩灵 站在众人的最前头 十岁的半大小子 正是待不住的年纪 于门口站了这大半日 早就不耐烦起来 两眼盯着房檐上 叽叽喳喳的鸟雀 神飞天外 伸手捂住腰间的弹弓 眼珠随着那鸟乱转 身后的奶娘见她这样有些着急 忙悄悄拉了拉她的衣袖 浩灵这才把注意力收了回来 不情不愿地看着台阶下的浩宣 拱手行礼 叫了生二哥 见此 秦浩宇心中倒稍稍有几分惊讶 想前两日自己刚回西北时 秦浩灵那趾高气扬的的模样 见面指到了一句 果然长得和二哥一样 便不再理他 但后来得知 自己既不会武功 也不懂兵法 更是对他失了兴趣 莫说行礼 便是连眼皮都懒得冲他抬一下 如今 他倒肯对秦浩宣弯腰 正想着呢 却听浩宣赤道 为何指向我行礼 不见我身旁有客 还不快快给郡主见脸 且 却不想秦浩灵一听此话 立时翻了翻白眼 我堂堂男儿 又是晋王府 晋王府的三公子 岂会像一个女子行礼 说着 秦浩灵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秦浩宇 只觉得好险 差点就将平日里 母妃对他所说的话给抖了出来 混账 她是你的 你的表姐 未等浩宣将话说完 卓华开口截住了话尾 浩宣这才反应过来 卓华虽已与自己过了请妻之礼 但到底尚未迎娶 她还是未嫁之身 倘若自己说出是你二嫂这样的话来 定会遭人耻笑 若再被有心人利用了去 就成了卓华不知羞耻 急于出嫁 尚未过门便教训起夫家小叔 简直一笑大方 浩宣脸上一红 只是自己梦忘了 阴见浩灵对卓华态度不公 一时气恼 快想的却是少了 卓华到不以为意 笑意盈盈地看着街上立着的众人 却是秦浩灵立于主位 秦浩宇反倒靠后 除此之外 便是王府中几个侍妾 带着各自所处的庶女 虽也乌泱泱占了一片 但并没有几个正经而人 那位从二品的冯侧妃 自然没有露面 看来是认真的于后宅高作 等着一会儿摆破不得款 秦浩灵能说出这样不知礼数的话来 说不得是被人有意教缩 来给这未来的晋王府二媳 一个下马威 不得不说 冯侧妃还是有些手段 从晋王府这十来年 只诞下秦浩灵一个男丁 其余皆是女儿 便可见一斑 只是侧妃也是妾 生下的是孩子 也是树出 树子站在有世子封号的嫡长子前面 果然有点意思 看来秦浩宇早回来的这几日 过得也并不舒心 当然 以他那谨小甚微 又深藏不露的座派 一开始伏地作小 也在意料之中 什么表姐 我却不知 要想让我像一女人做一下拜 却是不能 你这小子 浩宣只能觉得这小子 今天格外欠揍 踢着拳头就想冲上去 却被浊华牵住了衣袖 圣人传下来的礼仪 向来为的是 分个掌幼尊碑 从未听说这行不行礼 还要看男女的 表弟年幼 却已经十岁 难道见了母妃 也应是女子 而从不行礼 这胡话且没在说 若是传到金钟皇上 太后的耳中 不说表弟年幼 童言无忌 只说 可 却到底不好 卓华的话说一半留一半 随后也不再去看秦浩林 只真当他是个无知幼童 抬眼冲着秦浩宇汗手微笑 到了声语表兄 一旁的浩宣 一时展颜抱拳 笑着到了一声大哥 秦浩宇完全没料到 卓华浩宣 竟会越过众人 来和自己说话 此前种种 自己的算计 桥通被斩 两方已算撕破脸皮 他与卓华 浩宣不成人 仇人也难 可现下这 电光石火 秦浩宇陡然明白过来 卓华 浩宣的示好 是在隐晦地提醒他 无论之前如何 如今在这虎狼环丝的西北 他仁丹力薄 能依靠的 也只有秦浩宣这个孪生弟弟 他与秦浩宣 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 而秦浩宣 也想和他联手的 对 只是联手 而非依靠 他安郡主可以一来 便笑语盈盈地斥责秦浩林 不知礼数 竟王府不懂规矩 拿出表小姐的款来 摆出一品郡主的气势 原因无他 只因为他手中有钱有人 而他这个名正言顺的 靖王府世子 却是不能 从刚到西北时的 伏地做小委去求全 到这几日来的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全然没有 泰安郡主的这份体气 不过 他此刻仍是满腹狐疑 有钱有人的泰安郡主 与他联手的目的 真的单纯吗 会不会也是另有所图 泰安表妹 秦浩宇拱手行礼 随后又冲浩宣一抱拳 叫了生轩帝 秦浩宇虽然满腹狐疑 却并不妨碍 他当即做出姿态 与泰安郡主结盟 似乎是此刻最明智的选择 几位妹妹来见过郡主 秦浩宇知道 知识不动秦浩宁 回头看了眼 身后那几个树妹 拿出了柿子 兼长兄的气势威夷 毕竟都是些八九岁的女童 带着她们的侍妾 也皆没什么见识 一件柿子突然威夷大胜 历时都没了主意 犹犹豫豫对视一眼 便纷纷扶身行礼 浊华一见 微微扬了扬嘴角 回来到平背里 转而拨光流转间 与浩宣相视而笑 秦浩宇此时 纵然对着嗜好满心猜疑 那又如何 他并不在乎他信与不信 就像他不在乎秦浩宁 是真的年幼无知 还是被人叫唆的一样 这些都不重要 秦浩宇是必然不会信任 他和浩宣的 便是没有之前的那些是是非非 以秦浩宇的多一猜忌 也未必会全心全意地信赖浩宣 可他却又是个最实实物之人 认得清现实 浮得下身段 浊华要的并不是他的信任 而是他的犹豫 有了这份犹豫关键时刻 他才不会轻举妄动出来添乱 浊华和浩宣 并肩上了王府门前台阶 从秦浩宁身边擦肩越过 迈不进了大门 诶 秦浩宁毕竟不过是个十岁的顽童 从小又是被捧着长大 此时诈被人有意无事 历时不知所措 指着浊华的背影 满腹委屈 又不知说些什么 什么你啊我的 真是越来越没归了 还不快些跟上 浩宣向来不惯着这个弟弟 只觉得这熊孩子 已被冯侧妃宠得无法无天 此时忍不住回头立起眉毛 教训他两句 就算这个二哥会武功有本事 是秦浩宁平日里极佩服的人 此时被当着众人公然训斥 他脸上也是挂不住了 秦浩宁狠狠跺了跺脚 环顾四周发现 竟没一个可以帮自己出气的人 于是忍不住别了别嘴 聊起袍子 一溜烟地跑向后宅告状去了 果然 当浩宣带着浊华来到晋王 起居的容身堂时 小丫鬟一打帘子 正见秦浩宁趴在冯侧妃腿上 抽抽搭搭 秦浩宇忍不住转头 看了浊华浩宣一眼 却见二人只作不知 笑意盈盈地一前一后进了花厅 浊华抬眼看向主作 只见一人坐于其上 虽是盛年 却显出垂垂老太 身穿一领暗红道袍 头戴欠着美玉的逍遥园外巾 两颊身线 双目浑浊 便知 这就是晋王 自己的亲舅舅了 此时有丫鬟拿了两个仆团 摆在地上 浩宣和浊华 立时双双跪倒在地 向上叩拜道 儿子 泰安 给父亲 舅舅 请安 晋王四世有些精神不济 扮上方才抬起眼皮 看了看跪着的二人 道了一声 起来吧 随即微微抬了抬手 便有丫鬟弓身 捧着个荷包过来 那是给浊华的见面礼 浊华盲又恭恭敬敬 拜谢一番 行指得体 礼数周全 都是自家人 不用如此多礼 秋缠 还不快去把你们二爷 和郡主扶起来 坐于晋王下手的冯测妃 笑声异常响亮 晋王仿佛被他陡然吓了一跳 可终不过只是 轻轻皱了皱眉而已 此时 秦浩玲似乎也已经被劝哄过来 虽仍然嘟着嘴 却难得安静地 顺势躬身上前 将地上的蒲团 移到了冯测妃脚下 秦浩玲抬眼又看向他二人 却见两人似是未看到那蒲团一般 浩轩拱手失礼 浊华微微一扶 口中皆称册飞安好 秦浩玲复又垂下眼睛 冯测妃的笑将在了脸上 却不过只是一瞬 二爷果然好本事 去了一趟京城 就将轻事给定了 乔郡主这通声的气派 到底是经理来了 冯测妃一开口便落了底 不 应该说是从浊华一间大门口那番阵仗 冯测妃的底细便已然一亲二处了 一一浅薄且愚蠢 若如浩轩所说 冯氏一族基于世子之位 可秦浩玲却既不占敌也不占常 如此争取浩轩这个敌兄的支持 甚至他这位京中郡主的支持 似乎有不少好处 即便心存猜疑不愿清静 在如今事态不明的情况下 静观其变不贸然得罪谁才是正理 可这位测妃娘娘却是毫无章法 上来便想摆所谓婆婆的款 给浊华一个下马威 可奈何他不过只是个从二品侧妃 这下马威名不正年不顺 且手段捉猎 全无效果 浊华回头看了一眼 主作上仍闭目养神的静王 据说当年静王妃聪慧多志 静王心悦神网 亲自向剑园先帝请旨求取 这一点倒是比他那大舅舅雍和先帝 有眼光多了 可为何到了西北后 这玄女人的眼光就变差了 浊华正暗暗思量 胡听那冯侧妃开口对自己笑道 郡主放心 只管在王府安心住下 就当成自家一样便是 只是 郡主那对侍卫 王府却是住不下的 第109章 司陶 侧妃娘娘放心 郡主已在清明城内 买下几座宅院 以供侍卫们安置 就不劳烦侧妃娘娘操心了 浩轩这话说完 倒是让静王微微睁开了眼睛 不过随即便又合上了 而冯侧妃的笑容 再一次僵在了脸上 还未等缓过来 便听卓华接着说道 谢侧妃娘娘关怀 慈爱相留 泰安本不应推辞 只是虽是舅舅家 可毕竟也 卓华忍不住面上一红 要有所顾虑 泰安已买下了 城东的清风别院赞助 且已派人收拾妥当了 侧妃娘娘倒是不必太过费心 随后 她转头冲身后的飘雪汗手一笑 听雪立石攻身捧上李丹 泰安来得匆忙 草草背了些薄礼 还望舅舅不要嫌弃 说吧 那个叫秋缠的丫鬟便忙又过来 双手接过李丹 躬身捧到静王和冯侧妃面前 静王未动 仍闭目不语 冯侧妃伸手接过李丹翻了翻 忍不住说道 郡主好大的手笔 语气中便多了几分酸溜溜 却不知她说的是这李丹 还是说卓华高价买得的那几座宅子 尤其是那座清风别院 虽是别院却甚有规模 前后四镜 里外整齐 又请了名师大家指点 无一处不忧尽雅致 后宅的花园更是堪称点睛之笔 也有心巧精妙之处 此处原是一外地大商客建的私宅 用以来清零行商时落脚所用 后来那商客突发疾病嫁和息去 其子尚又支撑不起家业 此宅又暂时无用 故此才想要出对他人折些现银 冯侧妃之前倒是十分重义 本想用嫁状银子制成私产 将来也好留给浩玲 只是价格太高 一时钱不凑手 如此犹豫几日 又派人与主家杀了几回嫁 不承想最后被告知此宅已卖 原来竟是被太安郡主买了去 毕竟只是一座宅院 冯侧妃倒不至于过分纠结失了身份 只算溜溜说了一句后 便立时吩咐下人给众人勘坐上茶 随后拿起帕子眼口笑道 世子与二爷回来的倒瞧 眼瞅着九月初三 便是王爷的四十整寿 正想着大半一场 一家子也好团圆热闹些 可巧你兄弟二人就赶回来了 如今这寿宴之事 自然免不了 还要劳烦你们帮着操持 也顺带着教教你们这弟弟 让他学个眉高眼低的才是 话音刚落 一旁的秦浩玲 便忍不住从鼻子里吃了一声 冯侧妃依然笑语奄然 全当没听见 浩宇 浩轩兄弟二人 听得此话不敢怠慢 连忙离坐拱手齐声道 父王受淡 不敢书代 自应尽心竭力 以尽孝心 随后二人归座 秦浩宇紧接着诱导 父王受淡 我与轩弟自然是牢牢记着 路上紧赶慢赶 不敢单个半人 说罢转眼笑看浩轩 似在寻求他的认同 轩弟 浩轩垂眸一笑 兄长说得不错 心中确知 这大概是在向众人 暗示自己孝心书代 晚了他两日才会清明 世子与二爷的孝心 自是赤诚 冯侧妃端起几上的茶碗 用盖子慢悠悠地 撇了撇扶起的茶叶 只是这两日 切身心中总存着个遗影 一直想寻世子问问 却因世子出归百事皆忙 竟没能得空 今日大家都在 也是个机会 不妨就当唠唠家常 世子出京 可否禀过皇上太后 世子回归清明可有圣旨 这 秦浩宇一顿 心到今日恐不能善了 头上便不觉 慢慢见了汗珠 原本他计划着一回清明 便立时扑到父王脚下 痛哭这十年为止的不义 再细细诉说 自己如何 因私父私家一心尽孝 而私逃出京 当然 有些是自是不能提的 最后恳求晋王念其孝心 向朝廷上折一封 道其私子幽慎 故特赵浩宣回西北 以境天伦 如此 他便是未尽孝道迫不得已 而非私自离京抗旨不尊 可没成想 自回到清明 却只于当日草草请安 前内侍人多嘴杂人 父王不多时 便称 罚打发众人回去 这两日 父子二人在未相见 更别提 那诉说离私 和请者辩解 今日算来 竟是回西北后 见得父王的第二面 冯侧妃此时突然发问 秦浩宇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他若说禀过皇上太后 请得出京圣旨 那圣旨 如今又在何处 世子出京时 并未禀告皇上太后 自然也便 未能请下圣旨 谁也没想到 此时太安郡主会突然接话 且说得十分直白 在座众人皆惊讶不已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尤其秦浩宇 猛然瞪大双眼 转过头看他 端坐高位的晋王 似乎是睡着了 只闭目不语 八风不动 哦 冯侧妃笑了起来 露出些小小的得意和嚣张 如此说来 世子竟是私逃回京 便说既已结仇 如何还能结盟 秦浩宇心中懊恼 自己本不应该 亲信这太安郡主 又或者刚刚 不过是自己妄加揣测 他二人根本就没有 事好之意 正当秦浩宇犹意不定 冯侧妃幸灾乐祸 堂上众人心思各异之时 却忽悠听卓继续说道 侧妃娘娘如此说话 却是有些不妥 虽世子回西北五指 却不能用私逃二字 世子从小生于京城 太后娘娘是嫡亲的皇伯母 皇上是童宗的手足兄弟 当年流于京中 不过是因为山高水远 世子年龄尚小 先帝太后及瑞翼太皇太后 舍不得骑受周车劳顿之苦 这才将世子流于身边教养 如今世子已经长成 自是应该回来西北京校 更何况 舅舅此次乃是四十整寿 世子无论如何 也应赶回来 承欢西夏才是 只是毕竟于京中生活多年 世子与皇上太后 又是极为亲厚 想来无论是谁 必皆不堪受那离别之痛 尤其太后娘娘 到底上了年纪 为康健所记 更不敢引得她老人家大悲大痛 唯恐损了凤体 故而世子 这才托付太安与二公子暂缓离京 代其向皇上 太后辞行 也正因如此 二公子才晚于世子两天回到清明 世子既非逃犯 朝廷一位下旨 严禁世子离京 太安却是不知侧妃娘娘 何故而言思逃二字 一番话说下来 满座接近 此时 一直闭目养神的靖王 缓缓睁开眼睛看向浊华 虽仍不便喜怒 却是自禁门以来难得的关注 秦浩宇垂下眼睛 当当的懊恼猜疑 现已接悉数化为惊叹 太安郡主好口才 真是 难得能把瞎话说得这么远 不忍靖王世子 以年幼之灵 受车马劳顿之苦 原是当年雍和先帝 为了留他作制的托词 人人皆心知肚明 只是人人皆不会点破 太安郡主便利用了 众人这份有口难言 光明正大的吹捧起 当年先帝的慈爱 他留于京中 便只是那公之于众的表面理由 他如此说 谁会去驳 谁又敢去驳 既然如此 献下他成年归家 又何罪之有 便是未向朝廷报备 也不过是个小小的过失 更何况 太安郡主还说 他与秦浩宣 已亲自向皇上解释了 想来这是解决的不差 如此一来 太安郡主即洗脱了他私逃回京的罪名 又解释了秦浩宣 为何会晚于兄长回到西北 同时一代他表白了 私父之情贺寿之效 更是隐晦地提醒了晋王爷 世子受先帝太后看顾多年 如今成年归家 正应尚折谢恩 想来此折一上 朝廷便是 原准被要下的申斥旨意 也便就此作罢了 这太安郡主 果然即便聪明 那冯侧妃 大概也未料到 太安郡主敬会 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想来他素无极致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对 知无半天接不上话来 好了 这却不是什么大事 不知晋王爷 是否有意为冯侧妃解围 此刻终于缓缓开口 声音沙哑而苍老 本王自会上折子向皇上 太后谢恩 岁月不饶人 如今也该想几天 而孙绕夕的亲福 想来皇上 太后定是能够体谅的 父王福寿绵长 轻松不老 好轩好与盲 再次离坐失礼 其他人不敢怠慢 意景随其后 秦浩玲在冯侧妃的指点下 敷衍着草草 跟着一起行礼 如此便一锤定音 秦浩宇再无后患 在座的除了那几个懵懂庶女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其余的皆心思各异 冯侧妃似乎是个没什么诚服的 脸上便带出了愤懑之想 浩轩微微一笑 端了叠点心 低于身旁的卓华面前 眼里藏着星光点点 嘴唇微动 似是在说辛苦二字 卓华的脸莫低一红 又怕人看见 盲伸手接过那点心碟子 另一只手举起完善清灰遮面 暗暗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不想他这样 却反让浩轩心头一颤 历时又甜又痒 脸上便忍不住一圈一圈地 样开了笑容 二哥 你笑什么 秦浩玲是个二愣子 这一句话 不由得引得众人 纷纷转头去看他二人 浊华心中气得跺脚 面上却是垂眸脸气 正经微作 二爷倒是欢喜 冯侧妃想必是要挑刺 可又实在说不到点上 自然 过几日 便是父王的寿臣 我见这府里上上下下喜气洋洋 侧妃打理得井井有条 自是十分欢喜 这是在捧着冯侧妃说话 他就是再蠢笨 也不至于自打脸面继续挑刺 指得善善笑道 二爷过奖了 这本就是妾身的本分 一语未了 忽闻院中有人娇笑 可是宣哥哥回来了 浊华只觉得 这娇音又甜又腻 不禁地同意 就直直地往耳朵眼里钻来 帘子一打 便见一个穿着鹅黄衫 拎着金丝马鞭的风雨少女 雀跃而来 先是向座上的镜王 逢侧妃行礼 随后转身只看浩轩 满面欢喜道 轩哥哥 你可终于回来了 洛杉 姑父 姑母可都十分想念轩哥哥呢 对面的秦浩宇抬起头来 眼中盈盈闪着几分玩味 似是在等一场好戏开场 浊华面上未变 只笑意盈盈地 转头看了一眼秦浩轩 不过一眼 浩轩顿时觉得 这原本闷热的花厅内 似是不知从哪 陡然吹来了一阵寒风 顺着脊背直凉到头顶 连头发根都跟着炸了起来 他赶紧转向浊华 急切地想要解释两句 却还未等开口 便听见冯侧妃满是宠蜜的笑道 郡主大概还不认识 这是我娘家侄女冯氏洛杉 从小便是个活泼直率的性子 这两年大了 就偏偏爱跟着二爷去军中胡闹 与二爷及时亲厚 洛杉 还不快与郡主见礼 浩轩眼见着着华笑叶如花地 受了那冯洛杉的礼 又礼数周全地回了半礼 虽未在看他 却让秦浩轩莫名地感觉 背后那股寒风愈发刺骨起来 第110章 刑事 清明府 西北难得的锦绣繁华之地 回湖客商多喜与此交易香料牲畜 羊毛制品等 故而 此处虽不比京城雾华天宝 却也是人节地灵 热闹非常 城东有一盘小店 名幻广巨宣 虽店面不大 却卖得极好的茶叶 店内又有七八张油的 增量的榆木桌案 所配作剧 皆是靠背高椅 也有单独的雅间 既气派体面 又舒服安逝 接着这店中的伙计机灵周到 茶点心巧 国品印记 谈唱的先生 也是定时唤醒 一切极尽雅治银河 务必做到兵治如归 因此 每每有大客商还价定器 或富贵闲人消遣散心 又会有那中产之家 偶来会客商榷 多选此处 故而 整日里前来买茶 或闲做听书的人 倒是络绎不绝 着实生意兴隆 此处掌柜原姓潘明焕潘北 人皆称他一生潘大郎 三十七八 面白微虚 眼神清澈 本是北地人士 于六七年前来清宁行商 后来建徒安稳 便再次娶其生子安定下来 不过今日潘掌柜 似乎格外忙乱一些 据说是 东家要前来查账 果然 上午十分变见 一四十多岁精壮大汉 进了广聚勋的后堂 由潘大郎 亲自迎了进去 再说那离得不远的清风别院 早在两天前 忽然不知从哪 来了一群杂役匍 前来打扫休憩 某日傍晚 便有一辆极精致的猪轮马 彻于重重护卫下 驶进了这别院大门 而在车旁骑马护送的分明 是这清明第一人家 晋王府的宣二爷 随后紧跟着 又有几辆大车 由晋王世子 亲自带人送来 据说是泰安郡主 当初托旗护送的嫁妆 夏日天长 线下虽刚刚擦黑 却实际 已是叙事三刻了 卓华已有些疲惫 本来嘛 连日赶路 今日晌午才到清明 又直接去了晋王府盘 还大半时日职 致用过晚膳 其间身心惧乏 却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来应付 可即便如此 他也并未立即安歇 而是穿戴整齐于外院书房 内建了礼服来带来的潘北 属下潘北 见过郡主 潘大郎一见卓华 立时扶身下拜 潘叔何必如此多礼 卓华起身离坐 身手虚拂 潘北却仍坚持 将大理行完方才起身 礼服来此时也上前行礼 随后口中笑道 郡主且由他去吧 您不知道 他就是这谨慎的性子 得知郡主要来 便整日里诚惶诚恐 生怕自己的差事办得不妥 说完众人都笑了起来 卓华一扶身 回了晚辈之礼笑道 着实辛苦二位叔父了 潘北 李弗兰芒又攻身回拜 潘北更是口中连称不敢 郡主折杀属下 岂敢托大丹郡主 如此礼遇 卓华鸣嘴一笑 吩咐着人看察 三姑 与汉等人 这才纷纷上前 或相见叙旧 或引见行礼 随后兵主落座 卓华方道 潘叔却不必太过自迁 您与李叔一样 都是我父亲的同袍 称一生叔父 自是应该 且虽与潘叔见得少 可李叔我却是知道 一向戎马之志不改 本应天高地阔 纵横沙场 如今却因为 卓华窝在这一方天地 庸禄度日 卓华心中 十分歉疚 李弗兰听此不由地 不好意思地 摸了摸脑袋 朗声笑道 郡主莫要再取笑 我这老木头了 这原是前些年的玩笑话 当然 若是现在 再丢我一杆长枪 还让我上阵杀敌 我自然也是不出 可小潘 却不是我这般粗鲁之人 人家早就娶妻生子 一家子和乐融融 听你这话导向 是羡慕我得紧呀 那你 也赶紧娶妻生子 不就得了 潘北忍不住 接下话头调侃 引得众人 又是一阵大笑 好了好了 咱们俩 这粗之大业的 就默在郡主面 前线眼了 潘北边 笑边看向浊华道 郡主觉得这个院子收拾的 可还使得 下人仆役属下 仅遵郡主吩咐 宁可少些也莫要让那 不知根底的魂进来 又寻了几个 雅婆全冲粗食 好在属下选人时 倒并未说明 是买给谁用 想来又保险一层 郡主载着人 仔细甄别考教一番 看看可能留下一用 浊华笑着点头 潘叔辛苦 属下本分所在 不敢妄称辛苦 郡主 你却放心便是 小潘做事 一向利落 以前在军中 细作营 离数他手段 最多心思最细 这也是当初 派他来西北的原因 原本以为郡主 无论如何 也不会有这西北一行 故而当年 指他一人来清宁布庄 不过是暗中探查些 靖王府的动向 且之前 西北消息传递 也确实得力 可如今郡主要在 这清宁住下 那咱们这人手 便显得短缺了 我的意思 是从京中 再调几个暗庄过来 如京城那般布置起来 调几个人来即可 却不必兴师动众 如京城那般布置 浊华沉吟着说道 京城暗庄 本就布得不易 轻易不可善动 再者 咱们虽已离京 可京中动向 却仍息息相关 十分重要 切记松带不查 李叔忙过这一阵后 还是要回京盯着才是 况且咱们中世 要回辽东的 于这清宁也不会久留 再不按装费时费力 又恐引人注意 我知李叔 是怕我受委屈 又担心我的安全 这却不要紧 潘叔已于这清风别院四周 高价收得了几处宅院 离近王府 亦是不远 小五带人住进去 于晗再带一队人住在这清风别院前院 想必也不敢有人轻易招惹 至于消息传递 以后便要多反累潘叔了 倒不再如 从前那般 只盯着禁王府的动向 整个西北的军政消息 能打探到的 我都要 我知道这着实难为潘叔 只凭你一己之力 恐兴于立出 这倒不怕 慢慢来便是 过几日掉的人到了 自然就好了 李叔这些十日 暂不回京 留下来帮忙 慢慢清理出 头绪再走不迟 一番话说的条理清晰 指派分明 又与此谦和 体贴入微 潘北心中 不禁暗暗点头 忙又与李福来 一起起身称没 不多时听选 摄月送来茶果点心 于是 屋内浊华 三姑 李福来 雨晗 敏玉等人 便围坐一处听潘北戏说 这西北目前的形势 说来这西北之地 原本荒凉 单旱少雨 土地平几 又有回湖相邻 时常来犯 禁王来此地说时 就翻式为发配 正因此地贫穷多战 历来官员皆不愿来此为官 又加上 这几年王室专权 卖官欲绝 留下的官员 多为不得智者 此地越发成了 三不管的地方 可自从禁王来后 西北这块丸地 竟渐渐繁荣起来 禁王先是联合当地豪强 将本地官府架空 渐渐掌控了军政大权 同时一面出兵镇 首边禁房只回湖来犯 一面又开通商道 允许回湖商人来往交易 以至限下 清宁城成了 西北最大的回湖贸易雀场 禁王再将这些回湖的货物高价 返到内地 甚至周边小国去 自是大为有利可图 西北现如今 不说富得流游 却也绝不再是 那贫弱之地 至于本地豪族 原本那几家潘北英 来得晚到支支不详 现如今 却只剩下两股势力 一为萧氏 其族本为失礼传家 世代读书 其二房长子 萧盛管着整个西北的财政 前些年终于 得了朝廷一旨认状 其膝下三子两女 其他倒不知好坏 指着长子系唯一嫡出 据说极好读书 文才斐然 年未若冠 便已得了功名 肖不正使 即以他这个儿子为傲 另一族冯氏 其祖上便任 西北兜指挥使 长着军中大权 大齐朝里来君职世袭 到了现如今 这位冯兜指挥使便 已是第三代 出身掌房嫡之 换作冯显书 膝下原有二子一女 皆细嫡出 不想长子 于八九岁上不幸夭折 于是剩下那一子一女 便看得如眼珠子 一般十分娇惯 不过 听说这唯一的儿子 在军中历练 倒还上进 那进王府里的冯侧妃 便是这冯兜指挥使的包妹 这些年来一直盛宠不衰 自进王妃轰侍后 便长着王府的忠愧 虽名为 侧妃却为同主母 至于其他 因以前并不关注 倒不十分清楚 只能再去细细探查 潘北一口气 说完这一大段话 不禁觉得口干舌燥 伸手端起 桌上的茶碗喝水 却听卓华成音片刻问道 你说 冯显树有个嫡女 可是叫冯洛山 郡主说得不错 卓华微微一笑 与此同时 进王府里 秦浩轩突然莫名其妙地 打了个大大地喷嚏 夜一身 众人各自散去 卓华洗漱妥当 换上请衣 却坐在床上 发起呆来 想着傍晚秦浩轩 护送自己回来时 一路陪着小心 起先远想 跳上车来同城 被老黑一鞭子挡了回去后 不得已只好骑马 搬在车窗外 自己于车中闷声不语 她倒一发起劲 嘴里叽叽咕咕 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也不知道害骚 听得卓华 只想立时缝了她的嘴 可以想到 她那紧张的步行 又扶低坐小 耍宝讨好的样子 便忍不了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三姑此时 正打发了敏玉回去睡觉 又嘱咐了 职业的摄阅两句 一回头 正见卓华 雾字坐在在床上傻笑 心下了然 也忍不住笑道 郡主今天可把二公子 吓得不轻 这一路 扶低坐小的 见你脸上一直淡淡的 急得跟什么似的 要我说 你也真是狠心 人都送到大门口了 也没让她进来坐坐 愣是就让人家 在门口止不回去了 天都晚了 又是有婚约的 原该闭着闲才是 见卓华嘴硬 三姑有些哭笑不得 忍不住笑着扫皮她道 咱们的郡主 到底是长大了 知道闭着闲 也不知道 这来西北路上的 二十几天里 是谁呀和人家 朝看日出晚看侠的 咱们也就是 晚上就寝时 才能见着您的影 一路上车马劳顿 静也不知累 两个人 只凑坐一堆叽叽咕咕 哎呀 三姑 卓华羞地叫了一声 倒进薄背里 蒙上了脸 三姑见她这样 更是忍不住想笑 又怕她这样 一直蒙着憋气 于是上前 坐到床边 边轻轻去拽那警辈 边轻语笑道 郡主也是 明知那冯氏 打的什么主意 却何苦去为难二公子呢 冯氏打的什么主意 那简直明明白白 写在了脸上 浊华自是明白 本朝宗法 嫡数有别 皇室嫡长子 可惜复爵 其他嫡子 可降等封爵 但庶子 却不过分的一份 产业无爵可封 也就是说 将来晋王百年之后 秦浩与习亲王爵 秦浩宣霍丰郡爵 秦浩林无爵 不过这也并不是没有例外 先皇在位时 便有两件数字 习决之事发生 但皆许有决者 亲自尚书废嫡长 而立书幼 而这嫡长 要么是吉不成器 要么就是半路夭折 这便是冯侧妃心中的打算 唯有孤注一掷 去争那亲王之决 至于冯洛杉 无论冯氏 是为了拉拢浩轩也好 或存了其他心思也罢 以浩轩的才智 精明自会 看得清楚明白 又怎会入套 孤儿三孤 才会如此说 卓华拿开紧背 露出一双 乌溜溜的秋水剪铜 里面满是顽皮脚侠 我自然不是一踏 只是 觉得好玩 三孤 一句好玩 这两日 显现没要了秦浩轩的老命 卓华倒也没什么 特别反常之举 反而是笑语温柔 浅笑盈盈 可看在浩轩眼里 却忍不住心中 一阵阵发毛 总觉得卓华 是在生气 却又实在找不到 他生气的证据 就像 就像初见时的卓华 千和有礼 却拒人千里之外 本来这来西北的一路上 二人朝夕相处 浩轩已然亏得卓华 那时而娇憨 时而狡黠的真性情 且应得了 这份叹之 而欢喜得无可无不可 哪知 却为了个莫名其妙的冯洛山 一息之间 又回到当初 秦浩轩只觉得自己快疯了 卓华 你信我 那个什么冯洛山 我真的连他是原始扁 都没注意过 浩轩 受了两日折磨 陪了两日小心 终是忍不住 叫起了撞天驱来 清风别院后花园的凉亭里 他满脸委屈 把胸脯 拍得咚咚作响表白道 那冯测飞当时 完全是在胡扯 我怎么可能 带个大姑娘去军营 还有他平日是 是爱缠着我 可我从来不搭理他的 我也不知道那天 在府里那家头发 什么婚就围着我转 可我发誓 我可是一眼 也没去看他 见浩轩被逼成这样 卓华 终是忍不住扑吃 笑出声来 一见浊华笑了 浩轩这才猛然醒悟过来 一拍脑袋 你 你竟然是故意气我的 想想这两日 自己被折磨得 简直生不如死 他不禁牙根痒痒 这份痒痒蔓蔓延开来 连带着心 也跟着痒痒起来 秦浩轩忍不住伸手 便要去捉着华 谁知浊华竟划不动溜手 似泥丘一般 闪身躲开 伸出一根 食指点了点他笑道 真真是个呆子 这有什么 也至于 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你却可知未行猜度情有浅 肯露娇称爱使真 说到最后浊华 忍不住脸上一红 声如闻那 终是跺了跺脚 转身跑出了凉亭 未行猜度情有浅 肯露娇称爱使真 浩轩低头仔细玩味这两句话 却不觉越品越有滋味 脸上慢慢喜笑颜开 心中也欢喜雀跃起来 浊华这是明明白白 在告诉自己 他对他是有情有爱啊 想到此处 秦浩轩也是顾不上许多 历时飞身一跃翻过凉亭栏杆 冲着浊华顿逃的方向 欢快地追了过去 九月初三 晋王四十整兽 不过 尚有几月便到 这天秦浩于清明街头闲逛 忽听身后 有人叫他 前面可是晋王柿子 秦浩于回头寻声望去 但见一个清俊的少年书生 正向他拱手衣领 可 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第111章 投靠 自从乔通死了 秦浩轩身边 便只剩下金吕一个心腹 可他毕竟是个女子 平时出门 带着多有不便 于是 今日便索性孤身出来 也并不用冯侧妃 给他配的那几个 不知所谓的小丝 此刻见一身穿玉色 直夺妖际五彩四套的 少年书生开口叫他 不由得生心警觉 但见那少年 彬彬有礼样貌 清俊观之可亲 不经心下又生出 几分清静之意 于是笑着问道 你认识我 那少年拱手行礼 十分谦和 开口说道 在下萧景坤 今日邪宝妹出府上乡 不想竟在此处 有幸偶遇世子 世子倒不必疑心 只因王府上的宣二爷 在下是认识的 世子与宣二爷 长得真是一模一样 只是宣二爷上午 素来只穿见六胡服 从未如世子这般宽袍 大六名士风流 故而在下这才斗胆前来拜见 秦浩宇见他说话知情时趣 又自称性肖不由地 笑着抱拳道 继世人的宣帝 想必与咱们王府 应是极亲厚的 不知西北部正史 肖胜肖大人 与阁下适合关系 那肖景坤一听 芒素然功力抱拳沉声道 正是家言 在下戏家中赐子 尚有一兄长 名唤井鹏 肖家除了长子 皆戏术出 且长子是强 人尽皆知 秦浩宇垂眸一笑 原来是肖二公子 肖景坤自小被 庶子的身份所累 也颇看了些事态炎凉 见秦浩宇面上 突然淡淡的 心中了然 虽有些别扭 却也在意料之中 于是强笑道 世子如何在这街上 站着说话 不若去旁边的云克来坐坐 世子刚来西北有所不知 那云克来 乃是这清明城里 数一数二的馆子 虽比不上京城菜色 却也另有一番风味野趣 与一豪族中 不得宠的树子交好 这似乎并不是明智之举 既阻了与得宠嫡子交好的路 又自讲身份 秦浩宇略略略抱了抱拳笑道 我还有事 就不讨扰了 说吧 转身便要离开 那肖景坤 却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在秦浩宇身后喊道 世子留步 世子可是要去为王爷寻贺寿之礼 在下倒能帮上依二 秦浩宇脚下微微一顿 却为左停留 脉步前行 嘴角轻轻扬起一丝嘲讽来 见秦浩宇不为所动 肖景坤不由的大吉 紧追几步 搜长刮肚绞尽脑汁 随后一咬牙喊道 肖某不才 却知世子所忧所虑 且亦能助世子排忧解难 哦 此话一出 倒影的秦浩宇生出几分兴趣 他转头望向肖景坤 肖二公子此话怎讲 见秦浩宇忠实驻足 肖景坤心下一松 立时笑道 若细说起来话便长了 世子不若赏脸一架 在下自会仔细分说 一进云克来的雅间 秦浩宇便见一美人坐于其内 容貌轻力举止温婉 见秦浩宇进来 忙站起身来 脸上飞起两朵红云 浮身飘飘下拜 自有一种楚楚动人之态 肖景坤忙在旁边介绍道 肖可唐突 世子勿怪 此为赦妹 小字若秧 肖家三子二女 长女与次子 乃一母所生 这些秦浩宇 倒是略有所知 当时心下了然 忙拱手回礼 端帝是兵兵有礼 知澜玉树 虽此行早有谋划 哥哥派了心腹 守在晋王府外 两日方得此机缘 可此时 当肖若秧当真 见到这位风流运见的晋王世子 却历时便忘了 和哥哥之前的仇话 只觉得气息急促 心雷如骨 脸上烧得滚烫 人更是羞得抬不起头来 秦浩宇此时 却心中冷笑连连 反倒有些后悔 因肖景坤的故弄玄虚 而近得着云客来 这肖若秧 与京城那帮贵女相比如何 恐怕 还不如曹月娥滞流的眼界见识 不过是边陲豪族的庶女 有心攀附也好 另有所图也罢 都留于浅薄庸俗 与之前所见的庸之俗粉 一般无二 萧景坤暗中细细观察着秦浩宇的脸色 见他不动声色 且眼中反而隐隐透出一分不屑来 心到不好 看来是自己 把这静王世子想 简单了 原本想着以妹妹之姿 如何也能得世子两分心悦 可线下看来 世子绝非那喜好颜色之徒 如此一想 心中虽然易景 却反而又有几分欣慰 自己果然会掩饰诛 三人落座 小二上来韭菜 秦浩宇却是未动 只等萧景坤开口 世子请看 萧景坤心中明白 第一步 自己已然走岔 线下只能赶紧补救 他将一个景和 推到秦浩宇面前 恭敬地笑道 粗笨之物 让世子见笑 但道上能入眼 静王殿下受臣 不过就这几日 小可私下揣测 世子毕竟刚到清明 事物繁杂 恐难一时背上可心的受理 这才斗胆进现此物 当然 世子精尊玉贵 自是看不上这样的东西 只是景坤一片赤诚 望请世子勉强笑纳 萧景坤这姿态 比刚刚又低上了一分 秦浩宇心中愈发不屑 却又不好 直接搏了他的面子 于是漫不经心地伸手 掀开了侠带 顿是晶莹华光满眼 只觉得温润满侠 一世生辉 侠内竟是一尊 剔透玲珑的腊油冻玉佛 何止上能入眼 简直价值无双 饶视秦浩宇也心中一阵 随后笑道 萧二公子过谦了 此物若是粗笨之物 那这世上哪还有什么东西 能配称得上精妙二字 一听秦浩宇如此说 萧景坤心中 历史暗自高兴起来 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妹妹 却见她只顾低头害羞 似全然忘了之前的谋划 不过也罢 此刻她的用处已然不大 谁知紧接着又听秦浩宇说道 不过 我早已于京城时便备好了受礼 此物倒是用不上的 多谢萧二公子美意 与心灵了 此处便不多讨扰贤兄妹了 说罢拱手抱拳 便要起身离席 世子少等 萧景坤未料到会接连碰壁 这晋王世子 不光不敬女色 更不贪财物 不经心下更是坚定了之前所想 见浩宇欲起身离席 历时大吉 起身拦道 世子恕罪 是景坤狭隘 用这俗物污了世子高洁 如今景坤不敢隐瞒 今日一会 全是景坤有意安排 早于两日前 便派心腹守于晋王府外 就等今日这机缘 只因景坤心知 世子志向高远 绝非池中之物 可如今虎落平阳势单力薄 又虎狼环似 身陷困局 景坤不才 却自诩智谋过人 能助世子臂膀 我生母虽为妾室 却出身豪商 外祖家不说富可敌国 却也是御马金堂 只因仰慕世子 故今日克毛遂自荐 但求世子驱使 定赴汤蹈火 莫敢不从 说吧 萧景坤也顾不上许多 历时肃然离席 拱手单膝跪地而败 一旁的萧若央见此 灯时慌了手脚 只觉哥哥所说所为 与之前谋划大相径庭 虽不知为何 却也慌忙起身离席 一时手足无措 秦浩宇垂眸沉阴刻 随后朗声笑了起来 起身双手将萧景坤扶起 道 景坤兄这是何必 来来来 菜已上棋 雨倒要好好尝尝这西北的风味 萧景坤缓缓缓站起身来 随后与秦浩宇四目相对 两人呼而一笑 心照不宣 这便是结盟了 秦浩宇当然没有权幸 不过萧景坤这番表白 着实诱人 如今 他却是人单是孤 萧景坤的嗜好 无疑是雪中送炭 可 萧景坤说的是真是假有 又有无本事 那却是要细细去看 萧景坤自然知道 秦浩宇心中存疑 可这对他来说 却并不算什么 在他看来 这反而恰恰证明了 他所选乃是两种 一律总会被打消 看他以后如何行事便是 他母族豪富 却因是商户 只能趋于墨流 他自己才高志远 却因是数子 而折负于敌兄之下 萧家位高权重 却不会给一个商户数子 出头之日 他只差一个机会 秦浩宇便是他的机会 如今看来 他并没有选错 当萧家兄妹 轻送秦浩宇 走出云客来时 已是日境黄昏 萧若央痴痴地 看着秦浩宇的背影 直至消失 随后转头 却见兄长正似笑非笑地 看着自己 满脸玩味 他忍不住脸上一红 王世子果然好风仪 只是不知 哥哥为何临时 弃了咱们的谋划 萧景坤忍不住摇头笑道 哪里是我弃了 原来的谋划 而是这原来的谋划无用了 说着 便携妹妹反身 重回云客来内 一旁伙计一剑忙 躬身上前 躬躬静静道 少爷 小姐 可还要些什么 小的这就去准备 不便 出来时间太长 也该回去了 你去江车备好 萧景坤一挥手 那伙计立时称诺 转身一路小跑下去了 原来这云客来是 萧景坤外家的产业 选在此处会客 也有掩人耳目之意 哥哥 之前所说的 萧若央话说一半 突然扭捏起来 萧景坤见他如此心中了然 垂眸一笑 沉声道 这便得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说罢也不等妹妹 大步向前走去 徒留站在原地皱眉的萧若央 九月初三 竟往五十整寿 清宁府稍有些头脸的 自是不敢怠慢 抢着过来送礼贺寿 更别说那些沾亲戴故的 又或是官府豪族 无疑不紧着赶来巴结凤城 且众人又皆想一睹 郑伯长公主之女 本朝唯一一品郡主的封便 故而 这日晋王府门前车水马龙 门庭若是 卓华自然早早便来到晋王府内 秦浩轩却暂时顾不上他 正带着弟妹与秦浩宇 一同守在大门口 迎来送往应酬寒暄 忙得不可开交 卓华虽是秦浩轩的未婚妻 却尚未嫁入王府 还是交客 自是不能 尚赶着搭手帮忙 以免被人耻笑落人口实 被说成等不及要嫁 可就不好了 故而 她先是在容身堂略做了做 应酬了一堆的太太夫人 后来实在受不得众夫人的锅躁 且又将她当成西汉物般 明里暗里的打量 于是便和冯侧妃 及众夫人们告了个罪 带着三姑 茗玉去后花园赏话 郡主快去吧 可别在这陪着我们这些无趣的 后花园的水芙蓉 线下开得正好 年轻的小郎君小娘子们 都在那儿呢 快去松快松快 冯侧妃说这话时 一脸慈和 简直比正经的亲婆婆还要和蔼 历史引得周围众人一片奉承 直说她慈爱和善 郡主嫁过来有福了 浊华垂眸鸣嘴一笑 也不多言 轻浮易礼 随后转身 扶着三姑的手便去了 后花园确实拒了一众的公子小姐们 难得出来松快不受拘束 众人接三三两两 巨做一堆弹笑豆草 钓鱼下棋 又有那禽豆已开的 此时正好借机相看 回去好丙求家中长辈做主 浊华带着三姑敏玉 慢悠悠地走在花音下 并不愿意去那热闹地方 却不想 此时忽听身后有人叫她 前面可是泰安表妹 浊华回头 正见秦浩宇站于身后 一阵风过 那竹青色的宽袍 广六呼啦啦迎风无起 端地是风度翩翩玉树临风 第112章 寿宴 浊华垂眸轻轻一浮 到了巨 柿子 随后直扇遮面 目光中微微露出几分不悦来 只因秦浩宇身边还站着一人 此刻正直勾勾盯着浊华发愣 秦浩宇拱手回礼后 见浊华如此 不经心中疑惑 转头却正看见萧景鹏魂飞天外 只盯着浊华一动不动 当下忍不住皱眉 在开口时 语气便带了几分肃杀之意 萧大公子 那和风亭的文会 想来也快开始了 与这边带你过去 哪知那萧家大公子 竟充耳不闻 而是端起名士之风 一挥袍袖 双手徐徐相交 恭恭敬敬的长衣到底 口中道 原来是泰安郡主 小生萧景鹏 见过郡主 心下却如雷众鼓 按道 这泰安郡主 果然名不虚传 我平生所见的女子 竟比不上其半分颜色 真是佳人无双 秀色绝世 想到此处 便忍不偷偷抬眼 用眼角余光打亮浊华 浊华骤起眉来 勉强点了点头 半句话未说 转身带着三姑 敏玉离了那花阴小路 徒流萧景站在原地 痴痴望着家人背影发呆 跟在浊华身后的敏玉 见此不禁心中有气 回头狠狠瞪了那萧大公子一眼 闪身与三姑一起 挡住了他的视线 三人穿花度柳 至于荷花池边的幽静小路 慢慢逛去 却也并不离人群太远 遥遥地总是能见到 三五成群的小郎君小娘子 三姑的声音 妹妹放心 哥哥自会将此事办好 三姑忍不住一惊 心道 可别是遇上什么 奸淫苟盗 后宅因私之事 污了郡主的眼 于是隔空高鹤一声 前面可有人在 太安郡主在此 还不速速出来见脸 话音一落 果见从那木井树后 转出一男一女 那男的身材高大 浓眉暴眼 紧皱眉头 目露凶光 女的一身剑袖 做男儿打扮 虽眉眼清秀 却难掩跋扈之色 那女子一见浊华 忍不住冷笑 我倒是谁 原来是太安郡主 怎么 我兄妹二人 再次说说提起话 到招了郡主的忌讳 说话的 却原来是冯家嫡女冯洛珊 她边说边转头 看了一眼她哥哥 大事细节 已在家中谋划好了 刚刚不过白 嘱咐哥哥一句 便是太安郡主听见 想来也不明 所以想不到那上头去 几日前进王府出见 冯洛珊虽爱着众人 未对浊华出言不逊 可也没什么好脸色 此时这态度倒也正常 但不知为何 浊华却总隐隐觉得 冯洛珊似在虚张声势 于是心下生疑 不动声色间 看三姑一眼 冯家嫡子冯朗 清明城有名的 斗鸡走狗棉花素柳之徒 又因会些拳脚 平日里更坚好勇斗狠 惹是生非 三姑于这些时日 倒已然将清明城中 大大小小的人物摸了一边 自然不会露了她 于是 此刻不禁冷笑一声 原来是冯大人家的公子 小姐 二位并未犯了郡主的忌讳 只是四千缺些许礼仪 按规矩 二位无品无绝 见了郡主 理应见礼才是 你 冯洛珊还要理论 却被她哥哥拽了一把 接着 一向桀骜不驯的冯朗 竟针当着妹妹的面 弓腰拜 只是她的眼睛 却并未随着腰身 一起腐败下去 而是紧盯着浊华 如同一头发现了猎物的狼 三姑忍不住皱眉 上前挡住冯朗的视线 不想敏玉这个暴叹 此时却是炸了 陡然窜了出来 纵身跃起仗鱼 一脚踢在小臂粗的木槿树叉上 只听咔嚓一声 那树叉立石折断 可怜之上 树朵茶碗大的花朵 立石扑扑落地 跌入尘中 冯朗虽然顽固 却到底也是习武多年 见此情形 不由得一惊 便知这丫鬟实为护卫 且武功内力极高 此刻是敲山正虎 给自己一个警告 果见敏玉不知何时 手中又捏了一只麻雀 举到面前 眼睛却瞟向冯朗 直桑骂怀道 瞪着你那双贼眼看什么看 不过是不想和尔 等山秦野兽计较罢了 若真不想要你那双贼眼 本姑娘定成全了你 说着猛然仰手 那麻雀扑隆隆剑一般 直冲冯朗面门撞去 冯朗顿时害了一跳 下意识伸手去抓 却抓了个空 待定下神石 一剑灼华转身 带着三姑敏玉 挥扇而去 哥哥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见冯朗站在原地 盯着泰安郡主的背影 半天未动 冯洛珊忍不住挑眉 看向自己的哥哥 这泰安郡主 竟如此美貌 我见的女人也算无数 连暖情歌的花魁 也比不上他 冯朗拿扇子拍了拍手心 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怀好意 哦 他那丫鬟 却不像是个好惹的 哥哥可要当心 玫瑰刺多 才香甜爱人 说着 冯朗刷得打开手中的折扇 这些倒不用妹妹操心 只将心放进肚子里去便是 这女人如衣服 怎比得上你我手足 今日之事 哥哥一定给你办好了 说着 冯朗又向浊华离去的方向望了一眼 有冯朗这句话 冯洛珊便放下心来 他哥这性子 自己还是知道的 虽贪花好色 可扮起事来倒海宝靠 且不说 那相逢是兄妹如何算计 只说浊华三姑 带着满心恼怒的敏玉 离了人群 寻了一梁亭坐下 看着眼前游子生气的敏玉 浊华忍不住笑道 咱们敏玉可真是了不得 差点就做了那道把垂柳的鲁达 郡主你还笑 这一个两个 都是些浪荡的灯徒子 就差值看到你脸上来了 我看人以群分这话 一点没错 靖王府既然和这等少连寡耻之人结交 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敏玉 靖山 敏玉话音未落 便被三姑急急截断 只因他看见远处靖王世子 正向此处走来 哼 他再我也敢这么说 不愿落了下风 小声嘀咕了一句 却被三姑一个眼封给声声斩断 泰安表妹 靖王世子 行之靖前长衣衣衣衣 却是彬彬有礼 风度翩翩 浊华扶身还礼 又到了一句 世子 泰安表妹别来无恙 为何靖就生分了 何不如从前那般称 羽为表兄 虽那日王府门前与秦浩宇间 也算是心照不宣的地盟 可毕竟不过是些 眉眼言语上的疾风 并未单独当面说过话 此时再站在一处 卓华原以为秦浩宇 难免会有几分尴尬 可却未想 他竟仍是一派坦然谈笑自若 卓华垂下眼帘 姑舅表亲 自是极清静的 卓华嘘嘘说道 可却比不上兄弟手足血脉相连 若是孪生兄弟 那便更是世上少有的清静 这是二公子与世子之福 亦是先王妃之福 卓华说着 抬眸看向秦浩宇 那目光平和 又似乎带着一丝 让人心静的力量 陡然提起先王妃 让秦浩宇猝不及防 今日他却是有心试探 如今秦氏如履薄冰 卓华浩宣那日 看似向他示好异域结盟 可他却并不全信 卓华有人有钱 浩宣根基稳固 何苦示好于他 可此刻他却于卓华的目光下 恍惚间便安下心来 我听二公子说 先王妃临终前 最放心不下世子 嘱咐二公子 务必要与世子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若先王妃在天有灵 定会时时关注世子与二公子 大概当娘的心 便是兄弟和睦 相助相扶 一番话尚未说完 便引得秦浩宇眼圈一红 忍不住又是一一到底 随后起身道 郡主莫怪 是与狭隘了 之前 于也是有难言之苦 总之一时不能细说 只盼郡主和宣帝 莫要记在心里 正如郡主所说 为了母妃在天之灵的安宁 我与宣帝 也应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浊华听后 笑着点了点头 面上满是欣慰 躬身一幅道 今日王爷受淡 自是共享天伦兄弟和乐之时 只是到底人多手杂 亦难免有个疏忽大义 但盼世子与二公子相互照应 全了兄弟秦义 告慰王妃英灵才是 表妹放心 一家人自是因相互照应 秦浩宇此刻 恨不能剖心力胆一表赤诚 有劳表兄 身穿竹青广袍的秦浩宇 于夏日的清风中 一昧飘飘而去 如仙人乘风 恍然不似人间 卓华于他身后 忍不住微微挑了挑嘴角 郡主是一纳冯家兄妹 三姑亲身问道 只是觉得不妥 倒也未见什么破绽 那晋王世子 这世上 他大概只相信他自己吧 不过却是不爱的 卓华说罢一顿 随即又忍不住笑问道 三姑 听说山上的胡子若要入火 必得先做个投名状 可有此事 三姑 敏玉历时会议 双双忍不住笑了起来 只是笑到一半 敏玉忽而脸容喊了声 何人 卓华三姑转身 但见一青瘦美人儿 款款走来 缓缓拜 小女萧若央见过郡主 萧家庶女 卓华微微一笑 汗手致意 却不欲多谈 直到萧家小姐请便 说罢便欲离开 可不想那萧若央急忙开口拦道 郡主出来清宁 定是人地两生 若央不才 却可给郡主解闷 萧家小姐说笑了 萧若央话未说完 卓华便微微一笑 都是金玉归秀 何来给人姐妹一说 萧家小姐请自便 郡主 郡主可千万要小心那冯家洛山 眼看卓华要走 萧若央情急之下 开口就将原本留作底牌的话 给说了出来 果然 卓华脚下一顿 萧若央心中得意 忍不住一股脑地说道 二爷自那年回到清宁 便被冯洛山盯上了 直死缠烂打的攀扶 郡主妾要警惕 莫让那寡怜贤耻的小人得逞 萧若央本以为他这一番 推心致富的肺腑之言 定能感动泰安郡主 从而清静起来 可谁知那泰安郡主 却是个不领情的 尽畏之一词 直接带着伺候的人便走了 哎 萧若央再想去拦 却已然是来不及了 她指的在原地狠狠跺了跺脚 哈哈哈哈 姐姐想攀高枝 却也得有爬术的本事 否则爬到一半掉下来 岂不摔得头破血流 树妹萧若央 此时却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讥讽之语如 抽在萧若央脸上的鞭子 萧若央愿读地瞪了树妹一眼 转身便去和风亭巡 她那正给敌兄嬷嬷的 亲哥哥萧景坤去了 即时到 寿宴开席 男兵于外院游着雨 宣 林三兄弟做陪 女兵则由冯侧妃 带着众数女陪着 浊华竟是女眷中品级最高的 被众人让着到主位去做 浊华自然不肯 忙笑着对众人道 此为家宴本该依着家里 哪有我一个小辈该做的地方 这主位本就是 德高少众的夫人来做 泰安却是万万不敢做的 说罢也不顾众人的劝篮 镜子去到小姐们那桌 寻了位子坐下 只看着众人 如何再去安排 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暗年龄 自然是冯显书的夫人年长 且其小姑 又是这晋王府的侧妃 实际长着中会的女主人 倒也称得上是年高德少 便有一把太太夫人们 窜夺着她 去做那主位 可武官不比文官 大齐众文轻武 若暗夫家的官籍职务 那萧圣的夫人 似乎又略胜一筹 于是 又有另一把夫人太太 窜夺着萧夫人去做 两位夫人 自然都是极想做那主位的 这并不仅仅只是个虚名 更是隐隐代表了 清明城夫人圈中 日后的风向 众人皆坐山观虎 想看看到底是东风压了西风 还是西风压了东风 事关脸面 两位夫人各自暗中较劲 明面上却皆笑语盈盈 互相客套着 只把对方往那主位上让 大概到底是萧夫人心意 更成胜了一筹 冯夫人略略推辞几下 既然推脱不过 又有小姑子冯侧妃 在一旁笑着帮衬 便将她嫂子往主位上拉边 高声笑道 嫂嫂莫要再推辞了 萧夫人既然诚意谦让 嫂嫂受了便是 于是 那主位高坐 便顺顺溜溜地 跑到了冯夫人的屁股底下 萧夫人未撩道 对方竟就这么心安理得的 借坡下驴 面上不由的一僵 那客套的笑容 几乎就要挂不住了 安排的下手 虽面上僵硬了些 可李树却仍十分周全 卓华看着有趣 心中暗笑 看来都说 这西北萧 逢两家同气连之 同进同退 可似乎也不尽然 一时间 众人推杯换盏 笑语欢声 可谁知 九过三巡正于热闹之时 呼听门外陡然有人一声干嚎 随即慌慌张张跑进来的丫鬟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体似筛糠 急得语无伦次 夫人 侧妃 快去看看嘛 快救救我家小姐 二爷 二爷 他在庆香园 轻薄了我家小姐 浊华峨眉一挑 历史觉得众人的目光 书弟全都落到了自己身上 第113章 抢逼 父王寿臣大喜之日 一早起来 浩轩特意寻了件 松花色云服团文件袖穿上 又竖了条五彩传花丝韬 一改往日的简洁随性 穿得十分鲜亮喜庆 因平日里鲜少穿得这么鲜亮 故而浩轩便忍不住 想去寻桌华显摆显摆 可哪知今日前院竟忙得出奇 半点不得空闲 先是前几日 京中派了礼部人马 送来了顺平地的贺授圣旨 及赏赐 浩轩与卯时 便忙着吩咐摆设相案 供奉圣旨 又因秦浩临年幼 当不得什么用 秦浩与初回西北 与本地的官商 世身不熟 且与俗悟上 也不是很通 故此 浩轩迎客那里 世事恭亲 这一天下来 静忙得脚不沾沉 林林总总 繁琐庞杂 秦浩轩哪还有时间 去后院寻桌华歪缠 倒不如秦浩与 直接来送往 最是清快 他反乘了这满府里 除了厨子外的第一大忙人 好不容易挨到了开席 却也得不了先 虽是静王的寿臣 王爷却是不可能 出来陪席的 不过于开席时 略露了露脸 在众人的一片 跪拜迎候声中 做了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便于众人的 再次跪拜恭送声中 起身离席 安详清静去了 这一众的外院难克 自然变得有语 轩 林兄弟三人做陪 三人端着酒杯 逐桌巷镜一番 又与几家亲厚子弟 推杯换展一番 随后又有个捉人马 前来轮进说笑一番 一时间竟应接不暇 难以招架 且也不知是为何 有那么一众 以冯家嫡子冯朗为首的 顽固子弟 今日似乎有意 与浩轩杠上了 人如走马灯般 一波 换作一波 轮番敬酒 个个如江河入海 把酒流水似的 往嘴里倒 来来去去 简直就是有意 百开车轮大战 只盯着浩轩一人搓磨 寿宴欢庆 本就不拘年轻人玩笑 便是在座中 有那看出门道的 也不过会心一笑 自觉了然 直到 这大概是冯朗 有意替他妹妹报仇呢 冯大小姐 这两年 痴心静王府二爷之事 闹得人尽皆知 不过二爷本人 却对其一向敬而远之 谁知今春他去了一趟京城 种下方回 不光将他孪生哥哥 王府这儿八经的继承人 竟王世子带了回来 还顺带着得了朝廷的赐婚 带回一个财大气粗的郡主媳妇 冯家这口气 如何咽得下去 故而 冯朗一会儿 明目张胆的一杯杯 给秦浩轩灌酒 众人只当一乐 直到冯家名里不敢发作 只能暗地里借此撒气罢了 不过如此轮番上阵 饶氏浩轩酒量不错 也有些招架不住 几轮下来 他便觉得口舌僵硬 头晕目眩 眼前人影重叠 一时间天旋地转 不想此时 却有一个奉酒的小丫鬟 暗暗上前 趁到酒之机 将一只团塞进了浩轩的手中 浩轩一惊 反应却是慢了半拍 在抬头时 那小丫鬟已捧着酒壶闪身而去 混在一众人中不知去向 浩轩皱了皱眉 扶着晕沉沉的脑袋 勉强站起身来 只一边笑着抱拳 与上前继续缠久的人推辞 一边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来到僻静之处 方才展开握在手中的纸团 却见竟是浊华传话 让他去庆香园的芭蕉树下等他 庆香园乃是离前院最近的一处园子 虽西北向来缺水 这里却养了一颗极好的芭蕉 由经理带来的老太监 专门精心打理 为了趁着那颗芭蕉 园子里多取江南景致 甲山怪石小桥流水 又广直了四季长绿的奇藤一草 少种艳丝花卉 修整得十分精巧 静王爷素来喜气雅致 以前每每读书累了 便尝到此走走 卓华等人 随那暴性的丫鬟 一进这庆香园的月亮园门 便顿觉异香扑鼻 满目葱翠 不过这番美景 现下却无人有兴致欣赏 那暴性的丫鬟手 忽然指前面的芭蕉树高声喊道 众位主子快看 芭蕉树下的 可不就是二爷和我家小姐吗 话音刚落 那芭蕉树下 便陡然传来一声尖叫 穿云烈石 众人皆被害了一跳 急忙寻声望去 果见芭蕉树下 立着一男一女 尚未等看清之际 那女的竟不知怎么的 疏得跳进了那男人的怀里去了 卓华皱起眉头 直到今日这场 恐不能善了 在场的夫人太太们 一见此情此景 有的顿时 内心火热血液沸腾 满心只想看个究竟 也顾不上人群中 尚有位出阁的姑娘 只伸长了脖子 脚下生风急匆匆向前赶去 生怕慢了一步 让树下的两人给跑了 有的倒是心存顾虑 可未等开口 却已然被众人裹挟着上前 树下果然是秦浩轩和冯洛珊 只是没等众人走到窃静 却忽见那冯洛珊 陡然飞了起来 扑通一声 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随即便听见冯侧妃高声喝道 二爷这是干什么 为何抱住洛珊 又为何一见我们来了 便将他摔到地上 冯洛珊一听便知人来 也不起身 立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闹出这么大动静 庆香园离前院又近 南客们自然也被惊动了 不过老爷们自视身份 是不肯来的 来的不过是些好凑热闹的年轻公子 今日虽说是大半 可敬王爷素来喜敬 只摘了几家要紧的亲朋宴请 故而 能进得王府里面吃习的 皆是西北顶尖的高门豪族 这一时间聚集于此 齐刷刷地看着秦浩轩 众人眼中皆闪着兴奋 一会儿看了看 虽已被丫鬟扶起 披了外衣 却仍形容不整的冯洛珊 一会儿又看了看身穿松花色剑袖 此刻正扶着脑袋 醒酒的秦浩轩 最终 众人还是将目光全落在了 战于一旁的泰安郡主身上 这目光中有嘲笑的 有讥讽的 亦有同情的 泰安郡主 纵有品级爵位 那又如何 一介孤女 之身在此 举目无亲 无依无靠 便是有太后的意旨 朝廷的止婚 又能得几分助力 可知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更何况泰安郡主 只是条孤立无缘的伪龙 而冯洛珊根 身术大富足强势 却是真的 便是不敢有为意旨 冯家女最终为妾 那又如何 哼哼 一个在得失妾手下讨生活的正妻 可曾见戏文中 那苦手寒瑶十八年的 王宝川的下场 不过是 当了十八天的皇后 便一命呜呼 说什么西凉公主为西宫 后妃和睦协理后宫 却皆不过是男人们 做的春秋大梦 自欺欺人罢了 更有那不少明白人 忍不住心中冷笑 直到冯家吃相难看 做局如此粗糙 简直是在明明白白告诉众人 他们算计着走那强妾若妻之路 可不管别人如何付匪 冯家人此时 却要将戏引完 冯夫人历史流下泪来 直奔过去 抱住冯洛珊心干绕地喊了一顿 悲痛欲绝 竟显慈母心肠 冯朗更是抱起 冲罐自裂指着秦浩轩破口大骂 你个人面受心的东西 便真与我妹妹两情相怨 那也因三枚六聘地来我家求取 如何做出这等阿渣事来 我今日便是和你拼了这条命不要 也要保全我妹妹的清誉 保全了冯家的颜面 说罢就要冲上前去 却被周围相熟的 纹固少年 一拥而上边劝边 将他拦住 浊华垂下眼眸 心中一笑 这局作还真是粗糙 可冯家人似乎并不在乎 也是 他们这分明是摆明了欺负他泰安郡主 仁丹事故不得发声 一粒将实惠 这是要抢逼着他任下 真是明火执杖肆无忌惮 果然紧接着便听冯侧妃接口道 朗儿莫要胡说 事已至此 如何还要往大理去闹 郡主乃是一等一的贤粮之人 恪守妇道 公俭温粮 自不是那等 善读破赖的无知蠢妇 如今在场的 皆是自家骨血倾棚 也不怕笑话 不如赶紧与郡主商量商量 一床大被眼下才是 你妹妹的轻语要紧 郡主的贤德 名声要紧 众人的目光 刷得再次聚在了泰安郡主身上 却见他只垂眸功力 低眉顺眼 不动不摇 不言不语 坐在一旁醒酒的秦浩轩 此刻已完全醒酒 听得此话立时皱眉 起身刚要说话 却陡然听得众人身后 传来一阵朗笑 好声奇怪 怎么都聚在这儿了 前院的席面竟没人了 众人纷纷回身而望 顿时皆大吃一惊 只见一人正从月亮门外 缓缓走来 见眉心目唇红齿白 身穿松花色 云服团纹剑秀 竖一条五彩传花丝韬 许是多饮了几杯 那人面上飞红 一身酒香 不是晋王府 二爷秦浩轩又是哪个 众人面面相聚不知所措 唯有站在人群中的浊华 和另一个秦浩轩 双双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 皆想起当日春烈围场那一幕 那秦浩轩穿过月亮门 秦浩轩笑道 大哥换完衣服怎么就不见了 让弟弟一通好找 如何 弟弟便说 这剑袖比你那身宽袍大袖 穿着爽力吧 说吧 又抬头看了看周围 见一众宾客都盯着他看 不由得皱起眉头满面疑惑 这是怎么了 怎么到都聚在此处 边说边自然而然地 站到浊华身边 举止亲密 眉眼含笑 低头看向浊华 满是柔情蜜意 浊华抬头一冲他奄然一笑 许是站得久了 体力不支 他顺势退了半步 伸手去寻身后的三姑 三姑一剑盲地上手臂 上前扶住浊华 轩弟 站在人群中央 刚刚还被认成 是秦浩轩的秦浩语此时 方才拱手浅笑 端弟是彬彬有礼温润如玉 我刚刚本想寻你 不想却误来此处 谁知一入园 来便遇到冯大小姐 这冯大小姐 可是得了失心疯 怎么一见到我就脱起衣服 直往我身上扑 秦浩语一顿 似难以启齿 抬眼向众人扫了一卷 你血口喷人 冯朗顿时急了 飞身又想冲过来 不过立时 便被他那群狐朋狗友 给尽责拦住 在场众人 包括冯家人 此时皆满头雾水 明明以为拿住的是二爷 怎么一转眼反变成了柿子 这个一样 穿戴新进来的 才是真正的二爷 难道刚刚真是误会 这轻薄冯大小姐的 竟是柿子不成 不 不可能 袁本福 在母亲怀中痛哭的冯洛珊此时 也收了眼泪 望着眼前 这两张一模一样的脸 心中犹豫不定 他忍不住暗暗过了一遍计划 自信并无疏漏 抬头再看这两人时 电光石火间心中 陡然清明 冯洛珊抬手来回 指着雨萱二人大叫起来 他二人 他二人换了身份 你们被骗了 随即手指落到秦浩语面前击到 他绝不是静王柿子 他才是真正的二爷 第114章 被打 冯家大小姐一直心悦静王府二爷这事 清明城里的豪门大户 几乎人尽皆知 所以 沁香园里这么一闹 不少人都心知肚明 笑而不语 什么二爷轻薄了冯家大小姐 若秦浩轩 但凡有那么一丁点的心思 冯洛珊还用等到今日 无非是见秦浩轩已被朝廷赐婚 冯家大小姐心有不甘 这才闹这么一场 不过倒也有 那老实人却是姓了 直到喝酒误事 酒后失德也是有的 只是可惜了泰安郡主 虽身份尊贵 却孤身远嫁 再得一豪门 贵且争宠 以后的日子 只怕十分难熬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 冯侧妃 更是连一床大背眼下的话都说了 又把泰安郡主高高地 捧到了贤凉的位子上 可谁知这时 却陡然出了岔头 一众人等 竟被告知这醉酒无状的不是二爷 而是晋王世子 人群中 自有那精明聪慧的 此时便绷不住了 扑斥一下乐出声来 这一声 痴笑似打在冯洛山脸上的耳光 顿时让他羞愤难当 但却也当即把他扇开了窍 电光石火尖似 陡然明白过来 指着秦浩宇大叫道 他才是二爷 这一声可不要紧 立刻引得在场中人一片哗然 若说 刚刚大家凭着 他兄弟二人的来言去语 自然而然的 就认定了谁是世子 谁是二爷 可如今 被冯洛山这么一喝 众人不禁 都对着兄弟俩起了怀疑 明明一样的相貌一样的装束 这谁是谁 谁不是谁 还真不好说 若真像冯洛山所说 他兄弟二人身份互换 却又如何将这两人辨别开来 一时间在场众人 不由地看着语 宣二人 皆静默 不与面面相去 冯大小姐 这是做什么 被冯洛山映指成二爷的秦浩宇 不由地骤起没来 语气颇为不悦道 于是何人 自己竟做不得主了 听冯大小姐 刚刚那话的意思 近似盼着来此 轻薄你的事 宣帝不成 我本就十分冤枉 迷迷糊糊 被人设计而来 又糊里糊涂地 成了灯图浪子 这是飞曲侄子 是天地有眼 只是冯大小 如此信口开河 可就有些欺人太甚了 是真是假 一艳便知 秦浩宇话音未落 却不想冯朗 陡然窜了起来 一掌直奔 秦浩宇胸口而来 他想得简单 知道晋王世子 不会武功 是真是假 接他一掌便知 习武之人 下意识的反接 是极快的 常常心中未决 手上却已然出招 秦浩宣武功了得 自己这一掌出其不备 若被接住 躺开 哪怕是被躲开 都说明 此人是宣飞宇 谁知一掌下去 却听阿的一声 秦浩宇 竟然结结实实地 生受一击 随即便飞了出去 浮身栽倒在地 紧接着张口 扑得吐出 一口血墨子来 这下可不得了 众人顿时乱成一团 冯朗一见 也当即梦了 这一掌会如此严重 再一想自己竟打了 晋王柿子 不经历时后怕起来 他这一掌 并未敢使出全力 不过只用力五分 之所以打向秦浩宇 而不是秦浩宣 一是因为秦浩宣 站在泰安郡主身旁 离众女眷即静 恐贸然出手 有所误伤 再者 他也是有意地逼着秦浩宣 秦浩宣武功不凡 想他出回西北之时 自己也曾仗着练了几年武艺 贸然挑衅交手 最后当然被修理得极惨 虽然妹妹说 那秦浩宣是假 可他身体挨揍的记忆 却还是告诉他 不管真假 定要离那秦浩宣远些 你若偷袭 他必还手 他纵使三分功力 你也非残疾伤 冯朗不过是遵从本心罢了 却不想这晋王世子 这么不堪一击 浊华见此 心中一紧 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 反而急忙迈步 上前拦住秦浩宣 急声劝道 二爷息怒 切莫去和冯公子动手 线下快照来大夫 看看世子才是要紧 哎 还不来人拦住二眼 快扶起世子才是 卓华这话 倒给众人提了个醒 忙有人快不敢去 搀扶秦浩宇 又有几个少年公子 赶着过来解劝秦浩宣 让他莫要动气 也莫去与冯朗动手寻仇 秦浩宣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本应是功夫高手 且又幸如烈火 如今见兄长被打 理应怒火中烧 上前寻仇才是 于是 立马进了状态 在众人的阻拦劝解下 手点冯朗 气得浑身乱战 反了反了 竟动手打起我大哥来了 晋王世子 岂是你能打的 便不说 今日你妹妹这事 到底孰是孰非 只说 你狂妄至极 与王府行凶 此事就不能善了 卓华猛然看向秦浩宣 忍不住皱起眉头 果然便见那乡 冯朗似被点醒 立即与秦浩宣对骂 什么狗屁世子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轻薄我妹妹 这口气我若忍了 冯家的颜面何存 秦二 你别吓唬人 我 我不怕你 有本事咱俩现在 就当场比划比划 众人立刻又是一通混乱 纷纷前来劝嫁 冯侧妃更是忙乱 一会儿叫人快去扶起世子 一会儿又派人去请大夫 一会儿见冯朗 与二爷打起来了忙 吩咐旁人去拉架 三姑和敏玉对视一眼 与这混乱中 紧紧互在灼滑左右 冯朗这一硬气起来 竟有躲闪之色 心中暗苦 若真要动手 那可就坏了 可他这一犹豫 却不要紧 反倒让冯朗又生出几分疑惑来 他转头看了看 已被辅佐到一旁的秦浩宇 又看了看面前这个 似乎有几分心虚的秦浩宣 不由得眯起眼睛 心下一横 咬牙道 二爷 咱们也不是没比试过 虽次次都是我说 可我却十分佩服二爷的本事 不如今日 咱们就与此再切磋一番 既是为我妹妹争一口气来 又能向二爷讨叫一二 说罢 也不等秦浩宣回答 双臂一阵 周围劝阻的众人 顿绝一股气流冲来 不禁全都倒退两步 竟奋出一条路来 冯朗之勾勾盯着秦浩宣 脉步朝他走来 秦浩宣心中一沉 额头上便隐隐见了汗 纳枪的秦浩宇 和浊华一街紧张起来 二人对视一眼 秦浩宇不动声色地 向此处挪了两步 就在这时 不想忽然又来一人 一边向众人挤走奔来 一边高声笑道 二爷 剑还你 可你那剑袍 却是找不到了 改日我寻这清宁城里 最好的秀娘 给你再打个实心的穗子 做剑袍可好 众人寻声望去 剑来者原来 是萧家庶子萧景坤 那萧景坤静直 来到秦浩宣面前 将手中宝剑 递给他笑道 二爷这剑舞得好好的 怎么一听到 有热闹就扔剑袍了 害我好一通归指 无论如何找不到了 还请二爷恕罪 秦浩宣意味深长地 看了萧景坤一眼 面上却是一笑 真是难为萧二公子 还去找他 那剑袍可不就在我这 说着伸手 便从腰风中抽出一根 鹅黄色的穗子来 往剑柄上一挂 正正好好 我刚刚舞剑嫌他碍事 便将他摘了 倒凡你找了半日 二人这一 倡议和众人 却是听明白了 感情刚刚二爷 在与萧二公子舞剑 听到这有热闹这才过来 二人前后脚而来 那剑碎还揣在二爷身上 如此刚刚冯洛山之言 便纯属无稽之谈 恐怕是发现 弄错了人 心有不甘 这才发疯攀咬 也恐怕真如柿子所说 是得了失心疯也未可知 说到柿子 也算可怜 明眼人都能看出 冯家今日 做局要算计的是谁 可乃至阴差阳错 他却成了入局之人 且又平白无故地挨了冯朗一掌 还吐了血 也不知伤得如何 秦浩宣微微一笑 伸手将宝剑虫又递给萧景坤 暗中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眼神 萧景坤躬身接过剑来 态度恭敬 一垂眸一笑 二人心照不宣 那边的冯朗 早没了刚刚的气势 不知何时 竟收回脚步藏于人群之中 只当刚刚说的狠话全是放屁 一心装模作样地 对妹妹嘘寒问暖起来 再不敢看 秦浩宣扮演 冯洛山此时 却是浮在母亲怀中大放悲声 那哭声 似乎要比刚刚真心实意的多 冯侧妃则急得团团乱转 只一心盼着大夫快些来 今日之事 本就为着让自己的侄女吃亏 已算计二爷来着 可如今世子 被冯朗一掌打得吐血 局面反而历史变得不太好看 无论如何 秦浩宇线下 还是一品的亲王世子 断不是一个无品无绝的冯朗 可轻易动的 此事可大可小 若是世子无事 那冯朗这一掌 便无非是替妹报仇性情所致 禁王府到底理亏 冯家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地 当这个苦主 就算是出了拆头 未算计成二爷 却总能讨个说法 可若是世子有个好胆 那此事可就大大的不妙 王爷如今 虽然身有顾忌不大管事 世子又久居今中多年未见 可他到底是王爷的长子 若有差池 恐不能善罢甘休 当然 世子有个什么差池 却也并非全然不好 只是不应该与如此 众目睽睽之下 与冯家嫡子 牵上关联 冯侧妃 都能想明白的是 其他稍有些脑子的人 自然也都能想通 此时宾客中 冯家的清眷顾旧 皆担忧不已 一急地跟在冯侧妃身后乱转 或去安抚冯大小姐 或去探看世子商事 只闹哄哄乱做一团 无人再去管 情好宣如何 正乱着 忽有一个中气不足的 苍老声音 从众人身后传来 发生了何事 为何这么乱 众人忙转身 寻生而忘 剑禁王 由一小太监 搀扶着缓缓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西北部正式销盛 和都指挥史风险书 二人皆年于不惑 气度不凡 只不过一个面白美然 颇有文官封辩 一个面如重枣 自显武官威仪 许师动静闹得太大 到底还是惊动了王爷 众人不敢怠慢 盲分吩咐身见礼 靖王挥了挥手 目光却落到了 秦浩宇的身上 开口时气息稍显虚弱 却不怒自威 老大这是怎么了 怎么看着导向 是被人打了 此话一出 顿时鸦雀无声 冯侧妃心中 不禁陡然意景 第115章 破绽 靖王已然发问 冯侧妃不敢怠慢 盲轻一连步 上前欲解释一二 却不想靖王也已伸手 点向秦浩宣道 老二 你来说说 老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浩宣几步来到靖王面前 攻身拱手道 禀父王 大哥这事 被冯家公子给打得吐了血 秦浩宣话一出口 靖王身后的冯显书 当即大惊失色 也不带秦浩宣说完 立时开口向冯朗赤道 冯朗 你个孽障 要造反不成 还不给我跪下 冯朗抬头看了看他爹 虽面露不愤 但到底不敢忤逆 撩袍不情不愿地跪倒在地 嘴上却是不服道 王爷和父亲 如何只听二爷的一面之词 怎么不问我为何动手 盖英柿子再次轻薄小妹 我一时激愤 这事才出手伤他 否则便是借个胆子 我也不敢呀 冯朗此话一出 他身后的冯洛杉 便似硬颈一般 立时又放声痛哭起来 心疼的冯夫人 急忙将他搂在怀里 忍不住跟着一起掉泪 冯显书一顿 转头看了眼镜王 气势弱了下来 嘴上却仍继续骂道 胡说 世子如何会做出这等事 冯朗一听 不由得更加激愤 委屈道 如何不会 这众目睽睽之下 可会冤枉了他 不幸您问姑母 冯册妃一听 忙上前拦着冯显书道 哥哥莫要动气 老说的倒也不算全错 我与郡主等人 一进这园子时 却是 看见世子对杀 行为不妥 郡主也是看见了的 说着便看向浊华 面上似十分为难 只等着他出言佐证 众人的目光 接随着冯册妃 齐刷刷地落在浊华身上 求就这样被轻轻踢给了浊华 世子无礼 可是一众女眷刚刚亲眼得见 太安郡主若敢识口否认 那便是自毁前程 先不说王爷信与不信 只是想在这一众 亲民贵妇面前公然说谎 那这太安郡主 便是人品不堪 将来谁还敢和他来往交际 可他若是实话实说 将世子的丑行定死 那又彻底得罪了世子 二人自此结仇 兄弟一必反目 且世子 也逃不过一个品行败坏的名声 这结果虽不在意料之中 却 倒也不坏 父王 众人都等太安郡答话之时 旁边一直捂着胸口的世子 却现意不开口 说我轻薄冯家小姐 我却是万不能认 我一来 这园子就遇到冯大小姐 可这冯大小姐 似是得了失心疯一般 见我就立时脱了自己的外衣 直扑到我身上来 恰在此时 侧妃带人赶到 撞了得正正 我却不知 这世上还有女子 如此主动寻人轻薄的 你胡说 秦浩宇话未说完 冯朗便转头大吼一声 怒目而是 冯夫人一赞收了眼泪 指着秦浩宇咬牙颤声说道 柿子修要血口喷人 我儿清白以损 且受了莫大的委屈 柿子何苦又要毁他名声 柿子为了脱罪 竟将脏水接泼到我儿一若女子身上 算什么男人 或是非礼不成而恼羞成怒 反要逼死我儿吗 这冯夫人却是个厉害的 一番话说的雌风如刀字字诛心 历时将秦浩宇 由醉酒无状定性成非礼不成 欲逼杀灭口 若说醉酒无状 还不过是品行不端 那逼杀灭口 却真真是德行败坏 只此一条 便足可上书朝廷 废弃世子之位 卓华清晖完善 不禁眯起眼睛 这冯夫人若不是因溺爱子女过肾 眼界有限 却倒是个难缠的 若没猜错 此句冯显书因事不知 大概是这位冯夫人 为全爱女的一片痴心 这才与她小姑子冯侧妃 设计了这一场 只是没想到入局的确实 世子 果然 这位难缠的冯夫人 转眼看向卓华 太安郡主跟咱们是一起 来到这庆香园的 我们看见的是 郡主自然也看见了 只求郡主说句公道话 我儿可是 可是受了天大委屈 冯夫人话未说完 却以气不成声 与冯洛山抱头痛哭 一片全全慈母之心 让众人不禁见之心酸 求却再一次提给了卓华 见此情形 秦昊宇忍不住皱起眉头 满面阴沉 刚欲在出言辩驳 却见卓华不动声色地 冲她使了个眼色 卓华自然知道 她刚刚开口 是为了给自己解围 可她身上单着嫌疑 现象贸然开口 反悔让人觉得 是在抵赖推脱 卓华上前 向靖王轻轻一扶 温言细语道 泰安却是与众位夫人小姐 听了冯家丫鬟的报信 一起来的这园子 那丫鬟进门便说 她家小姐正被二爷轻薄 故而请各位主子快来看看 咦 那丫鬟在那儿呢 说着 卓华抬眼于人群中 将那丫鬟寻出 笑着伸手招他过来 小丫鬟明显色缩了一下 偷眼望向身旁的冯夫人 冯夫人不禁冷笑一声道 郡主只说 我儿是否受妻便是 说这么多作甚 却是这丫头来容身堂报的信 不过阴柿子和二爷同胞 孪生长得一般无二 丫头认错 来报时将柿子说成二爷 也并不奇怪 卓华心头不禁一松 看来浩轩是被彻底 从此事中摘了出来 脸上却是不露 只微笑着点了点头 冯夫人说得不错 不过既要泰安作证 那泰安便得从头讲起 毕竟王爷不知经过 说到此处 他忽悠似想起什么 转而问向哭声渐弱的冯大小姐 说来却一直忘了问冯大小姐 不知我和众位夫人来得可算晚了 冯大小姐 可别是已经吃了什么大亏 徐氏数热难当 又或是站得太久 有些累了 卓华边说边倾摇罗善 慢慢疏散着于原地夺了几步 二爷秦浩轩就在身旁 卓华有意无意地走到了他的背后 冯洛山被卓华这么一问 不禁又羞又恼 粉面通红信念原争 看向卓华便欲驳斥两句 却不想随着泰安郡主的身形 陡然便对上了秦浩轩 那张英俊逼人似笑非笑的俊言 冯洛山仍带泪痕的脸上 不禁轰得又是一红 虽然众人皆心知肚明 冯家大小姐 既与世子有了瓜葛 便在与二爷无缘 可当冯洛山看到秦浩轩 那张虽与世子相同 但更显殷气勃勃的脸时 却还是忍不住 生出几分痴心妄想来 心中小鹿乱撞 画风便在口中一转 似成轻一般道 郡主与众位夫人 来得正是时候 世子 无礼 却尚未得逞之际 众位夫人便及时赶到 洛山 洛山并未吃得大亏 说着 冯洛山忍不住又偷眼 看向秦浩轩 俗话说 女为悦己者容 是说 这世间的女子 会因心爱之人精心打扮 竭力展现其美貌 同样的道理 这世间的女子 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 冰清御劫的形象 哦 冯大小节 果真未吃得大亏 这么说 我与众位夫人感到之时 却是世子 正欲轻薄冯大小节之戟 不过是刚动手撕扯 便被我等前来打断了 浊华话音未落 却被冯夫人皱眉将话结果 虽我而未吃大亏 小亏却到底是吃了 世子梦浪无礼难逃其则 郡主莫要欺若帮强 为世子开脱才好呀 冯夫人 这世也知原本的谋划无望 转而借题发挥 欲从中获利 浊华笑了起来 并不生气 只需需说道 泰安并不是 想为世子开脱 只是有一事不明罢了 说来当时众人 从容身堂 走到这沁香园时 泰安粗略地算了算 大概要走尽一刻钟的时间 如此说来 冯府的这位丫鬟 若从沁香园 跑到容身堂报信 同样也需要一刻钟的时间 就算他救主 心切绞成极快 时间减半 那也得费上半刻钟 如此一来一去 算来竟要用上 静一炷香的时间 刚刚冯大小姐亲口说 当我们赶到时 世子刚欲 对他图谋不轨 而我与众夫人 一进此园 也却见他二人拉扯之间 冯大小姐指出了外衫 其他装束一丝未乱 可是冯府的丫鬟 来容身堂报信时 却是一副 十万火急的样子 说世子在此处 轻薄了冯大小姐 那么 泰安不禁十分好奇了 不知在我与众夫人 赶到之前的 那进一炷香的时间 冯大小姐和世子 到底在干什么呢 此话一出 四下接近 是啊 若是冯大小姐 早在一炷香之前 便被人轻薄了 那待众人感到 时所看到的 便绝不应该 仅仅是相互撕扯 而冯大小姐 也绝不会只外衣被除 其他穿戴人丸 良好无损 世子虽不会武功 却到底是个成年男子 若真有所图谋 断不会于这么长时间内 让个弱女子毫发无伤 说句不好听的 这么长的时间 该办的都应该办完了 在场众人面面相觑 有人眉头紧促 有人却是面露讥讽 秦浩轩忍不住去看卓华 满眼激赏 却见他此刻不动声色间 与秦浩宇交换了个眼神 随即二人接垂下眼睛 嘴角轻轻上扬 这一幕异常默契 却毫无征兆地 刺痛了秦浩轩的眼睛 卓华垂眸一笑 也不等冯夫人开口驳斥 紧接着诱导 这是卓华不明白之处 实在太多 按说这庆香园离前院最近 走来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若是跑得快 估计少请便当 可冯家的丫鬟 为何口中说着事态紧急 脚下去舍尽求远 不去外院求助 反而大老远地跑去内院 当然 也可以说是小姐被人轻薄 衣衫不整 其壮狼狈 为男女大房小姐轻裕 才去内院请来女眷 可若如此 你们家小姐 现下这衣衫整齐的样子 却又是对不上了 况且是出之后 外院南克也当即赶到 冯家并未派人阻拦 可见也没什么大方不妥之处 所以 以上种种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 要要为节省时间 让众人能正好 与世子无状时及时赶到 这丫头提前跑去内院报信 待众夫人们赶到此处之时 世子也恰好先到一步 于是众人刚巧看到 世子无礼 要么 便是这丫头 竟有那未不先知的本事 是为发生 便提前预警 如此高人 却只去当一介仆从 被人呼来喝去 着实可惜了 卓华此话一出 立刻引得众人窃窃私欲 在场的都盘根错节 沾亲待故 虽心知肚明 可皆不宣于口 给冯家留着脸面 虽如此 可冯家人的脸上 却仍挂不住 冯洛珊此时 只敢扶于母亲怀中痛哭 直哭的声噎气 您不能自已 冯夫人则是一手搂着女儿 一手指着卓华 抖得不成样子 嘴里只反复一句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啪 只见冯显书一巴掌扇到冯狼脸上 颤着手指他骂道 混账东西 为何不看好你妹妹 让他竟遭了恶仆的算计 损了清玉门风 还不快去寻条绳子来 今天我不如勒死他干净 话音未落 却陡然听有人爽朗一笑 高声道 大哥 我看这是无论孰是孰非 有人算计与否 到底是冯家小姐清玉已毁 不如 你就收了他算了 众人转头去看秦浩轩 见他正挑眉笑着 看向他大哥 满脸的率真坦荡 冯洛山哭声一时一顿 抬眼茫然而顾 一时没能缓过神来 浊华垂下眼帘 嘴角缓缓挑起一丝冷笑 原来他是这个目的 真不愧是一个 善于为自己打算的聪明人 不过还没等世子表态 那边冯洛山却先一步明白过来 顿时闹了起来 大哭大叫道 我不要嫁给世 我 话未说完 后半截却陡然被他 母亲用帕子堵回了口中 老大 你怎么看 靖王爷环顾四周 最终将目光落在了秦浩宇身上 第116章 姻缘 秦浩宇捂着胸口 颇有些体力不知之状 他抬头与秦浩轩四目相对 一息间四灵息顿通 不禁微微一笑 拱手对靖王说道 儿子全凭父王安排 冯大人 咱们做个亲家如何 靖王听后点了点头 随即缓缓向身边的冯险氏书问道 此话一出 冯险书当即想也未想 历时跪地拱手 小女资质拥顿 得心平常 能得宗室垂帘乃其红服 冯氏义族谢王爷恩典 冯洛珊此时已将头藏在他母亲肩头 发不出半点声音 冯夫人一手搂着女儿 看似在轻与安慰 实则另一只手 暗中用帕子紧紧捂了她的嘴 事已揭穿 现下已是最好的结局 若非如此 等待冯洛珊的 就只能是削发维尼 一辈子清灯古佛 冯夫人知道 丈夫是怎么想的 同小姑子冯侧妃所出的昊灵相比 晋王世子秦浩宇无疑是更为有用 外甥做亲王员也不错 可若是将来的外孙 能做亲王 岂不更好 做敬亲王的岳父和外甲 当然要比只做一个舅舅更好 更何况 秦浩宇原本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 不是数字浩灵可以相比的 齐名不正言不顺 若要应服上位 不知要费多少谋划周折 只不过之前秦浩宇于金中为至 归气无望 秦浩宣性秦刚直 不好摆布 冯家这才会想着 福浩宁上位 可自从世子一回清明 局面大变 想必冯显书也早早有过这样的打算 只是那时 不知成与不成 面上却是不能舍弃浩宁 而此刻 冯夫人知道 自己的夫君 已于刚刚彻底舍弃了冯侧妃这个妹妹 还有她的亲外甥 冯夫人忍不住叹了口气 自己今日此举 虽阴差阳错 算住夫君达成心愿 可回府之后 未必能轻易过关 说不得还有一场好闹 她只是一片慈母心肠 不忍儿女 皆成为夫君手中 攀附权贵的妻子 她不过和天下所有平庸的母亲一样 希望女儿遂心顺意 嫁给自己喜欢之人 哪怕为妾又如何 有自己和冯家在后 自是能保她一世顺遂 将来再慢慢筹谋着 压倒泰安郡主 以妾为妻又有何不可 当然 除此之外 她也想暗中拉小姑冯玉如一把 免她和浩林 成为夫君的妻子 小姑于归中时 便与她极为亲厚 虽不很聪明 却十分尊敬她 这个嫂子 若是断了夫君的计划 小姑和浩林 也便有了盼头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一切皆是命数 既如此 那便定下了 这冯家丫头 虽然有些着三不着两的 可出身名门 身份上倒也不算辱没了你 靖王对着秦浩宇说完 又看向冯显书 我让你妹妹这两日 便派几个教养嬷嬷到你府上 你也上点信 冯显书历史骚得满脸通红 她刚刚借口恶仆算计 本想给女儿遮遮丑 也挽一挽冯家的面子 不想靖王爷 却并没再接着话茬 且直接把事摆到了桌面上 冯显书 只得赶忙又深失意里说道 请王爷放心 我定严加管教 不负王爷所望 靖王世子秦浩宇 与冯家大小姐冯洛珊的婚事 就这样一锤定音 秦浩宇的伤并不严重 世子所住的蓝夫轩内 大夫仔细耗了耗脉 只说并无大碍 不过开了两剂温补的药 却是可吃可不吃的 众人安慰一番后 也便慢慢散了 寿宴才开戏不久 还得继续 冯家大小姐 却因身体不适 早早便和冯夫人回府去了 身体不适 一块遮羞不罢了 众人皆心知肚明 可谁又会那么无聊地去拆穿她呢 毕竟冯家是当地豪族 长着西北的军权 又刚刚和靖王府攀了亲家 至于靖王府的那对孪生兄弟 到底还是血脉相连 手足情深 寿宴之上 秦浩宇前院略应酬了片刻 便亲自去厨房 吩咐给世子 被些软烂好刻画之物送去 又单独去兰傅宣探看了一番 放财放下心来 再出来时 却是忧心顿俭 神清气爽 只是大概只有卓华知道 被冯朗一掌打伤的靖王世子 才是真正的二爷秦浩宣 而那位厚道的二爷 自然才是真正的世子 冯洛杉并没有说错 说来那两套松花色云服团文剑秀 还是前些日子语 宣兄弟刚回西北时 冯册非为表贤良 专门着人连夜感知出来的 大概是怕被愤出个厚此薄笔来 索性给他二人 接着了几套一样的衣衫 一事两份 既显公平 又不必费什么心思 因此 浩宣竟也得了两件宽袍大袖的直舵 秦浩宇自然也得了两件一样花色的剑袖 再说秦浩宣 当时被冯朗待人 有意轮流贯的大罪 于是接到那丫鬟 传来的纸条时 竟头昏脑胀一时大意 也未分辨笔记真假 便心花怒放地趁人不查 带着刚刚喝下的一肚子的烈酒 美滋滋地摇晃向沁香园 迷迷糊糊间 穿藤拂柳 果剑灼滑 立于那芭蕉树下 背对自己等候 当下历时十分欢喜 几步上前 伸手一拍笑道 叫我来可有急事 谁知话音未落 便陡然一声尖叫入耳 对面那女子转过身来 竟然是冯洛杉 浩宣当时睁大了眼睛 所喝的美酒 倾刻皆化为冷汗 脑子立时清醒过来 再看那冯洛杉 虽口中尖叫 脸上却无半分惊慌之色 反而手中异常利索 几下子便脱了外面的沙衣 又一把扯开了领口 浩宣此刻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分明是中了冯家的圈套 于是也顾不得多想转身变逃 谁知此刻 却听到脚步纷乱 又忽有一丫鬟扬声即道 众位主子快看 芭蕉树下的 可不就是二爷和我家小姐吗 那声音分明就在耳畔 众人一隐隐戳出快步而来 却已然狭路相逢来不及了 浩宣心下一横 眼面便想跃上房顶 只要没抓到现行 便有无数道理可说 可谁想他刚要往上一纵 却陡然觉得身后一沉 随即一个柔软的身体 像蛇一样缠了上来 冯洛杉突然从背后抱住他 随即脚下一旋 人便倒进了浩宣怀中 秦浩宣吓了一跳 下意识就将冯洛杉扔了出去 再后来的事便如前情所述 至于浩宣生生挨得冯朗那一掌 自是半点无碍 不过为了作戏逼真 当时他硬是咬破舌尖吐了口血来罢了 靖王府和冯家 虽成就了一桩喜事 可其中内情众人却心知肚明 不过是粉饰太平罢了 到底好说不好听 于是寿宴之后 众宾客不过于梨花园中 草草看了几出小戏 便纷纷告辞 皆未敢久留 晚上家宴 浊华自是要留下的 即便不以为过门而席的身份 却也是靖王爷的亲外生女 于是被冯测飞安排到琉璃小柱歇息 暂且不提 只是客赞以后 不知靖王爷对冯测飞说了什么 总之直到晚宴时分 冯测飞一直奄奄无语 再无之前的信头 冯测飞如此 那几个庶女看惯了脸色 自然也是摒弃脸膝 一步一驱 生怕出了眉头 世子白天受了伤 虽是不爱 却也面色苍白 没什么精神 二爷浩轩心不在焉 只偶尔看看 女客那一桌上的灼滑 秦浩灵倒是没心没肺 一门心思地去研究面前 那盘红烧蹄精里的海参 靖王爷环顾众人一圈后 垂下眼眸不便喜怒 片刻后方才略略举杯 众人忙起身举杯 其身恭祝道 祝父王 王爷 万寿无疆 这顿家宴吃得甚是拘谨 众人接脸容垂眸 摒弃收声 一时间容身堂的花厅内 除快柱之身外 竟连一声咳嗽也不闻 少请既然范碧 众人束口灌手 呼听主位上的靖王爷 缓缓开口道 今日人齐 我便嘱咐两句 众人不敢怠慢 忙起身垂手恭听 只听靖王继续道 老二的婚事 不过就这两日 家里依得着信 就开始准备 线下也倒算一应齐全 只是这婚事 原是太后所赐 郡主又是郑国长公主的女儿 我的外甥女 故而王府上下 不可有丝毫懈怠 你们可听明白了 说着 靖王爷转眼看向冯侧妃 其中敲打之意十分明显 在场众人皆心知肚明 王爷说的 这是今日冯家之事 如此当众 给了冯侧妃一个眉脸 这些年来 倒是头一回 冯侧妃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态度却十分公顺 屈膝一幅道 切身记下了 其余人等 一忙跟着行李称没 再有 靖王扫了一眼 浩宇浩兄弟二人 我得了消息 朝廷不日将会派人来 西北密查暗访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 尔等还需谨言慎行 误要给王府惹来麻烦 这话虽让不少人一头雾水 可在场者 却皆是不敢轻慢 盲又攻身 其声应诺 秦浩宇暗中抬头 迅速偷眼看了靖王一眼 随即便立时低下头藏起眼封 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丝冷笑来 王府自然不会像那小门小户的爆发户一样 将儿女们送的寿礼 摆在大门口 向来往的亲朋夸耀一番 更何况他准备的寿礼 父王便是打死 也不会拿出来的 那是剑园先帝下的一道圣旨 大义是 若雍和弟子孙无德无能 可兄中弟吉 秦浩宇对萧景坤说的没错 他却是早已备好了受礼 和这份先帝圣旨相比 萧家兄妹献给他的那尊 腊油洞玉佛手 便被比成了鱼眼珠子 这是一场试探 秦浩宇在赌晋王的反应 若是家国大义 言辞相斥 那便是晋王无心 他自然因另有谋划 可若晋王不提 反帮忙掩饰呢 那便说明 他们父子之间灵犀相通 竟都怀了那天大的野心 现如今看来 晋王和他果然是父子相成 而这香浩宇和卓华 却是相视一笑 心中了然 便是不知详细 却已已然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晋王此举是在通风报信 经中遇蜜茶西北 定是为先皇遗诏之事 既是蜜茶 晋王如何能提前知晓 可见 朝廷中应是隐秘了一批西北的人 既如此 那当日先帝圣旨踏本流传示警 以及后来卓华习经旧夫等事 晋王爷便不可能不知 可他却自始知自未提 如今又通风报信 卓华不禁心中好笑 他与浩宣献给晋王的寿礼 便是王治随身带的那块 据说能治百病的暖玉 却抵不上他 亲手写下的一道假圣旨 家宴就此索然无味地草草散去 浩宣骑马轻送卓华 回了清风别院 此时已然乌金西锤 天色渐暗 却有晚风徐徐逐入清凉 别院后花园的小路上 更是难得的静谧悠然 浩宣见三姑 茗玉竟十分拾去地远远跟着 并不进前打扰 不禁心中窃喜 见四下无人 于是便大着胆子 去握卓华的手 却被卓华轻巧躲开了 随后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浩宣摸了摸鼻子 只觉得心中跳成一团 虽手上不敢再造次 却忍不住舔着脸 又向卓华跟前凑了凑 厚着脸皮笑道 今日之事你便不担心 若是秦浩宇不来冒名顶替 该当如何 难不成 我还真拿那个冯洛山 唯切不成 说吧 他低头仔细去看卓华 满怀蜥蜴地想从他的脸上 再看出那么一两分吃醋的娇称来 第117章 肃卿 卓华见浩宣热切地盯着自己看个不停 便知他心中打得什么算盘 这次自从上次见识过自己吃醋后 便仿佛上了影似的 成日界非要看着自己 打翻醋坛子 他才开心 既知如此 便偏想故意欧他不让如愿 于是只做懵懂不知 轻摇完善 冲他嫣然一笑 随意道 这怕什么 大不了 就给你那个妾室呗 晋王府二爷 将来郡王之绝 有几个妾道也平常 不想此话一出 便历时见秦浩宣变了脸色 也不说话 只黑着脸 直勾勾看他 卓华心中想笑 面上却是不显 也不看他 只摇着扇子 便向前走边 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冯家只有这一男一女两个嫡出 且皆爱若珍宝 收了一个冯洛珊 说不得便收了冯家的忠心 毕竟冯侧妃虽是冯家女 却和冯显叔只是兄妹 不比子女 到底隔了一层 即便冯家老太爷尚在 可以不在家主之位 自然当不得用 你若收了冯洛珊 不怕那冯家不站到你这边来 听卓华如此说 浩轩不禁更加气闷 盯着他的背影 暗暗磨了半天的牙 有心赌气不理他 却又舍不得 于是只能狠狠跺脚 问声问气说道 照你这样说 冯洛珊如今嫁了秦浩宇 岂不更好 我要那冯家的支持 又有何用 横竖 咱们在这西北 也待不了跺脚 只等秦浩宇一稳住脚跟 我完成了母妃遗愿 咱们便去辽东了 浊华听得此话心中一暖 停下脚步转身看他 却见秦浩轩面沉似水 黑如锅底 不禁心中失笑 忍不住又去逗他 其实那封大小姐 阴差阳错地许给了世子 倒也可怜 明眼人皆能看出他 满心满眼的都是你 秦浩轩简直气得发疯 这丫头竟越说越离谱起来 不由得心火乱窜 开口打断道 不管是明眼人 还是盲眼人 又或者是又聋又雅 又盲的人都能看出 我满心满眼的是你 说着 浩轩忍不住又委屈起来 怎么偏偏那个不聋不雅 心明眼亮的郑主 却看不出来 还一派云淡风轻的 硬要塞个莫名其妙的妾给我 浊华此时已暗中笑得发抖 却忍不住愈发淘气 要去戏弄他 于是用团扇遮了上阳的嘴角 直露出一双点七秋水 隐隐看向浩轩 故作不解道 何至于连芒雅的狠话都说出来了 冯洛山不管如何 总算是心悦于你 想来也会死心塌地追随 总比那些不知根底 别有用心的人强 如此事成 自然也不算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妾 况且依你的身份 取个把妾室再平常不过 不是冯洛山 以后却也会有别人 如何就返程了 我硬塞给你的 秦浩轩只觉得自己被气得甘疼 欧得发狂却无从宣泄 于是困兽般团团转了三圈 最后猛一跺脚 吉翅白脸的树指向天道 我秦浩轩再次发誓 此生不纳二色 只取灵氏 浊华一人为妻 若有为是天打雷 浊华历时大惊 不等他说完 盲伸手用扇子去覆浩轩的嘴 口中赤道 好好说话就是 胡发什么事 这样的话 岂能随意乱说 又见浩轩脸色发青 不由地笑着哄道 好了好了 你不要急 我不过是逗你玩呢 本想做个大度贤妇 谁知你却非要我 做个度妇 浩轩这才缓和了脸色 上前一步认真看着他道 世人皆道嫌妻不度 却不知 那缘不过是阴不爱 故才不称不怒 若取一不度无碍之人为妻 纵使三妻四妾 想那所谓的欺人之福 却不过是守着一群走骨行尸 醉生梦死 一生空肚 终不知这世间情爱为何物 又有什么意思 我却只要这一世一人 情深义重 刻骨铭心 自此知情实爱 相守偕老 才不枉这一世为人 秦浩轩黑眸如潭 射人心魄 浊华觉得自己陡然 便跌进了这幽潭深水 慢慢溺于其中 他脸上一红 不自在地撇开眼睛 半上脆了一口 成日界就会胡说 不过 你当当问我 若秦浩宇当时没来 我当如何 其实这也不难 虽当时我却是有些气闷 不过却也不惧 反正 你我是朝廷赐婚 那冯洛珊再如何 也约不过我去 再者 师父之前给了我 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妙药 怎么能白白放着 总有几样 适合这冯大小姐的 待我先和你成了亲 再随便找个机会 给她用上些 什么痒痒药药 玉镜粉 光这两样 便能让她一整年出不得门 更何况 我这儿的药还远不止这些 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估计待咱们的事都办完了 这样还没用上一遍呢 说着 浊华眼波流转 抬头看向浩宣 却见她历时 做出一副 静若寒蝉的样子 老老实实地点头道 你放心 你放心 你以后说什么就是什么 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绝不惹你生气 我可不想 那些药 也都给我用上一遍 曹月娥的惨状 说着秦浩轩忍不住享乐 但又觉得不胜厚道 我还仍历历在目 你 你这岂不说我是个毒妇 有一谋害青 拂位出口 便戛然而止 浊华猛然惊悟 脸上顿时又是羞红一片 这小女儿的胶态 不禁让浩轩心中一荡 想也未想 便立时一把捉住浊华点来的手指 然后握在手中食指紧扣 任她如何挣脱 也不放手 你 浊华又羞又恼 抬眼去邓浩轩 却不想一眼又撞进 那含笑的黑眸之中 她心中一致 低下头来 罢罢罢 便让这丝衬心如意也罢 全当可怜她今日平白挨打 浊华如是想着 全然不知 自己此时亦做了回 掩耳盗铃自圆其说的 规格小女儿 二人一个甜蜜蜜如坠云雾 一个羞怯切亦步亦驱 各怀心事 漠然无言 竟就如此走上了大半日 围着园子整整绕了一圈 说来 你这大哥可真不一般 不过才来西北几日 便得了冯家嫡女为妻 今日又收了萧家庶子于麾下 实在收获颇风 可喜可贺 卓华看着墙边一层墙威 正开得如火如荼的 忍不住掐了一朵 粘在手中抬眼一笑 浩轩此刻仍还心如雷骨 脚下似腾云驾雾 听卓华提及此事 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随口问道 萧家庶子 哪个 卓华见他这样颇绝好笑 脸上又是一红 低头笑道 就是后来给世子送见那人 叫萧锦坤 是萧家庶子 其母虽为妾氏 却出身本地 极有根底的巨骨之家 能得此人入目 世子也算是得了臂膀 萧锦坤 浩轩总算平复 心中清明不少 不经皱眉道 可这清明萧家为嫡子 生育即胜 说是十二岁便考了功名 现已终举 素有神童之称 皆传明年春为必重 这庶子 倒是名声不鲜 说他能当臂膀 浩轩说着 转头看向卓华 卓华微微一笑 看他道 你可知萧锦坤送去的宝剑 却是谁的 谁的 是雨晗的 此话一出 浩轩不经大为意外 卓华继续道 王府戒备森严 今日宴客更是警戒谨慎 除非守于外院的侍卫 宾客内卷 皆不得携兵器入府 可这萧锦坤 却如何能随随便便 就寻出一把宝剑来 有了这剑 便更能证实二爷的身份 毕竟 除非是这府内上午的二爷 否则平常谁会随便拿出一把剑来 雨晗告诉我 那萧锦坤于上午 开戏不久 便去寻他 也不多说废话 只说二爷被冯家算计逼婚 世子欲冒名顶替 为怕拆穿 特寻郡主侍卫借鉴一用 如此他持剑做个人证 事情便能轻而易举地遮掩过去 可仔细想来 那时冒名之事 恐怕尚未发生 否则待他持剑感到 时机定然已过 他对雨晗所说的一切 其实皆不过是其揣测 这便极有意思了 说明当时世子暗中 注意着冯家和你的动向 而那萧锦坤 则暗中关注着世子 世子与你之后起身离席 他便已然猜出其意图 并迅速做了谋断 不得不说 这萧锦坤 竟是极了解世子的心思为人 设想 倘若世子只想破局 不做他想 其实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只和你一同出现在庆乡园内 此局变破 可他却选择了冒名顶替 印下冯家的婚事 而萧锦坤 竟能一般亏报 采出他的意图 不得不说 此人心机深沉 极为聪明 更何况雨晗速来激警 他却能于三言两语间 将他说服 并得了保健 可见口才了得 更善揣测人心 毕竟王府的侍卫 皆以王爷安危为重 便是说出大天 也不会借鉴于他 让其思邪入内缘 而雨晗却是不然 他并不重视王府的规矩 浩轩仔细听了半赏方道 若按你所说 这萧锦坤 确实是个人物 可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 若他早投于秦浩宇门下 今日之事 乃先得了吩咐 也是合理 浊华点了点头道 确实有此可能 可世子为人多疑少兴 不过才这些时日 必不会全心信赖引为心腹 此等机密 也定不会细尽告知 更何况 那萧锦坤斜见而来时 我看得分明 世子确实十分意外 故而才有此猜测 至于那萧家笛子嘛 我看却是平常 不过占了笛掌 又会读些书罢了 却个心术不正 浅薄轻浮的 你看吧 将来定会被这数字 压得翻不过身来 浊华边说边看向浩轩 却发现 他正低头看着自己 双目炯炯 似藏了一片星光 并赞叹道 真正见威之助的人 是你才对 那萧锦坤与你相比 却也是平常 随后又狡黠一笑 怪枪怪掉说了句 额婆姨揍死能得很 浊华简直不敢 想信自己的耳朵 竟得看着浩轩待了半天 浩轩以为他没听懂 于是闲着脸 给浊华解释道 婆姨就是西北话 媳妇的意思 我是说 我媳妇真聪明 浊华狠狠跺了跺脚 亏他开始还当浩轩 说了什么正经话去听 可谁知这丝嘴里 竟蹦出这么一句来 直羞得他无地自容 脆了一口 转身要走 可无奈手却被这 灯徒子紧紧握着 扭托不得 于是不由得又急又羞 一边挣脱一边恨道 快放手 我要回去了 浩轩见他如此 便知自己唐突了家人 哪里还敢放开 不由得握得欲发紧了 又扶低做小闲着 脸一叠声地喊着 媳妇默契 如此一来 浊华更是气得发疯 有生以来 竟从未见过如此无赖 点着他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估计是气得迷了心 伸手便拧住了浩轩的脸 秦浩轩始料未及 一时间愣在原地 不过也就少请 他突然面露痛苦 捂着嘴 唉呦呦地叫了起来 浊华这才想起来 浩轩白天咬破了舌尖 看这样子似是碰到了伤口 不由得赶忙松手 情急之下 反去捧了他的脸 边看边急着问道 如何 可是碰了伤口 快让我看看 柔仪轻抚 心香满怀 浊华如此致敬 花瓣一样的红唇就在眼前 此刻 浩轩胸中如万马奔腾 载着他的理智 一路飞于天外半点不剩 他猛然栖身上前 差时擒住了 静在眼前的那双红唇 这个混蛋 浊华发狠地捶了两下 已经封魔了的秦浩轩 却忠实无力地捶下手来 他本来还想说 既然世子得了冯家嫡女的婚配 又得了肖家最善谋划之人为幕僚 那浩灵之威已解 秦浩宇也算于西北立住了脚跟 他们是不是已然可以回辽东去了 可这一切 却忠实没能问出口来 被眼前这个大胆狂徒 全部顺顺溜溜地 吞了个一干二净 深秋 丹风如火 静王嫡次子秦浩轩 与郑国长公主之女灵士 浊华大婚 第118章 大婚 静王府二爷与泰安郡主大婚 这可是清明城近日来难得的大喜事 百姓们几乎倾城而出 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泰安郡主果然豪富 嫁妆从清风别院出发 特意按照当地风俗 绕了大半个清明夸耀一番 方才抬去静王府 竟然投台嫁妆一道 最后几台嫁妆却尚于别院未发 又有那新奇未见的宝物 亦或是太后赐下的玉品 让清明的百姓大开眼界 引得看热闹的人群中 不断发出阵阵赞叹 只是这人群之中 引着一个操金城光化的年轻商客 却并不十分去看那嫁妆 反而只静静地望着花轿出神 那行于花轿一次的新郎 一身大红喜福 骑着高头大马 满面春风 时不时看向花轿 眼中温柔静显 喜悦满意 眼也掩不住 迎亲的队伍 缓缓从眼前行过 他的花轿中是渐行渐远 大人 身后的小丝轻声唤道 年轻商客四倍陡然惊醒 临行前永平郡主 特意吩咐过小的 车马劳顿 您的剑伤刚好 万要注意休息才是 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客栈住下 听得此话 他半赏无言 望着花轿中是远去 方才缓缓点了点头 转身带着小丝挤出了人群 可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又回望了一眼 缓缓前行的迎亲队伍 浊华迎时三客 便被三姑叫起来梳妆 迷迷糊糊间 只觉得自己 四个提线木偶 任人摆布 作为新嫁娘 她今日万般俗事 皆不必操心 礼仪规制上 自有金钟跟来的 礼部遗仗负责 萧点虽然逃了 可遗仗人马 尚在 其中有个小有关接的私物 颇能一用 虽年龄不大 却十分灵力 倒也能独挡一面 嫁妆之前 秦浩宇已经全部送还回 秦浩宇更是将自己这些年的积蓄 以及晋王妃留给她的产业 一并送到卓华手中 至于撒谷羊豆的全服夫人 秦浩宇一早便请了 清明知府吕大人的夫人 来担此任 这旅夫人员出身于精灵的名门世家 身份上倒也是吉相配的 几日前 又有京中的庆王府 其家 包括宫中的齐贵妃 纷纷送来了天庄之礼 秦勤还格外被了奋提己一同带来 卓华知道自己 射伤了齐少峰之事 她未必不愿 可是虽生了嫌隙不如从前 但到底还是一起长大的姐妹 这情分并不是说断就断的 清明城中的贵女如冯洛山 萧若央等人 或受父母叮嘱 碍于人情世故 或是别有心思刻意攀截 却也接来凑取天庄 头一日里 清风别院竟也是宾客如云 七七八八收了不少礼物 卓华此时一脸打了几个哈欠 看得众人皆忍俊不惊 三姑亲手给卓华上了妆 摄月等人服侍着她 穿上了大红的嫁衣 看着面前已然做新嫁娘 打扮的浊华 三姑不禁眼睛漠然一热 笑容中便多了几分泪意 心中默念 公主 您的在天之灵可看到了 咱们的郡主 要出嫁了 名誉不由的 也有几分触景生情 上前扶住三姑 二人相视一笑 眼中却引着水光 心下皆赶怀万分 雨晗一夜未眠 亲自守在门外 她的郡主 今月便要出嫁了 她忍不住摸了摸那枚 一直藏于胸口的碧玉簪子 这本是要送于郡主的吉吉贺礼 可自己那时 终究缺了一丝勇气 而如今 却是再也没了机会 浊华大庄已毙 唯唯吐口汁 坐在床上还有些犯迷糊 任由三姑小口小口地 为她吃人 伸八针高 郡主 黄大人那边来信了 众人正围着浊华 不想浮风此时 忽然急匆匆跑了进来 浊华猛然睁开眼睛 金光一闪 看向浮风 三姑皱了皱眉 只觉得大喜之日 谈论这些甚沙风景 可又知浊华的脾气 只能不赞成地看向她 果然 便见浊华冲她讨好一笑 随后转头示意 浮风将黄义的飞歌传书拿来 三姑只得无奈地摇头一笑 又见已收拾得差不多了 于是挥手让摄月等人暂且退下 你们可知 荣笛那边发生了何等大事 浊华忽然困意全无 神色郑重地看向三姑 敏玉 可是黄大人的计策成了 荣笛那边乱了起来 敏玉满怀期待地看向浊华 三姑却因见浊华此刻面色凝重 不禁心下一沉 荣笛二皇子阴险狡诈 黄大人那儿可是 三姑安心 师父无虞 浊华安抚道 只是咱们原本不过打算 先让荣笛乱上一乱 却不成想 竟都小看了那萧富托 师父传来消息 几日前萧富托于荣笛王庭发动宫变 申请老王萧景 并求于后宫破其善位 对外的消息 却是大皇子萧富开谋反 事败叛逃 老王背弃地吐血卧床 因怕荣笛无主而乱 故亲自下诏善位于次子 那萧富开现下如何 三姑急切地问道 浊华伸手握住三姑的手揉声安慰道 三姑不必忧虑心 师父虽在荣笛 又有意去帮衬着大皇子 可做事却是十分谨慎隐秘 对外不过是个严商的身份 一时间倒不会有什么危险 况且 如今还能飞鸽传书 可见他那儿并不要紧 萧富开据传是 谋反不成失败而逃 既能逃出生天 这其中说不得便有师父的手柄 故而 荣笛将来局势如何变化 还真是不好说 萧富拓此时春风得意坐上王位 却并不代表 他便是彻底胜亡 只是 说着浊华看了茗玉一眼 愁愁道 这萧富拓自命不凡 又好大喜功 如今一朝得势 做了荣笛克汗的宝座 只怕会第一个拿辽东立威 柳大将军这些时日 却是要多加小心了 恐那荣笛不日便会犯警 啊 敏玉大惊 顿觉事态严重 我这就给爹爹写信 说着转身要走 却被浊华拦住 让他稍安勿躁 既然咱们这相隔千里的西北 都收到了师父的消息 想必柳大将军那师父 定然一早便送过信了 你倒不必着急 自平成之意后 辽东军已多年未战 林家军军魂在否 想来凭此一战也便可知 说着 浊华忍不住皱起眉头 三姑见此 知他心中意识不安 于是先安抚地拍了拍敏玉的守备 安排他与扶风下去 向李扶来等人传信 自己则拿起脂粉过来 边亲给浊华补妆 边劝道 今日是郡主大喜的日子 万般是皆要放下才是 浊华见三姑又来说教 一时间压下忧虑 展眉清笑道 这就齐了 婚嫁之事 不过只设男女二人 可边关束手 却是关数万将士的生死 和一方百姓的平安 如何那万人生死的大事 反尽比不上这男婚女家的小事 倒要为他万事皆放 三姑此刻 简直哭笑不得 若是旁人听的这话 定会觉得 浊华有一台杠 可三姑确知 他是真的缺了那根筋 心中就是如此作响的 别看秦浩轩的出现 让浊华动心动情 最终还动了婚姻 可想当初 他却是真的曾任任 真正考虑过 剃度出家之事的 在别的女孩眼中 婚姻便是他们这辈子 唯一一件天大之事 可于浊华来说 却是一辈子很长 要去做的那天大之事很多 并不仅限于婚姻 他胸中自有一番秋贺 天高地阔 驰骋纵横 浊华自知他这番话 又会引得三姑的一番不赞同 于是不等三姑说话 忙又笑着撒娇道 这一早便起来舒喜 本来还昏昏沉沉的 难得竟有这么一件事 让人警醒 果然精神了不少 三姑见他这样 便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无奈笑着摇头 于是碎了他的心意 顺着说道 倒是咱们低估了那肖富拓 本想循序渐进 先让荣敌国内乱上一乱 却不想他倒是个敢作敢为的 以立祥实惠 直接就公辨自立 如今 咱们的计划 说不得又要改一改了 浊华陈英片刻说道 却也了不怕 总归还在咱们的谋算之内 到位出什么大哥 只是因秦浩宇已得助力 我宇 说着浊华脸上漠然一红 我宇宾之前索义 遇回辽东之势 恐要推迟 毕竟大战在即 实不能因此事 尹德朝廷忌惮柳大将军 恐怕有些事 还要再与他另行谋划 三姑见浊华红着脸 念出宜兵二字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尹德浊华脸上更红了几分 三姑忍了笑 一本正经的点头赞同道 郡主说得极对 郡主语 宇宾 此时回辽东却有不妥 三姑 浊华愈发不好意思起来 只得拽着三姑的袖子摇啊摇 三姑见他这样 虽笑得不行 既然郡主要在西北再住些时日 那原本带李承回京的礼服来 是否让他继续留下 浊华听了却是摇头 礼书不留 反倒越快回京越好 若真如我所猜测 荣狄不日犯境 那京中消息便十分关键 尤其前梁援兵等姓辽东 应及时掌握 我不想再看到 八年前平成之一的惨状 三姑一愣 随即叹了口气 上前握住浊华的手 浊华继续道 至于此处 倒不必太过担心 毕竟潘北也还得用 况且从京中来此增援的人 也皆已到了 说起京中来人 郡主却不不得不防 三姑轻轻皱眉看向浊华 李扶来昨天来报说 京中暗茶之人已到清明 而那暗茶之人却是 是齐少风吧 虽为问句 可语气中却满是肯定 浊华冷笑一声 既如此 那就更不能此时返还辽东 大红的盖头遮住了眼睛 浊华的世界历史也是 变成了一片热烈浓郁的红 轿外吹吹打打 秦浩轩就在轿旁 那是他的宜兵 浊华于盖头下羞涩一笑 宜兵 浩轩 浩轩 宜兵 进王府内 自视大牌炎炎 真羞佳肴如流水不断 穿着大红吉服的秦浩轩 此时此刻哪能被轻易放过 一众西北的豪门贵子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皆都脸上挂笑 狠命地灌他几杯烈酒 浩轩所住的春松居内 浊华正端端正正地 坐于洗床之上 到底不过是吉吉少女 此时他竟突然试了往日的镇景 只觉紧张异常 心如雷骨 三姑带着敏玉 浮风 听雪 摄月 尽职尽责 先仔细将小院里里外外 检视一番 随后拿出荷包 分给了这院中的下人 又吩咐他们院中伺候 屋内只留了三姑等人近身服侍 屋内红烛高照 竹影摇曳 屋外月朗风轻 秋月无边 呼听院中有人高声喊道 二爷回来了 屋内众人历史喜笑颜开 或是打帘或是倒水 又有准备喝紧酒的 皆纷纷忙碌起来 浊华低下头去 心中小鹿乱撞 脸上一红 两叶生花 只觉有些盼望 却又有些害怕 脚步从外游远极近 浊华缓缓促起眉头 忽而大红喜福地跑脚一晃 人便闪进了洞房 随即一双灶顶关靴 立在了浊华面前 浊华陡然一领 开口时声音便有无尽的冷意 三姑给世子倒茶 原本要退去的众人瞬间大惊 立时反身 呼啦啦围住了灼华 第119章 作谢 秦浩宇于满府灯火辉煌中 一路行至春松居 看着那大红跑脚 随着自己的步伐翩先起伏 心中竟一时生出些许欢喜来 果然 这夺目热烈的 红能引起人的喜悦之情 可这份喜悦 却只一闪而过 望了望挂了满府的大红灯笼 他忍不住挑起一丝冷笑 直到看到面前张灯结彩灯火通明的春松居 他的眼神又黯然下 一进春松居 便见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人人面上欢喜 一叠声地向李通传道 二爷回来了 守在屋门外的摄月 飘雪等人见他一喜笑颜开 扶身行礼 口称宜兵 秦浩宇于这无限喜悦的 氛围之下 竟一时恍惚 似乎自己真的 便是那新郎 而前面洞房之中 便真的坐着自己的新娘 只是这如梦似幻的感觉 却皆在浊华冷立的声音下突化烟尘 云霄雾散 秦浩宇瞬间清醒过来 挑盖头的撑杆 还端端正正地放在龙凤竹前 他的手悬于其上 但终时慢慢收了回去 众人的反应 不能说不训解 三姑当即挡在了浊华的面前 左右使了个眼色 立时四门大开 摄月 听雪进屋 立于浩宇左右 扶风倒了茶 公公静静沉了上来 随后手于门外 转眼间 敏玉便没了踪影 三姑之他到外院寻号宣去了 看着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 秦浩宇不禁微微一笑 转身寻了把椅子坐下 悠然地端起茶碗 掀开盖子吹了吹 卓华端坐于洗床之上 扒风不动 却不开口 屋内一时陷入僵局 鸦雀无声 郡主如何知道是我 秦浩宇忠室 撂下茶碗开口问道 卓华带着盖头 不便喜怒 只听得一管清零零的声音缓缓道 柿子与二爷 虽是孪生兄弟 声音相貌上几乎无可分辨 但到底却还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 这世间有很多的皮囊相近 却从未见过一般无二的人心 佛曰 世事无相 相由心生 可见之物 实为非物 可感知事 实为非事 若只感人心 那便自不会被外貌所获 秦浩宇不知可否 轻声笑道 你刚刚连我的面都未见 又如何感知我心 浊华但笑不语 秦浩宇见他不答 也不纠缠此事 只端茶喝了一口 继续道 泰安表妹倒是沉得住气 就不好奇我今日所来的目的 应有种种世子自有道理 只是世子如此一来 今日之事不等天亮 便会传得满府皆知 再有冯侧妃推波助澜 泰安说不得名声敬讳 二爷也就此沦为笑柄 更获夫妻反目自此不合 不论世子上有其他何种目的 只此一向泰安 却已是看在眼里 浊华是真的恼了 说起话来 毫不留情面 包地大喜之日 当兄长的 竟然提前闯了洞房 这本就罔顾人伦荒唐至极 况且 此处又有冯侧妃虎视眈眈 王府上下皆是他的亲信眼线 浊华刚刚说不出 天亮满府 皆知却是清朗 说不得此刻便已经有人去告密了 若只涉及他自己 浊华未必会如此生气 他本就不在乎什么世俗名声 可是关浩轩 他却不能不怒 未完成王妃遗愿 浩轩对他哥哥 可谓一片赤诚 谋划深远 但惊结虑 秦浩宇却为私心屡屡案件伤人 更有离京前一朝踏本之事 以致献浩轩于险境 喜宝更是因此遭遇不测 没了性命 而今日秦浩宇静 又是这番作为 饶是浊华涵养再好 也是怒起心头 表妹怨我 浩宇双眸一暗 垂首放下茶碗 他自然知道 今日所为并无半点好处 不仅会与浩轩间嫌隙欲生 此事善后也极为麻烦 且说不定引得浊华又厌他一层 自从浊华上次回京旧夫 他便已然梦醒 知道自己许事自作多情 泰安郡主 大概真如秦浩轩所说那般 自春烈为场时便与其两情相悦 可他即便明白 却还是忍不住来了 大概只因心中太过不甘 乔通之死 世子可曾怨我 秦浩轩没料到 浊华会如此反问 不由得一愣 不过一扑从而 世子凉薄 泰安深觉耻寒 不然呢 表妹觉得 语音如何去做 为乔通报仇不成 况且 表妹与轩帝 若对京城之事难以释怀 回清宁后 又为何与我示好 秦浩骤起眉来 自尽这春松居起 他并不如所表现出来的那般轻松 浊华言辞犀利 掌握了整个谈话的节奏 他看似淡然 却不过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罢了 世子觉得是为何 浊华此问 让秦浩轩一夜 半赏忽而自嘲笑道 自然是因为手足亲情 只是这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天下攘攘皆为历望 人之本性 便是手足同胞间守望相助 却也不能全然无力可图 于兄只是怕不知缘由 慢带了表妹与轩帝罢了 秦浩于此话无外乎是说 他不相信浊华和浩轩 会平白无故地助他 若无力一交换 他并不踏实 浊华于盖头之下冷笑不止 刚要开口 却呼听门口有人接到 这缘由自然便是母妃 随即门帘一挑 浩轩带着一身的酒气 怒气冲冲走了进来 屋中众人不禁心下皆是一松 浊华只觉洗床陡然一沉 便有一人坐到了身旁 随即浩轩的气息 混着酒香袭了过来 让他陡然便安下心来 不想手上立时又是一热 却原来是秦浩轩宽大的手掌 附了过来 似是在告诉他 他来了 不必担心 浊华的脸默然一热 虽遮着盖头 却也知 这屋内定然站满了人 即便以拜堂成了夫妻 可这样人前动手动脚 到底还是梦浪 于是 他自以为不着痕迹地 在浩轩手上掐了一把 随后抽出手去 浊华的小动作 倒让浩轩忍不住鸣嘴一乐 刚刚因秦浩宽所生的满心玉气 不觉消了一半 对面的秦浩宽 L垂眼伸手端茶 只做未见 浩轩的怒气 只是因看见浊华消了一些 却并非没有 此刻他抬眼看向浩宽 既不起身行礼 也不多说其他 只冷冷开口 将禁王妃临终托付说了一遍 莫聊满腔寒意地说道 大哥信与不信 我却不管 我只做好自己的本分 完成母妃遗愿便是 不过如今看来 秦氏却比我所预想的 要好上不少 这管着西北兵马的冯家 管着钱梁的肖家 都已经与大哥结盟 大哥也算遇着西北立稳了脚跟 我便算是完成母妃遗愿 大哥也不必担心 以后这西北之事 我定不再染指 全凭大哥做主 便是容不得我们在这清宁也无妨 只待我伺候了父王百年 便离了大哥的眼 定不让你猜忌为难 此时秦浩宇 因听浩宣讲述靖王妃临终之景 不禁赶怀万千 心中悲痛 掩面而泣 又听浩宣如此说话 忙擦了擦眼泪 抬头看他 满眼哀色道 宣弟这是恨上哥哥了 哥哥却是对你不起 只因那时 那时全是桥通窜多 哥哥也是被朱友蒙了心 现在每每想来追悔莫及 说来还多亏郡主 替我杀了这个小人 皆细因他 才使咱们兄弟生气 骨肉失和 他正是死有余辜 郡主所为乃是帮我 刚刚听的宣弟一番话 于兄无地自容 只觉有愧于母妃的慈母之心 更有愧于宣弟一片手足赤城 于兄 于兄这便给宣弟和郡主赔罪了 说着 秦浩宇一撩袍子便要去跪 三姑眼疾手快 历史几步上前便将他掺了起来 盖头下的浊华虽看不见 却也才出八分 不由得心中庆幸 多亏三姑一直赔在左右 浩宣却是骤起眉来 秦浩宇突然如此做派 必然不是无地放始 应有所求 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浊华 自己前些日子 已与浊华商议过去辽东之际 此刻 无论秦浩宇如何做态 却都不过是白费心机 他本欲莫不作声 只让秦浩宇自己演个独角戏 待他觉得没意思了 自会离开 却不想 袍秀忽然被人轻轻一拽 随后便听浊华开口说道 三姑带人下去 守着门口 浩宣转头去看浊华 虽蒙着盖头不见喜怒 却心有灵犀 瞬间便知他计划有变 于是偷偷捏了捏他的手指 暗中告诉他 自己心中明白 浊华于盖头下 鸣嘴一笑 只觉心中甜蜜 屋内众人撤去 只留宇 轩 浊华三人 浩宣边猜测着浊华的心思 边试探道 大哥却不必如此自责 本是自家兄弟 哪有什么深仇大恨 且你也说了 皆是小人作祟 现如今小人已除 咱们兄弟更应和睦才是 如此母妃的在天之灵才能安息 一提靖王妃 秦浩宇历时又泪如雨下 便用帕子遮了脸 便向浩宣摆手说道 宣帝悟要觉得为胸软弱 只是数年不见母妃 灵终也未能床前尽孝 实在是忍耐不住 再者 我今日之举 许是会让你与表妹生厌 可除今天外 我却不知如何去寻时机 将咱们三人聚在一起解开误会 为胸愚钝 听性谗言 以致手足不合 可放眼睁诺大的西北 毕竟你我才是血清骨肉 俗话说 打虎亲兄弟 将来亦要互相扶持 以致 共见大业 原来为这 浩宣心中历史明了 不由得对秦浩宇 更加失望几分 却又绝袍袖一景 于是心领神会 只直言道 我却不知什么大业 便是大业 那也是兄长的大业 与我何干 我以后只想与郡主游历四海 纵情山水 无忧无虑便是 宣帝一身大好本事 却怎可就此淡薄无知 便是郡主 也不会赞同 说着秦浩宇看了一眼浊华 见他 竟为出言反驳 不禁心下大定 于是继续游说道 大丈夫自应见那千秋伟业 不是之功 而若你我兄弟二 互相扶持共创大业 又有 那先帝一诏 名正言顺 不愁伟业不成 届时 我们兄弟二人平分天下 共享荣华 丰功伟绩 千秋万代 说到此处 秦浩宇四世 已经看到了 那不是之功的宝座 脸上带出一丝迷幻的笑来 大哥自有萧逢两家相助 多我一个 也没什么用 秦浩宇垂谋一笑 宣帝为人赤诚 却不知那些阳凤 因为尔虞我诈之事 那萧家不过投成一个数字 分量太轻 至于逢家 手握兵权 狼子野心 虽现来一女联姻 却说不得 是打了将来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算盘 若以我做傀儡 却又不知会生出多少事来 自是 皆不比咱们手足兄弟来的宝靠 宣帝放心 于兄现在对天启示 若有你相助 将来是城 咱们定然共作江山 同掌天下 若于兄有负于你 便天打雷劈 万劫不负 秦浩宇将话说得如此直白 浩宣一时 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共作江山 同掌天下这话 在他看来 无异于痴人说梦 慢说他对这天下无异 根本不想行那谋朝篡位之事 便是以他对秦浩宇的了解 若真有事成那日 说不得又是一番手足相残 血雨腥风 可是 未等浩宣开口 却忽听卓华说道 收服萧 逢两家 却也不难 若一泰安之际 先离间两族 再逐一收服 不出数月 定让萧逢势力 尽归世子所用 浩宣颇为惊讶 转头去看卓华 心中十分疑惑 不是已说好东归 如何现下又改了计划 秦浩宇却是笑了 心中自觉了然 那可是天下至尊之位 谁能抵得住诱惑 又有几人会在这千秋工业面前 无动于衷 他果然没有看错 泰安郡主是个有野心的 正当屋内情势微妙之时 呼听门外三姑 陡然高声通报 侧妃娘娘来了 第120章 东方 自从世子与冯洛山定了亲事 又迅速走起六里 冯侧妃便是再不聪明 也渐渐觉察出 娘家对他和浩林的疏离来 原来娘家嫂子跟一盆伙似的 隔三差五便来王府看她 可如今却总是推脱走里 被嫁太忙 近十天半月也不露一面 便是打发了人去请 每一每也不过十次里 来个一两回 来时又眼神闪烁 言语褪毙 竟不如从前那般爽力交心 真是好没意思 冯侧妃虽不聪明 却并非吃傻 如此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冯家这分明是将自己和浩林 当成了弃子 也是 既能与世子结亲 直接淡下有冯家血脉的王府嫡之 正排继承人 那又何须大动干戈 费迪力数 冯侧妃想明白这一层后 只觉得愤懑英雄悲从中来 可因自己素来无致 以往皆靠娘家出谋划策 如今却也无可奈何 因此 当他听得下人暗报 说春松居内寺世子 先去闯了洞房 不由得心中大喜 若真是如此 那么于他和浩林 可是有大大的好处 大摆子闯了弟媳妇的洞房 正是世子世德的大好证明 无论王爷是和态度 他定要把此事 大大的闹上一场 届时 世子世德 说不定就此被废 泰安郡主轻欲近毁 自然于这王府内 再无力追之地 秦浩轩必不会善罢甘休 极有可能兄弟反目 剑拔弩张 到那时 兄长难道还会执意 将洛山嫁于世子 二人的婚约自然要退 他逢玉如渔翁得利 逢家就此一心一意 帮扶浩林坐上晋王之位 逢侧妃的如意算盘 打得劈巴作响 自己越想越真 于是抬眼看着 容身堂内赋宴的众女眷 笑着说道 咱们这也久过三旬了 不如一起去看看新娘子如何 女眷中 颇为几个好热闹的夫人 又有那活泼的少女 一听此话 接力时喝彩复合 于是 冯侧妃为首 带了一众的夫人小姐 又跟了数个丫鬟婆子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来到春松居 众人一进院子 便觉气氛不对 本府的丫鬟仆妇 杰西树被打发到院子里候着 就连泰安郡主自己的丫鬟 也全都守于门外 冯侧妃见此心中一热 十分兴奋 她倒没想到 有可能是新郎回来了 丫头们才被打发出来 只一心认定是 泰安郡主与世子 在屋内私会 故才如此避人耳目 于是对满院仆妇的 问安行礼充耳不闻 只信冲冲挤不上了台阶 一掀门帘 带着一众人等 呼啦啦冲了进来 可一进屋 她却愣住了 慢说是她 便是跟在她身后的一众女眷 也皆愣住 这洞房之内 新娘稳如泰山 蒙着盖头 端坐于洗床之上 不过竟有两个新郎 同处室内 一样的容貌 一样的装扮 只不过一个立于地上 一个八风不动 与新娘同坐洗床 冯侧妃自是不知 在她得了下人暗报之时 名誉已使了 绝顶轻功穿屋跃脊 不消片刻 便寻了好轩回来 这是怎么话说的 你们兄弟俩 这难道是要同当大喜 共赴良辰不成 冯侧妃虽然心中讶异 可嘴上却并没打算放过谁 笑盈盈的一句调侃 立时便将屋内三人 接定了个巨重淫乱 兄弟俱忧 一女二夫 这话何其恶毒 可站在地上的秦浩宇 听得此话却不着急 微微一笑 彬彬有礼拱手而依 各位夫人 妹妹 与这箱有礼 想来诸位和雨一样 也是来闹洞房的 哦 闹洞房 冯侧妃摇着团扇眼口笑道 世子穿成这样 可不像是来闹洞房的 倒像是来抢亲的 此话一出 立时鸦雀无声 在场众女眷 皆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浩宣骤起眉来 抬头看了逢侧妃眼 秦浩宇却并不生气 只当听了一个笑话 说道 侧妃娘娘说笑了 闹喜之俗自古有之 语游记得 汉书终便有云嫁娶之息 男女无别 凡以为荣 又云闹房宾客者 饮酒欢笑 言行无忌 民间亦有三日无大小 又活闹喜闹喜 越闹越喜之说 可见 咱们众人今日这洞房 闹得却是有渊渊游来的 至于说与今日这身装扮 说着 秦浩宇握着袖口 低头打量了一下身上的喜福 不禁笑道 之前与曾和宣弟相约 我兄弟二人 应是双包孪生 长得一般无二 以后无论谁先婚去 当日必同着喜福来这洞房闹上一闹 一来不闹不喜 图个喜庆热闹 二来 于娜还未婚配者 也算是讨个彩头沾沾喜气 以妻早日成家立业 说到最后 秦浩宇有意笑盈盈地转头 看向战于人后的冯洛杉 那冯洛杉 自与晋王世子定下婚约之后 竟一时清俭不少 此刻见世子看他 立即面无表情地垂下头 向冯夫人身后隐去 却并无半点休闲 秦浩宇见此心下一审 直到好生无趣 不想这人群之中 却另有那知情识趣的结语花 婉转阴提开口奉承道 世子博古通经见多识广 小小一个民俗闹婚 竟能引经据点博引旁征 且又说得如此有趣 若央实在佩服得紧 原来是那萧家的庶女 萧若央 秦浩宇抬头寻道她 温润一笑 萧若央当即羞得个满面通红 娇窃窃垂下头来 露出一段白腻的脖梗 不得不说 秦浩宇这瞎话说得不错 让冯测飞一时说不出个其他 知无半赏 方才又笑道 世子果然满腹经伦 连个闹洞房 都说得跟先生讲书似的 且不说这些 本宫刚刚怎么听下人 来报说 世子竟是先于二爷来着春松居的 这可不好 毕竟是大摆子和小婶子的关系 本应避着嫌疑 若这大婚之日 竟有外男仙星狼仪步入了洞房 郡主的清誉 可如何保全 这逢测飞今日 是咬死了 要拿秦浩宇和卓华的清白做文章 不过坐于洗床之上的那对新人 却皆窥然不动 似没听见一般 秦浩宇又是一笑 玄机开口温声抵赖道 却不知是哪个下人如此说的 不过倒也有情可原 毕竟我与宣帝孪生同胞 长得极像 下人一时认错 也是有的 下人倒未必真的认错 只是听说 民间也有那孪生兄弟 借着相像 常常互换身份 欺蒙世人 今儿你当他 明儿他当你 外人还真闹不清谁是谁 可别家里的 也过着糊涂 躲在冯夫人身后的冯洛山 未等世子说完 忽然冷冷接口 他也许到底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可惜却明白得晚了 哦 冯大小姐 还真是会编故事 秦浩垂眸漫不经心地 胆了胆喜袍上 并不存在的灰尘 果然最毒不过妇人心 这一个两个 都把话往泰安郡主的清白上瘾 不过无凭无据的 都是些废话 世子 世子勿怪 洛山不过是在玩笑罢了 冯夫人还算知道些轻重 忙上前陪笑 手上忍不住暗暗掐了冯洛山一把 洛山皱眉吃疼 却到底不敢再做言语 现如今 冯家与晋王府的婚事 已是板上钉钉 连六里都走了大半 自然便无可变 洛山竟还这般孩子气 跟着他姑姑一起胡闹 不管他心有不甘也好 一斗难消也罢 事已至此 唯有任命 若认真惹恼了世子 尚未出嫁 便与夫婿失和 那他这一辈子 还能去依靠谁 冯夫人怕他会成为丈夫的第二枚妻子 见嫂子竟当真 讨好起秦浩宇来 冯侧妃差点没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看来这情势果然变了 自己在这蹦搭半天 除了洛山帮衬一句 竟无人言语 冯侧妃只觉满心欲气 却又一时生不出极致发难 三姑此刻适时地插了进来 恭恭敬敬地取了桌上的金星子坛撑干 高举头顶陷于浩宣 说道 及时已到 请一兵掀开盖头 自这帮人进屋起 浊华 浩宣便一言不发 只管看他们去闹 此时浩宣也不开口 说什么客套话 只嘴角含笑 下了洗床 伸手结果撑干 盖头一挑 浊华 只觉眼前忽而一亮 眼波流转间 抬头正见浩宣盯着自己傻笑 不禁脸上陡然飞红 嘴角微扬 低下头去 随即人群中便有富人朗声笑道 二爷好福气 二奶奶真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啊 此话一出 屋内历时热闹起来 一片欢欲复合之声 似皆忘了冯侧妃刚刚那一番不合时宜的发难 冯侧妃此时一脸僵笑 颇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 灯下人如玉 荣华貌若兰 顾盼刘光彩 白臂是无双 秦浩宇眼神一暗 在众人都抢上前来看新娘子时 于这欢喜的人群中 慢慢隐退了身形 洞房花竹 良辰美景 众人已散 唯有浊华浩宣二人相对 浊华既羞涩又紧张 只一个劲地低头去看身边那大红颈被子上的龙凤团文 虽他素来生性疏扩 又在三姑面前嘴硬说什么婚姻之事 比不过边疆用兵 可世道临头 却到底还只是个不知人事的小娘子 如今新嫁为父 怎能不紧张羞涩 他低了半赏头 没见动静 终是忍不住偷偷抬眼去看浩宣 见他正看着自己出神 不禁双颊一红 你 为何盯着我看 浊华的声音很轻很软 似一股温热的细流 缓缓躺过心尖 秦浩宣的眸子 默然一按 深不见底 他慢慢欺身上前 用同样滴滴的声音 在他耳边答道 因为我媳妇好看呀 哄 浊华耳间都烧红了 忙又低下头去 忍不住清脆一口 却眼前一按 自己便被照进了一个影子里 浩宣的唇陡然映了上来 密不透风的吻 夹杂着急促的呼吸 于唇齿间辗转丝膜 秦浩宣觉得面前似有一红肝泉 可却不知为何越是极取 越觉得娇渴难忍 他浑身热得发狂 理智于这高热之下 顺时化为灰烬 肌肤相亲的那一瞬间 心站立得如风中的一片叶子 身体却陡然然成了一把熊熊大火 能救他的 唯有眼前这坛肝泉 将他揉进身体 让他解开那焚身的燥热 只有他才能让他活 秦浩宣彻底疯魔了 浊华的世界 此刻只剩下眼前这个疯魔了的浩宣 恍惚间他四倍 照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瓮中 胸口剧烈起伏 却仍喘息不得 唯能看见喜岸上那对龙凤红烛 跳跃着妖艺的火焰 这火焰却为何一路直烧到身上来 这一夜 有人于帝国京都的高楼上 徘徊了整晚 有人在西北的秋风明月中 把酒疗伤 有人黯然神伤 擦了一夜的宝剑 还有人 正将自己的野心和不甘 慢慢酿成一个天大的祸端 第121章 正惊人 洞房昨夜亭红烛 带小堂前拜旧姑 装霸低声问夫婿 化眉身浅露时无 朱庆瑜 第二日一早天还未亮 三姑便亲扣房门叫起 卓华半睡半醒间 只觉得四肢酸软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迷迷糊糊叫了声 摄月 茶 话音刚落 便觉身边一空 少请一条强壮的手臂将她扶起 搂在怀中 唇边送来了一杯温茶 卓华就着手喝了两口 脑子猛然清醒过来 睁眼正对上浩轩温柔带笑的眼睛 一张俊妍就在眼前 还有滚烫的胸膛 正紧贴着 卓华脸轰的红成了身上盖的龙凤背面 不过那新晋宜兵 却突然眼冒绿光 他心头一热 刚欲欺身上前 谁知此事门外 忽悠响起扣门声 三姑轻声禀报道 郡主 宜兵 世子派金吕姑娘来送贺礼 贺礼 卓华和浩轩一起皱起了眉头 尤其是秦浩轩 他觉得自己想杀人 泰安郡主的丫鬟 静静出出端水送茶 金吕在门外后了半日 方才被人引领进门 一进屋便见泰安郡主 正坐于静前梳妆 二爷散着一头乌发 坐在他身边 见他进来喜怒莫变 金吕忙带着身后捧托盘的小丫鬟 一起恭恭敬敬跪地行礼 这是世子新得的西域清雀头戴 吩咐奴婢务必于今日一早 郡主梳妆前送到 为郡主增色 金吕说着闪了闪身 身后的小丫鬟 宫身高举托盘 飘雪接过来后 乘给卓华 浩宣去看 卓华微微一瞥 便收回目光 与镜中正给自己 梳头的三姑对视一眼 然后道 世子费心了 摄月便拿了一大一小两个荷包过来 分别塞给了金吕和端盘子的小丫鬟 见泰安郡主轻描淡写 二爷不便喜怒 金吕忍不住皱了皱眉 却并不急着退下 眼珠一转 墙找了些话说道 虽然世子之前 已送了个连环玉佩 给二爷作为贺礼 可这清雀头戴 却是世子专门寻来送予郡主的 磁带乃是极品 世子花了不少心思 才从一个西域客商那儿得来 镜中的浊华一顿 未想到金吕还有这番话说 心头便有几分不快 又看了眼神旁的浩宣 见他正看向金吕 眼神威力 世子有心 对女儿家使的东西如此细致 倒是劳他费心 不过 你也多劝劝你家世子 太过劳心 可不好 金吕能在秦浩宇身边这么多年 又被引为心腹 自然极聪明 一听泰安郡主这话 立刻低头不语 他当然了解他家世子的用意 这一大早 天还未亮 就巴巴赶着去人家新婚小两口门上 给新娘子送礼 表面上什么也没说 可实际那挑拨离间的心思 简直不言而喻 所以 金吕才有刚刚所言 不过是给他主子助力 可泰安郡主不轻不重顶了两句 便是在警告他 在场众人都不是傻子 不论如何 差事是办完了 金吕便想行李告退 可谁知跟来的那个小丫头 却是个愣头青 听了浊华这话 竟分不出好歹来 想必平时 亏得世子风姿新生向往 又见金吕此刻 一致似接不上话 于是便在心里撇嘴 直到世子用人不慎 竟信了一个笨嘴捉腮的 又委屈自己 强大金吕百倍 怎么就不得世子的赏识 如此一想 便欲抖个机灵 开口接话道 郡主果然会掩饰鹰 说得真是不错 我家世子心思极细 有千和有理 温润如玉 真是个谦谦君子 多嘴 那小丫鬟话未说完 便被金吕嘻贺一句 随后一个眼刀 封住了他的嘴 卓华跟没听见似的 面无表情地继续 对静梳妆 浩轩转过头 看了地上这二人一眼 饶是那小丫头 蠢成猪头 也觉出了二爷眼中 寒意破人 顿时进入寒蝉 金吕忙复生刻了个头 随后起身拉着小丫鬟 赶紧离了春松居 三姑今日输的是随云记 卓华对静略略照了照 便去看身边正声闷气的浩轩 见他盯着暗头那盒清雀头戴 暗中较近 便忍不住扑斥一笑 早在金吕进门之前 他就已和浩轩细细讲了狄戎政变 辽东之威 齐绍峰来清明暗茶 以及他们为不饮朝廷起疑 暂不能回辽东等事 此时卓华凭退众人 伸手邋遢 咱们既要暂时留在西北 便不能和世子撕破脸皮 以后也难免要敷衍地帮他出些主意 昨晚世子之言 可见所图甚大 我猜他 之所以要除了消逢两家 想必是未得兵权 世子要用咱们 却又对你我极不放心 这种离间的伎俩 以后自会层出不穷 浩轩听后冲他一笑 反手握往浊华的手 我什么样 你还不知 这点子挑拨离间的伎俩 我能看不透 我不过是觉得这秦浩语太过烦人 一次两次 总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平日里对着别人 像和咱们一条心似的 可转眼离了人 又是些见不得光小伎俩 这算什么 这便是他不磊落之处 浊华说道 大势上同仇敌恺 拉拢着咱们 可小结上又借着所谓的随性 时不时地给你我添点小赌 虽说不能立竿见影 却走的是润物无声的套路 若是那普通夫妻 说不得被他这几回 就弄得离了心 我们自然不是那普通夫妻 秦浩语又如何能懂 浩轩这话 竟说出了几分慷慨之气 听得浊华忍不住又是鸣嘴一笑 伸手拉他做到近前 刚刚他本想 让丫鬟也给浩轩竖法 谁知这家伙却倒不用 只说自己身边并无丫鬟 又自小江湖漂泊 这些小事 本就一直轻力轻为 待浊华打扮完了 他几下便能收拾妥当 可这话听在浊华耳中 却有些心酸 直到他自小孤苦无人照顾 于是心中一软 便决定亲手试着给他竖法 当浊华的柔仪穿过 秦浩轩那一头浓密乌发之时 浩轩只觉浑身一颤 心里历史美的冒泡 自己终于也有媳妇 梳头了 以至于后来 因为浊华手法生疏 生生扯下了一把头发 他也是乐呵呵的全当不知 心中只想着 不知将来浊华会不会嫌弃他 变成个秃子 也不知浊华师父那儿 有没有什么生发的灵药 浊华自是不知 浩轩脑子里 那些不着思溜的想法 否则说不定会直接 又是心疼 又是抱歉 脸上不禁就露出了愧疚之色 活象的大气不敢出的 怯懦小媳妇 看得浩轩 当时觉得肤刚大振 以前只见过 运筹帷幄逼腻腻天下的浊华 哪里见过这样的 柔弱无助的浊华 心中顿时痒得不行 谁知刚扑上去 却忽见窗外黑影一闪 谁 话一出口 浩轩已同时 抄起个茶碗砸了过去 只听哀悠一声 有人倒地 随即三姑等人 在外面呼啦啦就围了上去 不一会儿 带进来一个堵了嘴的婆子 浩轩皱眉 心中郁闷 觉得这府中太不安宁 真是不适合正经人住 浊华走过来 看了看那婆子的手 知道是个粗实的 于是淡淡地对敏玉吩咐道 带到院中 再割了她的舌头 退给冯侧妃时 可领着她在这府里走慢些 对了 别忘了事后 给她用些止血的金疮药 浩轩点点头 她媳妇是个正经人 正经得很人 冯侧妃觉得 一定是昨晚梦没做好 否则怎么一大早起来 就连续地被转着圈打脸 先是新静的二奶奶 泰安郡主 不知发什么疯 平白无故割了一个婆的舌头 也不怕别人 说她残暴乖张 事后静着人 带着那个婆子有辅 冯人便说 这婆了 监视二爷和郡主 被当场拿下 最后一直送到她的间谍院来 这岂不是告诉满府的人 是她派人监视二爷和郡主吗 又有一早上新婚的小俩口 拜见长辈任亲 秦浩轩竟 请出了先王妃的临位来 她于先王妃临位面前 只能持妾礼 自然也就没有她坐的位置 只好垂手功立于一旁 眼睁睁看着秦浩轩和泰安郡主 对着王爷和一个牌位 又拜又扣 再然后 着华逐一送任亲 到她这儿时 竟如带一个姨娘 一般只让个丫鬟 随手塞给她一个 装了金克子荷包 金克子 荷包 冯侧妃此刻 几经气得快要发疯 只想拽了自己的头发 在地上撒泼打滚尖叫 当着庶女姨娘 这满腹奴才的面 自己的脸面 已然被泰安郡主和秦浩轩 彻底踩在脚下 不如索性 大家就闹上一场 不过她也只是想想 当然没有付诸行动 竟王爷早早地 就吩咐众人都散了 又让人将神情悲愤的冯侧妃 掺回她的间谍院 随后卫路指挥着不撵 直抬到容身堂的花厅之上 竟王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似乎连走路都十分吃力 正当她被扶起要上脸时 忽听身后浩轩唤道 父王 儿子有话要和您说 一旁尚未离去的秦浩宇 猛然回头看她 目光中隐隐藏着刀锋 却一眼正看见 浩轩身后跟着的卓华 低眉顺眼 一步一驱 满脸的贤凉淑德 想起乔通那被装进 锦和快马送来的脑袋 秦浩宇忍不住嘴角狠狠地抽了抽 卓华还是第一次 随浩轩进靖王的书房 这秋时居内乍看之下古朴雅致 但若待得久了 却总觉得处处透着一股沉沉默气 浩轩与靖王谈话时间不长 可卓华想要确认的 想要知道的 却均已于这只字片语中寻得了答案 他自来清零以后 便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西北的局势 并非像之前所想那般复杂 李福来走前 便陆陆续续提供了大量的消息 浩轩如今又若有若无地试探了几句 卓华中得确认靖王殿下 才是这西北的终极大人物 本来嘛 他就说若西北真是派系伶俐 纷繁复杂 可又为何秦浩宇包括他与浩轩 回西北这一路竟畅通无阻 再者 且不说冯侧妃城府有限 脑子没有一两重 单说李福来和潘北传回的消息 这西北的豪强 已然一早 便被靖王收拾得老老实实 捋得顺顺溜溜 至于萧冯两家 卓华以为 那不过是靖王用来练刀的断刀石 他之前大概存了借萧冯两家之手 考验宇轩兄弟二人 从中选出继承人的心思 便是让浩轩设法 从京中迎回秦浩宇一事 说不定暗中也有靖王的手柄 可若只是当个苦寒之地的闲散的王爷 何苦如此煞费苦心 这一切只能说明 靖王所图甚大 尤其秦浩宇带回那份先帝遗诏 说不得便是给靖王那尤禁灯窟的生命 蓄添的一大勺灯油 至于浩轩 或许在娶他的那一刻起 便被彻底放弃 失了继承人的资格 他是郑国的女儿 靖王虽不至于谦怒 可也并非毫无芥蒂 起码他不会信任他 如今看来 世子大概已被靖王选定 他们父子何其相像 同样野心勃勃 同样执念甚深 若有大业 为最孝之子继承 若说以前浩轩是当局者迷 现在却未必不知 只是他不在乎 浊华低下头 心头莫名一计 以前他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皆只为报仇 可现下去突然恍惚起来 自己将那先帝遗诏 辗转送到靖王手上 到底是对是错 那毕竟是浩轩的父亲 此时 浩轩倒向靖王提了另一个要求 父王 儿子还有一事 想跟您商量 儿子和郡主 想搬去清风别院赞助 哦 靖王睁开眼睛 皱眉缓缓看向一边低眉顺眼的浊华 目光颇为严厉 第122章 出府 靖王虽已大有油镜灯窟之相 可这陡然爆发出来的气势 仍十分压迫害人 浊华于这压人之势下脸气 又屏息垂眸端坐 异常攻签 浩轩微微皱眉 侧身向前一探 挡住了父亲的视线 靖王历时更为不悦 沉声赤道 好好的有家不住 却非要跑到外面去住 你这是给谁难堪呢 父王严重了 浩轩冲靖王 皮笑若不笑地咧了咧嘴 这家里好不好的 他说为何要住到外面 实在是因为若住在府中 怕有人算计 胡说 靖王本来不过才两分气 听完这话 历时变成八分 又因身子虚弱 指着他斥骂时便有些气喘吁吁 你这么说可有证据 空口无凭 便是诬陷 浩轩垂下眼帘 遮住眼中一闪而过的寒意 那父王就全当儿子诬陷便是 正好借着这个油头 将我们两口子赶出府去 这简直就是个滚刀肉 靖王浩轩没被死 喘了半伤 方才皱眉道 不就是因为早上那个婆子的事吗 舌头也被你们割了 如何还要不依不饶 浩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边放下茶碗 边垂眸道 儿子只是想护爱妻周全 不想让他如母妃那般 过糟心的日子 一天也不行 他不允许浊华于这些后宅 因私之事上废神 一丁点也不允许 浊华的才智谋略 应用于他想做之事上 而不是在这些上头 说那婆子是冯测飞的人 秦浩轩一点都不信 春松居冯测飞必然会塞人进来 可今早 那促使婆子身形极快 似会点拳脚 冯测飞一个内宅妇人 可没有这样的大手笔 但线下 大家皆不能撕破脸皮 这个锅也只能由他来呗 晋王一致 越过浩轩又看了浊华一眼 此时虽不似刚才那般严厉 却颇为意味深长 伴上方才无奈说道 可你二人刚经嫁娶 便离府独居 尤其心腹出府 不是父母公婆 终是要落个忤逆不孝的名声 孝不孝顺的您心里 又不是不知道 要那些虚名有何用 正好我给某些人腾出地方 也合了您个亿 况且 我娘早就嫁合西游了 我俩要伺候 也就伺候您一个人 要不 浩轩画风一顿 突然异想天开道 不如你也搬来清风别院 和我们一起住吧 浊华无脸 他这位优秀的夫君 要么是想气死他爹 要么就是个二伙 浩轩最后是被晋王 以急嫌弃的姿态 赶出邱氏居的 可到底还是准了他的请求 事不宜迟 浩轩一出邱氏居大门 便立刻吩咐下去 春松居上下马上整理行囊 争取于当天下午 就搬去清风别院 至于随行人员 除包大海和浊华的人外 其余人等一个不带 经了一下午的鸡飞狗跳 细软应用之物 亦应收拾妥当 只剩些较大笨重的嫁妆 以后再慢慢搬走 也不迟 雨晗带着小吴等人 连挑夫都不用顾了 一行人等浩浩荡荡搬出王府 向清风别院出发 晋王老爷子 一听 这二儿子竟如此雷厉风行 连一刻也不愿在王府多呆 不经气的胡子直抖 差点就要重振雄风 将来雌行的浩轩一路踢出府去 不过此事 到底是涉及王府和浩轩夫妻的颜面 对外只说 是因郡主出来乍到水土不服 特由二爷陪着去别院休养 又以晋王的名义 赐了不少东西 深秋时节 早午暑热 反而秋高气爽 凉风袭袭 傍晚搬家时 秦浩轩却不趁着这大好的光景 扬边侧马 反而死皮赖脸的 非要和浊华挤在马车里同坐 那辆车也是绝了 被他弄得花团紧簇 车内上下插满了 从王府暖房里折来的全部花卉 只把个好好的马车 装扮得花里胡哨的 简直如个万花筒一般 除了两人的座位 竟连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浩轩还一脸献保得意的样子 美其名曰一路赏花归家 全然不管暖房管事的老太监 看着满园的寸草不生 是如何在他背后垂足顿凶痛苦苦流涕的 简直恨不得 为秦浩轩所遭他的花花草草 披麻带笑以头触地 马车上 浩轩兴趣盎然地 将车上的花一一指给卓华看 并连带着卖弄起自己一个时辰前 刚刚弄明白的花名 诶 你在看这朵 浩轩却着卓华的脸色 笑着伸手从车棚上 摘了朵淡紫色的花来 花房的老夏说 他叫蝴蝶兰 娇贵得很 一不小心就容易养死 你看他多像一只蝴蝶 说着 浩轩抬手 将那朵花插在了卓华的并边 随后仔细端向了一番 忽而露齿 灿然一笑 赞道 好看 我媳妇真好看 卓华却不似往常那般 眼波流转瞪他一眼 或阴乍咽语交称两句 只是垂眸勉强一笑 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浩轩叹了口气 拉过卓华的手握在掌心里 道 从父王那儿回来 便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算为了逗你开心 我故意胡闹成这样 你也不开口 卓华 我们是夫妻 还有什么话 不能当面清清楚楚地说个明白 卓华听得此话 眼帘不由地垂得更低 鸭语般浓密的睫毛 轻轻抖了一抖 半赏方才眉头目尾地问了一句 你可怨我 浩轩先是一愣 过了半赏才又叹了口气 心思怎么就这样重 平日里排兵布阵运筹帷幄 如何这夫妻相处 也要想得这样多 卓华却是未接他的话 只自顾继续说道 我自小父母双亡 便是七岁之前 也未有太多机会和父母亲近 因此 人情事故所知甚少 尤其亲情仪式上格外淡漠 今日见你与王爷父子相处 方知 原来父母子女间竟是如此 虽面上或作嫌弃 斥责之状 可心里终究是挂怀心疼的 便是撒吃耍赖 也不用担心 父母会真的生气失望 我素来行那阴谋鬼道 又自诩擅算人心得失 却终是忘了 你为人子对王爷的一片 如沐之情 也忘了王爷为慈父的 一片是毒之心 你们毕竟是父子 父子之情天高地厚 可我却将你置于 极不孝的禁地 那遗诏教育王爷 究竟是对是错 你不要这样说 浩轩芒将浊华拉入怀中 轻声哄道 你又何苦来为难自己 本来父王 一生执念太深 我是知道的 你也看到了 他的身体 一日差死一日 之前我也说过 太医说 父王未必能挺过经验 既如此将那遗诏拿给他 说不得反噬增了 父王的精气神 延续了寿数 又能了却他一生的执念 让他 于西去前 也算能了了份心愿 再说 当时也是为了 能助秦浩宇立文脚跟 虽然现在看来 西北的情势 也许并不需要 浊华垂下眼睛 他知道 浩轩这是在安慰自己 一番话只提他得了什么 却只字不提他失了什么 父子亲情 国家大义 甚至良心原则 一滴泪滑落下来 轻轻砸落在浩轩手背之上 浩轩顿时慌了手脚 自相识至今 他还从未见浊华哭过 正因如此 一见之下 才慌得心都颤了起来 他忙伸手 捧起浊华的脸 一边手忙脚乱地 用六子给他是累 一边连声问道 这是怎么了 怎么就哭了 我哪不好你说 若还不解气 便打我两下 浩轩只觉心如刀脚 只想说心都碎了 却又觉得矫情 浊红着眼睛看他道 我一直是个自私自利之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只会算计别人 却很少为别人着想 如今再回头一想 你好好的 竟然为了我就上了贼船 成了个不忠的乱臣 不孝的贼子 原来是为这 浩轩笑了起来 又将浊华重新轻轻摟入怀中 你这话不对 那东西 现在不是还没出乱子吗 再说 你且放心 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不信你看吧 秦浩宇若真有什么心思 以他那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的性子 大概得先慢慢谋划几年 并总想着 确保万无一失 若等 父王百年之后 再没了个果决的人指引 他且有的谋划呢 说不定 这事就世世代代 传给他的子子孙孙了 虽知浩轩这是为了安慰自己 在胡说八道 可浊华心下 还是忍不住一松 伸手便还住了浩轩的疯妖 又往他怀里深处埋了埋 家人主动投怀送报 那伙生疼 嘴上却愈发豪言壮语起来 浊华你这碗放心 我既然做了 就不会后悔 也自会有后手 去补救 你只去做你想做的便是 我给你保价兜底 你若要国家大义 我便陪你国家大义 你若想做乱臣贼子 我便和你做一对乱臣贼子 胡说 浊华闷在浩轩怀中 问声问气地说道 郑国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的女儿女婿 如何会是乱臣贼子 见他终于由悲戚转为娇称 浩轩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忙从怀中扯出浊华 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 见他鼻子眼睛都红红的 又与平时不同 着实有些小女儿的交态 不禁心中一荡 嘴角微弯 妻身上前 于这万花丛中 变得香蜜若干 二爷只和王爷说了这些 云克来的天字号雅尖内 秦浩宇看着那跪在地上 无短身材的下人 边问边伸手去拿面前的酒杯 坐于下手 萧锦坤一剑忙起身 直呼为他针灸 回世子 小的 小的就听到这些 秋时居上下 被喂露防范的甚为严密 轻易靠近不得 小的也是费了酒牛二虎之力 装作给廊下的菊花剪枝 方才靠近探听了几句 那人虽一身粗衣 回话时也惩惶惩恐 眼中却偶尔闪过一丝金光 并不是个普通的花匠 秦浩宇举杯闻了闻酒香 但并未和他 沉阴片刻 微微抬起眼皮 问道 除了二爷说要出府令珠外 太安郡主 可曾说了什么 那人一直垂着的头摇了几摇 没有 骑马小人 偷听时 没听见郡主开口 此话一出 秦浩宇心中便陡然有些泄气 杨首将那杯中酒一饮而尽 不再开口 萧锦坤立时会议 忙挥手让那探子下去 如此看来 世子倒是可以 对二爷放下心来了 萧锦坤边 欠身给秦浩宇的酒杯重新珍满 边去着他的脸色笑道 二爷离府独居 到底好说不好听 笑到一世上 就急不妥当 只此一世 二爷已算得心有亏 世子又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 有世子风味 王爷 百年之后 这王位 自然无人能与世子相争 哦 我想你大概是误会了 秦浩宇四孝非要笑抬眼 看向身旁的萧锦坤 那细长如画的眉眼中 陡然添了几分邪气 我所忌惮的 从来都不是秦浩宣 而我所寄望的 也从来都不是本就属于我的晋王之位 一份影书 随着画音轻飘飘地落在了八仙桌上 萧锦坤惊一不定之下 慌忙拿起展开 不想只一眼 便立时瞳孔 急缩将在原地 一脸震惊 自己本想赌上一把 却没想到 一把就开了个天河 第123章 离间 萧锦坤此人 竟出乎意料的好用 不光能谋善策 更兼财力雄厚 自归到秦浩宇麾下一来 出谋划策 送钱送人 王府内外广直轻信 其人也算得尚可靠 以至自侨通死后至今 秦浩宇竟觉得 所失臂膀四右回来 且更如虎添翼 萧锦坤到后来 几乎有些癫狂地 仔细反复检看那份遗照影书 虽然他从未见过先帝笔记 也从未见过传国玉玺 秦浩宇看在眼里 忍不住扯出了个极为嘲讽的笑来 世子 这事 萧锦坤终于从那张保纸上抬起头来 震惊让他面目稍显扭曲 秦浩宇此时已换了另一副面孔 谦谦君子 温和有礼 他看着萧锦坤微微一笑 伸手直呼 给他倒了杯酒 如你所见 这是先帝遗诏的隐书 有隐书 自然便有正本 正本何在 萧锦坤猛然身体前倾 机遇去捉秦浩宇的手 可到底记着身份 生生忍住了 秦浩宇看着他嘀嘀地笑了起来 原本那骨子若有若无的邪气 陡然大胜 他端起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缓缓说道 在父王那里 电光石火 一历时扶身下败五体头地 自此锦坤全部身家性命 以及陈家所有财 物 人 是皆为世子所用 忠心不二 莫敢违背 若有为世 天打雷劈 与上次任主不同 这次萧锦坤奉上的 不仅是钱财人马 还有他与外加陈氏的 全部身家性命 秦浩宇短短的五个字中 透露了太多信息 其中最关键的 便是晋王的态度 对世子的态度 对二爷乃至浩宁的态度 对将来权柄交际的态度 还有对西北的态度 以及对天下的态度 原来如此 晋王府竟有一个天大的野心 而若有大业 为世子即知 晋王殿下准了二爷李府独居 便已然是做了决断 怪不得世子 明明定下冯家 嫡女为妻 又有他这个萧家人入幕 却仍百般忌惮冯萧两族 他忌惮的不是豪族 而是朝廷 他欲得的不是支持 而是兵权 秦浩宇见萧锦坤 不过一戏之间 便领悟了其中官窍不由的 暗暗点了点头 是个聪明的 日后可称臂膀 若说他出到西北时 并非不是如履薄冰 胆战心惊 可随着时间推移 他却发现 晋王似乎一直在纵容自己 对 纵容 自己那些小小的手段伎俩 他从不认为晋王会看不出来 可却每每都能顺利被遮掩过去 就如之前 他和秦浩宣互换身份 得了冯家这门婚姻 当时晋王可是一进庆香园 便直接冲着晋浩宣教老大的 还有王爷受诞时 他献礼遗诏 非但没得斥责 反被提醒经中 已派人暗查此事 再加上此次晋浩宣离府之事 父亲尚在 嫡子却出府独居 如此大逆不到 晋王竟然准了 以上种种 只能说明一点 那便是父王早已决断 他要这天下 他要自己来替他的这天下 如今看似对他不闻不问 却算得上是一个考验 看他如何自封寓意 看他能否担得起期望 世子有何吩咐 景坤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萧景坤此刻比之前更加恭敬 伏地拜后没有立时起身 而是就此跪着拱手恭问 开宫没有回头见 以如今之事 他若不死心塌地 投于世子麾下 便是王爷也容不得他 说不得会第一个出手将他灭口 更何况对他而言 这简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龙之功 功垂轻势 若是成 他就再也不是这边垂满地的小小数字 他的野心 他的报复 自此便有了施展的天地 萧家的门眉 终究要靠他来荣耀 而不是那个 只知风花雪月的浪荡嫡子 见萧景坤如此 秦浩宇不禁轻轻仰起嘴角 起身亲自将他搀扶起来 景坤何须如此 边说边携手归坐 萧景坤错后半步 功身相随 成皇成孔道 君臣尊卑 上下有别 不可轻慢 此话四级取悦了秦浩宇 他脸上的笑容又剩了几分 景坤为人太过端方 刚直坦荡 可谓大用 说着 二人先后落座 萧景坤半坐在椅子上笑道 世子过奖 景坤愧不敢当 只是不知 世子下一步有何打算 但秦吩咐 定不辱命 此话一出 秦浩宇却是笑了 景坤不光刚直 还十分勤恳 随后笑容威廉 伸手于杯中战酒 在桌上边写边道 此事 倒可和泰安郡主商议一二 只见桌上赫然写着离间二字 萧景坤微微皱眉 这两个字 倒并不难理解 可 泰安郡主 这已是世子今日第二次提他 这个女人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忽然他想起秦浩宇刚刚的话 我所忌惮的 从来都不是秦浩宣 而我所寄望的 也从来都不是本就属于我的晋王之位 世子寄望什么 现在已然大白 那他所忌惮之人 不是二爷 难道竟是泰安郡主 如此 这离间二字 恐怕便不仅仅止对萧逢两足 萧景坤暗暗看了眼秦浩宇 只觉得有些威严耸听 却到底没敢开口 浩宣陪着华搬到清风别院后 便关上门 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来 朝起舞剑 日暮弹琴 品茶饮酒 斗其赏花 与这逍遥自在中 悠然自得乐在其中 肆意脱离红尘俗事 无忧无仇 不问世事浮云 一转眼便入初冬 随清风别院 自称一派先府洞天 清凌城内 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 不大不小的故事 又恰恰皆与萧逢两府有关 先是一南海来的商客 带着件珍珠衫来清明售卖 若是寻常白色米珠串的衫子 也便罢了 可其就其在那衫子 竟用的是几乎一样 大小一样 品相的粉色珠子 且有上万利之多 被细细串成金尾编成衣服 又用些异色珠子 攒了各式珠花香在山上 针针花团紧簇 金碧辉煌 这件珍珠衫 要价三千两白银 被萧家夫人一眼看重 原想买回去 给自己的婆婆萧老夫 于是 萧夫人便嘱咐那商客 先留上一流 她回去想办法筹钱 期间为红老夫人高兴 还特意叫那客商 携了珍珠衫子来内宅 给婆婆轴里们展示了一番 自然是赢了满堂喝彩 又有那善八戒的亲戚女眷 一直凑去 一会儿夸萧老夫人好福气 一会儿夸媳妇 孝顺会疼人 直红得老太太乐喝了整整一天 可谁知道 萧夫人刚把钱凑够 再去寻那南海客商时 那人却四人间蒸发了一般 起了一嘴撩泡 老夫人那里不好交代 萧夫人几日来伏地做小哄着婆婆 又换了别的名贵之物代替 总算才将此事结果 只是到底惹得老太太好大的不高兴 一连几日没给她个好脸 便是在 轴里姑太太们面前 也是大大的丢了脸面 气得萧夫人就愁未消 又添心病 一连在床上躺了三日 饶氏病得如此 却还被老夫人 赤马是故意给她难堪 这是装病想来拿捏她 吓得萧夫人不敢再病着 又因婆婆受淡将至 只好强撑精神上下操持 哪知受淡当日 萧家一屋子的女眷 却赫然发现 那件珍珠衫子 竟堂而皇之地 穿在了都指挥使冯显书的夫人身上 老夫人的脸 当时就撂了下来 若这衫子 被与她同样年高得少的老人家得了去 她可能虽心中别扭 却也就过去了 可此刻却被个小辈压了一头 这口气 如何能咽得下去 因此 这寿臣也没过好 宴席开了一半 老太太便只嚷着心口疼 吓得萧家 众人忙去请了大夫 冯夫人尚不明所以 还着实向众人炫耀了一番心意 待得知内情已然晚了 两家举于一声 连带着萧夫人 也被萧盛大大埋怨训斥了一顿 冯家倒是无所谓 直到谁让萧家才薄 他们冯家有钱 还不让人花吗 萧家这心结 却是重想了 再有太湖气势风波 清明成交 原有一里姓大户人家 那家主人喜好奇时 花尽半生精力 搜罗了一整园子 什么太湖时 黄河时 羽花时 黄山时 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萧盛素来风雅 喜好奇时 之前曾慕名求知 却遭拒绝 后来李家家主去世 子孙不孝 家倒衰败 渐渐变卖家财 萧盛才得以购得重义的其实 只是那园子中 有几块品相极好的太湖石 却是极大 一时无处安置 于便暂时置于李家园处 再做计较 可谁知 前几日那李家小子 不知发了什么疯 突然寻了牙行 要卖祖宅 牙行一听 立刻欢喜异常 只因冯显书之前 曾派人拖过牙行 欲在清宁近郊 寻一处开阔的园子 充当的小教场 专门用来训练 自家子弟和心腹武将 这里家的园子极大 且地势平坦 防射归整 又离清宁城极近 起码也不过两刻钟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于是 牙行当即去寻冯显书 两下一说 这笔买卖变成了 园子一到手 冯显书马上着人修建教场 他是个粗人 自是不认的什么太湖石 还是黄河石 只一律全当作 没有用的破石头 推倒砸碎 用来垫场填坑 待萧胜之道时 为时已晚 他心心念念 示弱珍宝的骑石 结碎成了渣渣 事后知道此刻是 冯显书其实也并不在意 只觉得 不过是几块 长得甚丑的石头 可心里到底觉得不妥 思前想后 便特意挖开轿场 捡了两块上 还成块的石头 派人送于萧府 这本意倒是好的 只是他并不懂读书人 嗜好闻完其实的 那点子吃意 若萧胜自始未见 倒还好些 心下不凡 反落个清静 可一见之下 当即心中大痛 只觉得挖心弯杆 心头滴血 却又碍于冯显书的面子 只得强作欢言谢了来人 其实面孝辛苦 有苦难言 第三件却是大事 初冬 静王世子大婚 娶逢侍嫡女落山为妻 同日那萧氏庶女若央为妾 一红一焚两圣花轿 先后抬入王府 世人指道 静王世子厌福不浅 得享其人之福 却未见一身疾福的静王世子 脸上那一闪而过的 积逢冷笑 清明城北福安客栈内 已于西北暗中探查 岳渔的钦差大人齐少风 此时正就着灯光 盯着桌上的纸笔 紧紧皱起眉头 西北线下 看似风平浪静 可这粤鱼来发生的几件小事 却又似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这其中不知 可有她的手笔 第124章 美色 卵情格 清明数一数二的青楼厨管 一直以来生意极好 尤其这两日愈发红火 整日里 车水马龙客若云来 只因心从南面来了 都卖一不卖身的青官 长得是花容月貌人间难寻 善谈一首好情 又唱得一口好曲 更兼时文段莫吟诗作对 琴棋书画竟无疑不通 按说如此色意双绝的美人 多少都会有点清高小兴 目下无尘 但这位可人儿 却是一等一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又人情通达世事动名 竟是一朵人间难寻的节语花 不过几日 便名声雀起 达官显贵 屈之若鹜 姑娘花名景兰 据说原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因父母双亡家道中落 恶凶无良 才沦落烟花柳巷 堕入封城 今年虽已16岁 但尚未被人殊拢 老宝放出话来 想殊拢锦兰姑娘 可不是紧紧砸钱就行 一切全凭姑娘心意 姑娘说了 要与有情人结为连理 若两情相悦 便是分文不要 也跟了她走 可若是无情 便是千金万金 也难动芳心 此言一出 轩然大波 一个财貌双全 冰清玉洁 又不中钱财 只求情意的落难美人 自是与那些 寻常的妓子不同 几乎满足了 世间男人所有的幻想 清明城的男人们 历时神魂颠倒 为之疯狂 满秦阁日日宾客迎门 门庭若市 这日出雪 雪花细碎 洋洋洒洒 秦浩轩刚刚于园子里 练了剑回来 满头大汗 身上还冒着热气 一手搭着雨段的大毛斗篷 一手提剑 身上只穿了剑金线袖 二龙细珠 翠色胡叶剑袖 都说女为悦己者容 这话 要是放在男人身上 也不遑多让 自从与着华成亲 秦浩轩突然就并弃了之前 那一身黑的穿衣风格 原本闲了一柜子的华衣 警服皆倒腾出来 轮换着穿 也是 身边有个绝世美人的媳妇 自己自然不好意思 蓬头垢面不修蝙蝠 怎么也得极力看上去 般配才行 于是 她便穿得越来越 骚包了 宜兵 正房白云居门外 摄月和听雪捧着茶点 正与回来的浩轩碰上 赶紧扶身行李 整个清风别院 除了包大海外 都是浊华的人 叫她宜兵的 自然也就比叫她二爷的人多 浩轩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十分受用 就如浊华听见包大海 叫她二奶奶 那状态一样 你们郡主呢 郡主在花厅会客呢 宜兵可要奴婢们通病 摄月回道 浩轩忍不住一拍脑门笑道 瞧我这记性 浊华今儿一早就跟我说过要会客的 随后 冲她二人摆了摆手 会得又是女眷 我进去添什么乱 你二人快进去伺候 才是正理 若是浊华找我 就说我在西屋看书呢 她边说 边挑了连进了隔壁的西厢房 却转角又探出头来叮嘱了一句 今日出雪 不管客人留不留饭 午膳都上个锅子 浊华不喜食肉 多被些各色君孤来 此话一出 摄月和飘雪便忍不住相视一笑 忙其声应下 浩轩这才放心地又缩回屋去 白云居上下 烧了地龙 温暖如春 隔壁断断续续地传来了 浊华说话的声音 浩轩捧了本书 靠在榻上 忍不住嘴角微痒 这大概便是浊华 一直说的现实安稳 岁月静好吧 小华厅内 这两日明造清零的暖清革命记 锦兰正飘飘下拜 素娥见过郡主 半年未见 郡主风姿更胜从前 坐于主位上的浊华 笑了起来 兰娘不必多礼 多时未见 别来无恙 这锦兰原来正是当日班 岛曹居然的关键人物 曹童的小妾 兰素娥 奢月上了茶点 三姑挥了挥手 多谢郡主挂面 兰娘很好 我只到李叔派些人手过来 却未想你会来清明 浊华言语间 不掩意外之色 你原本就不是这里头的人 且我听李叔说 经了那件事后 你便去江南和妹妹团聚 你妹妹已经嫁人 你也定了人家 怎么 兰素娥低头一笑 露出几分苦涩 半赏才道 为女子者实在不义 郡主 说着一顿 你 可曾 可曾也有过不安 嗯 浊华有些惊讶 她本以为这是一次 再普通不过的会面 见的也不过是寻常的下属 可却没料到 兰素娥会 突然有此疑问 兰娘所说的 不安是指什么 兰素娥 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唐突了 幽默了半赏 到底轻轻叹了口气道 不安于 自己是个女子 不安于 这天地之大境 容不下一个女子 不安于女子 终要依附一个男人 不安于 自此一生 相夫教子 庸庸碌碌碌 更不安于这个 掌控你一生的男人 可会待你始终如初 世人常说 色衰而爱迟 又或者 等闲便去顾人心 却倒顾人心一变 郡主 您会不安吗 您 不怕吗 空气一下子静默了 兰素娥看着对面高位上 那个梳着妇人发际的少女 缓缓垂下睫毛 微微连起笑容 这曾是她最敬佩 和羡慕的女子 虽年岁比她还轻 却有着长者般的心术和智慧 可 竟也是嫁了人 难道 她不怕吗 我 不怕 浊华青笑道 一瞬间似梨花硬水 冰雪消融 身为女子 却有无数苦楚 无数无奈 可这天大地大 却未必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女子也未必 要依附一个男人 一辈子庸庸碌碌碌 便是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也可以抛却顾人 心肩如铁 只是 世间女子 之所以不会如此 但因此路凶险异常 轻则孤苦 无疑独了残生 众则身败名列为世人不容 来娘 你往日之因我知之不多 但你今日心事 却能知一二 既已来清宁 便是做了决断 你终究不是那般 暗于后宅的寻常女子 你问我 不过是见我以嫁为人妇 觉得我或许是变成了 那一副庸碌的那宅妇人罢了 蓝素娥听闻此言 慌忙起身腐败 蓝娘不敢 浊华笑着摇了摇头 若不论出身际遇 这个蓝娘 还真是她的知己 同样的离经叛道 同样的不甘命运 三姑 敏玉不算 她们是家人 浊华起身走过去 将她扶起 却不再如刚才那般寒暄 虔诚往事一概不问 直到 你若已然想好 此事一劫便去戎敌吧 那儿自有天地 说不得能海阔天高 一展抱负 蓝娘 定不负使命 蓝娘边说 边又要扶身去拜 却被浊华一把扶住 笑道 这不仅是使命 这还有 你自己选的人生 二人相识一笑 颇为惺惺相惜 浊华的朋友很少 除了情情 是自小的情义 她觉得这个蓝娘 倒能算上一个 既已来我这清风别院 谈情献意 想必你今日回去 名气会更近一层 不过 却切要护好自己 那暖清歌虽收了钱财 可到底是三教九流 为了让潘北 安插了人进去 你自己 仍要多加小心 浊华边说 边携蓝娘的手坐下 蓝娘垂下眼睛 气然一笑 多谢郡主关爱 可我本就自小长 在那种地方 能吃得什么亏 便是我如今 这幅惨败之躯 也是极恐污了郡主的眼睛 胡说 浊华当即 忍不住赤道 这世上之人 谁不是一副泥捏的残躯 却必要记得 心结则至结 自尊则人尊之 心结则至结 自尊则人尊之 许多年以后 当行将旧目的蓝娘 躺在床榻之上 默念着这两句话时 终是缓缓露出一丝笑来 眼角一线泪线划过 多亏有这句话的指引 她才能坚持下去 才能成就那波澜起伏的一生 而此时的蓝娘心中的 震撼无以言表 她的抬头看向浊华 瞬间就红了眼眶 勉强仰起嘴角 郡主的教会我记住了 从此定会自尊自爱 再不自轻自荐 说罢呼就难以自制 垂手落下一滴泪来 古人说是为知己者死 她不是男人 也不是什么事 可这并不妨碍 她一个女人 为知己赴汤蹈火 郡主可要我将那二人 饮得不死不休 蓝娘再次抬头时 目光中出了坚定 又陡然平添了一丝妖意的魅惑 浊华一顿 随后拍了拍她的手 却笑着缓缓摇头 我与一斌并不想在这西北 有何作为 不过是因你来了 顺势做个小局 以应付那些有心之人罢了 自这里回去后 想必那二人定会闻风而去 人嘛 皆有猎奇之心 你也不必顾虑我什么 凡事无不可利用 不过 却也不必太过激将 只让这二人 生出此许矛盾便可 我既不要 什么水火不容 更不要伤谁性命 蓝娘到底是个聪明人 浊华这一番话 虽有些许隐晦 她却是听明白了 于是点头应道 郡主放心 蓝娘定不如使命 只是 却是委屈了郡主 浊华又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笑着摇了摇头 在你面前 有谁的委屈 值得一提 蓝娘并没有留饭 时尽晌午 便拜别浊华 回暖秦哥去了 浊华亲自将人送至白云居门口 看着她渐行渐远 心下突然生出 几分不舍来 物类相感 蓝娘 三姑 敏玉 还有之前那个 荣笛公主萧英雁 她活到如今 也算颇见识过几个奇女子 陡然间身后 热气袭来 自己未带转身 便一下子落入一具 浑着青草香味的男人 怀抱中 浩轩不知何时 从西乡出来 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卓华 这家伙 当着满院子的丫头吓人呢 卓华的脸 轰得变红了 忍不住挣扎了两下 可浩轩的力气惊人 到底没能挣脱 不过 满院子的丫鬟扑腹 各个都知情识趣 一见如此 哄然便做了鸟兽伞 转眼间院子里 就只剩下浊华浩轩二人 浊华跺了跺脚 但要称怪 却听浩轩 闷在她肩头 问声问气道 我不会让你有抛却故人 心肩如铁的那一天 想也别想 这个呆子 浊热华 忍不住低头 抿嘴笑了起来 想必是在隔壁 听到了自己和蓝娘说话 便犯了呆病 在这儿胡闹 于是 也不挣脱了 就在她的臂弯里回身 伸手捧起她的脸 仰面看她的眼睛 见她脸上 竟真有几分委屈和气恼 不禁扑斥一笑 这也要生气 不过是规格间的闲聊罢了 再说 你若心似磐石无转移 我自认 如蒲草不断绝 这话似乎只给了浩轩 一点点的安慰 她依然黑着脸 随后用力一带 猛然将她再次扣进怀里 这些我自是知道 可是 可是我就是生气 气你能轻易 就说出心肩如铁这样的话来 更气你总是 以身作耳 什么无不可利用 我真想 真想 将觊觎你的那帮混蛋 统统杀了 哎 这人 着滑心里 叹了口气 怎么越来越不讲理起来 却也不能真就为了这种事和她计较 于是只好无奈地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柔声哄劝道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卵情歌的锦兰姑娘情义出众 连泰安郡主都喜气情因 隐为知己 自兰娘出入清风别院后 这名气果然 又翻了几层直上云霄 显贵巨骨 纷纷慕名而来 屈之若鹜 可这位锦兰姑娘 却是越来越难得见 只见那众义的青年 才俊偶尔见上一见 平常人便是奉上千金 也难求一面 姑娘既得泰安郡主推崇被制 这情义 自是无双 不知那日泰安郡主典的什么曲子 又素来喜好什么 偶尔见的青年才郡中 便有着萧家的嫡长子 萧景鹏 兰娘文的此言 却不急着回答 只柔柔弱弱的微微一笑 温言软语道 泰安郡主席好什么 今日锦兰已全然忘记了 此时此刻 锦兰只记得 彭公子喜好什么 讨厌什么 一早便特备了 这旧年的梅花血水泡了茶 轻摘了那绣球菊花 插了玉瓶 心魔的栗子粉做了甜膏 轻焚了那帐中 苏和为公子添香 公子 这屋子里 全是公子喜欢的 可 也包括您面前的锦兰吗 灯下美人巧笑奄然 如娇花应乐 音声艳雨婉转入耳 萧景鹏只觉得一颗心都苏 历时色受魂语神魂颠倒 哪里还管什么泰安郡主 眼前的美人 才是她的性命 于是 伸手便想去捉 那双白皙的柔仪 口中念叨 自是喜欢 何止喜欢 简直爱入心扉 情入骨髓 锦兰 你我名字中 都带着一个锦字 可见你我二人 是何等之身的缘分 兰娘轻巧地 便躲开了萧景鹏的手 只知怕眼口 眼波流转 唇情荡漾 好似玉语还羞 只看得萧景鹏三魂飞了七魄 痴痴望着家人 恨不能立时剖出心来表白忠常 只是正在此时 突然光当一声 房门被人大力踢开 随后气势汹汹 闯进一个男人 上前一把揪住萧景鹏 抬手就正反扇了 他两个大嘴巴 第125章 霍奇 暖情阁内 自是养了一批归宫护院 锦兰姑娘房里刚闹腾起来 便有人去报信 随后呼啦啦冲进一群打手 将那些逞凶之人团团围住 可待众人看清来人后 却皆立刻个个静若寒蝉 无人敢动 原来那行凶之人 正是西北都指挥使冯显书的嫡子冯朗 那边萧景鹏 此刻早已气得浑身乱战 抖着手指向冯朗 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半天不过咬牙切齿地念了几句 岂有此理 无礼至极 暖情阁的丫鬟婆子们见他这样 生怕气出个好歹 当然也怕他一时冲动 再冲上去与冯朗大打出手 于是 这乡又立时呼啦啦 将萧景鹏也团团围住 忙不迭地端茶打扇 垂胸顺背 不过他们倒是多虑了 萧景鹏只是一介书生 又没带帮手 此时此地 还不敢和个武夫冯朗动手 那边冯朗却满不在乎 连连冷笑道 萧大 你若识相 就赶紧滚出这暖情阁 今日 我冯朗放下话来 锦兰早晚是我的人 你就别赖蛤蟆想吃天鹅 痴心妄想了 冯朗此话一出 萧景鹏更是气得浑身乱战 脸色煞白 机遇避过气去 半赏只恨地从牙缝中 挤出一具奇耻大乳 一见这场面 八面玲珑的老宝 赶紧亲自上阵 先将这位武力之为灵的 文弱书生萧公子 连拉带扯好言劝慰地 给哄了出去 至于剩下的那位活颜旺 却是不好弄 此人蛮横暴力 心狠手辣 且也不是个怜香惜玉的主 一言不合 女人都打 她 还是留给锦兰姑娘自己安置吧 老宝忙不迭地脚底抹油 临走时 还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冯朗 正见她满脸煞气 仿若要吃人 心中不禁吓得一颤 只默默祈祷老天保佑 切莫闹出人命才好 暖情歌众人跟随着老宝 瞬间呼啦啦 全都退下 屋内 只留冯朗 锦兰二人 谁知还未等那黑脸阎王开围 柔柔弱弱的锦兰姑娘 反倒先一步巴搭掉下脸子来 起身旋风 一般几步闪进里间 啪的随手将那房门关上 并插了门栓 然后出言赶人道 冯公子好大的威风 锦兰此地下见 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还请冯公子 赶紧离了这儿 才是正经 切莫无论您的贵族 这话真是又辣又强 若在平时 有人敢这样 跟冯朗说话 管他是男侍女 早就先吃上一顿鞭子再说 可此刻倒是齐了 竟眼见那火焰望脸上黑云消散 渐渐尾顿下来 最后竟露出了几分无奈讨好的笑来 虽然面前只是两扇薄薄的木门 一道细细的门栓 可他到底不敢冲撞 顿了半声 方才抬手甚是斯文地敲了敲门 哄道 兰儿 如何还真生气了 我这不是见不得那姓霄的 对你轻薄无礼吗 况且 你明知道我心里爱你 如何转眼 竟又去见了别人 锦兰在屋内冷笑 冯公子莫说得如此情深意切 骗得锦兰机遇当真 公子前日来 还是满口打探泰安郡主如何如何 怎么如今就变成一心念着锦兰了 便是真念着锦兰 锦兰想要什么公子 岂会不知 公子给不了的 锦兰还不能找别人求的吗 冯朗自小脾气暴躁跋扈惚惯了 简直无人敢惹 便是男女之事上 也从来被奉承被捧着 何时见过这样泼辣大胆的女子 因此 反而越被戳磨越放不下 此刻一听这话 竟当即尽收所有力气 伏地做小道 兰儿所求我自是知道 你且放心 我已去求了母亲 不日便那你进冯府为妾 只是 尚需等些时日 不过兰儿莫及 这是定是能成的 就这两日罢了 屋内锦兰听着 忍不住连连冷笑 好一个情深义重 天大的颜面 许她窃味 不过她却也知 这冯朗是个什么德行 别看线下伏地做小温村小艺 只盖因之前从未见过 赶在她面前叼瞒撒扑的女子 一时贪图新鲜罢了 若真闹得过了 将她那心性逼出来 只怕不好收场 于是这才做出回心转意之状 沉着脸开了房门 冯朗一见锦兰出来 历时跟得了活凤凰一般 欢喜得无可无不可 又觉自己刚刚那番哄劝甚是高明 不免心中得意 如此在看锦兰 便愈发觉得 她娇媚可爱 于是围着锦兰 又是一番殷勤 备至伏地作小 自是不提 却说那萧锦棚 回到府后越想越怒 连摔了两个茶碗 心中却仍欲气难消 自己不光挨了两个耳光 更在家人面前丢尽颜面 这口气如何能消 不过 她前脚回府 后脚暖清歌的花间就也到了 一展开 那相辅雅致的花间 便似乎立刻看见 蕴结其中的美人的盈盈泪目 也并不多说其他 只言辞恭敬的致歉一番 其中的委屈和无奈 却是悦然指上 让人不禁于心中 自行魔化出一个江湖漂泊 备受欺凌的落难家人来 锦兰之弱 冯朗之俗 萧锦鹏只觉心如刀绞怒火熊熊 英雄豪气请客被击了起来 简直想当即奔去 与锦兰大战一场 也就美人于危难 只是 可惜 哎 近身的小厮 见他物资在那一会长须短叹 一会又愤懑迎凶 便知他的心思 于是产笑着上前献策道 公子可是担心那锦兰姑娘的安危 公子真是重情重义的大丈夫 小的以为 若想从冯家公子手上 就出锦兰姑娘 不如线下咱们多招些会拳脚功夫的江湖侠客 来收归麾下 陆林江湖中有不少愿意投靠 官府豪门的奇人异事 如此多些帮手 以后要做什么 自然就方便许多 此话一出 萧锦鹏便迟疑地回头看他 伴上 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个赞许的笑来 云克来天字号雅间内 萧家庶子萧锦鲁 亲自给秦浩宇添了杯茶 虽说妹妹若央线下 已嫁入王府 成了世子的二房 可萧锦鲁却丝毫不敢拖大摆什么大舅哥的谱 冯朗和萧锦鹏 如今已然算是结仇 可 萧锦鲁抬眼去着秦浩宇的脸色 小心翼翼倒 这泰安郡主 到底是个女子 妇人之人 手段绵软 就像此季虽好 却到底隔靴搔痒 没能打到官窍之上 此话一出 却不想对面的秦浩宇 陡然大笑起来 原本的谦谦君子 顺势变得狂妄邪媚 红唇冷挑 目露寒芒 那笑中竟有说不出的含义 萧锦鲁被他笑得一时手足所措 孽如了半天 正不知如何开口之际 却呼见秦浩宇笑容一收 他不是没有打到官窍 而是根本就不想打着官窍 不过 咱们倒可以帮他一把 添一把火 毕竟 这本 就是咱们的事情 萧锦鲁历时露出会议之色 整个人随即也兴奋起来 他等的便是这句话 心中自然已有了一条毒计 初冬的第二场雪还未至 清宁城内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冯家嫡子冯朗 与萧家嫡子萧锦鲁 为争夺一纪女大打出手 混战中 萧锦鲁被人连刺束刀 一命呜呼 清风别院内 乍闻此信的卓华猛然起身 连带着打翻了几上滚烫的茶壶 三姑等人大惊 立誓围了上来 浩宣更是吓了一跳 慌忙伸手拉他捡看 一叠声地问道 可曾烫着 可这混乱中 卓华却无半点反应 只呆呆地愣在原地 半晌呼颓然坐下 缓缓转头看向浩宣 那表情中有几分目然 却更多的是 不可言述的无助 我 可是做错了 浩宣何曾见过卓华这样 当时只觉撕心扯废 忙将他揽入怀中 挥手让众人退下 我是不是太自负了 自以为是 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 却原来轻易就被反噬 若非我这份自以为是 萧锦鲁并不用死 我不是什么好人 从不悲天敏人 可我也从未怀过恶意 从未想乱杀无辜 浩宣皱起眉头 将怀中的卓华紧了紧 只觉得胸中怒火挣腾 秦浩宇该死 但随后出口的话 却轻柔异常 这件事并不怪你 既是同盟 你只到便是不被信任 也不会被算计 可谁知秦浩宇 却是这样的卑鄙小人 卓华 你放心 这是我一定会替你讨一个公道 凡事有我 无论情况坏成什么样 都有我 不想这话却历史出了卓华的另一根神经 是啊 我明明应该想到的 秦浩宇的为人 即便当初你与他还是至亲兄弟 他也能背信弃义 痛下毒手 如何 我竟然没有更加防备他一些 好了 浩宣只觉得不忍心 再见卓华如此自磕 蹲下身子 捧起他的脸 与他四目相对 历来只有千年做贼的 哪有千年防贼的 你善于计谋 自然知道 大凡谋划成功 皆靠的是出其不易 所用招数 并不在对方意料之内 此次并不怨你 你万不可再这样自责 卓华垂下眼睛 半赏方才勉强点了点头 道 我只怕 今此一事 或是僵生 浩宣看着他灿然一笑 若春花照水 满是安抚 放心 凡事有我 这大概是卓华听到过的最好的情话 以前 他是七峡山众人的依靠 他却无所依靠 而如今 有一少年 清风一笑 愿为他遮风避雨 护他一声 卓华缓缓靠近浩宣怀里 虽满目不安 可到底定下了心神 萧家嫡长子萧景鹏 为了暖情歌的妓女锦兰 与冯家嫡子冯朗 争风吃醋 挨了嘴巴 深觉羞辱 于是接连结交江湖人士 并招致麾下 欲寻击报仇 谁知冤家路窄 那日与暖情歌中 再次与冯朗遭遇 冯朗巨傲无礼 出言不逊 萧景鹏心仇旧恨其发 又有一旁贴身小丝 极尽挑拨 于是双方历时大打出手 混战一团 冯朗自小便是打架的祖宗 混是魔王的人物 心中却也知道轻重 只带着手下 远远离着萧景鹏 单收拾他身边 那帮乌合之众 可混战一起 谁又能顾得上许多 也没看清哪边先动的家伙 在转身时 却一见萧景鹏不知 被谁刺了竖刀 口吐鲜血 当场身亡 那些刚招募来的江湖人士 一见如此 顿时一哄而散 连带着萧景鹏的贴身小丝 也不知了去向 冯朗一见惹了大祸 立时脚底抹油 带人溜了 暖情阁中的嫖客们 更是轰然 做了鸟兽散 只留下老宝归宫 各个下得体四筛康 没了主意 蓝娘是个机敏的 见大事不好 立时乔装改 扮成个不起眼的小丝趁乱 从后门溜了出去 待官府的兵丁赶到拿人时 暖情阁第一号上房中 早已人去楼空 踪影全无 消息不多时 便传回萧家 乍文此事 萧胜只一口鲜血 直喷出来 萧家上下历史大乱 只是众人尚不知道 乱的不光是萧家 整个清宁 甚至西北 也都即将要乱了 第126章 危机 冯朗与萧景鹏 与暖情阁聚众混斗 一只萧家文 变风流的嫡长子 一下子就这么没了 此事一出 历史如水溅油锅 炸了开来 可那冯朗 虽知自己闯了祸 却并不十分害怕 这场祸事中 当时他离萧景鹏 十余丈远 根本未进跟前 且有不少人证 又因萧景鹏身上 所插的牛耳尖刀 也不是他的人带过去的 倒极像是江湖中人的东西 所以这萧景鹏 到底是不是死于 争风吃醋 却未可知 再有 他亲爹就他这么一棵毒苗 势必要全力护着 可萧家那边 却不会善罢甘休 无论如何 萧胜只认准了 杀人者乃冯朗 便非他亲手所害 那也是纵仆行凶 罪则难逃 于是一连几日 跪于王府门外 请求晋王主持公道 晋王这些十日病体 御家乘客 却是管不了这许多事情 只将此案草草 交于清宁之府去办 清宁之府 哪里敢审 一方是长着 钱粮财政的地方大员 一方是长着 军权人马的世袭豪族 尤其那冯显书 一介武夫又极为互短 更别提冯朗 是他的敌出独子 清宁之府 收案的第二日 府衙便被一对兵将围住 名义是护着之府安全 实际各个手案刀头 目光是血 吓得清宁之府半个字 也不敢多说 更别说去提审冯朗 便是冯朗手下的 长随护院 也是不敢去碰 只能先将暖清阁的 劳宝归功提来充数 审了又审 那暖清阁平日里 做惯了拐带幼女 逼良为娼的勾当 如此一闹 自是关门道铺 也算罪有应得 这样闹了粤鱼 冯朗依然逍遥快活 未得半分惩罚 萧胜自始未能替儿子报仇 不由得气的集火攻心 一病不起 自然便于公务上 也撂了挑子 只称病闭门不出 与此同时 辽东传来消息 戎敌新王萧富拓 集结五万大军 兵押辽东边境 柳大将军亲率 新建的邻家迎战 辽东已然开战 同这些 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比 某日进王府家宴上 二爷醉酒打了柿子 似乎就显得小得多了 犹如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只引得那么几个 有心之人的关注 随后便淹没在了 滚滚红尘浪涛中 兰富院东乡内 春光以泥 地上衣物狼藉 女人如歌如泣的娇喘声 夹杂于男人的低吼声中 显得格外的柔媚怯弱 终于 随着男人 又一声低沉酣畅的吼声 屋内的音音畅叹 戛然而止 柿子 这生患的异常甜软 尾音九曲 夹着娇喘 让人又酥又痒 四上好的唐老 又四美人 伸出鲜鲜玉手 在心肩肩上 不轻不重地挠了一把 萧若阳脸上 带着未退的潮红 如一只温顺的母猫 轻柔地靠近了秦浩宇的怀中 果然 也如猫虫一般 历时得了 主人一只漫不经心的手 有一搭无一搭地 轻挑抚慰着 萧若阳勾起红唇 脸上露出一丝 志得意满的笑来 眼神不自觉地 便飘向了正院的方向 心中忍不住轻轻一吃 冯家那个蠢货 真真是白白投生了的嫡女之身 脑子没有三两重 却还不知死活地装 什么痴情怨女 冷着自己正经的男人 却对二爷一往情深 把自己弄得行销 鼓励人不仁不轨 可二爷 却根本就记不得他是哪个 如此不守护道 三心二意之人 怎么竟还能安享富贵 没被沉了堂 若说这冯洛山 什么不好 温润如玉千千君子 又胸怀大志 将来必会干出一番 惊天动地的大誓言 二爷不过是一件莽夫罢了 又不能习亲王爵 如何能比得上柿子 便是相貌上 萧若央微微抬起头 有些痴迷地望着秦浩宇 那棱角分明四百玉雕出的下巴 心中不禁一阵悸动 他就不明白了 明明柿子 与二爷长得一模一样 冯洛山为何偏偏吃恋二爷 非他不可 不过 这样也好 萧若央微微一笑 柔软的身体 似幻化成了云朵 绵软地缠住了秦浩宇 挑逗着 在他怀中寸寸点火 果然片刻 便如愿听到了意料中 越发粗重的呼吸声 萧若央如花般娇艳的脸颊 也渐渐照上了一层薄红的情欲 不是世子正非又如何 他会生下世子的第一个儿子 一定会 靠着床架子 伴坐的秦浩宇 感受到了怀中人的挑逗 眼神暗了暗 心中虽欲望如潮 眼中却冰冷异常 跳动的烛火印着 他左脸上的一片青紫 嘴角本不经意地想牵出一个冷笑 却差时扯动了那伤 以致眉头一皱 面皮不受控制地抖了肌抖 他闭上眼睛 慢慢抬手 俯上了左脸 在睁眼时 目光阴致 杀意大胜 秦浩宇今晚回府 好像专门就是为了打他一顿的 想到晚膳时 那阵混乱 冯测飞边心灾乐祸地 吩咐下人拦着 边喜不自胜地 以怕眼口于一旁说着风凉话 秦浩宇心中不禁冷笑一声 骂了句蠢货 果然和他那侄女一样的蠢 死到临头 尚不自知 他低下头 看着怀中 此时正趋意逢营的女人 感受着身体 再次被一点点唤醒 听着自己的呼吸 愈发急促 心中却没有丝毫波动 仿佛自己的灵魂 正无动于衷地 冷眼旁观着这具肉体 被欲望束缚 却一时找不到宣泄的出口 一条鸳鸯细水的桃红肚 都被秦浩宇修长的手指 轻轻挑了起来 他的呼吸急促如雷 可动作却是漫不经心的慵懒 肚都被缓缓附在了 萧若央的眉眼之上 直露出一双微张的红唇 无辜而茫然地 扬到了他面前 他今日没有跟来 是否已然对他彻底失望 哼 他如何竟还有这般痴念 便是没有这事 他也从未对自己 有过半分心思 更何谈失望 不过 没关系 不急 他想得到的都会得到 无论是这天下 还是人 眼前的红唇真是美啊 就如那日西服海棠的花瓣 萧若央陡然觉得自己 被人翻转过来压在身下 柿子突然热情了起来 只是亲吻尖似 有枝言片语灵星夹杂其中 仔细听来 却倒是血疏 欲魂高洁色 欲讯雪蓉 剔透心 公子 我们可是就此回京 城北福安客栈 小四流伤 看着自家正一脸若有所思 独自发呆的公子 忍不住小声问道 说是来这西北岸查遗诏之事 可这月余来 咱们各处探访 却连那遗诏的影子 也未得见 想必遗诏之事 子虚乌有 晋王也未怀什么不尘之心 公子 您离家这么长时间 家里人都惦记着呢 再者 年里头您就要 和永平郡主大婚了 正应该早些回家 准备准备才是 齐少风 却不急着回应流伤 而是边陈寅着边 夺到了这二楼客房的窗前 猛然一推窗户 历时清宁城的大半景色 便映入眼帘 此刻正值冬日午后 空气微冷 却是难得的清新静靡 齐少风平窗 沐浴在这暖阳祥河之下 不禁微微眯起了眼睛 一瞬间心中 似宁静了不少 先不急回去 齐少风开口道 探查了这么多地方 我还是觉得 这清宁城最有意思 他总觉得 在这安稳宁静下面 似有一场大大的风雨 正在酝酿 清宁城 这些时日倒却是出了不少事 刘伤并不十分懂 齐少风的心思 只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这些是非千头万绪 彼此似乎没什么关联 公子可是寻到了什么证据 齐少风缓缓地摇了摇头 证据现下倒是没有 只是 总觉得这些是背后 似乎有他的影子 刘伤还想再问 却见齐少风似是倦了不欲多言 只冲他挥了挥手 刘伤无奈 只得行礼倒退 齐少风没有动 仍凭窗 远望着清宁城的某处 虽站在这儿 并看不见清风别院 可却仍然牵扯出了 千缕思绪 万般柔情 左肩的旧伤 似又在隐隐作痛 身情终复流水 为此见伤流痕 郡主 清风别院内 攀北拱手行礼 从京中来的人 这几日已去过了湖南 方吕等地 两日前返回清宁 再无动静 似是要安心住下 浊华陈阴片刻 方才点了点头道 倒是不必盯得太紧 也别惊动了他们 只留意去向便是 若再有动作 及时来报 攀北听闻 赶紧拱手撑没 随后行李退了下去 浊华揉了揉额脚 自从萧逢两家结仇 他便一直绷着 神经寝食难安 现下千头万绪 有太多的事情 要去谋划 齐少风 却不是最要紧的 只能先这样放到一边吧 转眼又过越鱼 已入龙东 蓝娘早被浩轩 易容成个垂老农妇 由攀北送出城去 直奔辽东 萧逢两家仇怨欲深 已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只因尚有顾忌 顾饮而不发 靖王病体越发沉重 浊华日日 随浩轩前去王府市集 每每皆有意 规避于那位女郡中 与秦浩宇再无他话 辽东传来劫报 柳大将军率众 一举大破戎敌 敌军后撤数十里 辽成大劫 可浊华心中 却并未因辽成大劫 而轻松半分 只因与此同时 或是陡生 回胡来犯 沙城告急 冯萧两家的僵局 也因此 陡然更加微妙起来 萧胜称并不出 西北大军 已近三个月 未播两响 都说上战场前要给兵 将多发响 饮饱餐战饭 方能士气高涨 可如今响梁皆欠 将士们饿着肚子 如何打仗 冯显书一见如此 干脆也撂了挑子 一称并不出 西北边境危急 日暮 清风院的小佛堂内 并未掌灯 三姑敏玉等人 在门口急得团团乱转 浊华已闭门在 内待了整整一天 谁米未尽 这可如何是好 三姑终是沉不住气了 抬手便要强行推门入 正在此时 呼听身后有人问道 怎么都聚在这里 郡主呢 众人忙回头望去 只见一早出门的秦浩轩 此刻正披着一身寒气而归 眉眼疏了 嘴角含笑 三姑等人一见如获救星 历时呼啦啦迎上前去 一进小佛堂 浩轩便闻 到了一股浓重的檀香味 此间光线幽暗 他烧炖了顿方才适应 但见浊华一人 跪于佛前 一动不动如木雕泥塑一般 不由的心下一疼 浊华 浩轩轻声唤道 随后上前扶身 轻轻搬过他的肩头 四目相对 眉目间 极力欢喜 用愉悦的声音 似向他通报一件喜事 沙城之威 你不必担心 父王已说服冯显书 他任主帅 坐镇清宁 我为先锋 后日便率兵出征 话音未落 浊华陡然面色煞白 眼睛红得几欲低血 他咬牙截断浩轩的话尾 不 五不约 第127章 钱梁 浊华自小不是没有怨过 他娘政国长公主 为何别人的娘亲 就能陪在子女身边 遵遵教导 嗜毒情深 为何唯有他的娘亲 要抛他一人留在京城 奔赴边关 随夫出征 后来浊华年岁建长 心智竹开 知道了国家大义 家国情仇 于是也便释然 并也努力将自己变成 如他爹娘那般 心怀天下之人 虽然这几年来 日想的皆是如何报仇 可心中意识 遵着大义挂着百姓 这才是为何 他虽行的是阴谋鬼道 却从未留于蜀背 阴险奸华之徒 今日浊华 却是切切实实地 懂得了他娘的苦衷 他终于知道 宋夫出征时的 那极大的惶恐和担忧 几乎化成追谷的恐惧 刺心之痛 此刻 人间富贵皆化烟哀 红尘萧萧 意志若罔闻 心中唯有一个念头 我要你好好活着 说是不语 却终不过只是说说 局势如此 已无可转还 我们浊华一头 扑进了浩轩怀中 心上压着千斤巨石 压得他喘息不得 他也终于明白了他娘 为何最终随夫出征 除了国家大义 除了身为女子 却具不是帅才 还因为他娘想让他爹 能好好地活着 从战场回来 因此 他要陪在他身边 同进同退 同生共死 可他却不是他娘 极没有那样出众的身手 也从未在军中历练 他只善于阴谋轨道 若跟去战场 情非紧急上好 说不定还能出谋划策 行些兵不厌诈之术 可若是如今 这般兵贵神速 十万火急的情形下 光是他这副娇弱之躯 便已然是个累赘 须多派人手保护 反托了大军的后腿 他从未如此觉得 自己没用过 他甚至有些羡慕他娘 有那样好的武功 处于那样战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局势 又已经能与军中独挡一面 这一切都是母亲 可以与父亲比肩而立 驰骋沙场 做一对相扶相持的军中抗礼 他却不是他娘 多年来的隐忍 已经让卓华忘记了 如何自意去哭 上次他落下的那滴眼泪 已是情绪表达的极致 此刻纵然想痛痛快快地嚎啕一场 却无论如何 也发不出声来 卓华埋手于浩轩胸前 一口咬住曲起的食指 便是宁烟 扬着笑脸 温香软玉抱个满怀 嘴上努力寻些话开解着 卓华 你不必担心 此战我定能大获全胜 又道 我毕竟已于军中历练了几年 军中也算故旧遍布 行事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可不多时便感到不对 只觉卓华于他怀中缩成一团 浑身直战 却半点声音全无 心中不由一紧 历时伸手将他从怀中拉起 赫然发现 卓华齿间 抵着一根血肉模糊的手指 卓华 快松开 浩轩吓得差时魂飞魄散 伸手去拉 却又不敢用力 只能攥着卓华的手腕 冲他低吼 头上爆出青筋 卓华终是放开了自己 松口的那一瞬 眼泪滑得流了下来 浩轩此刻又气又疼 急怒攻心 也顾不得许多 浮身将他拦腰抱起 随后转身一脚 踹开佛堂的木门 冲外吼道 人呢 快去拿止血药 三姑敏玉等人 顿时慌了手脚 白云居上下忙乱成一团 何苦呢 不过是两个小口子 何至于如此 卓华半靠在踏上 看着众人围着自己团团乱转 又看了看一被仔细包扎的手指 不由地勉强扯了下嘴角苦笑道 他刚刚哭了一场 现下心中反思松快了半分 只是嗓子仍是哑的 眼睛通红 且这红似乎溢了出来 蔓延到了眼角眉梢 让整个人看起来 如一尊琉璃 脆弱一碎 浩轩的唇抿成了一线 沉着脸并不答话 只伸手接过听血端来的药碗 仔细咬了一勺 轻轻吹温 动作却是异常轻柔 三姑见此 心中石头落地 知情识趣地挥了挥手 带着众人下去 浩轩将那勺 要举到了浊华唇边 浊华却是不喝 只静静地看他 目光中千般情绪 似藏着万根柔丝 此时皆悉数绕上了浩轩的心尖 自此他再无可逃 他一直便是再无可逃 唉 浩轩忠实败下阵来 低头重重叹了口气 心中默念了句冤假 收回手中那勺已凉透的药 搅进了碗里 又重新咬了一勺 递到浊华面前 大概会有些苦 可大夫说 若不吃些清热的药 只怕会肿起来 浩轩的声音轻柔 已不负刚刚那个暴躁少年 浊华垂下眼帘 鸭语般的睫毛 遮住了所有的情绪 最后忠实起唇将要喝下 一碗药溅溅了底 浩轩放下碗 侧身坐在榻上 将浊华揽入怀中 你不必担心 我会好好的凯旋归来 且这是和你没有半分关系 你万不可自责 你也说了 郑国长公主和林大将军的女儿女婿 如何会是乱臣贼子 既然不是乱臣贼子 那便是忠臣良将 身为宗士 又习武多年 此次杀成之威 我亦不容此 我知你担心我的安危 但咱们的父母 也皆是如此过来的 郑国长公主和林大将军 自恃不提 便是父王 年轻时也颇经过几场大战 只是 你以后万不可如此自伤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岳父岳母的在天之灵 必然心疼 便是我 也如何放得下心 浊华将头埋进了浩轩的怀中 浩轩轻轻说了口气 紧紧抱住浊华 只是他未见怀中之人 没上仇云未散 反右天的几分 浊华又犯了那孤拐的脾气 只觉浩轩说 此事与他无关 不过是竭力安慰之词罢了 却终是因他错算 才有今天 西北军大营 挑夫们一趟一趟地 往轿场搬运来了 十数个八角包筒的大箱子 浩轩身着 盈窥赢甲 手扶剑柄 站于大军之前 抬手命人将那箱子一一打开 历时荧光硕硕 竟是满满几大箱淫定 西北近日财政吃紧 至时两个月未发军饷 众将士却不必心急 泰安郡主 拿出自己的封义嫁妆 来补给大家 且连以后两月都发了下去 只是现回湖压境 杀成有危 我大旗男儿 使着国家的俸禄 自是因保家卫国 战守边疆 便是抛开国家大义 却也皆想一想家中的父母妻儿 若是吴国 何以为家 回湖不管你老弱妇孺 若杀将过来 只会屠成杀掠 你们皆是大旗的热血男儿 参军便是为了保卫大旗 保卫家乡 保卫亲人家眷 大旗的男儿 向来不出孬种 拿出你们的血性来 为了大旗 为了父母妻儿 奋力一战 将回湖赶出边境 话音回荡 群情激愤 一小将呼吁队伍中高喊 泰安郡主一女子 都能将嫁妆银子献来打仗 咱们各个身上 带伴儿的老爷们 岂能不如一个女子 这次让回湖打子 常常爷的厉害 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此言出口 历时一片回应 众将各个激愤异常 高举兵刃 齐声高呼 回湖打子 有来无回 浩轩放眼望向 这支威武振奋的队伍 嘴角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 同一天 夜色临近 滑灯出上 晋王府书房内 浊华抬眼 看向半卧半座于上手的晋王爷 说吧 你为何要执意要见我 晋王爷静一月来 身体每况愈下 此时便连说话都气喘不已 让侧妃来见你 你不出声 让老大来见你 你也不说话 嗨嗨嗨嗨 从清早边坐在这儿 执意门心思地要见我 线下我来了 说吧 浊华微微动了动音 做了一天有些僵硬的腰身 也不啰嗦 开口直言道 二爷后日便为先锋带兵去沙城 请父王调出手中所有人马暗装 武者随二爷奔赴沙城 经济文官请教于儿媳 统一调配西北前梁 以为君须后援 胡闹 原本并若无力的晋王 被气得陡然一拍俯手 什么人马暗装 你 可这话尚未说完 便在浊华清澈的眼神下 咽回了后面半句 郑国的女儿 岂会是庸禄之辈 算了 静王摆在了白手 不提刚刚之言 只继续道 打仗皆是男人的事 你一介女子 缠和什么 再说 浩轩是我嫡子 你觉得 我会不护他周全 这粮草调遣 自然另有安排 你就不必操心了 谁知这话 却并未让对面的灵士 浊华退却 反见他抬眼 冲自己微微一笑 恍惚间 静王私幼看见了 若干年前的那位故人 无双风华下 笑容中藏着 不尽的了然和洞悉 正因这份洞悉 又是那笑容里 生出了几分冷意和嘲讽 静王心中一颤 忍不住伸手擦了擦眼睛 却听浊华开口说道 女子是否能参与国事兵戈 父王一生所利 所见早有答案 只说父王安排 儿媳自是相信 但儿媳却不全信 父王所用之人 试涉泰安夫君性命安危 不可有半分差错 便是父王 宁可敢保证 自己所用之人 全然受控 若但凡有一人心怀不轨 你失去的就不光是一个儿子 还可能是这西北的半壁河山 以及您多年的苦心经营 丧死 静王勃然大怒 指着浊华 却陡然咳了起来 半天说不出话 一旁未路见此 赶忙上前替静王俯兄捶背 浊华捶下眼睛 起身缓缓跪倒在地 父王线下心中一定惊疑不定 不知儿媳知道些什么 也担忧儿媳会贸然出什么昏招 这些父王却是多虑了 线下经中 密查钦差上在清明 儿媳便是再不懂事 也不会让外人看了笑话去 只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自重 胜败关键 儿媳不信一些人 这事儿媳必要掺和 而且 儿媳也有这个本事掺和 浊华这话 就差明说他不相信狮子了 静王看着他心中巨浪滔天 他竟如此胆大包天 以精中密室威胁自己 还是小瞧了他 也是 他是郑国的女儿 自己如何竟小瞧了郑国的女儿 果然是老了 静王渐渐止住了咳声 书房内沉寂下来 压迫异常 浊华垂眸 端端正正跪于地上 不动不摇 半晌 方才听静王缓缓开口道 你毕竟是一女子 军国大士 粮草后援 教你同管 却是儿媳了 不过 你可参与其中 辅助一二 我也会和下面的人说 自会尽量让你顺心如意 至于 你的担忧 这却全都是胡扯 我这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十日无多 你们这些儿女晚辈 自应竭力侍奉 莫要再来弃我 卫露 你一会儿去请世子来 这段时间 让他来丢我示集 十余年未见 我这临死之前 要好好想想儿子的福 是 卫露躬身应目 跪于地下的浊华 缓缓扬起嘴角 恭恭敬敬地扶身一拜 儿媳谢父王成全 父王切莫如此说 宁自是福寿绵长 寿路千秋 他今日本就没有指望 静王能让他成为 这西北乾梁的总管 可他一开始 却必须这么说 以大薄小 才终能达到目标 至于秦浩宇 静王既说了 要替他看着 他自然便不必担心 静王才是万年的狐狸 心机手段样样高明 且骨肉亲情 他也必然不想 失去一个儿子 卓华谢恩后 行礼告辞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静王微微眯起了眼睛 心机手段样样出众 只是可惜啊 为何不是老大的媳妇 老二 却又为何全无半点那样的心思 可惜啊 卓华推门出来 却正见世子 秦浩宇守在门口 见他出来 笑着上前一步 拱手行礼 叫了声 华表妹 那张与浩宇 一般无二的脸上 笑容温润和煦 毫无芥蒂 端蒂是一副 彬彬有礼 胸怀坦荡的模样 只是他细长如画的眼角 并未藏着清风朗月 而是蕴着一片算计的阴霾 第128章 出征 卓华并未如何费心 去应付秦浩宇 他不过退后半步刚还了礼 魏露便开门来换秦浩宇进去 卓华垂谋让开路来 带世子走过 方才带着三姑离开 只是他却不知 身后的秦浩宇并未急着进门 而是转身望向卓华的背影 扮上方才意味深长的微微一笑 回到清风别院时 已是夜深 卓华累急 草草洗漱 倒头便睡 只是深夜半梦半醒间 忽觉身边似有人轻手轻脚地躺上床来 又伸手替他掖了掖背脚 你回来了 他迷迷糊糊中想靠向浩宇 却被浩宇隔着被子轻轻摁住 我刚回来 身上还有寒气 说着 他用力地来回搓了搓手 直至发热 方才伸手捋了吕卓华的头发 含笑道 不想竟把你吵醒了 快睡吧 被他这一番折腾 卓华哪还能睡得着 他睁开眼睛 看见诊测的浩宇略显悴 下巴上冒出了清须须的胡子茶 不日便赴沙城 他为调兵宿军 已在军营盘缓了两日一夜 我听三姑说 你今日去寻父王了 见浙华这样 浩宇知他终时被自己扰了睡意 于是也不睡了 躺在被子里笑着问道 王爷在西北经营多年 手下人才济济 人脉交际 不是你我所能估量 此次 你出征 粮草却是关键 我请父王让我参与粮草调配 当然 也是为了防这些人 哎 这丫头 天生的牛心左性 浩宇叹了口气 颇为无奈 前两日闹那一场 又劝他无数好话 看来终时打了水漂 他并未放过自己 仍把他此次出征之事 揽在自己头上 见浩宇司又要劝他 浊华盲柔声拦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无非是冯显书 萧盛二人 便是没有侍卫素参称病躲着 沙城之威 你也不会不管 此事与我无关 这些道理我都知道 可谓要说 此事 无论是否与我有关 便是你不出征 事关大齐江山 边境百姓 我也不能坐视不理 世子心术不正 王爷虽知 却是其为一波传人 但此次与回湖一战 却不能有半分差错 此事关系大齐几万将士 边境数万百姓 我绝不想再见到 第二个平成之意 说到此处 浊华忍不住身子一颤 四处动了心结 浩宇连忙探身抱住浊华 二人相威相依 半赏无言 此次杀成凶险 我想父王自会派一对心腹高手 护你出征 可 我仍是不放心 让雨晗领着侍卫们随你 不可 浊华话未说完 便被浩宣急急打断 他将浊华稍稍拉开一点 看着他的眼睛到 莫说是雨晗领着全部侍卫 便是一个侍卫 也不可随我出征 雨晗不行 小五也不行 你担心秦浩宇心术不正 难道将你留在清宁 和他同处一城 我便不担心 我这儿毕竟有千军万马 且在军中历练几年 清姓故旧赔之不少 你也说了 父王又派了心腹相助 人手远远要比你来得充裕 雨晗等人是护你周全的保障 而你的周全 才是我奋力一战的根本 他的周全 又何尝不是自己的根本呢 浊华垂下眼睛 心知大概此次劝他不动 浩宣无论如何 也不会带走 他身边任何一人 可口中仍忍不住又念了一句 父王已答应看着他了 况且 我还有三姑敏欲 不行 一锤定音 别无转环 浩宣在浊华面前 还从未如此强势霸道过 此时前脚刚搏了他 后脚反又怕他受不住 于是盲软下态度 柔声转移话题道 说到那秦浩宇 今日你在府中可遇见他了 他可曾有为难你 你却不用怕他 若再敢使坏 你只管告诉我 什么兄长柿子的 敢为难我婆爷 我再去揍他个马脸开花 浩宣一耍魂 西北话就又蹦了出来 浊华本想称怪 可以想到今日所见 柿子左脸上的那片青紫 似小瞅着的油彩 甚是滑稽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见自己忠实 把忧心忡忡的浊华逗笑 浩宣也不禁历史欢喜起来 又有温香软玉满怀 新婚分别再寄 不由得登时口干舌燥 浑身火烧 在看浊华时 眼睛里便燃起两簇火苗来 浊华一见哪能不知 脸上轰然一热 双颊红似春桃 迎秋水不自觉地 便去闭着浩轩的眼睛 这看在浩轩眼中 简直就是刻意邀请 哄 他脑子里的所有清明 顷刻全部焚为灰烬 烟灭灰飞 桌上红烛摇曳 一起摇曳的 还有床头那绣了 龙凤城乡的大红漫长 龙东大雪 浩轩为先锋关 整装三军 出征沙城 留在清明城内的浊华 却并未闲着 带着三姑敏玉 再有浮风 摄月 听雪 全员而出 日日流于已被军中 征用的清明知府府衙内 筹算调配 几名女子 参与前两调靶 暂据于此的 皆是静王心腹 除了王府幕僚 还颇有一些西北高官 随王也打过招呼 可一开始 众人只觉得胡闹 直到两三日后 经了几件不大不小之事后 众人方才渐渐认识到了 这位静王府二奶奶的本事 这位二奶奶 领着众侍女自处一事 却并不是只为来吃茶聊天 不懂装懂地掺上一脚 而是人人皆手持一把算盘 前梁统领将征调后的账目 皆送到此处核算一遍 而后再分配调运送往前线 且又想出运单相合的主意 每车皆有一张 有防伪印记的单子相付 代运到前线 由接梁官 核对无误签字确认 送梁官返回时 再将此单交回报账 便是最难的梁草征调 这位二奶奶 也见走偏锋地帮了大忙 其从身边调来百十名侍卫 各个凶神恶煞 分成几路跟着崔梁官 去西北各府县崔梁 若是那配合得还好 若遇上那不配合的府县长官 侍卫头领 只将手中刀剑往府衙桌上一拍 留那长官在衙门中 喝上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茶 何时手下师爷将军梁崔齐送到衙门口 何时再放到官员回家睡觉 各处崔梁官自然乐得有人唱黑脸 他们来做好人 反美道一线 只说王府二奶奶派人兼军崔梁 他们也无可奈何 故而 各府县中 近王府二奶奶泰安郡主的名声 可是不大温和 多与横征暴廉等次相连 名声于西北此处好不好的 有什么要紧 卓华边看着运单 边对一旁给自己倒茶的三姑说道 这西北咱们并不久住 如今所作一切只为全力保二爷平安凯旋 这西北将来总归是世子的 我要此处的贤明有何用处 说着 卓华将手中的那一摞单子 交于旁边的福峰 福峰立即行礼 转身出去分发下去 三姑看着忙碌的几天几夜 都为如何休息的浊华 不由得皱起眉头 秦浩轩与晋王爷 毕竟是亲父子 且陷下晋王已病如高芒 为人子女 无论是于大义 还是出于私情 都应留其身边竭力侍奉 那么 以为人妇的郡主 便身不由矣 无论如何 皆因随秦浩轩流于清宁市集 可之前计划去辽东之事 却又不知何时才能成行 此刻西北局势 纷繁复杂 且右天战事 反不如辽东刚进一场大劫 行事大好 三姑不知道 自己当时支持 浊华来西北的决定 到底是对是错 因为晋王府二奶奶 带着手下众人 几日不眠不休地催脚 核算 竟针坡 找出几项漏洞来 又有那之前怀了 假公祭司中 饱私囊歪心思的人 一见查得如此之言 也接受了小心思 一时间 煞成征运粮草之事 近几日便被李的急顺 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 只是上有那起子 未能捞得好处的小人 倒不知所谓的 恨上了浊华 浊华却是一概不管 只继续按自己的规矩行事 其实 他也并非是那 不通事故俗误之人 若是他想留于此地 认真经营 自会方方面面兼顾周全 只是正如他对三姑所说 浩轩与他 终是要回辽东 线下重要的 却是沙城之战 哎呀 不得了呀 不想这位太安郡主 竟还有这番本事 自萧锦鹏斗殴儿王 成为萧家唯一子嗣的 萧锦鹏斗然身价倍增 一时间 让他颇有扬眉吐气质感 此刻他便在 世子秦浩宇面前 以善击掌 赞叹连连 许自己也未察觉 那举手投足间 竟比之前 多了不少自信流畅之态 秦浩宇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端起面前的酒杯 仰头饮尽 随后道 他的本事多着呢 你只是不知 萧锦鹏心中一致 只觉得世子此话 为何颇有几分 予有荣焉之意 于是小心试探着道 可若太安郡主 有如此本事 二爷又是个 能征善战的 王爷那里 不知心意如何 便是二爷于军中的威望 也不得不防呀 父王那里 你自是不用担心 秦浩宇说的颇为笃定 这几日 看似静王爷 拘着他势集 实则是向他交接 手中各方势力 传奇一波 父子二人 已经几次长谈 秦浩宇彻底 明白了父王的心意 更对出道西北时的考验 解开了心结 只是父王的言行 颇有交代后世 大宪将至之态 想到此处 秦浩宇不禁心中一酸 毕竟为人子女 父子之情天高地厚 不过他并未沉浸 在这悲痛中太久 随即便皱起眉头 至于他军中的威望 却是不急 咱们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其他慢慢筹划便是 我看萧 逢两族之事 以水盗驱成 萧家 秦浩宇抬头看他笑道 我却不管了 你自会处理 至于冯家 得尽快找个时机才是 萧锦坤点了点头 也跟着笑道 世子放心 我会尽快布置 他爹萧胜 不是没有怀疑过 萧锦鹏之死 有他的影子 可线下形势比人强 他是萧家唯一的子嗣 他爹又因为那个 浪荡才子的死而一并不起 大夫人 更是因为死了儿子 而疯疯癫癫 萧家线下 正一点一点地 握在了他的手中 至于冯家 还得慢慢谋划才是 福安客栈内 刘商也不知 这是自己近日 第几次向他家公子提议回京了 他孤躲着嘴 跟在自家正忙忙碌碌 翻看沙城地图的公子身后 嘟囔道 沙城线下打仗 这清宁 我看也不见得安全 公子 您有婚期将近 咱们在这也没查出什么 不如早些回家才是正脸 齐少风却不听他啰嗦 只字顾字去看他的地图 被实在念得烦了 便挥手感他道 我心里有数 你下去交店家备饭吧 何时回京我自有安排 刘商心中 知他是在搪塞自己 却又不敢违逆 只得不情不愿地转身出去 嘴里碎碎念着 也不知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 非留在这不可 齐少风不禁手中一顿 是啊 这里在什么好的呢 无非是 无非是他在这里 虽不能相见 虽重他一见 可却仍希望 他能在如今 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下平安 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下 浊华收到了两个消息 一是荣敌大皇子肖父开胃死 并于荣敌北帝自立为王 得了北帝的兵权 如今已公开与荣敌新克汗肖富拓 分庭抗礼 大有随时进攻王庭之势 肖富拓自顾不暇 召回侵犯辽东之兵 秦王护驾 辽东之威赞俭 二是此次前往沙城送粮的军兵 无功而返 沙城被围 粮草送不进城 第129章 旧围 西北的冬天极冷 雪莉卷着沙子 密集地打在脸上 如刀割一般疼 沙城城外 两军对阵 双方战鼓如雷 秦浩轩迎窥白马一杆长枪 身先士卒冲进敌营 左突右杀奸 只见其手中长枪上下翻飞 如银龙过海 锁过之处 片甲不留 一时间回狐军队大乱 死伤无数 只是他却未察觉到 远处敌军阵眼率台之上 擅使强攻的守将 萨利正立丸百经铁弓 贤如满月 铁剑直指他的胸口 搜 铁剑离弦 如流星闪电 风声呼啸 但浩轩察觉 为时已晚 只听阿鸦一声 剑末胸口 浩轩当即摔落马下 浩轩 浊华大叫一声 陡然从梦中惊醒 这才发现自己本在 清明府衙秉竹合杖 竟不知不觉中拂案睡去 此刻浑身大汗淋漓 冷汗勤勤 虽已梦醒 却仍心雷如骨 气喘不定 郡主 三姑与外屋听见声音忙进来 扶身仔细看他的脸色 边掏出帕子 擦了擦卓鹅脚上的汗 边柔声地问道 浊华却是不答 反而看向三姑问道 像杀成运粮的人 可曾回来 三姑听了先是一愣 随后芒柔声道 郡主怎么忘了 两日前运粮官 无功而返 您撤换了运粮人马 今日重新出发 不会那么快回来的 三姑话音刚落 浊华才恍然醒悟 伸手揉了揉额脚 三姑见此知 她是被噩梦惊吓到了 忙去倒茶 可茶还未送到浊华手上 却见她猛然起身 三姑 前一批运粮队伍两日前 如果再算上运粮队返程的时间 最少也需两三天 也就是说 沙城被围已至少五六日了 说着浊华焦躁起来 紧皱眉头 于书案后来回夺了两步 骤然停下 看向三姑道 我们不能等了 你马上传令下去 集结所有侍卫 咱们立时出发去沙城 说着 她伸手便去拿一旁的大毛披风 郡主 三姑见她似施了方寸 不由地也急了起来 忙上前拦道 线下一致丑时 有何急事 不如过了今晚再次说 况且如果沙城真有危急 近王爷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不如待天亮后 咱们去王府一趟 将此事禀明 让王爷增派援军 不 来不及了 浊华此刻已完全清醒过来 俐落地披上斗篷 边系着胸前的袋子 边急急说道 线下王爷并重卧床不起 如果我未猜错 这几日 他定然已将自己手中的势力 交于柿子 此刻去求王爷 已经无用 去求柿子 浊华忍不住冷笑一声 求人不如求己 虽然咱们人少一些 可却各个武功高强 已一抵失 三姑 你和敏玉再去 多找一些大旗的站起来 咱们即刻出发 三姑见他四拿定主意 不由得心中大急 盲玉上前再劝 却刚到了剧 这次与上回系经不同 上战场哪里是闹着玩的 便呼见浮风急匆匆进来 想必是一路跑来 此刻气喘吁吁 叫了声郡主 便将手中一大衣小 两张纸条递了过去 随后气息不稳地解释道 我的血红蓝鸽子 今夜竟带回一只掉队的性格 想必是迷了方向 又累及失了体力 才轻易跟着咱们的鸽子回朝 这鸽子传的性径 是用回狐闻写的 我知事情紧接 连夜请了衙门里的通意 给译了出来 卓华此时早已看完 伸手将那一本递给三姑 回狐萨利部虽为沙城 但其兵力粮草已然不足 不过强称罢了 这是回狐本部秘信 让萨利再坚守三日 援兵不日便道 三姑 咱们没时间了 想必此刻回狐 援军已然出发 就在路上 我们还有不到三日的时间 好在弱吉行军的话 从清明到沙城 用不上两日 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抓住这不到一天的时间 便可解沙城之困 回狐后援之兵 见萨利兵败自会撤回本国境内 可若抓不住这次机会 浩轩半个月的苦战 便接化泡影 大旗的西北之境 也将遭回谷铁骑踏 便是浩轩 也有性命之忧 三姑低下头去 心中斗争激烈 她自然知道 浊华所说句句事实 可却也实在不敢 让她轻易涉险 这是真真正正的刀兵 相见兵戈之争 与之前所有情况都不同 刀枪无眼 她上过战场 知道战场的残酷 我来领军去沙城 郡主坐镇清明便是 郡主放心 我毕竟曾带过兵 定能 不 我必须亲自去 浊华未等三姑将话说完 便出言打断 掷地有声 不容置疑 她的夫君还在沙城 她必须要去 随后 也不等三姑再变 大步走出房门 三姑知她主意已定 心中无奈 却不敢怠慢 忙吩咐下去 让与寒历时 集结城中所有侍卫 又命涉月 听雪去被些轻便意带的日常之物 不过两刻钟 便皆准备妥当 浊华头戴帽都轻纱遮面 此时骑在马上 仰头望了望天上的半月 见月上无云 心下安定半分 看来明日无风无雪 一行军赶落 只是 毕竟已然三九龙东 浊华身上 虽裹了厚厚的大毛斗篷 可寒气 依然直庆击鼓 她却顾不得这些 刚要挥手启程 不想呼见 一人跳下马来 蛇身直冲队伍后面 伸手一把 将前来送行的风 雪 月中的扶风抱住 却原来是小五 众侍卫 历时一起起哄 原本静默沉重的气氛 差时欢腾起来 等我回来 毕竟当着那么多人呢 小五就是脸皮在后 此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只略略抱了一下 便将人从怀里拉出来 低头轻声说了一句 随后也不敢去看 浮风的眼睛 在众人的一片起哄声中 转身奔到浊华马前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拱手请罪道 属下该死 但属下 却是 却是心仪浮风 此次前去沙城 到底 到底是 属下怕若是不说 此次沙城之行 定会凯行而归 说着浊华抬眼 去看浮风 见去的平时 内敛的激进木讷的姑娘 此刻竟难得的双颊飞红满面娇羞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竟没有掩面而逃 而是低头支棱着耳朵听着 便知他心中乐意 于是笑道 待咱们打退了回狐 凯旋而归 我和一兵 就给你们办喜事 此言一出 立刻又是一片欢腾 呼哨声 起哄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些侍卫们 都是些半大小伙子 虽然平日里 宇航管的慎言 可一个个骨子里的闹腾顽皮 却是改不了的 于是 借着小伍着游头 大家不禁 尽情欢闹起来 听雪 摄月也立时推推嗓嗓 嬉闹着像伏风道喜 纸骚的伏风 捂着红不一样的脸 狠狠跺了跺脚 终是转身跑了 他这一跑 队伍中 立时又扬起一阵大笑 欢闹声顺时 冲淡了出征前的沉重 卓华也跟着笑了起来 随后又忽似想起了什么 意味深长地 看了看明玉和宇寒 前者的眼睛 随着浊华的目光 不自觉地转到了宇寒身上 当即脸上 不禁漠然一红 后者 则在浊华那若有所指的眼神下 缓缓低下了头 忠是一仰手中的宝剑 止住了众人的嬉笑 一马当先 率先挥边前行 人马开拔 众人急奔沙城 泰安郡主力轻卫 去解沙城之危 这消息不出一刻中 便传进了晋王府的书房 你手下招募的那批武林人士中 可有高手 此刻外面 天空已微微发白 清新凛冽的空气 让人精神一震 秦浩宇平窗略看了看 随手又将书房的窗户关上 萧景坤垂手功力 其身后达到 那些个武林人士 皆是各中高手 不过若说 本事最好的 却有两人 一个便是 上次暗算萧景鹏的那个吕大 既善近身缠斗 又善飞镖暗器 杀人无形 是暗杀的一把好手 再有一个 是刚刚新收的 名幻李六 轻功了德 急善追踪 便是高手 也轻易寻不出 他的行藏 且拳脚功夫不俗 以一战时 也是使得 世子这是 萧景坤说着 慎重地看了一眼秦浩宇 试探着问道 这事 不放心二爷 抑郁派个人跟去 这两个人 一个善暗杀 一个善保命 秦浩宇笑了起来 好一个不放心 他现在对萧景坤 真是越来越满意了 二爷的本身 也是听说过的 岂用得着你那几个江湖 游侠保护 便是泰安郡主 手下的那些侍卫 也各个皆是高手 秦浩宇垂眸端起茶碗 半赏忽而一笑 可泰安郡主 毕竟是一介女流 刀剑无情 沙场征战 又岂是一个女人 能掺和的 将那个李六派去吧 却也不用 有什么作为 只安安静静 不露行葬地跟着便是 如若 真有个什么山高水低的 让他指护着泰安郡主 周全便是 其他人 倒是不必去管 萧景坤面上波澜不起 拱手硬了个是 心中却翻起滔天巨浪 起初不过 隐隐感觉有些怪异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份怪异之感 越发强烈 直到今日 钟完全确定 他怎能不心神俱正 若说 自古以来这种事 也并不少见 北齐的文宣帝 强占寡扫 春秋时的卫宣公司 通树母强烈习 还有那万国来赫的 大唐盛世 这种事 更是屡见不鲜 连人人称道的 太宗贞观 也曾抢取了 王兄遗双 更别提高宗 玄宗之流 只是上述种种 毕竟皆是古人过往 本朝言于礼法 皇室中 还从未出过 有为刚常之事 可世子 竟起了这样的心思 虽说 他与二爷激进反目 兄弟戏强 已是早晚 可这围薄不休 罔顾人伦之事 若世子是成 将来的史书 公笔又会如何去写 萧景坤 不敢往下细想 盲低下头去 腰又弯了几分 见他这样 秦浩宇便知 其心中所想 也不点破 只讽刺的一笑 圣者王侯败者扣 史书公笔 哪个不是由圣者所赚 那些所谓的 圣世明君 又有几个 是干净的 若他是成 自然想要什么人 便能得到什么人 想让史书 如何写便会如何去写 至于那个吕大 好生礼遇 说不得近几日 就会用上 萧景坤猛然抬头 眼睛忽而一亮 只这一句 便让他心中 豁然开朗 是了 他怎么倒在乎起什么 刚常人伦 史书公笔起来 自己之前 乃至以后所要做的事 装装剑剑 哪件不是 有为刚常 之前萧景坤一史 更算得上时 人伦惨剧 史书公笔 圣者所写 他要担心的 不是什么假道学 而是自己 奔着世子如何去上 萧景坤很快 又重新低下头来 再次拱手称 若时已平复了心境 真正的心悦诚服 浊华一行快马加鞭 飞奔出城 却未想 行至城外二三里处 忽然身后追来一主一仆 那主人边策马奔来 边高声唤道 郡主慢行 齐少峰在此 特有要事相伤 第130章 战死 京城一别 在见泰安郡主时 齐少峰呼绝四沧海桑田 恍如隔世 虽不过半年的时间 可以勿视人非 面前之人嫁为人妇 而他也即将成为人夫 四目相对 却见泰安郡主看他的眼神中 并无一丝惊讶之色 于是 那些感慨伤怀 瞬间皆化成心头一声自嘲的苦笑 他当然知道 自己来了西北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能瞒得住他 在那洞悉一切的目光下 自己的悲春伤秋 显得多余而愚蠢 齐大人 不知有何见叫 卓华见齐少峰行道 近前却不说话 心中呐喊 于是率先抱拳开口 意在催促对方长话短说 齐少峰此时心中的苦笑 皆涌到脸上 可却仍与马上一丝不苟的抬手回礼道 半年未见 郡主别来无恙 卓华下意识地 看了眼他的左臂 不过玄 即便收回目光 面上波澜不起 道 承蒙齐大人记挂 大人公干多日 此刻正应是回京之时 山高路远 愿大人一路顺风 这是在下竹课令 齐少峰脸上的笑 又苦涩几分 可泰安郡主 刚刚那若有若无撇向 自己左臂的一眼 却又让他忽而生出一丝妄念来 郡主如此率重奔袭 可是欲去沙城 沙城之威 齐某一听闻一二 故特莱毛遂自荐 愿替郡主领兵就为 齐某虽是一介书生 可毕竟是七尺男 且自幼也曾袭的兵法 郡主虽足智多谋 但毕竟是金归若智 此一路与众男子奔袭 多有不便 不如 齐大人 未等齐少峰说完 浊华忽而出言阻止道 大人美意 泰安心灵了 只是泰安此行 只为沙城巡夫 与朝廷无关 大人黄命在身 理应早些回京复免 齐少峰垂下眼睛 这是在明明白白地拒绝 也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此事本就是夫妻家事 与他无干 虽之事实如此 可从他的口中 清清楚楚听到这话 他心中还是不免难受了一下 未代措辞 却又听泰安郡主继续说道 且齐大人 与永平郡主大婚在即 不过一十九日 便到婚期 就算此时日夜兼程赶回京城 也上绝路远水长 时间紧迫 望大人快马加鞭 一路顺风 庆王府与齐相府 想必人人皆巧手以盼 期待大人早早归家 这话中 又满含了敲打之意 提了永平郡主便 是在告诉他 他与情情之间 情意仍存 连婚期都记得如此清楚 却定然不是因为他 就连上刺射他一件 却为伤他性命 说不得也有几分 是看在秦秦的面上 又提了齐相府与庆王府 更是在警告他认清身份 以前羁绊牵制他的 现在人未改变 且只会更加束缚 他从来都没有能 随心所欲的机会和资本 齐少峰句句听得明白 可却恨自己句句 接听得明白 他垂眸缓缓抬起 双手抱于面前 在开口时 声音中没有一丝情绪 多谢郡主提醒 他知道自己不该再生妄念 却还是忍不住抬眼 去看他最后一眼 虽然对面的人 轻杀照面 看不清容颜 可他的目光 依然深刻留恋 似欲将眼前的这抹身影 印在心底 或许在以后 数十年悠长乏味的日子里 陪伴他那不安分 却又孤寂灵魂的 便唯有此刻 印在心底的这抹影子了 天空阴沉 雪花飘飘洒洒 眼前的那抹嵌 影中是渐渐模糊起来 却原来连这点子念想 也留不下吗 卓华不知齐少峰心中所想 直到自己已尽了本分 拱手还礼后 便拨马欲走 郡主 不想呼听背后的齐少峰 又开口唤他 待齐少峰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下意识地 出言唤住了泰安郡主 见他满眼 疑惑寻声望来 心下不由的一慌 郡主 郡主可知王太后 已病入骨髓 时日无多 说不得就是 近些日子的事了 多谢齐大人相告 泰安告辞 泰安郡主并未等他将话说完 只匆匆到了声线 转身挥手扬鞭 历时律众人 策马而去 徒留身后滚滚烟尘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自己果然又犯蠢了 可 其实他是想说 想说 太后病重 万一逢了国丧呢 他的婚事 并不一定能如期举行 不过 那又如何 他 果然又在犯蠢 卓华并不知道 身后的齐少峰 一直驻马而望 直到他渐行渐远的身影 完全消失不见 王爷病体愈发沉重 想来以无力监察 清明动向 派个人 回去告诉潘北 将京中案查清差 以回京的消息 传到晋王府上 着华边策马前行 边转头 吩咐一旁的宇涵道 宇涵拱手承诺 面无表情的 拨马与敏玉措身而过 寻了一名十分善气的侍卫 吩咐他前去往返一趟 敏玉垂下眼睛 轻轻勒勒勒缰绳 放缓速度 落后几步等他 三姑见此心中 忍不住叹了口气 想来已经好久没有听到 敏玉欢快无忧的笑声了 忽而又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痴男怨女 勤债孽缘 一时间感慨万千 却也不过只是一瞬而已 悬即便打起精神 忙招呼小吴补卫上前 二人紧紧护住卓华左右 一队人马 一路急行奔赴沙城 中间并不安营塑叶 只于人困马乏之际 下马稍作休整 云涵小吴等重侍卫还好 可卓华毕竟是个女子 又不若三姑敏玉那般常年操练 身体强健 如此急行一日一夜 便渐渐有些体力不支 但却仍勉力支撑 未出一眼 允寒看着卓华坐在火堆旁 结果三姑递来的水囊 拾手抖得不成样子 她垂于身侧的双手 不由自主地紧紧握成了拳头 可却到底无能为力 她什么也不能说 什么也不能做 松引寒压 滴水成冰 戴敏玉找到宇涵时 她正坐于松下的轻石之上 不怕冷一般 远离人群篝火 独自一人垂着头鹰沉不语 一只水囊被递到了宇涵面前 敏玉轻声说道 这水是热的 喝一口暖暖身子吧 宇涵沉默地 结果水囊喝了一口 敏玉却从她那黯然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转瞬即逝的脆弱 她垂下眼睛 安静地坐到了宇涵身旁 半赏方才物资一探 眉头末尾地开口说道 你我自小跟着郡主一起长大 你的心思 我从来都是知道的 我刘敏玉不是个死皮赖脸之人 若是 若是她对你 哪怕 有半分心思 我也定会退避三舍 从此只当你是路人 可 我是跟着郡主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知道她的心思 就像清楚我自己的一样 说着敏玉转过头 去看向宇涵 眼睛映着月光 零零如波 闪着淡淡的轻愁 她对你无半点心思 她的心从未用在你身上过 宇涵护得站起身来 福建急急 向前走去 她想逃离此地 她不想去听 有些事便是知道 但只要不说 就还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成不知 她不过只是想当一个 被蒙在鼓中的傻子罢了 却为何连这点奢望 也不留给她 可敏玉的话 就像一张网 拦着她 罩着她 记忆点破 她逃无可逃 宇涵 敏玉也站起身来 于原地换她 她问 你 会娶我吗 宇涵猛然停住脚步 她垂下了头 伸手摸了摸那枚 一直藏在胸口的碧玉簪子 等 这次从沙城回来 便向郡主提亲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身后的敏玉努力地咧了咧嘴 终是艰难地 摆出了一个笑的模样 她应该欢喜 不是吗 宇涵已经答应娶她 不论究竟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宇涵面色苍白 捂着胸口的那枚簪子 一路行来 只觉浑身冰冷 似脱力一般 这样也好 她知道郡主 一直有意撮合她与敏玉 既然郡主想让她娶 那么她便 去 她自小沉默寡言 任日跟在郡主身后 一步一驱 早已习惯了 一切皆听命于她 更何况 敏玉本 也是个极好的姑娘 这一路行来 她心中 不是无痛无痕 郡主于 这冰天雪地 不分昼夜即行 所受之苦 却 皆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尤其刚刚 当看到 她脆弱得像一片孤叶 仿佛一阵风 便能将她摧毁 她只觉胸中 除了翻滚的怒火 还有滔天的杜逸 一个妄念 似生成了心魔 与她脑海中 反复盘旋挥之不去 若她 嫁于我呢 我定不会让她 受这般的苦 可是 她却也清清楚楚地知道 若她嫁于我 她 定然不会快乐 陈渊涅债 皆是妄念 她终须放下 一行人马 又苦行数个时辰 终在天光大亮之时 赶到沙城外三十里处 比预计的时间 尚提早半日 卓华心中烧定 命雨寒吩咐下去 众人下马 稍作休整 待派出的两班探马回报 再做计较 果不其然 不出半个时辰 第一班探马 便狂奔而归 见得卓华盲 翻身下马 可言辞中 却颇为犹豫闪烁 回禀郡主 属下奉命前往沙城外 周边俯线打探 却倒是 那探马抬头 看了卓华一眼 目露顾虑 报 卓华见他如此 原本充斥于胸中的那股 不相预感 陡然又成几分 探马 将心意横出言道 传言沙城 守城主将 就咱们一兵 两日前 与回狐交战 中了回狐大将 萨里的重弓铁剑 如今 沙城守军 已两夜一日必成不出 线下接船 接船 接船什么 接船一兵 重伤不治 命在旦夕 卓华只觉眼前一黑 险些一头栽倒 被身旁的三姑一把扶住 郡主 报 未待卓华开口 忽见第二班探马 也急使而来 此人有些愣头青 因事态紧急 也不顾不得许多 立时翻身 下马及几柄报道 前方沙城城外 已然开战 回狐造势 攻城大有 背水一战之态 沙城主将 可出城迎战 卓华忙探身问道 主将并未出城 只有副将率兵迎战 据传 主将被回狐的 重攻铁剑锁伤 已不治身亡 郡主 未待探马报完 卓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立时卸剑锦衣 众人顿时一片大乱 第131章 斩江 沙城被围 传言秦浩宣镇王 记得卓华立时吐出口血来 吓得众人一片大乱 三姑慌忙给卓华搭卖 扮上方才皱眉缓了口气道 怒急攻心 却是无妨 说罢从怀中掏出保兴丹 未给他一例 卓华闭了闭眼睛 强压下喉中翻涌的兴田 随后看向那两名探马 道了句 再探再报 二人立时行为的军礼 飞身上马 扬边去 卓华又抬眼看向众侍卫 说道 沙城之威 事关大齐国土 边境百姓 咱们无论如何 都要去解回狐之威 他的表情目然 看不出情绪 说出的话异常吭腔 只字未提浩轩的生死 意思却极为明确 无论前方沙城有无秦浩轩 无论秦浩轩是生是死 大齐国土有难 他们便不能不管 宇涵垂下眼睛 历时带众人拱手领命 却无人看见他唇上 那道刚刚被咬出的血痕 众人又急行二十余里 于沙城外十里 再得探马来报 回狐军队已攻城一轮 却被沙城守军击退 此刻正叙事遇二次攻城 卓华转头看向宇涵 宇涵历时会议 利落地问那探马道 回狐军队攻城市何阵行 探马答 左右两翼护中路骑攻 可设有后援 并无 左右两翼哪路队形不整 攻势稍弱 答 左翼队形烧散 攻势较弱 于寒听罢 回身拱手对卓华道 郡主 咱们毕竟人手有限 以我之见 唯有距离形成尖刀之势 冲起左翼 届时左翼一乱 敌军中路定然不稳 沙城守军便有可乘之机 三姑久经沙场 深谙兵法 听得此话 看向卓华道了句 可行 卓华点头 也不啰嗦 对众人说道 将咱们之前所带的战旗 悉数挑起 且人人与马尾绑上树枝 拖起烟尘 固步一阵 宇寒全权指挥 随后又再马上 对着众人身失意理 道 众位皆跟随泰安多年 犹如手足至亲 不容断损 此次上阵 真刀实剑 兵戈无眼 泰安再次拜托各位 万万保重千万 二百三十七人而来 定要二百三十七人而归 少一人 我也绝不答应 大家未料 郡主会说出这番话来 一时间 两百多个争争男儿 瞬间接红了眼睛 乃家上战场前 不都是说些 以死报孝 以命相搏的豪言壮语 可唯有郡主 是以自家姊妹的身份 要求众人皆要平安而归 这反而差时点燃 众侍卫的士气 各个热血沸腾 小五猛然高举手中 宝刀大喊道 杀回狐 就杀成 群情历时振奋 众人一起举起手中 刀剑高呼道 杀回狐 就杀成 声震九霄 气贯长虹 郡主 于寒心中却不免有些担忧 轻声说道 刀剑无眼 郡主不若犹一对人马 护着等候在此 卓华摇头 回狐援军随时会道 若我落单遇上 岂不更加危险 跟着你们反而安全 于寒一听 觉得有理 便不再纠结 他却不知 卓华此时虽说的平静 看似理智 其实心中早已一团乱麻 从刚才起 便有一口气堵在胸口 只一想起浩轩 就心如刀脚 他不相信 秦浩轩会有事 他于墙堡中被弃 自幼漂泊江湖 却仍能平安长成个 疏扩豁达的男儿 他还有那样一身的好本事 怎么可能会轻易 被回狐的案件所伤 无论是生是死 他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活要见人 岂一定要见人 众人历时依令布置起来 整装催马 直奔战场 杀城城外 杀声震天 回狐摆开架驶 以二次攻城 双方战鼓雷鸣 厮杀得惨烈异常 卓华手持 那把精巧小弩 被众人护在中间 急冲回狐左翼 一时间旌旗毕日 烟尘滚滚 远远望去 声势颇为浩大 伺来了一支大队人马 且这队人马快如流星 即如闪电 犹如利剑 直插左翼 回狐左翼灯时大乱 那可是率台 寒战之际 卓华一眼望见阵眼处 一回狐大将 手持强弓扣弦远射 竟见无须发 所射之处 非死即伤 护于一旁的宇涵 随着卓华目光望去 随后看向卓华道 正是 相传回狐主将萨里 擅使强弓 想必那张弓之人 便是萨里 宇涵话音刚落 就见卓华望向 率台的目光陡然一亮 似过天寒星 凛冽森然 却不过只是一瞬 随即便收回了目光 电光时火 宇涵 力时四伏至心灵 他为作多想 转头便吩咐小武道 护好郡主 拳拳指挥 随后声望卓华一眼 道了句 我为郡主 取那萨里的人头来 说罢也不带卓华回答 波马直冲率台 宇涵 带卓华反应过来 却为时已晚 宇涵已凭一枪孤勇 冲进敌军 我去寻他 又一匹快马飞奔出队 追随而去 却是敏玉 敏玉 卓华和三姑 一起又交了起来 却终是无用 敏玉追着宇涵一路奔去 宇涵一路厮杀向前 心中却越来越轻松下来 他自十岁起 便追随于他 他的一颦一笑 接牵动着他的心 他每一个举动 每一个眼神 他都清楚明白 因此 浊华看向回狐率台 那一眼的深意 韩宇顺势便知 擎贼擎王 杀敌沙疆 这也许是他能为他所做的 最为轰轰烈烈的事了 单枪独棋 为他去取敌军上将的首级 便是秦浩轩 也未必敢做 而他却去做了 不若秦浩轩那般虚伪 说什么国家大义 他所做的 就只是为他 成 他便是他的英雄 拜 他也许会永远记住他 允涵咧嘴笑了起来 这一刻他整个人 如得了解脱一般 痛快舒畅 似有一股力量 将他架了起来 简直要一飞冲天 手中宝剑左突右杀 上下翻飞密不透风 所过之处死伤无数 就这样一路杀向率台 只是 正于敌影闯杀之际 却不知何时 敏玉突然追到了身边 你如何来了 云涵百忙中 寻击瞪向敏玉 咒眉吼道 谁去保护郡主 本来因前一句话 陡然而生的希望 顺时被第二局 给打落泥中 碎成鸡粉 敏玉堵气地边站 边恶声顶道 二百多侍卫护着他 也不少我一个 如何竞偏我不可 这话却是胡闹 虽有二百多名侍卫 但线下却皆冲作杀敌之君 能护着华左右的少之又少 更何况 敏玉之责 本就是近身保护着华 如今这样说 不过皆是在和宇涵怄气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宇涵面臣似水 不再理他 只把手中保剑舞得 如风车一般 呼呼声风 一腔怒气 接泻在了回呼人身上 敏玉自知理亏 却又放不下身段 因宇涵偏心 心里存着怒气 此时也将满腔怒火 全都住于手中双剑之上 两手翻舞 若心散满天 剑气如虹 二人竟异常默契 神勇非常 直杀出一条血路 来到率台之下 主将所在 护卫吉言 颇有些回呼高手 仅未于此 宇涵敏玉一路杀来 已费了不少力气 此时在遇高手 便觉吃力 好在二人皆武功不俗 宇涵更是少有的高手 一时间率台之下 混战一片 回呼见有人偷袭率台 不少兵将 纷纷从四面聚来 围杀宇涵敏玉 再说 那率台之上的回呼大将萨里 除了坐镇指挥外 亦用手中的强弓铁剑射杀 大骑将士 此时忽见台下一片大乱 竟有两个大骑人 前来袭迎 于是立时搭弓扣剑瞄准一人 旋即铁剑离弦而出 如果天流星寒光破人 直冲敏玉胸口而去 敏玉 重弓铁剑 风声呼啸 宇涵耳闻剑锋心中大惊 想也未想直接飞身扑来 以身挡住射向敏玉的利剑 敏玉眼睁睁看着宇涵以身相护 用自己的胸口 去迎那飞射而来的铁剑 差时吓得浑身冰凉 剑即如电 宇涵甚至已经感受到了 剑尖的寒风触到了胸口 以及将要定入胸口的那股推力 千军一发 忽而一把长剑陡然飞来 自下而上 从宇涵面门前飞速划过 只听当的一声 那美铁剑应声便被磕飞出去 随即一张俊美无双的脸 出现在宇涵敏玉面前 并伴随一声惊呼 你们怎会在此 宜兵 敏玉也惊呼起来 来人正是秦浩轩 再见浩轩 宇涵也甚是惊讶 敏玉却十分高兴 直到郡主终可放心 如此情况 自保都难 自然不能叙旧 众人未再多说 浩轩即带来的己人 与宇涵 敏玉会成一处竭力拼杀 宇涵看了看率台之上的萨里 又看了看浩轩 心中五味杂陈 秦浩轩未死 这本是好事 可自己那些小心思却该如何 他望着率台 手中剑势陡然凌厉起来 索性心下意横 也不再去找什么时机 只不管不顾的纵身欲窜上率台 可几次 皆被台下的回狐高手给挡了回来 浩轩见此 也抬头看向萨里 心中同样焦急 他炸死引踪 费尽心思 就为偷袭回狐率台 取萨里人头 主将毕命 回狐为军 必会大乱撤兵 其实 回狐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据他所知其军内派系伶俐 争斗激烈 此次萨里部围攻大旗边境沙城 看似来势汹汹 却也和他一样 外强中干 粮草后援未必能及时跟上 此刻说不得 也是苦巴巴的过日子 便有支援 来的也极有可能是回狐巴瓦尔部 可巴瓦尔与萨里向来不合 若是前来 却不知道底是支援 还是抢公斋果子的 如此情况下 萨里部自然会急于 在巴瓦尔部到来之前 攻下沙城 护住军功 但萨里为人 却又极为谨慎 自己若不是之前 装了一日两夜的阵亡 想必他也不敢投尽全力 放手一搏 如今既已调出萨里主力 必要一击致命 方能控制战局 若萨里备战 回狐兵败 以巴瓦尔与那剑链上 知难而退的性格 必然会转身打道回府 如此 沙城之危可解 回狐这二三年内 也不敢再来犯境 因此 浩轩心中焦急 不比与韩少半分 也强势几次欲冲出重围 越上率台 可回狐人四皆知 他与宇涵是高手一般的 全力围攻二人 以人海战术 将两人团团困住 浩轩边打边与宇涵会合 二人忠实后背相抵 近视一处 配合默契 似又回到京城突围那晚 见他与宇涵竟 吸引了大半兵力 浩轩忽然灵光一闪 猛然转向不远处的 敏玉大喊道 敏玉 上率台 敏玉一听历时会议 历落地解决掉身边几个回狐士兵 纵身一跃 快如疾风 迅如闪电 冲上率台 未带萨里反应过来 敏玉已到了境前 身形将落未落之际 手中宝剑已然挥辟而下 只见手起剑落 扑的一声 历时宏光崩陷 血住喷剑 萨里被一剑封喉 死尸栽倒在地 敏玉上前一步 一剑砍下萨里人头 随后抓起发迹高举在手 大喊道 萨里已死 首级在此 尔等还不速速退兵 此话一出 回狐军队灯时大乱 大骑兵将 当即趁机一鼓作气 发起猛攻 失了主将的回狐大军 人心彻底涣散 未用多时 便如潮水一般 向后四散撤逃起来 大骑上了 秦浩轩仰脸笑了起来 冲着敏玉高声喊道 敏玉首任敌军主将 立了头功 可真是了不得啊 明明一听 也忍不住敏嘴笑了起来 转眼去看雨晗 雨晗看着高台上的敏玉 扮上忠实一笑 两声宽慰 胸前的那枚 碧玉粘碎了 萨里的铁剑 虽被浩轩一剑撑开 但渐渐其实还是碰到了 自己的胸口 只是被那玉粘挡了一下 如此也好 毕竟在那样的生死关头 自己竟愿意为了 这个姑娘豁出性命 其实还是在意她的吧 不过雨晗的感慨未完 就被打断 浩轩四突然想起了什么 声音一下子变得阴沉暴怒 甚至夹杂着后趴的颤抖 郡主也来了吗 她在哪儿 第132章 别扭 雨晗见浩轩猛然变了脸色 行之她是 刚刚与回湖血战不得分心 如今回过味来了 自然担心着华至极 于是刚要开口解释一二 不想 却见敏玉跳下台来 对浩轩提着华时的态度 十分不满 开口回道 郡主担心 你都快疯了 听说 你中了萨里的重弓铁剑 性命不保 立时吐了口血来 你竟还不领情 这般态度 哎 敏玉话未说完 浩轩却已吓得魂飞魄散 当即拨转马头 连连打马去寻卓华 我 见她打马去 敏玉转头 去看雨晗 满脸纠结 我可是说错什么了 雨晗看了看敏玉 伸手用袖子 轻轻将剑在 她脸上的血迹擦干 摇了摇头 没有 你并未说错什么 敏玉笑了起来 那笑容 如此时正午的阳光般灿烂 浙华率众一路厮杀 直冲回狐左翼 向沙城城门奔去 这二百多名侍卫 本就是为了护他安危 精挑细血 伸手不凡 此刻上了沙场 更是以身化刃 各个刀锋凌厉 要因平时与寒对众人操练不堕 故而队形颇有章法 便不散 相互换印 配合默契 如两百余把利刃 会成一只领猎刀锋 散若剑与其发 聚若聚刃开山 回狐君左翼 本就薄弱涣散 如此一冲 历史大乱起来 浙华虽被护于队伍中央 但第一次亲上战场 眼前景象 还是让他十分震撼 战火无情 兵戈无眼 目光所及之处 莫不是断壁残枝 狮山血海 厮杀生与惨叫生混在一起 震耳欲聋 一切如修罗地狱一般 浙华忽然想起父母 他们当年便是如此踏着狮山 趟着血海 一路驱赶戎敌 收复辽东石城 国圣则家安 国破则家亡 这一刻 他与年幼的自己 彻底地和解了 他全然理解了父母 对 是理解 以前只是敬重 如牧 遗憾 如今却是理解 可 他也愈发担心起浩轩 只觉一腔心血 似被无名之火烧的沸腾 激进干涸 若想吸了这赤焰 唯有立时见到他 确定他平安 他 一定会平安 回狐左翼 被撕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一亿被折 中路果然不稳 沙城守军 当即抓住战机 大局反攻 与此同时 浙华率众一鼓作气 冲出回狐阵营 边站边 摇举大旗战旗 高声喊道 大旗援军到了 沙城守军一听 历时精神大震 士气高涨 厮杀间又神勇几分 而也有那少数回狐敌军听懂了 一时间 大旗援军已到的消息 慢慢传开 回狐军心大乱 待浙华率部 即将与沙城主力会合时 忽见回狐军队大乱 随后兵退如潮 他回首望向回狐率台 心知应是宇寒和敏玉得手了 只是二人安危如何 却尚不知晓 他不由地忧心诱天几分 来者何人 沙城守军副将万领赞统全军 见对面吃来一只 打着大旗战旗的人马 不知真假 历时下令戒备 派人高声问话 我等乃泰安郡主亲位 特来沙城就位 小五高声回道 沙城守军 哪有不知泰安郡主的 这位可是他们主将秦先锋的夫人 更何况将士们出征的响赢 还是泰安郡主 用嫁妆银子筹来的 万领一听 不敢怠慢 历时命众人撤下戒备 列队攻营 你们秦先锋现在何处 卓华见万领上前行礼 未待他开口 便急声问道 万领一愣 随后看向卓华身后 朗声笑道 郡主莫及 秦将军这不就来了 卓华一听 盲顺着他的目光回身去寻 可未待看清来人 便呼绝一股大力将他拦腰抱起 随后天旋地转 不知如何就腾空飞身 坐到了另一匹马上 男人的气息清洗而来 自己历时被罩进一人怀中 遮得严严实实 身后无论是冰疆 还是他的侍卫 顿时欢腾起来 起哄声呼哨声 此起彼伏 闹成一片 战马飞奔 卓华于秦浩宣怀中 费力地扭头看他 见那张清俊美颜阴沉似水 玉雕般的下巴 如今冒出了清嘘嘘的胡茶 他笑了起来 他没事便好 至于他现在为何生气 卓华笑着羊头 轻轻吻了吻浩宣的脸颊 秦浩宣明显浑身一颤 随后皱眉哑着嗓子说了句 别闹 稍顿又补了句 敏玉手刃萨里 与宇涵皆是平安 你却放心 卓华彻底放了心 忍不住又欢笑了起来 浩宣低头看了看他 虽知道自己此刻应该急生气才是 可即便紧敏双唇极力克制 嘴角还是不受控制的 微微扬了起来 一路飞奔进城 浩宣于一处前官署停马 想来此处便是猥琐 他平日在前崖与众将议事 晚上夙于后宅 秦浩宣翻身跳下马来 卓华刚想下马 却忽悠被一双手拦腰抱起 紧接着那双手臂一旋 他便整个人落进了浩宣的怀中 浩宣抱着浩宣 如同捧着一个一岁的珍宝 虽急步走向后宅 却又小心翼翼步步稳健 快去把张郎忠叫来 浩宣冲着官署内的差异喊道 眉头自使就为松开 几步来到内宅的卧房 将卓华安顿到了床上 你这是做什么 我又没受伤 见他这般如灵大敌 卓华简直哭笑不得 浩宣却沉着脸 垂眸避开了卓华的目光 直默默坐到床边一言不发 这人 卓华哑然失笑 看他这样 想必真的气急了 郎忠很快来了 是个顺发皆白的瘦小老头 作为一个常年与断枝残壁伤口腐肉 打交道的资深随军郎忠 他干得最多的便是弯肉去腐 缝皮接骨 也是经过大风大浪 见过大场面的 可此刻一进门来 被秦浩宣那么抬眼淡淡一扫 当即还是觉得后背一寒 浑身不自觉地抖了一抖 则则则 这位沙神 今日似乎心情不佳 比平时又可怕上百倍 看那表情 仿佛他就是个冲天炮胀 一句话说不好 便立时炸你个飞灰烟灭 万分慎重地伸出三根手指 给上官的夫人诊脉 诊完了右手诊左手 戴卓华的两只手 被来回复帕子折腾了四五回后 他方才谨慎地转头看向秦浩宣 夫人除了心火剩些身法体弱外 似乎并无什么大碍 并无大碍 浩宣眉头猛然一皱 并无大碍他会吐血 吐 吐血 小老头又是一哆嗦 在上官那深切表示 想要吃人的目光下 又颤巍巍地伸出手来 准备在整个五六变卖 这边卓华却实在看不下去了 盲笑着解围道 确实无碍 之前不过乍听将军受伤 一时急火攻心便吐了口血 那口血原是郁洁在胸 吐出来也就好了 并且当时立即吃了保兴丹 护卖平气 故而却是已经无碍了 保 保兴丹 未等秦浩宣开口 那张郎中倒兴奋地疼地站起来 两眼放光看向卓华 夫人说的 可是生酒堂的独家密药保兴丹 正是 哎呀呀 那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 除了生酒堂 至今还无人知晓其中配方 更别说智出来了 只是不知 不知老朽 可否有幸一关 卓华笑道 这要陷下在我的女官身上 待我让她送给先生两例便是 只是先生心中要有个准备 那药的名气既然如此之大 却又至今无人能仿制 且生酒堂虽然是他为镇殿之宝 却不过向驾高者随意售卖 就说明 他们并不怕众人去仿他的药 其中必是有无数高手试过 但皆参不透观俏 先生拿去是拿去 却切莫要钻了牛角尖 否则反就不好了 张郎中一听 卓华竟要送他两例 历时大喜 赶忙站起身来一一到底 口中碎碎念叨 老朽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夫人放心 老朽只私下琢磨那样 绝不会误了军中的正事 张郎中此时心中的喜悦之情 已断然压倒了 对一旁黑脸上司的敬畏 哎呀呀 这位夫人真是大手笔啊 想那护心丹虽并不先卖 可一例却价值百斤 她一个小小军医 就是攒一辈子的钱 也买不了一例 可如今 这位长官夫人 竟然一出手 便送他两例 真真是个大气磅礴的女子 嗨嗨 一旁的秦浩轩 此刻简直黑云压顶 脸硬的快滴出水来 以全底唇咳了两声 抬眼看向张大夫 目光中无声地飞出数把刀子 小老头只觉得后几辆一辆 差时头发根都立了起来 芒又草草向二人拜了两拜 既然夫人无碍 那小老就先告辞了 说完也不带上官发话 忙拎起药箱 抱着脑袋 跌跌撞撞地夺路而逃 刚刚他得意忘行了 简直忘形得厉害 差点就忘了 他们那位上官 是专门切人脑袋的 碍眼地走了 屋里就剩下卓华和浩轩两人 卓华刚要开口 却哪知身边这头倔驴一撂蹄子 啊 不是 一甩战袍 起身去了外间 坐到书案后面 像模像样地捧起兵书 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相面 卓华福娥 看来今儿这事不能善了 自己这趟 到底出了他的逆铃 他抬眼看了看书案后面 装模作样半天 书却未翻 一夜的浩轩 低头鸣嘴一笑 随后也不理他 起身走出门去 寒冬腊月 屋内虽剩了两个火盆 可秦浩轩在卓华出门的那一刻 还是顿时感到 浑身一寒如坠冰枯 他扔下手中的书 抬眼看了看门口 剑纳门真的就被卓华 从外面哐当 一声给合上了 心中顿时委屈无限 原本就紧敏的薄唇 此时垂下了嘴角 几乎撇成了一个要哭的状态 不过秦大将军 当然是不会哭的 他围紧锁了眉头 独自坐在书案后面运气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卓华似乎去了很长时间 秦浩轩的情绪 也慢慢从委屈过渡到了担心 卓华去哪了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不熟的出府干什么 可是若真出府了呢 今日虽然大败回狐 但仍有残敌 城内说不得 还有回狐的奸细未撤 若被卓华遇上 秦浩轩猛然站起身来 浑身的血液几乎快要凝固了 他抬腿就要向门口奔去 谁知 门此时却滋扭一声 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第133章 剑伤 开门声一响 秦浩轩立刻又一屁股 坐回了书案后面 伸手胡乱抓起兵书 装模作样地摆出个观云长夜读春秋的造型 眼角余光却偷偷瞥向门口 来人果然是卓华 他从厨娘手中接过托盘 轻轻走了进来 厨娘行礼告退 顺手将房门重新衍上 秦浩轩那颗高高悬起的心 这才终于又落回了杜勒里 只是经刚刚那么一下 原本的十分火气 陷下去只剩了三分 卓华将托盘轻轻放到书案上 上面摆着一书两饭 还有一个小小的瓦罐 食物的香气阵阵袭来 秦大将军目不斜视 可肚子却特别争气长脸 立刻叫了个惊天动地 话说脸皮这东西 如果够厚 说不得还有别的用处 例如像面团一样 酒过来堵住耳朵 秦大将军此刻 就在这如雷的复明中 果断装成笼子 全当自己听不见 卓华实在忍不住了 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戏谑道 秦将军好本事 只听说古人熟读兵书 可倒背如流 却从未见像将军这般倒看如流的 此话一出 浩轩这才发现自己的兵书 原来拿倒了 饶食他脸皮厚的像城墙 此时也经不住老脸一红 还装什么装啊 他随手将书扔到岸上 身上的姿势却是不变 只正经微作 盯着对面的维漫仔细研究 应该是想看出朵花来 卓华见此微微一笑 伸手揭开瓦罐的盖子 鸡汤的浓香立刻飘了出来 秦浩轩的肚子 又十分配合地嘶吼起来 我并不怎么擅长厨艺 三姑的厨艺还不如我呢 更别说教我 维会的炒青菜和炖鸡汤 这简单的菜式 还是当年在宫中时 为哄锐义太皇太后高兴而学的 却没想到 时隔多年 我竟然还没有忘 秦浩轩动了动 不过他最后的倔强 让他挺住了 仍保持着关云长夜读 维漫的姿势一动不动 浊华一边盛汤 一边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我本来想从杀鸡开始的 不过厨房捉来的那只鸡 十分劣性 铺扇着翅膀 只想啄我 当时我就想起 锐义太皇太后以前说的 想吃小炒肉 还要亲自杀猪的笑话 于是便让厨房的人去动手 不过厨房的那把菜刀还真锋利 只切了根葱 竟就劈掉了我一块指甲 送到秦浩轩面前 那碗鸡汤还没放稳 浊华的手便猛然被擒住 果然左手小指的指甲缺了半块 虽微破皮 却阴披的渗身 隐隐露出一线红迹来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浩轩的眉头 这一天就没松开过 此刻更是恨不能夹死之蚊子 你肯理我了 卓华看着浩轩笑了起来 眼睛里星星点点闪烁着脚下的光 秦浩轩握着他的手叹了口气 拉他坐到自己的腿上 抱着他 宝贝着他 声音闷闷地带着两分委屈 我怎么舍得不理你 我就是生气 很生气 你看你切掉块指甲 我都心疼得不行 可你竟然还敢背着我 私自来杀成前线涉险 又吐了一大口血 浩轩越说越激动 满心的后怕 甚至让他忍不住 轻轻站立起来 乍听这消息 我简直快疯了 只想着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该怎么办 就算万死 也要将那萨里残步斩杀殆尽 哪怕是追到回湖静美 之前我就曾经说过 不许你以身为耳 更不许你以身犯险 可你却全然不听 你真是 真是想气死 浊华猛然扶下身去 堵住了浩轩的唇 将他所有的胆颤心惊 所有的积月后怕 悉数吞了下去 唇齿间的缠绵 犹如一把野火 差时燃起一场 真实的浮生大梦 浊华觉得自己 能给予浩轩的是如此之少 唯有这一腔温柔 这满心真意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 如此害怕 以前便是同他一起五门外 为林家军请愿 对抗整个大旗 便是京交面对王室的 大批刺客 便是顶着谋反的罪名 从未怕过 可今日 他竟怕到失控 当芬芳柔软的唇 毫无预兆地硬上来时 浩轩烧了一天的熊熊怒火 就这样刹那间烟消云散 转而却被一个又一个地 滔天巨浪淹没 这巨浪铺天盖地密不透风 他觉得自己已然无法呼吸 机遇溺斃在这 无限汹涌的温柔之中 情浓如酒 两人都有几分微醺薄醉 浊华的手轻轻探向浩轩的胸口 却不想当即 引得他闷哼一声 身体一僵 不过 电光一线之间 却随即恢复如常 四眼是什么一般 秦浩轩的吻 历时又澎湃几分 铺天盖地密集袭来 浊华皱起眉头 瞬间清醒过来 他挣扎着推开浩轩 伸手一把扯开他的衣巾 果然 衣服下面是厚厚的绷带 上面已阴出了烟红的血色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你中了萨里的重弓铁剑 只是获笛之术吗 却为何真的受伤 卓华看向浩轩 这一刻 他忽然理解了 他刚刚的那番怒火 此刻看着这伤 他也是满心的胶着心疼 无处发现 双眼盛满酸色 机遇喷波而出 卓华正开浩轩的怀抱 便向外奔去 见他真急了 浩轩立时慌了手脚 盲肠臂一捞 将卓华又重新揽入怀中 口中哄道 你且别急 并不是什么大伤 只不过伤了皮肉而已 爱着他身上有伤 卓华并不敢十分挣扎 嘴上却是疾到 你快放开我 我去寻三姑 要些止血的药来 重新给你包扎一下 原来为这 浩轩心下一松 随即笑道 蟑螂中已经帮我处理过了 所以不急 再说 怎么也得先把饭吃了 打了半天回狐 我还真是饿了 说着 浩轩的肚子 又适时配合地叫了一声 以示委屈 浩轩揉了揉肚子 一脸的可怜 见他这样 浊华终于忍不住扑斥一笑 浩轩历史只觉满天的云彩惊散 只是秦大将军似乎忘了 最开始打定主意要生一场大气的 好像是他 怎么后来反而成了 他哄卓华别生气了 不过 此时此刻秦大将军 估计也想不起来这些 三姑带着敏玉 住进了畏锁的厢房 云涵等人 也被好好寻了住处安顿下来 傍晚时分 沙城的斥候前来禀报 回湖巴瓦里布行 据沙城八十里万遇萨里残部 得知萨里被销首失重后 由原路返回 如此 回湖之围彻底被捡 巴瓦里收编了萨里残部 到四占了个不小的便宜 便宜 浩轩忍不住冷笑 这回湖内部如此勾心斗角 如同一盘散沙 看来近一二年内 是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如此对大气十分有利 一时半会儿 够不成什么威胁 不过这声冷笑未待完成 尾音却陡然化成一声抽气 浩轩嘴里像含了块滚烫的热膏 嘶嘶嘶到抽出口凉气 低头看着正给他上药换绷带的浊华 委屈巴巴道了一句 媳妇 我好疼 浊华历史无语了 只觉得这丝真是前后两张面皮 刚刚还藏着掖着 不想让自己知道他受伤 如今又装起可怜来 他故意不接话茬 只将那包扎妥当的伤口 仔细剪看一番 刚刚一只高悬的心裁忠视 放了下来 转身一边洗手一边说道 虽是剑伤 却不中 只是 都说 纳萨里的重弓铁剑 有百弹之力 所碰者皆不得善过 你却只受了点皮肉伤 着实幸运 浩萱在浊华背后 颇气愤地撇了撇嘴 只觉得他媳妇真是铁石心肠 竟完全无视自己喊疼 不过戴浊华一转过身来 却又立刻把脸一抹 换上富乐呵呵地讨喜嘴脸 变脸速度堪比孙猴子 你夫君我本就服大命大 而且 说来这次 还是你救了我 你看 浊华心生好奇 忙擦了手上前 只见浩萱不知从哪 仔细一看 原来正是他生辰那日 自己送他做联络信物的龙闻诀 这欲诀本是海外来的刚欲所致 极为坚硬 此刻却碎成几块 被人用发丝细细缠绕 沽了起来 浩萱抬眼看着浊华 笑道 我一直贴身带着他 却不想他反帮我挡了一件 人都说夫妻永结同心 我本想用我的头发 打个同心结 把这欲估上 我手太笨 脑后的头发都快揪秃了 也没打成 只能这么草草绑着 只盼我能如这青丝一般 缠你一生 绑你一辈子 浊华猛然扑进浩萱怀中 满腔柔情 此刻皆化为出生春水 涓涓不息 谢谢此生能得见此人 谢谢他成为自己 不期而遇的意外 美人主动投怀送报 秦浩萱又不是什么 吃斋如素的善男性女 当然立刻热情洋溢地 回应起来 铺天盖地的吻 让浊华喘息不得 滚烫的热情霸到袭来 浊华开始后悔了 颇有点主动似乎的感觉 浊华 你的伤 浩萱 没事 你刚才不都说是 皮外伤了吗 浊华 你刚刚不是还喊疼吗 浩萱 骗你的 本来想让你心疼我 既然你不上当 那就让我好好疼疼你吧 浊华 沙城处于荒漠之上 地如其名 放眼望去漫天黄沙 无尽苍凉 却又因这里有一处水源 一片绿洲 使得这荒凉中 增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如遗落在黄沙中的明珠 有他独特的光彩和风情 一连几日 浩萱带着浊华 于沙城内各处游逛 体验不一样的边塞风光 和各种当地美食 二人自相遇起 便一直处于 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之中 此时借着打扫战场 倾脚回湖残暴的机会 竟难得放下思虑 过了几天安逸日子 只是 这天当浊华和浩萱回到卫所 三姑却迎了上来 皱眉轻声禀道 郡主 潘北来了 说有要事禀报 浊华历时皱起眉头 潘北是他安插于清明城的暗闲 自己平时并不敢轻易与他接触 接令至渠道联络 就是怕暴露了暗庄 如今 他却不管不顾 从清明追到沙城来 只能说明 清明出了大事 浊华看了浩萱一眼 见他正看向自己 显然也意识到事态严重 二人为作多言 历时一同进了惠客的厢房 只是浊华不知 之前他的小心谨慎 并非全无道理 此刻卫所外某处阴暗的角落 正引了一双幽冥鬼伙般的眼睛 死死盯着风尘仆仆的潘北 匆匆走进卫所大门 第134章 奔丧 潘北带来了三个消息 第一个便惊天动地 晋王爷已于三日前轰视 浊华乍听心中一惊 忙转头 去看浩萱 见他已陡然红了眼眶 似一口气憋在胸口 虽撑在当场面无表情 眼睛却快要滴出血来 立在地上的潘北 此时也不敢再往下说 拱手将在原地 卓华忙握住浩萱的手 半赏见他慢慢缓了过来 这才冲潘北点了点头 潘北方才低头继续回禀 晋王自知大陷将至 临终前先命未禄 勒死冯侧妃 为其殉葬 又派出一队人马于前夜 秘密送走秦浩林 想来不出意外 秦浩林自此便要隐姓埋名度过一生 世上以后再无晋王府三公子 卓华垂下眼眸 生于帝王之家 从来都身不由己 已算不错 想想当年刚出娘胎的秦浩萱 只因一个虚妄的夺嫡之念 差点就被晋王一箭劈死 后虽保住了性命 却为戴满月 便被送养别处骨肉分离 自此江湖漂泊 孤苦无依 秦浩林被送走 当然有为秦浩宇侵怒之意 晋王终其一生 留下满心的不甘于野心 临终前 全都寄托在了秦浩宇的身上 可此举更多的 却是为了保护秦浩林 秦浩宇羽翼已封 又全权接下晋王所一势力 晋王轰逝 秦浩林变成了秦浩宇脚下 可被轻易踩死的蝼蚁 再无人能给其庇护 便是冯家 卓华冷笑一声 如今也怕是自身难保 果不其然 卓华这想法 刚在心中一闪 便听潘北说起第二个消息 晋王轰逝第二日 清临城内便混进了一对回狐奸细 当日夜闯冯府行刺 都指挥使冯显书身中飞镖 当场身亡 卓华闭了闭眼睛 秦浩宇果然等不及了 如今冯显书一死 整个西北军权 便是不能历时落入秦浩宇囊中 也不过是早晚之事 第三个消息 却是与荣迪有关 荣迪大皇子萧复开 纠集北地军力 以迅雷之势袭击王庭 新王萧复拓 在政变中 深重流史而亡 老王萧景 据传 因见长子归来喜极 一时谭谜心窍 没停几日 也撒手稀去 卓华忍不住冷笑 喜极贪谜 这老王萧景 也算半生叱咤风云 谁想灵了 竟会接连栽到 自己两个儿子手中 说来讽拉 萧复开 也算是为当年 四万龄家军将士 间接报了那平成之仇 还有蓝娘 自他前往荣迪 已近两月 想来此次荣迪政变 他应该也有几分功劳 秦浩宣自听说 晋王轰逝 就一直坐在一旁木然不语 似乎被抽走了所有情绪 直到潘北拱手退下 东湘只剩下他和卓华 浩轩才终慢慢松动 他静静靠到卓华身上 哑着嗓子说了一句 卓华 自此 这世上我了只有你了 卓华明白他的意思 瞬间揪心扯废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唯有抱着浩轩 给他支持 给他安慰 于这寒冷阴沉的冬日 试图将自己身上的温暖 传给他 哪怕那么一丝半毫 两个自小便孤苦无依的人 互相取暖 他们如今都只为有彼此 沙城上下挂白 全军将士摘音戴孝 卓华领着三姑敏玉 买进了沙城的白布 分发给众将士 又亲手给浩轩和自己 赶制了两套校服穿上 随后是不宜迟 除留部分军队阵守沙城外 浩轩连夜带着大军开靶 返回清明 冬夜总是漫长 塞外旷野之上夜行 月高星熙 显得格外寒冷孤寂 三姑带着敏玉 与卓华同坐在车上 此刻忧心忡忡 郡主 靖王爷轰逝 为何清明那面 依然静悄悄的 竟连个送信的都没有 靖王世子心术不正 此刻回清明 只怕凶多吉少 卓华伸手轻轻掀开车窗帘子 看着浩轩坐在马上背影挺直 如一杆笔直的长枪 他低声说道 这些我如何不知 可王爷轰逝 为人子为人席 必要奔丧尽孝 便是前面有刀山火海 我与宾也要去闯 这缘就是我们的本分 若猜得不错 清明城那儿 也就这一两日 便会来传消息 世子总得腾出两天时间 来交接权柄 收拢势力 待卧劳了西北的大权 才会腾出手来招呼咱们 说把他放下帘子 转头又看向三姑安慰道 不过 三姑倒是不必太过担心 只要将之前我所说的都办妥当了 就出不了什么大事 三姑一听 盲点头说道 郡主放心 粤鱼钱便已经安排好了 想来不日便能见得分享 卓华点了点头 转眼看向敏玉 又叹了口气道 只是敏玉与雨寒 扶风与小五的婚事 却是要往后拖上一拖了 敏玉脸上一红 低头称怪道 这千头万绪的 您还有心思操心这些 边说边把星天好火炭的手炉 递给卓华 又将他手中原来的那个换下 叹了口气 好歹鲜血一些 痒痒精神 郡主忧思太重 时应保重身体才是 敏玉到底是长大了 三姑心中欣慰起来 忍不住去拍了拍他的手 卓华也确实累了 靠在三姑放好的饮枕上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徐氏连日奔波又担惊受怕 这一觉 只睡得个天昏地暗大梦颠倒 期间四觉的浩轩上的车来 将自己抱在怀中 又模糊听到他与三姑的对话 想是太累了 让他睡吧 不要吵他 不知睡了多久 卓华呼绝队伍停了下来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 天光已然大亮 自己竟然一觉 睡到第二日晌午 浩轩仍抱他在怀 想必是以这姿势做了一夜 卓华坐起身来 浩轩勉强扯了扯嘴角 却终是没能摆出个笑容 直到 秦浩宇派了 萧锦坤和魏露前来抱丧 除了抱静王之丧外 这二人还带来了一道 所谓的世子守谕 则魏露接管秦浩轩所率军队人马 驻扎于清明城外的东山大营 原来静王身边那个 一直默默无闻的魏露 竟是静王爷 留给秦浩宇的帅才 秦浩轩面无表情地 看着车窗外魏露 与万岭交接 出战沙城的人马 卓华心中沉重 知道这其中 大部分原是静王爷的嫡系 如今皆成了 秦浩宇的私兵 清明城内 想必已然梳理好了 此刻又收拢兵权 秦浩宇彻底掌了 静王的全部势力 卓华 你先带着雨晗等人去辽东 带我料理完父王的丧事 就去许你 浩轩抱着卓华轻声细语 中扯出一个 极温柔的笑来 可语气却是不容商量 浊华一末 随后搬过秦浩宇的脸 郑重地看着他 语气同样地不容置疑 秦浩轩你听着 你去哪 我便去哪 你休想甩掉我 这清明城 我跟你去定了 生同期 死同学 谁也别想 将我与你分开 便是你 也不行 浩轩看着浊华 却终是 在他那固执而温柔的目光下 缓缓垂下眼睛 败下阵来 此次太过凶险 我不想你再去涉险 我且问你 若以你换我 可会就此让我一人独行 那我又如何会放你一人回清明去 此话入耳 浩轩忽而一笑 他怎么竟忘了 他的浊华 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规格 又怎会如 普通规格那般 从夫随分 只做一个乖乖听话 没有主见的女人 浩轩握住了浊华的手 终是笑着点了点头 好 你我夫妻 便去闯一闯那龙坛虎穴 浊华只觉浩轩 多日欲结眉心的 埃斯顿十四冲淡了不少 虽连日熬战 使得他形容憔悴 可刚刚那一笑 却仍眉目寒情 若梨花硬水 煞是好看 浊华轻轻靠近了浩轩的怀中 春日游 杏花吹满头 墨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妾你将身驾雨 一生休 思地香 清宁城内果然换了气象 此时全城挂白 人人待笑 晋王府内更是哭声震天 前来吊咽的亲友 络绎不绝 灵堂之上 浩轩披麻戴笑 双目赤红 极尽哀思 与秦浩宇分别带着各自家眷 跪于灵鹫两侧 守灵举哀 乍见冯洛山 浊华只觉 惊了一跳 原本一个风雨圆润的美人 如今却行销鼓励 看向浊华时 眼神怨毒 满脸讥讽 冯显书遇刺身亡 冯家却绕过了正经的嫡子冯朗 不知从哪蹦出个旁之长辈 暂代冯家军职 接管了西北的兵权 且秦浩宇 已将此事 拟折上报朝廷 极力推崇这位暂代的长辈 大赞他老成持重 可担大任 又有传闻说 世子妃逢侍 因丧腐之痛 哀伤过度 迷了心窍 以致神志恍惚 举止疯癫 似乎还曾大大 冒犯过世子 如今 平日里街圈于 后宅小院内静养 轻易不得见人 今日竟能出的后院 倒是让人颇为意外 线下晋王府中 溃大权权由侧妃 萧氏独揽 那萧若阳此刻 正领着一众整妾 跟在冯洛山身后 举哀叩拜 哀容中 却竟显得意之色 行指款款 风一落落 何止压了主母一头 秦浩宇道 还是那么一副 谦谦君子的模样 严刑间对浩宣 与他攻迁有替 平易近人 现如今 和府上下 还有那西北的官员士绅 皆以改口称其为王爷 复告已派人 送往京城 朝廷的席诀观文 虽还未到 可此事 却显然已是板上钉钉 不过是这路上 一来一回 两个月的时间罢了 晋王的势力 静一世子手中 冯策飞殉葬 秦浩林失踪 冯显书之死 虽西北上下口径统一 却皆心知肚明 这位世子大不简单 将来说不得 会有一番惊天作为 众人如今 莫不是抢着改口 唯恐落在后面 浊华低眉顺眼的 跪于浩宣身后半步 隐约间总觉得 有那么一道 极具轻悦性的目光 若有若无地投向自己 那目光如游走滑溺的毒蛇 又似盯住猎物的阴损 让人心生厌恶 不寒而栗 他低下头 借向吊咽轻有行李之际 悄悄又向浩宣身后 挪了挪 这细微的小动作 并未逃过秦浩宇的眼睛 似是愉悦了他一般 低头回礼之际 秦浩宇的嘴角 微不可查地挑了挑 自秦浩宣与浊华尽得清宁 一举一动 皆在他眼中 他二人越是行指 亲密夫妻相得 他心中便越似 有一把烈火熊熊而燃 机遇烧尽他的理智 考干他所有的隐忍 哼 为何还要隐忍 如今他在这清宁 在这西北 还有何事需要忍耐 还有什么事得不到的 秦浩宣只起腰来 看向对面的浩宣和浊华 这一场 终是他胜了 自沙城回来 浊华连日奔丧举哀 直过了头七方才得以松歇心神 再加上之前连夜奔袭解杀成之围 如此骤然一松 整个人便尾顿下来 日日茶饭倦怠 只是睡懒动 如此歇了十来日 才稍稍觉得有了些精神 三姑几日来一直悬着心 见他此刻精神饲养足了一点 这才赶忙上前 将近日之事一一禀报 一是世子 五 是新晋的晋王爷秦浩宇 前日青来青丰别院探望手足 因浊华身体不适 已喝了要睡下 宜兵并未让人惊动 只亲自于花厅做陪 开始二人 不过是聊些沙城的战士 后来宜兵顺势提了等 先进王七七过后 便会请次离开西北 携郡主游历山川 可 却被秦浩宇一口拒了 秦浩宇的原话是 宣帝何必带着郡主 去经那奔波劳顿之苦 便是郡主的身体 想来也是受不住的 我今日来本 还想劝宣帝和郡主 搬回王府去住 一家人亲 亲热热才好 怎么听宣帝的意思 反倒要和我彻底生分 大夫王七七一过 我便向朝廷上折请 封你郡王爵位 到时候咱们一抚双亡 手足像鞋 岂不献煞天下 三姑将这番话 原封不动地学来 听得浊华 忍不住冷笑连连 秦浩宇的心思 可真是越来越重了 何止越来越重 三姑皱起眉头 看向浊华 简直是图穷比现 这便是 他要禀报的第二件事 清宁城四门戒严 不管是包大海 还是浊华的人 线下皆已出不了城了 第135章 逃逆 晋王爷三七的桑宴上 秦浩宇当着一众 前来祭奠的兵客的面 秦真义切地执着浩宣的手 郑仲提出 请他夫妻二人 重回晋王府居住 以敬兄弟之意 全手足之情 如此来告慰父王的在天之灵 此话一出 历史引得众兵客 一片吹捧拍马之声 人人争先恐后地 说些小晋王爷有替 然后唇孝的颂扬之词 极尽奉承 坐于秦浩宇身边的浩宣此刻 面无表情 将着半边身子 费了好大力气 方才忍住 没将秦浩宇的手甩开 他垂下眼睛 开口时语气中 微不可查地有一丝生意 多谢王爷美意 只是我与郡主 住在清风别院甚是便宜 倒不麻烦 咱们兄弟 还谈什么麻不麻烦 秦浩宇柔声道 他环视四周 目光在远处女兵席上 蜻蜓点水而过 嘴角忍不住 轻轻一挑 外面 哪有家里住着书心 轩帝却是莫要推辞 若再推辞可就是 要与于兄生分了 父王不过刚轰事 咱们兄弟 就冷淡疏远 这让父王的在天之灵 如何安心 此话又引得在场中人 一片附和 有人看向浩宣 满脸赤诚的劝道 王爷一片有替之心 二爷就莫要推辞了 老王爷在天之灵 也定是不想见你们 兄弟生分 又有人说 二爷如此推辞 岂不让王爷寒心 二爷如此道地不妥 是啊 是啊 浩宣一时陷于两难 秦浩宇 把父王的在天之灵 都抬出来了 众人又极力地附和吹捧 抬高秦浩宇的同时 也将浩宣架到了半空 若他拒绝 便是不笑不惕 可 他却无论如何 会也不能就范 浩宣下意识地抬眼 看向坐在女兵席上的浊华 却见他此刻 也正看自己 四目相对 浊华 伸手端起面前的酒杯 随后向右半转了身子 侧面仰头 将杯中宿酒一饮而尽 浩宣稍一琢磨 立刻心中明了 嘴角微不可查地轻轻一扬 转头看向秦浩宇 满面真诚 双目含杯 微微哽咽道 王爷有替之意我 如何不知 又怎会不识好歹 无端推辞 只是父王轰事 正应是极尽哀思 劫如首孝之事 轩如何敢因贪图享受 而搬回王府 更何况 乔迁乃是大喜 否则如何民间 接庆乔迁之喜 父王大丧大悲之妻 如何能用大喜去冲 如此不光是不孝不仁 简直是有被人伦 王爷的好意宣着石心灵 可却万不敢被伦不孝 与此时擅自千居洞喜 浩宣边说 边垂下头去 声音低沉 激进落泪 在场中人顿时鸦雀无声 作为自有定数 每桌皆有一个位高者 被北面难作于主位 浊华这桌 因逢落山称病 削弱秧品及位分不够 因此坐于主位之上的 自然便是 他这当朝唯一的一品郡主 既面难被北 那右手边自然便是西 西邪音通 喜正是在暗示乔迁乃 是大喜 充于大丧 浊华又就是饮了杯宿酒 是又在说丧妻 本就要孝子贤孙 借耳鼻舌眼神异语 便是不能坟前截卢 却也万不能与此时 贪图享受身孕 时间仓促 这番暗示多有牵强 可浩轩却是懂了 秦浩宇随着浩轩的目光 也看向浊华 他虽一时没看明白 不知所以 可当听了浩轩说的这番话后 也立时全然明了 于是心中当即猛然一致 为他二人这份默契 他恨极了这份默契 搬回王府之事 暂且放下了 秦浩宇笑得颇不自然 却满口诚挚 宣弟说得极是 但也不可太过自苦 待父王七七过后 咱们再商量此事 这便是还要纠缠的意思 浩轩无奈 只得先点头敷衍 再做打算 毕竟是桑宴素斋 众人拒不多时便就散了 秦浩宇卿将浩轩华夫妻 送至王府门口 面上笑意盈盈 可待二人转身相扶相 携上了马车 他却陡然沉下了脸色 自己似乎已然等不及了 对啊 如今秦氏 他为何还要等 算算日子 此时应该已是新年 可进王洪市 清宁城内家家挂白首相 自然便没了以往过年的景致 清风别院内 也不过是简单煮了几个素饺子硬景 不知为何 今年的新年格外阴冷 天上一直阴云密布 却又总不下雪 连续数日不见太阳 老进王爷的四七位置 清宁城忽然传来一个惊天消息 朝廷已派兵到了西北 前来捉拿当日 伪造先帝遗诏的反逆 消息一出 上下接近 未待有所反应 朝廷之兵便已行进神速 不过一日 与清宁相隔六十里的小县曲城 便又传了信来 朝廷所派的清插武 将以率兵驻扎曲城 并于当日发了讨密西文 文称 立官载疾 无道之臣 贪残酷烈 却从未见如此 大逆不道之徒 伪造先帝遗诏 尖角圣意 豺狼野心 钱包或谋 乃欲窥妾神器 乱骑士天下 其行人神之所共愤 天地之所不容 义正词言 阵龙发聩 可席文中却只字未提到 底是谁钱包或谋 亏妾神器 无名无信的意志争讨 显得极为怪异 不知轩帝意下如何 消息传来的当天晌午 清风别院的外书房内 再次迎来了 新晋晋王秦浩宇的拜访 他此刻端着茶碗看向浩轩 脸上却并无多少忧色 反而隐隐透着几分 稳操胜券的得意 浩轩抬眼看他 面无表情 这是几日来 他第二次在这外书房内 接待秦浩宇 而秦浩宇的每一次到访 都是别有目的 且步步紧逼 见浩轩没有说话 秦浩宇放下茶碗 微微一笑 此时也不再装什么凶有地功 只如阴郁般 直盯着浩轩的眼睛 向前叹了叹身子 仰起嘴角皮笑若不笑道 你不是想带着郡主 离开清明吗 这却是个机会 我答应你 只要你轻去取称解释那遗诏之事 且劝退朝廷的钦差将军 让他从西北撤兵 我就解了 清明这四门的封锁 让你带着郡主 离开 自此你二人戏马天下 咱们此生不见 如何 这是个诱饵 且明目张胆 递葬了钩子 可秦浩宇知道秦浩轩 最终会心甘情愿地吞下 连那把锋利的钩子一起 如今形势比人强 他已是这西北之主 是这清明城的王 他的手段 又岂止是封锁四门 东山大营的军队 离清明不过数十里 并不怕浊华 那区区二百多人的卫队 就是这院内 在这重重监视掌控之下 秦浩轩要是还想带着 泰安郡主脱身 那就只能就范 听他摆布 秦浩宇笑 一盈盈地看着浩轩 看着他 心甘情愿地吞了那耳 咽下那钩子 这才心满意足地 直起身子 朗声笑了起来 如此于兄便不打扰了 轩弟好好 和郡主道别 事不宜时今晚 就出发吧 曲承离此不到百里 但一来一回 也需两日 愿轩弟早去早归 莫让于兄挂怀才是 说罢 也不带浩轩答话 齐身抱拳告辞 浩轩缓缓回礼 看着秦浩宇离开的背影 表情异常目然 白云居内 浊华午睡未醒 浩轩先去熏龙上 考了考手 随后挥退了 屋内伺候的众人 自己轻轻走到床边坐下 床上的浊华 似乎睡得极不安稳 苍白着小脸 一双眉紧紧簇着 浩轩看着心疼 伸手轻轻 将那眉头抚平 大概从沙城解围 到清宁奔丧 耗尽了精力体力 他这几日 格外的疲乏是水 浩轩又给浊华 掖了一辈子 不想却见他 缓缓睁开了眼睛 我把你吵醒了 浩轩轻柔一笑 伸手抚了抚他的头发 浊华坐起身子 摇了摇头 本就该醒了 最近睡得太多 说吧 就着浩轩的手 喝了口水 方才又问 我刚刚半睡半醒时 似乎听摄月来报 说秦浩宇来了 浩轩一将 低头将手中水杯 放到一旁 强颜欢笑道 并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 是让我走一趟取城 和朝廷派来的钦差 解释一二 秦浩宇允诺 只要我能劝退朝廷之兵 便放你我离开西北 此生不见 浊华看着他 一言不发 浩轩突然忐忑起来 他怕浊华 又如上次出征那般 担忧惶恐 他怕浊华再次落泪 他很怕很怕浊华的眼泪 以前浊华 竟也会落泪了 他该死 何时出发 带多少人马 浊华并没有惶恐落泪 而是皱起眉头 十分郑重地思考起来 浩轩松了口气 故作轻松道 傍晚就走 人马却是不能带太多 只包大海 和秦浩宇派的一个亲信 毕竟是去解释奏变的 带太多人马 反而不妥 浩轩后面的话 在浊华清澈的目光下 渐渐没了声音 这套牵抢附会的说辞 自己都觉得虚假 浊华聪明至思 这皆是秦浩宇的友谊刁难 浩轩猛然抱住了浊华 千言万语 只化成一句 等我回来 不过深时 天光便已然擦黑 多日不见的太阳 依然未能露面 天上阴云厚重地如同下一刻 便要压顶而来 寒风凛冽 满城萧索 浊华从车上 微微探出身子 看着浩轩带包大海 及那个叫吕大的随从 三人三马 迟出城门 直至消失不见 一旁野来相送的秦浩宇 骑在马上 车内驾马而回 却连一个眼神也另吸给他 可 他并不生气 一点也不 心中反倒极为兴奋 他的眼睛 一顺不顺地盯着那辆 渐行渐远的马车 嘴上却对身旁的人吩咐道 盯紧了 是 一个黑影 飞边去 东山大营那边 都准备好了吗 秦浩宇问萧景坤 萧景坤忙恭敬回道 都准备好了 可 不过就那么几个人 何至于动用军兵 秦浩轩 转头不嫌不淡地看了他一眼 萧景坤丽时觉得 头皮一麻 盲拱手低下头去 那便是 你没见识了 秦浩宇慢悠悠地说 不知道什么叫以义当时 什么叫义父当官 万夫莫敌 浩轩带着包大海 和秦浩宇派的那个旅 大出了城门 刚走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忽听身后马蹄声震天 似乎有大批人马 追了上来 第136章 捉 当秦浩轩看到身后追来的 宇寒等人时 勃然变色 你们如何出城来了 郡主线下 岂不是孤身在城中无人保护 你们快回去 若非尚存一丝理智 秦浩宣机遇杨鞭 抽宇寒一顿 宇寒回头看了看身后 236个侍卫 又有赶车的老黑也在其中 再加上他 整整238人 一个不少 心中难受 陈生说道 你以为我们想出城来吗 这是郡主的命令 郡主有令 莫敢违逆 糊涂 他说神就是什么吗 他就一定算无一策 他这样让你们出城跟了我 自己一个人于城中涉险 那城中 浩宣猛然一锤马 总之 你们现在立刻回去 晚了 宇寒回头望向城门的方向 忧心忡忡地闭了闭眼 郡主说 我们紧随你出城 必不会受阻 这样的出城之机 只此一次 且出的城来 便再回不去了 若回去 便是死路 你是说 郡主的那对侍卫 已然全部出城 追秦浩宣去了 秦浩于此刻 斜靠在外书房的暖榻上 听得禀报 却并未显出几分高兴 反而眉头一皱面沉似水 正是 萧锦坤公立一旁 忍不住露出几分兴奋 世子果然料事如神 竟算到太安郡主会行此一招 并提前吩咐下去 那南门守军 已然仔细轻点过了 一共238人 世子放心 多日来 咱们的人早摸清了 这些侍卫的长相 且仔细检查过了 并未混入什么 不该混进去的人 一同出城 想来 应是城内侍卫清朝而出 一个不留 说罢又忍不住 去拍秦浩宇的马屁 到底是锦坤愚钝 没有王爷思虑周全 原本王爷说 此种可能也有万一 我竟颇为不解 现在想来 那太安郡主 到底是个内宅妇人 一见自己丈夫 单枪匹马去涉险 如何能放得下心 自然倾其身家 只为护肤 却全然忘了自己 萧锦坤的话戛然而止 只因他抬头间 正对上秦浩宇英智的眼睛 那目光似催了剧毒 直勾勾地盯着他 萧锦坤下得浑身一抖 忙将刚刚的话强咽回去 如此也好 秦浩宇挑了挑眉 慢悠悠地说道 我本不过多猜一句 不想竟然真应验了 这样反倒省了咱们不少事 毕竟调遣东山大营的兵力 来清明城 清剿着区区二百侍卫 在那些不知缘由的人看来 却是有些小题大做 况且郡主还在城中 如此绞杀 自然不可能不惊动他 我却实不想让他再多恨我一分 说吧秦浩宇一没 许是想到不知浊华之后会作何反应 他又应如何处置 秦浩宇不由地微微皱了皱眉 萧锦坤听了心下一松 去着秦浩宇的脸色 结果话道 王爷英明 说得极是 如此正好 也不用惊动地方百姓 且此次那二百多侍卫 随二爷一同去了 正好借那位只手一并铲除 也不用脏了王爷的手 是啊 秦浩宇仰头向上看了看 忽而一笑 如此万事皆非我亲自动手 想来他也不会对我太过生气吧 去立刻给取成的钦差录将军传信 就说除了秦浩宣外 我还给他送上二百余颗大好的人头 如此他倾脚的反逆中 除了伪造先帝遗诏的祸首 还有其党羽无数 他这样上报朝廷 岂不更加有理有据 这军功也自然比只斩杀一人 又大上数倍 我这份大礼估计明日便到 让他好生接着 是 萧锦坤拱手称没便要退下 却听秦浩宇紧接着又问他一句 清风别院那边可有什么动静 萧锦坤忙又站住 垂手回道 一切如常 不管府外盯着的人 还是府内暗线 接亲眼见太安郡主余身十二刻 驾车回了清风别院 便再位出来 随后不过半炷香的时间 城中太安郡主的侍卫 就倾城而出去追二爷了 萧锦坤虽答得有条不紊 可心中却犹疑不定 只觉得自己所猜测之事 似乎就要发生 果然 就听秦浩宇笑了起来 开口吩咐道 那边立时派人将郡主请回王府居住吧 如今秦浩宣诱 他一个女人家 独居在外 到底让人放心不下 吩咐下去 紧闭四成 非我手欲不得进出 自此刻起 全程戒严 再去派一队人马 前去清风别院 恭迎郡主回府 果然 萧锦坤忍不住浑身一颤 却不敢露出半分 忙公公静静行了礼 转身退下 秦浩宇看着屋内已长起的红烛 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他这一招借刀杀人 便是他再能谋善策 此时也大势已去 破局不了 自之前得知 京中暗扎钦钦差齐绍峰归京 他便注意各方动向 朝廷动兵的消息已经传来 他立时放低身段 主动派人去与大军主将联络 却原来所遣之兵 乃是临近西北的河州驻军 钦差将军 竟也原是故人 如此 双方来往共谋多次 中士一拍即合 齐绍峰必是查到些什么 朝廷才会断然掉河州兵马前来 可是他陷下羽翼未封 绝不能与朝廷撕破脸皮 唯有推出一个替罪羊 来抵下此祸 而秦浩轩便是不二的最佳人选 借朝廷之手斩杀秦浩轩 既凭了朝廷之怒 解西北之祸 又了却他自己的一桩私心夙愿 真是一箭双雕的妙计 至于郡主的那对侍卫 倒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可却也不怕 魏陆所率的二万精兵 就驻扎在城外的东山大营 他远想着 等秦浩轩出城走远 便立时调兵进城 不过才二百多侍卫 任他身手再好 却中双拳难敌四手 架不住人多围剿 想来为之夜半 便能全部剿灭殆尽 可谁知 他竟然真的不顾自己的安危 将侍卫全部派给秦浩轩 身边一个未留 想到此处 原本的大好心情 顿时荡然无存 秦浩与眉头一锁 忍不住猛然将手中的茶碗 置了出去 瓷器的碎裂声 立时惊动了手在门口的金吕 他慌忙推门进来捡看 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失手打了个茶碗 收拾一下便是了 秦浩宇缓缓站起身来 面上风轻云淡 转身夺步出屋 于院中驻足而立 他也曾猜测过他 或许会如此去做 可却中不想承认 他对秦浩轩有这般深情 不过 便是真派给秦浩轩 二百余名侍卫 那又如何 中也是保不住他的性命 金吕指挥着下人 收拾了那些碎片 又见秦浩宇站于院内 于是忙去寻了 见月白的大毛披风 给他披上 口中念叨 爷 外面寒情情地 出来好歹披上点 金吕的话 一时打断了秦浩宇的思绪 他转头看向金吕 呼而一笑 金吕差时 只觉这天寒地冻的苦寒之地 似吹来了一缕江南的暖风 于秦浩宇的身边 吹开万朵春花 原来繁花似锦 竟然也能用来形容一个人 金吕不禁看得有些呆了 半赏方才回过神来 却正听见秦浩宇在唤他 一切可都准备妥当了 秦浩宇漫不经心地转身 看了看这夜幕下的王府 口气已全然是上位者的威仪 金吕忙低下修红的粉面 俯身恭敬回道 王爷放心 一切皆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 秦浩宇微微一笑 物字续续说道 郡主喜劫 那处妾药一尘不染 想必他今夜便到了 你一会儿过去 亲自看着下人将地龙点上 他未寒 定要让屋内温暖如春 却也要小心 千万莫要露了叹气才是 哦 对了 那边里里歪歪伺候的人 你竟要仔细把关 万不能有半点差池 还有 说着 秦浩宇转头看向金吕 眼中盈盈似藏着星光 他若出来 定然心情不佳 届时你却要多多开解 金吕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也跟着我时间最长 凡事交给你去办 我自然是极放心的 金吕呼儿生出了一丝错觉 面前的王爷 似又回到过去 那个清风朗月的少年 有着热切的欢喜和期盼 他的双颊 不禁更加滚烫几分 忙郑重扶身称诺 转身匆匆下去办差了 他一定不会辜负王爷的这份信任 也不会辜负他 心中那个翩翩如玉的少年 秦浩宇看着金吕的背影 又抬头看了看头上 那方阴沉沉的天 不禁弯了弯嘴角 他便将侍卫全部派给秦浩宣 又如何 如此反而替自己 省了不少力气 不是吗 他又何必去纠结他的过往前程 只要他以后的人生 全然属于他就好了 秦浩宇忽然觉得 自己已经等不及了 等不及想见他 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和姿态 王爷 萧景坤的声音 陡然打断了秦浩宇以你的想象 他立时转身去看萧景坤 满眼西记 郡主可是已被接入府中 不想却见到萧景坤一顿 目光躲闪 并 并王爷 并没有 带我们的人去到清风别院请人时 泰安郡主已经 已经不在那里了 什么 秦浩宇一听大惊 上前一把豪住萧景坤的衣领 面目猙獰 你说什么 他不见了 是 萧景坤从未见过这样的秦浩宇 一时吓得哆嗦着嘴唇 说不出话来 怎么会 怎么可能 秦浩宇咆哮起来 萧景坤双腿一软 历时跪倒在地 秦浩宇如困兽 一般在院子里徘徊 捂着脑袋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 太正常不过了 他身上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都是正常的 让我想 让我好好想 对了 秦浩宇猛然转头 看向跪在地上的萧景坤 那对侍卫 泰安郡主有没有可能是 混在那二百多名的 侍卫中出了城 不 不 绝无可能 萧景坤历时连连摇头 那对侍卫 身世三刻便出了城 可咱们在清风别院的眼线有时 还看见泰安郡主 用完晚膳于白云居的院子里散步 且城门守军 对那对侍卫查的急言 各个皆要上下搜身 才被放行 这 绝无可能 听萧景坤如此一说 秦浩宇到底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物资念叨 好 好 只要没有出城就好 他扶额又来回夺了几趟 中士彻底稳住了心神 挑了挑唇脚冷笑道 狡兔三哭 他可比狡兔还要滑不溜手 倒是知己难捉的小狐狸 说吧 转头看向人跪地不起的萧景坤 伸手将他搀扶起来 你去带上李六 将他上次见的那人给抓回来 包括他的老婆孩子 从沙城回来 一直没弄敢惊动他 总觉得会有大用处 果然 今日便派上了用场 你去 看着他们捉人 悄悄进行 务必不要打草惊蛇 带捉了人回来 我要亲自审问 萧景坤还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秦浩宇 只觉得腿肚子抽筋 额上冷汗直冒 赶紧草草行了个礼 转身跑去办差 当天夜里 城东广巨宣的老板潘北 及其家小忽然莫名失踪 第137章 球 天光未亮 清宁城一处小院内 忽然被大批冰冰包围 三姑素来警惕 出绝街上声音不对时 就立刻叫醒领域 自己则胡乱套了件衣服 下床跑进卓华所住的正房 卓华这几日有些试睡 街面上的动静 一时没有将他吵醒 可三姑闯进来的声音 到底惊醒了他 他坐了起来 脸上上带着一丝迷茫 不过只一瞬 便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出了什么事 话音未落 陡然听得院门轰然一声巨响 有人强行将门踹倒 随后脚步声杂乱 院内应该是 涌进了大批军兵 郡主 秦浩宇带兵围了院子 敏玉闪身近来急声说道 话落抬手苍狼狼 抽出宝剑 转身欲出 三姑你护着郡主 我去杀出一条路来 敏玉 浊华大急 赤脚跳下床来 伸手拉他 三姑身形更快 已然上前一把扯住他的胳膊 这清宁城四门一封 满街都是秦浩宇的人 你便是杀出去 又能如何 浊华气急 语气也中了起来 话音未落 呼听门外秦浩宇高声问道 郡主可在里边 与今日特来接郡主回王府小住 自昨晚出了差错 秦浩宇便有些后怕 审了潘北一夜后 得知白云居的地道直通此处 便立刻亲自带人前来 他不想再出任何的插持 王爷如此 也太过心事动众了吧 浊华冲门外朗声说道 随后转身 走到床榻前缓缓坐下 用手仔细穿戴起来 三姑忙拉了敏玉 一起上前伺候 果然是浊华的声音 从屋内传来 秦浩宇顿时将心放下 抬手指住了 随时要冲进屋去的兵丁 笑道 郡主莫怪 如今回湖虽已撤兵 可说不得城内 还有奸细未除 为郡主安全计 于不得不如此 若有惊扰 请郡主见谅 浊华却是懒得 在与他对答 三姑心领神会 冲门外道了一句 郡主梳妆 王爷稍后 秦浩宇只觉心中 欢喜满意 忙答道 不急 不急 屋内 敏玉哭丧着脸端来面盆 三姑却是不去理他 先探了探水温 随后探了口气 伸手扭了个帕子 递给浊华 没有热水 郡主好歹将就一下 浊华摇了摇头 结果怕边擦脸边道 以前咱们初上七霞山时 哪有这些讲究 三姑又探了口气 千房万房 竟还是大意了 浊华拍了拍三姑的手 起身坐到梳妆台前 是我大意了 想来应该是潘北出了事 她那日亲去杀成报信 我当时只觉不妥 事后却撂开首位放在心上 如今想来 以秦浩宇之多疑 如何会不派人盯着咱们 想来潘北便是那时暴露了 她家小街在清宁 自是极容易叛变招供 这狗贼 带姑奶奶出去了 定取她的狗命 敏玉的怒火 终于找到了出口 手中宝剑一抖 恨不能立刻就将人砍在眼前 浊华垂下眼睛 她虽可恨 却也是人之常情 以加小性命相嫌 难有几人不会就范 说吧 又看向静中正给她梳头的三姑 如此情形 不知扶风 三姑于静中勉强冲拙 华安府一笑 郡主放心 我听见动静进来时 正看见她也在动作 扶风的丫头办事倒是急保靠的 西乡那间 扶风和摄月听雪同注 当街上亦有动静 扶风立即醒觉睁眼 从床上猛然跃起 也顾不上穿鞋 伸手抄起 桌上装了墨汁的鼻戏 随后又跳回床铺 开了后窗 直接跳到屋后 那里整整齐齐摆着几龙鸽子 陡然仰手 墨汁如雨点般洒落下来 尽数沾染到鸽子雪白的羽毛上 龙中的小家伙们 被这突如其来的 鱼打 惊吓得不轻 顿时拍打着翅膀乱成一团 扶风丝毫不敢怠慢 扔了鼻戏上前 将歌龙悉数打开 呼啦啦龙中的鸽子 顿时如剑雨 一般冲了出来 直飞天际 与此同时 晋王府的兵丁 也冲到了后院 即把长剑当即 架到扶风井上 扶风未动 只依然仰头 看着天边远去的鸽群 嘴角中视 缓缓勾起一丝笑来 漠然歌雨 这是郡主遇险的暗号 已告知外面的人 情况万分紧急凶险 当房门打开 浊华缓缓从屋内走出时 秦浩雨脸上的笑容更盛 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 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 而这一刻终是来了 浊华带着三姑敏玉 走出房门 看见满院的兵丁 扶风 摄月 听雪三人 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 随后 苍狼狼刀剑声响 三姑和敏玉 也被人以刀剑相斜卸了武器 王爷这是做什么 既要我王府小柱 却为何 绑了我的侍女 浊华抬头 去看秦浩雨 此刻天光微亮 秦浩雨的怜影 在那半明半的陈灰中 泛着清灰 显得沉挚而危险 可眼角眉梢 却满是春风得意 郡主的这些侍女本事 都太过高强 我实在是怕他们 万一心血来潮 想试试自己的手段 而王府的兵丁 却不知轻重 在伤了他们 这刀剑无眼 一个个如花似玉的 不管是死是残 还都挺可惜 郡主 您说对吗 秦浩雨笑着 看向浊华 目光破人 这事 在威胁在警告 以三姑五人的性命相破 浊华上前一步 目光不避不闪 一字一顿道 若他们中有一人 或伤或残 我皆与你 不死不休 呦 自己这是出了他的逆灵 秦浩雨脸上的笑 反而更加开怀几分 看向浊华的目光 就如同看着一只 冲他亮出爪子 却毫无威胁的小猫 郡主莫要担心 他们自会 被好好招待 而且王府的下人 也还十分地用 郡主不如先示上一事 说着秦浩雨双手一拍 历时便见金吕 领着几个丫鬟上前 先跪地冲卓华 磕了个头 起身后 便重心捧月般 围着卓华锤手而立 卓华转身 看向三姑 四目相对 他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也是不用人强迫 大步走向晋王府 备好的马车 秦浩雨看着他的背影 又笑了起来 时时误者为俊杰 果然是个聪明女人 今日他的心情 真是极好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秦浩雨挥了挥手 向王府走去 郡主 这院子是王爷 特意为您准备的 一草一木王爷 都极费心思 您若还有什么 想吃的想玩的 随时吩咐我便是 卓华在金吕等人的簇拥下 走进了启梦局 他抬头看了 看门上的匾额 又见两侧银帘上 写着浮生如烟 启梦异常 却原来因此采取的 启梦二字 见他看那匾额银帘 金吕忙笑着上前解释道 这里原叫庆香小柱 园子叫庆香园 是王府中 景致最好 且离王爷书房 最近有地方 王爷却说 庆香二字不好 启梦二字 您定会喜欢 这才清笔写了 匾额银帘换上 卓华听后 嘴角忍不住 请了一丝冷笑 庆香园 秦浩宇如愿定下 冯家嫡女之地 他怎么会不熟悉 当下也不说话 抬脚便进到屋内 一进门是个小华厅 里面温暖如春 桌子上 满满当当地摆放了 各色粥品点心 金吕忙又上前 请卓华坐下 敬手晚秀 亲自给他各色菜品 都布上一线 边布菜边又笑道 这是王爷特意吩咐的 让您一道 便立食将早饭备好 却不知您喜好什么 只能各色都被上一线 卓华也不客气 坐到桌旁 直住就餐 折腾了一早上 也却是恶极 不管怎样 都不能亏待了自己 金吕见此心中高兴 忙又仔细观察卓华的喜好 凡间他用过第二口的食物 都立时记在心里 卓华胃口似乎极好 吃得正香 护厅门外有人高唱 王爷驾到 屋内一众丫环匍 连忙跪地行李 卓华只稍稍一顿 却并不抬头 自顾又继续进餐 秦浩宇满面春风走了进来 见卓华并不理会自己 只埋头苦吃 不由地微微一笑 挥手叫起众人 随后大马惊刀地 坐到了卓华的对面 金吕忙又乘上一副碗筷 并迅速按照 他的喜好不起菜来 秦浩宇端起周晚 慢慢喝着 眼睛却一直未曾离开卓华 见他虽举止优雅 却不动声色间 吃得极快极多 忍不住嘴角上扬 心情也跟着舒畅愉快起来 一餐无话 残息撤下 金吕带着丫鬟们 伺候着二人 束口禁手后 方挥手领着众人退下 这里可还舒心 秦浩宇隔着桌子探向卓华 温言细语道 若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吩咐金吕 不知王爷究竟异于何为 卓华时不想听他说这些 抬起眼睛 冷言打断 秦浩宇微微一笑 不以为伍 先不紧不慢地 端起茶喝了一口 随后看着他问道 郡主竟不知我异于何为 若郡主不知 又何必连夜盾桃躲着我呢 说着他又向前 探了探身子 直盯卓华的眼睛 笑意盈盈 我所抑郁的 不过是心悦于你 并想尽办法将你留在身边 和你共享这万代江山 卓华猛然站起 身后的官帽以历时 与地面擦出一声 刺耳的尖叫 你疯了 有些事 他心里虽有所猜测 可到底有被人伦大逆不道 此时 秦浩宇竟旁若无人的宣之于口 历时让卓华受了不小的刺激 何必呢 秦浩宇笑了起来 哎 你千万别用那套 人伦刚长的假道训来教训我 我也不用那套 圣者王侯的说辞 来厌烦你 我只问你一句 你敢说 你完全不知 你敢说 你自己完全清白无辜 说到最后 话音抖扬 秦浩宇猛然伸手指向身后 目光凛冽刺骨 卓华顺着他的手指 抬头看去 正见墙上挂着一幅海棠花下美人图 上提一首七言绝句 血位容颜欲为魂 花影自重相自真 血书欲魂高结色 欲讯雪蓉梯透心 卓华当即勃然色变 第138章 旧债 此事卓华自知理亏 当日他一心报仇 正如浩宣所说那般 常常以身为耳 不择手段 未能迷惑王太后 使其赐婚他与浩宣 卓华于宫中和风格外 主动示好秦浩宇 王太后果然上当 自不会让他称心如意 更防他日后夫妻同心不利王室 于是反而下一指 将他赐婚与浩宣 这也是存了挑拨离间 欲使其兄弟戏强的祸心 谁知却反中了卓华声东击西之际 终是成全了他和浩宣 如此说来 他确实曾对秦浩宇多有利用 对他不起 浊华垂眸一末 半晌开口解释道 当时形势所迫 其中缘由以王爷之志 想来心中明了 且毕竟事过境迁 后面的话未等说完 秦浩宇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随即笑声一收 满面讥讽 我自然是事后 想明白了郡主的高绩 只可笑当日 却也是肝肠寸断 直探造化弄人 情深远浅 事已时宜 王爷又何苦纠结于此 我已是王爷的弟媳 王爷亦得了想要的一切 自此各自安好 相忘于江湖 难道不好吗 我想要的一切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浊华垂下眼睛 对对对 你知道 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秦浩宇步步紧逼 浊华节节退后 我们是一样的人 都有着无尽的野心 满腔的算计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以利用一切可利用之人 不管是别人 还是自己 你不觉得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真正的天作之和吗 浊华已被逼到墙角 这样的秦浩宇 太具侵略性 他不是不怕 可面上却仍强作镇定 不 我与你并不一样 我有野心 但适可而止 我不择手段 却从不于底线 我是 曾利用过你 可也助你于西北步步为营 立文脚跟 离京时的恩恩怨怨 暂且不提 我思以为清明结盟 已完全可以抵了 当日的利用 你又何苦 还要如此步步紧逼 何苦 只因你种下了种子 那种子在这发了牙 秦浩宇点着自己的心口 那是你亲手种下的 你如何躲得了 如何逃得掉 说着 他猛然栖身上前 浊华大惊 力时用力推开 转身欲逃 却被秦浩宇一把禽柱 摁在墙上 浊华立刻发疯一般地挣扎 口中喊道 你若无礼 必得我一具尸体 不 不 你别接 许是浊华的决绝狂颠之状 震住了秦浩宇 他松开稚骨 举着双手 慢慢退后半步 不要伤了自己 我们慢慢说 慢慢说 我并不想强迫你 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 好好看看我 秦浩宇边说边微微浮身 将脸摆到浊华面前 我和秦浩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你看看 仔细看看 为何不能是我 为何就非他不可 别再说什么世事无相 像游新生那一套 事后我也想明白了 当日洞房之中 无非是因为我穿了造底官靴 而秦浩宇上午素洗穿软底快靴 若非这个破绽 那日 掀开你盖头 与你里程之人 未必不会是 住口 秦浩宇这番话 让浊华修奋交加 陡然开口立声打断 浩宇从不会如此先怜寡耻 阴险恶毒 世间草木 漠不向阳而生 人亦如此 唯有君险毒虫 采洗阴朝 我又怎会舍冥暖 而就阴毒 哈哈 我是阴毒 秦浩宇是明暖 秦浩宇乍听此言 先是不敢置信 一丝受伤于眼中转瞬划过 随即满目英智仰天大笑道 好好好 我是君险毒虫 采洗的阴朝之所 而你那秦浩宇 是明暖的太阳 可 你大概有所不知 你心心念念那暖阳一般的 秦浩宇此去取成定然有去无回 即便你那对武艺高强的侍卫 倾巢而出 除了白白 又送去一堆人头外 也决然就不了他 你 你对浩宇做了什么 你对他们都做了什么 任秦浩宇的气势在阴郁破人 初听此言浊华也陡然爆发 怒目原争 以弱智之躯上前对峙 哈哈 秦浩宇低头看向浊华 他所有的不甘愤恨在这一刻 竟有了报复的痛快之感 我所做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 话音未落 忽听门外金律来报 王爷 萧二公子求见 秦浩宇看了卓华一眼 嘴角一挑 瞧 说曹操曹操就到 能告诉你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的人来了 卓华差时 只觉遍体生寒 一丝不祥之感 浮上心头 果然 秦浩宇出去片刻 便带回一人 那人张头鼠目形容猥琐 却有几分眼熟 一进门来 立时跪倒在地 那头便败 郡主可还认识他 秦浩宇满眼得意 对卓华笑道 他便是 随秦浩宣同去取城的吕大 吕大 将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那吕大并不敢抬头 一双鼠眼滴溜溜来回乱转 却不敢怠慢 忙回话道 是 禀王爷 小的和包大海同随二爷前去驱城 觐见朝廷钦差 刚出城门不久 便追来一对侍卫称 护送二爷同去 我们警行慢赶走了一夜 与卯士出客到了取城 初时 那钦差路将军在城头上知道 是咱们来了还挺热情 盲命人开城门 那取城原侍卫抵御回乎守护清明而休 里面竟还有座瓮城 咱们一进瓮城 便立时四门紧闭 出不得也进不去 随后不知从哪冒出无数军兵 二话不说 挥一刀就杀 二爷的护卫身手虽好 可以来泰国 突然被杀得措手不及 二来朝廷军兵实在太多 好汉还架不住群狼 不出片刻 那一对侍卫 便被杀了得一干二净 二爷和一个相貌俊俏的护卫 因为身手了得 还能勉力支撑 两人已被相抵 极力战了一阵子 不想那位钦差路将军 却忽然冒了出来 一刀先刺死了那侍卫 然后又一刀斩杀了二爷 你说什么 吕大陡然听到一个女人 立声问道 语气含义彻骨 不由得吓了一跳 下意识中哆哆嗦嗦 又重复了一遍 一刀斩 斩杀了二爷 不 绝不可能 浊华博道 秦浩宇此时只觉云开月朗 心情畅快至极 伸手冲吕大夫挥了挥 道了句 你下去吧 吕大赶忙磕了个头 转身连滚带爬退了出去 秦浩宇抬眼看向浊华 见他脸色煞白 身子摇摇欲坠 却一手撑着身旁的薄骨架 强坐镇定 只是那发白的指节 已无血色的嘴唇 却都将他切切实实地出卖了 你瞧 我便说秦浩宣有去无回 浊华瞪着他 银牙 机遇咬出血来 从齿缝中 缓缓挤出三个字 我不信 你不信 秦浩宇冷笑着挑了挑眉 压迫地向前一步 浊华被迫退了一步 我若说出取成那位钦差将军是谁 也许你就会信了 他叫 陆 元 风 浊华陡然瞪大眼睛 似瞬间被定在原地 对 你想得不错 秦浩宇仔细看着浊华的反应 甚是满意 就是他 陆良川的独生嫡子 投了河州徐老将军麾下 并被其认了一子 你觉得他一招得势 会不会来找你和秦浩宇报仇 毕竟陆良川是死于你的设计之下 而秦浩宇又是你的帮凶同谋 陆氏一族 自此背负叛国弃主的骂名 子孙世代受人唾弃 前程进断 而这一切 皆是拜你所赐 你觉得他会不会恨你 会不会想将你和秦浩宇食肉倾皮 话音未落 浊华猛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随后身子一软 一头撞到薄骨架上 却当即勉强扶住那架子 你怎么样 秦浩宁历时一惊 忙上前要去扶他 你别碰我 浊华此刻以气息虚浮不稳 却仍倔强地勉力支撑 看向秦浩宇的眼神中 满是戒备和恨意 秦浩宇一顿 两腮紧咬 揭示了他此时的阴郁和克制 随后转身奔向门口 开门喊道 快去叫大夫来 快去 后在门口的金吕不敢怠慢 忙去吩咐 秦浩宇哐当又关上房门 稍稍一抹平复下心境 转脸又挂上一副笑颜看向卓华 你却不必害怕 只是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他瞳孔急缩 当即两步窜上前来 挥手一巴掌 便打掉了卓华一举道耿嗓咽喉的金簪 当郎郎金簪落地 那金刚打造 如同匕首般锋利的簪尖 闪着硕硕寒光 你想死 秦浩宇反手一把 擒住卓华的手腕 为了秦浩宣你想死 此刻他两眼赤红 激进风魔 不 你休想 我不屈 你休想 如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那笑比地狱的黄泉之水 还要冰冷 嘴角的血迹印在雪白的肌肤之上 触目惊心 我的命我做主 却由不得你 是啊 一个一心求死的人 你如何阻止 他自有千百种方法 即使找人日夜紧盯 也不保不会有半点疏漏 便是他不吃不喝 就能饿死自己 不 不 不 华儿 你不能 你不能死 秦浩宇所有的狠力 此刻忽然悉数全化成了害怕 他的眼神软化下来 用激进哀求的口气哄着他 劝着他 你放心 我会护你周全 陆远峰他害不了你 我会好好照顾你 护着你 你自此 便是这晋王府的女主人 不 是这清宁 这西北的女主人 将来 将来这天下 我也会送到你的手上 你知道 我可以的 我们会有大把的好日子 华儿 你若 你若喜欢他 你看我的脸 我们的脸是一样的 我 我可以变成他 我就是他 哦 卓华猛然推开秦浩宇 转身扶墙 搜长斗胆地呕吐起来 秦浩宇一瞬地惊讶茫然 可随即忽而退后一步 神情复杂地看着卓华 终是忍不住冲外大吼道 郎中呢 为何还没有来 第139章 身孕 张郎中没想到 自己能在晋王府内 再见到秦将军的夫人 不过这也不奇怪 秦将军与小晋王也是孪生兄弟 走个亲戚什么的 也是正常 只是这个叫启梦居的院子 里里外外处处透着怪异 东湘似是起居室 将军夫人躺在床上面如死灰 双目无焦 四断了生机 而小晋王也则忙前忙后 又似对着别人的夫人格外上心 都已经到了忧心忡忡 心神大乱的地步了 张郎中忍不住握着袖子 擦了擦额上直流的冷汗 他一个小小的郎中 不过想混口饭吃 前而回胡的战事停了 自己年龄又大 便想在这清明城内 安身立命 一养天年 好在医术不错 拖了些关系被见到王府做事 谁知 刚来没几天 就遇到这等那位新秘 还是皇室宗亲的那位新秘 他这把老骨头 可如何吃得消耀 别自己没死在那刀光血影的战场上 却死在了这富贵繁华的温柔乡里 先生 你这卖也把了 面也关了 却不知郡主到底是何政侯 秦浩宇这一问 当即把小老头的思绪扯了回来 他忍不住浑身一抖 脑门上的汗像下雨般 哗哗直流 将军夫人 嗯 秦浩宇抬起眼皮 杀意一闪 小老头儿灯石下的扑通跪倒在地 身似筛糠 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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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为何吐血 吐 吐血 却不是什么大事 这也是怪了 吐血之状迈向上竟毫无表装 便是沙城那次夫人的迈向还有 心火炽烈之状 怎么今日却 沙城 这倒给蟑螂中提了个醒 王夫深按照当日浊华的自诊 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只一时急火攻心 便吐了口血 那口血缘是郁结在胸 吐出来也就好了 我这儿有生酒糖的保心丹 最适合卖平气 一会儿给郡 郡主吃下去就好了 床上的浊华 眼神微动 微不可查地瞥了蟑螂中一眼 哦 先生 还有保心丹这等其要 秦浩宇高兴起来 果然是高手隐于民间 那先生说说郡主 为何又吐了 吐吐吐吐吐吐了 小老头 快吐吐成隔壁 傻小子属兔子了 不知道数数 只知道 满嘴的吐吐吐吐 他偷偷抬头看了眼情好语 见他正意味深长地盯着自己 那眼神似乎洞悉一切 若有半点虚言 便立刻让他伸手分离 可 可这事人命关天呀 此时此景 若说实话 那夫人何 蟑螂中下意识 勇于光瞥了眼床上的灼滑 却见他也正看向自己 随后轻轻闭了闭眼睛 在睁眼时 又是刚刚耐附了无声机之状 蟑螂中心中一动 立马谨慎地回到 郡主吐了 大概 是因为身怀有孕所致 不过 月份上前 看着应该只有一个月 此时胎儿最为不稳 且要小心保重 才是 果然 秦浩于此刻心中 五味杂陈不知 适合滋味 面上却是不鲜 忙历时起身 来到床前 果见浊华 在听到自己怀孕那一刻 原本死灰无胶的双眼 陡然蹦出 一道生机来 他似乎又活了过来 转眼看向秦浩宇 秦浩宇强压下心中 汹涌滔天的酸液 扶身坐到床边 抢笑道 郡主 你听见了吗 你有身孕了 以后妾要保重自己 不可再任性了 浊华看了他半赏 忽然开口说道 我饿了 此话一出 秦浩宇简直如文伦音 立即欢喜异常 这说明浊华有了生育 他忙起身 亲自复分精缕道 快 快去给郡主备饭 皆要清淡软烂好刻画之物 再熬一罐浓浓的鸡汤来 鸡要乌鸡 哎 先生 给郡主的鸡汤可能用餐 张郎中半赏 才反应过来 小敬王爷之后半句话 是对自己说的 慌忙把头摇成了的波浪鼓 不可 不可 郡主献下出运 身子又虚成这样 所谓虚不受补 善用这大补之物 恐损母子双身 张郎中话音刚落 便见浊华 又看向秦浩宇 说了第二句话 他 留下 若这世上有天籁之音 对秦浩宇来说 恐怕就是浊华的这句话了 他笑了起来 忙拍了拍脑袋 冲浊华道 糊涂糊涂 这有现成的神医不用 却自己在这瞎指挥 说着转身 又吩咐经吕道 去 吩咐人 把这院子中 挨着小厨房的那间屋子 收拾出来 给这位先生住了 以后郡主 早晚两次的平安麦 一饮饮食 全都要由先生 亲自过目 线下先去将郡主的膳食备好 匆匆扶身一礼 转身带着蟑螂中 和众仆附下去准备了 见屋内的人都撤下 秦浩宇方 才又回到浊华床边 小心翼翼地坐下 却并不敢梦浪轻浮 只规规矩矩地笑看着他 柔声细语道 你放心 我定会好好照顾你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浊华闭上眼睛 似乎泪急睡去 秦浩宇物字一笑 长长地输了口气 他本以为这一关会 极为难过 却不想老天相助 让浊华有了生育 现在可以说 浊华所有的生机 都系在这孩子的身上 孩子生他生 孩子若是没了 秦浩宇呼地握紧了拳头 不 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要林浊华活下去 浊华似乎睡得急熟 秦浩宇缓缓起身 悄悄走了出去 回身将房门关好 又嘱咐了吓人几句 方才离开 只是他却未见 床上的浊华 在他离开那一刻 陡然睁开眼睛 金光四射 舌尖的伤口 还有些疼 不过却是不爱 这还是跟浩轩学的 咬破舌尖吐出血来 当日也是在这庆祥园中 只是 如今却没有浩轩 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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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复轩内 萧若央正侧耳听一鸭话语 他的脸色 随着那丫鬟的禀报 越来越差 最后几近铁青 除了用了午膳 浊华似乎睡了整整一天 秦浩宇中间倒来了两次 虽见浊华睡着 却仍坐着守了多时 傍晚时分 蟑螂中被第一时间叫来请平安麦 金吕一边吩咐去白晚膳 一边又让人通知秦浩宇 这香浊华却看着蟑螂中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多谢先生 若能保我母子平安 我定保先生余生安乐 蟑螂中猛然抬头 惊讶地看向浊华 晚饭极尽奢华 近王府所有厨子所能想到的一切清淡 软烂的菜式 都被端上了启梦居的餐桌上 只为让浊华逐一试菜 再记下他喜欢的菜色和厨子 任由金吕等人不猜伺候着 眼睛却一顺不顺地盯着对面的浊华 嘴一脚含笑 想想今日也真是够得上 跌宕起伏这四个字了 他一早天不亮便 将人寻了回来 先是剑拔弩张 两人唇枪舌剑 就差动手打起来了 后又因秦浩宣之死 浊华一时心如死灰 急欲寻死 可此刻两人竟能平心静气地 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 浊华因为这个孩子 终是又有了生育 他笑看着浊华 见他努力进餐 并不挑食 无论荤素都吃得极香极认真 不由的心情大好 伸手亲自盛了碗汤递了过去 金吕一见 盲玉上前去接 却被秦浩宇抬起 眼皮一个眼神赤退 浊华一顿 终是伸手接了过来 直更迟慢慢喝了起来 秦浩宇的心情 历史比此刻满屋的烛火 还要明亮几分 脸上的笑容愈发深了 这些菜色 喜欢哪样便告诉金吕 他自会将那个厨子 一并调到你这小厨房里 还有 我已经吩咐府上 针线房的人 这两日便过来给你裁衣裳 且嘱咐他们先赶制几套你 平常穿的 再做几套腰身 逐渐放大的 以备你 将来好用 说到这秦浩宇 垂下眼睛笑了笑 这毕竟 毕竟是咱们府上的 第一个孩子 与我又血脉相连 你且放心 我必定不会亏待这孩子 以后一应归之用具 借以敌掌自理相待 还有吻婆 如母 教养嬷嬷等 我如今 便派人慢慢走访 定会寻得一应妥贴之人 你只管安心待产 万般皆不必操心 秦浩宇如此续续 对着浊华说了半天 浊华 却只顾低头进餐 半赏方才沉生到了一句 多谢 秦浩宇敏唇一笑 只要能让你高兴就好 不急 慢慢来 他不是已经有了生念吗 他不是已经喝了 他剩的汤吗 他不是已经开口 和他说话了吗 他心里 便是有一座大山 他也会一点一点 将他铲平 只要耐心等待步步为营 总有一天 他的心中便只会有他 一夜无话 浊华试睡 早早便端茶 送客请秦浩宇回去 外面起了风 呼啸的北风 打着窗帘呼啦啦作响 空气中夹杂着潮气 似要落雪了 第二日一早 屋外果然纷纷扬扬 地下起了大雪 这雪半夜就下了 今日仍势头不减 也不知何时才会停 浊华用过早膳 蟑螂中来请平安麦 他闭上眼睛 仔细好枕 随后忍不住点了点头 脉向上倒是稳健无虞 可忽然一阵药香飘来 蟑螂中先是眉头一皱 随即陡然睁大了眼睛 惊恐万壮 紧接着便听金吕的声音 从来身后传来 郡主 喝安胎药了 蟑螂中猛然转头看向金吕 眼中满是纠结和挣扎 他分明从这碗药中 闻出了红花的味道 虽然那位红花 被其他药味掩盖得十分巧妙 可他自小便 对草药极有天赋 嗅觉更是敏于常人 这一位多家的红花 到底还是没能逃过他的鼻子 孕妇如何能用红花 这分明是个阴谋 可这府中上上下下 都是小敬王爷的人 金吕更是王爷的亲信 他亲自端来的红花 这便是王爷的意思 可是 可是这一晚要下去 郡主府中的胎儿定然不保 郡主又如何受得了 蟑螂中只觉得自己 此刻简直快要疯了 仿佛有把大具悬在身上 左右两个小人 各执一头吵得不可开交 争执不下中 只得来回拉锯 只把他锯得皮开肉沾血肉模糊 这可如何是好 说还是不说 说便得罪了东家小敬王爷 丢了饭碗是小 自己的小命恐怕也难保 可若是不说 郡主的胎儿必定不保 以郡主此时的身体状况 说不得会引了血崩一失两命 蟑螂中此刻心如乱麻 面上却强装镇定 自以为掩饰得极好 只是他不知道 他脸上变言变色之状 早就落在了卓华眼中 卓华看着蟑螂中 微微挑了挑眉 伸手便从金驴手中接过药碗 毫不犹豫地送到了唇边 第140章 红花 郡主莫喝 有红花 蟑螂中几乎下意识地脱口喊道 身子向前就要去拦卓华 却不想 卓华几乎与那脱口而喊同时发作 陡然扬起手中的宝胎药 泼到了金驴脸上 未带金驴反应过来 左手抓住他的领口 向下一拉 右手的碗随即砸向床柱 只听哗啦一声 卓华手中便只剩下一片锋利的瓷片 别动 那瓷片的锋刃 此时正对着金驴吹弹可破的小脸 你脸上有红花 我只要轻轻一划 便会血流不止 你的脸就彻底废了 果然漂亮女人的脸 比他们的命还重要 若利刃只对着她的脖子 金驴未必不敢挣扎 可此刻对着她的脸 卓华又说了那样一番话 金驴真就一动也不敢动了 来啊 卓华冲门外叫道 去把你们家王爷请来 一边的蟑螂中 此时早已吓得抖成个筛子 再一听卓华这话 立马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秦浩宇急匆匆赶来 小丫鬟学话不慎明白 他勉强听了得七七八八 心中不由得更加焦急 猛然一推启梦居东乡房门 正见金驴跪坐在地上 被卓华挟持在手 形容甚是狼狈 蟑螂中摊在地上 像打摆子似的 抖个不停 秦浩宇不知缘由 皱了皱眉 随后看向卓华温和一笑 撩袍坐到了旁边的官帽椅上 郡主说要见我 我就赶紧过来了 有何事郡主弹讲无妨 却只字未提 眼前被挟持的金驴 仿佛没看见一般 不想秦浩宇的话音刚落 卓华却陡然一把 将金驴推了出去 转而那瓷片 便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郡主 你这是做什么 秦浩宇豁得站起身来 紧锁眉头向前一步 你别过来 卓华满眼觉觉 随后冷笑道 金驴送来的这宝胎药中有红花 王爷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若想要我性命 拿去便是 什么 不 我并不知情 秦浩宇听后 先是一愣 随后大吉 转头看向趴在脚边的金驴咬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说 自己幼年便伺候柿子 何曾被这般急言利色地喝斥过 金驴不禁又是灰心又是委屈 忍不住急声自便道 柿子明察 今早的宝胎药 是柳儿去除下熬的 奴婢只是依了平常的规矩 亲自端来呈给郡主 万不敢图谋不轨啊 金驴是什么样人奏浩宇心中 还是有数的 于是他转头 向门外吩咐道 去 命示威力时封了启梦居 任何人不得出去 再将那个叫 什么柳儿的桌拿起来眼神 门外的示威应声而去 秦浩宇低头看了 金驴一眼示意他起来 不过这一眼 刚当那些灰心委屈 便似烟云一般 疏得消散了 金驴重 又便回秦浩宇身边那个死心塌地 任劳任怨的左膀右臂 郡主 秦浩宇眉心皱出个穿字 却怕再刺激了卓华不敢急躁 只得慢慢向前挪了一步正中道 我既知这孩子与你性命所系 又怎会做出这种事来 郡主聪慧过人 不会想不明白其中官窍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 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还你一个公道 都是聪明人 话既已说到这个份儿上 卓华便也不和他兜什么圈子 公道却是不必了 便不是王爷 也左不过是这府里的大小主子 说着他一声冷笑 只是如此看来 你这王府也并非铁板一块 泰安着实害怕 这满府的丫鬟婆子 我便是三头六臂 也防不胜防 说着他左手俯伤肚子 眼中忍不住露出几分悲气 我本不该再苟活于世 可肚子里的孩子却是无辜 都说为母则强 我如今舔言人士 不过是想让孩子能平安出生 否则还不如带他一起走得干净 郡主 秦浩宇眼见浊华说到激动之声 那瓷片呼得在他白皙的脖子上 留下一道血痕 忍不住急声叫道 虽这瓷片未必锋利到能割断喉咙 可是他怕的却是浊华因此事又断了生念 这是我定然查清 也必能护着你和你肚子里孩子周全 我却不信 王爷还能整日困于后宅 管起那婆子丫鬟的事来 浊华看向秦浩宇 冷然一笑满目寒冰 所以请王爷将我那五个侍女放了 我只信他们 原来为这 秦浩宇眯起了眼睛 凡事皆能利用 凡事皆有目的 他爱上的人如此狡诈似乎 可他却偏偏又欲罢不能 浊华坦然地看着秦浩宇 似乎这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讨价还价 只尽等卖主回音 他本还想寻击祸哄 或迫使蟑螂中就范 同他做个小局 却不想未等动手 竟有人先来助他一力 可真是及时 怎么 王爷这是怕 我们一群女子 会在你这守卫森严的王府内 插翅而逃不成 王爷也太看得起我们了 林浩宇心知卓华这是有意激踏 垂眸沉音片刻后 却仍抬眼缓缓说道 我答应你 他未断声念就好 且这后宅也确实该整治一番了 当三姑敏玉等五人被带进启梦居 卓华历时扔了手中的瓷片 扑进三姑怀里 不过只一日一夜罢了 几人却都似经了一番生死轮回 心下只觉千言万语 竟一事无从说起 见卓华憔悴不少 头上防身用的金簪不见踪影 博耿处却心添了伤痕 三姑便知 这一日一夜 卓华定然过得异常艰难 不由得心如刀割 扶着卓华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边金吕得了 侍卫来报不敢怠慢 忙悄悄走到秦浩宇身边 扶而禀报 秦浩宇面上波澜未起 眼中却瞬间划过一丝狠力 他转头看着旁边 正抱头痛哭的卓华等人 嘴上对着金吕轻声说道 好生伺候 金吕会议 历时浮身到了剧 王爷放心 萧若阳的间谍院内 丫鬟婆子妈满当当跪了一院子 不过却不闻一句人语 众人鸭雀无声 恨不能连呼吸都免了 有人仗着胆子 偷偷望了一眼远处的上房 那里倒是偶尔传出些动静 可终是太远不甚清楚 此刻上房内 萧若阳趴在地上 发际散乱 红肿的面颊上 隐隐显出几道指印 秦浩宇则端坐在一把胶椅上 正用一块绣了蓝草的白丝帕子 仔细地擦手 若忽略地上的萧若阳 乍去看他 还真是温文尔雅 光风济月 可知错 枕边人的狼狈之相 并未引得秦浩宇连香惜玉 他连个眼神都另惜施舍 那漫不经心的语气 让萧若阳忍不住 身上又是一抖 王爷今日 可谓是发了雷霆之怒 一来就二话不说 先罚 间谍院上下所有仆役 都到院子里跪着 自己本想上前打个圆场 却不想未等开口 一个耳光便陡然招呼过来 不仅立时打掉了 他平时所有的心气体面 更打掉了他的傲气和蹊迹 原来自己 这名正言顺的侧妃 还不如那个身份尴尬的女人 萧若阳心中愤恨不已 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 听秦浩宇问他 盲柜爬了两步上前 抓住他的跑脚哀哀说道 王爷虽未说音和生气 可于妾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自是不敢抵赖狡辩 经王爷一番 教导妾身毁恨交加 只求王爷念在上尾酿成大错 妾又是爱众王爷 因爱升级 才做出这等蠢行的份上 饶过妾身这一回 饶你 在我眼皮子底下 便敢耍弄手段 让我如何饶你 秦浩宇看着萧若阳直皱眉 若说这女人蠢吧 却甚时实物 自己一进来 不过稍微教训了她一下 便赶紧认错服软 也不抵赖 倒像是个聪明的 可若说她聪明 却又敢擅作主张 耍的手段也漏洞百出 不甚高明 说来这种女人最是自以为是 爱用些尚不得台面的心机手段 还不如完全是个笨的 王爷息怒 萧若阳并不知秦浩宇心中 对她的评语 只眼珠一转盲辩解道 妾身虽有私心 可也是为了王爷着想 那泰安郡主的肚子里 怀的毕竟是个野种 如何能担得起王爷的怜惜疼爱 故而若阳 才想为王爷分忧 愚蠢 萧若阳话未说完 秦浩宇便开口怒斥道 不想你竟已然知道了我的心思 想必是你那位好哥哥说的吧 不过这也无妨 本王既然做了 就不怕别人知道 且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本王只告诉你 我要的是 活得泰安郡主 而不是一具尸体 秦浩宣死了 他便失了生育 现下唯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活下去的支撑 如若这孩子有半点差池 以致他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看我能饶过谁 无论是谁 本王必将他千刀万挂 挫骨扬灰 最后八个字 是被咬着牙 一字一顿说了出来 秦浩宇扶下身子 死死盯着萧若阳 其中的冷冽 吓得他忍不住浑身抖了起来 见萧若阳伺得了教训 秦浩宇方才皱着眉 缓缓支起了身子 毕竟他哥哥也算得用 且以后 要用到萧家的地方 还多着呢 想来这一番敲打 他也长足了记性 秦浩宇在间谍院的上房里 只带了一炷香的功夫 离开时仍面沉似水 院中跪了一地的仆役丫鬟 忍不住暗中面面相去 过了好半天 萧若阳身边的大丫鬟乔果 方才出来 吩咐众人散了 上房静悄悄的 不过是几个心腹丫鬟静静出出 谁也不知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像不知一向 温婉可人的萧策妃 此时正面目猙獰的 疯狂撕扯着一批锦断泄分一样 下了一夜又一日的雪中是停了 掌灯十分 启梦居内 三姑借口卓华身子疲乏 硬是将只在此处赔了晚膳 却连饭后茶水 也为喝上一杯的秦浩宇轰走 卓华看着三姑 带着敏玉等人 气势汹汹的厌赤 排开挡在她前面 齐刷刷扶身送客 这两日来 阴玉的心情 中似打开了点缝 不再那么让人喘息不过 三姑又打发了金驴等人 这才转身来到床前 看着扮椅在床上的卓华 忍不住叹气 坐到床边 又扑速速地掉下泪来 自己太大意了 连卓华怀了身孕都没有察觉 这若是万一有点闪失 他就是万死 也难辞其咎 更如何有脸到地下去见公主 见她如此 卓华反倒一时有些无措 在她的印象中 三姑果敢坚毅 除淫父母灵旧回京那次外 从未见她哭过 于是盲搜长瓜肚 急于寻些说辞引开话题 一开口 却是件正经的大事 三姑 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得速速 想个法子动作起来 一会儿你去求见秦浩宇 就说 趁我睡下 特去讨个主意 应见我五内欲结神思倦怠 恐对胎而不利 故而 你和敏玉想了个法子 明日早上后 去花园中的琉璃安赏雪 但 定要注意措辞 莫要让她起疑才是 第141章 上钩 你说明日 想劝郡主去赏雪 外书房内 坐于书案后的秦浩宇 似笑非笑地 看着面前垂手功利的三姑 目光颇为玩味 刚刚在启梦居 她还似乎在得母鸡斑挡在郡主身前 未想不过半个时辰 却又主动找到她的书房来了 是郡主让你来寻我说的 郡主却是让我来寻王爷 可说的 却是不相担的另一件事 三姑垂谋回话 不卑不亢 哦 秦浩宇一笑 你倒是说说 郡主临睡前 吩咐奴婢来问问王爷 可允她去取成亲服二爷的灵鹫回来 不于 三姑话未说完 秦浩宇便陡然立声打断 三姑的嘴角微微一挑继续说道 奴婢也是这样想的 毕竟死者常依依 活着的人 却还是要把日子过下去 更何况 如今郡主又怀了身孕 如何护着郡主平安 保住她肚子里的孩子 才是奴婢的本分 也是奴婢对先公主的誓言 至于其他的人和事 倒一概与奴婢无关 想来王爷和奴婢一样 最不想郡主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事 秦浩宇此时 方才抬头郑重地审视起 面前这个女人 见她垂手功力甚是恭景 也依然从容不迫 不禁微微眯了眯眼睛 这是个厉害的女人 也是 她的身边怎么会有庸人 她知道 浊华身边的这个姑姑 和那个眉眼英气的丫头 皆伸手不凡 因此 前一日便给她二人用了软金伞 可如今看来 这女人倒像是个实实物的 若是个真聪明的 以后留在郡主身边 也未尝不可 秦浩宇默了默 随即展颜一笑 说道 你是因为知道本王会拒绝 所以才想了个赏血的法子 欲开解郡主 三姑忍不住黄了下神 心中暗叹 果然是孪生兄弟 这一笑 简直一模一样 只是 容貌虽然急似 心肠却是两样 虽这样想着 口中却道 奴婢既然能想到的 郡主如何会想不到 去取成轻盈二爷灵鹫 不过是郡主因丧夫剧痛迷了心神 闹脾气罢了 奴婢伺候郡主多年 自是十分了解她的性子 现下郡主应急厌务王爷 秦浩宇的目光陡然锐利起来 三姑却如若未见继续道 可俗话说 见面三分情 不打笑脸人 王爷与其想着 如何千方万方 将那个人从郡主的心中拔出去 倒不如想想 如何把自己 揣进郡主的心里 你这番话 就不怕我说给郡主听 秦浩宇看着三姑似笑非笑 三姑垂眸一笑 我并非要叛主 相反 我所做的 皆是为了保住郡主 郡主现下 以心灰意冷 生无可恋 奴婢却不能不替她谋划 既然王爷走了这一步 自然是想明白了郡主的好处 别的不说 单只说辽鲁风亦银子 这一项 只要郡主身在一天 便会源源不断地流进西北 以后 无论郡主是邪子寡居 由晋王府奉养 还是王爷日后另有打算 天高皇帝远 只要郡主安好 王爷皆能衬心如意 这可是像只赚不亏的买卖 胡说 三姑话未说完 秦浩宇便皱起眉头出眼打断 我对郡主之心 岂是为了贪图那黄白之物 三姑一听连忙脸刃行李道 奴婢狭隘 请王爷恕罪 秦浩宇看着她 继续义正词言道 罢了 你也是护主心切 若真是身陷险境 你刚刚那番话 倒也能保得郡主性命无余 可惜于我这里 却是无用 不妨直白告诉你 本王对郡主的心思 恨不能将她捧在手里 如珠四宝 又怎会伤她性命 便是连根头发也舍不得伤着 至于觊觎郡主的身家财物 你却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 三姑忙又再三请罪 秦浩宇这才冲她摆了摆手 不知者不怪 你这份护主的忠心 却是难得 又是个实时务的 以后免不了 劳你在郡主身边多加看顾 便是本王 日后对你也会多有倚重 郡主这才刚入府两日 忧思过重 心绪不顺 闹些脾气 也是人之常情 你且好好伺候着 找些法子排解排解 去琉璃安赏雪的主意 便甚好 那儿的梅花也好 到时候 我陪着郡主 喝些热热的果子酒 在于那里用了午膳 好好疏散疏散 话里话外 却只字未提 去取成迎回浩宣灵鹫之事 三姑垂下眼帘 面上恭敬地笑赞道 王爷对我家郡主果真极好 只是奴婢却有些担心 王爷毕竟是搏了郡主 恐怕郡主诈闻此事 心中愤懑不平 更坚卑不自胜 难典会对王爷有所抵触 届时再口不择言 王爷自是宽容大度 不会与郡主认真 只是何苦闹那么一场呢 若再因此 让王爷和郡主心中存了疙瘩 于日后 反而不美 不如由奴婢等 先陪着郡主过去散心 好言相劝 细细开解 待到郡主愁思 稍减心绪 渐开之时 王爷再来 那时郡主 虽不至于全然放下哀思 可到底也不会因悲痛激愤 与王爷闹得不快 王爷觉得如何 秦浩宇略一沉吟 便点头笑道 果然是跟过郑国姑母的姑姑 体贴入微 思虑周全 既如此 那本王就午膳时分在过去 正好明日上午 也还有些公务要办 本王在此 先谢过三姑美意 说着 秦浩宇抬手须须 抱了抱拳 三姑忙避开身子 垂手口称不敢 一派主刺仆中之下 只是待三姑扶身告退后 秦浩宇却盯着她的背影 慢慢皱起了眉头 她当然不会轻易 就相信这个女人 郡主何等精明 怎会留一个心思 如此活络之人在身边 这会不会又是 她的一个什么计谋 可 以郡主线下的状况 似乎又不大可能 其这女人话里话外 到位发现什么破绽 难道真是个忠心护主的 见秦浩宇已死 郡主几乎失了生机 不真心为郡主谋划 若是那样 到未尝不是件好事 琉璃安是王府后花园的 一处观景楼 阴安了大块的西洋琉璃 故而得名 浊华刚到西北 浩宇领她有辅食曾经来过 知道此处离当时是冯侧妃 如今是肖若央所住的 间谍院最近 这日尚未天亮 琉璃安便早早升起了地龙 水果 茶点 卵房里的鲜花 一草如流水般端了进去 经吕吟时便起来吩咐下人布置 又亲自仔细检设鼠便 方才放下心来 派场之足 动静之大 简直闹得和府不宁 郡主 她真的会来吗 敏玉看着炕上 扮依着金蟒靠背发呆的浊华 忍不住问道 七成吧 卓华的眼睛一直落在窗外 却又并不像在赏雪 思绪似乎飘得很远 说起话来 心不在焉 她要是不来该如何 若是不来 便在想别的法子 说到这儿 她那有伞的思绪 似乎被抓回了一点 垂眸沉吟道 不过以那次一面之缘所见 这位萧氏 倒是个极善钻营的 我赌她今日必来 敏玉垂下头 忍不住叹了口气 若不是我被吓了软金伞 便偷偷去把那萧若央 绑到郡主面前 也是使得的 又何必费这些力气 卓华却没有揭查 只看着窗外的雪景 自顾自地念叨了一句 这大雪天 若是绞成快的 一来一回 今天上午 也便该有消息了吧 此言一出 敏玉和浮风 接不约而同面上一诉 旋即露出忧色 三姑上前来 拍了拍敏玉的手背 听雪和摄月 意围上来安抚浮风 卓华缓缓闭上眼睛 呼听门外 有人说话 不过片刻 定不会扰了郡主的清静 卓华猛然睁开眼睛 来了 乔果看着自家主子 在金吕面前 那副伏地做小的样子 不由的面皮一红 心中万分尴尬 泰安郡主也就罢了 毕竟有贫有急 又是 又是王爷心肩肩上的人 测飞一早听说 他要来琉璃安赏雪 便舒戏打扮 抢着来拜见 倒也算是个礼数 可对这与自己 同为奴婢的金吕 主子又何苦如此小意奉承 竟还自降身份 称其姐妹来了 他自小跟着侧妃 知他在娘家时音 身为庶女颇不得意 养成了察言观色 处处逢临的性子 自己今早也曾劝他 昨儿刚因着泰安郡主 挨了王爷的教训 何苦来还往前凑 可侧妃却偏偏不听 如今这番做派不是上 赶着自取其辱吗 乔果心中抱怨 却不知他主子的苦衷 若是可以 萧若央又哪里愿意 处处伏地做小 来着泰安郡主 面前奉承 但正是昨日王爷的雷霆之怒 让他看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 他十个萧若央怕事 也顶不上一个泰安郡主 自己之前太过莽撞了 可这却也不能怪他 王爷承诺泰安郡主的那一句 以王府敌张子里相待 彻底打乱了他的心神 他自使要的 便不仅是王爷的宠爱 主母的尊荣 更是要这王府的大脉子嗣 由他所出 他要想的是那百年荣华 千秋尊崇 可泰安郡主 却轻易破了他的前程 如今得罪了泰安郡主 就必然失宠于王爷 那他如何会有子嗣 思来想去 唯有放下身段主动示好 以求泰安郡主 能为自己多加美颜 再得王爷垂怜 只要王爷消了气 还愿意去他的间谍院 他便有机会怀上子嗣 以后也就有了倚靠和屏障 他就不信 王爷会真的放着轻生骨肉不疼 去扶持一个野种 常言道 花五百日红 且让他忍下这口恶气 因此 当泰安郡主身边的侍女 趾高气扬地出来传话说 郡主怕吵 只宣萧侧妃一人进来解闷时 乔果都勃然变色机遇发作 萧若央却仍咬着后槽牙 维持着笑容不变 乖巧地点头称是道 说得极是 却不应太多人进去 扰了郡主的亲近 乔果 你等在此候着 说着便拿捏着仪态 跟随听雪 款款走进了琉璃安的暖阁中 只是 他如何也没想到 这一进去 便立时知道了 什么叫羊入虎口 先是不知 谁突然从背后一脚踹到了她的腿弯 萧若央身子向前一扑 还未来得及喊出声来 便有个姑姑上来兜头将一团金子 塞进了她的口中 随即几个丫鬟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将她按住 萧若央顿时睁大眼睛满面惊疑 张嘴响叫 却呜呜员出不了声音 心道 不好 莫不是泰安郡主起了杀人的歹意 却忽听头上泰安郡主用极轻的声音说道 侧妃娘娘稍安 泰安 不过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第142章 牟桃 萧若央乍一进门便被暗倒在地 初时惊惧异常 不过转瞬自己便安下心来 这里可是靖王府 泰安郡主说白了 不过是阶下之囚 还容不得她撒眼 萧若央强自镇定 抬头看向泰安郡主实眼中 便带了一丝警告 四目一对 浊华心下了然 百袖施施然 坐到听雪搬来的圈椅上 先看了眼守在门口的敏玉 随后垂手和萧若央低语道 侧妃娘娘昨日赏下的红花泰安 无福消瘦 不过 泰安这里倒有一个小把戏 不知娘娘有无雅性一事 萧若央眼波微动 惊疑不定 不知道泰安郡主要耍什么把戏 浊华道 这把戏的名字倒也别致 叫贴官家 说是用薄薄的桑皮纸 蒙在人的脸上 然后着人或水或酒的含上一口 使劲像纸上一喷 那纸立石便服服贴贴地粘在脸上 如法炮制 一张张加上去 想用此法之人 初时并不如何难受 手足上能挣扎 不过一般贴到第五张时 也就慢慢安静下来 就像锅中小伙炖煮的螃蟹 无论初时挣扎得如何激烈 中式渐渐僵硬 动弹不得 且据说那种缓缓窒息清醒中绝望的感觉 要比砍头之类的痛快死法 更加耐人寻味 最有趣的是 戴那蝶桑皮纸干透后一接 竟针犹如戏台上跳家关的面具 凹凸分明 口鼻俱全 而受用之人 也不会如吊死斩首的那般吓人 除了面容紫杖 轻筋暴突 倒也没有血腥之态 这法子 官府中倒是常用 不知侧妃娘娘 今日可想试试 话音未落 伏风猛一抬萧若央的下巴 正见站在泰安郡主身后的三姑 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摞桑皮纸 眼睛却直勾勾地看着她 萧若央当即瞪大眼睛 随即呜咽着 猛烈挣扎起来 可怎耐压制她的伏风 摄月皆做惯了粗活 有一把子力气 夙日里娇生惯养的萧若央 自然挣脱不开 浊华看着她眼中 除了惊恐 还有浓浓的不愤 于是继续说道 侧妃线下的心思 泰安倒能猜测一二 不过视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能拿你这堂堂晋王府侧妃如何 若泰安对你有所不利 王爷定不会饶我 可对 此话一出 萧若央立时极力点头应成 却又似 察觉自己一态有失 于是勉强扬了扬头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示意浊华 还不快给她解开 浊华无声地笑了起来 俯下身嚣张地拍了拍 萧若央的脸 轻声说道 你信不信 今日我便是将你手刃于此 你家王爷也不会动我半分 即使今日我不杀你 可只要我想 便随时能要了你的性命 且不必我亲自动手 你家王爷自会将你的性命奉上 不不不 侧妃娘娘想错了 并非因为我是什么妖女 擅长蛊惑人心 而是与我相比 娘娘您可以被利用的价值 实在太低 萧若央一顿 随即挣扎得更加厉害 原本总是挂在脸上的 柔弱和无辜 荡然无存 只剩下满眼怨毒 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浊华轻声笑道 脸上的嘲讽刻薄如刀 你无非想说 你那正春风得意的哥哥 会替你报仇 可慢说 我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便是真有那么一天 以萧锦坤的心性 如何会为了一个妹妹 而自毁她的锦绣前程 便是你们的父亲萧大人如何 还不是说算计就被他算计了去 萧若央的心直往下沉 太安郡主 似乎揣透了所有人的心思 他的 他哥哥的 还有王爷的 萧若央开始真正害怕起来 今日他若死在此处 王爷不会管 哥哥 起码暂时也不会管 若他留得一命 可只要太安郡主还在这王府 他以后的日子 便要战战兢兢 更别说什么王爷的宠爱 此时 萧若央眼中的 怨毒踪迹全无 为剩下恐惧 火候似乎到了 萧家兄妹果然各顶各的识时务 侧妃娘娘聪慧 浊华接过 听雪凤上的蜜水润了润唇 自然知道 我留在王府中事无疑 当然 太安也不想留在此处 我宁愿被朝廷的军队捉进京去 在萧若央狐一的目光下 浊华垂眸淡淡说道 侧妃娘娘虽远在清宁 却也应该听说过 我与当今陛下 曾被先帝赐婚有过婚约 且从小青梅竹马良小无猜 原来如此 萧若央眼中露出了然之色 玄机心中生出三分轻视来 什么情深意重 什么奢生欲 却原来不过也是攀权富贵 只捡高枝飞罢了 可 你又怎知 王爷将来不会一飞冲天 虽然心中如此作响 萧若央脸上却不敢露出半分 当然 若娘娘想去寻情好语告密邀功 也不是不行 如此 你我恐怕便得在这宅子里 做一对长长久久的姐妹 为人一事 实在无趣的景 有娘娘 这样的妙人聊一姐妹 也算一桩美事 泰安郡主自始都压着声音 语气不疾不徐 可却让萧若央毛骨悚然 就如同被玩弄于沼下的老鼠 惊恐地看着面前 那漫不经心逗弄她的猫 她彻底软了下来 眼神竭力诚恳起求 又呜呜咽咽的示意让她说话 卓华微微一笑 抬手吩咐三姑去了萧若央嘴里的帕子 果然 那萧若央压着嗓子干咳树声后 抬头看向卓华 金黄犹豫的轻声道 不知郡主寓意何为 若央 若央可能帮上一二 自然 卓华笑意盈盈地扶下身子 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却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只需和你那位能谋善话的哥哥 替冯朗二字便可 与此同时 萧策飞那位能谋善话的哥哥 正在秦浩宇的书房内 满头大汗的跪地觐见 请王爷三思 既然钦差陆将军 一早送信 来要泰安郡主 且明说了 是皇上点名要的 那便糊弄不得 王爷若执意藏匿 皇上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万一恐触怒朝廷 恐会生出大祸呀 秦浩宇坐在书案后 以守福额 眉头紧锁 这萧锦坤已过造了多时 直吵得他头疼 触怒朝廷又如何 我东山大营的二万精兵 难不成 还怕他陆远峰的区区五千人吗 此话一出 萧锦坤历时大惊 扶身而拜 五体投地 王爷 王爷 万万不可呀 王爷请想 若此事真到了一发 不可收拾的地步 西北将面对的 又何止是陆远峰的五千人马 依照踏本之事 虽与陆将军商量妥当 以二爷顶罪 可这并非皇上的意思 若真惹怒皇上 以谋逆为由 大举发兵西北 可如何是好 锦坤之王爷 飞驰中精灵 自有灵霄大志 锦坤亦誓死追随 只是王爷线下刚接手西北 一切筹划未定 贸然起避事被公办 线下正因避开朝廷锋芒 韬光养晦 待遇一风满 在一击而中 方大事可撑 却万不可贸然行事 打草惊蛇 更不可为了一个女人 自毁常常 请王爷三思呀 秦浩宇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忍不住使劲揉了揉额脚 刚刚说的 当然都是气话 他自然知道 现在时机未到不能举世 否则也不会将秦浩轩 送人头给了陆远峰 既借刀杀人 又得以自保 可 陆远峰提出的要求 他却不能答应 皇上要泰安郡主进京 别以为他不知道 秦浩宇存了什么心思 毕竟先帝曾赐泰安郡主 为秦浩宇的正非嫡妻 可是 他以前既然护不住她 如今又有什么脸 大模大样的来要 刚刚是本王积月了 你起来吧 秦浩宇缓和了语气 揉着鼻梁说道 说来他已被萧景鹏 歪缠了整整一上午 着华用善 于是此刻只想速战速决 你说的对 但本王也有分寸 自不会和朝廷撕破脸皮 泰安郡主无论如何 都不能交出去 不过此事你放心 本王会去与朝廷周旋 只说郡主出走踪迹 全无便是 我就不信 他陆远峰 难道还敢来 搜我这晋王府不成 不过几日 朝廷觉得无趣 也便撤兵了 说着 秦浩宇不等萧景鹏回话 边向外走边 冲他摆了摆手 头不回地说道 已然中午了 回去用善吧 我就不留你了 话音未落 人已出门走远了 萧景鹏缓缓站起身来 垂谋颓然叹了口气 王爷对泰安郡主之事 如此固执 简直像中了邪 可万一因此与朝廷交恶 不行 此事必须速速解决 否则后患无穷 试涉后宅 看来还得去找妹妹 商量一下才是 可还未等他 去寻萧若央 萧若央身边的巧果 到先一步 来请他去间谍院议事 萧景鹏颇有些意外 随即收了收上脸上的忧郁之色 抬脚跟着 巧果去了后宅 你说萧若央上午来这琉璃安了 琉璃安外 秦浩宇轻声向金吕问道 正是 金吕垂手回话 忍不住皱了皱眉 不过侧妃娘娘在暖阁里 并没有逗留太长时间 出来时形容很是有些 狼狈 奴婢虽一直守在门外 可屋内声响实在太小 不得要领 奴婢办事不力 请王爷责罚 秦浩宇冲金吕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必自责 沉阴片刻 忍不住一笑 真是个有仇必报的小狐狸 牙尖找力 惹了他 果然要历时奉还才行 他想起了那次 浊华快马 送他桥通人头之事 此事不必在意 既然萧若央敢吕虎顺 受些教训也是应该 以他的性子 能留萧氏一命 已算给了天大的面子 而这面子 是给谁的 自然是他 秦浩宇美滋滋地想 之前应接到陆远峰手书 而生出的郁郁之感 历时一扫而空 随即满脸挂笑 一边吩咐摆饭 一边由着丫鬟 先请棉门帘子 走进暖阁 你说是泰安郡主 让你传话给我 且只提了冯朗二字 萧景坤看着妹妹 表情十分震动 扮上方才缓神过来 眼神复杂地 看着萧若央点头道 我知道啊 这个泰安郡主 果然不一般 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他 不过 不管他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既然二人目的相同 那就不妨一事 线下保证 西北与朝廷相安无事 谋划王爷将来霸业 才是正经 他转头又看了看萧若央 唉 自己这也算是 拉他这傻妹妹一把吧 同一天内 朝廷派来的 钦差将军陆远峰 率五千兵马 于傍晚时分 从曲城赶到青陵城外 青陵上下 立时奉命四门紧闭 全城戒严 东山大营 亦被快马加鞭送了消息 全员整割整装 随时待战 情势危急 四一触即发 唯府 当晚启梦居内 秦浩宇晚善未用几口 便被人匆匆叫走 卓华看在眼里 嘴角微不可查地 向上扬了扬 陆远峰率朝廷五千精兵 驻扎青陵城下 随后又派人给秦浩宇送信一封 内容依然是索要泰安郡主 措辞却陡然眼里百倍 先拿皇上施压 末了又加一句 聚查泰安郡主 献求于晋王府内 献气一日娇人 否则休怪朝廷先礼后兵 一时间清明上下人心惶惶 晋王府中幕僚蜀官 虽大多不知内情 可细想这几日发生之事 心中也隐隐有所猜测 众人忧心 却皆与秦浩宇说不上话 便想到 如今王爷面前的红人萧景坤 于是 当晚萧府门庭若市 访客络绎不绝 萧景坤倒自始从容自若 无论谁来拜访 言语上都是 打着太极半点不露 让人更看不懂的 还有秦浩宇 颇有些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之态 面上波澜不起 只回信给陆远峰 先说泰安郡主出走查询无果 又问陆将军聚和称泰安郡主 现在进王府中 真是无稽之谈 只是众人不知 当夜临近旧情 秦浩宇却又突然折回启梦居 他这一来 当即闹得三姑等人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严阵以待 但秦浩宇只是站在门口 隔着众人望向浊华 四相隔千山万水 半赏方才眉头莫尾低到了一句 你放心 我定会保住你 说罢也不带众人反应 转身推门而去 要保住他 浊华垂谋冷笑 这恐怕由不得他 秦浩宇怎会真的毫不担心 他在惊为之多年 向来谨小甚微 自然知道 萧景坤所见之言 并非威言耸听 陆远峰冰柱城下 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由此也能看出 秦浩宇遇得泰安郡主之心 可是秦浩宇想搏一搏 他赌秦浩宇 不过是虚张声势 他不敢动兵攻城 怎么说 泰安郡主 现如今也是他秦浩宇的堂嫂 攻城夺嫂 简直划天下之大旗 就算打着清脚谋逆的旗号 可这天下人不是笼子瞎子 他秦浩宇也不是哑巴 秦浩宇还不敢拿他明君的名声而戏 现下清宁城四门紧闭 东山大营咫尺相望 除非秦浩宇真不要脸皮了 否则只要他坚称泰安郡主逃出清宁 朝廷定不敢将事情闹大 不过一两日便会撤兵 秦浩宇的算盘打得不错 陆远峰也确实自扎营城外 便按兵不动 秦浩宇渐渐安下几分心来 直到自己推算不错 一面加强城防 一面静等朝廷自动退兵 可谁知 第二日营业 家家西登户户闭门之时 南城门却翘无声息间 被人从里面打开 陆远峰率人一涌而入 以迅雷之势 先控制了南门 随后呼啦啦包围了晋王府 届时 秦浩宇从启梦居盘滑而归 刚欲就寝 护听来报 不禁大吃一惊 忙先派人去后院安置 随后穿戴整齐赶去前厅 好在陆远峰倒还有些分寸 只让人为了王府 未敢擅闯后宅 他本人则在前院花厅等候 这晋王的府的后宅 可不是轻易能闯的 陆远峰又不傻 自然知道 其中利害点到为止 当秦浩宇于花厅门口 见到一连小人得志的冯朗时 方才心中了然 自己最近实在事物繁杂 父王大桑 接手西北 又密连陆远峰 算计秦浩宣 囚禁泰安 竟让他一时忘了 还有冯朗这么一号人物 毕竟是冯显书的独子 这么多年被众星捧约惯了 城中难免会有几个长情的追随者 秦浩宇抬脚跃过冯朗 连个眼神都欠缝 自然也未看见 冯朗脸上极深的怨毒和恨意 花厅内主位之上 大马惊刀地坐着一个鹦鹉少年 面如重枣 眉眼寒煞 此刻正皱着眉头 颇不耐烦地撇着茶碗 秦浩宇上前拱手笑道 远峰兄 别来无恙 是 哦 敬王爷 陆远峰放下茶碗 懒洋洋地站起身来抱拳笑道 多日不见风便更胜从前 哪里 哪里 远峰兄取笑了 秦浩宇边笑边抬手冲他做了请 自己则撩袍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下手 此时留宿于外院的萧景坤 也闻讯赶来 略略看了看形势 陆远峰看向秦浩宇笑容不变 眼中金光四射 王爷与陆某是旧时 在京时也泼喝过几次酒 逛过几次花楼 今日我也不绕圈子 只问王爷一句 皇上要太安郡主进京 王爷放人不放 面对陆远峰咄咄逼人的目光 秦浩宇温润一笑道 远峰兄又说笑了 我早一回心中说得清楚 太安郡主出走 如今下落不明 陆某怎敢在王爷面前玩笑 陆远峰出言打断 身子向前叹了叹 似笑非笑道 关于太安郡主的下落 你们亲临这位冯大公子 可不是如此说的 据他所言 三天前亲见王爷去一所民宅 迎太安郡主回了晋王府 秦浩宇陡然眯起眼睛 看向冯朗 正对上两道阴冷的目光 二人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杀意 冯公子想必是看错了 秦浩宇收回目光 漫不经心地抖了抖跑脚 本王这几日静心守孝 从未出过府门 满府下人皆可作证 太安郡主确实不在府中 不过陆将军放心 毕竟是晋王府的二夫人 本王已派人全力去寻 若得其下落 必告之将军 话未说完 却呼听一旁的冯朗 高声冷笑起来 引得陆远峰也抬头看他 小晋王爷一张惊口 真是极善讲故事 这话已说得极为不尽 可冯朗并未打算 就此停下冒犯 他随即冲陆远峰 略略拱手说道 陆将军何必多费口舌 依比人之见 既然寻不到太安郡主 那便不如 就请小晋王爷 与将军同回京城覆灭 毕竟王爷自幼长于京中 又与当今陛下手足情深 想来 此次若能回京 陛下定然也是欢喜 冯朗并不清楚秦浩宇的野心 可却知道 如今做了王爷天高海阔的秦浩宇 是断然不想再回京 被圈禁为之 果然 话音一落 他便看到秦浩宇的面颊 微不可查地轻轻一颤 冯朗心中得意 自父亲去世 一直堵在胸中的那口恶气 似乎稍稍疏散了一丝 昨日 有个意想不到之人来寻他 给他出了个意想不到的主意 当时并非不震惊猜疑 但权衡立陛下 他到底还是决定 按那人所说的 赌上一把 不赌一把又如何 如今的西北 已非父亲在世时的西北 清明 冯家 还有萧家 竟被秦浩宇收入囊中 父亲之死 也绝非什么回胡奸细复仇 若报复 为何不直接去寻晋王府 现下 不过因大权出收 事情繁杂 秦浩宇一时没空理会他 可一旦腾出手来 恐怕第一个要收拾的 便是他 他本有世袭的君职 自小便知 自己将来是要做大将军的 谁知如今家破人亡 竟沦落到要担心性命的地步 若真如那人所说 驻陆远峰一臂之力 事成后随他回京赴命论功领赏 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远好过于在此等死 于是他昨夜 才会让南城门守军中的亲信 联络城外的陆远峰 一来二去 几下便串联上了 带走秦浩宇的可能性不大 可冯朗说这话时 还是小小的激动向往了一把 冯公子太心急了 这是想借他的手 夺回西北军权 陆远峰垂下眼睛 他并不喜欢这个冯朗 可线下去又不得不用他 总得给王爷时间考虑 瞧 这杯茶不是还没喝完吗 这是威胁 陆远峰在告诉秦浩宇 指寅他一盏茶的时间考虑 也是 虽然王府被围 南城门被控 可这城中 全是秦浩宇的亲信耳目 说不得此刻 早已有人出城去东山大营调兵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东山大营的军兵是赶不到的 陆远峰放下茶碗 转眼似笑非笑地看向秦浩宇 愁愁满志 似是在说他今日必要 从这晋王府中带走一人回京 若不是太安郡主 那便是他 陆将军慢慢喝茶便是 这清明成容不得有人撒野 自然是极太平安全的 秦浩宇一改刚刚的客套谦和 气势陡胜 即使此刻东山大营军兵赶来不及 可城中尚有守军官方 在不计各衙门里的差役 也不是摆上 想带走他 笑话 只是他到底失策 既为料到陆远峰能这样 翘无声息地进城 也未想到 他竟有胆子兵为晋王府 之前的盘算全然打乱 朝廷为动兵攻城 自然也就没有 冒天下之大不韦的口实 若真要强行挟持他回京 那便只能就此与朝廷撕破脸皮 可 他刚接手西北 又重效在身 此时举世 时机未熟 冯朗该死 秦浩宇低头喝了口茶 心中迅速地估量着 城中可用兵力 想来线下各处皆已得了信 正盘算着呢 不想身后的萧景坤 却突然声势 转身出来撩袍跪地 像戏台子上的忠臣孝子一般 满脸忠肝义胆 气血见到 请王爷三思 这简直是在明晃晃地告诉陆远峰 他之前所说 泰安郡主出走之言 全是放屁 晋王府后院密室内 卓华正盘膝坐在炕上摆旗 三姑一面拿眼瞟着不远处 忙忙碌碌的金吕 一面浮身忧心忡忡对卓华语道 这情形 只怕秦浩宇真要硬气一把 就此放手与朝廷一搏 卓华听后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三姑忍不住诱道 毕竟他自是手中的东西 如今西北军政大权也尽收掌中 若真如此 咱们恐要重新谋化财 郡主 夜宵用些红豆汤圆如何 话未说完 金吕的声音陡然便插了进来 三姑不动声色 伸手理了李卓华的衣领 方才抬头对他说道 汤圆不好刻画 上晚燕窝粥才是 又问 应说王府进了贼 大半夜的心事动众 将郡主移到此处 只是不知 陷下那贼桌的怎样了 金吕虽忧心前怨 还是要极力摆出一副 泰然无事的模样 边吩咐身后的小丫鬟去被揍 边对三姑抢笑道 姑姑且放心 不过是混进了几个毛贼 王爷也是怕那小贼不知轻重 万一惊扰了郡主 这才吩咐奴婢 请郡主一驾此处 王爷已亲自带人哀怨排查了 用不了多久 便会有个结果 哎 不如线下让蟑螂中 给郡主请个平安麦 毕竟刚刚多有惊扰 请个麦倒也放心 浊华听得此话并不多说什么 只是温和地冲金驴点了点头 随后扔下手中的棋子 将又万身向蟑螂中 蟑螂中一见 慌忙上前安置脉枕 然后用袖子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努力平复心境 方才开始枕脉 刚刚他本都已经睡下 可不知为何 忽然就闯进两个丫头 将他连拉带扯领到这儿来 此处 蟑螂中忍不住抬眼看了看四周 应该是一个密室 来时的路径 也极为曲折怪异 似处于地穴 只是这样密不透风的地方 孕妇如何能待的 也不知府中究竟生出了什么大事 连他都知道 这绝不只是府中 禁贼那么简单 平安卖请完了 夜宵成了上来 卓华不过接了小碗刚吃两口 就忽见一个丫鬟 急匆匆走进来 直奔金吕 随后与他窃窃而语起来 卓华微微一笑 不紧不慢地搅着碗中的粥 炕桌上的棋盘 黑子已有大片落入虎口 只等白旗一子封猴 第144章 大结局 上 卓华走进外书房的小院时 忍不住停下脚步 抬头望了望满天瘦瘦繁星 空气冷冽而干燥 看来明日是一个好天气 三姑恐是被那碗秦浩宇 情深四海的承诺给骗到了 竟认真担心起 他会为了他此时便与朝廷翻脸 呵 莫说现下时机未熟 便是万事俱备 秦浩宇启事前 也会再三思虑 确保万无一失 他怎会为了一个女人 贸然行事 说来这世上 他最爱的 只有他自己罢了 那些情深义重 不过皆是未碰触到 利益时的净花水月 若为他自己 他宁父敬天下人 浊华的脸 引在帽多的阴影里 嘴角若有若无地挂了思冷笑 空旷的小院 北风凛冽 他站在原地未冻 只伸手紧了紧身上的白胡披风 守在门口的冯朗 不怀好意地看过来 阴森森地笑着 却猝不及防地被人推了一把 随后陆远峰和秦浩宇 从他身边一起走出花厅的 此刻 秦浩宇的胸中治了口气 铺天盖地的心虚 简直让他无地自容 前一晚还信誓旦旦地说 要保住他 不过一日便要献他自保 可现下形势比人强 他如此聪颖 定能体会他的苦衷和无奈 他又是那样 见识长远能力非凡 非那等只知操视后宅的 雍之俗反可比 待日后大夜成就 他自当 亲手将这天下捧于他的面前 以江山为聘 卓华并不知秦浩宇心中 这些胡思乱想 不过略略瞥了他一眼 便将目光放在了 前来行礼的陆远峰身上 突然气势陡胜 全身戒备 如此不光陆远峰本人 在场的其他人 似乎也或多或少 感到了气氛不同 秦浩宇皱起眉头 转眼看向身旁的陆远峰 见他虽面上毕恭毕敬 扶身行礼 可却偷偷调起眼皮 英智的目光 如两条滑腻的毒蛇 游向着滑 陆将军 秦浩宇上前一步 挡在陆远峰面前 迫他直起腰来 郡主金尊玉贵身份非凡 且 线下又怀了二爷的骨肉 已一跃有余于 正是体弱凶险的时候 此去京城车马劳顿 请将军务必多加看顾 细心照拂 一旦稍有差池 不说皇上会雷霆震怒 便是这天下受了大长公主 和林大将军恩惠的百姓 也不会善罢甘休 此话一出 果见陆远峰面上一宿 眼中露出郑重和震惊之色 秦浩宇抿了鸣嘴唇 他这番警告 大概能护得浊华一路上 少吃些苦头 陆远峰再如何心怀寺院 抑郁报复 也要顾及皇上 本王知道将军皇命在身 轻车减刑 可郡主毕竟为弱智金规 一路上照顾饮食起居的贴身侍女 必是要戴上 说着 秦浩宇抬眼看了看 站在浊华身后的三姑等人 软骨散的毒已经给他们解了 有这两个身手不错的侍女 也算是一层保障 在有请卖问诊的郎中 也是不能少 听得此话 隐在一众女人身后的蟑螂中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这一路上山野陆林中 难免会有那么一两个小小猫贼 本王再派一对护卫 带上我的侍女和郎中便可 护卫大可不便 秦浩宇话未说完 便被浊华出言打断 秦浩宇不经一致 抬头看向浊华 这时宜他要继续挟持于他 还是已经厌他至身 连所赠护卫都必如蛇蝎 可他又知不知道 此去京城一路凶险 陆远峰对他怨恨已久 万一公报私仇 单凭那两个会武功的侍女 怎护他周全 秦浩宇还想说些什么 却忽听陆远峰于身旁朗声大笑 王爷不必担心 毕竟我那有五千精兵 可不比得什么护卫都强 断不会让郡主有个闪失 随后又扶着腰中 配件漫不经心道 如今陆某急着回京复命 实在等不得王爷调兵遣将的安排护卫 不如线下历时派人去给郡主 被辆舒服的马车来才是正经 这是怕东山大营的军兵赶来 急着要走 秦浩宇垂下眼睛一抹 随后面无表情地吩咐左右道 背车 经旅忙垂手行了的府里 便要下去 陆远峰此时却又转身 向冯朗招手笑道 不如请冯公子也跟着走一趟 毕竟是涉郡主 还是周全邂逅 这是怕他故意拖延时间 找冯朗看着 秦浩宇心中冷笑连连 却不愿再多做废话 于是冲金吕挥了挥手 直到随他们去吧 有冯朗在一旁监督 果然快上不少 既为发生丫鬟迷路寻不到马棚的事件 也为发生王府车架 突然净坏用不得的故事 总之 不出一刻钟 两辆锦绣划车便停在了王府门口 为首的一辆猪轮紧慢乌木凋梁 骏马渐美 极为奢华 内里又扑了厚厚的锦入 熏了安神的香料 生了暖红红的角炉 一切安排得极为舒适妥当 秦浩宇站在王府门口 看着卓华游三姑 敏玉扶着款款上了头一辆马车 随后车帘缓缓放下 卓华的容颜身形 就这样慢慢被掩在了连后 他忽而生出一丝错觉 似有人正将一枚冷硬尖锐的钉子 狠狠定进心头 本以为已经求助 可却还是被别人夺了去 不 以后还有夺回来的机会 陆远峰带着人马 浩浩荡荡地离了清宁城 队伍后面跟着冯朗 和他从清宁带出来的亲信家臣 虽是弃了老家 不甘不愿地走上逃亡之路 可毕竟此去京城 不仅能保住自己一条性命 说不得还能凭他此次之功 以及家事背景 混个一官半职 他还年轻 前途不可限量 以后真说不准 谁会笑到最后 冯朗挑了挑嘴角 虽夜色浓重 并看不清队伍前面迎风烈烈地帅棋 可他还是抬头望了一眼 那陆远峰 可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陆远峰并不知道 身后有人正寄于自己的发达之路 并准备一一效仿 此刻只把全副心思 都放在队伍中间那两辆马车之上 暗地里又担心会变身不测 于是下令全军戒备 连夜开拔 只是乎在郡主车架左右的那对兵士 像谁都没有发现似的 在浓重夜色眼影下 有一条高大的黑影 舒然一显 悄无声息地 闪进了泰安郡主的马车内 急行一夜 又加上第二日白天 陆远峰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吩咐当夜就地安营扎寨 先好好休整一晚 明早再继续赶路 事业 各营帐皆以吸灯睡觉 却只有外围义军帐 灯火通明 冯朗正带着他那一众亲信 和陆远峰手下几个关系 不错的小宵喝酒 想必是这段时间 担惊受怕 又连续经了一天一夜的急行军 乍一休整 冯朗等人身心皆放松下来 这顿酒喝得十分尽兴 冯朗存了拉拢之心 故而酒桌上格外豪放 全无半点架子 众人敬酒来者不惧 一杯一杯喝得畅快淋漓 许是这酒太烈太猛 未过多时 冯朗和他的亲信们 便全都醉倒在桌子底下 待第二日 当冯朗抱着昏沉沉的脑袋 走出帐篷时 才赫然发现 这荒郊野外 竟只剩下了他们这一顶军帐了 陆远峰早已带着大军开拔去 不过倒也还算好心 尚给他们留了顶军帐 否则这天寒地洞孤山野岭的 他这几人便不被冻死 也为了野狼 冯朗从最初猛圈的状态中回过神后 当即便暴跳如雷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陆远峰此举的目的 是怕自己进京 抢了他的功劳 还是有意戏耍于他 想破脑袋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冯朗索性便不想了 心下一横 带着身边几个乌合之众 就地落草为寇 占了附近的山头 当起了山大王来 至于这冯朗 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 在秦浩宇这里 却是不出两日 便弄明白了 经理快马送来的太长四副文 当今太后崩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秦浩宇当即被炸得面如土色 随即豁地站起身来大叫道 快 快去点齐东山大营的兵马 追陆远峰 被吩咐的侍卫不知所以 见秦浩宇此时脸色铁青面目争鸣 不禁害了一跳 战战兢兢地应了个诺 转身跑了出去 一旁的萧景坤 见此情形惊疑不定 忙上前急问道 王爷 出了何事 可是经中又有什么消息 秦浩宇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目光意味深长 只这一眼 萧景坤的额上便见了汗珠 颇为心虚地低下头 以秦浩宇之志 只要稍稍加思量 挤下排查 当日是谁窜多冯朗 与陆远峰里因外合 便真相大白 这两日 萧景坤一直悬着心 可却始终未等来秦浩宇的责难 经中复文 王太后崩 短短八个字 此时从秦浩宇口中吐出 已没了刚刚的气急败坏 却阴森森地让人头皮发麻 太后 萧景坤一愣 随即历史反应过来 不禁陡然变色 从西北到京城快马传信 续近二十日时间 报丧的折子一来一回 也要近四十日 算来老晋王爷轰事不过刚满一月 且此次经中来信 又只字未提晋王丧事 那只能说明 皇上的道文和新晋王的席决旨意 还在路上 可王太后的复文却已到了 那就是说 王太后与老晋王轰事之后 不过十日前后便崩了 距今已二十多日 皇帝命陆远峰国丧动兵 这怎么可能 除非外敌入侵情况紧急 否则国丧用兵有为国法人伦 那讨伐旨意 更不可能是太后崩前所下 且不说当时太后病重 身为孝子的皇帝 日日床前事急 还有无心力去逃逆 只说服兵者 不祥之弃也 西北并未作乱 情况也根本没有紧急到 虚于太后病中 用兵折损服运的程度 陆远峰这五千兵马 绝不是朝廷派来的 更不是什么讨逆先锋 他们才是真正的逆党 报 王爷 东山大营的仲将军 已居于外书房花厅等候 王爷 来报的侍卫话未说完 便被秦浩宇 颓然挥挥手给打断了 他无力地摊坐到一把椅子上 闭目喃喃自语道 他们已经走了两日 追不上了 此时 被秦浩宇终于想明白了的陆远峰 已带着人马行出百里以外 第145章 大结局 下 哈哈哈哈 郡主不知 宜兵那时几乎拼红了眼 我和黄雨涵两个人 都显现没能按住他 陆远峰率领人马 一口气跑出西北 方才长长地输了口气 事业 中军大仗内众人齐聚 算是清宁脱险后 第一次相见叙旧 陆远峰抬头看着 并坐于上手的浊华浩轩夫妇 说起当日秦浩轩得知浊华身陷清明时 激进发疯之状 忍不住 哈哈大笑 在场众人都是极清静的 此时也不怕他二人休闹 接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连坐在敏玉身旁的宇涵 也微微挑起了唇角 手上默默给敏玉加了一块子鱼肉 敏玉回眸冲他一笑 宇涵似低头不察 可耳间却渐渐红了起来 坐在他们对面的小五见状 忍不住笑得更欢了 转头冲身旁的浮风 几眉弄眼 做了的鬼脸 浊华向来不是那扭捏不实斗的人 听了陆远峰这话 也跟着众人笑了一回 转头看看 身边沉默不语 却不停给他夹菜的浩轩 欢喜中又生出两分无奈来 这两日 自己将那些万不得已掰开了 揉碎了说给他听 不知费了多少口舌 可这头倔驴就是拐不过弯来 说来那秦浩 于本就生性多疑 有间心狠手辣 野心勃勃 他二人当时近况极为凶险 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若想脱身唯有用之 可浩轩是绝不会同意 他自己先走独刘卓于清宁 迷惑秦浩宇的计划 他只能出此下策 做局时单单瞒住浩轩 其实此局也算周密 早在七少峰回京之前 便已着手布置 当时老晋王爷虽面上强称 实际早已游进登窟 卓华那日去王府 明面上市 请命要杀成梁草条配权 暗地里也存了 评估公共授数之心 为人仔细 如此行径说来大逆不道 可当日近况 连秦浩宇都已看清 老晋王的野心和盘算 卓华又怎会不知 既知秦浩宇中会掌权西北 他又怎能不防 于是 在七少峰启程回京的那一日 便有一道消息 发向辽东 一切皆按卓华的计划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辽东柳大将军 派出一支精兵 绕开关陆府县 直走荒村野道 隐匿行踪日夜兼程 用极短的时间赶到西北 而统帅主将正是当日得知 其妇虏梁川叛国被议后 出走他乡的陆远峰 因与卓华有杀父之仇 秦浩宇对陆远峰大大降低了警惕 再加上几封伪造巧妙的官平硬性 于是秦浩宇 在远去河间的探马 迟迟不归的情况下 便贸然信任了陆远峰 当然 那探马何时能归 是否能归 却是无人知道了 随后众人一记演了 初浩轩炸死的戏码 此时 被蒙在鼓里的秦浩宣 方才得知真相 而清宁城内 卓华也悄悄一记 引顿于市井之中 如未出意外 剩下的计划 原也简单 陆远峰急于回京复命 两日内 赶到清宁向秦浩宇辞行 于城中会路过卓华藏身的民宅 届时偷天换日 卓华与三姑等 六人扮成侍卫模样 换下陆远峰的亲卫 然后 随其一起出城 可却不想攀北攀变 众人被俘 好在浊华世事 都做棘手准备 所谋之计绝不 只预设一种结果 好坏意外方方面面 顾虑周全 一旦生变 皆有应对 那莫染哥宇向城外报信 便是突发意外的应对之一 城外自有陆远峰的人守着 而城内的周旋 却全要靠浊华自己 至于叛变的攀北 日后自有 礼服来处置 再说浩宣 这两日 却是转不过弯来 虽日日 守着浊华 但一言不发 跟个聚了嘴的葫芦一般 清静的如三姑 敏玉 包大海等人 知道一兵二爷 这是认真生了气 却也并不十分担心 小两口嘛 闹上几日 也就好了 不慎清静的 像陆远峰 就根本没看出来 宴席上 他只自顾自地感慨一番 说起当日得知 父母乃是构陷林家军元凶时 羞愧难当 后离家北上投到柳大将军麾下 又抱着求死之心 与迪庸经了数场大小战役 皆以命相拼 希望以己身战死 赎父母之罪 可美美又都未能如愿 被救了回去 后来戎笛撤兵 柳大将军 寻到他 说有一件极要紧的任务 非他不可 出到西北 一切原本进行得十分顺利 众人合力演了一出 围杀炸死的戏码 骗过了秦浩宇的眼线 只是后来安抚 得知真相的秦浩宣 让他和黄宇含泼费了些力气 可谁知此时的清明城内 浊华他们却出了差池 当前在清明城外的人 带回了那暴信的染墨性格时 好不容易 才被安抚住的秦浩宣 当即就发了疯 不管不顾地命包大海 历时召集 他在西北的军中救部 禁欲带兵攻打清明城 好在陆远峰还带着脑子 黄宇含虽也很有些关心则乱 但到底 自幼尊郡主命令 且另行禁止 故而两人合力压制秦浩宣 差点真就把他给绑了 最后中 按照宇含出城前郡主 所给的锦囊之计行事 浊华曾有言 一旦见墨宇信歌飞出清明 便是城中生变 应立即弃了原计 用锦囊之计 如此拉拉杂杂 众人又续了会儿就 因上在行军 浊华又有运在身 故而早早就散了 走出中军大仗 三姑等人皆识趣地 远远跟在后面 浩宣牵着浊华的手 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浊华转头 偷偷瞟了眼面 沉似水的浩宣 忍不住低头 扬了扬嘴角 这人可真别扭 哎哟哎哟 猝不及防 浊华突然捂着肚子 叫了起来 人也慢慢往下蹲 身后的三姑等人 顿时吓了一跳 敏玉 伏风反应最快 提脚就要上前 却被三姑一把拽住 二人不解地 回头看向三姑 却见三姑虽皱着眉 却暗暗冲中人摇了摇头 浩宣不知道身后的故事 此刻吓得魂都没了 慌忙俯身 一叠声地问道 可是哪疼 肚子吗 可是动得太气 随后 慌慌张张起身吩咐人 快去寻张郎中 不想他话未说完 手却被浊华忽然牵住 随后一双 湿漉漉的眼睛 望向他带了三分委屈 朱唇倾起 直吐一字 抱 轰 强撑了两天的秦浩轩 立时缴械投降 他叹了口气 任命般 俯下身子 将浊华轻轻抱起 像捧起一件 溢碎的瓷器 所有的坚硬 都在此刻画围绕纸柔 浊华狡狭一笑 如一只得逞的小狐狸 双手揽住浩轩的脖子道 既然开口说话了 就不许又变回哑巴 否则 我也立时变成哑巴 再不和你说话了 秦浩轩此刻 简直哭笑不得 看着怀中的人 终是没了脾气 只得小心翼翼地 抱着他大步走回营帐 他是真想 认真的和他生上一场气 为他静蒙蔽于他背后社局 为他以身犯险 以己作耳 为他美美面上答应他 最后却全成了耳旁风 得知他被困清宁 他简直失了理智 那心如油间的滋味 致死也不想再尝第二次 还有 他竟已怀了深怨 这等的大事 竟也把他瞒得密不透风 虽然浊华解释 他之前一直未曾诊脉 并不确定 可他却几乎百分之百肯定 浊华之所以不诊脉 就是因为心中有数 他怕一旦确诊为喜脉 他必不会离开清宁 三姑等人 也必然不会再支持 他以身犯险 他瞒了他 瞒了所有人 用计如此之险 胆子如此之大 简直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怀中坐天坐地的小妖精 似乎颇无自觉 我在浩轩心口 立时化成一汪软玉 羊脸宠他娇俏一笑 浩轩的心肠 如何还能继续硬得起来 只能认命地在心中跺脚 爸爸爸 自己以后万不能再大意了 简直不能离他半步 否则真怕一眼不到 他又闹出什么大事 顺平九年二月 西北晋王一脉兄弟戏强 嫡子子秦浩轩 携家眷出走辽东 定居于其妻泰安郡主之封地 并上书朝廷委婉陈情 届时太后崩氏 举过哀思 朝廷暂无心力作判 此事便被搁置 后秦浩轩与泰安郡主携辽东守将 柳龙孝树边 与荣迪遭遇大小树战 皆无败己 军功卓著 如此朝廷也便渐渐不再提及二人 撕回封地之事 顺平九年五月 荣迪大举来犯 秦浩轩携弃泰安郡主镇守平城抗敌 奸敌数万 大捡 后清率林家军一鼓作气 追击狄戎 破其王庭北千数百里 定都吉北苦寒之地 自此辽东边境太平无事 再无荣迪侵扰之苦 经此一役 林家军声名大噪 战魂重镇 同年九月朝廷下旨 封秦浩轩为镇北王 携弃期泰安郡主戍边 封其刚出生的嫡长子为世子 赐明杰 清宁进王府内 秦浩宇看着朝廷的抵报 面上颇有狂风暴雨之势 突然他猛然双手一扫 书岸上的文房四宝瓶瓶罐罐 历时瓶瓶瓶瓶 全都砸落在地 门外下人听到动静慌忙跑了进来 却不想猝不及防 被迎面飞来的茶碗 激了个挣挣 滚 秦浩宇不再是那个平日温润如玉的翩翩王爷 此刻面目猙獰 扭曲骇人 下人不敢吃烟忙捂着流血的额头 连滚带爬地退出了书房 秦浩宇再次轰然倒在身后的椅子里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房梁 半晌 他笑了起来 笑得不能自已 真真是好手段呀 亏他当初 还连相西域百般迁就 原来不过是被当成傻子 耍得团团乱转 不知他当时看着自己扶低作朽 心中是何感想 一定觉得甚是好笑吧 就如同那耍猴之人 看着牵在手中做怪的猴子 就像那看客 看着戏台子上翻跟头的小丑 秦浩宇猛然将手中的底豹扯了个粉碎 九月金秋 对于坐月子的产妇来说 可是最好不过的事件 各种的瓜果 菜书齐全 天气又不冷不热 正适合产妇修养 卓华笑着看了看睡 在身边的小情节 随手拿起刚刚送来的那封信 信是蓝娘写来的 哦 他线下应该叫金兰兰 大气炎商之女 如今狄荣克汗 消负开身边第一受宠的兰贵妃 卓华忍不住挑了挑嘴角 往年狄荣犯境皆在隆东 衣食无忌 寒春青黄不接之时 而此次来犯 却在春末下出水草 正丰美之际 这个世界发兵 对于狄荣意味着什么 或许只有兰贵妃知道 可对于大旗的将士来说 却意味着一切就绪 林家军士气高涨 荣敌有来无回 你怎么又看起信来 呸呸呸呸呸 卓华抬头见浩轩急匆匆走来 后面跟着满脸不赞同的三姑 看来刚刚三姑是 特意去搬救兵了 卓华忍不住笑了起来 忙把信放下道 不过刚看 哪就那么娇气了 浩轩拖了外场 又洗了洗手 方才过去坐到卓华身边 伸手将他抱住 忍不住叹气 他这辈子 恐怕是不可能听话了 这次平成大战也是 挺着个大肚子 却非要和他一起 坐镇前线 任他百般哀求 差点都要给他跪下了 就是不为所动 便是临盆前 还在那儿 吩咐人整理 收发情报 这哪家的女人会像他一样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当初自己可不就是 看上了他的这份不听话 他的这份与众不同吗 浩轩低头看向卓华 见他正抬头冲自己 甜蜜蜜一笑 忍不住愣了愣神 只觉已溺在了 他那蜜水一般的笑容里 唉 算了 自己费尽心力 才讨到的婆姨 他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是还有自己 在他背后撑着吗 只愿如那日围场 春烈所说的 得意新人 白手不离 同进同退